江瑞书觉得秦玉就是律师里的毒鸡汤 长得有多帅 嘴就有多毒 谈恋爱伤不起 秦玉觉得江瑞书就是法官里的套路王 嘴上多和气 心里多虚伪 有多远离多远 他们都没想到 自己的一辈子栽在了对方身上 第一张 买保险了吧 滴滴滴 江瑞书瞥了眼来电显示 接通蓝牙 什么事 江法官 你到哪了 电话里传来书记员刘一丹的声音 江瑞书看着前面熟悉的路口 快到法院了 什么事 你来的时候别从大厅进来 刘一丹压低了声音 你前两天判决的那个扰民案的当事人 带了几个老头老太太来找你麻烦 别叫他们看到你 前两天 江瑞书审了一个扰民的侵权案 被告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 被起诉的原因是 他整天在家搞聚会 影响到邻居 邻居多次劝阻和投诉无果 一怒之下告上法庭 由于证据确凿 江瑞书依法判决 被告停止侵权并做相应赔偿 上诉也赢不了 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可他们不乐意 刘一丹叹气 要是扰乱秩序拘留就完事 但几个老大爷老太太就坐这儿 轻不得重不得 这就很难搞了 处在大厅这儿说找你理论 擒厅长刚来了 再跟他们沟通 先把人劝回去 实在不服 也只能叫他们去上诉了 那麻烦擒厅长先沟通着 实在不行就让他们等等 我大约十分钟到 行 你路上注意安全 江瑞书嗡了声挂了电话 就在这时 一只脏兮兮的小黄狗突然从路边窜出来 眨眼间就到了眼前 江瑞书一惊 连忙打方向盘 碰 车头撞上了旁边的车尾 江瑞书习惯性向前扑去 又被安全带带回来 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引发事故的当事狗 夹着尾巴 逃之夭夭 喘了两口气 江瑞书抬头 一眼就看到 前面车尾上 无比醒目的带翅膀的字母闭 眼睛深深被刺痛 一瞬间 他感觉荷包受伤了 前面那辆车的驾驶座车门打开 走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 二十五六岁 一张白净的娃娃脸 头发蓬松微卷 眼睛又黑又亮 特别精神 江瑞书看了眼车牌 金字开头 不是本地车 京城到S十一南一北 乔治人的打扮应该是出差来的 希望对方是个好说话的人 暗叹了口气 青年已经走过来 他先是看了看追尾的罪魁祸首 表情有点微妙 随后走到车窗旁敲了敲 江瑞书降下车窗 抱歉 对方十分礼貌 你怎么看 江瑞书叹了口气 我全责 买保险了吧 对方看起来很为他考虑 江瑞书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只说 我会负全责 对方看了看他 没有多说 两人分别拍了现场照 江瑞书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青年 我赶时间 有事打我电话 青年没有阻拦 等他开走 这才拉开车门 一边系安全带 一边碎碎念叨 后保险杠擦漆 问题不大 对方二话不说 直接负全责 则则 S是这边的女司机 是不是都这么爽快 一不闹二不哭 一句废话都不带 十分钟没到 就麻溜走人 肯定是个老司机 说着他顿了一下 好似想到了什么 突然扭头 他 该不会没买保险吧 第二章 不向法官 江瑞书赶到法院 远远就看到一群老大爷老太太 坐在立案大厅的长椅上 走近一桥 人真不少 七八个老大爷老太太 正围着擎厅长 擎厅长耐心地跟他们讲道理 来了 那个女法官来了 一个老太太眼尖 远远地就认出了江瑞书 大厅里所有人同时望过来 江瑞书一米六七的个子 在南方不算矮 不过他骨架纤细 天生肤白 看起来有些文弱 长相清秀小巧 眼神清澈 带点书卷气 丝丝纹纹的模样 看着不像严肃的法官 而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女大学生 这法官瞧着丝丝纹纹的 不像是坏人 乍这么一看 老大爷老太太们也觉得 这么乖巧的闺女会是黑心法官 是不是他们弄错了什么 那当事人老头也愣了一下 随机跳脚 你们不要被他的外表欺骗了 他判案不公平 肯定收了别人的钱 擎厅长哪能看着自己人 被这样污蔑 马上道 大爷 你别看江法官年轻 他可是我们法院的标兵 办案子从来没出过错 而且我们办案都是按流程走的 上头有领导盯着 你说他收钱肯定不可能 你起开 他是你们的人 你当然帮他说话 老头情绪激动起来 喷了擎厅长满脸口水 江瑞书大步走来 听到擎厅长因为自己挨骂 看着那老头 大爷 关于为什么判您败诉 我那天已经跟您详细的解释过 你有什么不满 可以投诉或者上诉 来法院找麻烦 解决不了问题 那好啊 我现在就投诉 这个法官不公正 你们快点办了他 老头指着江瑞书嚷嚷 擎厅厅长一听马上道 那行 您要投诉将法官 去那边写投诉意见 我们一定会重视您的意见 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行 你们是自己人 我要是跟你们走了 你们肯定会哄我 就在这里 人民群众都看着 你们不敢训思 对对对 就在这里 大伙都看着 有理说理 老大爷老太太们附和 随着上班时间临近 来办事的人越来越多 这样下去会影响秩序 擎厅厅皱眉 实在不行 就只能采取强制措施解决了 这时 江瑞书开口了大眼 您说我判决不公 那您觉得我哪里不公正 我在自己家里 跟老朋友们搞聚会关别人什么事 说我扰民 怎么别的邻居不觉得 就他一家子 觉得我扰民 我看就是想讹我的钱 再说 我自家的地盘 还不能做主了 大伙都是自愿参与的 没害谁也没强迫谁 你倒是说说我怎么就违法了 老头理直气壮 就是 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 在自家唱的歌跳个舞 怎么不行了 哪里不合法了 我们又不是干不正当的事情 老年人好不容易有点乐趣 你们也要剥夺 这不让干那也不让干 难道要我们在家等死吗 你们现在年轻没顾解 但你们也有老的一天 你们对老人家不好 不怕下一代也学你们吗 眼见要闹起来 秦廷长一个头两个大 连忙劝说 有话好好说 大伙别激动 第三章 赔钱是不可能的 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败诉的不是你 赔钱的也不是你 你当然不激动 老头气愤的对完秦廷长 接着对江瑞书 你要是没收钱 就是黑白不分 我以为 法院是给我做主的地方 结果倒好 剥夺我跟朋友见面 聚会的全力 还要我赔钱 要赔钱 也应该是他给我赔钱 我不能搞聚会 就会心情不好 会抑郁 影响健康 他才应该给我赔钱 你不让我搞聚会 也是妨害我的健康 你也给我赔钱 老头破口大骂 口水喷到江瑞书脸上 连旁边的秦廷长 都能闻到他肠胃不好的口臭 真让人窒息 赔钱 江瑞书面无表情抹了八脸 是不可能的 你 盼您败诉的原因是扰民 侵犯了邻居的相邻权 本质原因是因为 您在家搞聚会的声音太大 打扰到其他邻居 而不是因为你们在家搞聚会 江瑞书口齿清晰地解释 您有权利在家 进行任何不违法的聚会 如果您能做到 不打扰到邻居 您就是在家每天 24小时蹦迪也不违法 老头觉得 他在讽刺自己 脖子粗红 你说的什么屁话 谁蹦迪能蹦24小时 那声音 又不是实体可以抓住的东西 我怎么控制 所以它有相邻权的定义 您有权在家中搞聚会 但您的行为 不能影响到 跟您一栋楼的邻居 不论对方跟您隔了几层楼都一样 那小子跟我家隔了两层楼 我家对门邻居都没说什么 他哪来的资格告我 老头眼中满是怀疑 江瑞书叹气 这么说吧 如果我真的偏心原告 我只要跟原告说一句话 您会赔更多的钱 什么话 江瑞书微微一笑 您觉得 原告这个隔了两层楼的邻居 没资格告您 但是 如果原告联合其他邻居一起告你 他们的证据会更多 赢得更容易 原告还能平摊律师费 他应该很乐意 而您需要给出的赔偿 要多好几倍 老头毛骨悚然 他住的那栋楼23层楼 总共88户 刚才这个女法官说 整栋楼都是邻居 如果原告联合其他住户一起告他 他打了个寒战 他看江瑞书的目光顿时变了 这哪是什么柔弱的小法官 这特么分明是霸王龙 你吓唬我 老头色力内忍道 江瑞书温声道 我在这里解释 我真的没有偏心原告 判决结果是基于事实和相应法规做出的 希望您能理解 理解就要吃败账 不理解呢 老头想到他说的另一个结果 心头颤了颤 此时他心里已经打起退堂鼓 半点折腾的想法都没有了 你不会再跟原告说这个事吧 您的案子已经审理完毕 等执行完毕就彻底结束 如果他不执行判决结果 这是后头还有的说 老头在心里暗骂 这法官太心非了 但他不敢再挑战这个法官的底线 连上诉都不想上诉了 赶紧让这事结束 目送老大爷老太太们灰溜溜离去 擒厅长想起他们凄处茫然的神色 忍不住笑出声 拍了拍姜瑞书的肩膀 行啊小姜 姜瑞书欠一道 给您添麻烦了 擒厅长摆摆手 不怪你 他们怎么想的我都知道 就是指着暗闹分配 不过现在是法治社会 咱们法院更是讲证据办事的地方 不怪这种风气 姜瑞书微微一笑 还好老人家听劝 人家那是听劝吗 是怕你搞事情 擒厅长笑着点了点他 时间到了 忙去吧 他上午十点 有个性骚扰案开庭 下午三点 有个离婚纠纷开庭 另外还有个侵权案 被告律师要过来阅卷 还要抽空 把之前的案子判决书写了 事情可不少 姜瑞书点点头 跟刘一丹一起回办公室 第四章 是你 法院三楼 钉 电梯打开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律师 先走了出来 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走出电梯后 他回身挡住电梯门 随后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 走了出来 许是第一次来法院 神情间有些忐忑和焦躁 男律师正想说两句安慰他 便听到隔壁电梯响了声 缓缓打开 最先走出的是个身着西装的女孩 二十二三岁的模样 手里也拎着一个公文包 随后是个四十左右的男人 西装也遮不住他的大腹翩翩 双方一照面 顿时都变了脸色 但很快 男人脸上就挂起了笑容 这不是小陈吗 好些日子没见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一双眼睛如有十字般 在小陈身上扫来扫去 小陈脸色一白 下意识躲到男青年身后 男青年唇边泛起一抹冷笑 正要斥责 却见电梯里又走出一人 所有人抬起了头 这人又高又瘦 但并不单薄 一袭挺瓜的手工西装 将他的优点凸显到最大 宽肩窄腰大长腿 让人明白 为什么西装是男人的第二皮肤 五官虽是精致 眉宇间却英气十足 七飞的眼瞳竟是冷漠 浑身散发着生人无尽的气息 发觉陌生人看着自己 他眸光一扫而过 便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原告和原告律师 是你 原告律师脱口而出 秦玉重新看着对方 还没回答 就听到对方凉凉笑道 去年轰动一时的杀气案 是你给凶手辩护吧 秦律师可真厉害 证据确凿也能帮凶手逃脱指控 真不愧是京城头牌律师 不过 原告律师凑过来 轻声说 你晚上睡觉会做噩梦吗 秦玉眉头青醋 与你何干 原告律师冷哼一声 杀气案的检察官 是我师兄 手下败将的小弟 说得极其自然 捏 秦玉却不与他多言 抬脚就走 原告律师气得跳脚 你等着 赵律师 刚才原告律师说的杀气案 是不是号称中国版 辛普森杀气案的那个案子 被告跟在后面 悄悄问实习律师赵思雨 其实他很想问秦玉 但秦玉浑身生人物尽的气息 叫他不敢开口 他感觉秦玉不好相处 但又觉得秦玉肯定是有真本事 所以一点没犹豫 让秦玉做特别授权代理律师 而赵思雨作为实习律师 则作为一般授权代理律师 小心人比较好说话 所以平时他有事就问赵思雨 赵思雨虽是新人 不过作为行内人 自然知道这件事的始末 这才突然想起 秦玉在外界的名声算不上好 一时间他的感官有点复杂 你管那么多干嘛 反正秦律师会帮你打赢官司的 赵思雨道 见他不乐意说 被告拿手机敲摸摸查了下 突然喜笑颜开 原来秦律师这么厉害 这我就放心了 赵思雨暗暗撇嘴 对这个中年油腻男的感官 差到了极点 真不知道秦律师 为什么要帮这种人打官司 第五章 开庭 一会儿开庭的是性骚扰案 开庭前 秦廷长过来问了句 江瑞书正在翻看案卷 听到询问点点头 被告是公司领导 原告是被告的助理 原告诉被告借工作之游 长期对其性骚扰 证据充分吗 人证和物证都有 这么说 原告能赢 还得看开庭结果 江瑞书没把话说死 在法庭辩论结束前 一切都不能下定论 秦廷长点头 感慨道 性骚扰案 大多取证困难 能打赢官司的不多 可是我们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这对法官的要求比较高 不能简单地适用谁主张 谁举证 也不能简单地责任倒置 不过 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 江瑞书失笑 您可真看得起我 我眼光一向准 秦廷长提点了两句就走了 没一会儿 江瑞书收到刘一丹的信息 说法庭已经准备好 可以开庭了 江瑞书给他回了信息 收拾了案卷 跟其他两名陪审员 在第十一审判庭外会合 此时法庭里 原被告坐在各自的席位上 原告律师和原告窃窃私语 时不时抬头邓被告席上的三人 好似他们是助纣为虐的帮凶 这让赵私语有点不适应 心里还有点委屈 作为实习律师 他这次是跟前辈过来学习的 但秦玉入座后 就抱着双臂 一副不想说话的模样 全体起立 刘一丹起身道 请审判长 人民陪审员入庭 众人纷纷起立 望着审判席后面的入口 接着便看到身着法袍的两女 一男走了进来 其中一男一女的年纪都比较大 估摸有五十多岁 两人分别走到了人民陪审员的席位 而最年轻的女人 直接走到了审判长的席位上 这个女法官这么年轻 被告有点担心 法官会同情原告 赵思雨昕说 人家看着年轻 不代表不靠谱 但心里也有点担心 毕竟法官也是女性 容易同情弱势人群 姜瑞书一走进来 就感觉有人看着自己 下一刻便跟被告席上的 秦玉对上了视线 不由一乐 秦玉的眼神冷漠而陌生 视线一处计分 报告审判长 开庭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开庭了 刘一单面朝审判席说道 姜瑞书点点头 敲了敲法锤 宣布开庭 根据民宿法有关规定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由审判员姜瑞书 人民陪审员曹飞宇 蒋兰岳组成何一庭 姜瑞书担任审判长 刘一单担任法庭记录 当事人如果觉得 本案审判人员或书记员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或者其他关系 可能影响到本案审理公正 可以申请审判员或书记员回避 原告申请回避吗 不申请 原告律师答道 姜瑞书将目光看向被告席 被告申请回避吗 秦玉的声音如金玉相机 悦耳而冷清 不申请 审判长 我方要增加诉讼请求 原告律师道 在提起诉讼后 被告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开除我当事人 没有赔付任何违约金 我方要求被告依法赔付违约金 由于被告长期骚扰 给我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导致我当事人产生抑郁倾向 故加上精神损失费和医疗费 共计15万元 第六章 铁证如山 姜瑞书结果原告律师提交的相关证明 原告一个多月前被人士通知 不用再去上班 算算时间 大致就是法院传票送到被告之后 姜瑞书看向被告席 被告对违约解雇原告一事可有意义 秦玉道 没有意义 竟是直接认下了违约解雇的事实 原告律师很惊讶 忍不住嘲讽 秦律师该不会是良心发现 给我方当卧底吧 秦玉掀起眼皮很有良心的提醒了一句 原告公灵不足半年 如果不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 你方对我当事人的全部指控 你方最多只能获得违约解雇赔偿 2500元 姜瑞书看了眼秦玉 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 公灵不满六个月 工作单位违约解除劳动合同 需支付劳动者在本单位半个月工资的赔偿 原告底薪5000元 公灵恰好卡在六个月没到 他这么说半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这2500元拿出来这么一说 实在很羞辱人 原告律师气得差点拍案而起 运了好一会儿 气才勉强平复下来 决定不跟他废话 看向姜瑞书 审判长 这里是三份证人证词 今年4月17日13点30分钟左右 被告借工作之游 将我当事人叫到其办公室 意图在办公室里 对我当事人进行不法侵犯 我当事人强烈反抗逃出办公室 随后被告不但没有罢手 还试图将我当事人 拉进其办公室继续侵犯 幸好被录过的同事 也就是本案的三名证人看到 这才从被告手里 救下我当事人 随后他翻出一个硬盘 这是事发当时 被告办公室外的监控录像 录像里清晰地可以看到 我当事人逃出被告办公室后 被告追出来 不过我当事人反抗 意图将我当事人 重心拉进其办公室 说吧 他挑衅地看了看被告席 就不幸有这些铁证在 还能翻身 姜瑞书已经看过 这些证据的复印件 一号证人是被告公司的部门经理 二号三号证人都是普通职员 随后证人出庭作证 他们也肯定了 事发当天 确实看到原告从被告办公室逃出 被告试图将原告强行拉回办公室 证词几乎只字未改 而监控十分清晰地 拍下了被告和原告的脸 视频中的情形与证人证词毫无差别 可谓铁证如山 但直到目前为止 被告代理律师一言未发 原告律师感觉大局已定 又见情欲一直没说话 觉得他面对如此铁证 怕是无话可说 心中畅快不已 还冲被告喊话 被告 你请的这个律师不大行啊 这上庭来一句话都不说 打算直接认输吗 哎呀 秦律师可能真的良心发现 不惜败诉来惩罚你这种 原告律师 请注意你的言辞 江瑞书警告 好的 审判长 原告律师一点也没有被警告的自觉 高高兴兴闭上嘴被告 脸色难看到极点 不由看向情欲 虽然知道原告律师故意那么说的 但心里多多少少 还是产生了怀疑 连旁边的赵思雨也搞不懂 情欲到底怎么回事 江瑞书看向被告席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可有意义 一动不动的情欲终于抬头 我方要询问证人 第七章 反对无效 下面的问题 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他先询问的是一号证人 今年4月17日13点30分左右 你与证人刘敏学张晓 经过我当事人的办公室 是或不是 一号证人虽然不理解他 为什么要问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 还是毫不犹豫答道 是 你们三人在经过我当事人的办公室的时候 看到原告冲出我当事人的办公室 是或不是 是 随后 我当事人紧跟着跑出来 是或不是 是 原告反抗我当事人 是或不是 是 原告衣衫凌乱 是或不是 是 是我当事人拉扯导致 是或不是 是 原告那一带解开 你亲眼看到 是我当事人解开的 是或不是 证人顿了顿 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 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秦玉打断他 证人沉默了几秒 摇了摇头 不是 当时我当事人正在对原告进行猥亵 是或不是 证人又顿了顿 最终摇头 不是 这么说 秦玉看着证人 你只看到了我当事人拉扯原告 并没有看到我当事人猥亵原告 是或不是 反对 原告律师突然出声打断 被告律师妄图改变证人 已确定的证词 只是询问事实 秦玉道 秦玉的确只是在询问事实 但是这个事实 不包含对被告性骚扰的推断 哪怕被告的行为 看起来很有意图 原告方可以推测质疑并证实 但也不能否认 秦玉所问的是事实 江瑞书很快给出决断 反对无效 证人如实回答 秦玉问这个问题的用意是什么 看起来毫无意义 监控视频已经将经过拍得很清楚 但他隐约感觉到 如实回答会对被告有利 犹豫片刻 最终还是如实回答 是 随后 秦玉又用相同的问题 询问了其他两个证人 得到一模一样的回答 但即使证人们没有看到被告猥亵原告 监控视频里也没有猥亵的画面 却并不能推翻被告性骚扰的指控 江瑞书分配了举证职责 被告也需要举证 证明自己没有性骚扰 否则他无法清白解案 而直到此时 被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 原告律师原先还有点涉于 秦玉在业界的名声 担心他出大招 要知道 秦玉是出了名的 惯会出其不意 多少原本占尽优势的业界大拿 最后都出其不意的 败在了他手下 不过一想 几方铁证如山 而秦玉那边什么证据都没有 只要法官公正 无论如何都不会输了官司 他担心了一瞬 又放下了心 什么无人敢因其锋芒 不过如此 然而他的念头刚落下 就见秦玉的目光 落在了原告身上 漆黑的眼瞳里 滑光内敛 逐渐释放出锋芒 让人有一种 被猎人锁定的位置 我方要求询问原告 第八章 大局已定 原告脸色一白 无措的 看向自己的代理律师 当事人被当庭询问 是很正常的 原告律师对此并不意外 但他心里不知道 为什么有点不安 但当事人就在身边 他不能表现出一丝异样来 连忙低声安抚道 不用怕 实话实说就行了 我们证据确凿 不管他怎么问 也推翻不了我们的证据 原告忐忑地搅着手指 站到了证人席上 秦玉打量这个 看起来柔弱胆小的姑娘 神情没有一丝波动 开口就问道 原告 你声称我当事人 曾经对你有多次性骚扰 请问有几次 原告低着头 过了一会儿 才小声回答 不记得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原告咬了咬唇 入职没多久 具体时间 大概是入职后一两周吧 具体表现有哪些 原告嘴唇抖了抖 似乎想起了痛苦的回忆 他经常用各种理由 叫我去办公室 开始只是说一些 很有暗示性的话 那些话也让人很不舒服 慢慢地就开始动手动脚 直到上次 也就是4月17日那天 他想在办公室里侵犯我 跟你说暗示性的话 有证据吗 没有 他只是口头说 什么时候开始动手动脚 大概入职后一个月吧 我当事人 一般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对你动手动脚 中午 大家吃饭的时候 办公室没什么人 他经常找借口 让我留下来 去他办公室 大致是监控视频 拍到的那个时间 是 也就是说 在你入职的6个月里 我当事人对你的骚扰 长达5个多月 让你饱受折磨 以至于患上了抑郁症 听到这里 原告律师感觉不妙 隐约意识到了情欲的意图 可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就听到原告说了声 是 原告律师心里咯噔一下 下一刻就听到 情欲清冷的声音 在法庭里响起 既然这么痛苦 为什么要一直忍着 你说我当事人 大多在白天 对你进行性骚扰 既然是白天 办公室里应该一直有人 你是可以自保的 但是 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反抗 也没有寻求同事帮助 你指控被告性骚扰 为什么你要一直忍受 他的行为 在你明明有自保的能力 也没有反抗 是不是可以说明 这是默认的 这就是情欲 想让原告承认的事实 一旦承认 认定被告性骚扰的基础 将被动摇 原告律师马上到 不论如何 4月17日 被告对我当事人心存不轨 意图猥亵的事实也无法否认 你方也有举证职责 这不足以证明 被告没有猥亵我当事人 他知道过去的事 已经立不住脚 只能抓住证据确凿的这次 然而情欲还没说完 漫条斯里从文件代理 拿出一份文件 在原告入职的六个月时间里 他是同批实习生 第一个转正的 经办手续是我当事人 原告脸色一白 原告律师一听情欲的话 就知道要糟糕 再看原告的反应 心里顿时透心凉 转正后第一个月的业绩 就是部门内最好的 他一个小心人 要什么没什么 是怎么胜过老职员的 因为我当事人 给他介绍了人脉 原告入职的第三个月 就获得了第一次提拔 力压庶民资历 更深的职员成为组长 而这背后 是我当事人 跟人事部门打了招呼 情欲一份一份地 把相关证明数出来 随着他每按下一份证明 原告的脸色就苍白一分 最后 情欲放下所有的纸张 看着原告说道 我有理由认为 原告默认我当事人 对其所作所为 这不是强权骚扰 而应该叫做交易 反对 原告律师豁然起身 被告律师 这是侮辱我当事人 情欲没理他 而是看着原告 做了最后的总结 年轻的女孩想走捷径 可以理解 眼里却近视机翘 原告无力地摊坐在椅子上 脸色惨白 江瑞书暗暗叹气 大局已定 第九章 手下败将 江瑞书宣布休停 原被告双方气氛 截然相反 判决书还没下来 被告却高兴得 笑容一直没停 连声对秦玉道谢 夸他 真是翻云覆予首 还说 下次有官司还会找他 秦玉看了他一眼 冷淡地说了声 职责所在 说罢便提包就走 被告也不在意 目送秦玉走出法庭 有了功夫关注原告 原告被他的注视吓到 差点没抖起来 这更让他得意 笑眯眯道 小陈啊 这做人刘一线 日后好相见 你还是太年轻了 还有理律师师吧 你瞧着年纪也不小了 打官司还这么多披露 说到底 还是你的本事不如秦律师 可要记住这个教训了 特么秦玉比老子年纪大 原告律师阴沉着脸 十拿九稳的官司竟然输了 到底还是大意了 他没理被告 黑着脸离开法庭 不想在外面 看到秦玉在等电梯 秦玉这人远远瞧着 真的很出色 西装革履 气质金贵 又长得好 一看就是精英 可这样一个人 却不怎么干人事 原告律师一下子忍不住了 秦律师还没走呢 秦玉凉凉的眼风扫过来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太高 看人的时候 有种俯视的傲慢感 被看的人 则有一种被鄙视的感觉 没错 就是鄙视 原告律师心里无比确定 这家伙就是在鄙视自己 说不定心里还给自己贴了标签 手下败将 从手下败将的小弟 进化成了手下败将 这么一想 他的洪荒之力 就有点控制不住 口不择言 秦律师 你不是在京城搅弄风云的 怎么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了 说到这里 他的表情 哦 该不会是在京城人人喊打 混不下去 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重新开始 秦玉瞥了他一眼 李律师 原告律师昂头 怎么 秦玉竖起食指 这是什么 依依 原告律师脱口而出 见秦玉没反应 便不大 确定的改口 食指 秦玉换了根手指 中指 下一秒就见秦玉一脸嘲讽 他突然反应过来 靠 这是在羞辱他 秦玉嘴里蹦出两字 傻X 你说谁傻X 原告律师跳起来 秦玉不理他 转身进电梯 电梯关上 还能听到原告律师 破口大骂的声音 赵思雨差点笑出来 没想到秦律师 埋台起人来 嘴巴这么毒 简直秒杀 笑过之后 他想起了今天的案子 作为被告代理律师 他很清楚地知道 被告确实是猥亵了原告 经常以工作为要挟 图谋不轨 原告的的确确 就是受害者 而原告的证据也十分充分 可是 全都被秦玉全部推翻了 还给原告泼了一身脏水 秦律师 赵思雨觉得 不问出来他良心不安 你为什么要接这样的官司 秦玉扭头 看他的眼神 仿佛他提了一个很蠢的问题 赵思雨有点受不了他这种眼神 好像为了前帮坏人打官司 天经地义 他不甘示弱地瞪回去 我是说 你为什么要帮这种人扎打官司 为了赢官司 不惜给受害者泼脏水 这样坏人得不到惩罚 受害者却无辜含冤 法律公正何在 我会让人士重新给你安排面试考试 你 赵思雨没想到他一言不合 就要解雇人 大声喊道 我哪里错了 律师不就是维护法律公正而存在的吗 你不择手段帮人扎打官司 让他们逃脱法律制裁 就等于做了他们帮凶 要是律师都像你这样 法律哪还有公正 天真 秦玉丢下这么一句 抬脚便走了这是怎么了 陶灵在停车场远远瞧见 两人闹不愉快 秦玉上车就到 走 人家小赵还没上车呢 这也太没风度了吧 陶灵嘴里这么说着 但随即就用手机叫了一辆出租车 将出租车的信息发给赵思雨 让他自己搭车回律所 车绕了半个停车场 在离开法院前 陶灵突然停下来 示意情欲往外看 旁边停着一辆红色马自打 仔细看可以看出保险杠刮了漆 怎么看怎么演说 第十章 法庭之上 只看证据 宣布休停 江瑞书便回了办公室 和一庭商量结束 已经过了饭点 瞧他忙完 刘一丹探头进来 江法官 我让食堂留了饭 快去吃吧 谢了 江瑞书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问道 你吃了吗 还没呢 等你一块 那走吧 刘一丹屁颠颠跟上去 很是感慨地说道 今天这个案子 真让人想不到 原告铁证如山 最后都被推翻了 原告不但吃了大亏 还丢了工作 名声也没有了 那个被告还蛮有地位的 做事又绝 估计原告在行业内也混不下去了 也是可怜 觉得我判决不公正 那可没有 刘一丹摆手 我只是还做不到法官大人 您这么中立 有点同情原告 本国法律是成文法 法官虽说也有自由量裁权 但基本就是比照着法律法规 规定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不能因为同情谁就偏向谁 否则就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 你当我没同情心呢 江瑞书杨怒谈了他一下 他不是不同情原告 被告应该是性骚扰了原告 原告在第一次被性骚扰的时候 就应该起诉被告 他错就错在长期默认被告的行为 之后的证据不能成为有利证据 至于原告究竟是性格软弱不敢反抗 还是存了走捷径的想法 忍而不发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法庭之上 只看证据 刘一丹笑嘻嘻躲开 换了个话题 话说今天那个被告律师可真帅 他居然还穿了律师袍 律师袍那么赤偶 他竟然能把律师袍穿得那么好看 江瑞书深知他的德性 一个庭审下来 你就看到人家长得帅 当然不是 业务能力也超强 铁证如山都还能推翻 真真是翻云覆雨 刘一丹嘖嘖道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是大安律所的合伙人 不过 我以前怎么没听过 大安律所有这么帅的律师 律所那么多 律师更多 你能都认识 当然不是 但是大安律所的创始人陆思安 是咱们S市律法界赫赫有名的 大帅哥 我知道 他们律所有什么人 要是有秦律师这么极品的货色 我不可能不知道 刘一丹挺起胸膛 要说他们 C区法院谁的消息最灵通 非他莫属了陆思安 是秦玉的师兄 他应该是刚到大安律所的 刘一丹感觉江瑞叔的口味 透着熟人的意味 问道 哎 江法官 你认识他 没有 只是他比较有名 是这样吗 刘一丹还想问秦玉 怎么个有名 但见江瑞叔 已经看到食堂大叔 给他留的糖醋排骨了 一个见不上去就端走 酸甜诱人的香气弥漫鼻尖 刘一丹咽了下口水 顿时将所有问题 都抛到了脑后 下午是离婚纠纷开庭 袁道是个八十岁老大爷 坚持要跟老伴离婚 理由是他怀疑大儿子大女儿 都不是自己的 只有小儿子才是 因为他新婚没多久 便离家打工 期间很少回家 大儿子大女儿 便是在他打工期间出生的 等他回到家 便听到了各种流言蜚语 大约是觉得 有个家不容易 他没有离婚那些流言蜚语 随后小儿子出生 谁也没想到 过了这么多年 都八十岁了 老大爷突然要离婚 而老伴死活不同意离 还威胁江瑞叔 如果敢判离婚 他就跑到法院来喝农药 江瑞叔 江瑞叔劝来劝去 没能打消老大爷离婚的念头 最终 老太太一怒之下爆料 老妖也不是你的种 老大爷当场跟老太太干起价来 现场一度混乱 这话也不只是老太太的气话 还是破罐子破摔 江瑞叔只能让他们去做亲子鉴定 鉴定出结果后 再开庭判决 第十一章 老司机翻车 由于离婚案拖了很长的时间 江瑞叔下班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在停车场找到自己车 他突然想起自己今天撞的那辆车 金字车牌 也不知道是常驻S市 还是来出差的 若是出差的 估计在S市待不了多久 手机上没有陌生来电和信息 他想了想 索性直接打过去 你好 电话里传来一个清朗的男婴 正是今天与他交涉事故的那个人 先生你好 是我 今天撞了你的车 江瑞叔开门见山 我想问一下你的车修了没有 费用是多少 那头先是有点诧异 随后轻笑了一声 你怎么比我这个市主还着急 我看你是金字车牌 想你可能是临时来S市 那就最好你离开前解决这件事 你观察可真仔细 不过我暂时不会离开S市 你不用着急 而且这种事故走保险就行了 说到这里 对方好像想到了什么 你是不是没买保险 江瑞叔被问的心都痛了 他是买了保险的 可是最近正准备换车 保险刚好到期 便想着等买了新车再买保险 谁知道老司机就这么翻车了 见他没说话 对方便明白了 不过看他这么积极赔偿 态度也很好 维修费可能会有点贵 估计要五六万 你能承担吗 他叹气 嗯 双方约好时间地点 明天见面谈赔偿 今天的案子能挣不少 陆思安提着一瓶酒进来 听到陶灵的直言片语 不由问了句 陶灵笑道 陆boss 你对金钱的敏感 不像个律师 倒更像伤人 陆思安哈哈一笑 反手放下三个高脚杯 先后到上 随后将一杯递给陶灵 我可没你和小玉这么高的操守 对我来说 做律师很大部分原因 是为了挣钱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生意 以你的精明 做生意 说不定都上富豪榜了 做律师 可没有做到富豪榜上的 这又不得不说 我还是有那么一点情操 比起商人 我更喜欢律师 做律师有时候 会有做救世主的感觉 陆思安说着 端起剩下两杯酒 走到窗前 将其中一杯 递给站在窗前远眺的人 恭喜打赢官司 虽然不是你第一个官司 但在这里 也可以说是开门红 打赢这不是很正常吗 陶灵说着尝了一口 对红酒大家赞赏 秦玉接过酒杯 跟他轻轻碰了下 轻拧了一口 便放下了 怎么 陆思安问 温度不对 酸 嘴巴还这么刁 你参花饮鹿得了 这瓶拉菲 虽不是最好的年份 好歹也是响当当的 他居然嫌气味不对 喝完酒 陆思安拿出几个文件夹 现在有几个案子 名伤室 刑事和飞速都有 你想接什么样的案子 随便 秦玉很无所谓 陆思安抽出了 最下面的文件夹 那先做几个民事案 先试一下S市这边的环境 日后接什么案子 你自己决定 当然如果你愿意 接飞速业务更好 我知道你可以的 飞速业务主要跟资本打交道 设计的金额多数比较庞大 律师抽成也非常可观 秦玉知道他顾虑自己之前 打过的案子影响到状态 故意挑民事案给他 好心一片 他不至于否 结果文件夹慢慢看起来 第十二章 截然不同 第二天上午 是个离婚案开庭 一个男人告自己妻子出轨 并坚决拒绝了停前调解 执意要离婚 姜瑞书问有证据吗 男人拿出一张照片 说是他妻子跟情妇的私密照 照片里 他妻子穿着一件性感吊带裙 抱着一个男人亲吻 那男人金发闭眼 很是帅气 男人愤怒咆哮 他出轨就算了 还出轨外国男人 这是重阳媚外 绝对不能忍 姜瑞书 如果他眼睛没问题的话 这个帅气的外国男人 就是Tom Hiddleston 妻子当即跳起来 吼道 你哪来的照片 你手机里 别以为你上了密码我就不知道 你所有的密码 不是你名字加生日 就是生日加名字 姜瑞书 妻子气得说不出话 不知道是气老公智障 还是气老公智障 刘依丹在下面快笑成帕金森 这时旁边的陪审员阿姨 推了推老花镜 一本正经说 这个男人挺帅气的 就是有点眼熟 姜瑞书符 这是英国演员Tom Hiddleston 国内粉丝叫他斗森 啊 陪审员阿姨拍掌 斗森啊 我知道 那个精灵王 是不是他演的 精灵王是 Lee Pace 陪审员阿姨一时反应不过来 愣了半晌 也不知有没有分清 斗森和佩佩谁是谁 最后说 都挺帅 都挺帅 不过原告有句话说的也没错 这些外国男人帅是帅 咱们中国男性也不差 许景将演的雷神 也很man嘛 这个斗森 不是还给人家做配角了 许景将没演雷神 只是跟雷神的演员撞脸 不是许景将啊 我还以为许景将冲出亚洲了 陪审员阿姨有点失望 江瑞书面无表情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虽然背景不同 但这个造型的 Tom Hiddleston 跟蜡像馆里的蜡像一模一样 所以 这张照片里的 Tom Hiddleston 应该不是Tom Hiddleston 本人 而是蜡像馆的蜡像 所有人 最后这场庭审 以证据不足 在遍地狗血中结束 下午还是一个离婚案 却与上午的案子截然不同 夫妻俩感情不合 吵吵闹闹 忍了多年 现在各自有了合适的对象 便再也不想凑合下去 财产分割问题不大 现在唯一的问题 是谁也不愿意抚养孩子 孩子刚刚十岁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要是各自重新组建家庭 这孩子对新家庭肯定有影响 男方说 孩子应该跟着母亲 女方说她 承担不起孩子的抚养 现在孩子不小 跟父亲更好 双方吵吵闹闹 各种证人轮番上阵 试图证明 对方比自己更适合抚养孩子 一直到天黑都没达成一致 最后两口子说让孩子选 孩子选谁就奔谁 姜瑞书没让孩子上庭 亲眼见证父母离婚 本就对孩子伤害很大 何况亲眼看着父母 不要自己的场面 对于这样的情况 姜瑞书不是第一次遇到 一般来说 法院会从有利于孩子成长方面 考虑判决由父母其中一方抚养 不过姜瑞书 还是想问问孩子的想法 第十三章 小刺猬的故事 十岁的小男孩 是跟爷爷奶奶过来的 穿着白衬衫套背带裤 很是乖巧的样子 许是见到陌生人的缘故 他有些拘谨 姜瑞书给孩子准备了糖果 然后自我介绍 孩子低头拨弄着手里的糖果 小生说 我知道你 你是给我爸爸妈妈 办离婚的法官 姜瑞书亚然 随后怅然 摸了摸他脑袋 父母总是觉得 孩子就是孩子 不懂什么事 有事就喜欢瞒着孩子 其实父母感情好不好 孩子是感受最直接的第三方 不论是自以为是的遮掩 还是委屈求全的圆满 亦或者不管不顾的决裂 对孩子的伤害并没有不同 姜瑞书组织了一下措辞 柔声问道 你知道小刺猬的故事吗 孩子摇头 有两只小刺猬 他们都很喜欢对方 想跟对方作伴 于是他们就在一起生活了 从春天快快乐乐的到了秋天 接着冬天来了 天气特别特别的冷 他们想抱团取暖 可是挤在一起 才发现他们身上的刺 会刺伤对方 不管他们怎么努力 也缩不回身上的刺 越靠近对方 越伤害对方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结后 为了彼此好 他们决定分开 姜瑞书见孩子手顿了顿 揪着糖果指一言不发 心里想是明白了 不由暗暗叹气 你爸爸妈妈 现在就像两只小刺猬 他们没办法再生活在一起 决定要分开 但是分开前 还要考虑你的想法 所以他们 让我来问问你 以后你想跟爸爸在一起 还是跟妈妈在一起 当然了 不管是跟爸爸 还是跟妈妈在一起 以后都可以见面 孩子沉默了许久 小生问道 我可以跟爷爷奶奶生活吗 跟爷爷奶奶生活 便是跟爸爸一起生活 可是姜瑞书知道 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想跟爷爷奶奶在一起 爸爸并不在脸 姜瑞书把意思告诉他 他点点头 这就是愿意跟爸爸了 从各方面来看 爸爸的条件更好 还有爷爷奶奶照顾 相比妈妈 孩子跟着爸爸 对成长更有利 在双方都不愿意 抚养孩子的情况下 法院也会将孩子判给爸爸 临走前 孩子突然回头问他 法官姐姐 我是不是 不是一个好孩子 当然是 你性格好 学习好 长得也好 大家都很喜欢你 那他们为什么都不想要我 面对孩子清澈的眼睛 姜瑞书心里闪过无数说辞 却没办法违心骗他 只能轻声说 他们或许有别的 我们不知道的顾虑 他们其实不喜欢我 对吗 原来孩子对父母 不爱自己的事实 早已一清二楚 姜瑞书不知该怎么说 这世上并不是所有父母 都爱自己的孩子 有那么一些父母 生而不养 养而不教 他们不知道 养育一个生命 真正需要付出的是什么 孩子低着头 他们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生下我 不论是谁 都无法获得所有人的喜爱 就比如我 我奶奶就不喜欢我 但是你有喜欢你的爷爷奶奶 还有老师同学 以后 你还会遇到更多喜欢你的人 只要期待着未来 你现在没有得到的东西 未来的某一天 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 姜瑞书蹲在他面前 也不知他能不能听懂 还是把这番话说了出来 孩子垂眸看着他 最终什么都没说 沉默地转身离开 第十四章 赔钱 下班的时候 姜瑞书才发现 早已超过了 跟兵力车主约定的时间 手机里有两条 对方发来的信息 一条是下午约定时间发来的 询问他 还有多久能到 第二条是过了半小时后发来的 说他有事要先离开 请他看到信息回复 姜瑞书连忙打电话过去 刚接通后就被按掉 正在想 对方是不方便接电话 还是别的原因 就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信息 抱歉 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他也没问对方什么原因 马上发了条信息过去 真是抱歉 今天太忙 手机不在身边 不知先生 你今晚是否还方便 方便的话 我这就去找你 如果不方便 再另外一个时间 过了一会儿 对方回了条信息 没关系 没看到你回复 就猜到你工作忙 你回到这边太晚了 不如我去找你 原来约定的地方 也在小区附近 姜瑞书想了想 也不怕对方 知道自己的住址 便报了地址 约定稍后见面 回到小区已经快十点 今晚的夜色很美 好月当空 星子忽闪可见 下风徐徐吹来 隐约带来花香 见货夹杂着重名 是个很美好的夜晚 他已经不记得 有多少个这样 披星待月的夜晚了 这边的小区 人口密度不大 路上人不多 姜瑞书放慢车速 寻找昨天那个车主 忽然 他在路边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想着他怎么在这里 便看到那人转脸 看了过来 目光精准地 落在他所在的位置 毫无疑问 就是在看他 顿了两秒 他把车停在路边 推门下车 秦玉轻以着车身 一双大长腿 随意交叠 西装革履 眉目精致 堆满花枝的家竹桃 在他身后灿慢 在他抬头的瞬间 仿佛一副浓墨重彩的油画 姜瑞书正了下 仿佛被蛊惑了一般 漫步走过去 看着眼前的人 轻轻叫了声 秦师兄 这是他第一次叫他师兄 实际上 他对秦玉谈不上认识 只不过听过他很多事 毕竟当年 他是政法学院 赫赫有名的人物 从他大一入学 秦玉的名字就如雷贯耳 在别人还在啃法典的时候 他已经参与了很多大案 打下赫赫战警 在这期间 他创造了许多 让人望尘莫及的记录 只不过后来 他的记录 差不多都被他打破了 大概是因为这样 不知什么时候 学校里就有了他 踩着他上位的传言 说他专门盯着秦玉踩 加上他俩的导师 也不大对付 平时喜欢互别苗头 经常拿自己的 得意门声出来攀比 搞得他俩 好像也不对付一样 随后便有好事之徒 想让他和他来个巅峰对决 对此他不予理会 秦玉也从未做出过回应 学校论坛里 至今还有关于他俩的帖子 秦玉毕业后留在了京城 没多久便一战成名 律法界有众多关于他的传说 而他毕业后回到了老家 在S市成为了一名一线法官 他跟秦玉 或许知道彼此的名字 或许也认识对方 但从未真正有过交集 不过 他怎么会离开京城来S市 难道 秦玉看着他 冷若冰霜 伸手 赔钱 姜瑞书 第十五章 平扎小仙女 见他没之声 秦玉说 昨天上午八点半 清还大道 继分踏而来 姜瑞书过了好一会儿 才找回自己的生意 昨天那辆兵力是你的 五万八 秦玉从钱包里摸出两张纸 没问题就签字 姜瑞书借过一看 一张4S店的维修发票 费用共计五万八千元整 一张是此次赔偿金的 收取原油和数额的收据 格式非常专业 很可以 连收据都写好了 不愧是大律师 姜瑞书有点不知道 此刻应该是什么表情 好似突然知道 高高在上的大仙 原来也拉屎 一下子换面了 他嘴角抽了抽 飞快签了自己的名字 末了还是问道 支付宝转账可以吗 可以 姜瑞书添加了他的好友 随后听到他 念出自己的昵称 平扎小仙女 姜瑞书僵了下 是 总觉得他眼神怪怪的 有点像刚才自己看他的眼神 目光还从他的脸往下移 让他下意识 双手还住了胸 转账 他说 虽然他没有表现出异样 但姜瑞书感觉前所未有的窘迫 连忙拿着手机赚了五万八 好了 秦玉恩了声 姜瑞书问了句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听到你给桃琳打电话 桃琳就是那个开车的小哥哥吧 估计是他的朋友或助理 难怪是金字车牌 他可不就是从京城过来的 以后常驻S市 问出这句 姜瑞书才意识到 两人算不上熟 昨天才第一次正式见面 而现在是第一次私下见面 虽说他们都没有理会那些 好事之人强加的比较 但不管怎么说起来 关系算不上好 秦玉淡淡的嗡了声 似是随风飘远 这中间似乎触及到 并不愉快的回忆 姜瑞书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 两人之间出现了一瞬的无言 在尴尬蔓延之前 他说道 没事我先走了 挺平的 风里飘来这么一句话 姜瑞书大怒 确见那人已经转身上车 眨眼的功夫就开车走了 感情他刚才还是打量了 没给钱才憋着不说 真是气煞人也 回到家 姜瑞书原本想把没写完的判决书写完 刚打开电脑 突然发现自己的大学群一样活跃 点卡一看 消息已经999加 还有多个ad自己的消息 也不知道这群法律民工 哪来这么多时间闲聊 懒得爬记录 他直接冒跑问 啥事 两字一闪而过 过了几秒 群里突然安静下来 随后消息陡然暴涨 瑞书你终于诈尸了 姜大法官出现了 小师妹好久不见了 消息乱得不行 看得姜瑞书头大 说重点 秦玉是不是不在京城了 听说秦师兄去S试了 你知道吗 瑞书 你见到秦师兄了没 秦玉 这些人的消息 还真灵通 不过秦玉一直是政法学院的传说 即使已经毕业多年 学校依旧有她的传说 一查又一查的学弟学妹 前夫后继 拜倒在她的西装裤下 学校论坛 每每有各类型的代表人物盘点 她必定在列 月经贴更是数之不尽 大家关注她的消息 倒也没什么稀奇的 姜瑞书随手回道 刚审过她代理的案子 群里一下子炸了 我去 不是吧 你居然审了她的案子 怎么样 秦师兄在法庭上是不是超帅 话说你俩当年王不见王 第一次见面怎样 快说说 见鬼的王不见王 当年压根就没见过他好吧 姜瑞书呵呵 不予评价 微笑 JPGE 这个不予评价有点微妙啊 果然王不见王 瑞瑞 瑞瑞 你说详细点呗 姜瑞书回道 你们自己去看庭审回放不就得了 瑞书 你的嘴是老邦吗 这么近 谢谢夸奖 我写判决书去了 你们聊 说吧就闭了群 却不知道 她那句不予评价转头 就被人截图 放到了学校论坛 还有人偷偷发给了被评价的当事人 陆思安笑呵呵 不予评价 你是不是得罪这个小师妹了 容我提醒你一句 你下个案子 甚至以后很多个案子 都可能是她审 秦玉的心情有点不美妙 第十六章 抄袭案 姜瑞书没想到 这么快就会再次见到秦玉 在即将开庭的抄袭侵权案中 她将作为原告的代理律师出庭 原告简真 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络作者 目前名下有三部作品 这次被抄袭的 是她正在连载的作品 而被告是一个 颇复盛名的编剧高又林 最近电视台和网络平台 有一部她的剧正在热播 所以 这个案子一出来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各大社交平台 都有热门话题 申请旁听的人员 远超限定人数 还有媒体记者 法院不得不抽号 决定旁听人员在接到案子后 姜瑞书就分别了解原被告的信息 感觉有点棘手 抄袭是在著作权审判实践中 较难认定的行为 容易跟剽窃和借鉴混淆 三者虽各有定义 但在实践中 不是照搬解释就能界定 而且 这类案子很容易扯皮 若是当事人有意拖延 案子能拖上一两年都结不了案 原告提交了鉴定报告 指出 被告抄袭原告作品的故事框架 和各种设定 而被告申请了证人出庭 不知道开庭后 会有怎样的变故 开庭当天 法院外来了很多人 不少人举着横幅和小旗子 姜瑞书开着车瞧了一眼 精卫分明的两拨人 一拨大概是二三十人 看他们手里举的牌子 明显是那个著名编剧的庸顿 另一拨人只有几个 人手一个应援牌 旁边还有记者在两边拍照采访 采访什么姜瑞书没听到 不过看他们坚定的神情 想必是坚信自己支持的人 是正义的 听说法院外面有粉丝和记者 一会儿你们不要开窗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快到法院的时候 陶玲突然说了一句 简小姐的粉丝 赵思雨问道 对 不过被告的粉丝更多 那被告肯定得意的不行 昨天他还在微博上 大言不惭说自己没有抄袭 还说要反 你不知道 自己说话空气会不好吗 秦玉不耐烦地打断 还把脸转到一边 仿佛不能呼吸 什么叫做 他说话空气不好 难道 难道他口臭吗 赵思雨连忙捂住嘴哈了口气 没有意味 他出门前特地嚼了口香糖 薄和香味 清新得很 陶玲透过后视镜 看到他的动作 无奈地摇摇头 秦大律师不是说你口臭 他是觉得你话太多 吵得他心烦 赵思雨不知缘由 只觉得秦玉是看自己不顺眼 故意找茬 很想说些什么回击 但一想指不定他嘴巴更毒 最终愤愤地闭紧了嘴 车开到法院外 正要进去 一辆车滑到了他们前面 许许穿过人群 停在了路边的车位上 接着司机下车 绕过车尾 恭敬地拉开后车门 一条修长的腿 悠悠伸了出来 下一刻 一个穿着时尚的年轻女人走下车 虽然脸上带着黑钞 但可以看得出 她的妆容很精致 粉丝们尖叫起来 蜂拥过去 这排场 跟明星不遑多让 赵思雨想说些什么 但一想到秦玉刚才讽刺他 把话憋了回去 桃林默不作声 把车开到更远的地方 避开这群人 第十七章 丑剧 等他们进了法庭 等了二十多分钟 被告一行人才山山而来 高佑林一眼看到 原告席上的简真 似笑非笑道 没想到会在法庭上 跟大名鼎鼎 如今大名鼎鼎的 逐渐大大见面 真是幸会 怎么样 红的滋味挺爽的吧 不等简真回答 他就自说自话 肯定很爽 听说你上个月的分成 比你以前挣得还多 人也跟着红了 你这借东风借得实在巧妙 但是呢 说着凑到简真耳边 轻声说道 人 要懂得知足 太贪心会倒霉的 简真不安地垂下头 不敢与他对视 赵思雨却看不过眼了 还没开庭呢 你一口一个别人抄袭 你以为自己是法官吗 高佑林打量他 小律师 我看你满腹正义感 为什么要帮这种抄袭狗 打官司呢 你 高佑林吃了声 目光落到秦玉脸上 嘖嘖道 可惜了 秦律师 之前不知道你这么帅 不然我就请你了 秦玉最烦别人说他长相 掀起眼皮瞧了眼高佑林 高佑林远距离看五官立体 十分美艳 但近距离看 五官过大 下巴快尖程凶器 脸上的粉能刷两道墙 整张脸透着塑料感 他合上眼 一副避免视觉污染的神情 冷冷的 丑剧 扑 赵思雨满腔怒火瞬间破功 没忍住笑出来 秦律师这嘴毒不对自己人的话 还挺爽的 连剪针也抖了抖肩膀 高佑林脸色一黑 说实话 高佑林真不丑 要不然也不会用美女编剧的名头做宣传 可见他对自己的容貌相当自信 也相当在意 秦玉说他丑 要不是审美奇特 就是故意刺激他 法庭上固然是证据重要 但当事人的心态也很重要 这次的被告律师 也不是别人 正是上次给性骚扰原告代理的律师 他一看到秦玉 脸色就不大好 见秦玉刺激自己的当事人 冷哼了声 还给他分了一个眼神 秦律师有何指教 李一涵冷笑 虽然是手下败将 也不用这么着急 给我送人头 李一涵整张脸都黑了 眼里喷出火来 下一秒就能爆气打人 但是他紧咬着腮帮忍住了 赵思雨听到了他磨牙的声音 你不要得意太早 刘一丹还真怕他们打起来 见被告律师含恨转身 不由松了口气 忍不住给江瑞书发了条信息 江法官 你刚才是没看到 秦律师对人太经典了 被告律师差点气死 哈哈笑死我了 江瑞书收到消息 想起秦律那张嘴 就说不出一句好话 这次被告的代理律师 上次败给他 想也知道他会说什么 紧接着 刘一丹又发了条信息过来 法庭已经准备好 可以开庭了 这次案情比较复杂 江瑞书和另外两名法官 组成合议庭审理 不过审判长还是由他担任 三人刚到法庭外 就听到刘一丹喊全体起立 请审判长 审判员入庭 江瑞书和两位法官分别落座 秦律目光冷淡 跟不认识他一样 第十八章 谁抄袭谁 根据鉴定结果 被告所著 你是我的好时光 与我当事人所著 韶光正好的人物设定和情节编排 都高度近似 相似度高达80% 而我当事人作品发表时间 是去年8月 早于被告作品发表时间 原著作品总共23万字 电视剧总共35集 秦律将所有相似的设定和情节 以及台词都挑出来做对比 最终形成了 长达200多页的鉴定报告 接到案子后 江瑞书连夜追了小说和电视剧 两者之间的人物设定和情节编排 确实有诸多相似 秦律这份鉴定报告 没有错落一个细节 是非常确凿的实证 其实关于两者相似之处 早在网上有调色盘 但高又林的粉丝并不认可 反而认定是简真抄袭蹭热度 毕竟从咖位来看 简真虽然小有名气 但比起高又林来说 只是个小透明 但是在秦玉拿出的证据面前 这样的争辩变得无力 他们可以说 简真为了尚未抄袭高又林 为了出名 趁着高又林新剧热播 找是蹭热度 但是 韶光正好 发表更早 这是 你是我的好时光 无法规避的事实 旁听习里骚动起来 江瑞书敲了敲法锤 安静 请注意法庭纪律 随后看向被告习 被告对于原告方的证据 可有意义 等秦玉举证结束 李一涵投来一个 势在必得的眼神 悠悠起身 关于原告一方的鉴定报告 我方没有意义 两部作品确实高度相似 法庭哗然 这是当庭承认了 难道真的是高又林抄袭 现场媒体惊愕不已 这律师莫不是对方派来的卧底 粉丝们觉得疯了 哗啦啦站起一大片 对着李一涵破口大骂 还有几个情绪激动的做事 要冲出来 幸好为了预防突发情况 江瑞书提前安排了法警 法警见状马上制止骚动 原告席上 简真惊讶抬头 却撞到高又林似笑非笑的眼神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有了不好的预感 秦玉将对面几人的神情 看得一清二楚 微微皱了皱眉 当庭承认 抄袭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面明显胜券在握 判定抄袭虚符合实质性相似 和接触原则两个条件 前者几方证据充分 占据时间优势 虽然简真名气的名气 远远小于高又林 但他手上有可以证明 高又林能看到简真作品的证据 因为高又林 有简真所在文学网站的账号 这样的情况 对方依旧胜券在握 唯一的变故只可能是 安静 注意遵守法庭秩序 江瑞书再次敲法锤 等庞听戏安静下来 他将目光看向被告席 感觉被告一方 不像是要打书官司的样子 问到被告律师 你刚才承认被告抄袭了原告作品 不是 审判长 我方不承认抄袭 我方承认的是原告作品 韶光正好 与我当事人作品 你是我的好时光 高度相似 的确构成了抄袭行为 但是抄袭的不是我当事人 而是 李一涵将目光投向原告袭 指着神情忐忑的简真 原告 法庭再次哗然 审判长 我方要求证人出庭 在喧哗声中 李一涵铿腔有力道 第十九章 反诉 第一个证人 是名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 瘦高个 戴着银矿眼镜 看起来很斯文 简真看到他 原本苍白的脸色 顿时更加难看 赵思雨觉察到他情绪异常 连忙小声问怎么了 他却一言不发 将头死死地埋在胸口 秦玉冷眼旁观 一言不发 李一涵扫了眼被告袭 将他们的神情落入眼中 勾了勾唇 看向证人 证人 能否请你详细介绍一下 你所在工作单位的情况 我在幼灵姐的工作室做编剧 我们工作室在业内颇有些名气 当然 这都要依赖幼灵姐 优秀的实力和基础 平时都是幼灵姐带着我们创作 她提出创意 我们集体讨论 最后确定故事框架 再进行细化分工 也就是说 你们工作室的创意 乃至剧本 都是内部共享的 版权归工作室所有 但创意和剧本是互通的 当然 我们都签了保密协议 不能对外公开 未经公布的作品信息 你们工作室有多少人 除去后勤人员 真正创作的人一共五个 不过现在只有四个 为什么少了一个 去年离职了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 幼灵姐说 宁缺无滥 你和离职的人 一起工作了多久 两年 你还能认出他吗 当然 那么 请你辨认一下 去年离职的人 在法庭上吗 证人的目光 落在了被告席上 简真垂着头 极力削弱自己的存在感 可是随后 他就听到 简真 好久不见 所有人的目光同时投来 简真压在桌子下的双拳 控制不住的颤抖 恨不得自己马上消失 但是这还没有结束 很快 第二个证人出庭 只认简真的确曾与他一起 第三个证人是个年轻女孩 许是第一次上庭 神情有些紧张 但也十分肯定地确定 简真曾经是高又林工作室的编剧 去年六月份主动离职 并不知道 他在网上发表了小说 事实 已经很清楚 询问完证人 李一涵做出了最后的推论 并给了致命一击 原告曾经是我当事人工作室的编剧 他所著作品 韶光正好的创意 并不是原创 而是从我当事人那里偷走的 审判长 我方要当庭反诉 起诉原告简真 抄袭我当事人作品 请与依法判处原告 赔偿我当事人 其全部非法所得 并公开向我当事人道歉 反诉 几个已经开始的明示诉讼中 被告以原告为被告 向受诉法院提出的 与本诉有牵连的独立的反请求 简单说就是 被告反过来起诉原告 双方身份互换 简真浑身一抖 无力地摊坐在椅子上 由于案情出现变动 江瑞书宣布休停 重新核实证据后 在择日开庭 不得不说 李律师这次的表现很精彩 节奏踩得很稳 证据也充分 不但推翻了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还利用原告方的证据倒打一耙 也不知道 秦玉会怎么应对 江瑞书走之前瞧了眼 哦哦 面无表情 喜怒不形于色 不过 肯定很生气吧 第二十章 坦白 秦玉当然生气 非常非常生气 简真跟高又林认识 还曾经是高又林的编剧 作为代理律师 他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开庭前 他亲自跟简真确认是否与高又林有过接触 因为判定 抄袭需要符合接触原则 如果他们认识或者知晓彼此 接触原则就可以成立 简真怎么说的 哦 没接触过 于是他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找高又林 可能接触到简真作品的证据 好不容易找到了 可现在 他连证据都还没拿出来 就被李一涵 那个傻X打个措手不及 陶玉早在看到高又林一行人 气势昂扬 走出法庭 接受媒体采访时 就感觉不大妙 等秦玉几人出来 见秦玉黑着一张脸 而委托人简真 低着头 躲在赵思雨身后 不敢靠近秦玉 便预感可能糟了 回到律所 秦玉一句话不说 就下车走人 其他三人都不敢吱声 连大气都不敢喘 小心翼翼跟在后面 陶玲悄悄摸出手机 上微博一看 卧槽 简真曾是高又林工作室的编剧 创意是从高又林那里偷走的 简真才是抄袭者 高又林反诉简真 陶玲感觉脑阔疼 这么关键的信息 简真一个字都没透露过 问他他还隐瞒 他其实是对方律师 派来砸秦玉招牌的卧底吧 回到办公室 秦玉将包重重扔在办公桌上 砰的一声响 吓得后面的人缩了缩脖子 他豁然回身看着简真 声音冷到骨子里 两个选择 第一 马上给我解释清楚 为什么隐瞒你跟高又林的关系 从你们认识第一天到今天为止 发生过的一切都给我说清楚 第二 解除委托关系 立即 马上 简真白着脸 双手紧紧地搅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才鼓起勇气 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 一定要说吗 陶玲 秦玉喊人 陶玲从善如流 马上拿了份解除委托关系的合约过来 递到简真面前 简小姐 你看清楚 要是没问题就签个字 签完字后 你可以重新找代理律师 我们这边的证据 会给你转交过去的 简真看着合约 双手搅得更紧 身体摇摇欲坠 赵思雨一把抢斗合约 话还没说清楚 怎么就赶人走 不管怎么样 总得先搞清楚 现在是什么情况吧 情况 秦玉指着简真 情况就是这女人来寻开心的 故意隐瞒关键信息 让我在法庭上 被对方打得团团乱转 很好玩是吧 谁打官司 是为了寻开心的 简小姐不说 肯定有原因 你好好问不行啊 动不动就跟人解除委托关系 以后谁还敢找我们律所做委托 不管有什么原因 签字 滚 你讲不讲理啊 你好称从来没有败绩 该不会从来没有败绩 是你看到 要输 就跟人解除委托关系吧 陶灵恨不得一巴掌 怕死这姑娘 这时候还火上浇油 脑子是被正义感吃掉了吗 二话不说 拉着人就走 你拉我干嘛 放开 我话还没说完 赵思雨巴着门框死活不走 你就是怕输 怕输了丢面子 坏了自己从无败绩的招牌 你 嗯嗯 陶灵直接捂住他的嘴 把人原地扛起 火速撤离 哎呦 陶灵把人扔到会客室的沙发上 毫无怜香惜玉的意思 赵思雨打了个滚 呲牙咧嘴 翻身起来就要冲回去 你最好不要回去 陶灵拦着他 你最好让开 不然我告你性骚扰 赵思雨狠狠瞪眼 就你这不看脸 都分不清正反面的身材 还性骚扰 陶灵翻了个白眼 你觉得到底谁是抄袭者 我 赵思雨想说 当然是高又灵 但想起法庭上的一幕幕 突然不知道 到底谁才是抄袭的那个人 委托人隐瞒至关重要的信息 说明他不相信我们 宁肯承担败诉的风险 也不愿跟我们坦白 既然如此 你又怎能肯定他 没有隐瞒更多 我们只是律师 不是全知全能的神 如果他无法相信我们 我们在法庭上 将无法预料 对方会有什么证据 我们会一次次第陷入被动 最终败诉 所以 秦玉给了简真两个选择 要么坦白 要么解除委托关系 那他态度也太差了 赵思雨嘀咕 陶灵轻轻一笑 只要能打赢官司 没人会在意 律师的脾气如何 办公室里 合约落了一地 简真无措地站在办公室里 不知该怎么办 秦玉当他不存在 打开电脑 开始处理另一起案子 简真看着落在脚边的合约 蹲下身一张一张捡起来 见秦玉真的不理自己 半天才鼓起勇气 小声问道 如果 如果赔偿金额给你一半呢 你还继续代理吗 根据高又龄 从抄袭作品所得利益 这次官司的索赔金额 高达百万 分一半至少有五十万 秦玉手都没停 讽刺道 必败的官司 何来赔偿金可言 简真垂下头 过了很久 久到让人忘记了他的存在 安静的办公室 响起一道怯懦的声音 我的确是他工作室的编剧 说出这句话 仿佛开了一个口子 后面的话就顺畅多了 我跟他 其实已经认识很多年 大概有六七年了吧 我大一的时候 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那时候纯粹是因为喜欢写故事 没想过挣钱 也不懂什么写作技巧 所以没什么成绩 每天能看到有读者留言 就觉得很开心了 他说起以前那段小透明 时光断断续续的 却能感觉到他很留恋 那应该是他创作生涯 最单纯的时光 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联系到我 说想买我的故事 给他价格还不错 我就卖了 后来他不要我写故事 只要我想创意 只要故事框架 钱也不少 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说不少 然后我就一直卖创意给他 秦玉手上的动作没停 也没有追问简真 却像是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对象 将压在心底的事 全都倾倒出来 我挺感激他的 有了那些钱 我后来再也没跟家聊过钱 我们家好几个孩子 毕业后 因为工作很忙 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 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 让我签约他的工作室 专职给他写创意 但不能告诉别人 我给他写创意 这些创意也不能数我的名 秦玉突然停下 抬头看着简真 你是说 你给高佑林做枪手 作品不止一步 甚至 他想起高佑林工作室 崛起的时间 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工作室的大部分作品 都出自你手 第二十一章 希望你们主动和解 简真迟疑了片刻 点了点头 随后想到自己之前 都没有跟他说过这些 有些忐忑的解释 我不是有意隐瞒 那是无意 简真羞愧地低下头 对不起 秦玉不想去猜测 他的心路历程 你最好考虑清楚 刚才的选择 简真嘴唇动了动 鼓起勇气 我想请你继续代理 简小简 秦玉停下手上的动作 抬眸看他 信任只有一次 简真握了握拳 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简真跟高佑林签约后 明面上作为编剧 暗地里为高佑林提供创意 以及原创成品 高佑林买断了他所有的作品 不允许他公开发表 任何个人名义的作品 迄今为止 高佑林工作室出品的作品中 有一半出自简真之手 而这些作品都挂在高佑林名下 要知道在编剧行业里 默认作品的骨架和灵魂 由谁提供 谁就是真正的编剧 台词 文字和情节不是最重要的 最终 简真的这些创意 都成了高佑林才女名声的基石 高佑林还算厚道 给的钱不少 几个同事年龄相近 虽然性格各异 资历也不同 不过简真没什么野心 不争不抢 跟同事相处还算融洽 工作环境单纯 如果不是闹掰的话 简真会继续做高佑林的影子 他们闹掰的原因 正是为了韶光正厚 简真知道 高佑林不想让自己的存在公开 在创作这部作品前 曾经问过高佑林 说他下一部作品 想独立署名 高佑林态度很坚决 又是威逼利诱 又是动之以情 总之就是不让他署名 谁也没想到 一向听话的简真 毅然出走 简真出走后 高佑林或许是担心 简真继续混编剧圈 以后会被人发觉端倪 便不遗余力抹黑简真 大骂简真忘恩负义 其实简真离开后 压根没有打算继续做编剧 而是捡起了自己很久以前的笔名 开始连载新作 他是有一天突然被举报抄袭 才知道高佑林的新剧 跟自己的新作几乎如出一辙 铺天带地的宣传中 署名的编剧 除了高佑林这个总编剧 还有工作室其他三个编剧 他曾想质问高佑林 但高佑林拉黑了 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同事们也切断了联系 直到开庭都不曾联系上 韶光正好 是你离开工作室前创作 还是离开之后 秦玉问 离开前有的构思 离开后才开始创作 简真苦笑 他不精明 但也不傻 不然也不会先试探高佑林 允不允许自己署名 但被告的三个证人证明 你是我的好时光 是去年初一有的创作计划 以影视剧的制作周期来看 你是我的好时光 的确可能在你离开前就开始创作 两者相似度很高 我们可以说是高佑林抄袭你 高佑林也可以说是你离开前参与过 你是我的好时光 创作抄袭他 我没有抄袭 简真说到这里又闭上了嘴 秦玉也不催他 只是看着他 过了许久 才听他艰难道 因为这个故事 是我的个人经历 故事里被凌辱的女主角 就是我 那年我差点死了 后来遇到了很多好心人 他们帮助我走了出来 鼓励我考大学 他们很多人已经联系不到 或许早就忘记了 自己曾经帮助过一个不幸的女孩吧 可是我没忘 我想写出来 其他故事 我都可以给出去 这个我不想给 办公室寂静无声 悲伤悄然蔓延 抱歉 秦玉说了声 简真摇头 低声问 你还想知道什么 暂时没有 我让陶玲送你回去 说吧 秦玉按了内线 跟陶玲说了声 最后说道 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也不要私下 跟高佑林一方 任何人见面或谈话 如有必要 最好先告诉我 随时保持联系 简真看着他 欲言又止 最终什么也没说 转身离开 等陶玲回来 秦玉直接去了 城南的精灵会所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赵思宇好奇地 打量四周 他还是第一次来 这种地方 找人 说了等于没说 赵思宇暗暗吐槽 十里春风包厢里 高佑林举起酒杯 笑盈盈说道 来 我敬李律师一杯 感谢李律师 今天在庭上的精彩辩论 这么快就胜利在望 真不愧是S市的 一流大律师 想起秦玉 在法庭上当场黑脸 李一涵憋在心中的 一口气吐了出去 笑容里多了几分畅快 可别叫我什么大律师 今天主要是三位证人 慷慨作证 不然也没有这么容易 取得优势 其他三人纷纷举杯 李律师客气了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声惊叫 门突然被大力推开 巨大的动静 让包厢里的人 同时望过去 下一刻就看到 秦玉那张 极具辨识度的脸 带着浮冰碎雪的 气势汹汹而来 赵思宇小跑着 有些匆忙地跟在后面 看到包厢里的人 顿时愣住 原来他们是来找 被告一行人的 不过秦玉来找他们干什么 想庭外和解吗 包厢里的人 也对秦玉的道来十分诧异 李一涵最先反应过来 他的想法跟赵思宇差不多 目前的局面 对原告很不利 最好的办法 就是庭外和解 他挑了挑眉 这不是秦律师吗 稀可稀可 不知道你 不请自来有何贵干 秦玉扫了眼包厢里的情形 最后目光落 回到李一涵身上 庆功 你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李一涵后背一寒 顿时想起 上次自己原本胜券在握 最后硬是让这家伙 给推翻了证据 在阴沟里栽了跟头 难道这家伙 又掌握了新线索 他警惕地打量秦玉 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 陶玲极有眼色地 拉了一张椅子 秦玉很自然坐下 一双大长腿随意交叠 看起来比包厢里的 几人还自在 高女士 你和简小姐的事 她已经全部告诉我 看在你曾经帮助过她的份上 我方不想作绝 希望你主动和解 第二十二章 挑拨离间 高佑玲听到她全部知道的时候 同仁猛地一缩 但很快掩饰过去 听到她让自己主动和解 忍不住笑出声 请律师 你不觉得自己的要求很可笑吗 现在掌握优势的是我们 不是你们 要和解 也应该是你们求我们和解 至于简真跟你说了什么我不知道 也不感兴趣 她连我和她的关系 都能隐瞒你 其他事 当初简真之所以离开工作室 有很大的原因 跟她个人作风有关 就算她 没有主动请辞 过不了 多久我也会让她离开 我的工作室容不下不真诚的人 是啊 将自己的东西 拿给别人冒名顶替 的确有毛病 秦寓意有所指 高佑玲眯起眼睛 我自问没有亏待过简真 她在工作室期间 没有让她做过不愿意的事 就我怎么对她的 不管拿到哪句说 我都不理亏 简真愿意藏身幕后是自愿的 就做枪手这件事 在编剧圈也很普遍 是默认的行业规则 哪怕简真离开了工作室 也不能对外说 高女士自问理不亏 可以再按着良心 问问自己亏不亏 说吧 秦玉把目光投向三个证人 也不知 各位作为正栽赃无辜之人 良心亏不亏 李一涵听出不对劲 虽然不知道 秦玉指的到底是什么事 但秦玉威胁的意味 她是听出来了 马上沉着脸道 秦律师 你对我方证人的证词有意义 可以在法庭上辩驳 别在这里阴阳怪气的恐吓我方证人 韶光正好 是简真离开工作室后 独立创作完成 高女士知道简真的笔名 发现她的作品后 不问自取 当作自己的作品 你们以为她 为什么会给你们署名 奖励你们 劳苦功高 秦玉勾了勾唇 没什么方式 比共同犯罪 更能保守秘密 你们都知道 你是我的好时光 抄袭 韶光正好 所以高女士让你们一起署名 谁泄露谁倒霉 于是在共同利益驱使下 你们不但隐瞒了真相 还一起污蔑受害者 她的声音淡漠而冷清 藏着锋利的锐意 一字一字地扎在人心中 说话间 她的视线一个接一个地 扫过三个证人 漆黑的眼瞳 仿佛能洞察人心 张先生 简真一直很尊重你 把你当成兄长和前辈 把所有出风头的机会 都让给你 让你在工作室 成为仅次于总编剧的存在 你就是这样回报她的尊重 郑先生 简真跟你关系不算好 但她在你父亲去世的时候 帮你抗下所有的任务 她已得报怨 你已怨报德 林小姐 你比简真入行晚 最开始你什么都不会 简真手把手教你 在你差点被解雇的时候 是她帮你说话留下了你 你便如此报答 你们不会良心不安 三个证人坐在一张沙发上 最前面的是张文琪 从史之中很坦然 听到她的话 还挑了挑眉 郑伟阴沉着脸 下意识看了看高又林 坐在最边缘的林英 整个人陷进阴影里 不敢跟她对视 李一涵再迟钝 也意识到了她的意图 秦律师 你在信口开河 我会向法庭提起你威逼证人 我当事人已经向我坦白 你呢 能保证你的当事人 对你说的都是真话 你 李一涵想说她挑拨离间 可是她发觉 这一刻自己心里竟然有点没底 秦玉见她色变 笑了笑 起身弹了弹身上不存在的灰 李律师 祝你好运 赵思雨连忙跟上去 离开前见高又林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心中回味了一遍秦玉刚才那番话 不是很明白秦玉此番举动的用意 她憋了又憋 还是憋不住问 秦律师 你来这里见被告证人 是想劝证人翻供 当着被告的面 劝被告证人良心发现 翻供帮原告指证被告 秦玉反问 让赵思雨感觉自己像个蠢货 正常智商的人都干不出这种事 但你倒是说说为什么呀 赵思雨想问不敢问 怕又被鄙视 陶林忍不住笑 拍拍她肩膀 多看少说保平安 三人先去找了个餐厅吃饭 吃过饭 陶林将车开到一个居民小区 这个小区生活气息很足 路上人来人往 空地上还有大妈大爷在跳广场舞 很是热闹 但赵思雨直觉以秦玉的挑剔 这肯定不是他住的地方 他们在车上等了半个小时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小区门口 赵思雨诧异 这不是被告方的证人吗 他们不是刚见过 怎么又来找人家 秦玉已经下车走过去 郑先生 郑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他 警惕地后退了两步 谈谈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郑伟表现很抗拒 说吧转身就走 你不想摆脱高又林的控制 郑伟默然回头 随后意识到自己反应太突兀 冷笑一声 你什么意思 高又林跟你签了八年的长约 还剩四年 你想解约 要么赔付巨额违约金 要么工作室解散 郑伟睁大了眼睛 秦玉一笑 附近的咖啡店 咖啡店人很多 不时有人进来点单 敞开的门 能清晰地听到 外面广场舞的音乐 热闹而喧嚣 秦玉点了一杯咖啡 放在郑伟面前 郑伟握住咖啡杯 漫不经心喝了几口 同时悄悄观察秦玉 秦玉也正在看着她 漆黑的眼瞳看不出深浅 像是能将人看透 她心里咯噔一下 有点怀疑自己 答应跟她谈谈 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 咖啡微焦的味道 让她越发心绪难平 放下咖啡 见秦玉没有开口的意思 忍不住先开了口 秦玉是想说什么就直说 不然我先告辞了 秦玉靠着沙发 双腿交叠 手很自然地搭在膝盖上 肯定道 郑先生这次做伪证 并非自愿吧 秦玉是说 这话最好有证据 我什么时候作伪证了 对于一个 岌岌无名的小编剧来说 能牵到一个 实力强劲的大编剧手下 即使代价是八年的卖身器 加上苛刻的条件 为了出头 也一定毫不犹豫 秦玉的声线 带着金玉撞击的冷然 一字一句落在人心中 不过人心是会变得 最初那个岌岌无名的小编剧 开始崭露头角 能力得到证明 有了一步步 快制人口的作品 能眼睁睁看着 功成名就的机会 一次次溜走 他怎能甘心 郑伟无意识握紧了拳 你到底想说什么 郑先生想恢复自由身 机会就在眼前 秦玉师是不是忘记了 我也是署名编剧 高又灵倒了 对我可没有什么好处 大刚是高又灵提供 跟你们无关 郑伟眯起眼睛 如果你想让我翻供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只要做出 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即可 秦玉没有明说 到底想让他怎样 郑伟皱起眉头 你莫名其妙 跑到我面前来 说了这么一番 莫名其妙的话 就想让我缺席作证 你不觉得太奇怪吗 相信以郑先生的聪明 知道如何对自己有利 你真的很莫名其妙 恕我不奉牌了 郑伟一副被冒犯的神情 愤然离开 第23章 针对性策反 你引诱证人翻供 赵思雨早就想说话 虽然秦玉没有明说 但话里话外都是 让证人不利于高又灵 这有点颠覆他的认知 秦玉这算不算是 威逼利诱里面的利用 能这样做吗 我没有强迫他 可是 你给了他选择 选不选择是他的责任 秦玉很冷漠 赵思雨觉得 秦玉就是个魔鬼 引诱人放大心中欲望的魔鬼 可他的所作所为 是为了己方的胜利 突然 他明白了 秦玉刚才为什么去会所 说那么一番冠冕堂皇的话 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 劝证人良心发现 而是试探证人 对于做伪证的真实心理 他是出来了 于是他开始了 针对性策反证人 有恩于他 可那是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现在高佑林成为了 挡在他往上爬的阻碍 无可避免的 他对工作室 或者说对高佑林产生了不满 于是秦玉给了他一个 可以放飞野心的机会 那么 剩下两个证人呢 他要如何对付他们 将赵思雨送回家 陶林开车送秦玉回住处 前面那辆车有点眼熟 车开到小区附近 陶林看着前面那辆红色的车 好像哪里见过 再一看车牌 那不是江法官的车吗 他也住这里 这个别墅区环境极好 各种设施和安保都是一流 秦玉很挑剔 来S市之前找了很久 才看上这个地方 但就一个字 贵 为了买这里的房子 秦玉把身家都投了进去 而且还是拖了人情才买到的 要陶林说 他更愿意去买两套大平层 一套自住 一套投资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 也就秦大律师这种 随心所欲的光棍大少爷 才会为了住好点花光积蓄 江瑞叔的车停在小区门口一会儿 横栏自动打开 徐徐开了进去 江法官还真住这里 这两个月怎么没见过他 陶林嘀咕 他那辆昂克塞拉就十来万吧 落地价不到十五万 一点也看不出家境这么好 不过转念一想 江法官也不一定住这里 这个点 说不定是来找男朋友的呢 江法官看着年纪轻 不过能当主神法官 肯定不是小心人 谈恋爱了也正常 陶林猜着 前面江瑞叔的车 开进了左边的停车场车道 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天 赵思雨带着纠结和莫名的期待 来到律所 想知道 秦玉怎么对付其他两个证人 但秦玉连这几天都没有动作 这些天 他们对第一个出庭作证的证人 也就是张文奇做了详细的调查了解 张文奇在工作室一人之下 高又林十分器重他 不但让他统筹工作室诸多工作 还经常带他露脸 可以说是工作室 仅次于高又林有头有脸的人 但论起专业能力 他是几个编剧里最弱的 也就是说 被判高又林 这个张文奇完全找不到入手的地方 实在不行就放弃他 只要争取到另外两个证人 我们的胜率也很大 赵思雨道 陶灵摇头 以他的了解 秦玉不会满足于不确定的胜率 秦玉食指交叉 垂眸沉思了一会儿 很快有了决断 去见张文奇 张文奇有个交往多年的女友 两人住在一起 陶灵之前为了套消息假称 是某投资方 加过张文奇的微信 见他朋友圈说 今天在家 便直接驱车 去了张文奇的住处 车刚开到张文奇居住的公寓楼下 两人正要下车 突然见张文奇 跟一个年轻女子走出来 两人牵着手 神态亲密 走到出口 女子垫脚亲了亲张文奇 又不舍得抱了抱 独自离开 秦玉半降下车窗 看着难分难舍的两人 一个男人而立之年 事业有成 经济稳定 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稳定 无结婚意象有几种可能 要么不婚 要么渣男 陶灵翻看朋友圈 张文奇女朋友 昨天去国外出差了 秦玉推门下车 张文奇似有所感 扭头一看 顿时脸色一变 半小时后 秦玉再次回到车上 陶灵问 谈妥了 嗯 陶灵打了个口哨 打道回府 回到律所 简真也过来了 秦玉让她去见灵英 第二天 简真来到律所 说灵英答应开庭当天 说出实情 针对灵英的策略很简单 简真对灵英有恩 灵英做伪证 本就心虚 她之前躲着简真 未尝不是这个原因 只要简真见到她 亲自求她 她很难拒绝简真 赵思雨不可思议地看着秦玉 被告的三个证人 竟然都被她策反了 不是一个证人 而是三个 竟然都策反了 律师有取证的权利 秦玉说服证人 说出实情没有违反规定 也符合委托人的利益 可他的手段 并不是那么光明正大 仿佛是对的 又仿佛不对 赵思雨感觉自己的认识 陷入了分裂 二次开庭 申请旁听的人员 依旧超出允许人数 法院不得不再次抽签 这次申请旁听的媒体 也更加大牌 除了省台省报 还有官媒也来了 开庭前 副院长和庭长 都特地来叮嘱江瑞书 让她务必谨慎 其实江瑞书觉得 这个案子审理下来不算复杂 只不过因为关注度高 院里有些压力 怕庭审出纰漏 引起舆论争议 均不见一些法官 因为一时言语不当 就被挂到网上 成为公检法的不良代表 常年享受编尸待遇 江瑞书自然不想享受这个待遇 开庭前将案情理了又理 目前案情对本宿原告不利 被告有三个证人在手 原告想反驳被告 必须拿出新证据 证明原告没有抄袭 可是直到开庭前 法庭没有收到本宿原告方 提交新证据或申请证人出庭 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新证据 但是想到原告的代理律师 江瑞书觉得 这场庭审没那么简单 不知为什么 竟然有些期待 上午9点20 距离开庭还有10分钟 政委没来 不回信息 也不接电话 赵思雨握着手机 压低声音说道 他不会来 秦玉一点也不意外 政委这人最会趋利避害 让他出庭指证高又林 难度比说服张文奇还大 他不会明目张胆得罪高又林 但他乐见高又林倒霉 所以 二次开庭 他不会来 三个证人去其一 对原告来说 他不发挥作用 就是在发挥作用 啊 赵思雨略想明白过来 不由担心 那另外两个证人 没事 秦玉看着对面 眸色暗了暗 第24章 新证人 全体起立 法庭里的议论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站起来 法官先后走进法庭 江瑞书扫了眼法庭 敲了敲法锤 现在开庭 审判长 被反诉方坚持反诉人抄袭 并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 秦玉一句话就激起千层浪 被反诉方申请传唤证人林英 江瑞书一听就明白了 秦玉在高又林证人的身上 找到了破绽 难怪他没有提交新证据 林英在所有人的注目下 走进法庭 林小姐 你是我的好时光的剧本 由反诉人提供大纲 你和证人政委 张文琪共同负责文字部分 是吗 林英的声音没什么语调 是 历时多久 两个月 剧本的终稿是 什么时候完成的 去年六月 马上有人听出了端倪 去年六月剧本定稿 历时两个月创作 岂不是四月才开始动笔 而简真的 韶光正好 发表于去年三月 明显早于高佑林的剧本创作 庞庭席骚动起来 高佑林的脸色变得难看 阴沉沉看着林英 昨天还答应得好好的 没想到竟然是骗他 秦玉没管别人的反应如何 继续问 定稿时间距离现在 已过去一年多 你为什么能记得这么清楚 完稿那天 工作室集体出去庆祝 那天我喝了太多 酒精中毒 被送到医院洗胃 秦玉看着他 再次发问 听说你平时并不饮酒 为什么那天喝那么多酒 因为我 林英垂下眼帘 背叛了自己的好朋友 背叛 大家似有所感 凝视着林英 连大气都不敢喘 你背叛了朋友什么 林英闭了闭眼 声音在法庭里清晰响起 我和别人抄袭了他的故事 可耻地数上自己的名字 还把他拉进黑名单 试图说服自己 那是自己创作的故事 别人是指谁 张文琦和郑伟 还有高佑林 是他提供的故事大纲 你们抄袭那个故事叫什么 韶光正好 花 法庭喧嚣顿起 林英和同事抄袭 韶光正好 那不就是高佑林工作室 抄袭简真 高佑林脸色铁青 目光几乎要是人 林英脸上没什么表情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江瑞书有点惊讶 原来秦玉策反了被告的证人 还真是釜底抽薪 要知道 林英 张文琦和郑伟三个证人 因为跟高佑林有厉害关系 他们的证词法庭也会采信 但可信度会相对较低 现在林英反水 对被告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安静 江瑞书敲法锤 让法庭安静下来 接着就听秦玉开口 审判长 被反诉方申请传唤证人张文琦 这人该不会策反了被告方的全部证人吧 江瑞书看了他一眼 带着点审视 同意了他的申请 张文琦一身西装革履 带着银矿眼镜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十足的斯文败类模样 但不得不说他这模样很讨人喜欢 秦玉扫了眼对面 也不知道李一涵在高佑林耳边嘀咕了什么 高佑林恢复了一脸的高冷 冷眼看着证人席 秦玉收回视线 看着证人 张先生 你第一次获知 你是我的好时光的设定 是在什么时候 张文琦对上秦玉的视线 徐徐开了口 去年春节前 大概是一月份的时候 佑林姐说过完年在干活 所以我们是年后才开始动笔 不过佑林姐喜欢精益求精 年后又打磨了一个多月 直到四月份才开始写剧本 法庭再次骚动起来 照张文琦这么说 剧本创作时间符合林英说言 但否定了林英关于抄袭的说法 还从侧面证明 简珍接触过 你是我的好时光的设定 因为简珍是二月离开工作室的 简珍睁大眼睛 失措地看向秦玉 却见对面的高佑林冲 自己做口型 你说定了 简珍有点被吓到 赵思雨连忙拉住他的手 低声安慰了一句 心里却忍不住交集 张文琦临时反水 几乎将刚才林英制造的优势给抹平了 也不知道秦律师能不能辩驳他 秦玉漆黑的眼瞳深不见底 你确定 确定 以及肯定 张文琦一字一句 也就是说 你不承认去年在反诉人的指示下 你伙同正伟 林英抄袭了我当事人的作品 韶光正好 我们没有抄袭 是简珍抄袭了幼灵姐的构思 你确定 确定以及肯定 张文琦抬起下巴 带了点挑衅的意味 秦玉点点头 看向审判席 审判长 被反诉方申请传唤新证人 新证人 高佑林脸色一变 反对 李涵意识到不妙 豁然起身 被反诉方没有事先申请 我方不同意这个证人作证 江瑞书猜测 这个证人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庭审结果 但不知道 秦玉究竟是将这个证人作为杀手锏 故意没有提交证人申请 还是有别的原因 如果是前者 江瑞书不想纵容这种 藐视法庭规则的做法 他略作考虑 问道 是什么样的证人 这个证人跟证人张文琦先生的证词关系密切 我们一直在找这个证人 刚刚才说服他出庭作证 他解释 为什么没有事先申请 江瑞书跟另外两个法官小生讨论了一下 传唤被反诉方证人 一个27、8岁的女子走进法庭 高佑林看清对方的脸 一下子脸色也变得不好看了 见高佑林似乎认识证人 李一涵连忙问 这个证人是谁 张文琦的女朋友 高佑林咬牙切齿 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 张文琦肯定落了把柄 在他女朋友手上 证人先自我介绍 我叫蔡文佳 是得天餐饮的董秘 蔡小姐 请问你跟本案证人张文琦 是什么关系 秦玉开始提问 男女朋友关系 哦不 前男女朋友关系 蔡文佳嘲讽的勾了勾嘴角 张文琦作为热播剧 你是我的好时光的编剧之一 有没有跟你提过 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 有 他都说过什么 去年4月开始吧 他变得特别忙 经常夜不归宿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再赶一个剧本 他以前也经常这样赶剧本 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 最近听说他们工作室惹上了抄袭官司 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跟我说 去年那个剧本 是老板为了报复 擅自离职的同事写的 我问他怎么报复 难道把人家写到剧本里编排吗 这心眼也太小了吧 他说没那么简单 那个离职的同事是老板的 第25章 完毕 张文琦根本不可能跟你说这些 高佑林突然激动地站起来 打断蔡文家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做过 你肯定是因为跟张文琦闹败 反诉人 江瑞书投去警告的视线 注意克制你的情绪 现在还没到你方说话的时候 高佑林还想说 被李一涵拉住 不要惹法官 等高佑林闭上嘴 秦玉事宜证人继续说 那个离职的同事是老板的什么 枪手 蔡文家看了看脸色清白的高佑林 张文琦说 老板大部分的创意和故事框架 都来自这个同事 现在那人擅自离职 老板能不生气吗 所以 老板抄了那个人的作品 回头再告那个人抄袭 让人身败名裂 你知道张文琦老板抄袭来的作品叫什么吗 知道 你能说出来吗 你是我的好时光 秦玉取出一张打印纸 蔡小姐认为 张文琦老板的行为违背底线 劝她换个地方工作 两人就此事发生过争执 这是两人的聊天记录 法庭内轰然而动 秦玉向审判席微微焊手 完毕 高佑林从没想过自己会败诉 即使在蔡文家出庭的那一刻 她也 没想到自己 连不能见光的秘密都被揭开 魂恶中 她感觉似乎有什么在坍塌 整个人从万丈高楼跌落 浑身冰冷 她撒谎 她撒谎 假的 都是假的 她被原告律师收满了 她作伪证 反诉人 请你保持安静 姜瑞书很久没有这么频繁敲法锤 再次向被告投去警告的视线 反诉方有意义 可以问询证人 但请注意法庭秩序 李一涵豁然起身 审判长 反诉方有意义 开庭前 被反诉方的律师 曾经私下找过证人张文琦 以张文琦的隐私做要挟 让其更改证词 对我当事人不利 反诉方有理由相信 证人林英 也极有可能是受被反诉方的胁迫 才更改证词 而证人蔡文佳 明显跟我方证人张文琦有矛盾 有充分的理由和动机 抹黑张文琦 法庭里再次骚动起来 大家都被这一个又一个的转折给搞懵了 便是姜瑞书也觉得有点头疼 这两个律师可真能搞事 悄悄法锤 让众人安静 他向被告提问 反诉方 关于被反诉方胁迫证人 你们可有证据 李一涵噎住 那天 秦玉去找张文琦 将张文琦出轨撞个正着 张文琦本来就没准备 加上心虚 哪里想得到留下证据 最多只能证明秦玉去找过他 或许秦玉从一开始 就不相信张文琦 甚至在见到张文琦的那一刻 他就开始下这个套 就等着他们钻进去 想明白其中关键 他扭头狠狠瞪秦玉 难道这次 又要败给这家伙了 的确要败诉了 高又林只有证人证词 且证人与他有厉害关系 而简真不但有人证 还有误证 本案的重点 不在于抄袭的事实 而在于 究竟是谁抄袭了谁 弄清楚这个事实 就可以结案了 江瑞书跟何一廷稍作商量 宣布择日宣判 现在休庭 他扫了眼法庭 最后目光落在秦玉身上 二号证人证委没有出现 削弱证人的作用 三号证人林英当庭翻供 给被告反戈一击 张文琪倒是坚持原证词 只怕秦玉去见他之后 他还存了当庭坑秦玉一把的心思 但新证人蔡文家 给了他致命一击 这一切应该都是秦玉算计好的 每个证人的作用 他都做好了安排 江瑞书不知道 这个过程中 秦玉是否存在不妥当的行为 没有证据 他不会随意怀疑 但这不影响他加深了 对秦玉印象 从京城来的金牌律师 的确很难缠 秦玉很敏锐 抬头就捕捉到了他的视线 目光冷漠 还是跟不认识他一样 江瑞书 其实一点也不想跟他套交情 如此 最好 法官一走 法庭里喧嚣起来 简真脑海里 还回想了法官那句责任宣判 有点不敢相信 我们赢了 赵思雨没开眼笑 赢了 一瞬间 压在心头的巨石搬走了 那种沉玉的感觉也消失了 连空气也变得美好 简真脸上惊讶的表情 慢慢变成开心 最终变成了微笑 眼睛有点发红 太好了 恭喜你 简小姐 以后你可以堂堂正正的说 韶光正好 是你的作品 不会再有任何人质疑 赵思雨真心为他高兴 谢谢 谢谢你 赵律师 简真又是哭又是笑 看到旁边收拾东西的秦玉 他站起来深深的鞠了一躬 谢谢你 秦律师 谢谢你们 这场官司打得不容易 因为他的隐瞒 一度让秦玉陷入被动 其实他有更简单的取胜办法 只要公开 韶光正好 是他亲身经历改编 只要证明当年的事真实发生过 就可以证明 韶光正好 是属于他的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知道了他的秘密 又保守了他的秘密 这让他有一种 牢不可破的安全感 神奇的 在这一刻 他不再害怕被人知晓 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就好像 好像有了人保护自己 秦律师 真是那种很可靠的人 职责所在 秦玉淡淡说了句 半点看不出打赢官司的兴奋 赵思雨激动的不行 鼓动简真 外面还有你的读者 我们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吧 嗯嗯 想起顶着全网黑 支持他的读者 简真心里十分感动 马上答应了赵思雨的提议 外面有记者 秦玉对记者这种生物 没有好感 没跟他们一起出去 转到去了趟洗手间 秦律师 悠悠的声音突然 从旁边传来 秦玉抬头 就见李亦涵森森的看着他 眼里 飘着一团鬼火似的 很好的诠释了 什么叫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不过秦玉完全没觉得 他够格当仇人 律师这个行业 双方见面 大多立场对立 不过立场对立 只是雇主不同 并不意味着要结仇 很多律师下了法庭 私下还是朋友 不然打个官司就结个仇 岂不是要整个行业的同行 都是仇人第26章 纯属巧合 秦玉没理他 从口袋里掏出手帕 慢条丝里地擦拭双手 他这无视的态度 激怒了李亦涵 只见他大步向前 咬牙切齿道 别以为赢了就能得意 要不是你采取非法手段 威胁证人 你根本赢不了 你知道 我不只知道你威胁证人 还知道 你为了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故意压制证人出庭申请 到了开庭才提出来 你又知道 李亦涵冷笑一声 要不然你见过张文奇后 为什么隔了几天 才找到蔡文家 推理很合理 结果完全错误 张文奇没告诉你 他那几天耐不住寂寞 是因为蔡文家出国出差了 秦玉刚说完 旁边的女洗手间 走出来一个人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的主神法官江瑞书 秦玉看着李亦涵 你故意的 李亦涵大眼睛 只觉好大一口黑锅从天而降 他压根不知道江瑞书在隔壁 江瑞书也没想到这摇桥 好像他跟李亦涵鱼指法秦玉一样 有点尴尬 纯属巧合 秦玉点点头 李律师 李亦涵目而视 秦玉竖起两根手指 是V手势 代表胜利 但李亦涵在这一刻 却跟他心意相通了 第二次 他的意思是第二次败给他 啊 这家伙真的太讨厌了 江瑞书 扑 这人怎么这么粗暇 下午没有安排开庭 江瑞书跟何一亭商量了一下 抄袭案的判决 随后将前些天急案的案子的判决书写出来 让刘一丹寄出去 下班的时候 天已经暗了 办公室里已经没人 江瑞书锁上门 去停车场 找自己那辆昂克塞拉 从法院到家 差不多一小时车程 抵达小区附近 十天已经彻底黑了 路灯至比零次亮起来 墙边的家竹桃正开得灿烂 在路灯斑驳的阴影交错下 跟画式的 煞是好看 江瑞书降下车窗 夏夜微风 斜着热议迎面吹来 远处不知何方的音乐随风而来 时段时序 似曾相识 却又一时想不起哪里听过 他在路边听了一会儿 没听出是什么歌 打着方向盘 缓缓开进小区 我回来了 推开门 他习惯地喊了声 满是漆黑 无人回答 阳台的落地窗敞开着 窗帘被微风扶起 月光静静流淌进来 江瑞书的肩膀慢慢松下来 转身关上门 打开电源 肚子咕咕响起来 江瑞书摸了摸肚子 拆了包薯片 叼了一片在嘴里 随后打开音响 节奏感强烈的电音响起 偌大的房子 终于打破寂静 有了几分人气 打开冰箱 看到空荡荡的冷藏室 他才想起 好几天没有采购了 翻箱倒柜找了一会儿 找出一把拉面 又去橱柜里翻了半天 找到一罐拌酱 正好做一碗拌面 烧水 下面 捞起 拌酱 不到十分钟 一碗 酱拌面新鲜出锅 就熟练程度来看 平时肯定没少这么吃 把碗放在落地窗旁前的小矮桌上 他盘腿坐下 打开电脑 刚登陆微博 就看到清一色抄袭案的消息 一看热搜 好几个相关话题 每个话题点进去看了看 评论几乎全是 骂高又灵的 还有强大的网友 不知从哪里翻出 他以前的黑料 简直黑初详 高又灵的微博下 几乎也是满评的谩骂 曾经他煽动网友攻击受害者 现在全部反弹 从加害者变成了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这算是因果轮回吧 就着网上各种的大瓜 姜瑞叔吃得肚子滚圆 玛丽收拾了碗筷 这才点开显示99的消息 有几百条 edit他的微博 和五六十条私信 Rachel 你看新闻了没 你觉得高又灵最后会赔多少 好些粉丝 来问他高又灵的案子 对于分析案子 他一般不会拒绝 但抄袭案还没有下达判决书 作为主审法官 不能对外透露案情 于是只回了条 等法院判决再说 私信多数是询问专业法律问题 姜瑞叔能回答的回答 花了一个多小时回复完毕 正要退出登录 突然刷出来一个 id蓝天的私信 博主你怎么看特殊爱好人群 特殊爱好人群 姜瑞叔脑子里 一下子想到了恋物品 暴露品 sm什么的 虽然这人问得很小心 不过他感觉 对方应该就是特殊爱好者 不然应该用词汇很激烈 表示强烈的厌恶 因为亚文化是不被主流接受的 姜瑞叔几乎没怎么想 就做了回复 Rachel 没什么特别看法 过了一会儿 蓝天发来第二条消息 特殊爱好违法吗 Rachel 只要没有影响到他人 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就不违法 蓝天 你是律师吗 Rachel 不是 如果你需要专业法律人士帮助的话 可以去找律师咨询 蓝天 律师会不会歧视 Rachel 我不能保证每个律师不歧视 因为律师也是人 但我可以肯定 合格的律师 不论你是什么种族 肤色 出身 性别 以及爱好 都不会歧视 只要你委托了他们 他们会竭尽所能帮助你 这条消息发出去 那头没有了动静 等了许久 没见对方发来消息 姜瑞叔看了看时间 11点该洗洗睡了 便退出了登录 抄袭案的判决书还未下达 但庭审结果已经明确 作为抄袭案主角之一 简珍彻底出了名 由于蔡文家当庭替报 她是高佑林的枪手 高佑林工作室出品的 多部热门作品出自她手 很快就有人通过 韶光正好的文风发掘 简珍的故事架构 有很强的个人特色 虽然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承认 具体是哪些作品 但强大的网友 已经通过对比 大致找了出来 简珍直接爆红 而高佑林 同时陷入抄袭和枪手丑闻 被全网黑 没多久解散工作室 从此销声匿迹 林英抱着一个纸箱 从出租车下来 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又长又孤单 等到绿灯 她横过马路 突然发现 前面的路口站着一个人正看着她 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 来面对这个人 最终脸上只剩下冷漠 两人相对无言了一会儿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却又不知道 还可以说些什么 过了半晌 她先开了口 我不欠你了 我知道 简珍点点头 以后还写剧本吗 嗯 简珍眉目微垂 脚跟无意识地踢着地面 我还是更喜欢写小说 应该不会再回去做编剧 以后 我的小说都给你改编好吗 林英睁大了眼睛 好吗 简珍看着她 林英垂眸沉默了许久 突然笑出声 眼眶有点红 好 第27章 女装大佬 天气越来越热 才上午八九点 阳光已经有了灼热感 赵思雨满头大汉 推开绿锁的玻璃门 冷气迎面扑来 她长长地吐了口气 又深深地吸了口气 凉爽的空气进入肺部 这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来这么早 陶灵路过 跟她打了声招呼 天越来越热 来早点没那么热 秦律师也来了 没有 没事她从来不会提前来律锁 另外 陶灵说着 指了指自己眼睛 眼妆花了 啊 赵思雨手忙脚乱 掏出化妆镜 还真有点运装了 以后你还是打车来上班吧 出这么多汗装容易花 碰到客户上门不大好看 要是让秦哥 看到你脱妆的样子 可不是每个女人能承受的 我倒是想呢 可是我住的地方 打车过来很贵 实习律师没法独立接案子 能拿到的钱自然也少 每天打车对她来说负担太重 陶灵摸了摸下巴 给你推荐一个定装神器 你还懂这些 略懂 不贵吧 赵思雨露出穷逼属性 Next定装喷雾 85左右 你用过 赵思雨打量她 试图发现化妆的痕迹 这年头化妆的男人也不少 没有 但我知道 陶灵一脸高深莫测 两人正说着 玻璃门突然从外推开 一个身着长风衣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头戴鸭绳帽 帽严严得很低的人 走进来大热天做这种打扮 实在太怪异了 赵思雨吃了一惊 陶灵见多识广比较冷静 打量了一下那人 这位 先生 那人闷闷地嗡了声 微抬起头 帽眼下露出一双黑沉沉的眼睛 声音低沉 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厉害的律师 原来是来找律师的 陶灵一笑 我们这里的律师业务能力都很强 不知你想找哪位 你们什么案子都敢接 我们承接各种案子 男人目光闪烁 突然抬头 划一下敞开风衣 露出里面的着装 只见男人脸上化了个大浓妆 高挑眉 烟熏装 烈焰红唇 里面穿的是一条性感吊带连衣长裙 定睛一看 他里面竟然还穿了brau 再往下看 没意外地看到了高跟鞋 陶灵和赵思雨 嘴里能塞下鸡蛋 激进实话 女 女装大佬 赵思雨活这么大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活的女装大佬 不同于网上精致的女装大佬 眼前这位粗狂的辣眼睛 男人阴侧侧地盯着他们 恶恶狠狠道 我这样的人 你们敢不敢接委托 陶灵深吸了口气 露出一个礼貌 而不是尴尬的微笑 先生里边请 秦玉刚到律所 就听陶灵说 有个委托人在会议室等自己 指定委托 秦玉问 没有 对方说 要最厉害的律师 陶灵给他一个你懂的眼神 什么委托 没说 一定要跟律师面谈 陶灵提醒 这人是个女装大佬 秦玉回头看他 什么人 女装大佬 就是穿女装的男人 秦玉没再问 到了会议室直接推开门 接着就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正背对着自己 听到声响 对方转过身 秦玉就看到了他 挂在身上的吊带裙 由于身材略肥胖 他的胸部肉很多 Brow居然挺合身 嗯 还蛮大的 不知为什么 他突然想起了姜瑞书 秦玉看着他 一装痞 男人抬起头 目光直直地看着他 好看吗 秦玉关上门 就竟拉了张椅子坐下 恕我无法欣赏 不过你看起来很自信 不嫌不淡的语气 男人的脸色却放松了些 因为他没在秦玉眼里看到意思 听说你从来没输过 我想请你打一场官司 只能赢不能输 秦玉靠着以备 知道我的收费标准吗 知道 希望你的贵能配得上你的能力 秦玉深深看他一眼 给陶玲打了个电话 拿合约过来 今天要开庭的劳动纠纷案 刚刚被告提出调解 原告那边表示愿意调解 姜瑞书刚到办公室 刘一丹就告诉他 案子出现了变动 姜瑞书灌了一口凉茶 心说这天气 简直要让人自然了 庭外调解 那到省不少事 他们人到了吗 都到了 安排他们去调解室 我十分钟后过去 翻出劳动纠纷的案卷 姜瑞书飞快浏览了一下起诉状 确定无误后 起身去调解室 推开调解室的门 姜瑞书一眼就看到了熟人 这次原告的代理律师是秦玉 没想到 案子又落到了他手上 真是微妙的缘分 不过对他来说 到了这里 就指案子相关人士 秦玉也好 别人也好 都只是一个代号 起诉状中 原告起诉自己的工作单位 非法解雇 对于这类劳动纠纷 原告一般就要求经济赔偿 区别在于金额的多少 但这个原告的诉求有点特别 他要求单位 让他回去继续工作 他看了看秦玉 难道他不知道 这种要求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用人单位既然开除了原告 就是不想再要他这个人 宁愿多赔点钱 也不一定乐意他再回去 葛先生 你明确自己的诉讼请求了吗 姜瑞书问了下 明确 原告葛义肯定道 姜瑞书看向秦玉 眼神很明显 这种诉讼请求 你觉得我能答应你们吗 他都有点怀疑 这是不是个假秦玉 秦玉毫无波动 还重复了一遍 我方诉讼请求 与起诉状一致 行吧 看你们能说出什么话来 姜瑞书转头问被告 陈先生 你们清楚葛先生的诉讼请求吗 被告来的人是单位代表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头有点凸 戴了副黑矿眼镜 眉心有抬头纹 他一直双手环臂 看都不看隔一眼 偶尔还露出鄙夷的神情 一看这人的模样 姜瑞书就觉得 原告的诉讼请求难以达成 被告代表没有说话 他的律师代为开口 在解雇程序上 我们没有不规范的地方 是葛先生给单位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才会被解雇 不过出于人道主义 我们愿意一次性 给予葛先生两万元补偿 第二十八章 庭外调检 姜瑞书一听就知道 葛亦不会答应 果然 葛亦听到对方的话 马上激动起来 我给你们打了十年功 十年 你们说解雇就解雇 考虑过我的处境吗 这十年我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你们就给我两万块 你们打罚乞丐吗 被告律师道 就是看在你工作了十年的份上 才给你这个赔偿 不然以你造成的不良影响 单位可以以重大过错 为由辞退你 不用给你任何赔偿 葛亦还想说 秦玉先开口了 贵单位口口声声说 我当事人有重大过错 我当事人是不能胜任工作 还是给单位带来了损失 能说详细点吗 被告律师依旧保持微笑 葛先生一个堂堂大男人 穿女装搔手弄姿 给单位名誉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我们单位是正经单位 不能留你这种败坏风气的人 爱穿女装 姜瑞书不由将视线投向葛亦 原告今天穿了件白衬衫 下身是条黑西裤 身材有点肥胖 但看起来干干净净 一点也不油腻 也没有一点娘气 完全看不出是个女装大佬 我当事人从未在单位穿过女装 也没有向任何同事 透露过她这一喜好 若非有人偷看她的手机 根本没有人会知道她穿女装 一定要说有过错 过错也不在她 再者 我当事人喜欢穿女装 并非一天两天 辞退她的理由 当年聘用葛先生的时候 不知道她喜欢穿女装 如果知道 单位根本就不会聘用她 她能隐藏十年之久 可见心机深沉 我们更不能要她 听对方这样污蔑自己 葛亦勃然大怒 你 好了好了 眼见双方要吵起来 姜瑞书赶紧阻止 坐下来好好说 两人各自坐了回去 但脸色都很不好看 姜瑞书决定先从被告入手 陈先生 根据葛先生提交上来的证据 他在贵单位工作已经十年 你们要解雇他 除非葛先生有重大失职 或无法胜任工作 否则就是非法辞退 按照程序来说 贵单位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 向葛先生支付赔偿金 总计十二万元整 被告代表不服气 他怎么就没过错 他是个变态 他这种人 不管去哪个单位都不会有人要 我们不想跟他计较 才给他两万块 就两万块 爱要不要 葛亦差点拍案而起 被秦玉按住 我当事人在贵单位工作十年 抛开这一喜好 跟其他员工并无区别 私人时间穿什么是个人自由 贵单位以穿女装为由 解雇我当事人 属非法辞退 贵单位要解雇我当事人 就必须按功龄赔付我当事人 谁知道被告还没说话 葛亦先反驳他 十二万块能做什么 我不要钱 只要工作 被告律师微微一笑 看笑话似的 看来你们内部没有达成一致 秦玉没理他 低声跟葛亦说 要钱 我能帮你要到十二万 甚至更多 但是要工作 你什么都拿不到 我不要钱 只要工作 葛亦断然拒绝 随后看着被告代表 要么给我工作 要么打官司 秦玉还想劝他 听到这话 做了回去 被告代表一听他放狠话 冷笑了声 行啊 那走着瞧 说吧拂袖而去 姜瑞叔有点无语 这叫什么事 葛先生 我建议你 还是答应他们的赔偿 赔偿金额可以再谈谈 如果你还愿意接受调解 可以跟我说个准确的额度 我可以安排再次调解 姜瑞叔不知道这个原告是怎么想的 庭外调解是最合适的解决方式 便劝了劝他 我不要钱 只要工作 你能调解吗 葛亦问 这恐怕很难 那上了法庭 你能不能帮我要工作回来 恐怕也不行 除非你能证明自己属于不能辞退的情况 否则按照相关法规 用人单位只要按标准赔付 就可以辞退你 葛亦看着秦玉 打官司 你能保证赢吧 姜瑞叔挑了挑眉 饶有兴趣地打量他 看他怎么说 秦玉觉得脑门清筋要跳起来 这货就是个棒拙 感觉姜瑞叔好像在看热闹 他没有回答原告 只说 回去再说 当着法官的面说自己打官司肯定能赢 这种蠢事 他是不会干的 姜瑞叔送了送他们 慢走 欢迎再来 秦玉疑似裂切了一下 虽说律师离不开法院 但谁没事会高兴来法院啊 姜瑞叔忍笑 嗯 扯平了 回到律所 隔一跟着秦玉进了办公室 第一句话就说 我不要钱 就要工作 你保证会赢的 秦玉 绕到办公桌后坐下 听到他的话 冷声道 我保证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 就算你想要翻倍的赔偿金 我都能争取 但是你要工作 这个没人能做到 现行法律中 虽然有反歧视就业 但就一装痞的反歧视 没有明确规定 这点拿到法庭上 法官不会认同 甚至遇到思想保守的法官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拿钱走人 这是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翻倍赔偿也就24万 我两年就能挣到 根本没多大区别 24万足够支撑 你找到下一份工作前的生活开支 但我已经40岁了 原告激动吼道 我除了在这里干 什么都不会 去别的地方 也挣不到这么多钱 我老婆是全职太太 我孩子要上学 家里四个老人要养 没有这份工作 我的家会垮掉 他死死盯着情欲 我必须要这份工作 情欲默了默 你应该已经看到 单位领导对你感官恶劣 现在你要起诉单位 他们更不会让你回去 就算能回去 你也绝对没有好日子过 就算让我跪地求饶 我也必须要保住这份工作 原告重复 求你 求你了 情欲沉默了很久 我尽力 但是 你必须听我的 原告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个艰难的笑容 谢谢 第29章 赵文希死 在所不惜 第一次调解失败后 江瑞叔还是希望双方 能达成庭外调解的 如果原告愿意按标准 接受被告的赔偿 他有把握达成调解 于是他挑了个时间 给原告打电话 结果刚收到赔偿 葛毅就激动起来 表示只要工作不要钱没办法 他只好打电话给情欲 希望他能劝劝自己的委托人 江法官 是我 秦玉的声音 在电话里带着点慵懒 让人忍不住耳朵一仰 江瑞叔想起一句话 耳朵要怀孕 这起劳动纠纷 相信你知道 怎样对自己的委托人更有利 他想要工作要看用人单位的意愿 可能性很小 而且一旦上法庭 他想回用人单位 更加不可能 比较有利的结果 就是争取赔偿金 用人单位那边也有调解意向 如果他对赔偿金不满意的话 可以再谈 这么说 江法官会倾向我们 只要你们要求不过分 我会支持你们 江瑞叔没给他得寸进尺的机会 还真是谨慎 秦玉想起 导师对这个老对头的得意门声的评价 说他嘴巴紧 头脑清醒 进退谨慎 看似保守 实则擅长进攻 很适合做律师 秦玉不免想起了 总是听到他名字的那些年 其实他压根没心思 去注意 学校里有什么风云人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开始频繁听到他的名字 说他今天又破了他什么记录 明天又准备怎么踩他 总有些好事之人 在他面前叨叨他的事迹 还说他以后会是自己的强劲对手 听多了 他倒是有了些期待 期待他是否名副其实 但谁也没想到他毕业后 直接离开京城 考进了司法系统 成了一名一线法官 这些思绪不过转瞬 秦玉很快收回心神 多谢江法官的支持 不过我当事人坚持要上法庭 我尊重他的选择 诉讼请求 要求赔偿 即使上法庭 原告能获得的赔偿 也多不了多少 用人单位辞退员工 无非两种 过错性辞退 和非过错性辞退 过错性辞退 就是错在员工 用人单位无需赔偿 非过错性辞退错不在员工 用人单位需要赔偿 格亦被辞退的原因 真扯皮起来 还真说不准最后结果 江瑞书搞不懂原告 坚持上法庭的理由 目前情况看来 庭外调解 一样能要到赔偿 没必要非上庭 但是原告的代理律师是情欲 他觉得 不能按常理度知 这人 该不会又想搞事情吧 我不信你没有那个专业能力 说服你当事人 他直接拆穿他 秦玉挑挑眉 江法官对我很自信 以前关注过我 谁关注他了 要不是经常有人 在他面前叨叨他的事 老拿他和他对比 他一点也不想关注他 江瑞书赴匪 前两个案子 秦律师给我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以秦律师的口才 我相信你可以 影响到你当事人的决定 我尊重当事人的决定 江瑞书确定 他真的想搞事情了 你知道上法庭 对他不见得有利 江法官 并不是所有人做一件事 都谋求最大利益 那你们在谋求什么 一个公正 对于一个人到中年 上下无着 需要支撑家庭的男人而言 在大社会下 一时无法达到的公正 比获得足够的赔偿 缓解家庭危机更重要 秦玉眯起眼睛 他敏锐的让人惊讶 几乎一言直击问题核心 对有些人来说 这些在别人眼中 可以放弃的东西 就是这么重要 招闻惜死在所不惜 江瑞书愣了下 回过未来 你们想反歧视 秦玉再次惊讶 但他没有承认 我们的诉讼请求 是要求赔偿 只是这样吗 江瑞书总觉得没这么简单 但见他态度坚决 只能最后再提醒他一句 真上了法庭 我只会看证据 反就业歧视法 对特殊爱好歧视 没有明确规定 到时候 如果你们拿不出 足够说服力的证据 我不会倾向你们 我和我当事人都相信 江法官能公正判决 那祝你们好运 如果你们改变主意 我随时可以安排调解 江瑞书挂了电话 脑子里还在想这桩案子 简单说 这就是一起就业歧视 引发的劳动纠纷 就业歧视案 一般都不复杂 确定歧视事实就能判决 但这个案子 是因为特殊爱好歧视引起的 特殊爱好往往不被主流接受 经常跟变态挂钩 大部分公众 对这类人群抱着偏见 甚至厌恶和畏惧 他自己对特殊爱好人群 倒是没有偏见 不过他以前 没遇到过类似的案子 如果是第一次出现 还可能成为以后 同类案子判决的参考 一旦 你帮我查查 劳动纠纷中的就业歧视案 尤其是 反就业歧视法规定之外的歧视案 刘一旦应了声 过了半天 过来跟他说 反就业歧视法规定外的歧视案不多 我都整理出来了 不过关于特殊癖好 被歧视的案子没有 唯一算得上接近的 是去年一起男同劳动纠纷 江瑞书一看 这个案子的原告 由于性向曝光被开除 起诉公司侵犯平等就业权 但最后败诉 法院给出的理由是 原告证据不足 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公司是因为其性向而解雇他 但这起案子没有参考性 今天这起劳动纠纷的用人单位 当着他的面承认 是因为原告的特殊爱好 而解雇了原告 就歧视这点来说无可置疑 问题在于 反就业歧视法中 对特殊爱好的歧视 并没有明确规定 为了以防万一 他将其他法律法规中 关联的条款重新看了一遍 对此类情况 也都没有明确规定 真是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 将瑞书摸摸下巴 秦玉说诉讼请求是要求赔偿 但他不相信 秦玉的目的只有这个 既然如此 那就 拭目以待吧 另一边 秦玉刚放下电话 又拿起来 给委托人葛义打了的电话 得知他在家 便说要去他家谈谈 随后便独自驱车离开了律所 第三十章 秦先生 葛义家住在一个比较老的片区里 由于巷子比较窄 秦玉没办法将车开进去 只能找了个地方停车 步行进去 刚走到巷口 便看到葛义在一个小卖部门口等着 秦先生 葛义朝他挥手 秦玉看到小卖部里面有几个人 就知道 葛义为什么没有叫他秦律师 在很多人眼中 律师代表着麻烦 他应该不想让人知道他惹上官司 秦玉嗡了声 没放在心上 走到巷子里边上了个坡 右侧的路边有两道阶梯 一道通往一栋一层的平房 地势比较低 一条通往一栋两层的楼房 刚好在平房的后面 但地势较高 完全没被遮挡住 葛义在前面领路 上了后面那条阶梯 阶梯的尽头是一扇铁门 他推开铁门 做了个请的手势 秦律师 李边请 听到动静 屋里走出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女人 秦玉一看 就跟自家不是一路人 更不像是朋友 她的光鲜精致 简直让人相形见处 不由迟疑道 这位是 这是秦先生 秦先生 这是我老婆 葛义妻子将他上下打量了一遍 秦先生 你好 秦玉点点头 你好 我和秦先生有些事谈 你忙去吧 葛义没告诉妻子有什么事 说着领秦玉去二楼 二楼有一个小书房 书桌上摆着辅导书和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全家福 一家五口人 中间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墙角有一个书架 书架上塞满了各种书 最上面那层摆放着一排的奖杯 这说明 这个家里有一个高中生 这个孩子成绩不错 书架上一本本的课外书 说明家里对他很宠爱 不禁止他看课外书 这是我女儿 今年刚考了重点大学 葛义说起女儿一脸骄傲 你们感情不错 宝从小就跟我亲 每次他妈骂他 都要我哄他才好 秦玉点点头 我建议你将一装痞这件事告诉家人 葛义第一反应是看门外 怕家人听到秦玉的话 见外面没人 大大的松了口气 连忙关上门 他上前两步压低声音 问都没问 为什么就断然拒绝 不行 绝对不能告诉他们 这对你有利 告诉他们做什么 让他们出庭作证 那不就意味着 不但瞒不住他们 还要他们当众面对 他有一装痞的事实 那以后街坊林里 岂不是都知道了他 有个古怪的癖好 葛义紧紧咬住牙关 额头青筋突起 呼吸粗重起来 可见心里在做激烈的斗争 不能告诉他们 我父母观念保守 他们根本接受不了自己的儿子 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女人 他们会认为我是个精神病 我老婆也不会接受自己的丈夫 有这种恶心的癖好 我女儿更不能有一个 疑似变态的父亲 他可以面对任何人异样的目光 唯独无法想象 家人看变态一样看他 你妻子很可能已经知道 什么 葛义大惊失色 刚才他看到我的眼神很警惕 似乎怕我的到来 给你和这个家带来麻烦 这说明他多少 已经猜到你遇到了麻烦 但他下意识靠近你 说明他潜意识里信任你 你告诉他 他应该可以接受 葛义的唇抖了抖 你确定 想确定很容易 问问就知道 秦玉看了看门 葛义心里咯噔一下 一个箭步上去拉开门 接着就看到自己妻子趴着门 由于他开门的动作太快 妻子被吓了一大跳 身体也没站稳 差点摔倒 葛义脸色一白 老婆你 小书房的门隔音效果很差 秦玉说话 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葛义妻子在外面基本上都听到了 她是个很传统的女性 生活的中心就是围着家庭转 跟同辈大多数女性没什么差别 而他们的家也普普通通 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烦恼 但日子过得平淡安稳 她觉得很满足 可她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自己丈夫好像有个了不得的毛病 还招惹来了麻烦 她白着脸问 一桩痞是什么 我 葛义说不出口 你那毛病 是不是喜欢穿我的衣服 葛义瞪大眼睛 难怪我的衣服总是开线 宝还说是我胖 原来都是你穿坏的 葛义的嘴张张和和 不知道该怎么启齿 这位葛义妻子看向秦玉 律师姓秦 葛先生的代理律师 秦玉道 确定秦玉的身份 葛义妻子一下子紧张起来 但听说她是自己丈夫的律师 稍稍放松了些 秦玉律师 我家老葛是不是惹上麻烦了 秦玉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看了看葛义 你们先谈谈 我去外面 说着离开了小书房 葛义家门前有一小片平地 由于地势高 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半条巷子 秦玉站在平地的边缘 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小伙子 你是来找葛义的 旁边那户人家走过来一个老太太 见她试个生面孔 虽然不知道她身上的西装 是怎么做到没有一点褶子的 可是看起来真好看 就跟那电视里的明信一样好看 一看就跟巷子那些男人穿的不一样 老太太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神的年轻人 便忍不住过来问话似的 小伙子 你不是本地人吧 老太太断言 我是北方人 那你怎么来这里的 在这边找了份工作 原来是这样 听你口音就不大像 老太太点点头 对这样的情况一点也不意外 就这条巷子里 还住着一些从外地来打工的人 你来找葛义做什么 怎么不进他家门 我是他单位的 这会儿他家有点不方便 让我在外面等等 某人顺口就给自己编了个身份 葛义单位的 那你肯定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吧 一出来就跟葛义他们干的不同 你们都是靠头脑的 不像葛义他们 这辈人都是靠手的 要往上走 只能熬资历 第31章 给你立个人设 秦玉没有否认 接着话题继续问下去 阿姨 您认识葛义多久了 那可久了 二三十年都有了 不说看着他长大的 但他工作 成家我是看着的 还有他家本 就是我看着长大的 您家跟他家关系好吗 好啊 怎么不好 都是老邻居了 葛义两口子都是热心人 在我们这一片 就没有关系不好的人 老太太凑过来小声问 你是不是葛义单位的领导呀 来这里考察他的 这老太太还挺敏锐 秦玉笑而不语 老太太更加认定他 就是葛义的领导 来这里 说不定就是考察葛义的 也难怪他一来 葛义家里就不方便 很可能是要布置布置家里 再迎接他进屋 心里这么认定 老太太的话更多了 我家跟他家 做了二十几年邻居 可以说 除了他自家人 没有人再比我了解他 葛义啊 打小就是个好孩子 可惜成绩不大好 勉强上了高中 后来没考上大学 他就去学了修车 后来好像又去学了修机器 再后来进了现在的单位 才算真正稳定下来 他手艺多 平时经常帮这个帮那个 要是家里儿女不在家 他就帮忙照看老人 性格也好 平时谁闹点矛盾 他也不放在心上 人也仗义 哪家有困难能帮就帮 你要是巷子里问问 很多人叫他哥的 老太太嘴里的葛义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感动中国人物 勤玉露出怀疑的神色 葛义这么好 见他不相信 老太太故意板着脸 不信你去巷子里问问 没人不说葛义好的 勤玉点点头 那我可要好好问问 随后问起老太太家里的情况 我们家两个儿子 平时就我和老头子在家 他们都去外地工作了 幸亏葛义他们家 平时照顾我们两个老家伙 要不然有个头痛脑热 都不知道怎么办 说着又扯到了葛义身上 生怕他不知道葛义有多好 勤玉笑 老太太哀悠一声 小伙子笑起来不得了 我要是年轻个几十岁 肯定追你 就没我家老头什么事了 勤玉马上收了笑容 这时 葛义从屋里出来 眼睛有点红 见秦玉在跟老太太聊天 头没抬起来 秦先生 谈好了 秦玉问 葛义点点头 里面说 葛义 好好招待你领导啊 老太太叮嘱 领导 葛义一脸疑惑 秦律师什么时候成他领导了 虽然不清楚究竟怎么回事 不过这其中肯定是秦律师有什么用意 于是没有问出来 秦律师 你能保证赢吗 葛义再次问了这个问题 我能保证为你争取最大的利益 秦玉看着他 所以 我准备了两套方案 听到秦玉前面那句话 葛义就知道 他的意思是在现有条件下 保证他获得能获得的最大利益 但不一定是帮他拿回工作 他很失望 但也知道 秦玉作为律师 比他清楚如何更有利 接着听到 秦玉后面一句话 他不由愣住 两套方案 你敢不敢让更多人知道 你有一桩痞 葛义瞪大眼睛 让家人接受 他有一桩痞 已经很难 要是让别人知道 但秦玉肯定不会无敌放逝 想到可以拿回工作 他咬咬牙 你想怎么做 秦玉说了句时髦话 给你立个人设 葛义的案子 作为第一起特殊爱好 引起的劳动纠纷 虽然没有经过宣传 但还是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报道一出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舆论中虽有支持的声音 但大部分人都不看好 他打这场官司 还有不少攻击的声音 说他恶心 支持用人单位 一分钱都不付 好在报道里 没有用真名 葛义家人平时也不怎么上网 直到开庭前 葛义家都没受到多少影响 我听说有一些 一桩痞同好者 想来支持葛先生 秦律师 你为什么不允许 他们在开庭前出现 进入法院 赵思雨没有看到 预想中的人群 忍不住问秦玉 出现做什么 给院方施压 这也算是名义吧 可以让院方看到名义 这个案子的胜败 完全取决于法官的态度 若让法官感到被逼迫 即可能判我方败诉 对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 法官会行使自由量裁权 依据法理 习惯等因素判决 葛义这个案子 就属于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 且是没有潜力的情况 胜败就看江瑞书的态度 江瑞书 不见得是那种屈服于压力的人 就算主神法官不是江瑞书 秦玉也不想这么做 一桩痞不被主流接受 太高调 不但达不成表达民意的效果 反而容易引起舆论的反感 秦玉他们刚到法庭外 就遇到了被告一行人 这次单位代表来的 依旧是上次那个陈先生 双方一碰面 陈先生就冷笑一声 鼻孔朝天 巨傲道 就算你胜诉 单位也不会让你回去 你这种垃圾 就应该躲在 见不得光的角落腐烂 陈先生最好跟我当事人道歉 否则我会向法庭 提起你 侮辱我当事人 秦玉凉凉的说了句 陈先生脸色一变 不清楚他这话 到底是真能拿自己怎么样 还是在恐吓自己 但让他跟葛义 无异于把他的脸皮接到地上踩 憋得脸通红 这时 被告律师带为开口 抱歉 我当事人因为见到葛先生 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情绪有些激动 说话不是很中听 不过我当事人说的也是实话 法官能裁定我们赔不赔偿 但勉强不了 我们用不用人 希望葛先生 还是早点接受现实 不愉快的事 接受现实 秦玉看着被告律师 嘴里说着道歉 却一点道歉的意思也没有 话里话外 都意图打击葛义 果然葛义脸色很不好看 虽然秦玉做了两手准备 但被告律师说的话也有道理 法官还能强制单位用什么人 秦玉道 不愉快的是 是陈先生调戏女同事被撞见 还是陈先生抢别人的功劳被举报 第32章 狮子大开口 陈先生脸色一变 脱口出 你胡说 他平时喜欢跟女同事调笑 搞点小暧昧 占占小便宜 但绝对不是调戏 至于抢别人的功劳 一般部门立了功 部门领导 不管有没有做贡献 都会占大头 但这些是不能明说 摆上台面 只会让他脸上更难看 他只能生生咽下了这口气 走 葛毅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秦律师 我听说单位那个律师很厉害 跟你一样 从来没有败诉过 哼 杀气满满 跟我一样 葛毅马上缩起脖子 求生欲满满的 过了一会儿 还是忍不住小声嗶嗶 我还听说是从大律所特地请来的 秦玉面无表情看着他 你觉得我会输 没有没有 葛毅连忙摆头 你最好调整好心态 敢拖后腿 我会让你知道 得罪一个律师有什么后果 秦玉冷声警告 葛毅抱紧胖胖的自己 那我该怎么做 秦玉的目光如锋芒 不论何时 抬头 不要闪躲任何人的目光 葛毅微微一正 只要这样嘛 不过 他已经有多久没有抬起头 无惧无畏地面对别人的目光了 哪怕是那些不知道他一装痞的人 在看他的时候 他心里总是心虚害怕的 怕稍不注意别人就发现自己不正常 好生吸了口气 他抬起头 将刚才的担忧都抛到脑后 跟着走进法庭 审判长 原告要变更诉讼请求 刚开庭 秦玉就扔了个地雷 姜瑞说 变更什么 原诉讼请求 是要求被告以两倍工资赔偿原告 但我当事人 在过去12个月中的实际平均工资 不是9967元 而是15092元 所以被告应当赔偿我当事人 30万01840元 另外 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 共计赔偿40万01840元 姜瑞叔忍不住看他 原告的工资 什么时候涨了 还要精神损失费 张口就比原来多了一大半的赔偿 他还真敢开口 被告那边也被他的狮子大开口惊住了 40万 不是4万 他是疯了吗 当他们是提款机吗 想钱想疯了吧 被告代表冷哼 被告律师却皱起了眉头 有点摸不准情欲什么意思 在法庭上所要赔偿 可不是市场买东西 漫天要价 坐地还价 姜瑞叔倒是有点明白他的用意 如果真能拿到这么多赔偿 原告就不会那么在意 能不能回去工作 虽然听起来很夸张 但他应该不会没凭没据随口张来 于是问道 原告方 根据你们之前提交上来的证据 原告的基础工资 共9967元 按照劳动合同法47条规定 经济补偿 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 向劳动者支付 如果用人单位是非法辞退 则双倍支付经济补偿金 你这个赔偿是怎么算来的 秦玉道 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 因为职工本人在本单位 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 经济补偿的月工资 按照劳动者应的工资计算 包括计时工资 或者寄件工资以及奖金 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 审判长 我没说错吧 没错 在我当事人被辞退前 他所参与的工程已经收尾 根据被告内部的规章制度 我当事人在工程结束后 可以获得61500元的奖金 所以他在过去12个月 平均工资应该是15092元 秦玉取出一份打印件 这是合同和被告内部 对参与项目讲成的相关规定 如果真如秦玉所言 那单位就要陪大发了 被告律师连忙低声问被告代表 怎么回事 被告代表一脸不高兴 他都走了 哪还有什么奖金 工程款现在也还没收到尾款 哪来的钱给他 怎么不要给 只要葛义参与并完成了工程 就能按照单位内部规章制度 获得奖金 这个奖金不会因为他被辞退而不存在 跟工程有没有收到尾款 也没有关系 葛义没想起来还好 一旦他追究 那就得给被告律师的脸色一下子有点不好看 千算万算没算到披露出在几方身上 江瑞书问道 之前为什么没提出 我当事人被辞退的时候 被告以工程 以离港 无法获得奖金 欺满我当事人 导致我当事人以为拿不到这笔奖金 所以没有提及这笔奖金 江瑞书微微皱眉 这种情况的确很多 用人单位为了不给钱 就说离港后不能获得奖金 甚至很多用人单位 在赔偿被辞退员工时 只算基础工资 不算工龄工资 补贴和各项福利 实际上 这些都应该算在员工的基本工资内 为什么还增加了精神损失赔偿 他问情欲 但心里很清楚 情欲就是为了给原告多争取赔偿 今年6月18日上午 我当事人像往常一样上班 由于施工时不方便携带手机 他像其他同事一样 将手机交到统一的物品保管处 在接了一个电话后 他将手机放回物品保管处 此时手机处于解锁状态 随后被同事私自翻看 看到了他保存在相册里穿女装的照片 这个同事发现这些照片 大量复制 并传给了其他人 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当事人喜欢穿女装 说到这里 格宜感觉到各种异样的目光落在身上 不论何时 抬头不要闪躲任何人的目光 他握紧了拳 在看不到的地方 微微颤抖 没错 他只是喜欢穿女装 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没道理 不能清清白白做人 这么想着 他抬起头 挺起了胸膛 情欲的余光 注意到他的动作 没什么表示 继续陈述 由于被告保管不当 导致我当事人的隐私外泄 且照片外撰后 被告相关领导并未制止 任由留言重伤我当事人 甚至主动散播侮辱性言论 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冷然地射向 被告席上的陈先生 陈先生被他看得下意识缩了缩身体 心里发虚 情欲收回目光 继续往下说 导致我当事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 受到极其严重侵犯 给我当事人造成极其严重的精神损害 故增加精神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 江瑞书将他看陈先生的那个眼神看在眼里 嘴角抽了抽 这个陈先生 当着他的面就说 原告是变态 私底下还真不知道说的话有多难看 他将视线转向被告 被告 你们对原告提出的这两点赔偿可认同 第33章 和解失败 审判长 由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 被告需要重新答辩 申请延期审理 被告律师果断道 江瑞书一点也没意外 看被告那边的反应 显然对原告所要的两点赔偿都没准备 至少第一项赔偿大幅增加 这点没有准备 由于被告需要重新答辩 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现在休庭 他敲了敲法锤 秦律师江瑞书喊住要走的秦玉 秦玉抬头看他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开庭 才给我证据 审判长 不是我每次开庭才提交证据 而是每次开庭前才找到证据 秦玉平静道 江瑞书深深看着他 我不会每次都相信你 秦玉也看着他 好 离开法庭 葛义有点忐忑地问 法官是不是对我们印象不好了 没有 他只是嫌麻烦 秦玉的回答淡淡的 嫌麻烦 葛义想了想没明白 干脆抛开这个问题 那边律师要求延期 会不会想办法推翻我们的证据 白纸黑字推翻不了 不过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有行动 要么想办法证明过错在你 最多给你那六万块奖金 要么庭外和解 葛义的肩膀垮下来 所以单位还是不会给我工作 这要看你的选择 是什么选择 葛义很快就知道了 过了几天 被告律师打来电话 表示希望庭外和解 这次只有被告律师一个人来 是对方主动到大安律所来见面 葛义来得比较晚 秦玉让人将被告律师 先安排在会议室 等葛义到了 才跟他一起过去 秦律师 葛先生 你们总算来了 被告律师一脸职业的笑容 起身分别跟两人握手 秦玉没在意 他掌握主动的说话方式 随意地握了握手 坐下开始闭目养神 葛义见他不说话 也没有擅自开口 被告律师一看就知道 秦玉是主导 见他不开口 笑了笑 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 推到葛义面前 葛先生 单位核实过你的情况后 愿意把奖金发放给你 按照两倍补偿来算 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 就在这上面签个字 我们就不用上法庭了 不多不少 正是秦玉在法庭上提出的 30万01840 比第一次给的2万 已经翻了15倍 但没有精神损失赔偿 秦玉瞥了眼 精神损失费呢 被告律师一笑 我们认为 不应有这个精神损失费 毕竟这整件事的起因 主要还是葛先生 不变其耻的爱好 葛先生并非毫无过错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葛先生离开单位 也是最好的选择 真好笑 你们不自省自己管理不利 反而怪我当事人 没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秦玉吃了生 照你这种说法 女人被强 兼 不应该怪犯罪 没管住自己下半身 也不应该怪国家 没搞好治安 而应该怪他们 大半夜出门 传着暴露 没有保护好自己 被杀害的死者 不应该怪犯罪想杀人 应该怪死者太弱 被冤枉的人 不应该怪强权霸道 应该怪自己无权无势 郑律师这样的人 如果总是打官司打输 是不是应该怪别人太强 而不是自己太菜鸡 被告律师慢慢收了笑意 秦律师 我希望能心平气和地 跟你们沟通 你是葛先生的律师 应该知道 怎样对他更有利 真到了法庭上 法官也不见得 会支持你们主张的精神损失费 法官也不见得 不会支持我们的主张 正因如此 庭外和解 需要双方各退一步 我没有看到你们退步 这三十万 是我当事人应得的 不是你们施舍的资本 见他不肯退让 被告律师将视线转向葛律 葛先生 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 和解对你是最有利的 如果继续打官司 案子可能拖上半年一年 我们可以等 但你能吗 葛律的确不能等 他积蓄很少 又失去了工作 全家靠他 案子拖上几个月 他根本承受不起 葛一神色变换 犹豫了很久 最终将目光投向情欲 被告律师马上到 葛先生 你可能不了解 我们律师打官司 设计资金越高 抽成越高 不是每个律师 都会为自己的委托人 做出最有利的考虑 别说的你做律师 是为了舍身成人 你这趟出来 被告没付钱 你们想拖延开庭 也要看我答不答应 听他这么说 被告律师不确定 他手上是不是 还有底牌没录出来 决定速战速决 葛先生 如果你答应 就在上面签字 钱今天就打到你账户上 只有拿到手的钱 才属于自己 葛一沉默了很久很久 被告律师又道 葛先生 有了这三十万 你能马上缓解 家庭经济压力 开始新的生活 对你百利无害 希望你不要为了 无法保证的 葛一慢慢抬起头 直勾勾看着被告律师 所以呢 什么 被告律师看着他 不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你们给了我 本该属于我的三十万 所以我要失去自己的工作 我要被人随意羞辱 变成别人口中的变态 这三十万就买断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 你们一点歉意都没有 我不接受你们的补偿 不 这不是补偿 而是赔偿 这是你们欠我的 葛一豁然起身 请律师 我要打官司 继续打下去 我要他们道歉 被告律师不悦地皱起眉头 葛先生 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 虽然你们在法庭上提了四十万赔偿 但法官不一定会支持你们 而你再闹下去 知道你那样爱好的人就越多 对你越不利 那又怎样 葛一大声道 我葛一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 我凭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做人 葛先生 希望你最后再冷静地认真地考虑考虑 否则只能法庭上见 那就法庭见 被告律师收起和解书 唇边犯起一抹没有效益的笑 那么法庭见 第34章 无可奉告 被告律师一离开 葛一的气势马上泄了一大半 有点不确定地问 秦律师 我是不是太冲动了 如果你后悔 我可以叫被告律师回来 你不想出面 我可以去谈 秦玉一点也没觉得为难 争取利益的过程 就是不停地扯皮 结果比过程更重要 葛一想了想 摇头 后悔的确有一点点 但更多的是气氛 整整十年 他兢兢业业地在单位干了十年 没犯过错 就因为他有个特别的爱好 断然开除他 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他 如果不是秦律师 他只能拿到两万 他突然有点心灰意冷 再坚持下去的意义大吗 我拒绝和解 他们是不是会想办法证明 过错在我 对 但这个过错是否成立 直接由法官判定 所以你必须争取法官的好感 那将法官 会不会对我这样的人有偏见 听秦玉这么一说 葛一紧张起来 他不是个会讨好人的性格 更别说要跟法官打交道 他 秦玉想起休庭后 江瑞书对自己的警告 微微一审 你只要如实表达心中所想即可 此时 江瑞书刚结束一个庭审 回到办公室没一会儿 就接到被告律师的电话 说是想查阅案卷 顺便跟自己谈谈 江瑞书看了看 自己下午的工作安排 有一个离婚案的开庭 案情不复杂 应该不会拖太久 于是就跟被律师说 下午四点左右应该有空 你看可以吗 那边一口答应 江瑞书已经不记得 自己经手过多少个离婚案 但像这次原被告双方 依依不舍的 还是第一次遇到 原告是女方 温文秀气 二十八九的模样 穿了身白衬衫黑长裙 很是知性 被告是男方 五官端正 高高大大 三十岁的模样 一身挺瓜的白衬衫黑西装 浑身透着精英气质 两人的情绪都比较低沉 又像去参加葬礼似的 江瑞书翻过两人的案卷 忍不住长长的叹了口气 他们是在国外留学时的同学 两人相恋数年 毕业回国后就结了婚 婚后两人过得很幸福 问题出在孩子出生后 由于夫妻俩都有工作 无暇照顾孩子 请保姆又怕不够静心 便接了丈夫的母亲 来帮忙照顾孩子 母亲是很乐意的 对孩子也的确很静心 但是随着熟悉起来 母亲和年轻人之间的代沟逐渐暴露 最开始是生活习惯 这些磕磕碰碰妻子可以理解 毕竟老人家 但他无法忍受婆婆对孩子的无原则溺爱 两人在对孩子的教育上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最终这个冲突无法消灭 夫妻俩在感情被磨灭前 果断离婚起诉时 丈夫主动当被告 说被告听起来更像过错方 他不想让妻子 承担这个错过方的名义 财产分割也毫无意义 孩子的抚养权给妻子 家中的大房子给妻子 一次性给予妻子六十万存款 除了一辆代步车 几乎净身出户 庭审全程没有争吵 丈夫还一直叮嘱妻子 要照顾好自己 妻子也毫无怨怼 只是含泪点头 姜瑞叔不确定他们选择离婚 究竟看到了继续下去 会一地鸡毛的未来 所以理智的选择 在关系上好时结束关系 还是为了避开家庭矛盾 战略性的离婚 姜瑞叔希望是后者 可是离了婚 没有婚姻关系的约束 很多事都会变得无法预测 人心更加一变 人有时候 就是这么注重名分 没有了名分 有人一息之间 就从忠贞不二变成花心浪 档子 曾经的诺言抛之脑后 也有人为了一个名分 甘愿忍受没有感情的婚姻 一辈子耗在一个 不爱自己的人身上 祝你好运 判绝后 姜瑞叔对女方说道 祝你初心不改 随后他对男方说 祝你们未来 依旧拥有幸福 他对两人说 女方一下子泪崩 男方给已经成为前妻的女人 失去眼泪 眼角微红 最后跟姜瑞叔说了声谢谢 回到办公室 姜瑞叔看着满桌子的案卷 发了一会呆 靠着椅子 随手拿了本书盖在脸上 姜法官 你是不是不舒服 刘一丹见他不大对劲 忍不住问了句 姜瑞叔拉下书本 淡淡笑了笑 没有 只是有点累 那你要注意休息 晚上不要太晚 一会儿我给你泡一杯枸杞 补补元气 谢谢 姜瑞叔抹了八脸 打起精神 看着满桌子的案卷 都要要开庭审理的案子 数数自己手上 还有好几个判决书没写 真是头大 姜法官 劳动纠纷案的罗律师来了 下午四点 刘一丹领着人来到办公室 姜瑞叔看了他的证明材料 和委托书 确定无误后 将案卷交给他 姜法官 我听说 你是C区民事庭里 办案最快最多的法官 被告律师 飞快翻阅了案卷 见他满桌子的案卷 便顺势起了话头 姜瑞叔礼貌地笑了笑 不至于否 罗律师 你还想了解什么 被告律师叹了口气 其实我们这边 是希望和解的 今天上午 我还带了和解书 去跟原告谈 委托人愿意满足 他三十万的 二倍经济补偿 可惜葛先生拒绝了 你们想让我安排调解 被告律师 没想到他是这么个反应 不过很快想到 姜瑞叔手上案子多 能庭外解决的 肯定不想开庭 也难怪能办那么多案子 他叹了口气 语气有些无奈 可先生和他的律师 态度很坚决 恐怕不会接受调解 下周才开庭 只要你们想调解 我会尽力安排 我回去再跟委托人 商量一下 如果要安排调解会 尽快跟姜法官说 姜瑞叔点了点头 罗律师还想了解什么 被告律师看着他 微微一笑 关于案子的没有了 不过姜法官 我能冒昧地 问个私人问题吗 姜瑞叔直夜微笑 既然冒昧 那还是不要问了吧 被告律师 姜瑞叔看着他 瞬间僵硬的表情 继续微笑 罗律师还有别的问题吗 在他的微笑注视下 被告律师 有一种张不开口的感觉 我看他想问 你有没有男朋友 你不知道 他来找你之前 一直在旁敲侧击打听你 等被告律师离开 刘一丹送了一杯枸杞茶过来 同时开启八卦小雷达 姜瑞叔喝了口茶 我觉得 他想问我的偏好 然后投其所好 你别忘了他现在的身份 刘一丹恍然 他想知道你对原告的态度 或者说 你对原告那样的人群 是什么态度 回答正确 没有鸡腿 刘一丹看着他 那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姜瑞叔一口气 咕嘟咕嘟喝完枸杞茶 长长地输了口气 这才分了个眼神 给眼巴巴的八卦小雷达 露出他的职业微笑 无可奉告 第35章 心理问题 过了一周 劳动纠纷案二次开庭 开庭前 姜瑞叔接到刘一丹的电话 说旁听席坐满了 门口还站着一些没座位的人 说也是要旁听 一瞬间 他都有点怀疑 刘一丹是不是搞错法庭了 他去的是劳动纠纷案的审判庭吗 要知道公开的庭审 市民只要带身份证登记 就能随意旁听 但大多庭审的旁听人员都不多 只有大案和热门案子 才会出现旁听席满员的情况 怎么那么多人 刘一丹道 多了两家媒体 有些是牧民来旁听的市民 还有些好像是原告和被告那边的人 他们说是特地来旁听的 姜瑞叔更差异了 被告叫人来旁听他能理解 但原告也叫了人来旁听 他不介意自己的喜好 被人知道了吗 换个大的审判庭 好的 过了一会儿 姜瑞叔和两名陪审员一起进法庭 果然发现满员了 原告席上 隔一紧张地快要出汗 旁听席里有他的街坊邻居 都是平时关系很好的人 人群里还有他以前的同事 他没去问他们 是自己来的 还是单位叫来的 但此刻他不敢抬头去看他们 他能明显感觉到 旁听席里头来的异样目光 他感觉呼吸有点困难 开始不确定自己这么做 到底对不对 值不值得 如果他老老实实拿了单位 给他三十万 只要离开单位 不跟单位的人碰面 就不会有人知道他那样的爱好 可以向个正常人继续生活指示 他不甘心 不甘心就像条狗一样 被扫地出门 不甘心从此挺不起腰 畏手畏尾活在阴影里 好似变成了见不得光的生物 明明 明明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现在开庭 法锤响起 冷清的女生将他拉回现实 审判长 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两项主张都不认可 被告律师一开口就否认了原告的全部主张 葛义马上坐直了身体 紧紧盯着被告律师 脸色愈发绷紧 原告要求二倍经济赔偿 共计三十万零一千八百四十元 这一赔偿标准是在职工非过错 而用人单位非法辞退的情况下才成立 但在本案中 被告辞退原告并非无缘无故 而是因为原告给被告带来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 故将其辞退 葛义这个特殊爱好不在法律明确规定中 被告律师前些天也没搞清楚 姜瑞书对这一人群的看法 但他研究过姜瑞书判案的风格 感觉姜瑞书可能不是思想保守的那类法官 如果他对原告表现出太强烈的偏见 肯定会引起他的恶感 于是他没有直接说葛义存在重大过错 而是说葛义给单位带来了负面影响 不合适在工作下去 这个理由是完全成立的 就精神损害这一主张 被告的确有管理不利的地方 但主因还是在原告身上 在同事们看到他的照片 他没有进行澄清和解释 也没有报告领导及时处理 而是跟同事发生冲突 最终导致错过了澄清问题的时机 被告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但原告所要的赔偿不符合实际情况 请审判长不要纵容这种 狮子大开口式的索赔行为完毕 不得不说 被告律师的策略很聪明 管理不利这点上无法推脱 索性不推脱 但将主则归到原告身上 不但争取法官的好感 到最后单则也赔不了多少钱 至于姜瑞书到底有没有好感 姜瑞书脸上看不出情绪 将视线投向原告席 秦玉道 审判长 原告方要询问被告代表人 听要询问自己 陈先生抬起一张扑克脸 冷哼了一声 秦玉没在意他的态度 夺不到他身边问道 陈先生 请问你平时如何着装 陈先生看了他一眼 昂起头 衬衫西裤 你认为 男性的最佳着装是怎样的 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不过总该像个男人的样子 他一有所指 这么说 你不认同男人穿女人的衣服 将自己打扮成女人 我想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认同 男人穿男人的衣服 女人穿女人的衣服 这是普世默认的规则 所以 你认为一装痞是不健康的癖好 陈先生写了演员告习 一装痞是心理问题 本来就不健康 所以再贵单位 职工有不健康的癖好就会开除 当然不是有点不良癖好就开除 抽烟喝酒这种 只要不耽误工作 就无伤大雅 我当事人 可曾因为一装痞 耽误工作 他那样 你只要回答有没有 秦玉打断他 没有 那我当事人 可曾造成重大失误 或者无法胜任他所负责的工作 没有 陈先生说得很不甘心 马上说道 但是他 那么 在我当事人 既没有影响工作的癖好 也没有犯错失职 更没有无法胜任工作的情况下 贵单位为何辞退我当事人 秦玉再次打断他 他那个癖好 是有心理问题的 有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 经常待在你身边 你不怕吗 谁也不知道他以后 会不会更严重 做出可怕的事情 来伤害大家 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考虑 单位 只能辞退他 陈先生不再张口闭口说变态 只说 格亿有心理问题 显然受到了指点 在很多人看来 心理问题 精神病 甚至就等于精神病 身边有个无法预料的精神病患者 谁心里没点排斥的想法 秦玉瞥了眼被告律师 抽出一份资料 在这里 我想做个科普 易装癖 transvestite fittism 准确说叫恋悟性易装症 是恋悟症的一种特殊形式 表现对易性衣着特别喜爱 反复出现 穿戴易性服饰的强烈欲望 并付出行动 由此可引起性兴奋 和达到性满足 说到这里 法庭里发生了轻微的骚动 格亿感觉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其中大多是异样的目光 他低下了头 不敢去面对这些目光 秦玉没管他 易装癖的形成主要有三个 其一是对于两性关系 有惧怕和忧患心理 穿上易性服装后 这种症状会消失 其二是在小时候 受环境影响 对自身的性别辨别不明 比如 父母经常给男孩穿女孩的衣服 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孩子的心理 其三是 母亲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 十分宠爱 父亲比较严厉 孩子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多过父亲 于是心理将女性特征神圣化 进而产生渴望 在他的娓娓到来中 法庭变得格外安静 只有他的声音 我们可以看出 易装癖的确是心理问题 但是 从成因和表征看 易装癖没有攻击性 第36章 意图 很多人露出了沉思的神情 排斥源于畏惧 畏惧源于无知 但当人们开始了解本质 知道这并不可怕 心中的畏惧和排斥 便会逐渐消散 其实 现实中大部分人都存在心理问题 受限于学历 只能在出卖体力的底层人群 会因为沉重的生活压力而绝望 身居高位执掌权柄的上层精英 会因为高强度的压力而教育 既要照顾家庭 又要兼顾工作的女性 会因为生活太辛苦而抑郁 既要养老 又要养小的中年人 会因为经济压力太大而焦虑 漂流在大城市 工资永远涨不过房价的年轻人 会因为看不清前路的未来而迷茫 但现实里 很少有人会因为心理问题而犯罪 易装癖也一样 有心理问题 不意味着有犯罪倾向 易装癖者拥有正常的治理 正常的情感 正常的自我认知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易装癖者具有社会危害性 秦玉目光灼灼看着陈先生 被告以我当事人有心理问题 会伤害到他人唯有辞退他 没有任何依据 但这也不能证明 原告一定没有危害性 被告律师马上道 这话听起来没毛病 但是 谁能保证别人一定不会做坏事 很多人连自己都无法保证 秦玉瞥了他一眼 回头看审判席 审判长 原告方申请传唤证人徐女士出庭 这次证人出庭是事先申请过的 姜瑞疏导 传证人上庭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了法庭的入口 只见一个六十多岁精神绝授的老太太 在法警的引导下走进法庭 坐到了证人席上 老太太坐下后 转了转视线 有些好奇地打量法庭 请您先自我介绍 秦玉跟他道 我叫徐良帝 退休居民 是葛义的老邻居 老太太答道 秦玉点点头 请问您跟原告 也就是葛义 认识多久了 快三十年吧 老太太想了想 他家搬到我们那片区后 跟我家一直是邻居 我记得他那时候刚上中学 在您印象里 原告一家的关系如何 他们家关系可好了 葛义爸是个硬脾气 他妈正好相反 是个软和人 不过他爸听他妈的 两人很少吵架 葛义跟他妈打小关系好 后来葛义结婚 他妈就把家里的事 给儿媳妇操持了 他老婆对他爸妈也很好 换季都给老人买新衣服 好东西都先紧着老人 没见过他家闹大矛盾 也就是说 原告的家庭关系很和谐 对 在您印象里 原告是个怎样的人 热心 葛义他们一家子都是热心人 葛义受他爸妈影响 也是个乐意帮助人的性子 平时谁家里有个困难 他都是能帮就帮 像我们家这样 儿女不在身边的 有什么事叫他 他都会过来帮忙 葛义这人也很讲义气 在我们那一片 年纪比他小的都叫他哥 年纪大的也喜欢跟他玩 人缘可好了 在您认识原告近三十年里 原告有没有做过什么 触犯法律或者道德的事 老太太宁眉想了许久 她有次带着一群小伙伴 往人家粪池里扔鞭炮 把人家的粪池炸了 人家还在厕所里 被炸得满屁股时 裤子都来不及 提就跑出来了 秦玉 姜瑞书 所有人 这描述太有画面感了 还自带气味 葛义满脸通红 这种黑历史 竟然在法庭上被翻出来 这丢人 真是从小时候丢到中年了 秦玉倾咳了声 除此之外呢 老太太摇头 都是普通老百姓 还能做什么违法的事 小毛病谁都有点 说不上道德问题吧 葛义这孩子 我看着成人结婚的 我不相信他是个坏人 谢谢 我的提问结束了 秦玉请老太太下去 随后她又申请了 两个证人上庭 一个是年纪跟葛义 差不多的老街坊 一个是葛义家 所在片区的居委会委员 秦玉对他们 进行了同样的提问 得到的回答 跟老太太都差不多 秦玉问完后 再次看向姜瑞书 审判长 原告方申请传唤证人刘女士 她要全方面的证明 原告不具备社会危害性 反驳被告辞退原告的理由 继而支持原告无过错的主张 姜瑞书已经明白她的意图 她的策略很正确 而这最后一个证人 她看了看被告席 被告律师脸色紧绷 应该也猜到了她的意图 传证人上庭 走进法庭的 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 刚走进法庭 感觉所有人都在看自己 她有点紧张 双手拽紧了衣角 但不知想到了什么 高高地抬起了头 大步走上证人席 请证人自我介绍 刘雪梅 家庭主妇 原告可义的妻子 说到原告妻子的时候 她的腰挺得很直 接受来自四面八观的目光 你们结婚多久了 二十年龄三个月 就这二十年龄三个月的相处 请你用简单的词汇 对自己的丈夫做一个评价 忠诚 可靠 孝顺 疼孩子 热心 正直 每一个词 她都略有停顿 说得很慎重 你们夫妻关系如何 平时有些小吵小闹 没有大矛盾 她从来不计仇 没一会儿就乐呵 老喜欢逗我 我们家宝 说她是金鱼记忆 其实我觉得她是脸皮厚 她与父母关系如何 她对父母很孝顺 以前父子俩偶尔会超吵 这些年二老年纪大了 她怕老人家一个气不好 把脾气都收敛了 凡事能让着就让着 关系比年轻时要亲密 她与孩子关系如何 她很宠孩子 在家里我是严母 她是慈父 孩子更黏她一些 如果让你给葛先生 分别作为丈夫 儿子和父亲打分 你打多少分 秦玉转身 看向原告席上的葛毅 葛毅一下子紧张起来 下意识坐直了 葛毅妻子看过去 跟葛毅的视线对了个正正 作为儿子 我给90分 作为父亲 我给95分 作为丈夫 我给80分 原本可以给90分的 可是他隐瞒了我一件事 因为他隐瞒了一桩痞这件事 对 你是否知道 什么是一桩痞 知道 秦玉看着她 你能接受 她有一桩痞吗 第37章 为什么 葛毅妻子沉默了很久 说实话 很难 我没法想象 自己丈夫有这种癖好 知道后我有过很怀疑 有这种癖好的人 是不是心理变态 他这些年的好儿子 好丈夫 好父亲形象 是不是装的 现在呢 我偷偷去查过信息 还找过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告诉我 这种癖好 是心理问题造成的 但不是我想的那样 其实我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他好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癖好 可是我后来想 他有这个癖好 肯定也很不好过 怕别人知道 还要防着自己最亲近的人 他这些年 肯定一直在担心害怕 怕我们知道后 把他当成变态 当成精神病 这种滋味肯定很难受 如果我有这样一个 不能说的癖好 肯定很难受 想到他这些年担惊受怕的 我心里就难受 说到这里 他低下了头 捂住了脸 我应该早点发现 早点帮他分担 这样他就不会过得那么辛苦 法庭里格外寂静 没人能体会 一个女人突然发现 自己丈夫一丝变态 内心经历过多少挣扎和彷徨 最终基于多年的信任 他鼓起勇气 重新认识自己的丈夫 了解他 接受他 帮助他 格逸低头用衣袖擦了擦眼泪 旁听洗礼 也有一些听众红了眼眶 谢谢 我的提问结束了 秦玉向他点点头 我可以再说几句话吗 格逸妻子问 秦玉看江瑞书 江瑞书点了点头 格逸妻子看着格逸 我知道你因为这个癖 丢到了工作 还是想回去工作 怕没了工作 家里断了经济来源 可是再回去 日子肯定不好过 我不想你那样委屈自己 宝儿已经考上大学 我不用再陪读 以后可以跟你一起工作养家 胜诉也好 败诉也好 我等你回家 格逸没忍住眼泪横流 审判席上的陪审员 也无不动容 明显被感动到了 如果说前三个证人 只证明了原告的无害 还不能消弭 人们对义装痞的恶感 那么 秦玉用原告妻子 打的这张感情牌 直接击中人们心中 最柔软的地方 没什么比亲情 更有包容一个人的瑕疵 在亲情的包装下 原告从恶心的义装痞者 变成了隐忍痛苦的丈夫 儿子 父亲 被告律师 向秦玉所在的位置看了看 真是好手段 不过 被告是否要询问 姜瑞书问道 不询问 等证人离开 被告律师微微一笑 起身走向审判席 审判长 这是一份 由单位职工 集体签字的意愿书 一致认为 原告败坏了单位风气 希望何义亭判决时 能考虑群众的意见 法庭里发生小小的骚动 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 穿什么是个人自由 他人无权干涉 但如果别人觉得无法接受 不愿意跟一装皮着一起工作 那就不能只尊重个人意愿 个人意愿 要服从集体意愿 这份意愿书 一下子戳在了葛义的死穴上 葛义浑身冰冷 脑海里闪过一个个熟悉的脸孔 真的所有人 每一个认识的同事 都签了字吗 秦玉马上起身问 这份意愿书有多少人签字 是否超过职工大会 有效表决的人数 超过50% 被告律师微笑道 这个表决由谁发起 职工代表 意愿书上有名单 秦玉没在提问 审判长 我要用一下投影 做什么用 展示一些图片 跟被告提交的意愿书 有所关联 姜瑞书点点头 投影步缓缓降下 秦玉连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点开桌面的一个文件夹 双击第一张图片 跳出来一个 以漂亮著称的女明星的映照 映照里 女星穿着干练的黑色西装 梳着男士大背头 眼神犀利 气场强大 在座很多人 应该知道这个女星 庞庭席里很多人点头 这位女星出演过诸多热播剧 广告也遍地开花 不追星的人 就算不知道她的名字 也认识她这张脸 这张映照 是否让在座各位感到不适 庞庭席里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她问这个做什么 难道她是女星的黑粉 要来个现场抹黑 不能吧 这张映照的妆容 穿搭和气质 都格外的出色 让女星的美艳的容貌 多了几分英气 不是粉的人看了 都有被聊到的感觉 他们纷纷摇头 秦玉看向审判席 能否请审判长 发表一下评价 将瑞书看了看她 将视线转到头影幕上 给了一个重肯的评价 很棒的照片 秦玉点开第二张图片 第二张 是一个著名女歌手的接拍照 照片里 她剪了极短的短发 格子衬衫搭英文背带裤 脚上 蹬着一双圆头小皮鞋 神情慵懒 像智眉睡醒的猫 第三张 是一个网红博主 惯会穿男朋友的衣服 她的男朋友穿搭风 在网上很红 照片里 正是她绅士帽搭西装的 一个经典造型 第四张 是一个不知名女孩 男友衬衫搭牛仔裤 塞着耳机 造型简洁帅气 第五张 第六张 第七张 二十张照片 每一张的主角都不同 有明星 有素人 年龄层跨度很大 但有一个共同点是 他们都是中性打扮 以上所展示的照片中 有没有哪一张 让各位感到不适 秦玉问道 众人面面相去 摇了摇头 几乎全都是穿搭经典 时下流行的风格 就算不欣赏中性风 也谈不上不是 那真的很奇怪 女性可以自由地 穿搭男性服装 甚至中性风盛行 看到穿着男性服装的女性 我们会大方地 去称赞她们 酷 好看 帅气 但男性穿女性衣服 却会被认为是一种 无法启齿的情况 恶心 变态 精神病 败坏风气 各种侮辱性的词汇 都施加在 穿女装的男性身上 为什么 是法律没有赋予 男性选择服装的自由 还是道德 禁止男性 穿女性的衣服 第38章 我不是怪物 法庭里一片寂静 为什么 法律规定了吗 没有 法无禁止皆可为 法律没有规定 每个人应该怎样着装 道德不允许吗 没有 一个人穿什么衣服 并不能决定 这个人人品好坏 更不代表他道德有问题 那是为什么 一群人狂欢般的 给一个无害的人定罪 仅仅是因为 这个人 有个让人不适的爱好 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众人心头一灵 仔细一想 格义这件事 还真是这样 可是这话背后的含义 却是越想越觉得可怕 这时 秦玉又道 审判长 我要询问当事人格义 江瑞书看了他一眼 道 原告上前来 格义深吸了口气 紧张地站出来 秦玉走到他身边 格先生 你在单位熟悉的同事多吗 本部门的同事都熟悉 不过单位人多 其他部门经常打交道的 会比较熟悉 但大多是点头之交 算不上熟悉 秦玉走到审判席前 审判长 我能否看一下医院书 江瑞书将医院书递给他 他微微汗手 翻开第一页 递到格义面前 签字的职工中 你认识多少人 格义一页 一页地翻到最后 或许是没有看到 某些名字在里面 压在他心头的郁闷 消去了很多 大部分认识 不过很多人不熟悉 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单位人多 不是一个部门的人 知其名不熟悉人很正常 也就是说 这份医院书上 大部分人跟你不熟 对你谈不上了解 是的 说吧 秦玉将医院书还给江瑞书 又走到格义身边 问道 格先生 被一群既不了解你为人 也不曾亏待过的同事排挤 感受一定很不好吧 是 格义的声音沉闷了很多 如果给你一个 让别人了解你的机会 你愿意展示自己吗 展示自己 格义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心里一抖 下意识想退缩 但下一刻 就对上了秦玉深不见底的毛子 隐藏的锋芒逐渐斩露 不容他有丝毫退缩 这是他唯一争取法官好感的机会 也是唯一为自己证明的机会 他深吸了口气 握紧了拳 用力点头 我愿意 请你陈述自己此刻的想法 格义再次深吸了口气 手指按住封衣的领口 开始解扣子 看到他脱衣服 将瑞书吃了一惊 不止他 两个陪审员也被吓了一跳 他他他 他想干什么 当庭耍流氓吗 住手 脱口而出的瞬间 格义脱下了封衣 露出了里面的着装 他里面穿的是一条紫红色低胸 包臀连衣裙 花 法庭里一阵轰动 格义是面对着审判席站 旁听习的人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但这也不影响他们判定 格义穿的就是女装 就是裙子啊 他疯了吗 这是法庭 不是他家里 他到底要干什么 江瑞书张了张嘴 一时找不到自己的语言 说实话 他是第一次看到活的一桩皮折 不过好歹经常在网上看到 各种重口味的妖魔鬼怪 对女装大佬这种生物不陌生 所以还比较镇定 旁边两个上了年纪的陪审员 就有点接受不良了 他看到陪审员们 嘴里都能塞进鸡蛋 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原告的行为是在藐视法庭 被告律师猜到格义的意图 虽然他觉得这个行为很冒险 但还是感觉不妙 马上起身反对 我当事人正在做陈述 秦玉马上反驳 原告陈述应当说明自己的诉求 而非哗众取宠 法庭没有明确规定 男性不能出穿女装做陈述 两人的眼神在半空碰撞 杀气腾腾 互不相让 他们同时看向江瑞书 江瑞书微微一笑 我对原告的陈述很感兴趣 被告律师不甘地做回去 格义看着江瑞书 谢谢审判长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江瑞书做了个手势 请你陈述 格义点点头 慢慢转身 一瞬间 他感觉各种各样的目光投来 在众多的震惊中 他感觉到 其中有一些异样的 厌恶的目光 在他的照片曝光后 他曾在很多人的眼中 见过这样的目光 他下意识看秦玉 秦玉没有开口帮他的意思 只是看着他 将决定最后胜败的机会交给他 也是将一个 直面自己的机会交给他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如实地表达自己心中所想 就可以了吗 他深吸了口气 抬起头 迎接各种打量的目光 然后顺着那些目光回看过去 他突然发现 有些人竟然不敢直视自己 当自己看向那些目光灰暗的人时 他们不敢跟他对视 他突然索然无畏 你们应该觉得我这个样子很难看 甚至有点恶心 男不男女不女的 但是 我不是怪物 我也不会伤害谁 除了喜欢穿女装 我跟在座的每个人一样 我有家人 我有父母 有妻子 有孩子 我爱他们 我也跟你们一样 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希望孩子成才 希望自己工作顺利点 我也有朋友 会为朋友两肋插刀 在有余力的时候 也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也有正常的爱好 平时没事跟朋友喝点酒 吹吹牛 日子虽然平淡 但很安逸 隔一顿了顿 我知道自己这个癖好 很多人无法接受 但我没想到 相处了十年的同事 就这样全盘否定了我 明明在照片曝光前 我们还约了发工资一起喝酒 突然之间 全都把我当成异类 变态 精神病 难道这么多年的相处 都比不上那些妖魔化的留言 更值得信任一点点吗 秦律师对我说 人对不了解的事物 总喜欢妄加揣测 这时候 谣言比真相 更容易让人相信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能理解接受一桩癖 不管你们理不理解接不接受 我只想告诉你们 说到这里 葛伊抬起头 我有一桩癖 但我不是怪物 我不会伤害任何人 第39章 判决 法庭再次陷入久久的寂静 葛伊那句我不是怪物 回想在很多人的耳边 拥有一个不可说 但无害的癖好 真的十恶不赦吗 姜瑞书打破了寂静 双方还有新的辩论意见吗 秦遇到 没有其他意见 被告呢 被告律师谋光按了按 最终没能说出什么 没有其他意见 何一婷需要十分钟 对本案进行评议 十五分钟后继续开庭 宣布对本案的判决结果 姜瑞书敲了敲法锤 宣布休停 这次的两个陪审员 一男一女 一个是退休干部 一个是退休职工 以前我都不知道这种癖好 看到穿女人衣服的男人 还以为是精神病 退休干部阿姨很是唏嘘 我倒是听说过 我们单位以前就有个人 喜欢穿她媳妇的衣服 后来她家里给办了兵退 退休职工大业 心有欺欺 一桩匹不是精神病 只是一种性行为 手段方式异常 虽然难以启齿 但是一种无害的匹号 我们国内也没有将一桩匹 划入精神病范围 姜瑞接手这个案子后 对一桩匹做了不少了解 能不能判被告 把工作还给原告 原告上有老下有小 又是这个不上不下的年纪 要是没有了工作 家里可怎么办 大爷也是那个年纪走过来的 很能体会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失去工作意味着什么 在他看来 判的三十万给原告 也不如工作顶用 原告有十年的工龄 以后工资会越来越高 退休后还有退休金 等孩子成家了 也不会拖累孩子 可比一次性拿钱安稳多了 不能 原告不属于不能辞退的情况 只能要求经济赔偿 那可以多判点赔偿给原告吧 这个案子已经引起媒体注意 判多了会不会引起争议 当过干部的阿姨明显考虑更多 认定被告非法辞退 二倍经济赔偿这点不会争议 至于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以事实轻重 和本地经济水平衡量 江瑞书道 能赔多少 赔多少吧 大爷发表意见 阿姨微微皱眉 二倍经济赔偿已经有三十万 我见过一些这类赔偿的案子 一般赔偿数额不大 所以精神损害赔偿 是不是要谨慎点 三十万看起来多 但哪有工作顶用 原告一个人养全家 上头四个老人 家里孩子还要上学 过几年毕业了不得得买个房 不买房也得帮衬点吧 家里老人生个病外八千 就没了 压力全在原告一个人身上 要是他一个顶不住 好好一个家就得散了 大爷很感性 想的也比较多 阿姨觉得大爷的话有道理 但还是觉得有点不妥 但原告有一装癖 社会主流不认可 他们这样的人 明显倾向原告 会不会引来舆论批判 如果是担心这点 我认为没必要 法律的公正 在于对事不对人 不论当事人是怎样的人 法律都保护他应有的权利 如果当事人是因为身份 而非他获得了不该获得的权利 而引起争议 我能承担这样的争议 姜瑞书道 两位陪审员忍不住看他 心想这姑娘真刚 他们作为陪审员 虽说也有一票判决权 但最后在判决书上签字的人 是作为主审法官的姜瑞书 承担责任的人也将是他 现在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这个责任不是那么好担的 何一婷分歧不大 15分钟后 姜瑞书再次开庭 下面继续开庭 本庭在休庭期间 何一婷对本案进行了认真的评议 对本案的事实 证据进行认定 充分考虑了原被告双方的意见 以做出结论 现在宣判 全体起立 刘一丹道 原告要求被告二倍经济赔偿的诉讼请求 合理有据 本院予以支持 由于被告原因造成原告隐私泄露 给被告造成精神损害 应给予原告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 抚慰金着定5万元 判决如下一 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经济赔偿 三十万零一千八百四十元 二 被告给付原告精神损害 赔偿金五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 上诉于S市中级人民法院 宣判声中 隔一听到法官支持己方的两项主张 还是忍不住失望 法官无法支持他拿回工作 但他也知道自己算是幸运的 遇到了一个愿意接受不同的法官 这个结果 已经比最开始的一无所获 要多太多了 秦玉靠着椅子 双臂抱在胸前 似乎还有点不大满意 看不出是打赢官司的样子 被告那边的脸色不大好 尤其是陈先生 脸拉得老长 面如锅底 被告律师情绪比较内敛 但民警的嘴角 还是能看出他心情也不大好 而旁听习中的人群 对如此大金额的判决反应不一 有人面露惊讶 有人露出笑容 也有人皱起了眉头 认为社会的进步在于 我们的选择变得更多 我们开始重视自我 开始追求个性 开始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不同 也开始学会 逐步接受和尊重不一样 所以 我接受跟我一样的人 也尊重跟我不一样的人 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 过怎样的生活 成为怎样的人 这应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 我希望未来 我能看到更多这样的自由 也希望再度各位能够见证 法庭里一片寂静 姜瑞叔微微一笑 转身走下审判席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鼓掌 接着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渐渐连成了片 热烈的掌声在法庭里响起来 没有人说话 只有热烈的掌声 他没有停留 法袍的衣角一闪而过 离开了法庭 第四十章 峰回路转 掌声中 秦瑞看着他离开的方向 久久未动 陈先生拉着老长的一张脸 愤愤地瞪了他们一眼 率先离席 被告律师暗暗叹了口气 那天他想摸底姜瑞叔的倾向性 被挡回来 就应该想到 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守旧的人 这场官司 一半是败给原告律师 一半是败给姜瑞叔 接着一群街坊邻居涌过来 恭喜葛义赢了官司 他们被请来旁听 知道葛义被开除的原因 心里是有点嘀咕的 不过到底还是相信葛义多年的人品 说来就来了 现在法官说 葛义没问题 那就证明 他们没看错人 谁没有点不好说的癖好呢 葛义被街坊邻居们劝着 原本有点失望的心情一下子好了 他突然有点明白 秦玉请街坊邻居们来旁听的用意了 请了许阿婆来作证 街坊邻居可能就瞒不住 遮遮掩掩让人乱猜 不如大大方方让人来看 官司一赢 比说什么都能证明他没错 他不知道 将法官最后那番话 有没有一点点 是为了他才说的 但他很感激 有这么一番话 他不怕再遭受非议 就在这时 几个人从旁听习走过来 恭喜你 葛先生 葛义睁大了眼睛 你们 我们是工会的人 那些开口的人歉意道 你的事 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工会会为你争取应有的权益 如果你还想回单位工作 我们也会为你争取 还能回去工作 葛义原本已经不抱希望 谁想峰回路转 脑子里乱糟糟的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下意识看秦玉 秦玉将笔记本装进手提包里 这才抬头看了眼他们 葛先生跟贵单位刚打完官司 若回去工作 上下关系 职工内部关系 后续工作安排都存在问题 不如先确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再做进一步安排 这是应该的 那人点头道 我们内部会先出一个章程 到时候再跟葛先生商量 秦玉点点头 葛义晕乎乎的 下意识地说了声 谢谢 秦律师 工会那些人也是你找来的 直到离开法院 葛义都还没回过神来 不是 葛义要拿回工作 唯一的办法就是 工会为他争取 但工会内部对他很有争议 有些人不能接受一装品 这也是给葛义立人设的原因 一个意想中恶心的一装品 跟一个自己身边喜欢穿女装 但人品可靠的同事比起来 自然是后者让人容易接受 葛义大致明白了前因后果 有点沉默 过了许久才再次出声 那我要不要回去工作 折腾这么久 他其实有点心灰意冷了 可是不回单位工作 他又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不在律师的职责范围 秦玉道 助理会将账单发给你 记得付款 葛义一正 看着秦玉开车远去 呆呆地留在原地 快下班的时候 刘一丹突然来办公室问 江法官 你今天准时下班吗 江瑞书看着快写到最后的判决书 嗡了声 差不多了 什么事 我今天约了人 怕赶不上时间 你要是准时下班 我想搭个顺风车 江瑞书抬头看他 见他满面桃花的样子 挑了挑眉 约会 相亲 刘一丹压低的声音 也难掩激动 我大一给我介绍了一个博士 你知道是谁吗 我中学时的学霸男神 那种白衬衫自行车男神 我以前做梦都想 坐他自行车后座 想想就浪漫死了 回头要是成了 我要他带我回母校园一回梦 江瑞书好笑 好了好了 今天给你当司机 保证你不会迟到 那谢谢你了 回头我带男神给你看 行啊 江瑞书抓紧把判决书写完 确定无误后 签上字 一看时间 刚好到下班时间 江法官 好了吗 刘一丹从办公室外 探个脑袋进来 江瑞书收拾了东西 关上电脑 走吧 两人说说笑笑 去停车场找车 江瑞书突然听到 有人喊了声 瑞瑞 江瑞书寻声看去 只见旁边停着一辆白色 Gaibli 车旁站着一个面容娇好的女人 三十多岁的模样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皮肤白皙 手腕挂着一只翠绿的手镯 气质古典温柔 刘一丹一看有点惊艳 不过这女人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江瑞书唇边的笑意 一下子淡了 瑞瑞 江瑞书微笑道 张女士还是叫我的名字吧 或者江法官也可以 张女士一愣 很快又露出了微笑 瑞书 江瑞书没反对 张女士有事 她看了看手表 我赶时间 过些天我有一场表演 你爸爸也会去 我想问问你去不去 恐怕没时间 我平时比较忙 连问都没问 哪天就说没时间 张女士也没质疑 从手提包里 取出几张精美的入场券 这是入场券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带朋友一起去看看 江瑞书接过入场券 淡淡的嗡了声 预祝表演顺利 张女士闻言笑意爬上眼角 谢谢你 瑞书 有你的祝福 一定会顺利的 又道不耽误你时间了 你快忙去吧 江瑞书点点头 转身上车 刘一丹感觉 他俩之间的气氛怪怪的 总觉得在哪里 见过这个女人 忍不住回头 看了眼那个张女士 张女士还站在原来的地方 见她回头 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冲她挥了挥手 很自然 让人很亲切 江瑞书上了车 将那几张入场券随手一塞 完全没有重视的意思 刘一丹忍不住偷偷描江瑞书 刚开始接触江瑞书的人 会感觉他不冷不淡的 有那么一点点的高冷 但熟悉起来就知道 他很随和 为人大方 从来不跟人争 也能开得起玩笑 在各个厅之间 人缘很好 而现在 他感觉江瑞书 浑身都是淡漠的气息 好像一下子拉开了距离 到了遥不可及的高处 让他感觉 江瑞书跟自己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到法院工作快三年了 从来没听说江瑞书说 自己家里的事 问也问不出来 那个张女士 提到江瑞书的爸爸 语气很轻腻 难道是江瑞书的后妈吗 第四十一章 聂元般的相遇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江瑞书突然打断他的思绪 啊 你怎么知道 我想什么 江瑞书斜了他一眼 你一掘屁股我就知道 你拉什么使 江法官 你知道自己的小仙女人设 崩塌了吗 刘一丹一脸严肃 我不是仙女 江瑞书笑了笑 心说 有人叫我大魔王 那是女王 女王大人 快跟我说说呗 没什么好说的 后妈不好说嘛 那个张女士不是我后妈 你怎么又知道 我想什么 江瑞书打着方向盘 看前方 我也不是你想象的小可怜 姐姐我早十几年前 就自己当家做主了 趁早把你乱七八糟的想法拿掉 不然我要话圈圈诅咒你了 法官同志 你当我是几岁的小孩吗 哼哼 我早就不看喜洋洋了 就诅咒你今天约会 我不问了 刘一丹马上闭上了嘴 还做了个拉链的动作 江瑞书忍不住笑 过了一会儿 才轻描淡写地说 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也没什么狗血 我只是觉得 没什么好说的 真的这样吗 刘一丹总觉得 他今天有点不一样 或许应该说 他今天见到了江法官的另一面 将刘一丹送到约定地点 江瑞书想起 家里存粮待尽 正好附近有个很大的超市 索性顺道去做个采购 酸奶 牛排 水果 啊 沙拉酱好像也吃完了 想着要买什么 江瑞书一边推着购物车 一边在零次置笔的货架中 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个超市真的很大 充足的冷气让人舒爽 江瑞书觉得 可以在里面逛一点 碰 购物车撞上了什么 江瑞书连忙抬头一看 一声靠 差点脱口而出 对面的男人 双手轻轻搭在购物车上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 但这么近距离地观看他的容貌 视觉冲击力很大 眼睛却变得贪婪起来 舍不得眨眼 也舍不得挪开视线 他整个人如标杆挺立 精致挺刮的西装 仿佛第二层皮肤 极致地凸显他宽阔的肩膀 筋瘦的腰身 还有修长笔直的大长腿 这样近的距离 还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江瑞书不知道那是什么香水 若有似无 有点冷 却又霸道 有点像他这个人 他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他几乎是同时看了过来 等看到撞自己的人是谁 好看的眉毛马上簇了起来 他们的位置 处于货架和通道的交汇处 他是执行 秦玉也是执行 是货架造成了盲区 所以这次不是他全责 江瑞书迅速判定了责任 缓缓松了口气 腰杆挺起来 往秦玉的购物车里扫了一眼 牛排 酸奶 牛油果 嗯 跟他的食谱还挺像 秦玉也是完全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江瑞书 这么大的超市还撞上了 见他没说话 目光也跟着往他购物车里一扫 发现他买的东西跟自己差不多 连酸奶的品牌 都跟自己一模一样 两人相对无言 有种对方复制 自己购物车的感觉 江法官 沉默后 秦玉先开了口 好歹这是主神法官 秦律师 你也来购物 江瑞书打招呼 嗯 短暂的沉默后 江瑞书道 我还要买点东西 我也是 两人点点头 擦肩而过 江瑞书推着购物车走了很远 想起家里的鸡蛋 好像已经吃完了 得买点鸡蛋回去 于是他一个转弯 去了买秦蛋的区域 秦玉那个高大的身影 在一片白花花的鸡蛋中 真是鹤鲤鸡群 真巧 秦玉沉默了片刻 还是跟他打招呼 嗯 他迅速挑了一盒 自己常买的鸡蛋 见他还没有选定 他一点帮忙的意思也没有 先走一步 秦玉点点头 江瑞书把购物车 推出很远很远 直到看不见秦玉才停下来 轻点了一下东西 还有芦笋没买 超市里的芦笋有两种 一种是散装的 要排队称重 一种是包装好的 以标明价格 江瑞书习惯性买包装好的 因为一般来说 包装好的 比散装的品质要好些 当然 价格略贵 拿了一盒卢笋 看着满满一购物车的东西 成就感油然而生 他想了想 应该没什么东西要买了 一转身 江瑞书 秦玉 这么大一个超市 怎么就老遇上同一个人啊 两人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了几秒 相互点点头 擦肩而过 江瑞书不想再遇到秦玉 推着购物车 直接去了收银台 结完账 就推着购物车下了停车场 马不停蹄 没对秦玉有什么想法 在法庭上 他们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没觉得哪里不自在 但下了法庭 便莫名的有点不自在 或许是听彼此的事迹 听得太多 下意识想避开对方吧 江瑞书自嘲地笑了笑 打着方向盘 离开停车场 车窗外的景色 如走马观花般掠过 暮色渐浓 整座城市 笼上了一层淡金色 暖暖的 多了几分瑰丽 江瑞书突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很久 没有看过这座城市的暮色了 他放慢了车速 看到路边有一家花店 今天他的心情 有点出乎意料的好 很多时候开庭 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作为法官 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 克制久了 开心会变成一种难得的情绪 但他今天的心情就是很好 想买点花来装饰 欢迎光临 花店的小姐姐 笑隐隐打招呼 你想看点什么花 随便看看 结果这一随便 就挑花了眼 这个季节的花太多了 玫瑰 百合 月季 符朗 非洲菊 杨洁梗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当然是全部都要 纠结了一会儿 他没能把持住 一挥手 看上了筒筒药了 花店的小姐姐 笑隐隐地 帮他一样一样包好 细声跟他说 每一种花的花语 零零零 玻璃门上的风铃 发出清脆的响声 姜瑞书下意识看过去 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逆着光走进来 看到他 情欲也愣在了原地 你 你 两人同时开口 然后同时秒懂 他怀疑他 他也怀疑他 行吧 看来真是巧合 见鬼的巧合 姜瑞书嘴角抽了抽 这么大的城市 居然能在一个 小小的花店遇到 简直是聂元般的相遇 我要往西走 他说 秦玉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虽然他也没想到 会再三遇到他 但他不想再遇到 自己的意思太明显 这种莫名被嫌弃的 感觉有点不大好 淡淡道 我往南走 姜瑞书觉得 他的情绪 有点微妙的变化 不过他没有放在心上 点了点头 先走一步 秦玉恩了声 看他抱着满怀鲜花 有点艰难地走出花店 笨拙的背影 像只小浣熊 第四十二章 男神肿了 幸好姜瑞书 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形容 不然肯定也会 送他一个独特的外号 回到家 他给自己煎了牛排 配了红酒 再插上刚买的花 给自己弄了个 精致的烛光晚餐 吃过晚餐 照例上网 先上微博 越览了一会儿热门话题 随后去个大官媒 在微博那儿溜达了一圈 最后回到自己的微博 开始阅读私信 回答网友的提问 快下线的时候 那个叫蓝天的ID 突然给他发了条信息 博主 谢谢你的意见 我找了律师 遇到一个很好的法官 打赢了官司 以后我不怕别人 知道自己是一桩痞了 江瑞书一愣 一桩痞 因为一桩痞 而打官司的案子 他知道的只有一个 就是他今天刚主审的 劳动纠纷案 难道蓝天是 葛毅 他找的律师 就是秦玉 江瑞书失效 世界真小 遇到一个很好的法官 江瑞书会心一笑 这说的就是他吧 在其他人心中 是不是好法官 他无法肯定 不过他能肯定自己 问心无愧 在问心无愧的时候 能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去推动一些积极的改变 是件很开心的事 所以 他今天有点开心 不过格异胜诉 主要原因是情欲 情欲的辩论方案 很能打动人 并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 Rachel 你找了个好律师 蓝天显然也认同这点 是的 但能力很强 就是有点贵 看他这么形容自己的律师 江瑞书基本确定 蓝天就是葛异了 至于贵 情欲的收费标准 的确不便宜 Rachel 恭喜你 蓝天 谢谢 这句谢谢后 蓝天下线了 直到此时 江瑞书才觉得这件事结束了 不论格异日后生活如何 此刻 他不再心虚害怕 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作用 不是让格异获得了赔偿 也不是他获得重回工作的机会 而是他可以光明正大的生活下去 不再害怕被曝光癖 以后 不再害怕被当成异类 或许还会有人不赞同 但已经无法动摇他 他获得了不同的权利 或者说 他不同的权利得到了尊重 关掉电脑前 江瑞书在记事本上写了一句话 今天 是不同的一天 愿我们 都可以不同 许师睡得早 江瑞书第二天醒得很早 给自己做了个元气满满的早餐 提前去了法院 快到点的时候 刘一丹哭丧着脸来找他 江瑞书一看 不顺利啊 刘一丹快哭出来 江法官 你昨天到底有没有诅咒我 唉 江瑞书微微睁了睁眼 这跟他诅咒没诅咒 有啥关系 不过乔刘一丹 这有气无力的模样 不像是遇到渣男 更像是买家秀 不如卖家秀的失败购物经历 那就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吧 他安慰地拍拍小姑娘的肩膀 让他坐下慢慢说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说出来 让我开心开心 刘一丹噎了下 念念地坐下 孽如道 我男神肿了 江瑞书一脸问号 肿了 肿了 刘一丹悲天创地地熬了一声 那伤心劲 真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江瑞书觉得这估计是真到了伤心处 只听他哀嚎喊道 不是肿了 是男神肿了 肿了呀 肿成啤酒度的油腻男了 男神肿成啤酒度的油腻男了 啤酒度的油腻男了 油腻男了 呃 江瑞书张了张嘴 安慰的话到了嘴边 愣是说不出来 噗 实在没忍住 刘一丹面无表情 那不是我的男神 我男神已经在我失去的青春岁月 一同失去了 江瑞书忍俊不惊 节哀顺变 江法官 你家里都不催你吗 刘一丹伤心了一会儿 开始转移矛盾 江瑞书可比他年纪还大一些 眼瞅着笨三的年纪 要是在他在这个年纪还没对象 他爹妈能直接找个活的男人 把他给押赴刑场 啊呸 押去结婚 不催 催了也没用 你家里不着急吗 我昨天不是说过 我当家做主十几年了 没人能给我做主 十几年 嗯 我考上大学 就没人能管我了 刘一丹算了算他的学历和功龄 感觉不大对 硕士学历要两年工作经验 才能成为法官 五级法官到三级法官 每晋升一级要三年 你 我十五岁上的大学 刘一丹倒吸冷气 他早知道江瑞书是学霸 没想到他是学霸中的学霸 学神 十五岁上大学 岂不是要连跳三级 还要保持优异的成绩 考上国内最好的政法大学 然后他有点神忧天外 难难道 我想想我十五岁在干什么 偷看言情小说 痴迷霸道总裁 然后 饭花吃 对 饭花吃 花吃自行车男神 变成了啤酒度油腻男的自行车男神 他有点想自戳双目 人跟人的差别咋这么大呢 见他一副被雷劈的表情 江瑞书笑着推了推他 行了 该干活了 把昨天的开庭记录发给我 好 刘一丹有气无力 上午没有开庭 江瑞书也一点空闲都没有 因为很多案子不是当庭宣判 具体的判决 要等何一庭评议后才能决定 这就导致 他手上经常有好几个判决书没写 不过判决书的下达时间有期限 不能长期拖延 而民事庭又是最忙的 法院每年接到的案子数量 都是以万来计算 就江瑞书而言 他平均每天要开一个庭 多的时候要开三个 判决书只能趁着不开庭 或者加班写 写判决书的空档 江瑞书接到两个当事人的来电 一个是名誉纠纷的原告 询问二次开庭的时间 江瑞书问清楚 他是哪个案子 马上就对上了号 因为你变更诉讼请求 被告要求在答辩期内答辩 答辩期是15天 律师没有告诉你吗 对 具体时间会通知你的 还有一个离婚案的当事人 说了没两句 就开始控诉丈夫对自己如何不好 江瑞书一听就知道 他要哭诉个半小时以上 暗暗叹了口气 把听筒放在一旁 打开免提 一边听当事人哭诉 一边查资料写判决书 偶尔附和一两声 等这个当事人哭诉完 判决书也写好了 第43章 最难销售美人恩 江法官 这里 食堂里 江瑞书打好饭菜 就见有人朝自己挥手 江瑞书端着自己的餐盘坐下 都在呢 刚才你电话老战线 有个当事人电话 打到我那里去了 你干什么呢 吴嘉生也是明儿庭的法官 碰到复杂的案子 江瑞书有时候 会跟他组成合一庭一起审理 这人年纪跟他差不多 不过刚成为法官 级别比他低 江瑞书有点头疼道 一个离婚纠纷的当事人 跟我哭诉他老公 对他怎么不好 跟我控诉了他老公半小时 从他老公对他说话不温柔 到他老公记不住他喜欢的颜色 再到记不住他的生日 到最后 最后什么 江瑞书扫了眼在座的男同事 他老公时间太短 扑 可害害 男同事们一个个憋得脸红 江瑞书及时护住自己的餐盘 没有遭遇口水袭击 请厅长呵呵笑道 江法官遇到的这个还好了 朱法官遇到那个离婚案 当事人才叫人深刻 朱伟玲一脸菜色 求别提 大家闷笑 朱伟玲是明儿庭 准确说是法院里长得拔尖的 说剧院草也当的 还没三十岁 一表人才 经常官司打着打着 就被当事人搭讪 前几个月 他接手了一个离婚案 丈夫因抢劫入狱 妻子起诉离婚 原本他挺同情这个妻子的 丈夫没入狱前对他不大好 婆家对他也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三十多岁 看起来像四十岁 怎么看都像是被生活戳磨的 所以他对这个案子很上心 女方不大懂法律 问题比较多 他都十分耐心地帮忙解答 有次他因为沟通案情 给女方打电话 没注意用了私人电话 从此以后 女方一天好几通电话 嘘含问暖联络感情 还有各种倾诉爱意 表明心计的短信 官司打完后 那位女当事人在下班的时候 直接拦住他 跟他说想出对象 吓得他连忙换掉 用了好几年的号码 好几天不敢独自回家 以后再也不敢用私人电话 联络当事人 可想他心里阴影有多大 见他不淡定 擎平掌羽重心长道 没事 趁着年轻多磨练磨练 因为以后你会发现 还有更多的事 等着磨练你 哐当一声 朱伟林的筷子掉桌上 大家笑得直抖肩膀 别说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 碎三观的案子 吴嘉生也加入话题 原告隐瞒婚室出轨了好几年 一年前两人和平分手 那男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要求女方返还 他赠女的房子和财物 可怜的女孩子 最好的几年青春 都浪费在他身上 到头来人才两空 这个原告的 也太过分了吧 所以 女孩子一定要擦亮眼睛 交往前一定要了解 清楚对方的底细 秦厅长说到这里顿了下 突然像是华生发现了盲点 话说江法官 你谈对象了没 要是没有 我们听的朱法官也不错嘛 只根只底 我们内部消化也是可以的 不要朱伟林脱口而出 江瑞书的确是 明一明二庭里 条件最好的单身女青年 但是 他不想跟办案狂谋谈对象 不过话说出口 他就意识到 自己的语气有点生硬 正想说些什么补救一下 就听到江瑞书开口了 江瑞书笑着说 最难销售美人 嗯 朱法官 还是算了吧 呜哈哈哈哈 朱美人 哈哈哈哈 大家笑得垂桌子 朱伟林仗红了脸 更加坚定 绝对不跟女同事谈对象 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 要不要给你们介绍 秦厅长孝够了问道 朱伟林憋了半天 小心翼翼道 小巧可爱会撒娇 比我小两三岁更好 呦这标准完全是 避开江法官的呀 行吧 明儿庭里维尔的单身法官 是没办法内部消化了 秦厅长将视线转向江瑞书 江法官呢 江瑞书有点无奈 果然到了年龄 不管你想不想 身边的人都会热衷于 给你找对象 这个问题 其实他想都没想过 找对象 他真不知道 什么样的人合适自己 他觉得自己 一个人过一辈子 没什么问题 在秦厅长殷切的目光下 他努力思考了片刻 给出一个含糊的答案 比较成熟的吧 年龄不能太大 看来江法官喜欢成熟型男性 秦厅长笑道 可以 看到合适的 我给你介绍 江瑞书笑了笑 没说什么 大安律所 要求女方返还 你所赠予的房子和财物 秦厅看着面前三十多岁的男人 笑眯眯的模样很和气 一点也不像个出轨的渣男 对 一套九十坪的房子 还有八十万存款 和一些首饰名包 大概值个十几万吧 男人对自己送出的东西 如数家珍 你和被告在一起五年 秦厅翻了翻案卷 你至今未离婚 男人呵呵笑了笑 我老婆知道的 你们律师接官司 还要看委托人的人品 判定对错的是法官 不是律师 不过有时候一些人渣 不但不干人事 还喜欢惹律师不高兴 律师也不乐意 给自己找不痛快 秦厅和上案卷 双腿自然交叠 靠着椅子 据我所知 你已经换了两任律师 原因 我找的第一个律师是个女的 听说是著名的离婚律师 擅长处理财产分割类的案子 我慕名找上她 希望她能帮我 要回我的东西 不过她接了我的案子没多久 宋杰也就是被告找上她 她同情宋杰 劝我跟宋杰和解 她可是我花钱请的律师 居然维护被告的利益 这样的律师不能要吧 秦厅没有发表意见 第二个律师 我吸取了教训 找了个男律师 挺负责的 可惜她能力不大行 上了法庭 宋杰说我隐瞒婚史 以为我是单身 才跟我交往的 那个法官居然就相信了 还同情宋杰 我那律师顶不住法官的压力 第一次开庭 就差点败诉 我要是再不换个人 下次就开庭 就真得败诉了 第44章 何拍 所以 这人是嫌弃律师 能力不行 林郑换人 林郑换律师 是打官司的大计 前一次开庭不力 后来的律师 将面临成倍的败诉风险 秦玉预计 二次开庭不会等太久 最快可能下周就开庭 接手这个案子的话 给她准备的时间不多 秦玉翻开她的起诉状 你的诉讼请求 是拿回所有赠予被告的财产 对 男人突然顿了下 想起了什么 补充道 哦 我送过了她一些名牌衣服 那些衣服就算了 秦玉垂下眼帘 翻了翻她带过来的财产清单 撤销赠予恐怕不行 男人露出怀疑的目光 为什么不行 房产已登记过户 产权发生变化 无法撤销赠予 除了你去年九月 赠送的一条薄金项链 和三十万分手费 其他财产赠予超过一年 也已无法撤销赠予 秦玉眉目间近视冷漠 声音也带着几分冷意 就三十万分手费 法院也不会支持你 要求返还的主张 为什么 你与宋杰的关系 违反公序粮俗 法院不支持索要分手费 或分手费返还主张 男人原以为自己手上有证据 要拿回财产很容易 局势不利 都是因为律师不给力 和法官倾向被告 没想到 自己居然完全处于劣势 顿时拧紧了眉心 没有别的办法 有 秦玉抬眸看他 需要你妻子出面 我妻子 男人诧异 我跟他已经分居好几年 我们早就各过各的 让他帮我跟宋杰要钱 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秦玉唇边扯起一抹嘲讽的弧度 只有他才能帮你追回财产 你真不是在开玩笑 男人一脸逗我玩妈的表情 让早已分居的正宫 帮出轨的老公 跟小三要钱回来 这脑子有问题 才干得出来吧 二次开庭不会等太久 你最好尽快联系你妻子 可以的话 我和你明天去见他 确定他说真的 男人张了张嘴 但一时找不到语言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挺直的腰背松垮下来 重重靠到椅子上 这简直就是 老天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没别的办法了 他不甘心问 没有 半小时后 委托人离开律所 午后的阳光刺眼而灼热 办公室里打着充足的冷气 依旧有种空气凝固的感觉 秦玉觉得办公室里有点闷 起身去茶水间泡了杯咖啡 咖啡机发出轻微的响声 黑褐色的咖啡液缓缓流出 浓郁的焦香味 逐渐在空气里 弥漫他加了一点糖 细如白血的糖粉 转瞬被黑褐色的咖啡吞没 轻轻了搅拌几圈 香味好似也随之被搅动 更加浓郁了 你又带了一只小肥羊 路斯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秦玉浅尝了一口 觉得还可以 这才一手端着咖啡 转身看着对方 你的用词 让我以为这里是个黑店 秦玉露出嫌弃的表情 路斯安笑着塞进自己嘴里 甜食可以给人类幸福感 你应该试试 我只是不想让一个男人喂食 路斯安文言挑挑眉 你不是想谈恋爱了吧 有目标吗 秦玉冷漠喝咖啡 我还以为老铁树要开花了 真可惜 路斯安又往自己嘴里塞了一块生巧 换了个话题 你真接了那个案子 秦玉嗡了声 修长的手指扣着杯子 慢条思理地喝着咖啡 路斯安一直知道这个师弟长得好 喝个咖啡的姿态都让人心旷神怡 他的内涵跟他的外表一样优秀 路斯安知道他不需要自己回护 还是忍不住说 这种案子的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公序良俗 都是被社会舆论批判的对象 委托人所回分手费的行为更是突破底线 你帮他打赢官司肯定会引起争议 所以 你可以挑选的委托人的 以你的能力 你完全可以挑选更利于自己的案子 委托人付钱 律师帮打官司 没问题 他的语气没有一丝情绪波澜 你 路斯安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 你要知道 国内的环境对律师其实不宽容 我们没法像美国律师那样 把自己当成一辆随叫随到的出租车 也没法像英国律师那样六情不认 即使在欧美 律师也不是全然没有私心 为了成名和利益 他们也会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案子 你想太多 秦玉瞥了眼他面前吃了一半的生巧 你确定过多的甜食会让人幸福 而非降制 路斯安 行吧 兰德的感性被嫌弃了 他怂怂间 你觉得OK就行 不过我要提醒你 有些法官特别憎恶在婚姻中出轨的一方 遇到这样的法官 就算你手上有足够的有利证据 他们也会在自由量裁权可行的范围内 找你和委托人的麻烦 很不幸 我遇到了这样的法官 主神法官是谁 吴嘉生 这是个新法官 正义感很强 同情弱势群体 如果你想顺利开庭的话 最好想办法让他回避 或者合一庭里加入没有偏见的法官 比如明儿庭的江法官 说到江瑞书 路斯安想起 之前校友群给他发的截图 脸上的笑变得促瞎 说起来 你到S事后的几个案子 都是在这个小师妹手下办的 他还挺忘你 忘我 你从哪得出的结论 秦玉一看他那表情 就知道 没想什么好事 你看看 你接的几个官司 原本胜率都不大 但在他手下审理 你都稳赢 秦玉呵呵 换谁我都能赢 但你不能否认一个看你顺眼的法官 会让你顺利很多 要是遇到一个对你吹毛求辞的法官 就算他不会偏颇 在程序上也能折腾你半天 换句话可以说是 陆斯安想了想 给出判定 你们比较合拍 合拍 才怪 秦玉一点也不觉得 姜瑞书看自己顺眼 恨不得不碰面才是事实 譬如前天 正好他也是 第45章 扎出新境界 第二天 委托人宁杰打电话过来 说约了他妻子下午六点半 在家里见面 宁杰的妻子 住在一个精品住宅小区 房子是一套连排别墅 宁杰到了门口 才发觉密码锁已经改了 居然进不去 脸一下子拉了下来 这个死女人 当即一个电话要打出去 秦玉伸手按了门铃 宁杰的电话还没接通 门就开了 开门的是个职业 OL打扮的女人 瘦高个 妆容精致 想来便是宁杰的妻子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三十多岁的模样 皮肤白皙 可以看得出平时保养不错 见到两人 女人瞥了眼 淡淡道 来了 进来吧 你怎么把密码锁改了 还删我的指纹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宁杰的质问脱口而出 告诉你做什么 你一年回来几次 宁杰妻子语气冷淡道 就算我不回来 这里也是我的家 家 宁杰妻子讥讽地笑了声 却没有再搭理他 而是将目光投向情欲 这位是 律师 姓秦 宁先生的代理律师 律师 宁杰妻子眯起眼睛 打亮情欲 他找你来 谈离婚 你早就想跟我离婚是不是 宁杰质问 我这丧偶事婚姻 离不离有什么区别 你 宁先生委托我 帮他追回 赠与宋杰的财产 秦玉打断宁杰的争吵 宁杰妻子脸上的表情 变得很奇异 看了看宁杰 又看了看秦玉 秦玉西装革履的模样 很有距离感 让人有点不敢冒犯 不敢将乱七八糟的事 跟他扯上关系 宁杰妻子感觉自己 肯定是幻听了 再次询问 我刚才没听清 请你再说一遍 宁先生委托我 帮他追回赠与宋杰的财产 秦玉重复道 追回赠与宋杰的财产 宁杰妻子一副 Are you kidding me的表情 显然他知道自己丈夫 在外面的情人是谁似的 包括一套九十平的房子 八十万存款 以及手势若干 总计约二百万 秦玉看了看旁边的沙发 试一道 能坐下来谈吗 请坐 宁杰妻子做了个请的手势 琢磨了一会儿秦玉的话 突然倾笑了声 二百万 对秦人还真大方 既然给了 怎么还要回来 宁杰 你好歹睡了人家几年 打算白睡吗 他的语气平平淡淡 也没说难听话 却让宁杰感觉被讽刺到 同时还侮辱了宋杰 正想说点什么 但宁杰妻子 跟他完全没有交流的欲望 将目光重新投向秦玉 这关我什么事 由于大部分财产赠予 超出撤销期限 宁先生无法以撤销赠予追回财产 唯一的办法 是以你的名义追回 秦玉解释道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理 夫妻共同财产 否则另一方有权追回 宁先生赠予宋杰的财产 属于你和宁先生的共同财产 他送出去的 你有权追回 宁杰妻子愣住 宁杰找上门 竟然是让自己跟小三 追回他送出去的东西 也亏他能开得了口 宁杰妻子上下打量宁杰 好似重新认识了他 宁杰 我以为自己知道 你的底线有多低了 没想到 还能让我大开眼界 但是秦玉说 别无他法 只有配偶才能追回非法赠予 你求人帮忙 就是这种态度 我凭什么要帮你 处理这么恶心的事 你没听清楚吗 那是夫妻共同财产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哦 那你会给我吗 宁杰噎了下 这时 秦玉说道 如果杨女士不愿意出面 可以授权宁先生 为你的代理人 届时你不须出面 宁先生便可以 用你的名义追回财产 宁杰妻子挑了挑眉 这个律师有点意思 丈夫让小三还分手费 他打着妻子的名义亲自追回 这真是扎的人耳目一新 扎出了新境界 这个律师知道吗 宁杰妻子饶有兴致的打量情欲 这么做的话还挺有趣的 既能给小三找不痛快 还能坑扎男一把 他没有考虑太久 很快有了决定 我可以授权给你 但追回后五五分 房子过户到孩子名下 宁杰倒吸冷气 这女人可真狠 一开口就要走了三分之二 不过想想 房子过户到孩子名下 他也不亏 他犹豫了片刻 最后咬了咬牙 算你粉 那就这么说定了 宁杰妻子起身送客 时间不早 两位请吧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宁杰看他真把自己当成客人 连饭都不留 一张脸拉得老长 宁杰妻子见他这副作态 只觉得好笑 他在外面光明正大 花天酒地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 这里还有个家 公然把情人带到场面上 一点颜面都没给他留 这会儿做给谁看呢 将两人送到门口 宁杰妻子突然想到 以我的名义 追回夫妻共同财产 是不是要证明 我丈夫跟第三者 存在不正当关系 秦遇到 是的 宁杰妻子微微一笑 我这里有份证据 要吗 宁杰妻子提供的证据 可以追溯到两年前 那时候 孩子还没上大学 宁杰经常回家看孩子 虽然知道宁杰在外面有情人 不过没有摆到名面上 勉强还算和谐的一家 就是那时候 宁杰妻子拿了宁杰的手机 假装丈夫跟宋杰聊天 从宋杰口中 套出丈夫都送了什么给他 包括房子 首饰 现金等等 宁杰妻子找了个借口 把手机给留了下来 而宁杰对此一无所知 当年还以为自己的手机丢了 直到今天才知道 这事的宁杰 忍不住骂道 我说他那么安分 原来早就不安好心 不安好心 或许有吧 但宁杰自己不干净 骂这话站不住里 秦遇没有发表评论 只说 原有的证据中 有部分转账无法证明用途 这份证据可以直接证明 你给宋杰送过什么 出于什么目的送给他 虽不完全 但足够弥补证据不足之处 宁杰想到的却是 如果自己这两年也经常回家 他是不是能拿到全部的证据 心底一阵发寒 第46章 秦遇的手笔 拿到宁杰妻子的委托书 秦遇第一件事便是去法院撤诉 约好主审法官 第二天上午11点 他去了趟法院 准备将撤诉申请书交给法官 姜瑞书刚结束一个庭审 心里还在琢磨着怎么判决 转过楼道 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姜瑞书 带秦律师去办公室找吴法官吧 吴嘉生的助理法官 远远瞧见姜瑞书 连忙招呼 姜瑞书看了眼秦遇 点点头 你忙去吧 那麻烦你了 助理法官说了声 匆匆离开 秦律师跟我来 姜瑞书招呼 秦遇到了声 有劳 跟上他的脚步 姜瑞书带着案卷和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 很厚的一打 只能抱在怀里 因为是刚下法庭 他身上还披着法袍 宽大的法袍 将他整个人裹起来 法袍是黑色的 黑色代表庄重和严肃 袍的含义是将法官包起来 希望法官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 与案情相关人保持距离 以维护判决公正 然而此时 衣角随着他的脚步轻轻摇摆 不经意间一下一下地碰到他 无形中缩短了他和他之间的距离 走道里很安静 姜瑞书没注意到这点 他的注意力 在两人的身高上 两人第一次这样并肩 姜瑞书发现 秦瑞比自己印象中要高 高出快一个头 再往下看 姜瑞书也没仔细比较 只觉得他的腿 快到自己的腰了 这人估计快一米九了吧 这么并肩走着 姜瑞书又闻到了 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很难形容是一种什么味道 有点像草木的清香 仔细一闻 又感觉不像 刚开始闻只觉得过于冷淡 后面却让人有点念念不忘 姜法官 男人突然叫他 声音如金石撞击般轻烈 在这安静的走道里格外好听 姜瑞书抬头看他 我是不是冒犯过你 他问 为什么这么问 我有对你态度不好吗 他反问 你刚才看到我 眉毛上扬 嘴角微张 看起来不是很想见到我 这都能被他捕捉到 姜瑞书想了想 自己刚才第一眼看到他的情形 心里是有那么一瞬间的 惊讶和无语 虽然不是明显排斥 但也并不是乐见的态度 秦律师研究过微表情 只是见的人多了 姜瑞书也不知信没信 与其平淡地回答他 你没有冒犯过我 那你为什么这种表情 他说话的时候 眼睛看着前方 就像在聊天一样 那天也是 那天 超市遇到那天 要怎么说呢 他只是有点不自在 想了想 他决定说实话 我没有不想见到你 只是没想到 会如此频繁见到你 在一个近千万人口的城市 又在一个几千平的超市 两个人接二连三 遇到的概率是多大 其实概率可以很大 嗯 他看着他 可以 那个超市位于C区的中心地带 以生鲜著称 针对中上层消费人群 消费人群养成购物习惯后 会就反复前去 你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去那个超市 在超市反复相遇 只是因为同样的食谱 牛排 酸奶 鸡蛋 低糖水果 是健身人群的常见食物 所以 你应该长期健身 而同一消费阶层的人 更容易选同一个品牌 也就会去固定地点 选购自己所需的商品 如此两人 在同一个超市反复遇到 应是大概率事件 听他这么一说 姜瑞叔觉得 的确没那么大惊小怪的 倒也是 他跟秦玉无冤无仇 只是被人比较多了点 没必要这么在意 不过 这人就一个购物车 能分析出这么多东西 观察也太细致了 姜瑞叔点点头 有道理 另外 我对你没有偏见 他看着他 唇角微微一挑 否则你在我的法庭上 不会那么顺利 秦玉脚步微微一顿 江法官也会因偏见为男人 真是个刁钻的问题 姜瑞叔笑了笑 目前为止还没有 以后不保证不会 秦玉微眯起双眼 这算不算威胁 姜瑞叔微微一笑 秦律师这边走 把人送到吴嘉生的办公室 姜瑞叔也没问他 来找吴嘉生 为了什么案子 禁止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中午的时候 吴嘉生看起来心情挺好 姜瑞叔随口问了句 他笑道 那个要分手费的出轨 难让律师来撤诉了 哦 就是姜法官 你刚才带来的那个秦律师 撤诉 是秦律师代理的案子 姜瑞叔有点亚然 之前好像不是秦玉 代理这个案子吧 吴嘉生这才觉得有点不对 上次开庭不是这个律师 这个原告也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换了代理人 姜瑞叔突然觉得 这是没这么快完 他的预感果然没错 没多久 他就在自己的开庭安排里 看到了秦玉代理的案子 原告是一名阳性女性 但原告没有出庭的意思 而是授权 给自己的丈夫打官司 他的丈夫不是别人 正是吴嘉生之前 审理的分手费纠纷案的出轨难 至于诉讼请求 姜瑞叔还没看到起诉状 就知道是什么 肯定是追回夫妻共同财产 切入点稳 准 哼 最大程度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这绝对是秦玉的手笔 怪不得他先撤诉 以原来的情况 法院是不会支持原告的主张的 不管是给分手费 还是要分手费 法院统统不会支持 这种违反公序良俗的关系 亏钱活该 但是 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 要求追回夫妻共同财产 只要有证据 法院是一定会支持的 甭管小三可怜不可怜 只要拿的是人家夫妻共同财产 那就必须还回去 吴嘉生听说 出轨男用妻子的名义起诉小三后 气到爆炸 这是人干事 随后他极力要求加入何一婷 这案子之前经过他的手 姜瑞书知道他 估计不甘心 便答应了 出了这么个让人大开眼界的案子 其他法官都很感兴趣 一个个跑来 找姜瑞书要加入何一婷 姜法官 你看这案子挺有典型意义的 要不我们组个七人的何一婷 姜瑞书 七人的何一婷 亏你们说得出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什么大案要案 姜法官 何一婷你看着谁合适选谁 我就不争了 我给你做书记员怎么样 姜瑞书 你还记得 自己从书记员 挣扎到法官的心路历程吗 你们到底是去办案的呀 还是去看热闹的呀 第47章 精准打击 最后 姜瑞书让朱伟玲进了何一婷 朱伟玲虽然有点腼腆 但却是从来不将个人情绪 带到工作中的性格 上了法庭 整个就是铁面无私包青天 当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朱伟玲话少 天知道他这些天被吵得多头疼 他只想静静 刘一丹也没有失业 秦兵长觉得 这帮子法官不大像话 手头还有那么多案子没办完 还有心思看热闹 全都给我抓紧时间开庭去 于是 刘一丹勉强保住了这次庭审的书记员位置 当天是上午九点半开庭 姜瑞书这天来得比较早 研究了一下原被告双方提交上来的证据 见时间差不多了 穿好法袍 去找吴嘉生和朱伟玲 吴嘉生和朱伟玲都一脸严肃 不过两人的严肃 有点细微的差别 朱伟玲是每次开庭都这么板着脸 力求塑造威严感和距离感 尤其是上次被纠缠后 他在法庭上就没露出过笑容过 而吴嘉生是辛勤的缘故 姜瑞书知道他很看不惯凝结这种渣男作为 也能理解他对渣男的厌恶感 实际上 不少人刚成为法官的时候 都难以避免情绪化 但这种情绪化 对开庭审理案子是不利的 法庭里所有人站起来 在众人注目中 姜瑞书和吴嘉生 朱伟玲一起走进法庭 站在审判长的席位上 姜瑞书往下面一看 原告果然是上次那个出轨男凝结 这次他不是真正的原告 而是代替他妻子出席 而秦玉作为代理律师 站在凝结旁边 被告席一共三个人 两女一男 其中一男一女 身披律师袍 女的三十多岁模样 应该是特别授权代理人 男的看起来很年轻 二十多岁模样 不知道是不是实习律师 在两个律师中 应该是做协助的 最旁边的女人三十岁左右 一米七左右的个子 相貌比较硬朗 头发有点发黄 看着不大会打扮自己 正是被告宋杰 姜瑞书原以为 宋杰会长得比较漂亮 谁想还不如宁杰妻子 证件照好看 不过很多男人出轨 找的小三不一定漂亮 譬如男明星出轨 小三往往比原配要丑 很多人觉得奇怪 为什么家有角色 非要去吃屎 说到底 其实就是男人不忠诚 女人长相是其次 旁听席基本坐满 前排几个人 看着像是认识的 姜瑞书猜测 他们应该是宋杰的家人和朋友 再往后两排几个 穿着随意的人 应该是来旁听的市民 至于剩下的人 一个个都没穿法袍 装作路人坐在旁听席里 在他看过去的时候 还若无其事地转移视线 跟不认识他似的 收回视线 姜瑞书宣布开庭 现在宣布本案何一庭组成人员 本案由江瑞书担任审判长 与审判员吴嘉生 朱伟林组成何一庭 书记员刘一丹 担任本案记录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 当事人在法庭上 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原告对何一庭组成人员 及书记员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宁杰悄悄扯了扯秦玉的袖子 你看那个吴法官的眼神 他上次就看我不顺眼 这次他也是法官 会不会给我下半子 秦玉不动声色收回自己的袖子 抬头 果然对上吴嘉生不友好的目光 不过吴嘉生只是看了一眼 就一开了视线你看你看 能不能让他回避 宁杰又想扯他的袖子 想让法官回避 就让法官回避 乃来的异想天开 秦玉面无表情看着他 宁杰还想说些什么 被他看得有点耸 善善地闭上了嘴 原告 江瑞书看着他们 不申请 秦玉道 被告对何一庭组成人员 及书记员是否提出申请回避 江瑞书问被告 不申请 代理被告的女律师回道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 首先由原告陈素诉讼请求和理由 秦玉起身 有条不吻陈素道 五年前 被告与我当事人的丈夫宁先生 因工作往来认识 认识期间发展出超出正常男女关系的感情 并迅速同居 一年后 被告向宁先生抱怨没有房产 于是宁先生以被告的名义 为其全款买了一套房子 此后又陆续转账50万到被告账户上 作为生活费 期间还购买了首饰及奢侈品若干 去年九月 宁先生与被告分手 分手前赚了30万 作为分手费到他账上 宁先生与被告同居期间 与我当事人杨女士 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其赠予被告的房子和财产 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未经我当事人同意 而被告明知宁先生已婚 仍然接受他的财产赠予 严重侵犯了我当事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向我当事人要求追回所有宁先生 对被告的不法赠予 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一 被告归还由宁先生赠予的房屋一套 二 被告归还宁先生五年间的 全部转账80万元整 三 被告归还宁先生 为妻购买的首饰若干 奢侈品若干 随着他的陈述 法庭里有了小小的骚动 首先变脸的是被告宋杰 接到以宁杰妻子名义的起诉 他也不是很担心 因为律师分析过 他至少还能拿到一半 情况好一分不还 也有可能 刚才见到宁杰坐在原告席上 他还以为 依旧是宁杰坐原告 那他更加不拒 没想到宁杰竟然是带他妻子来的 宁杰和他妻子 一起索要夫妻共同财产 他岂不是什么都留不下 饶视清楚案情的法院人士 此刻也忍不住 向秦玉投去复杂的眼神 这辩论方案 不是专业人士做不出来 不用猜 肯定是这位秦大律师提出来的 这对被告完全是精准打击 死穴一戳一个准 旁听的市民 很多人都不清楚案情 听到秦玉陈述诉诉讼请求 被告席上的男人 而是一个叫杨女士的女人 那个做原告席上的男人 就是杨女士的丈夫 所以 这个案子的原告 不是原告席上的宁先生 而是宁先生的妻子杨女士 而宁先生出轨被告 给送了两百万的东西 现在宁先生用他妻子的名义 要被告把东西都还给他 还能这么操作 所有人都觉得 三官掉在了地上 被碾成了渣渣 第48章 秦债 姜瑞书淡定道 现由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进行答辩 被告的律师道 被告的陈述 大部分不是事实 大部分 也就是 有小部分是事实 姜瑞书问道 哪些是事实 哪些不是事实 一 被告名下的房产 为被告个人出资购得 非宁先生 以被告名义全款购得 购房当天 的确是宁先生陪着被告 但购房的房款 是被告自己出的 这一点 可以房屋购买合同 和转账记录可以证明 二 这五年间 宁先生先后转账 50万元给被告 其中有32万 是双方债务往来 非全部是生活费 被告有稳定的工作收入 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不需要谁给生活费 三 双方交往期间 宁先生的确给被告 买过首饰和奢侈品 但被告也多次 为宁先生购买奢侈品 并非单方面 向宁先生所要 这是购物清单 四 至于去年9月份 宁先生给的30万元 是宁先生主动给的 非被告要求 被告愿意归还 女律师一条一条 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 但没有完全否定 原告的诉讼请求 因为宋杰和宁杰的关系 无法否认 不可能没有任何金钱往来 这是弃足宝车 非常明智的选择 如果原告无法证明 被否定掉的这部分财产 是夫妻共同财产 很可能只能拿回 被告承认的那部分 最后30万愿意主动归还 洗白效果很明显 很能争取法官的好感 这是个很理智的律师 姜瑞书将视线转向原告 原告对被告的答辩 有什么意见 原告不认可 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 秦玉从桌上 打开整理好的文件夹 被告声称 房屋为个人出资购得 但实际上 购房的资金 由宁先生提现交给被告 被告以这笔钱全款购房 这是宁先生的提款记录 接着他又说道 除了去年9月转账的30万 宁先生先后多次 转入被告账户的50万 从转账记录看 宁先生每个月 给被告7000到1万元不等 每年约10万元 5年不多不少 正好50万 如果说被告 与宁先生存在债务关系 一个家世平凡的普通员工 一个收入不菲的企业高管 不知被告是如何做到 让宁先生欠债30多万的 他说了的冷笑话 勤债吗 所有人 神特么的勤债 你这是在羞辱被告啊 还是在羞辱被告 宋杰的脸色青红交替 既恼怒又心虚 秦玉继续举证 他拿出一份聊天记录的打印文件 这是两年前 原告借宁先生之名 与被告交谈的记录 在聊天记录中 被告亲口承认 房子是宁先生出资购买 且宁先生已经给予被告 30万生活费 每年约10万元 与被告关于债务往来的 说辞冲突 由此可见 五年间 宁先生给被告的50万 应是生活费无疑 聊天记录一出 在场所有人纷纷侧目 借丈夫之名跟小三聊天 从小三口中 套出丈夫给小三买了多少东西 证据保留两年之久 那岂不是原配拿到证据后 一直耳不发 耐心等待着 发挥最大作用的一天 这个原配有点厉害啊 这时 秦玉又补了一刀 至于被告是独立自主的女性 独立自主的女性 会做破坏他人婚姻关系的第三者 做第三者 无非两个原因 一是真爱 二是未前 前者道德有问题 后者更喜不白 两者都不是好人 这个反问 结了宋杰的老底 法官看不惯出轨的宁捷 也未必能看得惯第三者 你不好我不好 未必对我不利 站在同样的低谷 剩下的 就是证据说话 宋杰被秦玉一个 接一个的讽刺 说得面皮清黑 他明显感觉到 法庭的人 看自己的目光都变了 如果说开庭的时候 人们关注的重点 在于宁杰的又扎又扣 现在开始关注 他在这段关系中的 不光彩身份 现在 PS技术那么发达 想要什么聊天记录 都不是难事 而且 如果这份证据是真的 原告明明可以更早 追要夫妻共同财产 为什么一直藏着 女律师反驳 光凭一份打印的聊天记录 说服力还不够 姜瑞书觉得 被告律师应该有所依仗 否则不会这么断然 否定原告的证据 还有别的意义吗 关于原告方 对被告第三者的指控 被告不否认 与宁先生的关系 不符合道德要求 但在这段关系中 被告其实也是受害者 在最开始的时候 宁先生隐瞒自己的婚事 被告并不知道 宁先生已经结婚 宁先生也没有说明自己已婚 被告是以认真交往 与他开始的这段关系 你是说 被告因为被欺瞒 才开始与原告丈夫 有不正当关系 姜瑞书知道 上次宁杰起诉宋杰的时候 宋杰曾经声称 宁杰隐瞒婚事 女律师提出申请 被告方申请传唤证人 梁秋梅道庭 证人是个年近六十的女性 容貌跟宋杰有些相似 一看就是宋杰的近亲属 带她走上证人席自我介绍 果然是宋杰的母亲 女律师问道 你知道 被告是怎么跟宁杰认识 并在一起的吗 宋杰母亲先是看了看宋杰 随后看了看宁杰 眼神有点冷 点头道 知道 小杰说是工作认识的 被告第一次向你们介绍宁先生 以什么身份介绍的 男朋友 当时我们吓了一跳 为什么 小杰大学毕业后 一个人留在室里工作 因为工作忙 他很少回家 有次我打电话 催他抓紧时间找个男朋友 他突然告诉我 已经有男朋友 还是一个公司高管 这对我和他爸爸都太突然 之前一点动静都没听到 我们都担心他被骗 那你们知道宁杰的已婚身份吗 开始不知道 小杰说 有男朋友后 我和他爸爸提出 什么时候见个面 也好帮他把关 可是小杰拖了又拖 到后来我们发觉不对 他才跟我们坦白 宁杰没离婚 说到这里 宋杰母亲怒视了宁杰一眼 第49章 致命问题 那你们知道宁杰的已婚身份吗 开始不知道 小杰说 有男朋友后 我和他爸爸提出 什么时候见个面 也好帮他把关 可是小杰拖了又拖 到后来我们发觉不对 他才跟我们坦白 宁杰没离婚 说到这里 宋杰母亲怒视了宁杰一眼 宁杰直接翻了个白眼 气得他脸色差点崩掉 秦玉给了宁杰一个警告的眼神 宁杰老实下来 女律师继续问 你们有阻止被告跟宁杰在一起吗 当然要阻止 我们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 但也是清清白白做人的 怎么能给人当小三 我和他爸爸知道后 就让他们分手 但小杰跟我们说 宁杰早就跟他老婆分居 两人没离婚 是不想影响孩子高考 等孩子高考后 他们就离婚 到时候 他就可以光明正大 跟宁杰在一起 也就是说 被告在明知道宁杰已婚的情况下 依然跟他在一起 是因为宁杰说 自己已经跟妻子分居 并且准备离婚 他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是的 不过我们还是不放心 亲自去见了宁杰 宁杰亲口说 他跟他老婆 早就各过各的 互不干涉 他是真心跟小杰在一起过日子 宁杰跟被告在一起期间 两人有经济往来吗 小杰经常给他买东西 衣服 吃住 花了不少钱 我还经常说他年纪越来越大 要注意攒点钱 他总是攒不住 说宁杰给他买东西 他不能总是让宁杰付出 几年下来 工资越来越高 手上却没留下什么钱 谢谢 我的提问结束了 送走宋杰母亲 女律师再次申请证人出庭 被告方申请传唤证人 梁明敏到庭 梁明敏是个四十多岁的家庭主妇 跟宋杰家是邻居 证人 你认识这位先生吗 女律师指着原告席上的宁杰问道 梁明敏顺着他的方向看去 见到一张扑克脸的宁杰 点头 认识 宋杰老公 宋杰老公 你们平时都这么称呼宁先生 是的 也就是说 宁先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以宋杰的丈夫身份 出入宋杰家 真说起来是不是老公 我们也不知道 宋杰最开始说 那是他男朋友 后来结没结婚没说 我也就见过两三次 不过这位宁先生 经常开车去接宋杰上班 有人给宋杰介绍对象 宋杰也总说自己有对象 谢谢 第三个证人是宋杰的同事 女律师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被告跟宁先生交往的 四五年这样 没到五年 是怎么知道的 宋杰告诉我们的 你们知道他男友的身份吗 知道 他男朋友的公司 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 听说是那边的高管 当时我们还挺羡慕他 找了个有能力的男朋友 除了公司高管 你们还知道他的其他信息吗 证人摇摇头 不是很清楚 我们有各自负责的客户 不是自己负责的客户 一般都不是很了解 你们知道宁先生已婚吗 证人看了看宋杰 慢慢地点了点头 开始不知道 后来是听宁先生公司的人说起 我们才知道 宁先生已经结婚 还有个十几岁的儿子 什么时候听说的 证人想了想 到 晚久以后吧 那时候 宋杰已经跟宁先生在一起 当时宋杰什么态度 很难过 消沉了一段时间 后来听说宁先生离婚了 他俩才重新在一起 这么说宋杰在此之前 也不知道宁先生已婚 宁杰还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他那么难过 应该也是被骗了 关于宁先生离婚 你听谁说的 宁先生说的 有次他来找宋杰 宋杰跟我们说他离婚了 宁先生没有否认 宁杰脸色一变 怒视着对面的人 这个死女人 他刚想动作 被秦玉拉住 眼神警告他 是他自己太高调 被别人知道 当我的情人 哭着跟我说他 没脸见人 我被他哭得心烦 跟他们公司的人 也没太多接触 才答应默认 自己已经离婚 宁杰压低了声音 恼怒道 谁想到他一时心软 就被这女人利用了 秦玉看着对面 微微眯了眯眼睛 嗚了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女律师得到满意的回答 对证人点点头 示意他可以离开 回身看着姜瑞书 审判长 我的提问结束了 说把他看了看秦玉 虽然他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 但现场气氛明显紧张起来 姜瑞书问秦玉 原告方是否要询问证人 秦玉扶着桌子 慢条四里起身 漆黑的眼瞳看着女律师 被告方的证词很精彩 把被告从一个插足 他人婚姻的第三者 塑造成了一个 被情所困的真爱女性 不过我有个问题 宁先生默认 自己已经离婚 被告知 不知道宁先生没有离婚 宋杰的律师脸色一变 顿时明白了 秦玉这个问题的目的 说知道 宋杰仍然是喜不白的第三者 说不知道 却有点说不过去 常年关系亲密的人 离没离婚 能没有一点端倪 宋杰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律师 见自己律师脸色凝重 便知道 秦玉这个问题很致命 心里有些不安 秦玉将他的小动作看在眼里 没有催他 目光顺着宋杰看向了女律师 似乎不介意 他们先沟通好 再做回答 女律师见状惊意不定 不确定 他究竟是还有底牌 还是故作姿态 他心念电传 衡量两个回答的利弊 最终感觉 推翻原有证词 和辩论方案风险太大 对宋杰 机不可查地摇了摇头 宋杰低下头 不知道 他跟我说 离婚后就跟我住一起 像夫妻一样生活 被告的意图已经很明显 将黑锅都推到宁杰身上 他只是一个被欺骗感情的 无辜女性 两人之间不形成包养关系 以此支持他对于债务关系的主张 同时也能争取法官好感 甚至同情 不得不说宋杰挺聪明 知道多说一错 哪怕自己的回答有点不合情理 也不多说一句 只要原告没有证据 就不能推翻他的说法 秦玉脸色没有改变 如常询问道 你们像夫妻一样生活了多久 四年左右 这四年间 你没有对宁先生离婚的说法 产生过怀疑 第五十章 争议 宋杰斩酌道 也不是没有 有时候他不回来 但他说是去见孩子 我就没怀疑 突然换来的问题 如你所言 房子是你买的 五十万转账中有三十二万是债务 五年间宁先生 只给了你十八万做生活费 宁先生每个月生活费至少四五万 宁先生跟你像夫妻一样生活 十八万连一年的生活费都不够 每年必须你倒贴三十几万 才能维持他的生活水平 以你的工资水平 你是怎么做到 既独自买房 又养宁先生的 宋杰脸色微微一变 我们虽然住一起 但他应酬多 不经常在家吃饭 我们平时大多消费是分开的 我不想花他的钱 秦玉点点头 没有反驳他 又换回原来的话题 据我所知 我当事人三年前 还曾以宁先生太太的身份 出席公司年会 两年前 宁先生生曾动手术住院 我当事人以家属名义 为宁先生签字 直到宁先生儿子上大学前 他们一家三口 每年暑假都会出国旅游 在宁先生的朋友圈 有诸多度假照片 宋杰听到他说我当事人 一时没反应过来是谁 听到他后面的话 才骤然想起 他的当事人不是宁杰 而是宁杰妻子 脸渐渐白了 这么多端倪 你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宁先生离没离婚 为什么 宋杰说不出话 秦玉又说了个冷笑话 因为爱情 扑 有人忍不住笑出声 神特么的因为爱情 这也太埋他了人 姜瑞书看着下面一个个忍笑的 也是很无语 提醒了一句 原告方 注意你的话题不要偏离争一点 是 审判长 秦玉说吧 伸手从包里拿出一个 款式老旧的手机 朝宋杰晃了晃 认识这个手机吗 宋杰脸色一白 这是宁杰两年前的手机 那时候 宁杰的孩子刚考上大学 宁杰不再跟他妻子 维持表面和平 开始公开带他出入各种场合 两人跟真正的夫妻一样 生活了一段时间 那天宁杰说回家看孩子 他怀着某些小心思 给回家的宁杰发消息 宁杰的回复很快 语气跟平时也没什么区别 他压根没想到过 那不是宁杰 所以 轻易就背套了很多话 后来宁杰说 手机丢了 买了新手机 又把原来的卡办了回来 他便没多心 开庭前 看到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 他是担心过的 但又想到宁杰手机 早已不知所踪 他们无法证实真假 他只要把自己手机上的记录删除 就不会有人 再能拿捏这个把柄 没想到这个手机 竟然落到了宁杰妻子手上 女律师马上站起来反对 这个物证 没有事先提交 被告不能认同 秦玉跟着道 只是对聊天记录的补充证明 原告方分明早已拿到物证 却故意压着不提交 想在法庭出其不意打击被告 这是故意破坏规则 女律师控诉秦玉的阴险行为 那么被告到底有没有说过 聊天记录中的话 秦玉反问 又是一个致命问题 女律师脸色微微一变 咬紧牙关 总之被告不认同这份证据 就算所有人都知道 这份证据是真的 只要能用规则排除掉 就绝对不松口 但很明显 其他人心里都有了底 这份证据恐怕是真的 江瑞书深深看了秦玉一眼 这时 旁边的吴嘉生压低声音道 我不认同这份证据 另一边的朱伟玲也点了点头 江瑞书心里有了底 询问道 原告还有吴齐欣的辩论意见 没有了 被告还有吴齐欣的辩论意见 没有了 何以廷需对本案 休停十分钟进行评议 十五分钟后继续开庭 现在休停 江瑞书敲了敲法锤 退庭 我不认同原告当庭提交的物证 回到办公室 吴嘉生便断然道 原告律师就是被告律师说的那样 故意压制证据不提交 这种破坏规则的行为不能纵容 江瑞书看着他一份填膺的模样 知道他看不惯秦玉的手段 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迁怒 将对渣男的厌恶 迁怒到了为渣男争取利益的律师身上 其实 当庭提交证据是可以的 只要法官和对方认可就行 如果是关键证据 法官认同也可采纳 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子 很多证据更是当庭提交的 当然 吴嘉生的否定也没有错 而秦玉这次的行为 他上次才警告过他 他就这么做 有点搞不懂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朱伟林也认同吴嘉生的观点 原告律师故意的 吴嘉生看着江瑞书 讲法官呢 我也认同这份证据不予采纳 江瑞书道 不论秦玉出于什么目的 他都不想纵容 但是 被告对于债务关系的主张没有证据 他微微叹了口气 谁主张谁举证 被告说 宁杰的转账是偿还债务 那就得拿出证据来证明 两者之间存在债务关系 否则原告不用做什么 被告就要承担举证不足的后果 他都有点怀疑 秦玉是不是看清了这点 等着被告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 朱伟林点头道 没证据就得还钱 吴嘉生一愣 紧紧皱起了眉头 江瑞书说的没错 被告得证明自己 跟宁杰存在债务关系 才能否定原告的主张 再或者 除非宁杰跟被告一起沉默 原告杨女士 才无法追回 无法说明原由的那部分转账 但是让宁杰沉默可能吗 这个官司 就是宁杰借着他妻子的名字打的 但我们都知道 宁杰是以妻子的名义起诉宋杰 他才是真正的原告 那又怎样 是他主张向宋杰追回财产 那是原告杨女士的主张 他是代理人 但是获益的是他 这样一个背叛家庭玩弄规则 毫无底线之人 最终还能让他获益 这是对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践踏 社会道德底线都会被他拉低 夫妻共同财产追回后 杨女士也有分配权 也能获益 你能确定他妻子一定能从中获益 我不能 姜瑞书看着他 我们的职责是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依法判决 不是保证谁更能获利 第五十一章 原因只有一个 所以 就算宁杰是个人渣 但法律赋予了他权力 可以作为丈夫代替妻子起诉 你和我都不能剥夺 吴嘉生嘴唇动了动 他知道原则是什么 只是一难评 朱伟林看看两人 见两人都没在说话 问 讨论结束 十五分钟后 再次开庭 现在宣判 姜瑞书敲了下法锤 全体起立 姜瑞书扫了眼法庭 开始宣判 经何亦庭评议认为 被告购买S市地区市计花园 148号103市房屋的房款系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 被告无偿取得财产 未经原告同意 该种行为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故被告因此取得的财产 应于返还 被告先后所获八十万元转账系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 均为不当得利 故对被告便称 收到的转账三十二万为债务往来 本院不予财信 据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 判决如下 一 被告归还原告购房款一百万元 二 被告归还原告不当得利八十万元 三 被告归还原告首饰若干 奢侈品若干 整整五年耗费了那么多青春 还背上小三的罪名 最后什么都没得到 他如何能甘心 想到这些 他忍不住狠狠地刮了宁洁一眼 女律师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从宁洁第一次起诉宋洁 就是宋洁的律师 第一次官司打得很漂亮 宁洁毫无还手之力 所以宋洁再次被起诉时 毫不犹豫选了他代理 但是当他看到原告和原告的诉讼请求时 就知道对方律师不好对付 由追回财产赠予 变为追回夫妻共同财产 光是诉讼请求这一项就赢了一半 京城来的大律师真不好对付 宁洁脸上却露出了笑意 转眼见宋洁目光阴沉地看着自己 回了一个冷冷的邪眼 面目极尽刻薄 宋洁脸色更加难看 旁听的市民都有一种长见识的感慨 真是越有钱越扣 那个宁洁实在太急迫下线了 在一起时送房送钱 分手了一个 起诉让小三回到解放前 没出什么钱 白睡一个年轻姑娘好几年 这操作一般人真干不出来 所以 女孩子做什么都不能做小三 等人家原配追究起来 一招打回原形 什么都落不下 虽说小三不应该 但这次是真惨 遇上这么个抠门的渣男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人家原配财产 老公拿钱送小三不说 还给渣男拿来利用 渣男见女凑一对 不管谁倒霉都活该 就是不知道原配能拿到多少 议论纷纷 宋洁听不下去 匆匆离开 宁洁也不乐意 被人明理暗里骂渣男 跟着要走 秦律师 你来一下 姜瑞书叫住就要离开的秦玉 秦玉顿了一下 心头念头微微一动 隐约猜到 他为什么叫自己 面上仍然不动神色地 跟上他的脚步 在姜瑞书手下 打过四个案子 这还是秦玉第一次来姜瑞书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不大 一张石木办公桌 占据了小半空间 桌上摆满了案卷 虽然很多 却并不乱 椅子后是一个同色书架 上面塞满了各种法律书籍 边上还有少许诸如哲学 美术 历史和文学 由此可见 书架的主人看书很杂 办公桌右边是窗户 窗户对面的角落是饮水机 旁边是一盆绿植 葱葱郁郁 翠绿油亮 没有一丝黄叶 一丝尘埃野无 想来平时被人照顾得很惊喜 姜瑞书将案卷放下 走到办公桌后 目光灼灼看着秦玉 为什么没有事先提交物证 这份证据明明很重要 别跟我说 又是举证期过了才找到的 被告没有证据 支持债务关系的主张 有没有这份证据 无关紧要 他回答 姜瑞书看着他 如果被告有呢 债务关系不存在 被告不可能有证据 你就这么肯定 当事人想胜诉 就必须信任我 所以不会对他有所隐瞒 姜信任交付律师 让律师全面深入了解案情 以便做出最准确的辩论方案 胜诉的几率会更高 万一被告真的有证据呢 肯定是伪造 他语气不重 却不容质疑 即便如此 你的行为仍然增加了 你的当事人败诉的风险 法庭上任何疏忽大意 和自以为是 都可能导致败诉 姜法官 你的言语容易让我误会 刚才的胜诉 是因为你偏向我 当然我知道你没有 我也希望你没有 他说 另外 不会败诉 你又能肯定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只要法官公正 绝不会败 他的意思是 要是败诉 肯定是法官不公正 姜瑞书简直气笑了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 这个案子 原告有天然优势 只要能证明双方有经济往来 而被告无法说明经济来源 被告败诉没商量 他一点也没说错 但是姜瑞书不认为 他这么做 是因为有恃无恐 当初打抄袭案的时候 他先后策反了 被告的三个证人 依旧谨慎地 找了第四个证人 将所有的不可能因素毒死 他就不可能是那种 自以为是的人 所以原因只有一个 不要再试探我的底线 你下次再这样 我不会让你如意 秦玉直视他 这样近距离平视 他的眼睛很漂亮 内眼角微微成钩状 外眼角上翘 细长有神 狭长的线条 让五官更深邃 在没有锋芒的时候 很吸引人 姜法官会怎样 姜瑞书对上他的视线 但凡打过交道的律师 我心里都有一个账本 简而言之 他会记仇 对刺头律师 他有招对付 有本事就来试试 秦玉一秒领悟了 他的话外之音 眼睛微微瞇了瞇 了解 姜法官还有别的事 没有 秦律师慢走 他直接下了逐客令 短时间内都不想见到这人 同时在心里祈祷 下次别再让他排到他的案子 秦玉点点头 转身离开 第52章 扎心了 下午没有开庭 姜瑞抓紧时间 把手上的判决书写了 到了下班时间 秦厅长突然过来 笑眯眯问他 小江 你最近谈对象了没 姜瑞书突然有点不好的预感 迟疑道 暂时没有 最近案子太多 没时间考虑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秦厅长一脸关爱 是个条件很好的男孩子 你们应该能谈得来 果然如此 他上次只是随口推托 谁想秦厅长这么热心 竟然真给他找了对象 姜瑞书有些无奈道 秦厅长 我现在工作太忙 恐怕暂时分不出时间 没事 你们可以先加微信聊聊 聊得来再考虑下一步 秦厅长以为他怕谈不来 到时候会尴尬 不以为一百百手 可是 姜瑞书想说自己 可能是独身主义 虽然还没有 打定主义会保持单身 但他真的暂时不想改变 现在的生活状态 见他还想拒绝 秦厅长紧接着道 你别忙着拒绝 案子是办不完的 你总得抽个时间 考虑个人问题 虽然咱们是新时代 结婚生子 不是女性唯一的出路 但是有个家庭 还是很必要的 女孩子最好的年纪 就这么些年 越到后面 越难找到合适的人 你别不放在心上 优秀的男人 从来不缺欣赏的人 因为奋斗事业三十好几 还没对象的男人不多 你这年纪再拖下去 竞争力 可比不过二十出头的小女孩了 姜瑞叔 扎心了 见他一脸被扎心的表情 秦厅长忍不住笑 又不是让你马上确定关系 只是聊聊 要是不合适 当个朋友也可以吗 话说到这份上 姜瑞叔不好再拒绝 再怎么说 秦厅长是为了他好 说话的也没错 随便聊聊 到时候再看情况 是个什么样的人 见他松口 秦厅长笑道 这个男孩子叫钱清浩 比你大一岁 是金融硕士 跟你学历相当 目前在证券公司上班 收入很不错 自己有房有车 长得眉清目秀 个子也挺高的 很礼貌的男孩子 那条件还真不错 要啥啥都有 秦厅长也真是费心了 条件这么好 他怎么还单着 姜瑞叔问 秦厅长猜到 他心里那点小酒酒 以前是谈过 早就分了 你不会在意吧 他当然不在意 一个不认识的人 有什么好在意的 那谢谢秦厅长了 行 我把你的微信给人家 你们先聊聊看 姜瑞叔点点头过了一会儿 姜瑞叔的微信 收到一个好友添加申请 你好 我是钱清浩 名字还挺好听 姜瑞叔先通过了好友申请 对方的昵称就叫钱清浩 通过好友后 对方很快发了一条信息 江法官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姜瑞叔回了条 你好 钱先生 钱清浩 秦厅长跟我说了一些 你的基本信息 你叫江瑞叔是吗 名字很好听 江瑞叔 谢谢 你的也是 钱清浩 秦厅长有跟你说 我的基本情况吗 江瑞叔 说过 发完这条信息 他关上电脑 拎着包 锁上门 脚步一转 看到几个同事正走进电梯 他连忙小跑过去 赶在电梯门关闭前走了进去 这时 钱清浩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你下班了吗 姜瑞叔抽空瞄了眼 找到自己的车 坐到驾驶座上 这才回了一句 吓了 不好意思 钱先生 我要开车了 不方便回复 下次再聊吧 钱清浩回复很快 好的 注意安全 江瑞叔回了个微笑表情 将手机放到一旁 启动车子 缓缓开出法院 很快就将这件事 抛到了脑后 那是不是江法官的车 陶灵看着前面 开进凯旋公馆的 红色昂克赛拉 忍不住探头看了看 可惜那车正好转弯 车牌只看到了一半 秦玉睁开眼 只看到前面一抹红色闪过 转瞬被滤纸挡住了视线 不过那车转到的方向 跟上次看到的 疑似江瑞叔的车一样 这个小区里 很少看到 昂克赛拉这样的车出入 不显眼都不行 秦玉微微皱起了眉头 江瑞叔停好车 家里的帮庸范阿姨 听到动静出来一看 笑道 是瑞叔回来了 范阿姨 江瑞叔关上车门 家里有人吗 范阿姨摇摇头 瞅着她的脸色有些不忍道 先生临时出门应酬了 江瑞叔脸上没什么表情 只问 您做了晚饭吗 有点饿了 范阿姨看不出 她到底高不高兴 想到家里的情况 忍不住暗暗叹了口气 听她说 脸上这才扬起笑容 做了你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江瑞叔文言也露出了笑意 那真好 好久没尝您的手艺了 真想念得紧 你喜欢的话 回头我给你送饭好了 那太麻烦了 法院有食堂 大厨的手艺也很不错呢 当然 还是比不上您 范阿姨笑道 你就会逗我开心 第二天醒来时 房间里漆黑一片 外面也是一片寂静 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江瑞叔在黑暗中睁着眼 躺了一会儿 感觉到身下柔软的床垫 空气里中带着冷清的异味 从感知上能感觉到房间很大 他才想起 自己昨天来了凯旋公馆翻身坐起 他没有开灯 光着脚踩厚实的地毯上 在漆黑中走向窗户 窗帘拉开的瞬间 晨曦挥洒进来 是个很好的天气 他下楼吃了个范阿姨准备的早餐 家里还是没人 范阿姨怕他不高兴 小心翼翼倒 先生应该是喝醉了 直接睡在外面 我已经发消息给先生 告诉他你过来了 等他醒来 应该就会回来 没事 江瑞叔将煎蛋一口吃掉 用餐巾试了试嘴角 范阿姨 我一会儿出个门 中午回来 说吧 上楼换了身运动装 背上运动背包 登登下楼 范阿姨见他是去健身 放下心来 便说自己中午给他做好吃的 第五十三章 江法官 是吗 江瑞叔去的健身房 在凯旋公馆附近 开车五分钟就到 会员顾问得知他过来 赶快打招呼 江小姐 你很久没来了 江瑞叔笑笑 最近不在这边 需要教练吗 不用 好的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请随时叫我们 话音刚落 就将会员顾问露出笑容 朝他后面打招呼 秦先生 你来了 江瑞叔下意识回头 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孔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两人同时脱口出 江瑞叔 秦玉 这是什么鬼的孽缘 这都能遇上 秦玉想起 昨晚看到的那辆昂克赛拉 那应该就是他的车了 只是没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他 目光不受控制 落在他身上 刚到锁骨的头发 挽了个半丸子头 露出白皙饱满的额头 上身是一件灰白色防晒衣 拉到一半的拉链 可以看到 里面穿的是黑色运动内衣 下身穿了条黑色紧身运动长裤 脚上蹬了一双蓝色绒面运动鞋 一双腿又长又直 这副打扮的江瑞叔 充满活力 跟裹着法袍的他太不一样 江瑞叔也是第一次看到 穿休闲装的秦玉 但看他单肩挂着的训练包 很显然 他也是来健身的 你住这儿附近 江瑞叔问 凯旋公馆 秦玉道 啊 居然还在一个小区 S是这么大个城市 那么多住宅区 他怎么就挑中了这里 江瑞叔已经吐槽无力 开始考虑 自己以后是不是别过来了 你怎么住凯旋公馆 环境好 说了等于没说 江瑞叔已经什么都不想说 先走一步 秦玉微微汗手 跟他一样 没有熟人一起锻炼的念头 认真说起来 他俩也不是很熟 更没必要组队锻炼 江瑞叔先去更衣室 找了个橱柜 将背包放下 脱下防晒衣 穿戴好装备 先去操房热身 这个时间人不多 健身房面积也很大 只灵星见到五六个人 江瑞叔随意选了个靠窗的跑步机 跑了十来分钟 额头冒出些许细汗 深蹲是最消耗体力的动作之一 可以同时练习身体的多个肌肉群 不用特地练习腹部和臀部 就能获得马甲线和翘臀 比跑步对关节的压力更小 热量消耗也更大 不用担心碳水摄入 是江瑞叔最喜欢的练习项目之一 杠铃自重15kg 他往杠铃两边各加了25kg 一组动作下来已是满头大汗 歇了几十秒 他开始做第二组动作 汗水完全浸湿衣服 额脚的碎发被汗水打湿 随意地贴在脸上 汗珠顺着脸颊滑下 在下巴停留 随着他一上一下的动作 低落在锁骨上 因为负重 他的脸颊有点发红 皮肤却越发白皙 江瑞叔很喜欢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 随着重量增加 一次次突破自己的限制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对身体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强 而在历劫之后 慢慢恢复力量的感觉 则人从里到外地放松 噓 突然有人朝他吹了声口哨 江瑞叔放下杠铃 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 正一脸猥琐地看着他 那人也不说话 目光赤裸裸将他从头到脚打亮 最后停留在他紧视的臀部上 他穿的是带弹性的紧身素肝运动长裤 可以清楚地看到 优美的臀部曲线 上身是运动内衣 平坦结实的腹部和白皙的背部 一览无遗 汗水顺着光滑紧致的皮肤 一道地滑落 格外地诱惑人 江瑞叔心里有点不舒服 感觉被冒犯 江瑞叔没理他 继续练习 但明显感觉到 那人一直在盯着自己 如有食指般地 将自己从头到脚一遍遍地打亮 想到他用那种猥琐的目光 脑子里不知道在意淫什么 他就觉得一阵恶心 他放下杠铃 回头给了对方一个警告的眼神 那人不以为意 还朝他挑眉 这种人江瑞叔见多了 越打理越起劲 要是他质问 恐怕他还会狡辩 他什么都没说也没做 是他想多了 他什么都没说 走到哑铃区 挑了两个哑铃 开始练手臂肌肉 他手臂的肌肉不明显 但举哑铃的时候 还是能看出肌肉的形状 那么大一个哑铃举起放下 毫不费力 那人见江瑞叔没什么反应 还以为他胆子小 不敢说什么 正想上前一步 这时江瑞叔做完一组练习 手里的哑铃东一声扔地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 因为重量比较大 地板还震了一下 他不由看了看那对哑铃 突然一个机灵 这女人举的哑铃 哑铃好像是35kg组合的 那就是70斤 这要是砸在身上 这时江瑞叔抬头看着他 黑亮的眼瞳有点瘆人 往他下三路瞄了一眼 他不由菊花一锦 夹紧了腿 见江瑞叔又捡起了哑铃 做事要走过来 连忙灰溜溜跑了 见猥琐男跑了 江瑞叔换了对轻一点的哑铃 以他的身高体重35kg过重 他可不想练出粗壮的弓二头肌 你干嘛呀 打算离开的时候 江瑞叔突然听到 有个女孩子叫起来 脚步一转 就见刚才那么猥琐男 正对圈着一个女孩子 嘴里说着 不是你让我教你吗 你动作不对 应该这样 说着往女孩子臀部抹去 你 你离我远点 女孩子满脸通红 快哭出来 江瑞叔走过去 正要一把揪住猥琐男 一只羞长的手伸出来 直接将猥琐男拎起来 他妈谁 猥琐男脑目回头 见识个男的脏话脱口出 秦玉直接将他扔在地上 猥琐男被摔了个狗坑时 唉呦嚎了声 狼狈地爬起来 凶恶道 你敢动我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李刚 被骚扰的女孩子 前一秒还惊魂未定 下一秒差点笑出声 这个大帅哥太幽默了 猥琐男一脸被羞辱的神情 有种你报上名字 不整死你老子是孙子 秦玉一脸高冷 垃圾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你 猥琐男大叫一声 挥拳冲上来 秦玉单手握住他的拳头 他挣扎了几下 却纹丝不动 正想上脚踢 就听秦玉带着冷意的声音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谁啊 可以让你进监狱的律师 你刚才的行为 已经构成猥亵妇女 此处有监控 人证物证齐全 只要这位女士告你猥亵 你绝对逃不了 秦玉的目光 转向旁边看戏的某人 江法官 是吗 江瑞叔突然被Q 不由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猥亵妇女无疑 另外还有故意伤害的嫌疑 猥琐男同人猛地一缩 这两人是律师和法官 第五十四章 新的认识 江瑞叔开庭的次数太多 不需说话 眼神淡淡一转 身上便有种无形的压力 让人不敢侵犯 而情欲上法庭的次数 一点也不比江瑞叔少 在法庭上厮杀无数 历经刀光剑影 身经百战 一看就不好惹 犯是犯到律师手上 还可以找个律师对打 可犯到法官手上 那简直是受心功嫌命长 要是同时 犯到律师和法官手上 根本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猥琐男一下子耸了 后退两步 竟然转身就跑 真是个欺软怕硬的软蛋 刚才还嚣张地要拼爹 叫人以为他有多硬的后台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耸 江瑞叔一时没想到追上去 反应过来时 猥琐男已经不见踪影 不过他也不担心 这个健身房是打卡进入的 会员都是实名制 随便一查就能知道基本信息 更别说这里还有监控 不怕找不到人谢谢你们 女孩子细细柔柔地 跟两人道谢 他先是看了看江瑞叔 其实心里有点怀疑 江瑞叔到底真的是法官 还是刚才为了吓唬猥琐男的 配合说是法官的 印象里 法官都是威严又严肃的中年人 眼前这个小姐姐太年轻了 接着 他的目光落在情欲身上 眼睛顿时一亮 这个大帅哥是律师啊 真的好帅啊 你要追究那个人的责任吗 江瑞叔问 这是可大可小 但真要追究责任 那人百分百逃不掉 女孩子想了想 摇摇头 算了 你们来得及时 我没吃什么亏 也怪我不谨慎 他说叫我 我还以为他好意 谁知道 江瑞叔能理解他的决定 打官司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很多人宁愿吃点亏 也不愿打官司 坚持适事 用法律解决问题的人很少 于是叮嘱了一句 遇到性骚扰 一定不要容忍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就叫工作人员 如果是在外面遇到性骚扰 就大声叫出来 叫附近的人帮助你 这种人大多是欺软怕硬的 不要害怕 女孩子点点头 谢谢你 举手之劳 江瑞叔说了声 我先走了 嗯嗯 再见 女孩子挥挥手 一双金亮的眼睛 忍不住偷偷描情欲 她真的好帅啊 比很多流量明星还要好看 听她自己说是个律师 天拉炉职业也那么帅 她肯定是那种 超级厉害的大律师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 鼓起勇气 满怀期待地看着情欲 刚才真的太谢谢你了 为了感谢你 我能请你吃个饭吗 不必 情欲淡淡道 抬脚就走 随意冲了个澡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江瑞叔收拾好东西 去前台叫会员经理过来 会员经理听说他要投诉 马上赶了过来 将他请到旁边的卡座 江小姐有什么事 江瑞叔把刚才遇到 猥琐男的事说了一遍 正说着 情欲找过来 江瑞叔马上猜到他的来意 为了刚才的事 情欲恩了声 我正在说 会员经理一听便知道 这是不做假 两个会员同时投诉 不能轻轻放下 马上表态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一经核实 那就等你们的结果 处理结果出来 麻烦告知我一声 这是一定的 江小姐请放心 会员经理保证 届时也会告知秦先生 给二位满意的答复 江瑞叔点点头 得到保证 江瑞叔不再逗留 情欲也没什么事 两人一起走出健身房 停车场在附一层 江瑞叔是开车过来的 情欲显然也是 于是两人又一起等电梯 你平时不住这边 情欲突然开口问道 嗯 偶尔过来 他说道 想起刚才的事 不由用余光看了看他 好像每次见他 都会对他有心的认识 却不想这一看 被他逮个正着 他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干脆光明正大的看他 情欲第一次发现 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 心情好的时候 会眼角微弯 含着淡淡的笑意 不时带着点调侃的意味 嗯 心情好 因为做了好事 他不由看了他一眼 感觉他跟以往 见过的模样有些不同 却不想他也很敏锐 将他的视线逮个正着 眼里露出询问的意思 他也索性光明正大的看着他 两人就这么对视着 仔细观察对方此刻的模样 这样的对视 一旦心中陋怯就会示弱 他们似乎都想寻找对方的弱点 却发觉 对方已经将自己武装起来 找不出破绽 两人也都不想开口 丁一声 电梯门打开 两人不动声色收回目光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先后走进电梯 知道情欲也住凯旋公馆 江瑞书没再纠结会遇到他 两人的车一前一后开出停车场 过了几分 又一前一后开进凯旋公馆 随后才走向不同的方向 中午仍然没人回来 江瑞书自己用的午餐 范阿姨欲言又止 最终忍不住叫江瑞书自己打个电话 叫先生回来 倒是江瑞书自己一点也不在意 说自己这么大个人了 不用谁陪着 范阿姨想说 可是你特地回来 不就是为了见一面吗 这话最终没说出口 他也知道江瑞书说的是实话 可越是这样 越叫人惋惜 江瑞书自己是不会无聊的 下午抱着电脑 一边撸猫 一边跟同学聊天搞事 另外还抽空上社交网站做问答 他现在可是个颇有名气的法律博主 粉丝也有近百万呢 做完问答 又打了两小时游戏 一个下午便过去了 晚上依旧没人回来 江瑞书和范阿姨一起吃晚饭 早早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打算离开凯旋公馆 范阿姨怕他生气 还想留他住一晚 他说要回法院加班 范阿姨这才放了人 虽然的确是不想继续待在凯旋公馆 但他的话也不是骗人 手头还有好几个判决书没写 下周又有新的案子审理 反正他闲着无事 不如加班把没完成的工作做完 第55章 难保私营 玉 他这一加班一直加到天黑 看着堆积的工作被消灭掉 感觉倍儿爽 晚上他没有回凯旋公馆 开车回了南山花园 给自己煎了块牛排 配上芦笋和西兰花 简单解决了晚餐 这时已经是九点多 从十八层望出去 可以看到一家又一家灯光亮起 那是万家灯火 充满了烟火气息 远处一栋又一栋的高楼大厦 隐匿在漆黑的夜色中 马路四通八达 车水马龙 川流不息更远的远方 是不断闪烁的城市灯海 在夜色模糊了边界 仿佛有一块朦胧的薄纱 将整座城市笼罩 江瑞书给自己倒了杯红酒 靠着落地窗 半张脸隐在阴影中 叮铃铃 电话突然响起来 江瑞书拿起电话看了眼 看着来电显示 过了十几秒 到底还是接起了电话 瑞书 是我 电话里传来一个温柔的女生 没打扰到你吧 张女士有事请直说 听到她礼貌又疏离的语气 那头张静岳忍不住暗暗叹了口气 柔声道 抱歉 我原本不想打扰你 听发阿姨说你前天回家了 我想了想 还是给你打个电话说一声 你爸爸这两天都在外面应酬 昨晚和今晚都喝醉了 不是故意不见你 你别怪他 张女士真是很贤惠 听到这么一句夸奖 张静岳一点也没有喜悦 反而有点僵硬 瑞书 张女士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别的不用管 我知道 江瑞书跟她没什么好说的 还有别的事 张静岳那边顿了顿 声音听起来有点低落 没有了 江瑞书嗷了声 挂了电话 灌了一大口酒 在喝的时候 发觉一杯酒已经被自己喝光 也不知道是不是喝了点酒 她感觉有点热 单脆鞋也不穿 光着脚走到橱柜前 将整瓶红酒拎过来 坐到落地窗前 一下一下地接着喝 半瓶红酒下肚 她有点微醺 整个人懒洋洋地靠着窗户 像只燕族的梨花猫 寂寞来得突如其来 也真是奇怪 平时也是一个人住 什么感觉都没有 满宝私营 御马 她没回头 伸出手 摸摸索索地摸到手机 这时 手机叮咚响了声 跳出来一条新消息 钱青浩 江法官 你在干嘛 江瑞书自己没有相亲的欲望 从一开始 就不打算主动联系对方 这两天没见对方发消息过来 她还以为钱青浩跟自己一样 或者换了目标 回头请厅长问起她就说 两人不合适 变了了这桩事 不过她这会儿正无聊 有个人聊天也不错 于是回道 刚吃完饭 钱青浩 好巧 我也是 钱青浩 不过 你怎么吃这么晚 江瑞书 今天加班 钱青浩 好巧 我也是 你平时很忙吗 江瑞书 挺忙 你也是吧 钱青浩 是的 看来我们的节奏挺像的 江瑞书随意地跟她聊着 意外发觉 两人的共同话题还挺多 从工作到爱好 从文学到政治 不知不觉地聊了快一个小时 直到闹钟响起 最后 钱青浩问 下周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发现一家很好吃的私房菜 平时没有朋友一块去 想请你一块去 没朋友肯定是借口 请客从来不存在请不到人的情况 谁身边没几个吃货 江瑞书想到自己认识的人 里面就有1234567个大吃货 不过他这个借口 显然是为了不那么刻意 以朋友的名义 邀请 能让彼此都自在写 真是个很体贴的人 江瑞书对他的感官挺好的 但这还不足以让他想见面 有时间我再跟你说吧 对方闻贤歌儿之雅意 知道他暂时不想见面 没有抢求 那行 等你有时间再去 第二天 因为上午有开庭 江瑞书一大早赶到法院 打开电脑数了下 这周有八个案子要开庭 还挺轻松 快上班的时候 擎廷长过来问 你们聊得怎么样 见擎廷长一副比自己 还着急的模样 江瑞书很无奈 加了微信 聊了两次 感觉人怎么样 了解还不是很多 暂时没有什么感觉 他实话实说 擎廷长调起眉 人家跟我说 对你感觉很好 跟你很有共同话题 我就说你们能聊得来 我跟你说 小钱条件真的很好 抢手得很 你要是觉得合适 就见个面 说不定就有感觉了 他条件也不差 要学历有学历 要事业有事业 有房有车 长得也不差 没有家庭负担 要啥有啥 放在婚恋市场 也是食物恋顶端的吧 或许是他的表情太明显 擎廷长择了声 你条件是好 可是年纪大了呀 嗨嗨 姜瑞叔一口水 呛在嗓子眼里 WTF 他年纪大了 婚恋市场吃香的 都是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你这笨三的年纪 人家结婚早的孩子 都能叫你阿姨了 又扎心了我的蜻蜓长 一直觉得 自己还是小姐姐的姜瑞叔 有点没法接受这个事实 好吧 他也有结婚早的同学 好些都有孩子了 他早就被叫过阿姨 红包都给出了很多 但是他的同学 都比他年纪大 别说三十 就是四十 五十 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年纪大 谁规定到了年纪 就一定要做什么 如果四十岁 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 那就继续担着 什么状态最舒适 就处在什么状态 不过这话 他没当着秦厅长的面说 不然秦厅长肯定又会扎心 嘴上应得好好的 等有时间就考虑 最近忙呢 这周好多案子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空 行吧 你们自己聊 秦厅长是真觉得 对方条件好 不希望姜瑞叔错过 才特地说了这么几句 提醒到了 便点到为止 不然就月祖带刨了 第五十六章 遗产纠纷 上午开庭的是一个离婚案 丈夫起诉妻子家暴 感情破裂 为了保命一定要离婚 往常涉及家暴的案子 大多是丈夫打妻子 妻子打丈夫的比较少 姜瑞叔见原告 长得也不算瘦辱 反而是他妻子比较瘦小 怎么看 也不像能家暴他的样子 而被告坚称 夫妻两人还有感情 不同意离婚 姜瑞叔瞧着原告脸上好好的 手脚也很麻利 没有受伤的痕迹 开庭前也没见原告提交证据 便问原告 家暴有证据吗 当然有 原告说着开始脱裤子 所有人 你干什么 姜瑞叔立声阻止 但下一刻 原告已经脱下裤子 露出了白胖胖的屁股 姜瑞叔连忙捂住眼睛 两个陪审员不停咳嗽 眼睛不知道往哪放 然后听原告说 法官你看 昨晚他又打我 打得我屁股都裂了 你屁股勾本来就是裂的好吗 姜瑞叔低着头 用手挡着眼睛 冷酷道 你赶紧把裤子穿起来 不然派你藐视法庭 原告委委屈屈地穿上了裤子 直到庭审结束 姜瑞叔还觉得 眼前不时浮现一个白花花的屁股 不管走谁后面 只要看到别人的臀部 那个白花花的屁股就自动带入 简直要长针眼了 听说你上午开庭 见到了限制级画面 中午吃饭的时候 吴嘉生笑着跑来问他 什么叫限制级画面 说的仿佛什么成人动作片似的 姜瑞叔虎着脸道 我认为应当加强 庭前证据提交的程序 坚决反对当庭提交 以提高庭审效率 吴嘉生举手 我赞同 不 朱伟林也忍着笑举起手 刘一丹把头埋进碗里 肩膀直抖 听说这夫妻俩是女的挣钱养家 男的一无是处 就是个吃软饭的 拿着老婆挣的钱在外面撩骚 也难怪那女的打她 旁边的同事 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八卦 既然这样 被告为什么不愿离婚 母胎单身的朱法官表示不能理解 姜瑞叔眼前又浮现出那个白花花的屁股 顿时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悠悠道 因为原告屁股翘啊 啥 姜瑞叔往朱伟林臀部瞥了眼 屁股翘 说明腰力好 扑 朱伟林刚入口的酸梅汤喷出来 吴嘉生坐他对面 被喷得正着 我的红烧猪排 吴嘉生惨叫 刘一丹笑得快抽过气去 不小心打翻了力汤 朱伟林也叫起来 一片兵荒马乱 姜瑞叔擦了擦嘴角 你们慢慢吃 回到办公室 刚坐下 手机提示音响了声 有新消息 前亲号 姜法官 吃午饭了吗 姜瑞叔看着手机 感觉有点新鲜 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找他聊天 母胎solo的姜法官 并不是没有过追求者 姚蒋当年也曾有富二代想追求他 可惜对方是个自以为是的种马 想拿送花买礼物那一套炮他 他嫌太烦 给对方发了一封律师函 名义是意图侵犯未成年 所有人才想起来 他还没成年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追他 往事不堪回首 姜瑞叔手指轻轻一动 发了两个字 刚吃 前亲号回复很快 我也是 嘿嘿 我们的时间安排 真的很相似 前亲号 你中午吃什么 姜瑞叔想了想自己 没吃几口的午餐 青炒虾仁 冬瓜汤 青菜 前亲号发了张图片过来 是一份精致的牛排 这家牛排很好吃 等你有空可以一起来 姜瑞叔晚上经常吃牛排 对牛排实在提不起兴趣 还是回到 看起来不错 前亲号换了个话题 今天忙吗 姜瑞叔 有两个案子 前亲号 能跟我说说 是什么案子吗 姜瑞叔不由想起了上午的场面 柔柔鹅脚 上午是离婚案 下午是名誉纠纷 两人聊了一会儿 姜瑞叔小气片刻 翻开案卷准备开庭 由于被告没来 姜瑞叔进行了缺席审理 原告证据确凿 案情也简单 前后半小时 姜瑞叔就结束了庭审 姜法官 有个当事人来找你 刚回到办公室 刘一丹领了个人过来 姜瑞叔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娇小的女子 站在刘一丹身后 低着头 看不清面容 姜瑞叔没记得自己 有下午有预约 不过经常有当事人临时过来 不见也不是办法 他点点头 请进 女子走进办公室 抬起头 姜瑞叔这才看清楚 他的长相 小圆脸 长相很普通 看着二十多岁的模样 但他浑身默契沉沉的 叫姜瑞叔 看不出他的具体年纪 你是 女子打起精神道 姜法官 你好 我是蔡小华 过两天 我的案子要开庭了 有些问题想问问你 蔡小华 姜瑞叔马上想起了 他是谁 这周有个遗产纠纷 要开庭 蔡小华是这个案子的被告 他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那里继承了老人 所有的财产 包括一套一百二十平的学区房 三十万存款 以及一个商铺 而他既不是老人的子女 也不是老人的法定继承人 他是老人生前的保姆 老人有三个子女 但在老人的遗嘱中 没有给三个子女 留下任何遗产 全部给了小保姆 非亲非故的小保姆 继承了自己父亲的全部遗产 老人的子女自然不能接受 一起将小保姆告上法庭 要拿回父亲的遗产 这里面似乎有些不可言说的故事 但具体如何 从起诉状上看不出来 姜瑞叔也不会妄加猜测 对谁产生偏见 你想了解什么 姜瑞叔问道 我想知道 这个案子 我有多大可能胜诉 姜瑞叔放下手中的笔 还没开庭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蔡小华脸色暗淡了些许 又问 那他们的证据 法庭都会采信吗 要经过制证后 才知道能不能采信 你提交的证据 也同样如此 所有证据都要制证后才合法 哪怕姜瑞叔知道 哪些证据可以采信 现在也不能说 那些证据合法 第57章 辩护 你 会不会认为我用了 不光彩的手段 蔡小华自嘲的笑了笑 非亲非故的小保姆 继承了雇主的遗产 怎么听都不大正常 听起来的确不合常理 老人有儿有女 也没听说儿女多不孝顺 却把所有遗产 给了一个非亲非故的小保姆 未免让人遐想 实际上 起诉状上也提及 蔡小华采取了不正当手段 蒙骗老人立下遗嘱 将遗产都交给他 但姜瑞叔对这些还无法评价 知道 只要你继承遗产的过程 和结果是合法的就行 父母子女和配偶 姜瑞叔想起了什么 如果王先生的房产是婚内财产 那么他的配偶 只要没有放弃继承权 即使去世 也可以将继承权转给子女 也就是王先生的三个子女 王先生就是将遗产赠予蔡小华的老人 他的妻子已经去世 蔡小华的关注点有点奇怪 配偶 对 婚内财产 配偶可以继承一半 如果老人去世突然 没有留下遗嘱 光是确定继承人 就是件很麻烦的事 出现十几个继承人都不奇怪 所以处理没有遗嘱 而各个继承人都不愿放弃继承权的案子 姜瑞叔想起就头疼 这些问题 你可以询问自己的律师 律师都知道 我 我想知道江法官的想法 姜瑞叔抬头看他 我怕你会看不起我 认为我跟王老先生才得到遗产 网上不是很多这种事吗 所有人都骂保姆居心不良 这些事不在我审理的范围 蔡小华深深看着他 似乎想确定 他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 他看到 姜瑞叔的眼里只有平静 没有鄙视 也没有同情 就像一池平静的深谈 清澈 却深不见底 没有任何情绪化的波动 也看不透 这让蔡小华稍稍放了心 却又有点忐忑 一种很矛盾的情绪 你还想了解什么 姜瑞叔问 没 没什么了 谢谢姜法官 蔡小华连忙起身 我就不打扰姜法官了 姜瑞叔恩了声 回去好好准备 有问题多跟律师沟通 好的 蔡小华连连点头 地区城南 凯旋公馆附近的宠物店 的美容区 有琳琅满目的宠物用品区 还有供宠物玩耍的玩具区 近来马上就有专人接待 为宠物们提供全套服务 店里寄存着各种宠物 其中以猫狗为主 喵喵喵的喵主子 汪汪汪的汪星人 时而根较劲似的此起彼伏 中间还夹杂着鸟鸣 不时上演一番多虫奏 最显眼的 还是爬架上挂着的 一只金刚大鹦鹉 当有人进店时 他会很礼貌地说欢迎光临 是店里人气极高的店员 店内闻不到一丝异味 反而有一种宠物相拨的香气 味道也不浓 并不让人不悦 秦玉坐在走到靠墙的长椅上 看着小房间里面 被兽医小姐姐 压着正在替尾巴毛的墨玉 小家伙大概知道自己的尾巴要秃 先是又甜又嗲地喵喵叫 见蝉使官不理睬 生气地嗷嗷直叫 声音淒厉哀绝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被强暴了 然而蝉使官很是冷酷无情 眼睁睁看着兽医施暴 依旧不为所动 自从住进凯旋公馆 墨玉就彻底完野了 经常跑外面浪 这次也不知道招惹了什么 带了一身伤回来 为了上药 伤口附近的毛都得剃掉 为了带他来宠物医院 秦玉都没去律所 滴滴滴 电话突然响起 秦玉一看手机 是陶玲的来电 秦玉哥 这里有个刑事案 你接不接 陶玲开门见山 什么案子 盗窃案 陶玲道 宠物店便驱车赶去律所 这个民工和另一个民工 盗窃了一个农科所的西瓜 这些西瓜 是农科所投入了几十万资金 研究的一个新品种 因为他们盗窃 破坏了不少植株 导致研究数据断裂 根据估价 被盗窃和损坏的西瓜 总价值超六万 陶玲将案卷递给他 六万 在S市 盗窃金额超过六万 就属于数额巨大 处三年以上 至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秦玉没说什么 翻开案卷看了看 感觉有点棘手 被盗的这批西瓜 原本到了收获季节 只等最后的数据录入完成 就可以收获 农科所的培育工作 也可以告一段落 可就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被人损毁了 得不到完整的数据 偷瓜贼的行为 可以说非常可恨 两个农民工都以为 这只是小偷小摸 被抓到顶多被打一顿 完全没想到 这些西瓜不是普通西瓜 事发后完全吓傻了 销赃货的款项也不多 被捕时早就花完了 他们付得起钱 秦玉不挑案子 但前提是 委托人付得起钱 有个大学教授出资 帮他们请律师 希望他们能早点出来 回家过中秋逃临解释道 这世上总是不乏 一些不求回报的好心人 秦玉合上案卷 一把塞进包里 去办手续 秦玉接受的委托 来自一个45岁的民工 名叫冯一超 在S市务工数年 没有固定工作 带起手续 秦玉很快就在看守所 见到了冯一超 45岁的男人 脸上勾壳纵横 满是风霜的痕迹 看起来像五十多岁 穿着宽大的号服 神情为你色缩 可能已经被突如其来的拘留 和即将面临的牢狱生活下道 这样底层的民工 很多已远离家乡多年 在城市里居无定所 桥底 公厕 公园 都可能是他们的住处 他们或许是一家之主 为了养家长期在城市逗留 也或许只是 纯粹在城市流浪 看着眼前西装革履 精致到头发丝的情欲 冯一超觉得自己浑身上下 还不如他的一颗扣子之前 忐忑问道 你是我的律师 对 可是我付不起钱 已经有人帮你付钱 秦玉看了下手表 现在你把事发经过 详细地跟我说一遍 第五十八章 不应意义何在 有天晚上 我跟何生生想吃瓜 今年瓜太贵 我们就去郊区的田里 摘了几个瓜 冯一超臣诉道 何生生是这起盗窃案里的同伙 秦玉看着他 等他继续说下去 冯一超点点头 补了句 就这样 秦玉没心跳了跳 你再说一遍 冯一超以为自己普通话不标准 律师没听清楚 于是放慢了语速重新道 有天晚上 我跟何生生想吃瓜 今年瓜太贵 我们就去郊区的田里 摘了几个瓜 秦玉 你重新详细地说一遍 他加重了详细两字的语气 冯一超嗷嗷两声 露出恍然的神情 摆出龙门镇的架势 就是有一天晚上 我跟何生生特别想吃瓜 但是呢 今年什么都贵 一个瓜要三四十 想吃瓜又没钱买 一片瓜地 所以我跟何生生就去摘了几个瓜吃 那瓜吃起来跟别的瓜也没什么区别 怎么就那么贵 金子做的瓜都没那么贵 秦律师 你说是不是啊 他们该不会想额钱吧 秦玉 见他抬眸 冯一超露出讨好的笑 还问了句 清楚了吗 清楚个鬼 秦玉面无表情 敲了敲桌面 我问你答 冯一超连连点头 秦律师你问 你和何生生是怎么知道 郊区有西瓜地的 听说的 听谁说的 冯一超想了想 想得眉头皱起来 最后摇摇头 反正就是听住在郊区那一帮人说的 你跟何生生住一起 对 是谁先提议去偷西瓜 是我 这么说 冯一超是主犯 秦玉继续问 你和何生生先后两次偷窃 这两次分别是谁提议的 都是我 是谁提议卖西瓜的 是我 卖西瓜的钱 谁拿得多 冯一超拍拍胸膛 当然是我了 秦玉 你加个什么劲 在看守所待了半小时 秦玉问了自己想知道的问题 最后叮嘱冯一超 开庭前不要乱说话 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 秦律师 见他要走 冯一超突然站起来叫住他 见他回头 马上问道 按照你说的那么做真的好 秦玉看着他 眼神犀利 冯一超下意识缩起肩膀 马上解释 里边的人说 刑事案请律师没什么用 最多就传个话 除非能遇到有良心又有能力的律师 但最多也只能争取少判一年半载 大部分如此 成文法体系中 刑事案被告人被检方起诉时 基本上犯罪事实已经很清楚 律师能做的便是盯着司法机关 保证案件审理过程中 程序合法 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 以及争取最轻判决 跟判立法国家 律师靠一张嘴 就能黑得洗成白的截然不同 啊 你是少部分 这 这样吗 冯一超不懂法 听别人的说法 跟律师说法差别太大 难免不知道相信谁 那何生生是不是跟我一样 他另外有辩护律师 你不负责他 不负责 同一案件的不同被告 可能存在利益冲突 不能委托同一个律师 所以 秦玉只能为冯一超辩护 秦玉再次告诫冯一超 不要乱说话 没想到在看守所门口 遇到一个熟人 李一涵一看到他 脸一下子拉得老长 怎么是你 你为何生生辩护 你怎么知道 李一涵刚说完就反应过来 你为冯一超辩护 秦玉挑了挑眉 啊 他怎么就接了这么的案子 早知道另一个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是秦玉 他接都不会接这么案子 李一涵一张脸黑成锅底 没想到秦玉接下来的话 更让他暴躁 李律师这么极恶如仇的人 怎会接这种案子 这个案子的两个被告人 都不是实恶不赦之徒 原本只是寻常小偷小摸 结果误打误撞成了大额盗窃案 案子出来后 很多人虽讨厌他们的行径 但主要关注点是在天价西瓜上 反而觉得两个被告人很倒霉 李一涵虽然也厌恶窃贼 但认为他们不至于受到重罚 所以才毫不犹豫接下这个案子 他冷笑一声 我是有职业操守的 不像某人 利益熏心 为了胜诉 能昧着良心 什么手段都用 打官司不为赢 意义何在 李一涵噎了下 打官司当然是为了赢 为了输谁 还找律师打官司啊 就算为了赢 也不能不择手段 法庭上你也可以用任何方式反驳对手 李一涵噎又噎了下 也能用任何有效的方式反驳对手 庭审本身就是双方非胜即败的角力 必须想尽办法 竭尽全力去占据优势 打击对手 这样才能争取到胜利 达到维护委托人利益的目的 道理是这么的道理 但从秦玉嘴里说出来 李一涵感觉老大不爽 想到秦玉是第一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他忍下脾气 问道 你给冯一超做什么辩护 无罪 李一涵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人还真敢啊 你确定 难道你想做有罪辩护 秦玉反问 李一涵皱起眉头 第二次盗窃时 他们被抓了现行 盗窃事实无法推翻 盗窃事实无法推翻 不意味着其他事实无法推翻 你是指 S是盗窃案的立案标准 是2000元以上 秦玉说了这么一句 李一涵瞬间明白了秦玉的策略 琢磨了片刻 仍然不大赞同 推翻这个依据不容易 不容易也得做 那你打算怎么做 他以为秦玉会告诉自己怎么做 毕竟第一被告人和第二被告人 大部分利害关系一致 两者律师做好沟通 更利于辩护 结果听到秦玉说 出了结果会告诉李律师 只希望开庭的时候 李律师不要拖后腿 拖后腿 怀疑他能力吗 李一涵文言有点不悦 却突然想起 秦玉最开始说的那句话 反应过来 这家伙在嘲讽他 怕他当了检方的卧底 靠 这绝对是对他职业操守赤裸裸的侮辱 李一涵的小宇宙瞬间爆发 要跟这个桑尽天良的家伙 来个八百回合的辩论 但秦玉人高腿长 眨眼间已经开车离开 第59章 申请回避 盗窃案距离开庭只有一周 给秦玉的时间不多 他一方面寻找相关方面的专家 一方面要去物价局了解情况 另一方面还要去法院查看案卷 形成异常忙碌 姜瑞书在法院看到秦玉 回去看了下自己的开庭安排 没有他的案子 后来听说这次他是做行变 心里倒是有些期待 遗查案是周四下午开庭 周三上午 趁着没有开庭 姜瑞书安排了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 蔡小华这边带的是个女律师 原告那边来了两男一女 和一个男律师 蔡小华提交了数份书面证据 包括被继承人的遗嘱 财产清单 和遗嘱鉴定报告 三名原告也提交了几份书面证据 还有证人证词 他们原本不想承认遗嘱是真的 但在鉴定报告面前 反驳显得很无力 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自己的父亲 真的一点财产都没留给他们交换证据 只是为了让双方当事人相互了解证据信息 从而明确诉讼的争议点 为开庭审理做准备 并不意味证据不足的一方 开庭后一定会败诉 走的时候 三个原告的脸色都不是很好 下班的时候 姜瑞书在停车场 看到了三个原告中行二的王女士 王女士是个四十多岁的职业女性 穿着一身西装制服 浓眉小眼 颧骨略秃 面相有些凶 这一身西装制服 也不知是哪个单位的 姜瑞书想起她交换证据的时候 总是习惯性昂头 总觉得她这么穿在暗示什么 仿佛这身衣服就是她的底气 只是她骨架很大 西装穿在身上也显得有些粗壮 见到姜瑞书 王女士小跑过来 姜法官 你可算下班了 姜瑞书一边开车门 一边问道 王女士有什么事 是有点事 能请姜法官去附近的咖啡店祥谈吗 王女士笑呵呵道 姜瑞书看了看她的手提包 大概猜到她的用意 想也没想就拒绝 抱歉 法院有规定 法官不能私下会见当事人 王女士有什么可以跟我回法院说 王女士的脸色顿时有点不好 旋即扬起笑容 和蔼亲切道 不是公事 是一点私事 抱歉 我跟王女士你不熟 私事恐怕也帮不上忙 王女士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 没想到姜瑞书说话这么直接 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这个法官 怎么这么不知道变通 她就不怕得罪人 姜瑞书自然不怕 除了开庭办案 她不在意跟当事人的关系好坏 她更愿意将自己法官的身份 与人际关系割裂开 法官只是法官 不受外物影响 如果没有别的事 先走一步 姜瑞书拉开车门 矮身坐进去 唉 将法官等等 王女士说着 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往姜瑞书的怀里塞 姜瑞书的眼神瞬间锋利 如开刃的剑 带着冷力的锋芒 看一眼便被刺痛 王女士下得手一抖 差点把封信扔掉 拿走 姜瑞书命令 王女士不敢违背 连忙把信封拿回去 姜瑞书里也不理她 喷一声关上车门 很快开车离开 王女士心有余悸地拍拍胸口 这女法官年纪轻轻的 眼神怎么这么吓人 心里忍不住责怪 这个法官也太不讲情面了 那么正值做给谁看 她当法官一个月能拿到多少钱 装什么清高 随后又忍不住后悔和担忧 法官该不会对自己不高兴 明天开庭的时候搞鬼吧 姜瑞书要知道她的想法 一定会说 想太多 不过王女士的举动 的确让她有点不悦 这不仅是见她规则 还意图陷她于不义 总有那么些人 不愿按规则办事 遇到事情就想走人情 只立即不管他人 明明遵守规则 是最省事的方式 遗产案是第二天下午开庭 由于遗产案往往比较复杂 这次何一庭 由姜瑞书和吴嘉生 朱伟林组成 其中姜瑞书担任审判长 宣读了法庭纪律 和参与庭审的成员信息 姜瑞书案例询问 原告申请回避吗 她以为只是例行询问 没想到话音刚落 就听到原告律师说 原告要申请回避 她看向原告习 原告申请谁回避 王女士瞪了她一眼 姜瑞书莫名其妙 还想着是不是吴嘉生 或者朱伟林 跟被告有什么联系 接着就听到原告律师 硬着头皮道 申请审判长回避 姜瑞书 她是不是听错了 申请审判长回避 吴嘉生和朱伟林都很意外 没听说她跟双方当事人 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回事 吴嘉生小声问 姜瑞书没回答吴嘉生 面无表情地看着原告律师 申请回避的理由 审判长与原告有矛盾 什么矛盾 昨天审判长与原告王女士 在停车场发生争执 争执 姜瑞书继续问 理由 原告律师看向王女士 王女士不大敢看姜瑞书 垂着眼皮慢吞吞道 我想跟你了解一些事情 你拒绝不说 还训斥我 我觉得 你可能对我有偏见 这事仗着没证据 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吧 姜瑞书慢条私理道 作为主神法官 不得与当事人私下会面 当时已经下班 且不再指定可会面地点 所以我有权拒绝 与你见面并交谈 你执意纠缠 我只能采取必要的方式 摆脱你的纠缠 谁纠缠了 她连话都没来得及说好吗 王女士有心说明 但一对上姜瑞书的眼睛 她就想起了昨天姜瑞书 那吓人的眼神 突然害怕姜瑞书 说出实情 事情经过是这样吗 原告 吴嘉生问道 王女士娜娜不言 吴嘉生哪里看不出 对方胡搅蛮缠 但是原告提出了回避 按照规定 在法院做出 是否回避的决定前 姜瑞书得暂停 参与本案审理工作 姜瑞书只能宣布休庭 这还是姜瑞书 第一次被申请回避 虽然有些麻烦 但影响不大 只是案子推后 无形中增加了她的工作量 法院的决定 很快就下来了 这是你的权利 回避申请驳回当天下午 原告王女士便到法院 来找姜瑞书 听刘一丹说 王女士找她有事 姜瑞书从满桌子的案卷里 抬起头 只见王女士脸上堆满了笑容 全然没有之前的恼怒 姜瑞书大概猜出 她过来的目的 淡淡问道 王女士有什么事 王女士搓了搓手 爽朗笑道 姜法官 我今天过来 是给姜法官 你道歉的 上次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由于我认识不足 对你产生了严重的误会 给你的工作带来了困扰 真的非常非常对不住 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希望姜法官 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这种不懂法的人计较 申请回避 是你作为原告的权利 你不必道歉 姜瑞书压根没放在心上 虽然有些人喜欢在法庭上故意找查 但规则允许他们这么做 姜瑞书尊重规则 毕竟这种人是少数 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作为 否定大部分人的权利 但是王女士听在耳中 却觉得姜瑞书心里没消气 他之前觉得 姜瑞书没收自己的好处 肯定对自己有了偏见 怕姜瑞书开庭的时候 偏帮小保姆 所以才会提出回避 结果申请回避没成功 还是姜瑞书做主审法官 这肯定把人得罪得死死的了 原本他们就出于不利局面 如果姜瑞书再记恨他们 那他们想赢官司 还有可能吗 王女士顿时着急 话不能这么说 犯了错误 就得勇敢承认 知错改错 我现在知错了 可我这人文化水平不高 不怎么懂法院的规定 姜法官 你说我怎么才能改正 听他把自己放得这么卑微 姜瑞书皱起眉头 抬头看他 便见王女士冲 自己露出讨好的笑 念头微微一转 便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 说到底是怕他记恨 不相信他会秉公审理吧 人总是喜欢 如此一己夺人 你不必如此 我说了 这是你们作为原告的权利 那么你们行使 自己应有的权利 就没有错 只不过希望你们 下次行使权利的时候 能有更充足的理由 言误开庭 我们一定牢记 王女士连连点头 随后去着她的神情 小心翼翼问道 不过这事的确是我们不对 虽然有这么个权利 但也不应该乱用 我这次真真实实认识到错误了 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 不如等庭审结束 我请你吃个饭道歉 到时候就不违反规定了吧 听说姜法官你还没有对象 我有个折是开公司的 长得可帅了 也单身呢 到时候正好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交个朋友 姜瑞书端起茶杯 一边润润嗓子 一边听她说 前面还挺正常的 听到要给自己介绍对象 姜瑞书一口茶喷了出来 可嗨嗨 王女士见状连忙上前 要给她拍拍 姜法官你小心点 姜瑞书连忙摆手 你别动 王女士跟中了定身术似的 顿在原地不敢动 姜瑞书急忙抽了一团纸 擦拭案卷和电脑 还好还好 湿得不严重 姜法官 你这没事吧 王女士见她手忙脚乱 不由问了句 姜瑞书很想翻个白眼 感情说了半天 用美男计 还庭审结束后 要她判了原告败诉 这也不好意思见面吧 主意打得可真好 不过 她单身这事虽不是秘密 但也没有到处宣扬 法院公示法官的信息 也不会透露法官的私人信息 便是多次打交道的人 也不一定会知道 法官的私人信息 为了打听这事 他们花了不少心思吧 姜瑞书的心情 真的有点不美妙了 她实在不喜欢这种 被人觊觎的感觉 王女士来这里 也没什么正视 姜瑞书不想跟她谈下去 干脆直接跟她说 道歉和介绍都不必了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不会偏向任何人 不论你是否得罪我 也不论被告是怎样的人 都不在我考虑的范围 法庭之上 我只看证据 王女士走的时候 脸色不算好看 姜瑞书知道 她始终不相信 自己会秉公审理 或许她自己平时 就是个喜欢公报私仇的人 也或许是对法官群体的不信任 这些都不是一两句 能解释清楚的 所以姜瑞书 也不想多跟她解释 开庭当天 姜瑞书看到一个熟人 说熟人也算不上 只是赵思雨 跟在秦玉身边 办过两个案子 姜瑞书对她印象挺深刻的 年轻的实习女律师 充满朝气和干劲 或许还充满了正义感 在秦玉做某些辩论 打击对手的时候 她会露出不赞同的神情 姜瑞书才想起 被告的代理律师萧然 好像跟秦玉是一个律所的 也难怪赵思雨会跟来开庭 发觉姜瑞书在看自己 赵思雨抬头对上她的视线 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她对姜瑞书感官很不错 这次又遇到她做主审 不免有些高兴 你认识这个法官 萧然觉察她的小动作 小声问道 之前跟秦律师打官司的时候 遇到过这位姜法官做主审 姜法官挺公正的 说到秦玉 赵思雨心情有点不好 秦玉嫌她烦 打发垃圾一样 把她打发给了萧然 萧然是律所专业的离婚律师 水平自然也是一流的 跟在萧然身边 她长了不少见识 但在萧然这里 接触到的案子 大多都是离婚案 可把她给憋坏了 这次秦玉接了个刑事案 她特别特别 想跟着做辩护的 但秦玉里都不理她 让她重新树立了三官 再说 什么叫重新树立三官 她一个社会主义价值观 熏陶下长大的大好青年 三官正的不能再正了 难道要长歪成黑心律师 才叫正确 萧然笑道 别看讲法官年轻 她可算是老法官了 办案很有一套 知道是她做主审法官 我心都放下了一半 唉 有些法官情感充沛 比较义气 也不能说他们不好 相反 他们是极其注重公平正义的 只是我们做律师代理 和辩护的案子 委托人不一定是好人 很容易引起公愤 这种情况 还是将法官这种理性的 法官做主审更有力 第61章 二次开庭 赵思雨沉吟了一会儿 忍不住问 萧律师 你知道秦律师辩护过的 那个杀气案吗 知道 萧然由衷赞叹 简直是创举 那种情况下 她还能胜诉 我没见过比她更厉害的人 在律师界 相当于英雄一样的存在 可是她的辩护 让凶手逃脱了法律制裁 萧然文言上下打量她 烟红的唇 勾起不明意味的弧度 难怪秦律师 说你三观不正 怎么你也这么说 赵思雨皱起眉头 她一点也不觉得 自己三观不正 难道当律师 要心黑手辣才行 真是天真单纯的小姑娘 萧然一双单凤眼 微微上挑 眼波流转间 媚眼如思 却是笑而不语 没有再说下去 赵思雨还想问自己 哪里三观不正了 这时 江瑞书敲了敲法锤 现在开庭 原告坚持原有诉讼请求 要求法院判决 被继承人的遗嘱无效 拿回作为法定继承 人应获得的遗产 作为被告律师 萧然反驳道 被告继承被继承人 即王志明先生的遗产 是王志明先生亲自立下的遗嘱 遗嘱中明确表示 其名下所有的财产 包括云顶路72号西江小区 第三栋一单元230二室房屋 位于西江市场236的门店 及储蓄卡中30万元存款 全部由被告继承 虽然原告是法定继承人 但根据继承法规定 被继承人有权指定 非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 不需经过法定继承人同意 审判长 我说的对吗 江瑞书点点头 的确如此 被继承人有权指定 法定继承人外的继承人 谢谢审判长的回答 萧然笑笑 将视线转向原告 所以 被告继承王志明先生的遗产 是合法的 原告的诉讼请求 完全毫无根据 原告律师道 被告的确可以继承 王志明先生的遗产 但前提是 这份遗嘱有效 这是想否定遗嘱的合法性 从而否定蔡小华 继承遗产的合法性 在有遗嘱的情况下 的确只有这种方式 能夺得遗产 萧然拿出鉴定报告 莹莹笑道 这是王志明先生遗嘱的鉴定报告 由权威机构鉴定 结果显示 遗嘱却为王志明先生 亲笔立下 欢迎原告方查证 不用查证 原告律师没有反驳 这份鉴定报告的真假 遗嘱的确是 王志明先生写下的 这一点原告不否认 但是审判长不觉得奇怪吗 王志明先生明明有两子一女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财产 都交给一个保姆 而非自己亲手 养育成人的子女 萧然的神情 变得有些凝重 很显然 原告律师的方案 只指遗嘱最大的疑点 一般人都会将遗产 交给自己的亲人 父母 配偶或子女 再不计 也是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人 就算真的因为某些原因 想将遗产分给其他人 多少还是会留一点 给自己的亲人 可王志明 却一点也不留给子女 而是留给了 非亲非故的小保姆 联想到诸多保姆 和雇主不可言说的新闻 不免让人对蔡小华 获得遗产的原因 产生遐想 蔡小华眼帘微锤 脸上无悲无喜 任由各种视线打量自己 姜瑞书看了看双方 道 原告方 虽然将遗产 全部留给非法定计成人的 情况罕见 但并非没有 这不能排除 被告继承遗产的合法性 审判长你说的没错 为了反驳被告方 请允许我询问 王军先生一些问题 姜瑞书做了个请的手势 王军站到证人席上 原告律师提出第一个问题 在你印象里 王志明先生 是个怎样的人 王军是三个原告中的老大 也是王志明的长子 已经五十岁 但他保养得好 看着就四十来岁 一看就是常年 做办公室的 或许还是个小领导 举手投足间 透露出一种上位者的神态 他站的鼻挺 自证枪圆道 我父亲啊 是个很严肃的人 喜欢教真 做一件事要么不做 要么一定做好 小时候经常因为我们 做事不认真 就训斥我们 一定要我们改正坏习惯 有时候还会打我们 嗨嗨 原告律师咳了两声 王军发觉自己 说了不该说的 不紧不慢地瞄补 曾经我和小弟 想下海做生意 但父亲极力反对 觉得那是不务正业 可惜了 当年那是遍地黄金的时代 要不是他阻拦 说不定我们 现在已经是富豪 可 原告律师又咳了声 江瑞书不由侧目 原告方 你嗓子不舒服吗 有点咽喉言 谢谢审判长关心 你当面提醒 不要太明显了 江瑞书给了他 一个警告的眼神 没跟他计较 道 原告王军继续说 王军完全是当领导习惯了 控制不住 想批判自己不爽的事 见气氛不对 总算意识到 自己不应该扯那些有的没的 连忙补救 要不是父亲反对 我也不会有现在 这么平稳的日子 他总说 一辈子安安稳稳就好 原告律师道 这么说 王志明先生追求安稳 或者说 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是的 父亲很多方面 的确很传统保守 比如 二妹找工作的时候 父亲一定要二妹考公务员 说公务员稳定 小弟结婚的时候 弟媳工作忙 照顾不了家庭 父亲就极力要求 弟媳放弃工作 回归家庭 还总是跟我们说 多子多福 让我们多生几个孩子 这样孩子长大了 也能相互扶持 不过他都是为了我们好 我们能理解 你们三兄妹 跟王志明先生的关系如何 他是那种很传统的父亲 不大喜欢跟子女表露感情 但是父爱如山 我们都了解他 关系一直很好 原告点点头 接着换了王竹 也就是原告中行二的 王女士询问 王竹挺起胸膛 用余光撇了撇江瑞叔 似乎一点也不担心 他邪思报复 很是自信 江瑞叔不知道他哪来的信心 不过听到这里 他已经大致明白 原告律师的策略 原告律师想从根本上 质疑这个遗嘱的合理性 是个很不错的辩论方案 如果还有后招 推翻遗嘱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62章 图穷笔现 作为唯一的女儿 父亲从小就比较疼我 但凡大哥和小弟有份的东西 我也会有 他总是给我们三兄妹 买了东西后 最后才会给自己买 小时候家里穷 眼馋别家小孩有好吃的 父亲知道后 从自己伙食费里 抠出钱来给我们买吃的 他总说 别人孩子有的东西 他的孩子也要有 我买房的时候 他还拿出积蓄给我补贴 说女孩 自己有房底气更足 不怕被欺负 王竹说着 试了试眼角 似乎说到了洞情处 这么说 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很亲密 原告律师问道 当然 王竹道 我成家后还是 经常会回家看他 平时经常视频 打电话问候 原告律师点点头 接着向第三个原告王正询问 王正先生 作为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 你与你父亲的关系如何 王正四十出头的模样 格子衬衫黑袭裤 头发抹了摩斯 每一根头发 都服服贴贴的贴着头皮 颇有老板派头 倒 俗话说小儿子大孙子 老爷子的命根子 小儿子的确更受父亲疼爱 父亲对大哥和二姐都比较严格 对我比较宽容 有什么好东西 都先想着我 我们三兄妹结婚的时候 父亲给我们每人 都给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但父亲还给我 另外买了一辆车 结婚后 虽然没跟父亲住一起 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 他还经常叫我回家吃饭 给我准备好吃的 王志明先生 真是个了不起的父亲 我有一个孩子 已经觉得压力很大 根本养不起三个孩子 还给他们买房买车 原告律师感叹 王正叹了口气 可惜我们还没孝敬够他 他就走了 这么说来 王志明先生 应该是个比较传统的父亲 虽然不善表达 但绝对疼爱儿女 想方设法 为儿女提供更好的条件 做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真正是应了父爱如山这句话 那按理说 就算王志明 感谢原告多年的照顾 但也不至于什么 不留给你们这些 亲儿子亲女儿吧 原告律师露出疑惑 这个疑问 也是抛向所有人的 尤其是法官 一个传统的父亲 想法自然也比较保守 而他还非常看重子女 怎会把自己 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 送给非亲非故的人 王正道 其实我父亲去世前 记忆力变得很差 经常混淆 我们三兄妹 以前父亲 叫我和大哥二姐回家 都会提前打电话 但他去世前 大概半年的左右 经常明明没有打电话 他突然打电话 说问我怎么不回家 小蔡 被告跟我们说 是父亲身体很好 就是年纪大了忘事 他照顾父亲 已经有五六年 我们都很信任他 所以也就没有怀疑 直到父亲去世 被告拿着父亲的遗嘱 说父亲 把财产都给了他 我们才发觉 父亲去世前 情况不大对劲 去问了医生 医生说 父亲应该是患上了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 对 王正斩钉截铁 狠狠瞪了蔡小华一眼 也只有这个原因 才能解释 父亲 为什么把家里的东西 都给了他 他肯定是 借着父亲信任他 趁着父亲意识不清楚 哄骗父亲 写下了这么一份遗嘱 蔡小华脸色微微一变 急声道 不是这样的 他们胡说 王老先生根本没有老年痴呆 立遗嘱的时候很清醒 清醒的话 怎么会把财产都给你 王正哼一声 唇边泛起不屑的冷笑 怕只怕你除了哄骗 还用了些见不光的手段 别以为我没听说那些传闻 你 安静 姜瑞书打断他们的争吵 被告 现在还没到你说话的时候 原告 注意你的言辞 不要在法庭上喧哗 蔡小华所有的辩解 被堵在嘴边 焦急地看向萧然 萧然眯起眼睛 终于图穷比线了 老年痴呆 真是一招不错的棋 他冲蔡小华安抚的摇摇头 示意他听审判长的话 姜瑞书也认为 原告律师的这个思路很清晰 判定遗嘱无效 在集中法定情况中 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力的遗嘱无效 老年痴呆患者便属于这种情况 如果王志明被证明有老年痴呆 那他立下的遗嘱将是无效的 姜瑞书问道 关于被继承人生前患有老年痴呆 你们有证据吗 原告律师提出传唤证人 审判长 请允许传唤证人赵荣赵医生道庭 传证人赵荣道庭 很快 证人赵荣站到了证人席上 从王老先生的体检来看 他记忆力衰退明显 身体也不是很健康 加上原告对王老先生的一些症状描述 70岁老人也属于多发群体 王老先生的确很可能患上了二次海默病 也就是我们说的老年痴呆症 原告律师问道 王老先生有哪些症状与老年痴呆相同 赵荣道 记忆障碍 失认是空间技能损害 谢谢 原告律师点头再次提出传唤证人 这次的证人是王志明所住小区的邻居 以前经常跟王志明参加社区活动 我们社区喜欢搞一些老年活动 王志明以前很喜欢参加 不过去年他摔了一跤 以后就不爱出门 应该也是年纪大了 虽然摔得不严重 但肯定不好受 他去世前将近半年都没见过他 听他家小保姆说是身体不好 我们哥几个 还想找个时间去他家里看看他 谁知道他就这么走了 证人的证词很简单 但从侧面证明 王志明去世前半年 可能就是患了病 没法出门 姜瑞书将视线转向被告 被告方要询问证人吗 萧然起身道 审判长 被告方想询问证人赵荣 赵荣再次被传唤到庭 请问赵医生 你确诊过王志明先生的病情吗 萧然问道 没有 只是从病例和亲属的描述判断的 那么没有接触过本人 你能确诊王志明先生 真的患有老年痴呆症吗 不能 谢谢 萧然做了个请的手势 表示自己问完了 随后提出询问三名原告 第六十三章 挑拨离间 先询问的是王竹 萧然围着证人席转到前面 看着王竹 王女士 请问你多久 回家看望王志明先生一次 王竹的脸色一下子绷紧了 含糊道 我工作忙 时间不大确定 有时间就会回去 那么王老先生去世前 你回了几次家 王竹吞吞吐吐 那段时间比较忙 就回去了 萧然做出侧耳倾听的动作 王女士 你能说大声点吗 我没听清 王竹视线下垂 一脸心虚 没 没有 也就是说 王志明先生去世前半年 你没有回过家 萧然目光灼灼 工作太忙了 家里事情也多 没空回去 王竹辩解 萧然笑笑不至于否 那你跟王志明先生 通话视频的频率是 多久一次呢 没 每周 能给我看一下记录吗 我换了手机 记录不在 这个手机上 萧然不明意味地勾了勾唇 看向江瑞书 审判长 被告方要求原告王竹 提供证词的佐证 及他与被继承人 联络的信息记录 江瑞书的目光 刚落到王竹身上 王竹就抢着道 那个手机 我给了孩子用 已经格式化了 萧然恍然地点点头 明知道父亲身体不好 还是因为忙碌 没有回过一趟家探望父亲 在父亲去世后 对他最后留下的痕迹随意抹除 这就是你所谓的 与父亲关系亲密 说到这里 他看着审判席 如果是我 我会永远保留着 跟父亲联络的信息 就仿佛他还在一样 江瑞书心里不知怎么想 但他仍然认同地点点头 的确 有些与父母感情深厚的人 在父母去世后 还经常给父母的号码发消息 就像他们还在世 王主脸色一变 想说些什么 但萧然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虽然我这么评价 适者不应该 但为了真相 我不得不冒犯一下 据我所知 你父亲并没有你所说的 那么疼爱你 实际上 他有点重男轻女 当年你考上大学 你父亲曾经以女孩子 读那么多书 最后还是要嫁人为由 不想供你读大学 差点让你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你结婚的时候 他给的钱是最少的 他还经常要求你 帮扶哥哥弟弟 为此 你多次跟人指责父亲偏心 你胡说八道 萧然不以为一笑了笑 我想你父亲的邻居 应该知道一二 王主骤然色变 下一个询问的人 王军 王军先生 萧然的身材极好 一身严肃的西装 也掩不住玲珑的曲线 妆容很淡 但架不住他长相艳丽 饶食他无意卖弄 举手投足间 也透着成熟性感的风情 走到哪都不免吸引目光 但王军目不斜视 高昂起头 一副将其视为粪土的姿态 萧然见他这样的人见多了 偏偏走到他面前 注视着他 问道 作为长子 你是否认为自己 应该跟父亲一样 成为家族的顶梁柱 是的 你父亲在你弟弟结婚的时候 多送一辆车 你对此如何感想 王军隐晦地看了眼王正 口中道 没什么感想 弟弟比我小 父亲多照顾他是应该的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你们得到遗产 同样作为法定继承人 作为长子的你 将与弟弟妹妹平分遗产 你甘心吗 没等王军回答 原告律师举手 喊道反对被告方 恶意挑拨原告的关系 萧然怂怂间 我收回这个提问 但收回提问 能收回造成的影响吗 王军回到原告席的时候 神情明显带着不悦 王正健壮变到不好 连忙小声道 大哥 你别被那个女律师 挑拨离间我们的关系了 王军目光灰暗地看了他一眼 冷哼了声 接着 萧然询问王正 你和王军 王竹多久一起回家 与王志明先生团聚一次 大概是吸取了王竹的失误经验 王正的回答很聪明 我们工作不同 又不住一起 经常我有空 大哥二姐没空 大哥有空 我和二姐没空 能聚到一块的时间不多 连过年都没时间 王正脸色微微一变 语气有点僵硬的解释 去年 我们事先约好了 去孩子妈家里过 所以没有回家 跟老爷子一起过年 你大哥和二姐 也约好了 在自己家里过 王正尴尬地呵呵呵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坐在原告席里的 王军和王竹 同时变了脸色 这个混蛋竟然甩锅给他们 哦 他是有原因不回家过年的 他们作为哥哥姐姐 也对父亲不管不顾 他是孝子 他们就是白眼狼 原告律师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 被告的律师太会挑拨关系了 萧然将他们的表情看在眼里 满意地笑了笑 审判长 我的提问完毕了 被告的律师很厉害啊 你们没见三个原告走的时候 差点吵起来 嘖嘖嘖 这女人果然是勾心斗角的好手 一场庭审下来 吴嘉生看足了好戏 吃饭的时候忍不住跟两个同事吐槽 女人 姜瑞书反问了句 吴嘉生这才想起 他们的主神法官也是女的呢 怪只怪姜瑞书 平时办案比男法官还干净利落 经常让人忘记他的性别 黑黑笑道 我是说 女性翻云覆雨 基本没男人什么事 厉害的不是性别 只是人以类聚 姜瑞书道 怎么说 一匹狼带领的队伍 绝无可能是绵羊 大安律所的老板 不是个省油的灯 姜瑞书想起 与陆思安为数不多的几次交道 还有他手底下的律师 没一个是老老实实的 秦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倒是今天出庭的实习律师赵思雨 单纯正派的向张白指 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招进律所的 这个大安律所得罪过你 听他语气有点微妙 吴嘉生问道 得罪是没得罪 姜瑞书拾口否认 就觉得他们律所的名字不大好听 吴嘉生喷笑 这算什么理由 第六十四章 先聊者见 笑吧 他慢慢琢磨出了点味道 不过大安律所的律师是挺厉害 上次那个秦律师 在我们法院打过的机场官司 一场都没输过 好像还都是将法官承办的吧 这次这个肖律师我也知道 上次他有个案子是我办的 听说他专门处理离婚和财产方面的案子 胜诉率很高 今天原告已经开始扭转局势 他几个问题就击溃了原告的优势 就不知道下次开庭原告会不会有新证据 姜瑞书喝了口成汁 道 其实原告这边 还有个天然的优势没拿出来 天然的优势 就算被继承人有遗嘱 指定全部遗产都交给被告 但他们还是有继承权的 哪来的继承权 法定继承人都有哪些 姜瑞书反问 第一顺序是配偶 子女 父母 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吴嘉生掰着手指数 嗯 配偶 啊 吴嘉生猛圈 被继承人有配偶 姜瑞书想翻白眼 没有配偶 哪来三个孩子 也是 那是他妻子去世了吧 去世的配偶 也是配偶 哦 吴嘉生瞄懂 摸了摸下巴 这么说 被告还不一定真能继承遗产啊 诸伟林叹气 纠结 可不纠结嘛 如果原告律师从这个方面切入 下次庭审将又是一场熬战 很可能还有三次开庭 四次开庭 有时候 一场遗产案能打上一年半载 涉及利益 同事操戈 谁也不愿意先松口 这还只是普通百姓的案子 要是豪门征产 那更是旷日持久 往往一打就是好几年 曾经有个征产案 一年内连续聆讯172天 创下史无前例的记录 最终打了八年才结束 只是今天这个遗产纠纷背后 的确有点不同寻常的意味 江瑞书也不是一点了解 也没有 他大致相信三名原告 对他们父亲的描述 一个传统的父亲 为什么会把财产 都交给一个非亲非故的小保姆 瑞瑞 那些都是你的 全部都该是你的 你不争就全是别人的 到时候你什么都没有 那些人什么都没付出 凭什么得到 你就不能争气点 读书读书 就知道读书 你这样怎么争得过那些人 你必须争 必须争 江瑞书猛地睁开眼 望着天花板 无感好似被隔绝 什么也听不到也记不起来 一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过了一会儿 才恍然听到窗外的缠鸣 办公室里空调很轻微的呼呼风声 随后闻到办公室里 特有的松木味道 才发现自己做了的梦 这个梦 好似把全身的力气都抽空了 他撑着椅子 撑了好几次才坐起来 感觉无比疲惫 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他长长地吐了口气 感觉这口气 把胸口的浊气都吐出去了 又灌了一口凉茶 茶水带着凉意 顺着咽喉而下 一直凉到心里 把心底的躁欲都镇压 这才感觉舒服一点 将法官 有当事人过来了解情况 刘一丹敲门 江瑞书将脑子里 乱七八糟的东西清除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进来 进来 听到敲门声 秦玉抬眸瞥了眼 见来的人是陶灵 淡淡说了声 有事 陆大boss叫了下午茶 让我过来叫你 陶灵说道 秦玉嗷了声 手上的动作没停 又打了一会儿字 点下保存 发送邮件 这份材料打印出来给我 陶灵做了个OK的手势 马流滚去打印资料 好赶上最后一波下午茶 秦玉揉了揉太阳穴 端起咖啡杯去茶水间 还没走到 就听到茶水间 传来热闹的人声 秦玉失来了 路斯安第一个看到秦玉 递了碗甜品过来 来点 也不知道路斯安这么个大男人 怎么那么热衷于甜食 他走到咖啡机前 一边倒咖啡豆 一边说了句 糖分使人衰老 路斯安的手一顿 正吃嗨的萧然文言 忍不住叹了口气 一脸沧桑 秦玉师 你就不能等我吃完再说吗 欺骗自己 真的很不容易呢 真相往往是残酷的 秦玉师比真相还残酷 其他同事也忍不住吐槽他 路斯安笑道 你们知道 秦玉师在学校的时候 有个外号吗 秦玉转身 面无表情看着他 大黑 你还记得四号教学楼的小白吗 路斯安勃然色变 秦玉师 我劝你善良啊 大家一阵闷笑 有人冒死问道 大黑是什么梗 你们是不想要 这个月的奖金了是吧 路斯安眯起眼睛 目光凉嗖嗖扫过 这群造反的小妖精 头可断血可流 奖金不能扣啊 路大老板发威 那是相当可怕的 这虎须 还是让秦玉师去捋吧 当即一群人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哎呦 我还有活没做完 你们慢慢吃 等等我 我那案子的起诉状还没写 得赶赶 我回去写答辩状 走之前 还不忘顺走吃的 转瞬间 茶水间里只剩下五个人 秦玉师一点也不怕路斯安 好歹是个合伙人不是 陶玉师顶头上司不怕 他就不怕 萧然完全是吃瓜群众 相信路斯安也不会真发火 赵思雨完全是一脸猛圈 他正吃得高兴呢 怎么一抬头人都走了 打个商量 咱以后不提黑历史 跟老熟人干活 就这点不好 我觉得自个大大的失算了 秦玉没理他 接了咖啡机里流出的咖啡 加了一点点白糖 喝了一口 还可以 这才慢吞吞回了一句先聊者见 行吧 惹不起你 路斯安无奈道 你那个案子明天要开庭 准备的怎么样了 还行 赵思雨一听到秦玉的案子 眼睛顿时亮了 秦律师 我明天能跟你去开庭吗 秦玉还没开口 萧然就笑道 小赵律师 你想对我使万中气啊 第六十五章 底线 赵思雨否认三连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不是遗产纠纷 还没开庭吗 我想去行庭掌掌见识 萧然摸了摸他脸蛋 笑音音道 三心二意可不好哦 赵思雨的脸一下子红了 他也知道 现在是萧然带自己 自己应该先问过萧然 再问秦玉 但秦玉 把他丢给萧然后 话都懒得跟他多说几句 秦玉来律所的时间也不固定 想跟他谈个话 一点也不容易 不过在他心里 秦玉是他的大师父 只不过这个师父嫌弃他 把他交给了另一个前辈 也就是二师父萧然 但秦玉显然不认可这种关系 他很少带新人 很多时候像个独行侠 陆思安瞧了眼秦玉的神情 就知道他不乐意带新人 呵呵笑道 你想参与行变啊 除了秦律师 我们律所还有其他人 也在做行变 改天让人带你做做行变 也没说哪天找谁 陆思安也看出了赵思雨身上的问题 不是他人不好 而是太好了 好到不适合做律师 至今没有理解律师的立场 如果让他参与行变 陆思安都怀疑 某天遇到最大恶极的人 他会不会接着案子 给检方做卧底 秦玉是什么案子都做的 委托人也不挑 在陆思安眼中 秦玉是最合格不过的律师 但在赵思雨这样天真的小姑娘眼中 他有时候是救世主 有时候是恶魔的帮凶 在赵思雨眼中 律师应该是光明的 正义的 律师是为了正义存在吗 是的 这一点无容置疑 但是这种正义 并非完全道德上的正义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而律师坚守的是法律的底线 如果赵思雨不能明白 律师是做什么的 秦玉不会再带他 那么他也不适合做律师 而应该去做检察官 赵思雨再单纯 也听出了陆思安敷衍的意思 心里很失望 他真的很想上刑厅看看 萧然这边全是各种名伤事案件 鸡毛算皮的是多不胜数 还经常遇到极品 想想就心累 他不甘心地看了秦玉一眼 见秦玉不为所动 暗暗叹了口气 只得把念头收起来 决定日后好好表现 争取早点能参加行变 见气氛有点冷 陆思安把话题转到萧然身上 你最近是不是在打一个遗产案 嗯哼 萧然食指涂满单扣 鲜红的指甲和白皙的手指 形成鲜明对比 他的手又细又长 捏着一只小小的勺子 优雅地咬了一勺布丁 慢条思理含在嘴里 听到陆思安的问话 用鼻音回答了声 今天二次开庭 取得阶段性优势 赵思雨有点奇怪 他们明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优势 他想不出原告还能有什么证据 来否定蔡小华继承遗产 心里有这样的疑惑 他便问了出来 所以说你得学 萧然说了他一句 对方还可能有决定性证据 陆思安问 萧然恩了声 有遗嘱在 继承大部分遗产是没问题 关键是房子 涉及到法定继承人里面的配偶继承 这次开庭对方没有提及 但我怕他们后面会提 关键是被告这边的情况 的确有点头疼 他一说 陆思安就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一套房子是婚内财产 配偶天然拥有一半产权 剩下的另一半 则跟父母 子女低顺位继承人 拥有同等的继承权 也就是说 配偶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半 剩下的一半 跟其他法定继承人平分 这种情况 在涉及房产的遗产纠纷中 并不罕见 对方律师水平低 没想到这点 倒是能轻松获胜 但若想到了这点 准备是必须要做的 萧然打赢这么多官司 靠的从来不是 期望对手弱智 所以 她有这样的担心 一点也不奇怪 秦律师也做过这种案子吧 要不你给我出个主意 萧然把主意打到秦玉身上 没主意 秦玉想也不想就拒绝 听萧然说了 赵思雨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暗暗检讨 一下自己要多看多学多想 听到秦玉拒绝 虽然她某些方面不赞同秦玉 但不妨碍 她对秦玉能力的幸福 忍不住问道 你不是一项很多办法吗 你帮忙想想呗 要是三个原告 也成为那套房子的继承人 被告估计再也没有安宁之日 秦玉看也没看她 直接看着萧然 你没告诉这位实习律师 不要对委托人同情心泛滥 萧然失笑 还没来得及 赵思雨气炸 她什么意思啊 难道每个人都要像她那样 铁石心肠才行吗 有同情心怎么了 没同情心的人是反社会好吗 见她气鼓鼓的模样 就知道她不服 秦玉喝了口咖啡 问萧然 大致案情如何 萧然把能说的说了遍 秦玉语气里满是嘲讽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 非亲非故 无怨无悔照顾一个 古兮之年的老男人 在她去世前一年端屎端尿 她看向萧然 你能做到 做不到 我无法每天面对一个 满脸褶子的男人 给再多钱也做不到 萧然连连摇头 然后眉头末尾地冲路斯安说了句 老板 你余伟文出来了 以后还是少吃点糖 躺腔的路斯安 见鬼哦 就是她掌鱼伟文 距离满脸褶子 还有很长的一段落号码 总有很多尽职尽责的好心人吧 你们也太绝对了 赵思雨不认同道 你能做到 我 赵思雨很想说自己能做到 但良心告诉她 她做不到 她可以给需要钱的人捐掉生活费 可以随时给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但她不喜欢照顾人 尤其是生活无法自理的人 你都做不到 怎能代表别人 我是做不到 但不代表没人做得到 她承认自己思想境界还不够高 但不代表没有境界更高的人 秦玉冷冷道 自己做不到的事 就不要架高别人的道德标准 她想反驳秦玉的话 但又不得不承认 秦玉的话很有道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然就成了键盘侠 只知道要求别人 不知道要求自己 第66章 这世界没有神 你别这么对待小姑娘 人生还那么长 学习不用一蹴而就 小然笑了声 打破凝固的气氛 来来来 快丢个思路 我知道你做过这类案子 京城那个什么豪门的征产案 最后就是 你帮被告打赢的 可比我这案子复杂多了 秦玉不是很相信 萧然没思路 更可能她是懒得去想 既然再三问道 她略作沉吟 道 剥夺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 基本三方面 一 为赡养老人 二 伤害 杀害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 三 遗产产权 是否权为被继承人所有 第一点有待查证 但王志明的配偶早已去世 想查证不容易 而且 王志明配偶去世前 没有明确表示 不让谁继承遗产 那么 属于她的婚内财产 便自然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 所以 这点用处不大 第二点已是犯罪 萧然这个案子 想来也不涉及 第三点 如果产权已经发生变动 或者遗产资不抵债 继承人也将无法继承遗产 但被告的具体情况 萧然没说太清楚 即便是一个律所的律师 涉及委托人隐私的信息 除了为同一个委托人 代理同一个案子的律师 谁也不能透露 但是她这么一说 对方设法打击对手 推翻对手的各种论点和策略 但无法推翻事实 所以 一个案子能不能赢 除了看律师的能力 公检法是否公正 最重要的是看事实 事实明确的情况下 律师再厉害也没办法 秦玉贪了贪手 表示爱莫能助 这时 陶灵领了一个人过来 萧然瞧了一眼 哟 熟人啊 择了声 这位帅哥 来我们这个黑心律所做什么 李一涵满脑门黑线 这女人还挺有自觉 赵思雨还记得李一涵 不过赵思雨觉得李一涵某些方面跟自己很像 所以对她印象还挺好的 听萧然很是熟人的语气 便问到萧律师 你也认识李律师 打过一次官司 说给我 萧然随口道 李一涵眼角抽出了一下 你们大安律所是有毒吧 李一涵的脸拉得老长 问声问气道 过来讨论案情 萧然诧异地看了看秦玉 你们俩接了同一个案子 秦玉挑挑眉 不同被告 恭喜 这次你会再败了 萧然真情实义 跟李一涵说 李一涵一声草 差点脱口而出 好在她理智上在 知道这是人家的地盘 忍住了 哎呀 这位帅哥生气的样子真好看 萧然又真情实义说了句 说完还想上手 李一涵听说过她的作风 这女人身边的异性 就跟隐形眼镜一样 不是既抛就是月抛 群下之臣数不胜数 见她撩拨自己 她整张脸都黑了 请自重 萧然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忍不住笑出声来 哎呦 这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有人说请自重 秦宇没说什么 将咖啡杯交给桃林 示意李一涵去办公室 赵思宇这些日子 跟在萧然身边 其实也听过一些风言风语 也 也亲眼见证过 就这两个月不到 萧然身边的异性 就从小绵羊变成了小狼狗 期间还有各种异性打电话给她 跟她撒娇啊 求见面啊 给她送各种礼物 最关键是 一个个都有眼有身材 还都是倒贴 她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个小帅哥 眼巴巴跨越大半的中国飞到S市 抱着空运来的鲜花 就只为了求见萧然一面 萧然呢 说美好遗落在过去 就让彼此怀抱着美好的记忆 各自向前吧 愣是没见人家 赵思宇发现 萧然特别喜欢那种高高帅帅的男性 他们律所最高的是秦玉 秦玉真的是又高又帅 也不知道 许是她的神情太明显 萧然谈了谈她脑门 笑了声 秦律是那样的人 我可不敢招惹 赵思宇捂着脑门 她怎样的人 铁石心肠 冷酷无情 认钱不认人 萧然笑了笑 没回答赵思宇的问题 只说 总之 她这种类型的男人 不能轻易招惹 这种极度自律 如同清教徒的男人 绝对绝对不能跟他们玩 因为会玩火自焚 一不小心啊 一辈子就栽进去了 赵思宇一边忙手头的事 一边留意秦玉办公室的动静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 李一涵从秦玉办公室走出 禁止离开了律所 赵思宇见状 连忙保存好文件 跑去秦玉办公室 还正巧碰到了 准备离开的秦玉 有事 秦玉瞥了一眼 将笔记本装进包里 拎起就走 赵思宇连忙跟上她的脚步 秦律师 你这就要走了呀 有话就说 嗯 她知道秦玉不大待见李一涵 问得吞吞吐吐 那个 你觉得李律师怎么样 你看上她了 赵思宇一个猎前 差点被自己绊倒 这哪个哪啊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秦玉那双大长腿 已经迈出去好远 她连忙追上去 我是问 你对她是个什么评价 手下败将 作为律师方面的评价呢 秦玉低头瞥了她一眼 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心思 能力不错 是个好律师 不是一个好律师 这有什么区别 赵思宇一脸猛圈 秦玉按了按电梯 扭声看着她问了句 你以为做律师是为什么 赵思宇一下子挺起胸膛 当然是为了捍卫法律尊严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承恶扬善 伸张正义 顺便在这个过程中 实现自我价值 秦玉直接给了她一个白眼 电梯正好打开 大步迈进电梯 赵思宇连忙跟进去 难道我说的不对 很对 没错 一听就很敷衍 那你为什么说我三观不正 她还惦记着这件事 只是秦玉说 她还觉得是她看不惯自己 但萧然也那么说 她真有点怀疑自己了 今天下午茶的时候 她当时没感觉到 过后才明白 陆老板大概也觉得 她不大对 所以那么敷衍她 可是她想不出 自己哪里不对 难道做人不要正义吗 难道做律师 就得把坏的当好的 电梯钉一声打开 秦玉大步迈出 很快找到自己的车 拉开车门 将包放进去 赵思宇不服气地追上去 我知道自己有不足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改 但你们谁都不说 我整天怀疑自己 又不知道哪里错 这让我怎么改 秦玉转身看她 如果你是医生 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 在你面前命悬一线 只有你能救她 你是救她 还是趁机裁决她 赵思宇愣住 怎么说到医生去了 如果你是牧师 一个恶人怀着信任向你忏悔 你是接受她的忏悔 还是出卖她的信任 我 你把律师放在 比法官检察官更高的位置 把律师当成了神 但这事件 没有神 秦玉说把转身上车 很快离开了停车场 这个事件 没有神 赵思宇站在原地 久久不能回神 第67章 刀尖舞蹈 盗窃案是上午九点半开庭 秦玉提前半小时 跟李涵前后脚抵达法院 刚到法院便感觉 今天的人比往常要多些 他俩刚下车 便马上有带着相机的记者涌过来 两位先生 你们就是为被告人辩护的 秦律师和李律师吧 现在网上对天价西瓜案十分关注 争议很大 有人说 被告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应当重判 但也有人认为 他们不知情 应当从轻处理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你们认为被告人有罪吗 能说说 你们准备做什么辩护吗 抱歉 不接受采访 秦玉弹幕地说了句 脚步不停 直接迈向电梯 两人直接去了刑事审判庭 秦玉和李一涵 分别坐到被告席上 将辩护要用到的材料 分门别类放好 为开庭做准备 天价西瓜不仅噱头十足 还极具典型意义 这次判案 很可能成为以后 同类案件的参考标杆 多家媒体申请了旁听 民众也十分关注 申请旁听的人数 远远超出额定人数 临近开庭 旁听席便坐满了 法官还没来 被告人也还没来 所有人都把视线 投向了辩护律师 外行看热闹 秦玉和李一涵 都是穿了律师袍 国内的律师袍 款式算不上好看 至少没有西装帅气 但制服这东西 男人一块穿的时候 视觉效果绝对是一加一 二 何况是两个 长得都不差的年轻男人 秦玉刚走进来的时候 大家只觉得眼前一亮 视线都挪不开 这律师也太帅了吧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非要靠才华 趁着还没开庭 有人悄悄拿出手机偷拍 这颜值可以舔一年 旁庭席里有记者嘀咕 这个第一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好像有点眼熟 旁边的同行上网一查 巧声道 去年那个轰动全国的无罪刑案 是他辩护的 那记者倒吸冷气 原来是他 他怎么来S事了 我看他的资料 好像是大安律所的合伙人 大概是闹得太大了吧 刑辩律师都是在刀尖舞蹈 这么说着 却是对这场庭审 产生了浓烈的期待 相信这个明满京城的大律师 定会奉上一场精彩的辩论 见人满为患 李一涵凑过来小声问道 你有多大把握 秦玉淡淡回了句 我还没输过 擦 没输过了不起啊 李一涵觉得自己就不该问他 这人嘴里就吐不出好话 但这会儿他们的被告人厉害关系一致 比起让这家伙输 他更希望能赢 很快 对面的公诉人也到了法庭 大概过了十分钟 书记远罕全体起立 三名法官先后走进法庭 这次庭审 由刑事审判庭的庭长刘鹤担任审判长 与一名副庭长和另外一名刑庭法官 组成合议庭 法官入席后 刘鹤宣布开庭 两名被告人被罚警带进法庭 冯一超和何生生两个民工 都没见过什么事面 不过这会儿被押到法庭上 这么多人看着 免不了心慌 两人下意识地寻找自己的律师 李一涵给了个安抚的眼神 示意他们不要害怕 但也不知道何生生明白 他的意思没有 秦玉发觉 冯一超比上次见面时 居然要气色好一点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洗干净了 还是在看守所有吃 有喝比外面还要好 不过这会儿慌里慌张的 跟无依无靠的小白菜似的 恨不得把自己喂缩成一团 冯一超见自己的律师 只看了自己一眼 没什么表示 心里却不慌 他一直觉得律师就应该这么拽 越有本事的人越拽 看秦玉这副不苟言笑的模样 他倒是安心了不少 还讨好地冲秦玉笑了笑 秦玉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不要做多余的举动 冯一超连忙缩回去 验过身份 公诉人开始宣读公诉书 观点主要有两个 一是他们偷窃西瓜 即损坏的西瓜 估价60386元 但实际价值不可估量 由于多颗植株被破坏 导致研究数据断裂 近百万科研投入复制东流 二是 两名被告人不是出犯 他们属于惯犯 多次盗窃 情节严重 希望法院判刑并处罚金 饶氏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自己 被抓的原因 但两名被告人 仍然被六万块 和近百万的字眼吓到了 别说百万 就是六万块 他们也挣不来 他们听得清清楚楚 公诉人还要他们罚金 他们哪来那么多钱 当即两人都急了 冯一超大声道 法官大人 怕我们的刑就算了 罚钱我们是没有钱赔的 对 对啊 我们连工作都没有 没 没钱赔的 合声声附和 秦玉 李懿涵 法官 公诉人 所有人 这两个怕不是棒拳 辩护律师还没开口吗 他们自己就说 判刑无所谓 就是他们让判刑 这还没经过庭审辩论 法官也不会随便给他们判 大家都有点同情的 看了看两名辩护律师 拆台没有这么拆的 审判长 审判员 辩护人要做无罪辩护 秦玉道 法庭里小小的骚动了一下 居然是无罪辩护 大多数人都以为 律师会做最轻辩护 最轻辩护成功率很大的 虽说对于天价西瓜的定价存疑 但两个被告人 可是被抓个正着 刘鹤敲了敲法锤 许师多年承办刑事案件 见多了罪犯 刘鹤远比明儿庭的秦田田 要威严得多 连声音也低沉许多 大家听到他的警告 纷纷正经危坐 连呼吸都放轻了 辩护人 第一被告偷窃事实确凿 你真的要做无罪辩护 刘鹤郑重问道 是的 审判长 秦玉肯定道 刘鹤点点头 请法警先带第二被告何生生 退庭候审 何生生被带走 冯一超有点慌张 不过秦玉事先跟他说过庭审流程 知道他跟何生生会先分开询问 后面会在合并审理 有话说话 不要撒谎 不用撒谎就行 面对严肃的法官和公诉人 冯一超心里很没底 被告人冯一超 最开始提议偷西瓜的人是谁 公诉人询问 是我 你与第二被告人一共偷了几次 两次 这两次分别是谁提议去偷西瓜的 都是我 你知道偷西瓜犯法吗 冯一超一下子激动地想起来 知道 但是我们都以为那是普通西瓜 法警当即按住他 公诉人向审判长示意 我的询问完毕 第六十八章 估价 被告人冯一超 被抓获前 你是否知道自己偷窃的西瓜 是农科所的实验西瓜 秦玉问道 冯一超摇头 不知道 被抓获前 你是否知道农科所投入了多少资金 研究这种西瓜 不知道 就长地里的瓜跟别人种的也没啥不同 谁知道什么实验不实验的 被抓获前 你是否知道自己偷窃的西瓜 价值六万元 冯一超连连摇头 不知道 你叫我搬砖重地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瓜 我是真的分不出有什么不同 要知道这么贵 打死我也不会去摘那地里的瓜 说到这里 冯一超还是忍不住怀疑 那个西瓜真的有那么值钱 一个值一千多块钱 我打个镀金的都没那么贵 他们真不是想扼我们的钱 我真的没钱的 不过如果有人帮我安排工作 有工作能挣钱 我倒是愿意赔钱 秦玉 公诉人 所有人 你脸是有多大 居然还想要人家给你安排工作 有没有一点犯罪嫌疑人的意识 坐在旁听席里的农科所人员 差点就站起来骂人 当然值钱啊 近百万的投入 数年的研究 别说镀金 足金都不夸张 秦玉暗含警告地看了他一眼 别说些有的没的 你与何生生卖西瓜 一共获得多少钱 大概是看出秦玉不高兴 冯一超一下子心虚起来 声音小了许多 没 没多少 我们以为是普通西瓜 就三四块一斤 大概得了三百多块钱 我跟何生生一人一半 各自拿到手 就一百多这样 原来如此 听到冯一超的回答 很多人顿时明白了秦玉的意图 S市的盗窃案立案标准 是两千元以上 如果两个被告人盗窃的西瓜 低于两千元 别说判刑 立案都立不起来 检方对冯一超和何生生的指控 自然迎刃而解 这对检方的指控 简直就是釜底抽薪 审判长刘鹤都不由侧目 难怪这律师敢做无罪辩护 原来底气在这里 但是公诉人那边的估价 是权威机构给出的 他能推得翻 询问完毕 秦玉坐下 接着 冯一超被带下去候审 何生生被罚警带上法庭 被告人何生生 是谁先提议偷西瓜的 公诉人询问何生生 何生生答道 冯一超 他说 郊区有一片很大的西瓜地 我们去摘几个 不会有人发现 你与冯一超 一共偷了多少西瓜 何生生想了想 摇头 具体多少不知道 大概百来金吧 大概有多少个西瓜 公诉人换了个问法 何生生挠了挠耳朵 想了一会儿才达到 差不多二十个这样吧 你和冯一超 是怎么带走西瓜的 用蛇皮带装的 一人背一袋 你们哪来的蛇皮带 是一开始 就准备多偷一些西瓜 带回家吗 反对 公诉人在诱导被告人 说出不利证词 秦玉起身道 刘鹤看了眼双方 点了点头 反对有效 公诉人注意提问方式 是 审判着 公诉人重复前面 随身带着的 何生生道 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蛇皮带 捡垃圾啊 何生生理所应当道 路上捡点矿泉水平 纸板什么的 可以换点钱 没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靠捡垃圾 挣钱吃饭钱 公诉人噎了下 待看到别人的反应时 便知道自己失策了 随身携蛇皮带捡垃圾 这种思维除了底层人群 在座绝大部分人都想不到 可越是想不到 越觉得心酸 不免有点同情何生生二人 公诉人很快提问 转移注意力 最开始我们只想解解禅 后来发现 那个地方没有人看守 摘的时候都没看人 也没有狗看门 所以就去了第二次 谁知道摘好了 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抓住了 随后才知道 他跟冯一超脱的瓜不一般 是什么新品西瓜 一个瓜居然上千块 农科索要他们赔 他们哪里赔得起 他那时候 还想赔不起坐牢算了 谁知道有人出钱 帮他们请律师 律师说会让他们脱罪 可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李一涵马上明白了 公诉人的意图 他想跟法官传达 被告人的犯罪意图 一次比一次强烈 他们是惯犯 他们应该受到惩罚 事实 也的确如此 冯一超和何生生 就是一次贪心不足 发现可以偷窃更多后 便有了第二次 如果不是第二次被当场抓住 恐怕很快就会有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偷得越来越多 最后成为惯犯 对于惯犯 法院是会酌情重判的 好在他们第二次就被抓住了 没达到惯犯的标准 李一涵往审判夕一看 果然 法官的神情比之前要凝重 显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接着 李一涵起身询问他 你是否知道西瓜的价值 何生生连连摇头 不知道 我们都以为是普通西瓜 如果你知道那些西瓜的价值 还会去偷吗 不会不会 那么贵的瓜 卖了 我都值不了那么多钱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偷西瓜 被发现会怎么样 想当然是想过的 几个西瓜值不了多少钱 最多被打一顿 乡下差不多都这么做 你们第一次偷西瓜的时候 是否看到西瓜地理 有明显的提示 表示这些西瓜 西瓜与普通西瓜不一样 没有 李一涵点点头 看向审判长 审判长 我的询问完毕 第一回合下来 在场所有人都明白 控辩双方最大的争议点 便是估价 检方的估价已在明处 而辩方会如何反驳 检方的论点和证据 暂未可知 但听两名被告人的询问 似乎还有见指 其他地方的意思 冯一超再次戴上法庭 随后公诉人申请传唤证人 审判长 公诉人请求传唤证人到庭 第一个证人 是S事务价局的专家 40岁的模样 穿了一身黑色西装 衣脚服服贴贴的 没有一丝褶皱 浑身上下没有不妥贴的地方 不苟言笑 可以看出 是个十分严谨的人 公诉人先问了声吼 请问证人 关于本案中被窃西瓜的估价 是怎么确定的 证人自证腔员道 由物价局内部 经过财务成本评审确定 评审做出的估价 每个西瓜高达1500元 远远高于市场上的西瓜价格 依据是什么 这些西瓜 不是市面上的普通西瓜 而是用于研究的重瓜 被损毁或是流落出去 都会造成巨大损失 故不能用普通西瓜的价格来定价 在核实了成本和损失后 我们综合了各方面因素考虑 最终给出每个西瓜1500元的估价 第69章 难题 谢谢 公诉人表示自己问完了 秦玉举手 辩护人请问 秦玉走到证人身边 请问证人 物价局确定物价的完成流程是怎样的 然后进行成本监审监审审后召开听证会 最终制定价格向社会公示 被歇的新品种西瓜的估价 是否都经过这些流程 没有 谢谢 我的提问完毕 秦玉毫不犹豫 转身回到被告席 一时间 所有人恍然大悟 公诉人给出的这个估价说权威 也的确权威 是权威专家给出的价格 但没有走完定价流程 只能说是专家的估价建议 是可以争议的 李叶涵很不想夸他 但不得不说他这两个质疑 顶在了公诉方的要害上 公诉人马上反驳 由于西瓜尚未上市 普通民众不清楚这些西瓜的价值 召开听证会 达不到准确评估议价的作用 所以没有召开听证会 再者 盗窃案的价值和损失金额 由物价部门估价即可认定 不需要听证公示 既然如此 秦玉看了眼公诉人 审判长 辩方请求传唤证人到庭 辩方证人 是一个六十多岁的青瘦老人 却是精神爵朔 步履平稳有力 穿了一身中山装 有一种淡淡的书卷气质 在场大部分人都不认识这位老人 但审判长刘鹤却是认识的 这位老人是S市大学政法学院的教授 也是S市法律界的权威专家人物 有时候 法院还会邀请他和其他专家 来讨论法理法情方面的问题 秦玉这次请的 不止这位徐教授 还有本事在职的法律专家 一共三人 现在 他先向教授提问 两名被告人偷窃的时候 并不清楚 农科所的西瓜 与普通西瓜的不同 但物价局对被损毁的科研西瓜 估价每个1500元 您认为是否合理 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定价 徐教授一字一句 有理有句道 单从成本和损失计算 的确损失巨大 科研的价值是无价的 这样算的话 两名被告人判无期都不够 但两名被告人 对西瓜的价值 没有清晰准确的认识 当成了普通西瓜 在西瓜的价值认知上 存在巨大偏差 属于认识错误 盗窃事实属实 但对西瓜的估价 不应该只考虑成本和损失 请您解释一下 认识错误是指什么 法律认识错误 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 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 构成何种犯罪 或者应当受到 怎样的处罚的错误认识 您认为被盗窃的西瓜 应该估价多少较为合理 可以从西瓜的品种 口感 种植成本考虑 我说的这个种植成本 是瓜农正常种植所需的成本 也就是 按照正常上市西瓜的价格来算 市面上受欢迎的西瓜 如麒麟瓜 莫铜瓜价格 在美金4到6元之间 根据季节变化略有浮动 但差距不大 据我所知 农科所的这个新品种西瓜 也是面向普通百姓的 所以上市后的价格 应该不会太高 我认为 价格应在5、6元一斤比较合理 谢谢 秦玉回到被告席 公诉人起身问道 许教授 请问法律上是否存在 不知者不罪 徐教授知道他的意图 如实回答 不存在 谢谢 公诉人提问结束 其他两名专家 给出的意见大致一样 认同被窃的西瓜 不应当单纯 按照成本和损失估价 还有一位专家提出 被窃西瓜 尚处于科研阶段 科研活动 是否能当成经营活动 很值得争议 刘鹤与两位 何一庭成员稍作商量 觉得刚才便控 双方的论点有点复杂 决定休庭15分钟 这时 姜瑞书刚好结束一个庭审 遇到了休庭离开的刘鹤三人 刘庭长 阮副庭长 任法官 姜瑞书打了声招呼 见三人都穿着法袍 便知道他们刚开过庭 便问道 你们也开完庭了 没有 只是暂时休庭 刘鹤笑着叹了口气 辩方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 辩方 你们今天开的什么庭 天价西瓜案 那辩方不就是情欲 姜瑞书有点好奇 辩方给你们出什么难题了 刘鹤大致说了一下 那两个律师真是了不得 尤其是第一被告的辩护律师 跟公诉人打得难分难舍 难怪 的确是秦玉的风格 他找切入点 一向眼光毒辣 还很大胆地做无罪辩护 他总是最大化实现委托人的利益 这案子 要是换个律师 估计只想做有罪辩护 有罪辩护罪保险 但不得不说 秦玉真的给何一婷出了个大难题 要知道 中国刑法中 对盗窃罪 完全根据数额进行量刑 大部分盗窃案都没问题 但天价西瓜案的定价争议很大 不免一刀切 这就要求法官 不能简略地照搬法理原则 应允许判案的动机性 可是这个动机性如何把握 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 没想到将法官对刑法这么了解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刑庭 听他简单说了说观点 刘鹤说了句玩笑话 谁不知道 姜瑞书是明庭那边的王牌 办案能力 那是杠杠的 还真别说 刘鹤觉得姜瑞书挺适合刑庭的 年纪不大 没什么案子办不下来 他是明庭那边的结案率是最高的 但发回重审的案子却是最少的 连续好几年 都是S是司法系统的办案标兵 我们刑庭的案子比明庭要少很多 不用一年办几百个案子 副庭长睁眼说瞎话 刑庭案子是少很多 但案子办不起 一点也不轻松 心理压力也比较大 和明庭一样投突 姜瑞书笑道 二位的话 可不能让我们请庭长听到 不然他会上门跟你们讲理的 三人哈哈一笑 请天天讲道理 那是全院出名的 二十几年明庭生涯练出来的口才 不敢惹不敢惹 知道他们还要讨论案情 姜瑞书也不耽误他们时间 说了两句 直接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第七十章 挑战三观 休庭后 法庭里人群开始走动进出 虽然很多人对两个辩护律师好奇 但没有人打扰他们 公诉人看了看他们 也离开了法庭 李一涵整理了一下思路 觉得有必要跟秦玉交流一下 凑过来低声问道 你有多大把握无罪 要是把握不大 他就准备做有罪辩护 尽量减少被告人的量刑 秦玉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想法 现在做有罪太早 等下开庭 公诉人肯定会就着成本损失 和刑法对盗窃案量刑标准来说 虽然我们有法律专家的证词 但还不足以推翻公诉方的证据 刚才的开庭 双方基本上没占到便宜 非要说占了优势 便是秦玉让何一廷 对天下西瓜的争议 更加深刻了些 有争议就意味着有机会 但同时也意味着不可控 李一涵还是挺担心的 你没做过无罪 秦玉没抬头 手上整理着资料 反问了句 这是第二次李一涵 不想说自己第一次 做无罪辩护失败了 不是有个说法 无罪辩护是无效辩护 谁说的 李一涵突然想起 这人做过不少无罪辩护 尤其是去年那个案子 不知道惊掉了多少人的下巴 或许在他看来 无罪辩护并不是难事 无罪辩护是无效辩护 不如立法禁止律师 做无罪辩护 李一涵 这是拐着弯说他太猜忌 有权利也使不上用处 无罪辩护成功 是一个律师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绝对是所有行辩律师 都梦想的事情 但现在 公 简 法 早已不再像以前 都是军队转业的 他们大部分 是从正规法学院毕业 拥有更高的法学素养 想从他们手中 拿到一个无罪 不是一事 而且无罪率不止国内低 世界范围都很低 行辩律师 也是做有罪辩护的多 无罪辩护 不过 已经走到这一步 只能咬牙走下去 大不了法官不接纳无罪的主张 量刑的时候 再做辩论 15分钟后 法官入庭 刘鹤扫了眼法庭内的情形 宣布开庭 公诉人发表公诉词 审判长 两位审判员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 针对两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已经明确证实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被告人亦供认不讳 不需在家论证 提请法院对被告人 给予严厉制裁 以保护公司财产 秦玉道 我方坚持第一被告人无罪 李一涵跟着道 我方坚持第二被告人无罪 公诉人道 两名被告人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秦玉道 被告人主观上 对盗窃的西瓜 与普通西瓜 存在认知误差 属于法律认识错误 追究责任时 应当考虑这一因素 法律上不存在 不知者不罪 不论是否法律认识错误 犯罪即是犯罪 不知道 不了解 都不能抹除犯罪事实 秦玉打了个比方 我们可以反过来看 如果贾在一家中 看到一块翡翠 已说这块翡翠价值百万 已心生贪念 趁贾不被将其偷走 可最后证明 这块翡翠是贾的 只值两百块 能说这个贾 给予造成了百万损失吗 公诉人马上也打比方反驳 但如果贾以为 偷了一块玻璃 结果发现自己 偷了块价值百万的翡翠 恐怕只会惊喜不已 所以认识错误 并不能作为量刑标准 既然受害人身怀巨款 为什么不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话音落下 全场寂静 这什么奇葩观点啊 我有钱被小偷光顾 感情是因为 我没保护好自己 被偷活该 一时间 所有人看向秦玉的目光都变了 这人长得这么好 怎么三观那么扎 李亦涵张大了嘴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这家伙说的什么啊 这特么不是强盗逻辑吗 连坐在被告席上的冯一超 跟和声声都被这个观点镇住 秦律师这么刚的吗 怎么突然觉得他们的三观 比秦律师还正一点 唯独旁听习里的记者暗暗兴奋 这句话绝对是今天最爆的一句话 妥妥地挑战三观 可以直接拿来做标题 绝对吸引眼球 刘鹤不由再次侧目 这个律师到底是昏了头 还是昏了头 说出这种碎三观的话来 他直接问了出来 辩护人 我能否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我被小偷偷窃财物 不应该怪小偷 而应该怪我没有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秦律面不改色 不徐不吉道 两名被告人先后两次偷窃西瓜 第二次被当场抓获 根据被告人证词 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由此可见 农科所就西瓜的价值 没有做任何公开提示 或者妥当防护 不仅被告人 周边村民也认为 那片西瓜地种的是普通西瓜 但是 根据公诉方给出的估价 这些西瓜价值巨大 农科所作为实验西瓜的所有者 应付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盗窃大额财物是犯罪 但偷几个西瓜算犯罪吗 全场寂静 刚才还直呼三官崩塌的人 现在都哑了声 一个个茫然地看着控辩双方 感觉三官再次受到了冲击 这么说 好 好像也没错 偷几个西瓜 不算犯罪 很多人心里有了答案 偷西瓜无论何时都是不对的 但这属于小偷小摸 最多处以行政拘留 再罚点款 还没到犯罪的程度 别说被告人这样的低学历人群 就是非专业的高学历人群 在没有提示和告知的情况下 也没几个人能分得清 实验西瓜和普通西瓜的区别 既然西瓜那么贵重 为什么不做好防护 李亦涵的心情 跟坐过山车似的 被偷活该的论点 绝对万人唾骂 但是 贵重财物所有人 负有更高注意义务 是有潜力的 他马上说道 被告人再三明确表示 如果知道那些西瓜的价值 绝对不会进行偷窃 如果农科所有明确提示 或妥当防护 这起案子便不会发生 恳请法院考虑农科所的责任划分 依法做出公正判决 第71章 秦先生绝育吗 刘鹤没有当庭宣判 这在预料之中 听众们意犹未尽 听到刘鹤说择日宣判 才发觉 这场庭审竟然到了末尾 很多人暗暗打听 两个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是哪个律所的 万一以后遇到事情 有这么给力的律师帮自己 想想就心安 最兴奋的还是记者 这个案子本身争议很大 加上控辩双方的对抗如此精彩 这新闻引流绝对没问题 当即有记者忍不住打开电脑写起来 这时 旁边的同行瞥了眼 你最好换个标题 那记者连忙关上电脑 拉长了脸道 请有点职业素养 不要偷窥 OK 同行撤身 平时标题党没问题 但是这个案子 你最好不要用那句话做标题 很容易让人误会 记者直接拿那句 被偷活该的话当标题 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这标题 第一反应绝对大骂脑残律师 但记者不认为有何不可 他的确是这么说的 我没有捏造事实 但你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是这个意思 同行背起设备 最后说了句 我得提醒你 说那句话的人 是个从来没输过的律师 而这个律师 极其讨厌断章取义的媒体 想起秦玉在法庭上的表现 记者突然蛋疼举警 后背一凉 他还能告我 他的确告过媒体 不信你试试 严禁于此 看在认识一场的份上 才做了提醒 但人家非要作死 他也管不着 说罢便走了 记者立即搜了一下 秦玉告记者的案子 看到了秦玉跟某媒体 爱恨情仇的长篇故事 顿时脸色一变 马上删了标题 左看右看 见秦玉已经不在 这才松了口气 律师不是不能惹 但没有人家那种 不怕死的勇气 还是不要惹 李一涵这次没有再问 秦玉有没有把握赢 到了这份上 只能等待结果 他尽力了 秦玉也尽力了 值得欣慰的是 法官没有反驳他们的论点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秦玉的确有过人之处 你为什么做了那么多无罪 李一涵想起秦玉那光辉的战绩里 无罪辩护的次数 快要闪瞎人眼 不由问了句 在法治健全的国家 无罪率低 其实是好事 这说明司法机关办案水平提高 程序更加完善 所以他对无罪一直很慎重 但是在秦玉这里 这种常规就被打破了 他就忍不住想 是不是自己能力问题 或者自己心不够黑 像去年秦玉做的那个无罪辩护 心不黑胆不大 根本不会做不出无罪辩护 秦玉按电梯 我做的有罪更多 大部分律师都不会频繁做无罪 大部分 秦玉看了他一眼 你 李一涵 这是在说他平庸吗 平庸的大部分 就是在说他吧 明知道这家伙 狗嘴里土不不像牙 为什么还要搭话 李一涵暗骂自己 拉长了一张脸 不想再说下去 两人在停车场分别 回到律所 陆思安这个不务正业的老板 正在偷吃甜甜圈 见他回来 马上把没吃完的甜甜圈塞进冰箱 跟着问道 结果怎么样 你这么关注这个小案子 陆思安一笑 这案子争议很大 不止我关注 很多同藏也在关注 一个个等着看你这次试赢试输 真嫌 秦玉推开办公室 走到办公桌后 将包放下 毕竟你没输过 输一次可以说见证奇迹的时刻 陆思安靠着门框 看着他笑了笑 其实我还挺希望你输一次的 秦玉抬头看他 你甜食吃多了 陆思安仍是笑着 只是笑容里有些叹息 从来没有不败的律师 你会被架得越来越高 以后想败的代价越来越大 你会越来越难做 不如趁早败一次 这对你没影响 但你会轻松很多 这是真心为他考虑 但秦玉显然不领情 作为一个律师 我不允许自己 在可以不败的情况下 故意败诉 陆思安当然不是想叫他 故意败诉 那是对律师职业的亵渎 我只是想叫你轻松点 就你这张脸 败几次都影响不到你的生意 前些天刘氏那位女总裁 还问我你续不续约 这次给你涨价 说的他好像 那什么靠脸吃饭的职业 秦玉的脸一下子黑了 你有时间在这瞎扯 不如多谈几个合约 早日实现你十大所的愿望 人家都是下属拼命跑业务 到你这儿 却是要我这个老板跑业务 真是没天理 陆思安见他放了东西就要走 问道 你又去哪 上班时间玩忽职守 我真是对你太纵容了 秦玉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 还是解释道 宠物医院换药 陆思安知道他家那只猫 是秦老爷子送他的 听说是家里老猫的最后一个仔 这人对什么都不耐烦 对这只小东西倒是耐心得很 虽说你住的地方环境安全 但猫喜欢往外跑多少还是有点危险 你不如带去宠物医院做绝育 绝育后会乖很多 再说 驱车回凯旋公馆 秦玉回家没看到墨玉 找了半天才听到门口 传来虚弱的喵喵声 开门一看 一只小黑猫正委屈地舔着毛 光秃秃的尾巴上就伤未好 再添心伤 墨玉对宠物医院有印象 大家还记得剃毛之仇 一到宠物医院就嗷嗷大叫 接待着兽医检查了一下 道 怎么又添了心伤 秦玉暗了暗没心 今天又跑出去了一次 不知道跟什么打架 应该还是猫 猫的领地意识很强 如果对方早于墨玉占领地盘 在巡逻的时候 遇到墨玉就会驱赶他 如果他不走的话 就可能打起来 不过猫一般都怕受伤 遇到入侵者 多是威慑对方 很少会真正打架 像墨玉这样频繁打架 还打这么激烈 兽医掰开墨玉的双腿 想瞧瞧某个不可言说的地方 墨玉拼命挣扎 嗷嗷嗷 这是哪来的灯徒子了 嗯 可能是要发情了 灯徒子兽医猜测 推了推眼镜 镜片反射一道冰冷的光 露出一双冷酷的眼睛 秦先生要顺便做个绝育吗 秦玉 第七十二章 不正经 见他没说话 兽医开始跟他解释 不绝育的坏处 如果秦先生打算让猫咪生育 那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但如果秦先生无意养育更多猫咪 我建议还是趁早做绝育 猫的繁殖能力很强 没有固定发情时间 有些猫每个月都会发情 每天哭着喊着找小情人 会比较吵闹 还会食欲减退 情绪暴躁 乱滋尿 味道很感人 情欲 只有人类和海豚 才会因为快感性交 其他动物都只是本能繁殖 你不用担心 绝育后会剥夺他的快乐 情欲 如果不交配生育 母猫容易患子宫炎症 和子宫蓄膿 留着子宫 只是多了一个生病的器官 情欲 另外 没绝育的猫咪容易离家出走 一旦出走 很少能找回来 情欲没心微微一紧 这倒是他担忧的一个问题 墨玉太喜欢往外跑了 凯旋公馆虽然安全 但如果哪天墨玉跑出了凯旋公馆 不论是被人抓住 还是务实有毒的东西 都可能再也回不来 正考虑着 就在他快要下定决心的时候 隔壁突然传了一声哭喊 宝宝 声音淒厉哀痛 情欲生生吓了一跳 连忙大步走出去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 在跟一个魁梧的白大褂 争夺一只小花猫 那穿着白大褂的人 情欲有点印象 也是宠物医院的兽衣 平时有点腼腆的一个小伙子 可是这会儿 他却一脸凶相 跟中年男人 撕打了好几个回合 你这个邪恶的兽衣 小想抢走我的宝宝 中年男人大叫一声 抱住小伙子的胳膊 见中年男人不松手 小伙子一双铁掌 冲中年男人胸口打去 趁机抢走小花猫 哦 中年男人仿佛受到了致命一击 一声惨叫 捂住胸口 连连倒退了几步 一直退到墙根 随后眼睁睁看着小伙子邪魅一笑 将小花猫纳入怀中 砰一声关上了门 门盒上的瞬间 中年男人伸出耳康手 宝宝 我的宝宝 快把宝宝还给我 勇 情欲 如果不是台词太浮夸 还真让人以为 这是一场夺猫大战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啊 兽衣推了推眼镜 那位顾客准备给猫主子做绝育 怕主子记恨 就让我们的同事扮演坏人 让主子以为 蝉使官为了保护自己 竭尽了权力 只是打不过坏人 这样主子就不会怪罪蝉使官 小臣看起来最凶 演技也最精湛 所以 每次都是他扮演坏人 情欲突然觉着 宠物医院不大震惊 一定要这样 以前我们这儿有个 动画公司的导演 带公司的猫来绝育 不肯演戏 回去后猫就 每天在他办公室的 沙盘里卖便便 情欲 想起刚才男人 浮夸的演技和台词 情欲觉得这笔 打任何官司都困难 还是哪天让陶琳来演吧 见他似乎不想做绝育 兽衣给了个不绝育的办法 其实不绝育也可以 只不过要多一点耐心 猫咪发情的时候 可以给他按摩 比如背部或尾巴根 如果你不排斥 可以用小棉签 给他解决生理问题 情欲 这真是个正经兽医 听了马耳朵乱七八糟的话 情欲觉得自己需要静静 等兽医给墨玉处理好伤口 便带着墨玉离开了宠物医院 回到家 情欲将门窗都关上 防止墨玉再跑出去 一直到晚上 墨玉都老老实实没敢乱跑 没有像前几天那样 嗷嗷乱叫 让情欲想将另一只当时猫 找出来的想法 暂时落空 这一整天 天空都是阴沉沉的 仿佛随时会下雨 因为漫天的乌云 夜幕也落得比平时要早些 空气里有一种压抑的燥热 叫人忍不住 盼着这场雨早点落下来 江瑞书打着雨伞 还在回家的路上 逗大的雨点毫无争照落下来 路边的行人一下子乱了套 四处逃窜 雨点哗啦啦溅在挡风玻璃上 弹起薄薄的水雾 周围的景物一下子模糊起来 她坐在车中 好似被包围在一个小小的孤岛 与世界隔绝 江瑞书放慢车速 平常还有十分钟的路程 走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到家 倩倩 你怎么来了 电梯打开的一瞬 江瑞书看到自家门口 站着一个熟悉的人影 不由惊讶 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等很久了吧 江如倩是她的堂妹 二叔的女儿 江瑞书从小不爱跟小叔一家打交道 江如倩这个堂妹 却是一点也不像二叔二婶生的 性子软和 懂事之理 江瑞书跟她关系一直很不错 当年她高考的时候 江如倩还在上初中 成绩出来后 江如倩比她还兴奋 还许下愿望 要跟她一样考个好学校 为此江瑞书还给她补了一个暑假的课 只可惜江如倩的成绩一直上不去 最后只考了个普通本科 毕业没多久就结了婚 而江瑞书忙于工作 两人的往来才少了些 不过逢年过节都会联络 感情倒也不淡 江瑞书很了解这个堂妹的性格 若非有事 绝对不会轻易开口 哪怕亲人也如此 这么突然到来 一定是有事情 江如倩温和地笑了笑 没等多久 我也是刚到 估计着你 也快回来了 就没给你电话 要是我加班呢 下次过来 记得丢我电话 江瑞书看她浑身上下没一点湿气 鞋子也干干净净的 肯定等了挺久 不过没有揭穿她 嗯 记得了 江如倩软声应下 进来说吧 江瑞书推开门 让她进屋 你还没吃饭吧 不赶时间的话 吃了饭再说 江如倩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就蹭蹭解的一顿饭 蹭一顿饭算什么 说起来 你很久没过来这边了吧 江瑞书放好随身物品 走到厨房 打开冰箱 想看看有什么吃的 很快扒拉出一堆食物 想起江如倩来这里 才第三次 第一次是乔迁新居 第二次 她微微叹了口气 时间可真快 江如倩跟着走进厨房打下手 第73章 借钱 说是打下手 实际是江瑞书洗菜 江如倩炒菜 江瑞书的厨艺实在不怎么样 江如倩的厨艺 却是从小练旧的 在江家属的上号 往年回老家拜年祭祖 大多是江如倩掌勺 两人一边聊天 一边做饭 气氛很是融洽 还是你厨艺好 知道怎么做 我也做不出你 这么香的味道 江瑞书心满意足地喝了碗汤 毫不吝啬地夸奖 江如倩没烧尽是笑意 姐你的聪明 不在这方面 江瑞书笑笑 起身要收拾碗筷 江如倩连忙拦住她 还是我来吧 江瑞书知道她客气 姐妹俩也没那么多讲究 便没跟她争 转身回卧室 过了一会儿 拎了一个手提行李包出来 这时江如倩也洗好了碗筷 看到江瑞书面前的行李包 一下子明白了 姐 这些衣服都是新的 一次没穿过 我平时上搬穿制服 穿不上这些衣服 你不嫌弃的话 就拿去穿吧 范阿姨会定期送些当季新款过来 江瑞书穿着上没那么多讲究 碰上喜欢的衣服 会反复穿很久 所以每个季度 都会剩下一堆衣服 没机会穿 江如倩身上这套衣服 去年就见她穿过 她穿来见自己 说明这应该是她最好的衣服了 江如倩有点局促 前两个月 你才给我寄了很多衣服 前两月那是春装 你要是嫌弃就直说 江瑞书塞给她 不嫌弃 不嫌弃 江如倩连连摇头 紧紧抱住了行李包 轻声说 谢谢姐 江瑞书示意她坐下 给她倒了杯柠檬水 你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江如倩低下了头 过了一会儿才开了口 就是我跟吕静打算做试管医院 可是年前我们跟人合伙开了个店 投不少笔钱 现在资金还没回笼 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所以她有点难以启齿 生孩子找堂姐借钱 实在不好听 江瑞书皱起了眉头 你还没到三十岁 这么着急做什么 做试管对身体损害很大 可是我和吕静 已经结婚五六年 我原来有一次公外孕 切除了一根输卵管 医生说我怀孕的概率不高 所以才会想做试管 江如倩低声说着 我知道 做试管对身体有损害 但年纪越大越不好做 不如趁着还算年轻做了 我婆婆一直在催 我们也很想要个孩子 这大半年 我一直在调理身体 医生说 现在做正好 做试管婴儿 至少要五六万 好一点的要十来万 这对江如倩夫妻俩 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 江瑞书大概知道 江如倩婆家什么情况 对她还算好 平时没有大矛盾 但也比较传统 没有孩子 肯定会影响家庭和谐 连江如倩自己都这么想 当初她要结婚的时候 江瑞书并不是很赞成的 江如倩跟吕靖 是相亲认识的 吕靖的条件很一般 家里供着一套小三房 工作还算稳定 但交了房贷 兜里剩不下什么钱 不仅肯老 还得江如倩挣钱养家 那时候 江如倩才刚毕业 还很年轻 没必要那么着急结婚 可是二婶觉得她年纪大 家里三姑六婆也使劲催 江瑞书知道的时候 已经发情茧 她跟江如倩谈了一次 江如倩说她羡慕江瑞书 这样独立自主的女性 可她自己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她选择结婚 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江瑞书点到为止 只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偶尔帮帮她 看着明明年纪比自己小 看起来却比自己大一些的堂妹 江瑞书暗暗叹了口气 要多少 六 六万 五万也可以 江如倩头都抬不起来 你们手头还有多少钱 还 还有一点点 那就是基本没有了 江瑞书拿起手机 直接给她转了十万 听到到账提示 江如倩拿起手机一看 连忙道 姐 不用这么多 拿着吧 找个好点的医院 用好点的药 争取一次成功 少受点罪 这话说到了江如倩心砍上 终究没有再推辞 眼眶有点微微发红 谢谢你 姐 我会尽快还你钱的 不着急 等你们手头宽裕点再说 什么都没有身体重要 知道吗 江瑞书不差这点钱 倒是担心 唐妹为了还钱省吃俭用 把身体给熬坏了 江如倩紧紧握着手机 慢慢点了点头 姐 还好有你 江瑞书揉揉她脑袋 笑了笑道 我救你这么一个妹子 不帮你帮谁 江如倩眼泪快下来 吸了吸鼻子 将眼泪逼回去 我给你写欠条 不用 江瑞书笑道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你还能赖我的钱吗 即便是江如倩还不了这钱 她也不打算要她还钱 但这想法不能告诉江如倩 那更要写清楚 江如倩摇头 江瑞书知道她固执起来 谁也劝不了 值得随了她 写好欠条 双方签字按了手印 江如倩将欠条交给江瑞书 起身道 时间不早了 姐 我先回去了 外面雨很大 不如今晚在这过夜吧 江瑞书看了看阳台外面的瓢泼大雨 没事 我打个车回去就行了 明天还要赶早班 江如倩执意要走 江瑞书只好道 那你注意安全 上车前把车牌发给我 到家再给我发个语音 江如倩点点头 江瑞书送她进电梯 过了一会儿 微信收到她发来的车牌照片 回了句 别顾着玩手机 看着点导航 江如倩发了个乖巧的表情 江瑞书将铃声调到最大 只要有信息来电就能听到 随后起身开了瓶红酒 靠着落地窗 看着绵绵不绝的雨幕 玻璃上映出她模糊的面孔 大雨倾盆 雨点啪啪地打在玻璃上 画成一道道水流 从玻璃滑落 跌入深不见底的夜色里 这样的雨夜 总是会叫人想起些过去的事 瑞瑞 你这是大逆不道 从来没有谁像你这样 像你这样 盼着一个家好好的过不下去 你滚 最好永远别回来 好了 现在都如你的意了 你满意了吧 别忘记你答应过的事 第74章 恶意 滴滴滴 江瑞书睁开眼 低头一看 是范阿姨打来的电话 瑞书 你回家了没 电话里传来范阿姨和蔼的声音 江瑞书脑袋靠着玻璃窗 听着外面嘻嘻嘻的雨声 声音有些慵懒 早回了 今天没怎么加班 范阿姨闻言松了口气 今天雨下得很大 我听说你回去那条路上好几起事故 你回家了就好 对了 你这个周末 有时间来凯旋公馆吗 有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你没事的划过来 来这边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平时工作辛苦 自己在家肯定不会好好做饭 江瑞书会心一笑 范阿姨总是这样 有什么好事就想着她 不过她没法确定 这周会不会加班 知道 不加班的话我就去 哎 那好 你想吃什么跟我说 我提前给你准备好 江瑞书失笑 什么都好 只要是范阿姨 你做的就行 范阿姨被她哄得直笑 又说了几句 才挂了电话 喝到微醺的时候 江如倩发了条语音过来 姐 我到家了 早点休息 注意别感冒 江瑞书回了一句 将只剩下底的酒一口喝完 摇摇晃晃着撑起身体 朝卧室走去 第二天下午 遗产纠纷再次开庭 开庭前 吴嘉生和朱伟林打赌 原告是追求稳妥 要房子的部分产权 还是继续要全部遗产 全部遗产 朱伟林到 吴嘉生到 上次开庭 他们基本没占到优势 争取房子的产权 是最稳妥的办法 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 可能什么都拿不到 房子只能拿到八分之三的产权 每人八分之一 他们不会甘心 事实如此 不接受也没办法 否则他们可能什么都拿不到 朱伟林摇头 不会甘心 吴嘉生想了想 觉得 只要原告脑子还清醒 应该不会在这样的局面下 还想要全部遗产 到头来 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如我们打个赌 一份炸鸡桶 谁猜错谁请客 姜瑞书闻言笑道 那吴法官 你可能都会输 怎么说 全部遗产肯定是想要的 我猜原告很可能会提出新的论点 否定被告的继承权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而且只要提出 他们对房子有继承权 最终判决时 不会否定 他们应继承的部分 姜瑞书诞生道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何况只是一场诉讼的代价 输了只是没有得到 赢了却能赢得巨大的利益 这不就是把法庭 当成他们争夺利益的工具 吴家生很讨厌这种人 这是他们的权利 对应的 就是我们的职责 纵使争权夺利 也不能说他们就是恶的 如果他们应得到的 我们就该判给他们 因为他们在争取的是 自己的合法权益 跟他们为人如何没有关系 但如果不是他们应得的 我们也不会成全他们 这何尝不是在遏制他们 侵害无辜之人的权益 江瑞书早对这种人见怪不怪 整了整法袍的衣角 道 走吧 马上要开庭了 究竟会怎样 很快就知晓 第十一审判庭 全体起立 听到刘一丹的声音后 江瑞书三人一起走进法庭 先后落座 被告一如上次那般 存在感很低地 坐在律师旁边 低眉顺目的 看着是个温和之人 三名原告也悉数到场 王军还是那副领导做派 坐在被告席上 仿佛坐在办公室一样 王军时不时向对面 飞一剂眼刀 王正东张西望 似乎在观察什么 光是声势 就比被告要大很多 现在开庭 江瑞书敲了下法锤 原告律师先站起来道 审判长 原告方请求询问被告 这是原告律师第一次询问被告 蔡小华文言下意识 看向自己的律师 萧然看着对面气定神仙的原告 微微眯了眯双眼 猜测原告律师 恐怕来者不善 小声说道 实话实说 问什么答什么 尽量简短 其他事由我 蔡小华点了点头 起身走出去 原告律师走到他身边 提出第一个问题 请问被告 你照顾王志明先生多久了 四年半 你是如何到王志明先生家当保姆的 通过中介 王志明先生 最初给你开的工资是多少 四千 王志明先生去世前 给你开的工资是多少 蔡小华一下子抬起头 看着原告律师 突然感受到了他的恶意 原告律师追问 请回答我的问题 蔡小华看向萧然 萧然也明白了 原告律师为什么这么问 隐约抓住了原告律师 这次辩论的意图 否定蔡小华 他点了点头 示意蔡小华如实回答 蔡小华轻声道 没有 没有是什么意思 没有工资 原告律师露出一副诧异的表情 语气特别震惊 怎么会没有 不负工资 你是给王志明先生 做免费保姆吗 蔡小华嘴唇动了动 还没说话 原告律师就抢在他开口前 开了个玩笑 我听说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种免费保姆 一是亲妈 免费保姆 萧然谋光骤然锐利 当即道 反对原告律师恶意诱导 我只是表示个人的惊叹 原告律师无辜道 反对无效 江瑞书否定了萧然 但也没放过原告律师 原告方 不要提及与本案无关的话题 如果你感慨很多 可以休停后跟我交流 开玩笑 跟审判长停后交流 那是训诫吧 没有哪个律师 想被法官训诫 原告律师马上表态 好的 审判长 我会注意自己的言论 江瑞书深深看了他一眼 就怕主神法官还要找自己麻烦 这时 江瑞书将视线转向蔡小华 请被告回答问题 蔡小华平静道 王老先生去世前跟我说 为了感谢 我这些年的照顾 会赠送一些遗产给我 我觉得受之有愧 就跟王老先生说不要公子 第75章 反对无效 王志明先生什么时候说的 一年多钱吧 他摔跤受伤 失去自理能力后 蔡小华解释道 王老先生没有失去自理能力 只是腿脚不大方便 总之是他生活离不开他人照料之后 听到这个问题 蔡小华此刻也明白了原告律师的意图 但他仍然如实回答 是 王志明先生说给你一些遗产 是否说明会给哪些 没有 那么短短一年 你是如何让王志明先生立下遗嘱 将财产都交给你的 萧然文言脸色一变 豁然起身 反对 所以 原告方是想证明 蔡小华对王志明用了手段 使得王志明立下 将财产全部给他的遗嘱 江瑞书略作陈吟 做出了裁判 反对无效 被告回答原告方的问题 萧然咬着牙坐回去 有些担忧地看着蔡小华 怕他回答出错 被原告律师抓住把柄 蔡小华低眉垂目 似乎在怀念什么 过了一会儿 才不虚不及地开了口 声音带着一种淡到冷漠的平静 或许是因为我 照顾了他在世的最后一年 哦 尽职尽责的照顾雇主 本就是保姆的职责 以王志明先生的厚道 应该不会亏待你 但不至于把遗产都给你吧 根据市场估价 就有点不可言说的内涵了 蔡小华神色未变 淡淡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你没有孤立无援过 没有经历过 被遗弃和身体从健康到虚弱 直到无法自理 永远没办法体会王老先生的无助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身体越来越差 而你不在身边 因为病痛折磨 整日整夜睡不好 我知道那种情况下 他很容易被感动 可我不能不管他 唯一能做的就是照顾好他 你们以为我是为了遗产 才非清非故的 却没日没夜地照顾他 其实是反过来的 安定下来对我有恩 我本就应该好好照顾他 他还想把遗产给我 如果我不照顾好他 我还是人嘛 我没想到的是 最后他会将财产都给我 照你的说法 王志明先生 是因为感动于你的照顾 所以把财产都给了你 原告律师与韩讥讽道 我想是的 但是我听到的说法 却与你的说法截然不同 蔡小华想问什么说法 但原告律师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谢谢提问完毕 随后跟江瑞书道 审判长 原告方请求传唤证人到庭 什么证人 社会青年廖东 江瑞书翻了翻案卷 你们没有申请这名证人到庭的记录 这名证人是二次开庭后才找到的 对本案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望审判长特别允许 原告律师恳请道 被告方不能同意这个申请 萧然断然反对 原告律师马上道 这个证人将证明被告采取了不合法手段 控制继承人 使继承人立下将财产全部交给被告的遗嘱 控制被继承人 江瑞书微微挑了挑眉 这反转有点大 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受胁迫 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 原告无法否定遗嘱的真实性 想要反对被告继承遗产 就只能否定遗嘱的有效性 而想要否定遗嘱的有效性 最好的方式是证明 遗嘱不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 即继承人采取了不法手段 获得遗嘱 被告长时间跟被继承人生活在一起 真想做什么的确很方便 关键就看原告的证据充不充分了 萧然文言脸色微微一沉 显然也明白了原告方的意图 马上压低了声音问蔡小花 拿到遗嘱后前后 你到底有没有落下把柄给谁 蔡小花有点惊讶地看着她 她还以为萧然会问自己 到底有没有做过原告律师说的那些事 没想到她第一反应是问自己有没有把柄 如果有把柄呢 马上告诉我 那你还会帮我争取全部的遗产 萧然一眼就看明白了她的想法 总有那么些委托人 不会全然信任律师 遮遮掩掩掩不肯合盘托出 各种试探怀疑 她能理解这样的心态 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本就难得 国人对律师误解颇多 总觉得律师是搞事情的 不愿信任在所难免 但也着实让人不爽 不过 会的 她肯定的 尽我所能 蔡小花摇了摇头 我没有把柄 萧然深深看着她 不论什么把柄 真的没有 萧然暗暗松了口气 将视线转向三明原告 只见三明原告气定神闲 似乎确定了什么 微微眯了眯双眼 先看看他们搞什么鬼 江瑞书跟吴嘉生 朱伟林商量了一下 最终同意证人到庭 当然 如果这个证人 与原告律师所言不符 或是胡说八道 他定会跟原告律师 好好交流交流 证人是个瘦高个男人 40岁模样 但提交上来的证人信息显示 证人就35岁 看起来有点颓废 也有点显老 看到证人后 蔡小华眉心微微一簇 你认识 萧然注意到蔡小华的反应 低声问道 蔡小华看着证人 缓缓垂下眼帘 他是个识荒的 经常到我们小区 收费旧物品 有时候会跟小区里的老人下 挤盘棋 我见过几次 具体叫什么不知道 他跟王志明熟吗 蔡小华摇摇头 应该不熟 没听王老先生 提起这么个人 原告律师 不会无缘无故 请这么个人来作证 定然是证人掌握 不利于蔡小华的证据 按照蔡小华的说法 他和王志明 跟这个证人都不熟 所以 就算有什么事情露出去 也不会是王志明 这很好解决 风言风语没有根据 法院不会采信 至于前者 如果蔡小华真的没有把柄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第76章 所谓真相 原告律师侧身 将身后的蔡小华 暴露在证人视线中 问道 证人 你认识这个人吗 廖东仔细端向了一会儿 点点头 认识 我经常去青竹街收费旧物品 经常见他推着一个老人出来散步 那个老人家我也知道 就是青竹街一个小区的住户 以前经常见他在街角下棋 后来见他坐着轮椅 才知道瘫痪了 因为他们每天出来 散步的时间差不多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吗 我原以为他是老人家的孙女 后来才知道是保姆 你是怎么知道他是保姆的 廖东看了看蔡小华 冬天黑得比较早 那天大概六点多快七点的时候 我刚收完东西准备回家 突然在小树林里 看到两个人引扭在一起 当时吓了我一跳 走近一看 就看到他和那老头抱在一起 那老头还把手伸进他衣服里 他没有反抗 反而紧紧抱住那老头 哗 法庭里轰然骚动 年轻小保姆色诱老年雇主 大庭广众搂搂抱抱寻求刺激 这也太劲爆了吧 江瑞叔不由侧目 这真是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旁边朱伟林和吴家生 都一脸麻木的投来目光 这不是真的吧 江瑞叔表示他也不知道 原告律师继续问道 除此之外 你还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吗 听到的当然多了 嘿嘿嘿 廖东笑得有点猥琐 一切静在不言中 小保姆还挺心机的 一边给那老头弄 一边说 让老头把房子和存款给他 改天他们去登记结婚 这样就可以随便让他弄 不然哪天 让他儿女看到 肯定会闹大 众人纷纷倒吸冷气 登记结婚 蔡小华今年才26岁 王志明已经76岁 王志明当蔡小华的爷爷 都没问题啊 顿时 众人看向蔡小华的目光 十分微妙 之前看他低眉顺目的样子 还真看不出来 蔡小华不敢置信地看着证人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和王老先生根本没有那样 我们任都不认识你 你根本就是在胡说 原告律师却是目光灼灼看着他 王志明先生 没有跟你提过登记结婚 蔡小华一下子哑了声 不是吧 真的准备过结婚 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蔡小华的脸渐渐白了 他想辩驳 可又不知如何辩驳 张了张嘴 却是无话可说 是的 王志明曾经提出过登记结婚 在他去世之前 曾经提出过去民政局领证 原告律师见他没有否定 唇边扬起讥讽的弧度 王老先生跟你提过结婚 奇怪的是 原告作为子女 却一点也不知道 要说这中间没有一点猫腻 谁相信呢 早年原告 就曾经跟王志明先生表示过 如果他想找老伴 他们并不反对 按理说 王志明先生应该不担心 子女会反对他再婚 为什么这次就隐瞒了呢 当然是因为 不伦之恋 或许我不该这样 评价一个逝者 但是为了真相 我不得不说出来 王志明先生最开始 或许只是感动于 小保姆的细心照顾 慢慢呈现其中 甚至推波助澜 反对 萧然豁然起身 反对原告方恶意揣测 原告律师却没有理会 加快语速 一口气说完到 他很快就陷入了 这段不仁之恋中 当他醒悟的时候 已经被这段感情控制 迫不得以立下遗嘱 而王老先生那样 端方严肃了一辈子的人 一定不想让子女知道 他们的父亲是个贪图女色之人 为了维持正面的父亲形象 他最终没有向子女求助 只能提出结婚 来保全最后的颜面 不是这样的 蔡小华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 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结婚 难道是因为爱情 难道你没有生理需要 还是偏爱他脸上的老人般 不是的 不是你们想的这那样 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似乎所有的力气 都用来克制自己 只有那么一点点说话 根本不是那样 你们污蔑他 为了争夺遗产 你们竟然这样污蔑他 王主冷声道 我父亲本来是个很正派的人 都是你趁着他生活 不能自理勾引他 要不然他绝对做不出这种丑事 肯定是你 利用这件事威胁他 他才迫不得已 把财产都给了你 你胡说 一直低着头的蔡小华 突然抬头 像是受到了刺激大喝一声 你就个自私自利的吸血鬼 为了钱 你连亲生父亲都可以污蔑 你还是人吗 我让你这样的贱人 继承我父亲的遗产 才真不是人 蔡小华自嘲地轻笑了声 或许你们听到 王老先生向我提出过结婚的时候 心里都藏着龌龊的想法 是啊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要不是主动勾引 七十多岁的雇主 怎么会想要结婚 或许你们也想问 王老先生有儿有女 怎么会不留一点给儿女 他冷笑了声 可是要我说 我能理解他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 有这三个儿女 不如养三个畜生 三名原告同时色变 王竹怒声质问 你什么意思 蔡小华将目光转向他 你说你从小 跟父亲关系亲密 可实际上 你就是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主 没事从来不会回去 看望自己的父亲 王竹勃然大怒 你少胡说八道 我跟我父亲关系不好 你也瞎了吗 我眼睛瞎没瞎我很清楚 但家里的监控绝对不会瞎 王老先生去世前的一年里 你就回家过一次 跟他要钱 他没给 你就骂他要把钱带到棺材里 王主脸色一变 他根本不知道监控这事 色力内忍喝道 家里什么时候装了监控 你对我父亲做了什么 以防你父亲摔倒能及时发现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还敢当听撒谎说自己经常回家 你 你少吓唬我 我吓没吓唬你 你心里清楚 蔡小华却不再理他 视线落在王君身上 你嘴上说 王老先生对你严格 是为了培养你 其实你心里嫉妒 王老先生偏爱小儿子 搬出去后 很少回家看王老先生 就算他叫你回来 你也总是找借口敷衍 第77章 爆料一个比一个猛 你胡说八道 王君反驳的巨事 跟王竹如出一辙 不愧是两兄妹 蔡小华接着将矛头指向王正 你说被王老先生偏爱 敬爱自己的父亲 可是你一直记恨分家的时候 王老先生给的东西不够多 你每次回家 除了要钱还是要钱 王老先生不止一次 骂你是白眼狼 记仇不记恩 王正勃然色变 你这是污蔑 污蔑 蔡小华仿佛豁出去了 你们多久回家一次 邻居都看在眼里 家里的监控也有记录 为了赡养费 你们还曾经跟王老先生 闹到公安局这些年 你们一分赡养费 都没给过自己的父亲 真正尊敬爱重父亲的人 会这样置自己的父亲于不顾 王君沉声道 父亲有稳定收入 比我们个人还多 哪里要我们赡养 原被告自己辩论起来 爆料一个比一个猛 姜瑞叔没打断 但听到这句 他忍不住插了句话 老人是否有收入 收入多少 与子女是否赡养老人 没有直接关系 即使老人收入高 子女也应该赡养 这个赡养除了生活所需 医疗所需 还包括精神所需 王君三人文言脸色一变 他们压根不知道这些 尤其是竟还有精神所需 我作为嫁出去的女儿 不用赡养老人吧 王主开始推托责任 嫁出去的女儿 同样富有赡养义务 即使没有收入 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 可以算作女儿的资产 用来赡养老人 若不赡养老人 分遗产的时候 应少分或不分 姜瑞叔给这群法盲 谱了个法 王主顿时掖住 王老先生的确曾经想过 跟我登记结婚 蔡小华轻声道 但他之所以想登记结婚 不是被我要挟 也不是为了名声 而是想让我名正言顺 继承遗产 这怎么可能 王主失声喊道 他心里更相信 父亲被小保姆色诱 而不相信父亲 只是单纯为小保姆考虑 他们对父亲再不好 终究还是他的儿女 他的财产不给他们 还能给谁 因为他知道 如果财产全部给我 你们肯定不答应 会找我的麻烦 但如果我成为他的配偶 我继承全部遗产 就变得名正言顺 可是后来他觉得 这样做不好 平白让我从未婚 变成了二婚 投婚还是个老头子 以后嫁人不好嫁 然后他打听到 只要遗嘱有效 不需要经过法定 继承人同意 也能让我继承遗产 所以打消了结婚的念头 蔡小华的目光 带着点愤怒和伤感 一个接一个地 扫过王竹三人 你们还记得 自己父亲的生日吗 你们记得 自己上次真心十一回家 看他是什么时候吗 你们知道 一个老人 明面孙满堂 却像个孤寡老人 是什么感受吗 你们说我勾引他 威胁他 笼络他 就算我是这样 可如果你们能 抽点时间多陪陪他 多打打电话 跟他聊聊天 他去世前记挂着的人 就是你们不是我 因为你们 可是他记挂了半辈子的儿女 全场寂静 王竹三人很想反驳 却不知怎么的开不了口 法庭里各种异样的目光 落在身上 让他们有一种 想找个洞钻进去的感觉 蔡小华问的几个问题 他们早已记不清楚了 一时间 他们都有些茫然 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以前他们 跟父亲关系算不上亲密 但也是很好的 不管要什么 父亲都会给他们 所以他们 才那么心安理得的 所回父亲的遗产 审判长 被告的说法 根本不合常理 其目的 其实是为了掩饰真正的事实 他与王志明先生之间 存在以不仁之恋 并以此为筹码 使得王志明先生立下遗嘱 将遗产都交给他 原告律师打破寂静 提醒江瑞书 不要被被告的表面欺骗 也不要因为同情被告 而忽视事实 事实是什么 被告以不仁之恋 要挟被继承人 使被继承人立下财产 夺归被告的遗嘱 这份遗嘱应该无效 在遗嘱无效的基础上 即便原告未尽到赡养义务 作为法定继承人 依旧可以继承遗产 因为除此之外 被继承人没有指定 其他人继承遗产 江瑞书没有马上回应他 而是询问萧然 被告方是否要询问证人 询问 憋了半天 萧然马上站起来 走到证人身边 证人 请问你 具体是在哪里看到 被告和王志明先生在一起 动作暧昧 街围有一片小树林 中间有一条路 天黑后很暗 很少有人走那条路 我就是在里面看到他们的 证人流畅道 既然你说冬天天黑走 又说那个绿花袋 天黑后很暗 你是如何知道 在里面抱一起的两个人 是被告和王志明先生的 廖东愣了下 也 也不是完全看不到 只是比较暗 看轮廓可以看出是他们 那附近就那个王志明 一个人 经常在那个点坐轮椅 和保姆出来散步 还有 还有 哦对 还有说话 那个女的声音 跟被告一模一样 所以我肯定是他们两个 萧然眯了眯眼睛 那你可知道 王志明先生 当时已经是76岁的老人 廖东呵呵一笑 老年人不代表没有需求 公园的角落 很多女人专门做老人的生意 一次几块十几块的都有 不是还有个世界大富豪 叫什么莫什么克 莫多克 原告律师突然插话 85岁再婚 萧然一记眼刀飞过去 原告律师露出个假笑 做了个请个手势 那天被告穿了什么衣服 看不清 太暗了 你如何证明 你那天去过那里 我每天都会路过那里 不信你随便问问认识我的人 你确定你那天去过那里 到时候调到监控 你去没去过一清二楚 廖东射声 你呼我吧 那片绿花袋里面没有监控 萧然接着问了几个问题 试图从证人的话里找到漏洞 但是证人对那块地方很熟悉 不管怎么问都能说出细节 更糟糕的是 证人对蔡小华和王志明很熟悉 而蔡小华和王志明 对证人并不熟悉 拾荒者的身份 让证人适合出现在各种场合 他会看到很多人 但很多人看到他却未必会注意他 庭审一下子陷入僵局 第78章 吃瓜 江瑞书其实有点怀疑这个证人的证词 因为他陈述证词的时候 好几次下意识看向原告那边 这说明证人依赖原告或原告律师 可能是单纯紧张 所以下意识看向认识的人 也可能是怕自己说错话 被追究责任 主要是对法庭不了解 还可能是怕自己说漏嘴被揭穿 仅仅是怀疑不能否定证人证词 他将证人的证词 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问道 证人 你具体哪天看到被告和王志明 在小树林里面搂搂抱抱的 12月20几号这样吧 这么深刻的事情记不清是哪天 证人想了想 很快的 是12月27号 你确定 确定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假 证人很肯定地点点头 江瑞书点点头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当着所有人的面 挽起手机来 所有人 审判长你还记得自己在开庭吗 你干什么 吴嘉生小声问 查个东西 很快 江瑞书查出了结果 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12月27日那天傍晚5点到8点下大雨 按照证人的证词 被告和王志明 是在冰天洞地的大雨中 望我的搂搂抱抱 证人整个人僵住 下意识 看向原告律师 原告律师冷汗直下 宣判结果很快出来 江瑞书当庭宣判 原告败诉 三个原告如双打的茄子 折腾来折腾去 竹篮打水一场空 什么都没得到 还被接了老底 面子里子都掉光 王军在单位是个小领导 因为担心弟弟妹妹压不住场 又担心 他们会打官司的时候 合伙搞鬼私吞财产 所以他特地请了假参加开庭 可是现在败诉不说 还被接了老底 不知道回去后会被怎么嘲笑 恐怕上头领导 也会对他有意见 真是得不偿失 王竹虽不是领导 但情况跟王军差不多 以后这件事就是个把柄 想要升职 将会很难 王正是自己做小生意的 这事倒不会成为他的把柄 可是这个案子受到了媒体关注 虽然报道的时候 不会用真名 但是这报道一出来 认识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 妥妥地丢了的大脸 当初他是想跟小保姆好好谈 跟小保姆一起分掉遗产 虽说会少四分之一 但不用上法庭 结果大哥二姐非说要全部遗产 把小保姆告上法庭 现在好了 什么都得不到 都怪你 当初要是听我的跟小保姆好好谈 现在就没这么多事 钱没拿到钱 还丢了好大喜的脸 我都没见出门了 他有些人脉要靠王军 于是把责任都推给王竹 王竹心情正糟糕 听到他把责任推给自己 顿时爆发了 怎么就怪我们 你以为那件人拿着遗嘱 会舍得分遗产给你 做梦 怎么就不可以 一个没见识的小保姆 吓唬吓唬再给颗填枣 就不信他不就范 都是你说要全部 你也不想想 全部拿回来 你也只能得到三分之一 跟小保姆分也少不了多少 说到这里 他想起姜瑞书 关于赡养父母 和遗产分割的关系 越想越气 你一个出嫁女 没有赡养老人 一毛钱都分不到 我和大哥跟小保姆一起分 本来也有三分之一 都怪你贪心 害得我一分钱都得不到 不行 你赔我钱 怪我 分明是大哥说 要争遗产 还非说要打官司 不然我怎么可能 跟着丢这个大脸 听到王竹撕扯自己 王军脸色一黑 怒声道 我是说 要拿回父亲的遗产 免得家里的东西 流落到别人手上 要不是为了这个家 你们以为我愿意打这个官司 你得了吧 为我们 明明是为了你自己 张口闭口说 长子应当继承家业 你一直以为家里的东西 大部分应该是你的 结果老头子什么都没给你 最恨老头子的 就是你 少拿我们当油头 你 他们相互责怪对方 王正责怪王竹是多 王竹骂哥哥弟弟吸血鬼 王军骂两人贪心不足 没一会儿 差点打起来 吃瓜群众们 没想到案子结束了 还能吃到这么大一个瓜 由于闹得太厉害 惊动了法警过来 才把他们分开 而刚离开法庭的江瑞书三人 很快得知这事 感想都很一言难尽 吴嘉生嘴角直抽 这三个原告 胆子太大了 竟然找假证人做伪证 还有那个律师 为了赢他们 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江瑞书倒不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情况 对此很淡定 这件事情会严肃处理 敢这么做的律师 到底还是少数的 毕竟输了官司 对律师而言 没有实质损失 没必要为了一场输赢 赌上自己的前途 都说养儿防老 可这养得不好 有不如没有 别说赡养老人 还啃老吸血 自个儿有钱 聘个保姆在家 也要看运气 那运气不好的 碰到一个贪心又缺德的保姆 拿钱不做事 还虐待老人 那王志明 也幸亏遇到了一个 好心的小保姆照顾 小保姆最后也算 好人有好报 好人有好报 嗯 难道不是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照顾瘫痪老人的艰辛 没有亲身体验过 根本无法想象 吴嘉生以前有个邻居 就是家里有老人瘫痪 开始一年半载 子女还挺上心 但是没多久 便开始相互推脱 谁也不乐意照顾老人 家里三天一小潮 五天一大潮 最后老人 也不知是弃子女不孝顺 还是为了不拖累子女 有一天 趁着家里没人开煤气自杀了 像王志明的三个子女 都不乐意照顾他 如果不是蔡小华 尽心尽力照顾他 他的晚年生活 尤其是最后一年 会过得很痛苦 大概也是因为蔡小华 事无巨细地照顾陪伴 让他成为了王志明的精神支柱 王志明才会把财产都给了蔡小华 江瑞书轻轻笑了笑 或许吧 你 什么意思 吴嘉生觉得 他好像别有神意 一直没肯生的朱伟林 突然说了句 前几天隔壁公安局扫黄 抓了一群嫖客 年纪最轻的59岁 神 什么意思 吴嘉生一愣 傻傻地看着两位同事 突然灵光一闪 我乐个趣 不是我想的那样吧 江瑞书挑挑眉 仿佛一道天雷劈下 吴嘉生不由想起证人的话 脑子里一直控制不住地浮现出 蔡小华和王志明 在小树林里搂搂包包的画面 他打来的寒蝉 不是吧 那 那不是证人作伪证吗 把那个画面赶出脑海 但他很快又想到 家里比小树林更方便 王志明的三个子女 平时不回家 平时家里 就王志明和蔡小华 一阵恶寒 唉 回过神来 发觉自己被抛下 他连忙追上去 你们给我站住 说清楚是什么意思 大庭广众不要拉拉扯扯 朱伟林的声音传来 你先给我说清楚 跟你无话可说 你不说清楚 我今天就跟着你 你问江法官 我就问你 第79章 找来的媳妇 周五下午下班后 江瑞叔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回到凯旋公馆 范阿姨 我回来了 江瑞叔把车停好 往屋里叫了声 却没人应 江瑞叔走进屋里 又叫了声 范阿姨 客厅没人 餐厅也没人 听到厨房有动静 江瑞叔以为范阿姨在做饭 可走进厨房一看 砂锅包着汤 汤汁咕嘟咕嘟翻滚 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 想来人刚才还在 却不见人影 范阿姨 江瑞叔上楼喊了声 还是没见人 奇怪 范阿姨去哪了 正想给范阿姨打个电话 楼下传来开门声 江瑞叔下楼 就看到范阿姨从外面走进来 范阿姨 你刚才去哪了 瑞叔回来了 范阿姨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将怀里的大肥猫 塞给江瑞叔 我找大局去了 刚才一个没留神 他就跑出去了 他跑哪去了 江瑞叔抱住肥猫 捏了捏他的肥爪爪 嗯 有点泥巴 也没跑远 就在这附近 好了 大局交给你了 我去做饭 交给我吧 江瑞叔找了尸指巾 给大猫擦干净爪子 大猫舒服得呼噜噜 主动躺下随便摸 蒙得江瑞叔 忍不住抱住大猫 狠狠吸了几口 没有人能拒绝主子的卖萌 江瑞叔一下子 就原谅了他乱跑出去 没忍住伸出手 放在他柔软的肚皮上 轻轻按摩 大猫很默契地翻起肚皮 呼噜噜着撑开爪爪 一副任君踩鞋的模样 正准备给主子 来个全套马杀鸡 江瑞叔突然发现 他身上凸了几块毛 像是被什么划伤 伤口还挺心 也不知怎么伤到的 应该是跑出去伤到的吧 江瑞叔决定 回头叫工人装点防护网 以后还是不能让大局跑出去 家里没有药 他想吃完饭 再带大局去宠物医院看看 打疫苗的时间也快到了 顺便去打个疫苗 江瑞叔指着他脑门警告道 以后不准偷跑出去知道吗 不然没收罐头 喵喵 你想出去 就叫发阿姨带你去 要是被人逮住 你这么大一只 又肥又嫩 人家最喜欢吃了 喵 没吓唬你 喵 没得商量 喵恩 撒娇也没用 一边享受主子的撒娇 和柔软的肚皮 某人一边表示拒绝 撸了一会儿猫 为了奖励主子乖巧听话 江瑞叔亲手开了的罐头 将肉块仔细碾成肉糜 方便这条嘴的小妖精进食 瑞叔 吃饭了 范阿姨在餐厅喊了声 来了 江瑞叔摸了摸大局的脑袋 吃完自己玩一会儿 范阿姨做饭特别精致 冷热甜咸具有 还做了饭后甜点 江瑞叔觉得 也就是自己不常住这儿 不然肯定会被范阿姨喂胖 大局最近经常跑出去 我想 是不是要发情了 带她去做个绝育 没绝育的公猫 容易离家出走 吃着饭 范阿姨跟江瑞叔说了 为什么叫她回来 这是她当然也能去做 不过江瑞叔才是大局的正经主人 做不做绝育 还是得问问她 江瑞叔想了想大局的年龄 好像是成年了 瞬间有种吴家有儿出 长成的感觉真是 长成了好大一只 她也知道 猫咪不配种的话 最好绝育 不过这是有点突然 她还没想好 怎么说呢 如果大局就这么太监了 会不会有点小遗憾 是不是让大局留下个一儿半女 再说 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 江瑞叔被自己的想法窘到 随后她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橘猫不属于一个品种 而是毛色决定 纯种猫的主人 大多不愿意杂交 非纯种猫 一般不会留作种猫 大多早早做了绝育 要给大局找女朋友 还真不大容易 要不去问问大局 嗯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吃完饭 江瑞叔去找大局 猫碗里的肉已经舔干净 大局却早已不在 猫爬架和猫砂盆 也不见影子 江瑞叔又上楼去找 几个房间都找了一遍 还是没见到猫影 不由有些担心 该不会跑出去了 突然一声淒厉的叫声传来 江瑞叔眉心一跳 这是大局的声音 范阿姨也听到了动静 连忙问 瑞叔这是 是大局 来不解释太多 他便跑了出去 大局的叫声 一声接着一声 叫得江瑞叔心里发紧 一下子有点找不到 他到底在哪 凯旋公馆进不来生人 不大可能是被外面的人逮住 大局是有身份牌的 这里面的人 应该不会无缘无故抓他 但这里边养宠物的人不少 因为户刑是带花园的大别墅 养大行犬的住户不在少数 江瑞叔最担心的是 大局被狗追咬 鸟鸟 中间突然夹杂着一道陌生的猫叫 大局在跟另一只猫打架 带着这样的猜测 江瑞叔脚下 一刻不停穿过小石路 突然看到花谱旁边 有一大坨橘色的毛球 在压着一只猫在咬 江大局 江瑞叔连忙喊了声 平时很听话的江大局 却质弱网闻 固执地压着那只猫 或许是大局太胖 那一只猫连动也不能动一下 江瑞叔一看 这还得了 不管哪只猫受伤 都不是件好事 三两步上前 要分开两只难分难舍的家伙 然而下一刻 江大局就松开了另一只猫 那只猫好像真的被咬伤 疼得在地上打滚 而江大局十分淡定地在旁边 舔淡淡 脑海里电光一闪 江瑞叔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猫在成功交配后 母猫会打滚 来增加受孕成功的概率 所以 江大局这些天受伤 根本不是在打架 而是在跟小母猫嘿嘿嘿 行啊 江大局 你竟然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媳妇 叫人平白担心了那么久 江瑞叔又好气又好笑 正要上前拎起自家顽劣的主子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阴森森的声音 这只肥猫是你的 第八十章 没收作案工具 江瑞叔赫然回头 只见秦玉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 一张俊脸黑成了锅底 眼里蹦射出寒光灵略的小刀子 仿佛只要他说一声 是 他就能戳死江大局 他看江大局的眼神 简直就是看墙 尖了自己女儿的墙 尖犯 不是他想的那样吧 在江瑞叔震惊的目光中 秦玉走到花圃前 把打滚的小黑猫拎起来 转身看着江瑞叔 声音好似 静在冰雪里 冷的人打哆嗦 请问江法官 公共场合尖营幼女 应该怎么判 尖 尖营幼女 江瑞叔只觉得天际一道雷 把他劈了个外焦里嫩 不是吧 这只小黑猫是秦玉的 江大局睡的是秦玉的小母猫 好死不死的 被秦玉瞧个正正 一瞬间 江瑞叔心中仿佛狂风袭过 整个人都缭乱了 在对方主人逮个正着 否认是不可能的 他只好硬着头皮道 那个 很抱歉 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发情 还以为他天天出门打架 请江法官回答我的提问 秦玉显然没打算道个歉就放过他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律师做什么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江瑞叔嘴角直抽 刑法他一点也不陌生 没怎么想就能背出条款 坚引幼女情节恶劣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这人分明就是想重判江大局 幼女就算了 还强调公共场合 可他不好直接反驳情欲 现在是江大局理亏 哎 理不直气不壮 说话都硬气不起来 可要什么都不说 他觉得以情欲那大脾气 江大局不死也得脱层皮 只得硬着头皮求个情 是我管教不利 要不我跟你道个歉 再给你家小可爱赔个礼 另外再赔偿你家小可爱 情欲喝了声 周围的温度瞬间降了好几度 快把人冻住 他连忙抱紧江大局 免得他被秦大律师的眼刀子戳死 那你想怎么解决 情欲一只手抱着墨玉 一只手轻抚着他的皮毛 半点不在意 小黑猫的爪爪 弄脏他昂贵的衬衫 那双柳叶眼凉凉地望过来 目光慢慢落下 停在了江大局身上 没收作案工具 哈 江瑞叔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收作案工具 那就是要淹了江大局 你认真的 认真的 江瑞叔觉得自己 还应该为江大局的蛋蛋争取一下 大局平时很乖 从来不欺负其他猫咪 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吧 事实摆在眼前 呃 他们在一起 说不定是自由恋爱呢 自由恋爱 情欲冷笑 这么一只除了肥义无事处的猫 橘猫有肥这个优点 还不够吗 江瑞叔看着眼前 这个从头到脚 比自己还精致的男人 想起跟他打过几次的交道 有点怀疑他 不仅生活里龟毛 连养猫也龟毛 怕是享受不到 撸肥猫的快感 你不是猫 你怎知在猫的眼里 我家大局一无是处 你不是猫 怎知在猫的眼里 这只肥猫不是一无是处 墨玉最近经常带着伤回家 要么是遇到了抢地盘的对手 要么是遇到了 不喜欢的追求对象 为了拒绝对方 靠近不惜打架 如果墨玉的追求者 就是你家这只肥猫 墨玉根本不喜欢他 江瑞书想起 范阿姨说 江大局最近经常出门 大局身上也带着伤 所以他不是打架弄伤 而是霸王硬上弓 被人家打伤的 如果江法官不愿意 那就走程序解决 秦玉迅速进入律师角色 江瑞说 他自是不怕走程序的 作为法官 他比秦玉还清楚 怎么走程序 并且他有自信自便 也不会输给秦玉 不过想到他和秦玉 因为两只猫的交配问题 闹上法庭 那画面太美不敢想象 他觉得自己 肯定会被全法院看热闹 可能还会因为案子奇葩 上个陈间新闻 要是有人爆料 说不定还会在上个 网络热门话题 成为段子博人一笑 要是让自己那群 八卦的同学知道 妥妥传遍整个圈子 最主要的是 这是从法律上 不怕情欲追究 但从人情来说 还是有点理亏 虽说猫咪交配是本能 可江大局这霸王硬上弓的 的确对不住人家 江瑞书低头看了看江大局 感觉很湿蛋疼 大局呀大局 你的蛋蛋可能保不住了 江瑞书忧伤地摊开 江大局的肚皮 看着他下腹的爱心形状 忍痛道 那就去做绝育吧 两人说好去一会儿 附近的宠物医院 随后各自回家取车 大局找回来了 范阿姨见他抱住大局回来 大局看起来安然无恙 不由松了口气 刚才那是怎么了 是不是打架了 江瑞书不知道 该怎么说刚才的事 含糊道 我带大局去宠物医院处理一下伤口 行 那你顺便问问医生绝育的事情 大局总这么爱往外跑 很容易出意外 江瑞书应了声 回屋取了猫咪手提箱 把江大局装进去 江大局一看到手提箱的入口 下意识就往里钻 压根没想起 每次进这个手提箱 就会经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比如洗澡 比如打针 大局 你这么傻白甜 怎么找媳妇的时候 就喜欢霸王硬上工呢 江瑞书忍不住直叹气 摸了摸他毛茸茸的脑袋 将拉链拉上 宠物医院很近 江瑞书开了几分钟车 便到了门口 车刚停稳 便看到一辆熟悉的兵力开过来 缓缓停在了他旁边的车位上 他降下车窗 便见晴玉从车上下来 他戴着一副黑色太阳镜 头发自然蓬松 此时他已经换了身衣服 上衣是舒适合身的白色短屁 露出修长结实的手臂 手腕上是一块机械手表 下身是一条黑色运动长裤 长裤两边贴着一条长长的金边 显得腿特别长 江瑞书还没见过他这么休闲的打扮 不得不说 这男人真是个天生的 衣架子琴玉绕过车头 从副驾驶取出一个手提箱 墨玉不安地在里面喵喵打转 显然想起了某些不愉快的经历 第81章 做手术 喵 等看到江瑞书手里 提着的江大菊 墨玉开始凶江大菊 喵 江大菊似乎有点疑惑 谁啊这么凶 喵 墨玉被他激怒 大叫一声 喵 江大菊总算知道是谁那么凶 懒洋洋地叫了声 喵 喵 墨玉越叫越凶 江大菊却很是自在 江瑞书还看到 他在手提箱里甩着尾巴 舔了舔自己的爪子 不知道为什么 江瑞书总觉得 他很像片色成功后 把X无情的渣男 两只猫你一声我一声地叫着 就这么进了宠物医院 秦先生 你又来了 两人刚走进宠物医院 便有人跟秦玉打招呼 上次那个宠物医生正在前台 带走进了 听到两只猫在吵架似的 他一了声 墨玉怎么那么凶 这是一只橘猫吧 墨玉怎么一直凶他 当宠物医生接触的宠物多了 基本能从宠物的叫声中 分辨出一些情绪 一听就知道 两只小家伙在吵架 而且是墨玉单方面凶大橘猫 又听了一会儿 他不由笑道 墨玉好像很嫌弃橘猫 是不是橘猫在追求墨玉 这也能听出来 江瑞书道 这人是懂猫语吗 大致能知道他们是什么情绪 墨玉和大橘应该要到发情期 可能发生冲突的原因 除了争地盘 就是争交配权 虽说这是动物本能 但动物挑选配偶 也有自己的偏好 不是什么雄性都会喜欢 墨玉这样凶橘猫 应该是不喜欢他 秦玉看着江瑞书 意思很明显 没冤枉江大橘 但是接下来 宠物医生又补了剧 不过猫咪交配大多是墙上 对母猫来说 交配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秦玉 江瑞书看着他 意思也很明显 本能如此 不能只怪我家大橘耍流氓 秦玉将着脸 跟宠物医生道 现在能不能做绝育 两只一起 他那只 秦玉一点也不想上演 蔡比蝉食官不敌邪恶兽医 让主子被抢走的戏码 尤其是当着江瑞书的面 但是看江瑞书表演 他倒是挺乐意 宠物医生打开手提箱 把墨玉抱出来 墨玉一身皮毛长得特别好 油光滑亮的黑毛 没有一丝杂色 自然地贴在身上 显得身形矫健俊美 古铜色的眼睛 又圆又亮 眯起眼睛的时候 很是威武 江瑞书这样近距离看墨玉 才发现 墨玉的不同 他不是那种毛茸茸的猫咪 却有一种屁腻众生的气质 让人想起丛林里的捕猎者 一看就不是普通猫 江瑞书低头看了看自家大橘 圆圆的脑袋 肥大的肚腩 由于太胖 而变成短腿的四肢 整只猫看起来像个球 走一步晃三下 如果大橘是人形 很可能就是那种啤酒度油腻男 难怪墨玉瞧不上大橘 都说十只橘毛九只胖 还有一只特别胖 他以前只觉得这样的橘毛很萌 各种罐头买买买 不仅养掉了江大橘的胃口 还给他养了一身肥肉 没想到会让大橘这么被嫌弃 江瑞书开始自我检讨 决定以后控制一下江大橘的饮食 宠物医生给墨玉检查了一下 确定伤口不严重 便将墨玉交给护士上药 随后把江大橘抱出来 江大橘也不知是到了陌生环境紧张起来 还是想起了在宠物医院的不愉快回忆 一边挣扎 一边冲江瑞书叫 叫禅使官快把自己带离这个讨厌的地方 宠物医生把江大橘放到检查的台子上 先是掀起江大橘的牙齿看了看 随后掰开他下肢 往淡淡的位置看了看 末了还戳了下 好像要确定什么 喵 江大橘大叫 江瑞书深表同情 不过他能看出 宠物医生在给江大橘做检查 并未阻止 这只大橘应该有一岁了吧 江瑞书想了想 江大橘是去年夏天抱回来的 别人跟他说是三个月大 不过他觉得只有两个月多点 道 差不多一年零两个月 那已经成年 可以做手术 江瑞书摸摸江大橘圆圆的脑袋 他知道 如果不准备给江大橘配种的话 最好还是做绝育 这对他的健康有益 也避免他以后跑出去 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端 或者跟流浪猫 结合制造更多的流浪猫 离家出走的概率 也会大大减少 他知道 理智上不应犹豫 可这些好处 大部分是从人类角度去看的 江大橘真会觉得好吗 繁衍是动物的本能 生命长短 应是物尽天责的结果 但主宰一条生命的命运 哪怕只是一只动物 也让他觉得责任重大 须慎之又慎 这些想法 在他的脑海一闪而过 他很快压在心底 问道 说后多久可以恢复 公猫的手术很简单 一两天就能恢复 江瑞书看了看情欲 抛开情欲的原因 其实他对这件事 并不是那么排斥 那就做手术吧 好的 我这就安排 麻烦这位 我姓江 麻烦江女士去登记一下 猫咪的相关信息 我们这边会建一个档案 日后方便猫咪过来 检查身体宠物医生 让护士带江瑞书 去登记信息 等江瑞书准备走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江女士有想好的剧本吗 剧本 江瑞书脚步一顿 猫是一种记仇的动物 如果他知道 是你带他来绝育 以后可能会记恨你 所以 我们会配合顾客演一场戏 让猫咪以为是我们抢走了他 这样就不会记恨主人 有些顾客想象力比较丰富 会指定剧情 比如外星人降临抓捕喵星实验体 或者鸡蛋狂魔抢走猫咪 挖蛋虐身 还有竹宠虐恋情深 历经磨难 终于回到彼此身边 我们都会配合 江瑞书 还有这种操作 他光知道猫是戏精 不知道养猫的人也得戏精 电光火时间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看向秦玉 只见秦玉也在看着自己 那张过分精致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但他可以肯定 这人百分百想看他的好戏 第八十二章 这次 是他赢 想必将法官的演技会很不错 秦玉闲闲地抱着双臂 说了这么一句 江瑞书脸都绿了 见鬼的演技 他就是在嘲笑他吧 他脑子里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他毫不怀疑 真要演那么一场戏 一定会成为他一辈子的黑历史 还会被一个小心眼的男人嘲笑一辈子 我们 能不能改天再做手术 秦玉呵呵 缓刑 言下之意 下次他 还是会来看 江瑞书连连点头 他想到的是 下次就让范阿姨带大局来 这人要是能厚着脸皮 跟范阿姨一起来看 那就随便他看 我可不知道 坚硬幼女可以判缓刑的 这又不是真的坚硬幼女罪 再说 你家墨玉已经到发情期 应该不是幼女 不是幼女也没成年 墨玉只有七个月大 猫至少九个月成年 有证据吗 墨玉有出生证明 出生证明呢 宠物医生也可以作为人证 通过墨玉的身体特征 判定七年龄 这个宠物医生 与你有利害关系 他的证词不能采信 这里有别的医生与我 无利害关系 同样可以证明 江瑞书与燕 这人就是存心看他笑话吧 是吧 是吧 真是心眼比真还小 白长那么大的个儿 真该叫他那些谜底谜妹 看看他这副小心眼的嘴脸 不过想看他的笑话 可没那么容易 他迅速冷静下来 将大局欺负墨玉这事 说起来理亏是理亏 但他一定要赖账 秦玉也拿他没办法 因为这是从法律上说事 没有依据的 如果秦玉非要拿法律说事 他压根不怕他追究 但他不想这么做 一则是他已经答应过他 二则突然反悔 便会矮人一头 以后不管法庭上还是法庭外 都理不知气不壮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而且他毫不怀疑 如果他理亏气短 以后在法庭上遇见 秦玉绝对会利用这一点 来给他施加压力 他不想纵容他 哪怕他可以确定 自己不会被影响 既然他非要用 法律那套程序来说事 那就用程序说事 别以为他当民事法官多年 就不记得刑法是怎么用的 当年他可以采探那么多记录 可没有一个是徒有虚名的 除了缓刑 还有别的方式 可以推迟执行 他看着宠物医生 请问猫咪在发情期做手术 会有不良影响吗 宠物医生听得一脸猛圈 这两人说着给猫咪绝育 怎么说到判刑缓刑上去了 难道是他使用耳朵的方式不对 听到江瑞书问自己 是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 他回过神来 很快答道 母猫发情期做手术容易子宫出血 公猫却没什么影响 当然 如果是发情间歇期做手术会更好 那公猫在什么情况下 不宜做手术 宠物医生突然觉得自己 好像上了法庭 这两人该不是法官和律师吧 他嘴角抽了抽 道 首先应该成年 体重太重 无法承受麻药的影响 其次要注意 猫咪是否有其他疾病 比如心脏问题 不宜做手术 第三点是 术前八小时进食 否则不能手术 最后 第三点是什么 江瑞书突然打断他 术前八小时进食 为什么 因为猫咪麻最后可能呕吐 呕吐会堵住气管 可能让猫咪窒息 江瑞书露出淡淡的笑意 谢谢 江大局一个小时前 还吃了一个罐头 今天恐怕不能手术 他抬头看着情欲 延期执行 秦玉知道 他不想让自己看笑话 下次来肯定不是他 但他没办法反驳他 先提出 按照走程序的方式 解决问题的是他 现在他用同样的方式证明 江大局今天不适合手术 遵守规则 就得按照他说的做 这次 是他赢 我会查验结果 他说 你遵守规则 我就遵守规则 江瑞书露出礼貌的微笑 秦玉没说什么 转身去看墨玉 江瑞书暗暗松了口气 抱起委屈巴巴的江大局 今天为了你我差点节操不保 回到凯旋公馆的时候 天已经黑透 范阿姨见他拎着江大局回来 忙问道 瑞书回来了 大局怎么样 有没有问绝育的事 问了 说是可以做 不过数前要禁食八小时 只能喝点清水 江瑞书说着 把江大局放出来 江大局回到熟悉的环境 这里秀秀 那里秀秀 确定是自己的地盘 很快原地复活 跑到范阿姨脚边蹭了蹭 喵喵叫了两声 那你跟宠物医生约好时间了吗 约了 明天下午四点 范阿姨算了算时间 还有二十多个小时 那咱们开个罐头压压惊 江瑞书失笑 范阿姨 你太宠大局了 我之前才给他开了个罐头 他再吃下去 要胖成球了 我们大局这么可爱 不宠没天理 范阿姨理直气壮 江瑞书扶额 得了 大局这小妖精 已经彻底俘获范阿姨的心 拉都拉不回来了 等范阿姨给大局开了罐头 他想起 明天去宠物医院 有件很重要的事 范阿姨 明天你有时间吗 能不能带大局去做手术 我能有什么事 你把时间地点告诉我 我带大局去 江瑞书觉得 有必要跟范阿姨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为了避免猫咪计分 到时候要演一场戏 假装他是被别人抢走的 您看 范阿姨瞄懂 这孩子肯定是不好意思演戏 不由笑起来 谁跟你这么说的 宠物医生 瞎说 哪用得着这样 嗯 不是这样吗 话也说的没错 不过我觉得 那个宠物医生 应该是为了以防万一才这么说 有些猫是比较记仇 会记恨伤害自己的人 不过有些猫比较心大 哄两天就好了 就是你演给他看 他也不一定看得懂 咱们大局这么傻白天 你觉得他记仇能记多久 江瑞书 竟然是这样吗 亏他今天跟情欲剧理力争 差点节操不保 都忘了江大局这货 就是个金鱼记忆 典型的记吃不记打 第83章 打扰了 阿姨 江瑞书身心俱疲 早早睡下 第二天 是被一声又甜又嗲的 喵叫醒的 他迷迷糊糊张开眼睛 就看到一只肥猫跳上床 扭着圆滚的身体 从床尾走到他枕边 他下意识伸出手 肥猫就把脑袋放在他掌心下 享受主人的摸头沙 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不停地蹭他的手心 鼓励他多摸摸 但他眼皮跟坠了千斤重视的 摸了一会儿 便睡了过去 喵喵 大局别吵 喵喵 大局 喵 他翻了个身 喵喵 他拉上了被子 喵喵喵 喵喵 喵嗯嗯 剑蝉使官躲起来 江大局好奇地凑过来 爪子踩在他肩膀上 在他耳边喵喵叫个不停 好似不把他叫起来不罢休 简直如同魔音贯耳 江瑞叔只觉得 脑袋快要被他吵炸了 江大局 他大叫一声 翻身要逮住魔音制造者 却不料逮了个空 只见吵醒他的罪魁祸首 已经屁颠颠窜下床 肥猿的屁股一闪而过 从门缝钻了出去 这磨人的小妖精 他无力地倒在床上 柔软的床垫微微反弹 随后他整个人陷入了被子里 闭着眼睛又迷了一会儿 睡却再也睡不着 反而越来越清醒 外面隐约传来清脆的鸟鸣 想来是个很好的天气 赖了两分钟床 他便觉得浑身不自在 越来越浓重的不安 催促他快点起床 这毛病是以前还上学时有的 那时候争分夺秒的学习 浪费一秒钟 就会让自己加倍努力去弥补 总觉得后面有洪水猛兽在追赶 一直到上大学 再到毕业工作都没能改变 他叹了口气 摸到床头柜的手表 睁眼一看 刚六点 把手表放回去 他摸索着爬起来 透过昏暗的光线 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晨曦如瀑洒洒进来 朝阳将将升起 远处的天空泛出一片惊鸿 果然是个好天气 洗漱完毕 他登登跑下楼 发一知道 他习惯早起 很早就起来准备早餐 听到动静 从厨房探头出来 见他从楼上下来 道 瑞叔 你起了 早餐马上就好 你等一会儿 要帮忙吗 江瑞叔走进厨房 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 顿时觉得肚子饿了 范阿姨指了指旁边的蘸料 笑道 把这些放桌上去 等了几分钟 范阿姨把早餐摆上桌 他做的是广式早餐 砂锅 咸谷粥炖出了米油 揭开盖子的瞬间 骨香和米香混合 散发出无比诱人的香气 范阿姨在上头 撒了一把香葱末 轻轻一搅拌 冲淡了油腻的肉味 多了几分清香 水晶虾脚晶莹剔透 大力的虾仁 在脚皮里若隐若现 轻轻咬下一口 口感柔韧 鲜香美味 萝卜高外皮焦脆 里面软香 辣味飘香 还有虾皮的鲜香 瞬间征服味蕾 江瑞叔一个人 将早餐吃了一大半 吃过早餐 跟江大局玩了一会儿 他上楼换了身运动装 开车去健身房 到了健身房没多久 他便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由远而近 很快 对方也发现了他 两人远远对视了一眼 便跟不认识一样 各自运动 秦玉上了跑步机 将坡度调到最高 先是快走 然后慢慢加速 一直加到最快 他人高腿长 跑起来仿佛带着风 强烈的荷尔蒙 以他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 饶视江瑞叔 经常在健身房 看到身材好的男性 也不得不说 秦玉这身材特别完美 每一块肌肉清晰可见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典型的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他上身穿的是短屁 看不到上身的肌肉 但江瑞叔 目测他 绝对有那种巧克力块一样 排得整整齐齐的腹肌 人鱼线也绝对很漂亮 江瑞叔没忍住 多看了几眼 旁边的女孩子 更是两眼发光 蠢蠢欲动的想去搭讪 你推我我推你 过了半晌 终于有个长发的女孩子 鼓起勇气走过去 含笑待休地看着她 先生 你能不能教教我 怎么做这个 秦玉看了女孩一眼 淡淡道 我不是教练 我知道你不是教练 可你会啊 我很想学这个 你教教我吗 女孩子软声软语的撒娇 很少有人会拒绝 没空 秦玉做完一组练习 冷漠无情地起身走人 女孩子没想到他这么冷漠 气恼地跺了跺脚 这人怎么这样 江瑞叔猝不及防吃了个瓜 看得津津有味 心想着 要不要跟秦玉的那群 谜底迷妹们分享一下 旁边突然传来一个 清脆的少年音 小姐姐 你能教教我 怎么杠铃卧推吗 江瑞叔扭头 便看到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 长得清秀阳光 唇红齿白 是小女孩们很喜欢的 那种小奶狗长相 那边有寻场教练 你可以教教练过来带你 可我只想让你教 男孩子深深地看着他 摆了个自以为帅气的pose 咦 这是在聊他吗 江瑞叔有点好笑 可是我不想教呢 觉察江瑞叔怕麻烦 他马上退了一步 小姐姐我学得很快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你多大了 十八 小姐姐你呢 江瑞叔笑得慈祥 乖 叫阿姨 男孩子脸上的微笑将注 啊 姨 嗯 我今年四十了 应该跟你妈妈差不多一个年纪吧 男孩子张大嘴 一脸震惊地看着他 过了许久 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 你四十了 四十两个字 因为太惊讶 语调都变了 江瑞叔点点头 看不出来吗 看得出来才有鬼 明明才二十岁的模样 怎么可能四十岁 男孩子内心怒吼 可是接下来 他就见江瑞叔 指着不远处那个又高又帅的男人说 看到那个人了没 他已经快五十了 是不是也看不出来 男孩子嘴里能塞进鸡蛋 怎么可能 事实就在你眼前 你 你们怎么保持年轻的 早睡早起多段恋 是这样吗 男孩子一脸恍惚 打 打扰了 阿姨 第八十四章 完蛋 因为范阿姨说带猫咪绝育 不一定要演戏 江瑞叔特地上网查了查 发现的确如此 并不是所有猫咪都会记仇 就将大局那记吃不记打的杏子 估计哄了几分钟 吃个罐头 再溜达一圈 就忘记了不愉快 下午的时候 江瑞叔亲自带江大局 去宠物医院做了手术 宠物医生极力劝说 他演一场戏 还说 如果他没有剧本 可以友情提供 这让江瑞叔觉得 他纯粹是想看戏 坚定地拒绝了这个建议 宠物医生非常遗憾 但顾客坚持 他也不会勉强顾客 宠物医生说 手术很快做完 江瑞叔便直接在外面等待 正刷着手机 班长突然发来一个私聊 瑞叔 这是不是秦师兄 江瑞叔点开视频一看 这不是秦玉早上 在健身房锻炼的情景吗 视频质量还挺不错 能清晰地拍到秦玉的脸 视频总共就七秒 因为秦玉很快发现有人偷拍 一个冷力的眼神扫来 偷拍者就小小的惊呼了一声 马上关了视频 从声音来听 偷拍者应该是个女孩子 想到他早上被搭讪 江瑞叔不由一笑 跟班长分享这个瓜 他早上还被小女孩搭讪了 是不是人家小女孩拍的 班长 下一秒 班群爆炸了 瑞叔你竟然跟秦师兄 一个健身房锻炼 你什么时候跟秦师兄那么熟了 江瑞叔马上戳班长私聊 班长装死 江瑞叔给班长发了个炸弹表情 切回班群 不熟 碰巧而已 都一个健身房锻炼 还知道他被小女孩搭讪 你还敢说 你跟秦师兄不熟 S是那么大一个城市 那么多健身房 你们怎么会在一个健身房的 我乐个去 不是吧 瑞叔跟秦师兄有情况 别不是住一起吧 见这群人瞬间把楼歪出了银河系 江瑞叔满脸麻木 我跟他真不熟 不熟能一个健身房 你别跟我们说巧合 江瑞叔 真巧合 他在S市的房子 跟我家房子一个小区 附近就一个健身房 我会在健身房碰到他 不奇怪吧 那你不是能看到 秦师兄失身诱惑 挨骂呀 有图吗 快上图 江瑞叔 你们的关注点 是不是又歪了 等等 我听说秦师兄 在S市买了一栋大别墅 瑞叔你跟他一个小区 那你家也是大别墅了 哎我去 原来瑞叔你家里有矿啊 江瑞叔 行吧 又歪了 江瑞叔决定 不跟这群八卦的家伙解释 想到即便有人拍视频 也不应该流传这么广 便艾丁班长想问清楚 这个视频 你在哪看到的 没等班长冒炮 就有人丢了个链接过来 在短视频网站看到的 还挺火 不过标题我有点 看不懂 秦师兄哪里五十岁了 拍视频的人 也瞎了吗 江瑞叔文言 突然有点不好的预感 点开链接一看 五十男人一只花 比林志颖 更动灵的美魔男 率列苍穹 不看后悔 江瑞叔心里咯噔一下 完蛋 为了防止墨玉 再偷跑出去 秦玉把门窗都锁死 打算等墨玉 发情期过后 就带他去绝育 墨玉却耍起了小脾气 上蹿下跳 喵喵喵叫个不停 吵得秦玉恼人发胀 为了安抚这小祖宗 秦玉拿逗猫棒跟他玩 墨玉开始还跳一跳 没一会儿便蹲在地上 一脸高冷的看蝉使官 怎么逗自己 这时 手机突然响了声 是陶玉发来一个链接 秦玉 陶玉 跟你有关 我觉得 你还是看看为好 秦玉点进去一看 不由皱起了眉头 五十男人一只花 比林志颖更动灵的美魔男 率列苍穹不看后悔 什么玩意 他从来不看这种视频 纯粹浪费时间 但还是点开了视频 一瞬间 他脸色铁青 马上给陶玲打过去 咬牙切齿 怎么回事 姜瑞叔已经知道怎么回事 肯定是他说自己四十岁的时候 顺手指了秦玉说他五十岁 没想到 竟然引起了别人的猎奇心理 把他拍下来发到了网上 现在短视频几乎是全名在玩 流量不可估量 秦玉的长相本来就很出众 随便放到网上 都能红一阵那种 现在打上美膜男的标签 可不就是充满了噱头 想不红都难 简直妖兽 姜瑞叔福娥 就这么半天功夫 视频播放量 已经接近十万 还在迅速增加 这么下去 肯定会上热门 虽然短视频网站上 有不少网红律师 但他觉得 秦玉肯定不想要这种红 也不知道他知道这是了没有 他都没法想象 秦玉知道这是什么脸色 这是不管怎么说 他得负点责任 他先注册了账号 尝试跟视频主联系 请他删除视频 但视频主并没有回他 也不知道到底在不在线 这时 姜大局做完了手术 脖子上带着伊丽莎白圈 虚弱地叫了几声 很是不安 姜瑞叔心疼地摸了摸他脑袋 听宠物医生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便直接带姜大局回家 打算一会儿去找秦玉说这事 回到凯旋公馆 他才想起 自己还不知道秦玉中哪一栋 也不知道他的私人电话 跟几个熟人问了问 也都不知道秦玉的号码 最后他找到了陆思安那里 陆思安对他打电话来很惊讶 姜法官有什么事吗 抱歉 周末打扰你 我想问 能不能告知我秦律师的电话 秦玉 是的 陆思安有点好奇 这个小师妹 他也是如雷惯耳的 不过他离校的时候 姜瑞叔还没入学 所以 两人并未在学校见过面 而是在他到S市 创立了律所后 才打过交道 这位小师妹 可是跟秦玉王不见王的 虽然秦玉没有提及过他 但他能感觉到 他俩之间算不上融洽 不管亭内亭外 都跟不认识一样 陆思安对他还挺好奇的 不知我能否问问是什么事 第85章 秦权 是一点私事 私事 陆思安更好奇了 他俩怎么搭上私事了 不过他好奇心重 却知道分寸 道 我看看 随后将秦玉的号码报给他 谢谢 姜瑞叔挂了电话 马上就拨了秦玉的号码 秦玉正铁青着脸的 跟视频主发信息 让对方马上删除视频 对方是个小有名气的视频主 这个视频热度这么高 当然不肯删除 还回了秦玉 你谁啊 让我删我就删啊 秦玉啪啪打字 我是视频主角本人 你的视频侵犯了我的肖像权和隐私权 请马上给我删除 本人 视频主有点激动 你就是健身房美魔男 见鬼的美魔男 秦玉额头轻轻直跳 马上删除视频 视频主似乎不大相信 你怎么证明自己是本人 你这个账号 一看就是刚注册的 谁知道是不是那谁谁的马甲 想把我的热门视频踩下去 谁上当谁智障 要不你微信号给我 我们连个视频看看 还想要她的微信号 秦玉脸色更冷 没有经过授权 将别人的影像发到网上 你的行为已构成侵权 因无条件删除 视频主还懂点法律 我没有以此盈利 这也不算私密视频 怎么就侵权了 秦玉 未经我同意 就是侵权 视频主 别人那么多拍别人的视频 都没说侵权 怎么到你这里就侵权了 你别以为我读书少就好骗 让你证明是不是本人 你遮遮掩掩掩不愿意 我看你就是眼红吧 说来说去 就是不愿意删除视频 看着点击量不断上升的视频 秦玉越发暴躁 别人不追究 那是别人的事 我的视频就是不能发 给你一分钟删除视频 否则等着收我的律师函 视频主嘲讽全开 哈哈哈哈律师函 你以为你是大明星吗 动不动就律师函 我发这个视频 让你红了 你知道吗 别的了便宜还卖怪 秦玉怒气值瞬间账满 下一秒就要爆发 这时电话叮铃铃响起 拿起手机一看 见是陌生来电 想也没想就挂掉 挂断了 姜瑞书眉头微微一簇 是不接陌生来电吗 他再次打过去 再次被挂断 看来这个号码 是不接陌生来电的 姜瑞书没办法 只好编辑了一条短信过去 我是姜瑞书 有事找你 不到五秒 秦玉回播过来 电话里传来他冰冷的声音 什么事 姜瑞书听他声音有点不对 好像很生气 该不会已经知道那事了吧 顿时有点心虚 你在家吗 有事说是 他轻咳了声 你知道 你被人拍了视频 发到网上了吗 电话那头静了一瞬 马上猜到了端倪 声音冰得掉炸 你怎么知道 视频不是我发的 但是姜瑞书握紧了手机 终究还是坦白 就不知道秦玉会不会从宽处理 是我先说 你五十岁 可能这样引起了别人的猎奇心 才给你拍了视频 袁 来 是 你 姜瑞书肯定自己听到了 他磨牙的声音 不由呲牙咧嘴 感觉他快要抱走了 秦玉恨不得从电话里把他揪出来 他就说 怎么无缘无故 说他五十岁 眼瞎了吗 原来是他在搞鬼 真的很抱歉 我本来只是想打发别人搭讪随口说的 没想到会让你被拍下视频 这件事 我会全权负责 你有什么诉求 你都可以跟我说 姜瑞书的态度很明确 自己的责任自己负 如果秦玉要追究责任 甚至索赔他都会负责 负责 你怎么负 我会联系视频主删除视频 如果你要追责或者赔偿 我都会配合 视频主删视频能消除影响 可以最大程序降低传播度 过几天就不会再有人议论 那也只能降低 不能彻底消除 姜瑞书顿了下 说实话 这对你有负面影响吗 实际视频下面很多评论 都在跪舔秦玉的颜值和身材 虽有人质疑他的真实年纪 但大多都是彩虹屁 快把他吹爆 秦玉冷笑 三十多岁被说成五十岁 被一群人一饮老当一壮 我该沾沾自喜 好吧 以秦玉的真实年龄看 这视频就是个笑话 那你想要怎样的结果 什么结果都行 只要不违法 我尽力而为 彻底删除视频 全网 每个角落 姜瑞书 视频主删除视频很容易 但视频流传到其他网站就难了 这是一项很耗时 也很耗钱的工程 真要做也可以做到 但如果有人下载 就算全网删除 也无法清空别人的硬盘 可以说 发出的视频 基本上没有可能彻底删除 做不到就不要开口 急促的嘟嘟声传来 是秦玉挂断了电话 姜瑞书叹了口气 他的要求很难达到 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在意被曝光 不过该做的还是得做 就是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如果有他配合 这件事会解决好许多 不及多想 他先开车 带江大局回家 回家后打开电脑 点开视频网站 他发现 就这这么一会儿 播放量又上了一个台阶 已经突破十万大关 已经被顶上网站的热门视频页面 他由衷觉得视频这么火 除了视频主会搞噱头 还因为秦玉那颜值和身材 真的太吸引眼球 视频主仍然没有回复他 但他看到视频主 刚才还在回复评论 应该是在的 却不知为何不回复消息 姜瑞书先点了举报 理由是清权 然后找客服 要求下架视频 随后他用标题 在百度上搜了一下 发现视频已经连接到其他网站 数量还不少 不由长长的叹了口气 这下真的麻烦了 如果不能尽快删除这些链接 链接会越来越多 光靠他一个人 没办法清除这些链接 犹豫了片刻 他拿起手机 拨了一个很久没拨过的号码 那头想了很久没人接 就在快要挂断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瑞瑞 爸 他淡淡地叫了声 能帮我一个忙吗 第86章 你有男朋友吗 挂断姜瑞书的电话没多久 秦玉接连收到了几个熟人的问候 无意不是问他视频的事 现在短视频几乎是全民在玩 不少律师专门在短视频网站注册了账号 平时没事就发视频刷视频 扑不法 顺便拉点业务 有什么热门视频很快就知道 秦玉在法律界名气大 关于他的事自然也传得快 有那幸灾乐祸的 马上一个电话打过来 嘲笑他 为了博出位 真豁的出去 气得秦玉直接拉黑了所有联系方式 紧接着 他直接给视频主和视频网站 发了律师函 要求他们停止侵权行为 结果刚发出律师函 视频网站的客服 就打电话过来道歉 说视频已经全部下架 他刷新网页 视频果然全部屏蔽了 连视频主的页面都被封了 这么快 他有点狐疑 手指轻轻一点 查找外站链接 发现链接也少了很多 过了一会儿再刷新 竟然几乎不见了 律师喊起不到这么迅速彻底的作用 这时 手机叮铃铃响起来 听说你红了 电话里传来陆思安含笑的声音 秦玉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 你在宝贵的周末打电话来 就为了跟我说这件事 这不是关心你吗 你上个健身房 怎么变五十岁了 来来来 分享一下你的离奇经历 啪 秦玉直接挂了电话 陆思安还没死心 紧跟着发了一条语音过来 你在健身房 到底经历了什么 话说 你不会真的隐瞒了实际年龄吧 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美魔男 秦玉直接拉黑他 那头陆思安见他不回信息 又发了条语音 马上收到消息已发出 但被拒收的提示 不由嘴角抽抽 这家伙脾气也太大了 随即忍不住笑出声来 真是好久没见秦玉闹笑话了 也不知谁这么有才 竟然给秦玉贴了个美魔男的标签 要知道 秦玉最讨厌别人拿他长相说是 这简直是直接踩在他的雷点上 他肯定气炸了 真是 大快人心 秦玉黑着一张脸 决定单方面跟这些丧良心的家伙 绝交一段时间 再次刷新网页 视频链接已经找不到 这时 外面有人按门铃 看着门外抱着一个纸箱的姜瑞书 秦玉下意识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知道 我住这栋 问别人的 他没说是问谁 这是什么 秦玉的目光落到纸箱上 给墨玉的赔礼 姜瑞书的脸有些微微发红 想来这箱东西不清 秦玉审视的上下打量了他一遍 侧身让他进来 秦玉这栋别墅 跟姜瑞书家的不大一样 前面挖了一个游泳池 碧蓝的池底 水清澈见底 仿佛一汪镶嵌在地面的宝石 两旁是高密的树木 绿荫如鳞 可以让人躺在泳池边纳凉 同时也将房子包围 很好地确保了私密性 房子内部是极简风格 流畅简单的线条装饰 饱和度低的色彩搭配 低调中透着奢华 姜瑞书一进屋 便觉得这就是秦玉的风格 金贵中透着冷淡 也俗称性冷淡 房子里空荡荡的 除了他和他的脚步声 听不到别的声音 听同学说 这房子是他买的 家人好像不在这边 他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不觉得空吗 秦玉示意他坐下 淡淡问了声 喝什么 不用 姜瑞书把纸箱放在茶几上 我过来就是跟你道个歉 秦玉看着他 早上在健身房 有个男孩子跟我搭讪 我想拒绝他 就说自己有四十岁 顺口说了句你快五十岁了 我也不知道 是他告诉 把这话告诉了别人 还是别人在旁边听到的 让你被拍下视频 他将来龙去脉说了遍 随后告诉他 视频我已经想办法下架 链接也尽量清楚 只是不能保证百分百清楚 不管怎么说 我都不应该乱说 真的很抱歉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提 我会尽力补偿 果然是他让视频下架的 秦玉之前已经有猜测 现在听到他 肯定一点也不意外 只是有点意外 他是怎么做到的 看来江法官没有表面 看起来那么简单 补偿 是的 你能怎么补偿 姜瑞书想说 可以经济补偿 但对上秦玉 那双弹幕的眼眸 想到他不缺钱 这种补偿可能不会安抚他 而会惹恼他 于是问道 你想要什么补偿 补偿什么的 他并不在意 他不想跟一个法官 在金钱上有过多往来 不管是什么原因往来 秦玉沉默了半赏 抬眸看着他 如果你真心道歉 就如实回答我几个问题 回答问题 姜瑞书一时摸不准 他打什么主意 心里不有有些防备 只要能回答的问题 我可以回答你 能回答的问题 不涉及保密信息 嘴巴针紧 秦玉唇角微微一勾 你可以不回答 姜瑞书做了个请问的手势 秦玉靠近沙发里 双腿自然交叠 你有男朋友吗 男 男朋友 一瞬间 姜瑞书以为自己听错了 眼神满是狐疑 他做了个请回答的手势 表示他没有听错 他以为他会问法院的事 或者问其他案子 再或者其他法官的信息 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是问 他的隐私 他什么意思 姜瑞书对上他带点 计较的视线 很显然 秦大律师并不是 对他有什么想法 他坦然道 没有 交过男朋友吗 没有 有过暗恋对象吗 没有 没毕业前 你寒暑假都做什么 实习 平时呢 上课 做案子 除此之外 没有除此之外 你大学真无聊 他点评了这么一句 姜瑞书掖了下 我并不觉得无聊 我喜欢那样充实忙碌的生活 他反问了句 难道你不是这样 我也没听说 秦师兄 你大学里有什么风流运势 他故意称呼他秦师兄 暗示他的很多八卦 他都知道 你很关注我 这不是我本意 但总有人跟我说你的事 不想知道也难 所以 你把我的记录 全部挑战了一遍 凑巧 秦玉喝了声 第87章 铁处长 姜瑞书叹气 说实话总是没人信 学校里能挑战的赛事 就那么些 在校生能做的工作 也就那么些 秦玉做到了极致 他也做到极致 撞记录不是很正常吗 好吧 后来被比较多了 的确故意踩过他的记录 都是学霸 谁还没点骄傲 秦玉继续问 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姜瑞书总觉得 自己耳朵又出问题了 你指的是哪方面的喜欢 你以为是哪种喜欢 好吧 他就知道 不是男女关系那个意思 但不是他想多 是他的问题太有奇 姜瑞书已经明白他的用意 他在窥探他的个人偏好 法官在公正也是人 在法庭上难免会有偏向 比如吴嘉生 他极恶如仇 强烈厌恶违背道德的人渣 他的正义表现在极恶如仇 而朱伟林更具同情心 他的正义表现在对弱者的怜悯 同一个案子 在他们的手上 结果很可能会有所不同 遵守规则的人 他的回答非常符合法官身份 你的规则是什么 如果你是指法庭上 法庭纪律和法律条款 就是我的规则 如果你是指法庭外 我的规则是互不相干 难怪你叫官方江 秦玉显然对他的回答不满意 又点评了一句 你的回答真是充满了 无聊刻板的气息 若非你在我眼前 我会以为做出这种回答的 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游子 这是谁告诉他的 姜瑞书维持着礼貌的微笑 文明交谈 请不要挖坟 信不信我也挖你的黑历史 秦玉唇角微钩 把身体交给柔软的沙发 调了个最舒适的姿势 整个人陷进去 带上了一点慵懒 最后一个问题 姜瑞书总觉得 他会放大招 心里暗暗提高了警惕 你当初为什么放弃当律师 姜瑞书愣了下 很快放松了身体 靠着沙发 迎上他的视线 笑了笑 为什么这么问 你导师不止一次跟我导师吹 你毕业后 一定会压在我头上 他笃定 你会成为非常成功的律师 据说你毕业前 几个大律所都向你发出了意象 你只要答应 就能轻易拿到 offer两老头互相看不顺眼 比较了一辈子 当年他导师将他收入门下时 渐天在姜瑞书的导师面前炫耀 等姜瑞书的导师收了他 便反过来了 可以说他和姜瑞书 总是那么被比较 两老头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存在放弃的问题 律师 法官 检察官 都是我的就业方向 成为法官是恰逢其会 老师那么说 不过是不想被压一头 秦瑞喝了声 姜瑞书淡然一笑 那秦律师 为什么离开京城来S时 秦瑞的眸光骤然锋利 如开了刃的剑 冷光凌冽 看一眼便会被刺伤 姜瑞书迎上他的视线 镇定自若地笑了笑 秦师兄还有别的问题吗 秦瑞深深看着他 却没有再开口 两人相对无言 对了 这是给墨玉的赔礼 半赏后 姜瑞书打破寂静 打开茶几上的纸箱 这是几个玩具 很多猫咪都喜欢 我想墨玉应该也会喜欢 下面是两箱罐头 姜大菊特别喜欢吃 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说 猫咪喜欢这种罐头 不知道墨玉喜不喜欢 喜欢的话 回头我再送两箱过来 秦瑞不置可否 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回去了 回去差不多吃饭了 范阿姨应该快做好饭了 秦瑞没留他 起身送了几步 姜瑞书突然顿住脚步 回头叫了声 秦师兄 他从未用过这么柔软的语气 叫他师兄 每一间眼底都是笑意 眼里仿佛有星辰闪烁 一时间 秦瑞愣在原地 这样的姜瑞书 是他从未见过的模样 下一刻便听到他笑音音问 听说你在大学里 有个外号叫铁处长 铁 处 长 秦瑞的脸瞬间铁青 近乎猙獰地问他 谁跟你说的 就是听说的 他说完又问了句 你现在还是铁处长吗 秦瑞深吸了口气 怒气直暴涨 姜瑞书笑了声 拔腿就跑 他一直快跑回自己家 他才停下来 还不大放心地回头看了眼 确定秦瑞没有追来 这才放松下来 轻喘着气 让肺部交换新鲜空气 想起秦瑞扭曲的脸孔 忍不住笑出声来 聊完就跑贼刺激 感觉秦瑞头顶快冒烟了 幸好他跑得快 否则肯定会被逮住 被原地爆炸的秦大律师 无差别伤害 只是没想到 秦瑞还能这样变脸 真是意外的活泼 他心情很好地哼着歌 抹了把汗 推开自家的门 另一头 陆思安正在一家 高级西餐厅约会 今天他约了一个 心意已久的女士 对方的相貌 学时 年龄 性格 都和他胃口 他决定深入了解一下 如果双方合适 他打算作为固定伴侣交往下去 没想到刚到餐厅落座 话还没说 就被秦瑞的夺命连环靠打断 挂了一次又打一次 没办法只好跟女士说了声抱歉 走到餐厅外接起他的电话 有事快说 别打扰我约会 秦瑞咬牙切齿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谁把那个外号说出去的 什么外号 陆思安茫然 秦瑞却听出了话外之音 你们背着我 还起了什么外号 陆思安灵光一闪 哦 铁处长妈 他一副很自然的语气 还带着点惊讶 你外号很多呀 你不知道吗 什么投铁琴 说你最喜欢跟法官检察官硬刚 还有琴律 说你跟秦朝律法一样 冷酷无情 谁让你大学几年冷若冰霜 拒绝人家女孩子 连好人卡都不发的 不过铁处长是最有名的 人家女孩子都放言不求 跟你天长地久 但求跟你一睡 你嫌人家打扰你工作 让人家滚 你不铁谁铁 对了 你不上学校论坛的吗 现在我们学院论坛 还有个飘红的帖子 读你什么时候能破处男之圣 秦瑞 第88章 抚养权纠纷 周一清晨 江瑞抒起了个大早 因为时间很早 路上没什么车 他开了不到一个小时 便抵达法院 在楼下 他遇到了做法院大扒来的同事 江法官 早 徐法官 刘法官 江法官 任法官 江瑞书一个个打招呼 说说笑笑着 一起走进法院大楼 看到任法官 江瑞书想起他参审的案子 问了句 任法官 天价西瓜案有进展了吗 他这么一问 其他人纷纷投来视线 显然也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 任法官道 别提了 这案子愁得我们庭长头发 掉了一把又一把 辩方律师给我们出了 好大一个难题 这不今天请了些法律专家过来讨论 最终结果 要等讨论后才知道 江瑞书没有意外 遇到过于复杂 或者不好判决的案子 明廷有时候 也会请法律专家过来讨论 不一定会采纳他们的意见 但总是有益处的 法律无情 但法不外乎人情 这个案子不论怎么判决 都将成为此类案子的典型 如果判处有罪 那这次将是秦玉第一次败诉 他会败诉吗 江瑞书有点期待 这周案子比较少 今天就上午 有一个庭外调解 九点半的时候 刘依当过来说 双方当事人都到了 你能给他什么 这跟你无关 孩子也是我的 怎么跟我无关 你根本就是自私自利 不管你说什么 孩子我不会再让给你 你 还没到调解室 江瑞书就听到 里面传来争吵声 江瑞书推门而入 里面的争吵声戛然而止 里面的情形一览无疑 调解室里三个人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坐在最外面 长相清秀 皮肤雪白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保养得宜 看起来只有三十岁 一身降紫色职业裙装 此刻双臂抱在胸前 气场强大 一看就是职业女性 他旁边是一个 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想来是律师 他们对面是一个 四十多岁的男人 头发很长 遮住了眼睛 胡子也没刮干净 五官端正 皮肤白净 身形瘦靴 可以看出年轻是个帅哥 但眼角的细纹 和花白的头发 让他看起来比 实际年龄要大 他脸色很淡 看不出争吵的痕迹 反倒是他对面的女人 眉间 还有未褪去的怒意 目光冷立如风 如果姜瑞书没猜错 这个男人便是原告 女人便是被告 被告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 被告带了一名 西装革履的男律师来 但原告却是只身前来 姜瑞书走进调解室 坐在两人中间的位置 看着左边的男人 原告许冰白 男人似乎有点惊讶 于姜瑞书的年轻 听到姜瑞书提自己的名字 点了点头 我是 被告方亚如 女人道 我是方亚如 你是江法官 对 我是负责 你们这起抚养权纠纷的法官姜瑞书 姜瑞书道 方亚如打量他 没想到江法官你这么年轻 姜瑞书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怀疑 是怕他压不住场吗 姜瑞书笑了笑 直入主题 你们六年前离婚 当时协商孩子由方女士抚养 此后孩子一直跟随母亲生活 现在许先生想变更孩子抚养权 是吗 对 许冰白沉生道 根据方女士提交上来的信息看 这六年你没有探望过孩子 也没给过抚养费 也没有稳定工作 这些事实你认可吗 认可 此刻 姜瑞书有点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变更抚养权 方女士有良好的经济条件 而这六年是他抚养孩子 且没有过错 恕我直言 许先生 你的条件不足以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你想变更孩子抚养权 没有优势 关于抚养权的判决 孩子小的会看哪一方的条件 更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孩子比较大的 会考虑孩子的意愿 从案卷来看 两人的孩子才九岁 方亚如抚养孩子 明显比许冰白有利于孩子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 法院还是会把孩子判给方亚如 许冰白道 他要剥夺我的探望权 如果我不变更抚养权 以后再也看不到孩子 剥夺探望权 方亚如抢先道 我没有要剥夺他的探望权 只是我要带孩子出国发展 说到这里 他唇边勾起一抹机翘的弧度 就算给他探望权又怎样 他根本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孩子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 移民 姜瑞书问 方亚如道 我的事业已经在国外发展 待孩子出国才能照顾好他 也可以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 姜瑞书顿时明白许冰白的顾虑 孩子出国后 探望权名义上还存在 但实际操作很困难 异地探望权都难以实现 更别说异国 如果孩子出国 许冰白的探望权 虽没有被剥夺 但也近乎于被剥夺 许冰白道 孩子从生下来就是中国人 我不准你让他变成外国人 更不准你让他认个外国爹 别说什么国外教育更好 现在国内也有好教育 总之移民我不允许 你这是狭隘 你自己心里龌龊 别把别人也想得跟你一样龌龊 姜瑞书提醒了句 方女士 你要带孩子移民 必须有许先生的同意书 即使你们离婚了也一样 我知道 要是不需要他同意 我根本不会再找上他 给他这个胡搅蛮缠的机会 方亚如冷笑 看着许冰白 你想要什么就直说 要钱我可以给你 你要还有一点良心 就不要拿孩子做法 你就这么看我 不然 你给过孩子什么 从离婚那天起 我就不指望你能为孩子做什么 只要你不拖后腿 就谢天谢地 可现在呢 别跟我说什么 你爱孩子 孩子明显跟着我更好 我出国不带着孩子 谁照顾孩子 你妈 你除了给孩子伤害 什么都没有 许冰白怒声道 我什么时候给过孩子伤害了 第89章 不放手 方亚如讥讽道 一个劳改犯的父亲 这还不算伤害 许冰白嘴唇动了动 却没能说出什么 在前期冰冷的目光中 浑身的戾气 自在瞬间被抽空 双肩悄无声息地垮了下去 江瑞叔眉头一动 冒昧问一句 许先生是因为什么事入狱 诈骗 看你长得人模狗样 还以为你真是个人物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方亚如毫不留情地打击前夫 如果你真为孩子好 就不要拖他的后腿 远离你这个泥潭 他会更快乐 许冰白握紧了双拳 手臂上轻轻鼓起 极力在控制着什么 长长的额发 遮住低垂的眉眼 看不清他眼底的情绪 江瑞叔有点同情他 但如果许冰白有犯罪记录 且这些年未尽到抚养义务 他获得抚养权的可能性很小 许先生 从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看 方女士的条件比你更优越 即使你起诉方女士 孩子的抚养权也不会判给你 至于探望权 我建议你们可以协商探望方式 来解决问题 怎么实现 许冰白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他带孩子去了国外 我一年能见几次以后 我怎么找孩子 到时候 他不让我见孩子 又该怎么办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等人真出了国 执行起来难度太大 江瑞叔暗暗叹了口气 这就是异地探望权 难以实现的原因 许先生 你是想要抚养权 还是担心以后见不到孩子 许冰白没回答 但江瑞叔已经明白他的顾虑 他要阻止前妻带孩子出国 所以起诉前妻 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明白这点 他心里有了数 将视线转方亚如 方女士 虽然抚养权在你手上 但出国的确会有碍 许先生的探望权 探望次数和方式 都会受到影响 难道因为这样 我就得放弃出国 我说个办法 你们看合不合适 江瑞叔先问方亚如 方女士 对于许先生看望孩子的权利 你没有意义吧 我有意义 又能怎么样 方亚如嘲弄到 事先他做过了解 如果可以 他更想直接剥夺 许冰白的探望权 但是作为孩子的生父 他享有法定侵权 纵然因故可以申请 暂时终止他的权利 但这种终止不是永久性的 只要他对孩子无害 谁也不能阻止 他看望孩子 若非如此 他也不会接受条件 只希望他能放过孩子 不要再打扰他和孩子 江瑞叔没在意 他的语气不好 将视线转向许冰白 许先生 你应该是担心 以后见不到孩子 是吗 许冰白没说话 但也没反对 那么现在两位的 争议点很明确 许先生的诉求 是充分行使探望权 方女士带孩子出国 会妨碍到许先生的探望权 如果能解决探望上的困难 问题就变得简单 两位认可这一点吗 许冰白没吭声 算是默认了 方亚如轻哼了声 但也没有反对 江瑞叔问 方女士计划什么时候出国 年底 江瑞叔估计了一下时间 还比较宽容 不如这样 方女士带孩子出国前 允许孩子与许先生 相处一段时间 出国后 允许许先生和孩子 定时视频通话 以及通过其他通信方式交流 每年假期 至少带孩子回国一次 与许先生团聚 如果许先生去国外见孩子 方女士不得阻拦 探望权难以执行 方亚如一听就明白了 江瑞叔的用意 他也知道 出国后 探望权难以执行 所以特地提了 出国前 让孩子先跟许冰白 相处一段时间 父女俩有了感情 孩子出国后 保持联系会容易些 许冰白要的 不就是跟孩子保持联系吗 如果孩子每年 还能回来跟他见面 他也没必要再执着于抚养权 方亚如虽然不是很愿意 但这个办法 能最大程度安抚许冰白 对他而言 其实也没有实质性影响 很好地平衡了双方诉求 于是他没有反对 只等许冰白先同意 便也开口同意 谁知许冰白沉默了许久 开口却是拒绝 我不同意 方亚如顿时恼火 你凭什么不同意 许冰白抬起 被头发遮住的眼睛 我不相信你 方亚如仿佛被戳到了痛脚 脸色一变 许冰白 你不要太过分 若我非要带走孩子 你拦不住我 我不写同意书 你带不走孩子 除非你想让孩子 成为非法移民 你 好 好好 方亚如勃然大怒 连到三声好 却是咬牙切齿 目光如刀子射向他 你拦着 我不让孩子出国的时候 我还以为 你有那么一丁点为人父的人性 好歹还算个人 没想到我 还是高看你了 白眼狼就是白眼狼 永远不可能有良心 我话放在这里 许冰白你敢伤害孩子 我拼个鱼死网破 也要叫你付出代价 随后 他对姜瑞书道 姜法官 这调解就算了 我以后不会再接受任何调解 他要打官司 我奉陪到底 没等姜瑞书 说什么 便拂袖而去 许冰白不为所动 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长长的额发遮住了眼睛 随后他默不作声地起身离开 许先生 姜瑞书叫了他一声 许冰白顿住脚步 姜瑞书走到他身边 实话告诉他 以目前的情况看 打官司的话 你胜诉的可能性很小 我更建议你接受调解 这样对你 对孩子 还有方女士 都是比较好的 多年为旅行抚养义务 经济条件不如孩子母亲 孩子年纪较小 就这三点 不管哪个法院 都会更偏向让孩子母亲抚养孩子 他起诉方亚如 基本是白折腾 至少我还能看到孩子 许冰白毫无波动 出人意料的固执 姜瑞书想说的是 在国内的确比在国外 更容易见到孩子 可是方亚如会甘心吗 两个大人的战争 挑拨孩子跟孩子父亲的关系 叫孩子如何自处 父母反目成仇 最受折磨的永远是孩子 第九十章 更年期 恕我直言 你这么做 可能会伤害到孩子 姜瑞书直接道 所以我要放弃 做一个父亲的权利 许冰白反问 我没有要求你 放弃你的权利 你可以选择 更利于各方的方式 解决这件事 比起变更抚养权 合理分配探望权 更容易得到法院支持 所谓的方式 就是放孩子出国 以后再也见不到 虽然异国探望权难以实现 但不是没办法实现 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 保护孩子不受影响 想必你也不希望孩子 对你产生误会或芥蒂 只要离开中国 他不会再让我见到孩子 他口中的他 指的是方亚如 也不知道这对夫妻经历过什么 连对方的名字都不肯说出口 你的担忧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任何事都可以想办法解决 如果你先拒绝沟通 那么不管法院有什么办法 帮助你都将无济于事 你是帮助我还是帮助他 许冰白凉薄的目光 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 劝我跟他和解 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 觉得我是个劳改犯 不配为人父母 姜瑞叔淡然道 我只是希望孩子 不要受到成年人的伤害 那是我的孩子 与你无关 他冷硬地拒绝姜瑞叔的建议 只要能留住孩子 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见他越来越偏执 姜瑞叔没有再劝下去 只是静静地凝视着他 带着点恳求的语气 你想留下孩子 应该是希望他快乐的 我真心地希望 不管你怎么做 请多为孩子考虑一点 有许多来自父母的伤害 是一辈子都无法治愈的 许冰白顿了下 没有回应 推开门走了出去 看着他决然的背影 姜瑞叔站在原地 轻轻叹了口气 随后也离开了调解室 外面的太阳很大 走出的法院大楼的瞬间 热浪扑面袭来 刹那间几乎让人窒息 眩白的阳光刺的人睁不开眼 许冰白下意识用手挡了挡眼睛 过了一会儿 眯着眼睛 适应了刺目的阳光 头也不回走出法院 朝公交站走去 一辆黑色灰藤从法院里开出来 开到许冰白旁边放慢了速度 后座的车窗缓缓降下 露出一张熟悉的脸孔 方亚如摘下脸上的墨镜 露出妆容精致的脸 一丝凌乱 也没有的发型 被墨镜带起两根头发 轻轻落在他脸旁 他随手拢到耳后 无损他的颐容 坐在空调车里 低汗未流 舒适而从容 车外的许冰白额头 已经渗出汗珠 头发越发凌乱 跟方亚如看起来 已是两个阶层的人 许冰白 方亚如叫他 许冰白面无表情看着他 方亚如从车窗伸了只手出来 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他语气冷漠 在这份同意书上签字 我马上给你五十万 许冰白接过同意书 看也不看 直接撕成两半 你 他仍觉得不够 两半撕成四半 一直撕成碎片 双手轻轻一抛 只偏落了一地 许冰白 你要清楚自己现在的情况 而是一个老改犯 不会再有人要你去管理公司 除了搬砖洗盘子 你什么都做不了 看在男男的份上 我才会给你五十万 免得你饿死 其他的 你有资本奢望吗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男男 只要男男 方亚如冷笑 你能给男男什么 你能供他上好学校吗 你有钱给他请家教吗 你能给他一个干净的家吗 你能养得起他吗 你能给他什么 许冰白沉默不语 如果你改变主意 就把同意书寄到我公司 但你要打官司 我奉陪到底方亚如 撂下这么一句话 升起车窗 车尾喷出一道尾气 很快开走 满地止泻随风吹散 大安律所 你的专业能力 让我怀疑 人世是从垃圾堆里找到你的 出门左转 不可回收垃圾 别走错 我怎么知道 你脸上就写着三排字 左边乱发好心 右边倒霉到家 脑门必败无疑 离我远点 愚蠢会传染 状告内裤制造商制造的内裤 勒歪了他的钉钉 这种傻逼案子 谁接的 不接 让鸭的滚 办公室里 几度传来秦玉的咆哮声 连续喷了几个人 大家终于意识到 今天秦律师有点暴躁 不由嘀咕她 是不是大姨父来了 路过秦玉办公室 大家都不由自主放轻脚步 生怕引起里面某人的注意 获得秦律师毒舌大礼包一份 秦律师怎么了 作为被狂喷的受害人之一 赵思雨顶着满肚子委屈逃出来 找到秦玉的头号心腹桃灵悄悄问 桃灵隐约知道 跟什么有关 虽然后来视频都下架了 但不知道律所里有没有人知道 不管知不知道 他都不会主动犯秦玉的忌讳 知之无无道 可能每个月有那么几天不高兴吧 赵思雨用一种很惊奇的眼神看着他 你们男人也有 桃灵自若道 中年男人压力大 失眠秃头抑郁已是常识 每个月有几天不愉快 应该理解 你确定那不是更年期 你觉得秦律师如此的花容月貌 是更年期的样子 赵思雨昕说 他没有哪天不是更年期 简直静若厨子 动若暴龙 而且还是霸王龙 冷酷无情又霸道不讲理 唾沫还带毒液 喷谁谁死 不过他好歹还记得 桃灵是秦玉的人 没把话说出口 否则桃灵回头告密 秦玉肯定会削他一顿 这时 前台领着一个人过来 见到桃灵马上喊了声 桃助理 桃灵回头 就看到他后面跟着一个高瘦的男人 四十多岁 不看眼角的细纹 和花白的头发 这人长得很不错 这位先生说 要找我们律所最好的律师 说完这句话 前台就把人交给了他 找最好的律师 桃灵只看了一眼 便肯定他是搭工交过来的 满头大汉部说 衬衫已经汗湿 看起来不大体面 双手历经风霜 不像是经济条件良好的人 你是这里最好的律师 男人脸上的怀疑不要太明显 桃灵虽也是西装革履的 但看起来太年轻 怀里还抱着一打文件夹 就算是律师 也肯定不是那种资深的律师 桃灵微微一笑 不是 我是这里最好的律师的助理 第九十一章 付钱也不接 便更抚养权 秦玉靠着椅子 看着眼前阴郁的男人 嘴里蹦出两字 不接 为什么 许冰白直勾勾看着他 他们说你从来没打输过 怎么 案子难度大你就不接 你不败的名声 是这么打下来的 这话简直是戳着人废管子说的 换个年轻气盛的人 在这一准受不了刺激 说不得就答应下来了 秦玉只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问了句 你付得起钱 许冰白仿佛被摁住了命脉 整个人僵住 刚刚出狱的他 没工作没积蓄 名下财产早已被伐墨拍卖 是个身无常物的穷光蛋 请个普通律师都很吃力 更别说秦玉的价格很高 这也是他为什么 今天没有带律师的原因 可是情况远比他预期的 要更加不利 不请专业的律师 他更加没有 可能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他肩膀无力地垮下 沙哑的声音里是隐忍的痛苦 我已经六年没有抱过他 没听他喊过我爸爸 如果他出了国 我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他 秦玉静静看着他 不为所动 等他说完后淡淡道 如果你需要一个 物美价廉的律师 走出这间办公室 会有人跟你介绍 他看了下手表 半小时候我要会见一个客户 许先生还需要咨询吗 当然 我这里咨询也是收费的 许冰白抬头 眼眶微红 对上他冷漠的视线 沙哑问道 你借案子只认钱 轻易直言不讳 许冰白意识到 秦玉不是那种 会轻易同情别人的律师 这样的律师冷漠 理智只认钱不认人 但他也知道 只要付给这种律师足够的用金 他们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 绝对值得信赖 许冰白有一种感觉 只有秦玉这样的律师帮他 他才有可能达成目的 可是最大的难题是 他没有钱聘请秦玉 他暗暗咬牙 如果我付得起钱 你能不能保证打赢官司 秦玉抱着双臂 声音一如之前冷漠 你这个案子 付钱也不接 你 许冰白豁然起身 双目更圆 你耍我 离婚时就抚养权 归属你没有争议 孩子母亲抚养孩子多年 且经济条件良好 并无过错 而你多年未尽抚养义务 不论哪方面 都不如孩子母亲 法官只要脑子没进水 都不会把孩子判给你 这官司不论你找谁 打都必败无疑 你有这功夫白折腾 不如多找机会 跟孩子培养感情 听到他说必败无疑 许冰白的眼睛 一下子红了 隐忍道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你已经没有机会 秦玉毫不留情地 戳破他的幻想 抛下孩子这么多年 还想要抚养权 你以为孩子路边的野草 天生天养自己长大 只要你回头就能捡回来 你应该庆幸 法律仍然赋予你 作为生父享有的侵权 许冰白血红着眼睛 似乎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可他很清楚地知道 秦玉没有骗他 是啊 这几年他什么都没付出 孩子怕是早已不认识他 而他什么都没有 拿什么带走孩子 可即便如此 仍然忍不住最后问了句 就没有一点的可能 没有 秦玉打破他最后的幻想 许冰白的肩膀再次垮下去 整个人颓丧地摊在沙发里 惊气神仿佛一下子泄了 见许冰白幽魂般 从秦玉办公室出来 像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赵思雨不由嘀咕 这不对啊 按说只要秦玉出手 委托人再慌乱 也不至于这样 难道他没接案子 他琢磨了一会儿 没忍住跑去秦玉办公室 秦律师 刚才那个人怎么了 他的案子不好打吗 秦玉头也没抬 妄想破灭 无法接受而已 赵思雨愣了下 你 没接他的案子 没接 为什么 我是律师不是神 做不到控制法官 或者更改法律这种事 来实现他的痴心妄想 怎么痴心妄想了 你不是什么案子 都接的吗 赵思雨小声嘀咕 秦玉抬头凉凉地看着他 你很闲 赵思雨寒毛竖起来 连忙道 我还有点事 那不打扰你了 说吧 跑出办公室 脾气还是那么差 说多一句会死吗 赵思雨吐槽了声 脑子不由想起 许冰白那惨白的脸色 和绝望的眼神 到底是什么痴心妄想了 想着想着 他的脚不受控制的右转 在茶水间 找到了给秦玉泡咖啡的陶灵 陶助理 你知道刚才那个人 到底是什么案子吗 怎么从秦律师办公室出来 跟被吸了精气一样 陶灵翻了个白眼 你这什么比喻 比喻吗 碰到某些极品的客户 那洪荒之力 简直控制不住 没抱过 粗那只是 见识的鸟还太少 所以说 律师这个行业 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干不了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的三观 能叫全人类都大开眼界 陶灵内心一片沧桑 脸上一派冷静 你问这个干嘛 秦律师说他痴心妄想 又不告诉我为什么 说话说一半什么的 最讨厌了 陶灵把咖啡豆倒进咖啡机里面 淡淡道 那个人几年前因为入狱离婚 孩子归前妻抚养 现在他前妻想带孩子移民 他不同意 想变更孩子抚养权 可是以他现在的条件 完全没有可能获得抚养权 秦律师让他别折腾 就没接他的案子 陶灵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最后补了句 当然 他也没钱请律师 赵思雨沉默了半场 憋出一句话 主要还是因为他没钱吧 陶灵呵呵 你还是不了解秦律师 还不够了解吗 秦玉的能力是很强 但也无法掩盖他的冷漠 他也知道自己对本职业的认识有点问题 自我反思了很久 但对他的许多观点 他还是持不认可态度 第九十二章 这就是代价 可是未尽抚养义务 也不是他自愿的 他在监狱服刑 没条件抚养孩子 如果孩子妈妈不带孩子去探监 他想见也见不到孩子 现在他刚出狱 孩子妈妈就要带孩子出国 这一出国 可能就再也见不到面 变更抚养权 是他留下孩子唯一的办法 要是我 哪怕明知道没希望 也会想抓住这唯一的机会 他没尽义务 就是没尽义务 要怪只能怪他做错事进了监狱 这就是代价 陶灵的话说的冷漠 不是很中听 但也没说错 许冰白丧失孩子的抚养权 并非无缘无故 只能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 赵思雨暗暗叹了口气 将心底的同情压下去 萧然接了到外地的案子 这次没带赵思雨去 这几天 他待在律所没什么事 到了点就下班 轻松自在 可他总觉得 这种轻松 让人不踏实 便招法地想找事情做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 偶尔叫他帮忙 也不过是些打杂的事 看着到了下班时间 还在忙碌的同事 赵思雨有点容不进去的感觉 闷闷不乐地收拾了东西 夸着包离开了律所 地铁站距离律所有三百多米 要过一个红绿灯 路上有狠一段路没有绿音 煎熬了这个城市 一整天的高温仍在散发余热 地面持续不断地释放着热量 空气里夹着滚滚热浪袭面而来 仿佛连氧气都燃烧掉 赵思雨走出门的那一刻 便觉得快要窒息 汗珠迫不及待从额头冒出来 走下阶梯的时候 他看到有个人蹲在墙边 捶着脑袋 看不清脸 但他觉得 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 犹豫了一瞬 走进两步 越来越眼熟 迟疑地问了声 许先生 那人抬起头 露出苍埋的脸孔 赵思雨压了声 真是你啊 说这两句话的时候 他便觉得 要大汗淋漓 也不知道许冰白 在这里待了多久 这种大热天待在外面 不怕中暑吗 你怎么在这里 赵律师 许冰白扶着墙站起来 可能是因为蹲得太久 他双腿无力地裂起了一下 差点摔倒 赵思雨连忙上前扶住他 关切地问了句 你没事吧 许冰白摇了摇头 声音沙哑 没事 可他苍白的脸 和急促的呼吸 不像是没事的样子 赵思雨有点担心他中暑 便一手扶着他 前面有家超市 我带你过去坐一会儿吧 赵思雨给许冰白买了一瓶冰水 谢谢 许冰白低声道了谢 赵思雨早就热得满头大汗 迫不及待灌了一大口冰水 沁人的水顺着咽喉而下 灼烧的肺部 仿佛烤了多年的火焰山 终于迎来一丝凉意 终于活了过来 他长长地舒了口气 想起问许冰白 许先生 你刚才在我们律所下面做什么 外面天这么热 很容易中暑的 许冰白声音里满是苦涩 我想不出办法怎么去打官司 不知道该去找谁 他的案子 还说他痴心妄想 就算他再找到秦玉 秦玉也不会搭理他 这一整个下午都是白的 赵思雨有点不忍心告诉他 只好委婉说 秦律师不接你的案子 你可以找别的律师 能力强的律师还有很多 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推荐 许冰白沉默了片刻 摇了摇头 秦律师说我能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他是你们律所 或者说S是最好的律师吧 我查了他的履历 打官司从来没有输过 这么厉害的大律师 都不愿接我的案子 一定是肯定了 我赢不了 他都没办法 别人更加没办法吧 赵思雨默然 按照许冰白的情况来看 他能拿到孩子抚养权的机会 很小很小 除非孩子母亲自动放弃 或者发生其他意外 导致孩子母亲 无法继续抚养孩子 秦玉说话难听是难听 但他的确没说错 许冰白这案子 找谁都赢不了 见他不说话 许冰白便知道 他也没办法 脸色越发苍白 他无力地低下头 徐徐速说起来 从入狱那天起 我就知道 我不能要孩子的抚养权 因为有一个劳改犯的爸爸 孩子跟着我 只会吃苦 但是不能要不等于不想要 我的父母早年就已经去世了 我就南南一个孩子 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是我在这世上唯一血脉相连的人 怎么可能放弃他 在狱中那些年 没有一天不想他 可是南南妈妈 不想带他去监狱看我 不想让他知道自己 有个劳改犯的爸爸 而我也不想让南南在那种地方 看到他的爸爸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小女孩穿着公主裙 睁着圆溜溜的眼睛 好奇地看着镜头 这应该就是许冰白的女儿南南 照片的边角已经被卷起 想来是经常被他拿出来看 以此宽慰对女儿的思念 孩子很可爱 赵思雨由衷夸了剧 女儿被人夸奖 许冰白脸上扯开一抹难得的笑意 大家都说他专门挑父母的优点长 打小就说亲戚朋友喜欢 他呀 特别会看脸色 知道谁对他好 很会撒娇 让人没办法拒绝他 是个小机灵鬼 他说话很早 别人家的孩子 都八个月十个月才开始说话 他七个月就会说话了 第一次说话叫的就是爸爸 说到最后 他的声音突然有点哽咽 紧紧握住了矿泉水的瓶子 只见发白从他出生到三岁 我们几乎没有分开过 他每天睡觉前都要听我讲故事 哪怕我出差 也要在视频跟他说晚安 如果不是 我绝对不会离开他 也不会这么多年不见一面 可是不知道 不知道他现在还记不记得我 赵思雨闻言不由问了句 我本想先安顿下来再去见孩子 可还没等我安顿好 他妈妈先找上我 说要带孩子出国 让我签同一书 第九十三章 冒险 几年没见孩子 好不容易熬到出狱 孩子却马上要出国 也难怪他不惜起诉前妻 想要变更孩子抚养权 赵思雨紧紧皱起了眉头 不能协商探望方式吗 没用的 许冰白摇头 却没说为什么没用 他看着赵思雨由衷道 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 已经很久没有人愿意这样 坐下来听我说话了 谢谢你 真的非常感谢 时间不走 我不耽误你了 赵律师 再见 说着他站起身 步履蹒跚地朝外面走去 赵思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只觉得一阵心酸 咬咬牙 豁然起身喊住他 许先生 我可以帮你 许冰白脚步一顿 回头看他 赵思雨咬了咬唇 走上前 我帮你找律师 虽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但是 我会尽全力帮助你 没多久 姜瑞书在自己的工作表中 看到了抚养权纠纷的开庭安排 许冰白还是没有放弃 阻止孩子出国 其实很多案子 没必要走到开庭那一步 甚至有些人在明知道 没有胜算的情况下 依然会起诉 上诉 抗诉 直到无计可施 说到底 只是因为一个亿难评 让姜瑞书意外的是 许冰白的代理律师 两个不应该出现在一起的名字 同时成为了许冰白的律师 难道是同名同姓 带着这样的疑惑 他在开庭当天得到了答案 因为堵车 赵思雨和许冰白 赶在开庭前十分钟 才赶到法院 刚找到他们的法庭 便看到方亚如站在走道里 拿着手机在跟人视频 妈妈在外面工作 你乖乖在学校 等下午放学 妈妈一定去接你 晚上带你去吃大餐 不过有什么事 就马上打妈妈的电话 知道吗 不管在哪里 妈妈一定会马上去找你 是难难 许冰白立即遁住了脚步 胸口涌动着 有一种马上冲过去 跟女儿说话的冲动 但理智却又让他感怯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见到女儿 很害怕自己 现在的模样不够体面 也害怕孩子 见到他会问一句 你是谁 好了好了 妈妈答应你就是了 可以 但不准闹脾气 不然约定取消 好好好 都答应你 最后亲妈妈一个 嗯嗯嗯 宝贝再见 方亚如的声音很软 嘴角含着笑意 浑身散发着母性的温柔 发觉许冰白的存在 他跟孩子到了生别 马上挂断视频 脸上的温柔迅速退去 只留下冷漠 他冷冷看了许冰白一眼 方亚如 但一眼就看出了 他是孩子的妈妈 刚才在跟孩子通话 他马上挂了视频 却没有让许冰白 跟孩子说上一句话 见许冰白神情恍惚 赵思雨有些担忧地问了句 徐先生 你没事吧 许冰白勉强收敛了情绪 摇了摇头 没事 他看着身边的两位律师 眼神恳求 接下来就拜托两位了 赵思雨看着旁边的人 想起这次案子的困难 他不敢打任何包票 只能说 我们会尽力而为 十分钟后 江瑞书和两名陪审员走进法庭 宣布开庭 坐下后 江瑞书看着原告洗礼的赵思雨和李一涵 有点不明白 他俩怎么会一起给许冰白代理 赵思雨是秦玉律所的吧 之前还跟秦玉打过几场官司 其中有两场 还跟李一涵是对手 难道这姑娘换了的地方 还是李一涵去了大安律所 大概是江瑞书的目光太明显 连李一涵都觉察到了他的疑惑 他是怎么跟赵思雨一起代理案子 这是说起来比较玄幻 时间回到数天前 天价西瓜案还在等宣判 李一涵手头的其他案子 也刚好处理完毕 正准备重新接案子 这时突然接到了来自大安律所的电话 他还以为是秦玉 关于天价西瓜案的事找他 没想到是赵思雨 以个人名义打给他的 赵思雨 这姑娘他有印象 因为他跟秦玉打过两场官司 都跟他是对手 说起来对赵思雨感官不算好 听到他说 想找他接个案子 李一涵简直以为自己幻听了 我没听错吧 你想请我帮你打个官司 是大安律所完蛋了 还是他今天接电话的方式不对 没错 如果可以 我想李律师你面谈 赵思雨很肯定地表示自己 就是想找他打官司 李一涵想着反正不忙 不如看看这个大安律所的实习律师 搞什么鬼 便跟赵思雨约了时间见面 到了见面地点 他才发现还有个男人也在 赵思雨介绍过是委托人 随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 为什么找我 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就算秦玉不接这个案子 大安律所还有其他律师 你没必要冒险找一个外人接案子 如果让大安律所知道 你被这律所帮一个委托人 找其他律师打官司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直接后果可能是直接开除 赵思雨脸色沉宁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我知道 但除了你 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接这个案子 许先生这个案子 胜诉率不高 能给的律师费也不多 秦律师又断言赢不了 律所里不会有人接这个案子 所以你来找我 你觉得我败诉也没关系 还是觉得我足够廉价 他都有点怀疑 赵思雨是秦玉派来坑他的 不是的 赵思雨摇了摇头 非常真诚地说道 我只是觉得 你跟我在某些地方很相似 你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会帮助弱者伸张正义 虽然接触不多 但我知道你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你做律师 应该也是希望承论阳善吧 而且 你不觉得 如果秦律师觉得赢不了的官司 你打赢了会很有意思吗 他最后一句话 完全是为了 刺激他接下案子 但想到赵思雨是大安律所的人 没找秦玉 反而来找他 可想那家伙做人有多失败 就冲这一点 他觉得 有必要答应下来 而且 赵思雨前面那番话 也挺打动他的 他一直很不喜欢秦玉那样的同行 认钱不认人 为了钱什么官司都接 钻法律的漏洞 助纣为虐 如果可以 借这次机会 给秦玉一个反击 他觉得 不论输赢都值得 最终 他接下了这个案子 第94章 长点记性 大安律所 萧然去了外地半个月 再次回到律所 感觉每个人都特别亲切 见人就打招呼 没一会儿 所有人都知道他回来了 萧律师 你那官司打得怎么样 还行 萧然说得轻描淡写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没那么简单 纷纷笑着说 萧律师说还行 那肯定是赢了 还挣了不少 萧然笑了笑没有否认 又等 我带了点特产回来 大家拿去分了吧 大家发出小小的欢呼 兴高采烈的分礼物 萧然转了一圈 发现没看到赵思雨 打电话竟然是关机 小姑娘勤学好问 24小时开机 随叫随到 任劳任怨 特别勤快 哪怕他去了外地 每天也会发一两条短信联络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他记得自己临走前 把赵思雨托管给了秦玉 秦玉该不是对人家小姑娘做什么了吧 这么想着 他直接去了秦玉办公室 顺便把特地准备的伴手礼给他 我们的小赵律师呢 打他电话 怎么关机的 你该不会趁我不在 把人家小姑娘开除了吧 开玩笑地说着 心里还真有点怀疑 这是秦玉干得出的事 秦玉抬头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他今天开庭 开庭谁带他 李一涵 萧然漫不经心的神情 顿时变为诧异 谁 李一涵 萧然脸上的诧异变为茫然 是我认识的那个李一涵 秦玉嗡了声 萧然更加茫然 李一涵加入我们律所了 没有 那他怎么跟李一涵搞在一起了 萧然一头雾水 一个眼瞎乱发同情心 一个闲得但疼想搞事 一拍即合 秦玉淡淡道 前者是指照思雨 后者肯定是李一涵 但这都什么跟什么 萧然嘴角抽抽 你说详细点 一个刑满初愈的父亲 想要从条件良好的母亲手中 夺走孩子的抚养权 被我拒绝后 小赵律师圣母附身 帮他找了新的律师 他一句话总结来龙去脉 语气冷淡 仿佛事不关己 萧然精致的眉头紧紧皱起来 目光谴责地看着他 你怎么不制止他 这说出去算什么事 回头大家都知道了 对他影响可不小 那正好长点记性 萧然 原来如此 原来他不是不知道 而是故意不管 要说赵思雨这姑娘 好的地方是真好 吃苦耐劳 积极上进 学习能力也很强 可他心太软 容易把自己拖进 委托人的是非中 这点真不大适合做律师 上次被秦玉说过后改了些 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个没看住他就出了岔子 看来这次秦玉是铁了心 要让他吃亏长记性 若是这样还掰不过来 恐怕就要放弃他了 就是不知道小菜鸟 能不能经受住大魔王的教训 李一涵居然也肯接 我看他是想打你的脸 你的小跟班找他打官司 想想就刺激 哎呀 那我可得去看看他怎么变 回头见面了 好嘲笑他 萧然一想 就想明白了李一涵接案子的目的 顿时看热闹不嫌是大 兴致勃勃地跑回自己办公室 打开电脑看庭审直播 第十一审判庭 将瑞叔收回目光 敲了敲法锤 宣布开庭 李一涵作为原告律师 先询问了许冰白 原告 请问你六年前与被告离婚 为什么没有要孩子的抚养权 今天许冰白穿了身整齐的西装 头发剪短 是干净利落的毛寸 似乎还染了发 满头花白变成了青丝 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脸色也不再像上次见面那么苍白 多了几分生气 站着的时候 背脊挺的笔直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已经完全不同 他年轻时长相俊秀 只是几年的牢狱生活 磨灭了他的意气 他又无形打扮 形象自然很糟糕 但这么一打扮 顿时年轻了好几岁 不再是一副颓废的无业游民模样 当他站出来的时候 李一涵特地注意了姜瑞书的神情 见他似乎有点惊讶于许冰白的改变 便知道自己的计策作效了 当事人的形象 会直接影响到法官的好感 或多或少影响到判决 尤其是抚养权 可靠的形象 更容易获得法官的肯定听到李一涵的问话 许冰白平静道 六年前我获罪入狱 被告与我离婚 我因为在狱中无法抚养孩子 所以没有要孩子的抚养权 是被告先提出离婚的 是的 因为你入狱 是的 当初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是因为得不到 还是因为不想要 因为得不到 许冰白道 我只有楠楠一个孩子 如果不是没办法 我绝对不会放弃他 离婚的时候 我已经被判入狱 楠楠除了跟着他妈妈 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算我想要 法院也不会判给我 你在狱中的几年 见过孩子吗 许冰白摇了摇头 没见过 被告没有带孩子去探监 没有 许冰白顿了顿 低声道 我也不希望孩子去监狱看我 那种地方不应该是他去的 我怕他会害怕 怕他会讨厌我 我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爸爸 那么狼狈不堪 他的声音越说越低 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尤其是当了爸爸的人 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 在孩子心里是个大英雄 让孩子永远毫无保留的依靠 信赖 李一涵继续问道 在你们分开前 你和孩子的感情怎么样 许冰白眉间不自觉变得柔和 他出生那天起 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充奶粉 换尿布 哄他睡觉 给他讲睡前故事 教他识图认字 他的每一件事都经过我的手 我亲眼看着他从 他看着自己的双手 比划了一下 就那么大一点 眼睛都还没睁开 像只皱巴巴的小猴子 又小又软 双手就能捧住他 一点点长成了会跑回跳的小姑娘 他第一次说话叫的就是爸爸 每天晚上要我讲故事才睡觉 如果我出差外地 每天都要跟他视频说晚安 不然就哭着要爸爸 谁也哄不了 第95章 提问 他叙叙叨叨地说了 跟孩子相处的细节 没什么重点 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到 他很爱自己的孩子 如果不是入狱离婚 孩子一定会被他捧在手心长大 李一涵没有打断他 任由他说下去 一直说到全场寂静 审判长 我的提问完毕 李一涵果断结束提问 同时飞快地观察了一下 审判席的反应 旁边的陪审员 听得眼眶微红 显然是被感动到 但姜瑞书脸上一派平静 看不出有没有被触动 李一涵不由暗存 或许是姜瑞书太年轻 对为人父母的感受 没那么深刻 姜瑞书自然明白他的用意 没有任何表示 将目光转向被告 被告方是否要询问原告 被告律师马上起身 表示要提问 他走到许冰白身边 提出第一个问题原告 请问你当年为什么入狱 非法占有公司财务 被告律师微微一笑 换了个说法 诈骗 是 这是个自私且无诚信的罪行 被告律师加以评论 反对 李一涵马上举手 理由 姜瑞书问 恶意评价 我更认为这是对诈骗的通俗认识 被告律师好诚以侠道 反对无效 李一涵不甘心地做回去 被告律师继续提问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许冰白道 自由职业 能详细点说吗 给各种公司接私活 做一些创意或者文案等等 许冰白以前是公司高管 虽然无法再回到巅峰 但能力是不欠缺的 给一些小公司做私活没问题 大钱挣不到 但养活自己没问题 他们知道 你有犯罪经历吗 反对 李一涵豁然起身 原告虽然有犯罪经历 但他已经接受审判 在狱中积极改造 并因为表现良好 获得减刑 这足以说明他已经改过自新 除非特殊行业 其他行业都不应该因为过去的经历 歧视他拒绝他 反对有效 姜瑞书看向被告律师 暗含警告 原告方说的没错 如原告这般 为自己的过错 接受过应有的审判 积极改造过的人群 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新的机会 允许他们重新开始 好的 审判长 我会注意自己的提问方式 被告律师从善如流 心里却有点懊恼 原本他想贬低原告的人品 以此表现原告不可靠 不适合抚养孩子 现在却让原告有了解释的机会 法官还表示了赞同 他的目光重新落在许冰白身上 你现在每个月收入有多少 许冰白听到这个问题 不自觉握紧了拳 感觉被告洗礼方亚如正在看他 不用回头 他就知道 他的目光一定是审视的 等着看他的落差有多大 从光鲜亮丽的高管 到深无常物的阶下囚 想想便知道 有大的落差 但都比不上亲耳听到来的真实 他握紧的双拳 松了紧 紧了松 最终 他选择了如实回答 三四千到七八千不等 你知道 现在你女儿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吗 许冰白无法回答 但他知道三岁前 女儿的各项花费都要上万 如今肯定更多 被告律师告诉他 每个月一万左右 这不包括他的学费 报培训班 假期旅游 每年总共三四十万吧 恕我直言 你的收入 恐怕无法给予 他良好的成长环境 许冰白垂下眼眸 对比方亚如 他的确给不了孩子 更好的物质条件 见他答不上话 被告律师满意地表示 审判长 提问完毕 李一涵提出 询问被告方亚如被告 你认为原告爱你们的女儿吗 方亚如淡淡地 瞥了眼原告习 道我不知道 李一涵没有轻易放过他 追问道 那么原告说 他为孩子做的那些事 是否属实 方亚如顿了顿 有些不情愿 属实 这样一个对女儿 事事亲力亲为的父亲 你认为他爱不爱孩子 方亚如无法反驳 淡淡道 那时候应该是爱的吧 你认为物质和父母 毫无保留的爱 对孩子来说 哪个更重要 方亚如有点不耐烦 听到他的提问 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意图 这不就是想说 许冰白深爱着孩子 想用感情伴住孩子 便越发的不耐烦 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楠楠在我的照顾下 根本不缺爱 她的爸爸缺席了她的成长 早已经变得不重要 并非单亲家庭的孩子 就无法健康成长 我能给她提供优越的环境 给她毫无保留的爱 这就足够了 她比很多很多父母 俱全的孩子还要快乐 有没有父爱 一点也不重要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李一涵没有顺着她的话说下去 固执地要求她回答 她张口想说什么 将瑞书打断她 被告请回答问题 毫无保留的爱 但是父母毫无保留的爱 应该是竭尽所能 让孩子过得更好 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 都富有充裕 让孩子在快乐的环境中成长 而不是打着为孩子好的名头 以爱的名义 将孩子禁锢在身边 毁去她原本美好的生活 阻止她成为更优秀的人 这种爱不是真的爱 是自私 李一涵一时语色 说实话 他也觉得 许冰白无法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但是 许冰白对孩子的感情 谁也无法否认 势利是弊 不是一时能说清楚的 一时不知道 怎么反驳方亚如 原告方还要询问被告吗 见双方没有言语 姜瑞书打破僵持 李一涵后面的问题节奏被打乱了 需要整理一下 他将视线投向赵思雨 发觉赵思雨似乎有话要说 干脆的 提问完毕 他坐回去 赵思雨马上举手 审判长 我能否询问被告一个问题 姜瑞书对他跟李一涵代理这个案子 仍然很好奇 在法庭上见过他几次 这还是 第一次听到他要发言 还挺感兴趣的 点了点头 可以 赵思雨深吸了口气 在所有人的注视中站起身 走到方亚如身边 方亚如将他的小动作看在眼里 见他这么年轻 还有点紧张 便知道 原告方已经没什么厚力 派这么个实习律师出来 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 赵思雨看出他 没将自己放在眼里 不以为意 目光平视着他 提出了自己作为律师 在法庭上的第一个问题 请问被告 在原告入狱的这些年里 你有没有给孩子看过他的照片 告诉孩子 那是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很爱他 他的爸爸还活着 方亚如身体一僵 见他这般反应 赵思雨心中便有数了 单脆替他回答 没有 是吗 这些年 你从未告诉过孩子 他的爸爸叫许冰白 从未给他看过他爸爸的照片 也没有告诉他 在他三岁以前 他的爸爸每天给他讲晚安故事 他的爸爸很爱很爱他 只是迫不得已离开了他 说到这里 赵思雨的目光骤然犀利 因为你的隐瞒 孩子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 甚至你想让另一个男人 代替他父亲的存在 你刻意抹出了原告 作为父亲的所有痕迹 第九十六章 角度 第一次开庭 没能得出结果 姜瑞书敲了敲法锤 宣布择日在开庭审理 以略战优势的局面 结束第一开庭 赵思雨开心地握住拳头 脸上飞扬着笑意 李一涵比他低调些 不过能在完全劣势的情况下 打击到被告实属不易 不由微微松了口气 想到最后赵思雨的关键性提问 心中暗暗肯定 这姑娘应变能力倒是不错 最后一个提问很精彩 李一涵夸了他一句 赵思雨眼睛惊亮 真的吗 李一涵点了点头 这还是他第一次受到如此肯定 简直开心的飞起 姜瑞书看着台下神情激动的赵思雨 见他跟李一涵相处融洽 心里有些怀疑 情欲是不是逼得人家小姑娘 气暗投明了 不由叫了他一声 赵律师 江法官 听到姜瑞书的点名 赵思雨以为他要交代案子的事 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意 严肃问道 有什么事吗 姜瑞书笑 跟案子无关 我随便问一句 我记得以前是秦律师带你的吧 现在换成李律师了吗 一提起秦玉 赵思雨的脸就垮了 这是他没跟秦玉报备 他要是知道自己找李一涵打官司 肯定没他好果子吃 但不论什么结果 这是他都会有始有终坚持到最后 他不知道姜瑞书 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但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如实打道 这个案子 是我找李律师一起做的 跟秦律师没有关系 姜瑞书一听他的解释便明白了 这是他背着秦玉接的案子 你 为什么不找秦律师 他没接这个案子 但是我很想为许先生做点什么 虽然我也知道 许先生完全处于劣势 但作为律师 难道因为希望渺小 就要放弃委托人吗 每一个委托 都是委托人生活的希望 都是他们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 所以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希望 我都不想放弃姜瑞书是法官 是最能体现公平正义的职业 他很想知道姜瑞书的看法 见姜瑞书一直看着自己 神情十分平静 也不知是否赞同自己 不由有些犹疑 江法官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该这样 没有 姜瑞书大概猜到了 秦玉为什么不接这个案子 也大概知道了赵思雨的问题所在 赵思雨这个律师 做得有点傻 他有自己对于正义的理解 并为之付诸行动 只是问题在于 他某些地方 可能会混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引起麻烦 不过 只要他不触犯法律 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律师 对很多委托人来说 是好事 比如许冰白这案子 从他的角度看 赵思雨让许冰白的权利得到实现 江瑞书接着说 你刚才在法庭上表现很好 真的 赵思雨顿时兴奋 连法官都肯定他表现好 是不是意味着 他在法庭上的提问 已经获得法官的肯定 他脱口而出 那江法官 你觉得我们能赢吗 江瑞书不由笑了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赵思雨话刚出口 就觉得不妥 好在江瑞书并不在意 我说回刚才的问题 江瑞书笑了笑 没再说什么 主审法官跟原告律师关系很好 方亚如还没离去 见江瑞书和原告律师交谈 不由皱起眉头 被告律师知道他 担心法官偏向原告 他倒是知道江瑞书 没听说过他判决不公 但此时也不敢肯定 江瑞书到底跟原告律师 是什么关系 方亚如还不走过去 江法官 方女士 江瑞书早就发觉 他在看自己 正准备走 没想到他过来打招呼 有什么事吗 就是见你和这位律师 关系很好 忍不住过来看看 我记得 好像回避原则里 律师跟法官亲密关系的话 法官需要回避 是这样吗 方亚如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江瑞书知道自己 跟赵思雨说话 引起了方亚如的怀疑 解释道 我审理过几个赵律师 和李律师代理的案子 所以跟他们认识 方女士不必担心我的立场 如果实在担心的话 可以向法院申请回避 我会配合法院调查 他说的坦荡 倒是叫方亚如 觉得自己太小气 我只是开玩笑 没想到法官这么平易近人 所以有点奇怪 法官也是人 脱下这身法袍 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那真是我见识太少 江法官你不要在意 江瑞书笑了笑 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江法官 这时 许冰白突然叫住他 随后看着方亚如 我想跟孩子见一面 方亚如脸色一变 下意识反驳 不行 为什么 觉察江瑞书还在 方亚如按捺住烦躁 道 孩子上学没空 周末呢 周末要上兴趣班 许冰白扭头看着江瑞书 江法官 我对孩子有探望权的吧 江瑞书点了点头 有的 他这几年都没跟孩子见过面 孩子都不认识他 见面肯定会吓到孩子 方亚如情绪激动 尽管如此 除非能证明 他跟孩子见面 会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 否则任何人 都不得终止他的探望权 终止探望权的唯一条件 便是不利于孩子 所以 哪怕许冰白这几年 没有尽到抚养义务 方亚如也不能剥夺他 探望孩子的权利 方亚如脸色更加难看 看向自己的律师 被告律师点了点头 江瑞书说的没错 他不能阻止 许冰白跟孩子见面 可是我不放心 他跟孩子见面 这么多年突然冒出来 说他是孩子爸爸 这让孩子怎么接受 而且 我现在跟他在打官司 万一他跟孩子 挑拨关系怎么办 方亚如根本不忌惮 用最恶意的想法 去揣测许冰白 就怕他夺走孩子 许冰白不说话 只看着江瑞书 显然是想让他裁定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可明示法官要断的家务事 不是一般多 比如现在 江瑞书对这种场面 早是习以为常 很快给出解决办法 如果你不放心 许先生跟孩子见面的时候 你可以陪同在旁 第97章 小儿子 方亚如再不情愿 也只能答应下来 约定周六安排见面 一刻也不愿多呆 转身就走 他心中满是懊恼 要知道许冰白会提出见孩子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走过去 想到过两天 要让孩子去见许冰白 他就忍不住抱走 有种孩子会被夺走的感觉 有没有办法终止他的探望权 方亚如骤然停下脚步 回头询问律师 律师略想了想 摇头 终止探望权的唯一条件是 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至于其他原因 如你与许冰白的关系 或许冰白没有给予抚养费 都不能成为终止探望权的理由 他出狱后还没见过孩子 无法判定他会不利于孩子 不过 不过什么 律师左右看了看 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示意 他先上车 上了车才低声道 如果他在见孩子的过程中 让孩子受到伤害 你可以趁机终止他的探望权 甚至逼他再同意书签字 不行 方亚如一听到孩子受到伤害 想也不想就反驳 我说的不是真正让孩子受到伤害 只要能拿出他不利于孩子的证据就行 到时候这场官司我们稳赢 你还能达成带孩子出国的目的 方亚如沉默了片刻 你是说设计许冰白不利于孩子 见他犹豫 律师给出了另一个办法 也可以让孩子出面陈述他 不想见到父亲 或是说父亲对他不好 这是最直接有效的 听到要孩子出面 方亚如再次犹豫 思虑再三 仍然没有下定决定 我要再想想 律师没有抢求 时间不多 你尽早决定 如果你不打算这么做 最好跟孩子先沟通一下 我不建议 你对孩子说他爸爸的坏话 为什么 许冰白现在的身份本就不光彩 如果你再说孩子爸爸的坏话 孩子可能会自卑 方亚如沉默然 他恨不得孩子不知道许冰白这个爸爸的存在 更不想孩子对许冰白有好感 可律师说的也没错 孩子爸爸太不堪的话 最难过的其实是孩子 他揉了揉额角 声音疲倦 我知道了 会尽快答复你 在法庭的赵思雨三人 气氛却要热烈许多 太好了 许先生 再过两天你就能见到孩子了 赵思雨由衷为许冰白感到高兴 认识这些天 他听许冰白说了许多关于孩子的事 知道许冰白很挂念孩子 能见面一定非常开心 谢谢你 赵律师 没有你的话 我不会这么快就能见到孩子 许冰白露出一抹淡淡的笑 随后看着李一涵 也非常感谢李律师 幸亏你愿意帮助我 不然我也没法站在这里 争取这样的机会 要谢就谢赵律师吧 是他让我帮你打官司的 李一涵对这场官司的胜率 仍然不乐观 情绪并不激动 这次去见孩子 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如果许先生 你能争取到孩子的支持 你获得抚养权的可能会更大 是的 赵思雨拍手点头附和 孩子虽然才九岁 但也是懂事的年纪了 如果孩子想跟许先生一起生活 再不计 只要孩子不想离开许先生 法官一定会考虑孩子的意愿 到时候 我们的胜率就会增大很多 想要通过一次见面 让多年未见的孩子 对爸爸的重视比过常年陪伴的妈妈 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唯一的优势 只有孩子对爸爸的渴望 但这个机会非常重要 或许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哪怕希望渺小 也一定要争取 许冰白点了点头 我会尽力 这时 李一涵的手机震动起来 李一涵拿出手机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不过作为律师 经常会接到通过各种途径 打电话来咨询的人 他想也没想就接起来 你好 这里是京城律所李一涵 李一涵 赵思雨是不是在你身边 电话里传来一个柔媚的女生 开口不是找她 而是找别人 李一涵一听 就听出了萧然的声音 想起某些不愉快的经历 马上那个拉长了脸 你找人电话 怎么打到我这里来了 你把我们小赵律师拐走 不找你找谁萧然催促 快点 我在庭审直播网 看到你们休停了 把电话给赵思雨 不然我上你们律所找 你们老大 说你已经成为我们大安的卧底 看看都帮我们代行人打官司了 李一涵 你们大安还能更无耻些吗 谁拐走你们的人了 明明是你们的人 自己找上门的好吗 不过还是把手机给了赵思雨 黑着脸道 萧然的电话 赵思雨心里咯噔一下 顿时心虚 萧然知道了 她咽了咽口水 善善道 萧律师 李一涵没欺负你吧 赵思雨已经做好挨骂的准备 谁知她第一句 是关心自己有没有被欺负 顿时感动得稀里哗啦 没有 李律师挺负责的 也对 量她也不敢欺负我们大安的人 萧然说现在没事 你先回律所吧 我给你带了礼物回来 真的吗 什么礼物 赵思雨没想到不但没有批评 还有礼物顿时惊喜不已 你回来就知道了 好的 我马上回去 对了 记得开机 一个律师怎么可以白天关机 办案期间应该24小时开机 挂电话前 萧然批评了一句 我马上开机 赵思雨把手机还给李一涵 马上开了自己的手机 李律师 没别的事 我就先回律所了 回头电话联系 徐先生 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 李一涵看着他兴高采烈的要回去 心情有点复杂 仿佛看到了一幅画面 一只小鹅子被前方的美式欺骗 扑扔着翅膀眼瞎一般的扑向蜘蛛网 蜘蛛网上有一只叫萧然的美人猪 正等着猎物自投罗网 而蜘蛛网下面是一个叫大安律所的火坑 不管小鹅子上天还是入地 都无路可逃 第98章 秒杀 赵思雨回到律所 直接去了萧然办公室 却发现里面没人 他等了一会儿 没见萧然回来 逮了个路过的同事问 看到萧律师去哪了吗 好像在茶水间 赵思雨做了个OK的手势 去茶水间找人 萧律师刚喊出口 下一刻他便看到了秦玉也在 顿时收了声 见秦玉转过头来 他恨不得把自己缩成一只鞍蠢 萧然忍不住笑 还调侃了一句 我们的小赵律师开庭回来了 赵思雨善善地走过去 一听萧然这话 就知道 秦玉肯定也知道 他跟李懿涵一起打官司了 硬着头皮主动解释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不报备 就接这个案子 但这是许先生唯一的机会 我想为他做点什么 可是我又怕秦律师不允许 所以私下找了李律师 萧然道 我看了你们的庭审直播 你最后表现很棒 我原来还以为 你要再积累积累才能实战 现在看来你已经可以上庭辩论 下次再有案子 就让你参与法庭发言 真的 赵思雨双眼发亮 萧然恩哼了声 媚眼如丝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骗过好几次 之前遗产纠纷那个案子 你为了见到证人 骗我去当诱饵 吸引原告的注意力 让我差点被原告打 还有上个月 从京城来找你的小帅哥 人家只是想见你一面 你为了甩开他 骗我说带我去参加活动 让我穿你的衣服 让小帅哥以为我是你 那都是你答应了的事 你请我愿的事 怎么能叫骗 萧然活四片感情的渣女附身 赵思雨 不愧是玩弄无数少男的芳心纵火饭 渣得真是浑然天成 你实在想参与法庭辩论 可以跟我说 没必要接这个案子 秦律师没告诉你 这个案子没机会胜诉 萧然换了个话题 我接这个案子 不是为了参与辩论 我也知道 这个案子胜诉的可能很低 但我不帮许先生的话 可能就没有人帮他了 他已经六年没见到自己的女儿 如果不拿回抚养权 以后可能都见不到了 所以我想试一试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也想试一试 不管结果怎么样 至少我已经努力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许冰白拿回抚养权 让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吧 萧然笑着上下 把他打量了几遍 得出结论 其实说到底 你心里是认定 这个案子不会赢 所以你接了他的案子 既成全了你的正义之心 又让他行使了自己的权利 同时还不用担心 给别人造成麻烦 所以才会毫无顾虑地帮助他 才不是 他下意识反驳 可话说出口 他心里却有些动摇 是这样吗 那如果许冰白可以赢 孩子归他抚养 但是孩子必须离开妈妈 失去良好的生活环境 而许冰白前妻 则会失去自己的孩子 生活的规划被完全打乱 因为孩子 后半辈子 可能会不得不跟 感情破裂的前夫再次纠缠 如果这样的结果很容易达成 你还会帮许冰白吗 我 赵思雨发觉自己无法回答 你说那么多 他那么小的脑容量能理解 一直没吭声的情欲 突然开口 谁脑容量小了 赵思雨怒目而视 我大学四年成绩全A 年年拿国家奖学金 还是辩论赛的实家变手 然而打不赢一个官司 赵思雨很不服气 许先生的案子 的确胜诉很难 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 今天庭审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占了优势 法官还说我表现好呢 法官秦玉心想谁这么没眼光 谁 江法官 江瑞书 对 你有几个案子 还是在他手下打赢的 他是什么水平 你应该很清楚 赵思雨这会儿 只觉得江瑞书的话 就是自己的上方宝剑 秦玉要是否认江瑞书的话 那就等于否认他之前 几场官司的韩金亮 他说你们能赢 见他说不出话来 秦玉瞥了他一眼 端着咖啡诗诗然走了 赵思雨气得跳脚 冲着他背影 回了回拳头 你当心秦律师回头 看到你的小动作 萧然乐不可知 他连忙抱住双手 却是嘴硬道 我才不怕他 你不怕 我还挺怕的 萧然嘴里说着怕 却一点也不像怕的样子 赵思雨想起 刚才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 虚心请教前辈 萧律师 如果许先生的案子 很容易胜诉 你会接吗 为什么不接 那你不怕影响到孩子和方女士吗 关我什么事 萧然反问 有人帮许冰白 难道就没有人帮他前妻吗 赵思雨愣住 好像明白了什么 C区法院 办公室 忙碌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江瑞书写了大半天的判决书 等他从满桌子的资料里抬起头时 发现已经过了下班时间 把文档一一保存好 他收拾收拾东西 麻留下班回家 电梯打开的时候 他发现 外面蹲着一个熟人 许先生 许冰白马上站起来 江法官 你是在这里等我 江瑞书见他应该等了很久的样子 法官下班毕竟这里 心里便有了猜测 是的 你有什么事 为什么不上楼去找我 不是公事 不敢耽误你上班时间 为了私事 江瑞书疑惑道 那是为了什么 我想请问江法官 你周六有时间吗 许冰白问 这周六 是的 许冰白也不卖关子 直言道 周六是我初一后 第一次跟孩子见面 已经六年了 我知道方亚如不放心我跟孩子见面 怕我对孩子做什么 所以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见孩子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不放心 正好也看看 孩子到底过得好不好 而不是听他一面之词 第九十九章 挑明 许冰白跟孩子见面的地点 距离凯旋公馆比较近 周五下班后 江瑞书直接驱车回凯旋公馆 正好回家看看江大局 范阿姨说他这几天好像又胖了点 之前每天偷跑出去浪 现在却整天懒洋洋的不愿动 也不知是不是病了 把车开进车库 江瑞书发现 旁边有一辆白色的马沙拉蒂 该背不由宁眉 范阿姨已经等待门口 瑞书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也不跟我说一声 临时决定回来的 不过我知道范阿姨 一定不会饿着我的江瑞书 开了句玩笑 随后问了句 家里来了客人 范阿姨一听便知道 她看到了车库的车 压低声音道 是张女士 江瑞书猜到是她 她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下午 看样子是要过夜 范阿姨有些担忧地看着她 那我爸呢 先生跟她一起回来的 但回来没多久 就被一个电话叫了出去 早知道你这周回来 我就跟先生说了 范阿姨叹气 要不然张静岳 也不会一个人来这里 江瑞书的心情 没什么波动 没关系 有时我会跟她电话联系 我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现在有点饿了 范阿姨 你今晚做什么吃 听到她说饿了 范阿姨马上抛开那些心事 你想吃什么 江瑞书用手扇了扇风 嘴巴跟抹了蜜一样 您做的我都爱吃 范阿姨被她逗乐 江瑞书进屋 把自己的小高跟换下来 这时 二楼走下来一个 恶魔多姿的人影 见到江瑞书有点惊讶 瑞书 江瑞书淡淡应了声 你好 要知道你回家 我就跟你爸爸说 不要出去了 前两天还听她说 你们父女俩很久没见面了 张静岳柔声道 见她肩上挂着包 手里还拎着电脑包 走上前很自然地伸出手 想帮她接过电脑包 江瑞书轻轻避开了身体 礼貌而疏离道 谢谢 不用 张静岳伸出的手 尴尬地将在半空中 江瑞书没管她 上楼回卧室放东西 顺便换了套休闲服 过了一会儿 卧室门被人轻轻敲了敲 江瑞书以为是范阿姨 说了声 请进 推门而入的 却是张静岳 她端了一个马克杯 是江瑞书常喝的凉茶 我听范阿姨说 你喜欢喝种凉茶 给你倒了一杯 谢谢 江瑞书接过马克杯 随手放在了桌上 没有喝的意思 眼睛没离开电脑 你在忙工作吗 张静岳问 不是 江瑞书在回复粉丝的问题 有个粉丝连发多条私信求助 她正在给对方专业意见 听她说不是在工作 张静岳问道 卧室里一片安静 只有江瑞书打字的声音 张静岳站在旁边 再次感到了尴尬 觉察她没有离开 江瑞书抬头 还有事 我可以坐下来吗 如果你有事的话 江瑞书解释了一句 我不喜欢陌生人待在我房间里 张静岳握住双手 似乎没有在意她说自己是陌生人 那你先忙吧 怎么样了 江瑞书给了她一个礼貌的微笑 半小时后 范阿姨上楼叫江瑞书吃饭 这些菜够了吗 张静岳第一次跟江瑞书吃饭 看着摆了半张桌子的菜 有荤有素 有凉有热 仍然担心江瑞书不满意范阿姨 不是还有很多食材吗 怎么不做 范阿姨道 瑞书说饿了 所以我没做那么多 平时我和范阿姨就吃三菜一汤 这么多菜吃不完要浪费 江瑞书淡淡说了句 拿起汤勺给自己盛了碗汤 张静岳淡淡笑了笑 解释道 我怕你平时在食堂吃不好 你平时工作太忙 所以才想让范阿姨做丰富点 因为有张静岳的存在 餐桌上江瑞书一言不发 只偶尔想起碗筷相碰的声音 张静岳自己没怎么吃 一直在关注江瑞书的反应 见她的汤喝完 马上给她盛汤 见她喜欢吃什么 就给她加什么 没一会儿 江瑞书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张女士 你吃自己的就好了 论理你是客人 你不用这样照顾我 我也不喜欢别人帮我加菜 见她不喜欢 张静岳才停下了手 温柔地笑了笑 好 你不喜欢 那我不做了 一餐饭在沉闷中度过 范阿姨收拾碗筷 江瑞书拿新买的玩具 逗江大菊 约莫是难得见到蝉屎官 江大菊终于愿意动起来 扭着日渐肥瘦的身体扑来扑去 萌得江瑞书忍不住抱住她 狠狠吸了几口 摸摸她能抖起肉浪的肥肚子 同时有点忧愁她 会不会太胖影响健康 觉察张静岳一直在看着自己 江瑞书跟江大菊没完多久 洗了手 没有上楼 回头叫住了张静岳 张女士 你现在方便吗 想跟你谈谈 张静岳有点亚然 方便 瑞书你想谈什么 范阿姨听到两人的话 先主动回了房间 客厅里就只剩下他俩和江大菊 江瑞书在沙发里找了个舒适的姿势 你刚才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就是觉得你跟大菊都很可爱 张静岳想起 她不喜欢陌生人靠近的话 小心翼翼问道 你不喜欢这样被人看吗 不是 江瑞书看着她 直言不讳 张女士 如果你想跟我爸爸在一起 你应该把心思花在她身上 我已经过了需要母爱的年纪 需要的是成年人的尊重 不是小孩子般的照顾 而我也不会接受 一个陌生的女人 代替我妈妈在我心中的位置 张静岳没想到她说话这么直接 一时愣住 但她很快反应过来 快速反复思量江瑞书话里的意思 最终她决定直接问 瑞书 你 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没有 江瑞书淡然道 你跟我爸爸怎么样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前提是 你能跟我爸爸稳定下来 去年也有一个女人 想跟我培养感情 可惜她操之过急 干扰到我的生活 后来 她就从我爸爸身边消失了 张静岳脸色一僵 第一百章 担忧 谈话结束 江瑞书抱着江大菊回了卧室 没多久 范阿姨过来敲门 给她送了盘水果拼盘 张女士走了 说你可能再忙 就没过来打扰你 让我跟你说一声 应该是自己说的那番话 让她想多了 不然也不会连夜离开 江瑞书没放在心上 走就走吧 先生没带过人回来 没想到你 正好回来 下次她要是再来 我就给你发消息 范阿姨还以为她不高兴 江瑞书知道范阿姨 心里怎么想的 淡淡的笑了笑 不用这样 范阿姨 她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没必要这么防着 范阿姨却有点担心 万一她跟先生结婚 再生的孩子 听说现在试管婴儿 不但可以选择性别 还能做双胞胎 到时候 要是她生两个儿子 这家里可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这还没眼的是 范阿姨已经挠不出一出 后妈进门排挤妓女的大戏 江瑞书勒不可知 范阿姨 你知道的真多 嗨 我这可不是空穴来风 听说隔壁有家男主人 是个什么老总 靠着原配发家致富 原配还活着的时候 她就在外面偷吃 好几个私生子私生女 等原配去世 马上就扶小三上位 小三还带了两个孩子回来 没多久就挑拨男主人 跟原配孩子反目成仇 把原配的孩子发配出国了 您听谁说的 就他们家保姆 你不知道那个上位的小三排场多大 请了好几个保姆 还带管家 给他们订了零零总总几十条规矩 见面要鞠躬喊人 她那两个儿子 要喊大少爷二少爷 大清都亡了一百多年了 还心大老一套 以为家里有个皇位要继承呢 范阿姨吐槽 对比起来 江家没什么规矩 只要做好工作就行 江瑞叔完全把她当长辈尊敬 范阿姨一点也没觉得自己 在当保姆 而是在这里养老 是哪家 就我们家后面 胡编姓潘那家 江瑞叔想了想 有个模糊的印象 又问 这么多规矩 那他们还愿意在潘家做事 还不是给钱多 不然谁乐意伺候他们 背地里不知道怎么吐槽他们呢 他们家都成我们这一块 茶余饭后的谈资了 听说那家女主人 最近又忙着 逗小四小五呢 整日没个安宁 江瑞叔闷笑不已 那是别人家 范阿姨 真的不用那样 我爸爸想跟什么人生活 是他的自由 想要孩子也没什么 我已经是成年人 能掌握自己的生活 您不用担心 真的不用 真的 江瑞叔极其肯定地点头 您平时就帮我照顾好大局就好了 别的不用管 见他态度坚定 范阿姨没有坚持 你心里有数就行 第二天上午 瑞叔开车去方亚如家 方亚如的确如许冰白说的那样 不放心许冰白跟孩子见面 不但要求见面是陪同 还不同意许冰白带孩子出门 更是把见面地点安排在方家 理由是 孩子在熟悉的环境 会安心些许冰白没有反对 正好可以看看 孩子的生活环境究竟怎样 方亚如家 距离凯旋公馆 大约半小时路程 江瑞叔抵达方亚如家附近的时候 接到许冰白的信息 说他已经在小区门口等着 江瑞叔把车开过去 没看到人 正准备给许冰白发消息 便看到他从保安亭里走出来 朝他挥了挥手 将法官 江瑞叔打开车门锁 上车吧 许冰白抱着一个很大的袋子 坐上副驾驶 给方亚如打了个电话 说了车牌号 我已经到了 你跟保安说一声 你开车来的 借的还是租的 方亚如语气里满是嘲讽 就差说他打肿脸充胖子 这跟你没关系 方亚如呵呵冷笑 但很快给保安示电话 保安接到业主的通知 升起了横杆 让江瑞叔的车进去 放行的时候 保安还冲车中的许冰白 挥手示意 你跟保安这么聊得来 江瑞叔问了句 许冰白淡淡笑了笑 我是农村出来 我小时候很多玩伴长大后 都当了保安 我了解他们的生活 以后要是接不到活 我可能也要当保安去 江瑞叔想起方亚如 举手投足间的自信 一看就是从小家境优越 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孩子 这么说 许冰白是个凤凰男 还是那种家底很薄的凤凰男 不过许冰白是名校毕业 当年能出人头地 肯定是他有能力 至于为什么会行差踏错 江瑞叔无从猜测 很多人做错事 为人其实不坏 只是一个念头之间没有控制住 将心里的恶念放了出来 但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 犯罪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不论他曾经是什么样的人 你怀里这是 给男男的礼物 许冰白下意识抱紧了袋子 也不知他会不会喜欢 江瑞叔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礼貌地笑了笑 把车开进小区 八楼对吗 江瑞叔记得法院传票 送达的地址是八楼 对 许冰白盯着不断变换的数字 过了一会儿突然说 这是他后来买的房子 以前我们的房子已经被他卖了 离婚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 我昨天才知道 我们离婚没多久 他就把我们的房子卖了 江瑞叔不知道怎么接话 好在这时 电梯钉的一声打开了 许冰白拎着袋子走到门前 看着门牌号 抬起了手 却又将在半空 过了一会儿慢慢收了回来 自然垂下的手臂 拳头紧紧握起 轻轻突起 像是在忍耐什么 江瑞叔没有催他 过了几分钟 他才再次抬起手 按了下门铃 门铃响了一阵 没有人来开门 他再次按门铃催什么催 门豁然打开 方亚如不耐烦的声音传来 但在看到江瑞叔后 戛然而止 他看了看许冰白 又看了看江瑞叔 狠狠皱起了眉头 江法官 你怎么跟他一起来了 江瑞叔一听 就知道他多想了 解释道 是许先生让我一起过来的 猜测你可能不放心 他和孩子见面 让我一起过来看看 这样你也好安心 第101章 亲生妇女 方亚如沉着脸 目光怀疑地看着许冰白 似乎不大相信 他会这么好心 许冰白脸色平静 他今天穿了件浅蓝色 Polo衫 下身是浅棕色的休闲裤 人看起来过于偏瘦 但良好的身材比例 掩盖了这个缺点 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头发也一根根精神地竖起 露出俊朗的五官 也不知是不是特地去做了造型 除了脸色仍有些苍白 看起来比前两天要更加精神 不提他过去的经历 从外表看 他心机深沉 更加不想让他进门 这时 里面传来一声响动 似乎有人撞倒了什么 方亚如回头看了眼 随后听到一声轻轻地关门声 心里有点不适滋味 终究还是侧开身 进来吧 入户便是一个很大的客厅 整体装饰室 温馨风格 最显眼的窗边的吊椅 吊椅里放着柔软的抱枕 似乎还有一本书在里面 姜瑞书势力好 认出那是一本英文童话书 布一沙发摆放在客厅正中央 旁边是一架小木马 姜瑞书看着那油光滑亮的 便知道 孩子应该经常骑小木马玩 再往里面是四个房间门 其中一个门敞开着 看摆设 那是方亚如的书房 另外三个门关着 想来是主卧和次卧 以及客房 姜法官 方亚如的律师看到姜瑞书 从沙发站起身 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显然没想到 他会跟许冰白一起过来 马律师 你也在啊 姜瑞书打了声招呼 马律师微微一笑 我跟亚如是认识多年的朋友 今天难得有空 正好过来看看南南 姜瑞书觉得 方亚如可能是不放心 许冰白到家里 所以特地叫律师过来作伴 这跟许冰白叫他一起来的用心 倒是差不多 坐吧 方亚如示意两人坐下 将法官喝点什么 谢谢 不用 方亚如还是给他倒了一杯冰水 至于许冰白 也一样 许冰白没在意他的忽视 四周看了看 没看到孩子身影 问方亚如 南南呢 方亚如冷冷看了他一眼 转身去刺我敲了敲门 随后推开门 过了一会儿 脚步声从后面传来 许冰白下意识回头 只见方亚如牵着一个 穿格子淑女裙的小女孩走来 小女孩长得粉雕欲拙 瓜子脸 杏仁眼 眉眼与她很像 睫毛又黑又长 像芭比娃娃 许冰白下意识站起来 整个人定在原地一动不动 看着小女孩 连眼睛都忘了眨 发觉有人看着自己 小女孩眨着葡萄般 不要乱说 方亚如轻声赤道 小女孩呕了声 却还是没忍住 偷偷描许冰白 睫毛如蒲扇般上下忽闪 煞是可爱 方亚如牵着楠楠走到沙发前 轻声给女儿介绍 这是妈妈的朋友 叫江阿姨 楠楠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江瑞叔蹲下身 向楠楠伸出手 楠楠瞧了江瑞叔一眼 见他微笑看着自己 感觉他对自己没有恶意 白镜的小脸上 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 把手搭在江瑞叔手上 跟他握了我 江阿姨 你好 你气质好特别哦 我能问问 你是做什么的吗 江瑞叔被他古灵精怪的问题逗论 你猜 小姑娘很认真地想了想 一本正经道 肯定是很威风的工作 因为你看起来特别气派 江瑞叔忍俊不惊 谢谢夸奖 男男歪着脑袋 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我是公务员 哦 男男一副秒懂的样子 公务员肯定是江阿姨谦虚 她一定是当官的 小姑娘一副笃定的表情 人小鬼大的 江瑞叔一看就知道 她肯定挠不了什么 却也不想说明 毕竟法官这身份说出来 容易让人拘谨 许冰白蹲下来 目光有点贪婪地注视着她 男男 男男打量着她 突然问道 你是我爸爸吗 许冰白顿时激动起来 你还记得我 妈妈前两天跟我说 我爸爸要来看我 许冰白将住 江瑞叔倒是有点意外 方亚如会这么跟女儿坦诚交代 就是不知道 他到底跟女儿 说了多少关于许冰白的事 男男的态度 理智的不像九岁的孩子 许冰白仿佛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浑身的血液都冰冷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直到此刻 才真正面对那个 他最不愿见到的事实 男男已经不认识她 先坐下来再说吧 江瑞叔打圆场 方亚如把男男抱到沙发上 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摸了摸她脑袋 见她的情绪没有太大波动 这才放下心来 男男隔着方亚如 还是忍不住打量许冰白 许冰白勉强平静下来 对上男男打量的目光 一字一句道 对 我是爸爸 你是我女儿 我们是亲生父女 他看着男男 怕男男有过激的反应 但男男却是看着方亚如 向他求证事实 对 他是你爸爸 方亚如淡淡道 男男沉默了片刻 你是爸爸的话 为什么我都没见过你 你去哪里了 我们见过 许冰白控制着情绪 你三岁以前 我们每天都见面 可能你已经忘了 后来 爸爸做错了事 要补救自己的错误 所以 这些年没能在家陪你 这是我的错 爸爸跟你道歉 你怎么老犯错 对不起 是爸爸太笨了 现在爸爸回来了 不会再去哪里 男男没说话 其实姜瑞叔 能理解他的心情 要说几岁的孩子 不想爸爸 基本是没有的 没有爸爸的孩子 容易被同龄人嘲笑欺负 许冰白这些年的缺席 或多或少 给男男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纵然血脉相连 也没法一下子轻轻热热 男男又是个有主意的孩子 心里肯定有芥蒂 气氛一下子冷下来 第102章 刺激 许冰白捡起身边的袋子 爸爸给你带了礼物 男男抬头看他 他最先拿出的是一本 很厚的书递给他 男男迟疑的结果 才发现 是一本年代有些久远的相册 翻开地封面 第一张照片 是许冰白抱着一个 皱巴巴的婴儿 背景应该是在医院 照片里面 许冰白要更年轻 笑得眼角都起了鱼尾纹 一看就知道他很开心 方亚如一剑 顿时色变 立一声道 你怎么还有这些东西 我知道 分开后 你肯定不会留这些东西 事先收了一些起来 还有一些是你扔掉后 我请朋友帮我捡回来的 方亚如瞪大了眼睛 这个男人的心思 竟是那么深沉 那时候便已经想到了 后来的事 早早地防着他 我从来没有防着你 我只是了解你罢了 许冰白淡淡道 指了指那张照片 轻声道 这是你出生那天的照片 你还没出生的时候 爸爸就想等你出生后 每个月都要给你拍照 以后你可以知道 自己是怎么长大的 一直拍到爸爸拍不了为止 那时候你爷爷奶奶都还在 他们也都很喜欢你 你的小名男男 还是你奶奶起的 后面果然是一张张的合影 在幻灯片时的照片中 小小的婴儿渐渐长大 越来越像男男现在的模样 男男低着头 没有再往下翻 许冰白从袋子里 拿出一个波浪鼓 摇了摇 波浪鼓发出清脆的咚咚声 这是你的波浪鼓 小时候你很喜欢 这个波浪鼓的声音 每次拿这个波浪鼓逗你 你都手足舞蹈 男男听着波浪鼓咚咚的声音 记忆一下子被拉远 感觉以前在哪里听过 却没有伸手接过 许冰白只好放在旁边 拿出一个漂亮的巴比 看着巴比 他唇边泛起了浅浅的笑意 这是你的巴比 你说他是你的孩子 每天给他换衣服 为他吃东西 还陪他看电视 为了照顾他 你自己学会了穿衣服 自己吃饭 还学会了自己一个人睡 男男低着头没说话 这是你从海边捡回来的贝壳 那次我们全家去海边旅游 第一次见海你 特别开心 看什么都新鲜 看到贝壳就让我捡回来 我们捡了整整一大袋子 谁知道有些捡回去很臭 你妈妈丢了很多 你哭得像得累人 最后你妈妈没办法 只好选了一些给你留下来 贝壳用一个玻璃瓶装着 五颜六色的贝壳堆叠在一起 煞是好看 这些是你的录像光盘 你打小对镜头敏感 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我拿摄像机拍你 你就会哼哼地手足舞蹈 后来长大些了 你平时不爱搭理人 可对着镜头 就很喜欢说话 一本正经地介绍自己 你给自己编了很多身份 每次都不一样 你妈妈还说 以后你要当明星 随着她一件一件地 说过去的是 曾经她们有个幸福的家庭 恩爱有家的父母 和备受疼爱的女儿 她们曾经过了一段 很快乐的时光 方亚如以为自己 早已平静的心 忍不住再次怨恨起来 都是她 如果不是她 她们现在可以过得很幸福 都是她毁了这个家 这时 男男突然起身 把茶几上的东西 全都扫到地上 听一声重重关上 许冰白手里 还拿着一个相框 话没有说完 就整个人僵住 客厅里一片寂静 方亚如眼睛微红 怒视许冰白 许冰白 你拿这些东西 想证明什么 想告诉她 这些年 虽然你不在她身边 但你依旧爱着她 现在爸爸回来了 她变成了有爸爸的孩子 这么好的事 应该开开心心的相认是吗 可你知道 这些年 作为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她受过多少委屈吗 你这是在逼她接受你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表现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方亚如豁然起身 指着外面的门 现在男男不想见你 你马上给我走 许冰白沉默 这时 马律师开口道 许先生 现在孩子没法一下子接受你 如果你再留下来 会对孩子 造成更大的刺激 如果你一意孤行 我们有权向法院 申请终止 你的探望权 正好将法官在这里 不如我们现场做个裁定 姜瑞书暗暗叹了口气 温声劝道 许先生 先走吧 许冰白垂下眼眸 长长的睫毛遮住眼睛 叫人看不清他的情绪 随后他无声地将东西 一样一样归之后 看着方亚如 麻烦将这些东西交给男男 这是男男的东西 希望你不要擅自处理 方亚如冷笑 男男都说是破烂 你最好带走 许冰白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 打扰了姜瑞书说了声 也跟着离开 望着缓缓和尚的门 方亚如眸光深沉 虽然不想承认 但他刚才那番作戏 确实很打动人 姜法官不会被他打动吧 马律师摇头 比很多男法官还要理性 在他的法庭只看证据 虽说上次开庭 许冰白那边看似占据了上风 但我们的优势很明显 对方根本无法抹除 今天许冰白想通过这次见面 博取孩子的好感 但结果适得其反 对我们而言却是有利的 下次开庭 我们可以用孩子的态度 来反驳他的诉求 文言方亚如放心不守 想到孩子收到了刺激 马上抛开了这些心思 我去看看男男 离开方亚如家 许冰白一言不发 眉目低垂 叫人看不真切他的神情 电梯打开 直达停车场 这时许冰白才开口 今天很感谢江法官陪我走这一趟 麻烦你了 不麻烦 正好我有空闲 姜瑞书示意他上车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劳烦江法官了 我可以自己回去 许冰白拒绝 那我送你出去 这次许冰白没拒绝 姜瑞书把许冰白送到最近的地铁站 许冰白到了声泄 转身下车 许先生 姜瑞书叫住他 我还是希望你考虑一下调解 我可以尽可能为你争取更好的探望方式 许冰白回头看他 谢谢 我会考虑的 说吧转身离开 姜瑞书摇了摇头 打道回府 第103章 烈士 直到二次开庭 姜瑞书都没有接到许冰白的调解申请 并不意外的结果 许先生 这几天孩子有跟你联系吗 法庭外碰面 赵思雨忙不迭询问许冰白 得知上次他去见孩子 没被孩子接受 他就一直担忧这件事 许冰白摇了摇头 赵思雨有些气馁 争取孩子支持这条路走不通 他们能出的招倚不多 但被告还有很多优势没拿出来 但很快 他就振作起来 没事 孩子很久没见你 肯定有点陌生 多见两次就好了 实在不行 就想办法拖到三审 再争取跟孩子见见面 李懿涵却没有那么乐观 许冰白唯一的优势 就是孩子对爸爸的渴望 如果芥蒂多于渴望 那不是一两次见面能消弭的 许冰白没说话 一时间三人的气氛有些沉闷 不多时 方亚如和马律师也到了法庭 随着开庭时间临近 旁听人员也陆续到来 九点整 姜瑞叔和两名陪审员 一起走进法庭 现在开庭 姜瑞叔敲了下法锤 宣布开庭 这次被告提出了一名证人到庭作证 这名证人 是南南目前所在班级的班主任 方又男同学 在学校的平时表现如何 马律师问道 班主任时的微胖的中年女人 戴了富白矿眼镜 看起来十分和蔼 说话的声音很温和方又男同学的成绩 一直名列前茅 从来没跌下过班级前五 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平时喜欢参加活动 是班里的积极分子 他性格怎么样 班主任笑了笑 有点娇气 不过小姑娘都差不多这样 说明家里大人宠着 但方又男同学脾气不差 为人很有礼貌 知错能改 积极上进 同学老师都挺喜欢他 你觉得 他跟家庭健全的孩子 有什么区别吗 我认为 没有多大区别 家庭健全的孩子 不一定被爱 单亲家庭的孩子不一定缺爱 关键看父母如何对待孩子 方又男同学 没有明显的性格缺陷 谢谢 马律师表示自己提问完毕 姜瑞叔将目光投向原告 原告要提问证人吗 李一涵举手 请问证人 方又男同学的成绩 在年纪多少名 班主任顿了下 250名到300名左右 全年纪多少人 400多人 全班前五 却在年纪250名之后 这么说 方又男同学在后进班 反对 学习成绩不能代表一切 方又男同学所在的学校 实行素质教育 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 以此判断他性格是否有缺陷 亦或者 他生活不如意 毫无根据 再者 就算孩子成绩很差又怎样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擅长读书 学习差不意味着有缺陷 还没等李一涵表露目的 马律师就将这条路堵死 原告方 你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姜瑞叔询问 李一涵咬牙 我收回刚才的提问 做了回去 审判长 在原告为履行抚养义务的六年中 被告不但独自抚养孩子 还给予了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这其中包括优越的经济条件 孩子从幼儿园开始 上的是本市及有名私立学校 每年学费约七八万 这不包括下令营 兴趣班 假期履行等等费用 而原告显然不具备同等的经济条件 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马律师有条不紊的陈述 再者 虽然原告作为父亲缺习了孩子的成长 但在孩子并不缺爱 刚才证人的证词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 当然 有父亲参与更利于孩子成长 但这并不意味着 需要把孩子给孩子的父亲 尤其是对孩子而言十分陌生的父亲 赵思雨举手 反驳道 正是因为孩子父亲 所以才需要跟父亲多相处 多相处不意味着要移交抚养权 被告即将带孩子出国定居 一旦出国 基本等于剥夺原告的探望权 属于严重侵权 所以 被告应该将孩子交给原告抚养 没有人剥夺原告的探望权 现在交通通讯发达 原告可以有更多样的探望方式 通讯代替不了一个充满爱意的拥抱 代替不了爸爸可靠的后背 代替不了孩子需要安慰时 爸爸一个安慰的拍肩 这是被告造成的 他理应承担侵权的后果 人生没有百分百的圆满 对于原告面临的尴尬局面 我也非常遗憾 对此被告支持原告 采取更合理多样的方式探望孩子 但从为孩子考虑的角度出发 孩子由被告抚养 比由原告抚养更有利 马律师不跟他扯原告的权力问题 涉及抚养权 法官考虑的重点只有一个 是否利于孩子 如果许冰白跟方亚如条件相当 甚至比方亚如差一点 方亚如想带孩子出国定居 许冰白起诉要求拿回抚养权 法官是会支持他的 但现在他不论哪方面 都远比方亚如要差 孩子也不接纳他 法官会把孩子判给他 才有鬼 利于孩子与否 物质条件固然重要 但也并非最重要 被告要将孩子带到国外 去陌生的国度 脱离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 离开熟悉的同学 朋友 长辈 这样叫更利于孩子 赵思雨激变道 那么将孩子交给原告抚养 让孩子脱离优越的环境 失去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 跟陌生的父亲 去陌生的地方过紧巴巴的日子 这就是原告伟大的父爱 马律师反唇相机 原告不是陌生的父亲 马律师笑了声 上周末原告跟孩子见面 没说几句话 孩子就表现很排斥 拒绝见面 这不叫陌生叫什么 赵思雨仿佛被戳到死穴 一时说不出话 如果孩子不排斥许冰白 他今天完全可以变倒对方 可是没有如果 他们的烈士 真真切切无法忽视 怎么办 该怎么反驳对方 对方很精明 压根不管许冰白 有没有被侵权 只要助了孩子跟妈妈 更有利这点 基本可以利于不败之地 他不要想 如果情欲在这里 他会怎么反驳对方 第104章 卑鄙的办法 我们的小赵律师情况不妙 萧然倚着门框 看着办公室里 正在翻阅资料的情欲 悠悠叹了口气 一点也没有干扰到 人家工作的自觉 你没案子做吗 情欲闻贤歌儿之雅意 没接他的话头 上次去递城那个离婚案 把我恶心到了 想休息几天 偷懒偷得理直气壮 最好别让陆老板知道 否则你成为合伙人的计划 会泡汤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我给他送了一个翻糖蛋糕 他女神玛丽连梦露的形状 如果这样 他还敢拿我把柄 我会让整个律师界 都知道他叫大飞 萧律师深谙 痴人嘴短 和软硬兼施的道理 情欲嘴角抽了抽 萧然把话题拉回来 这案子让你打的话 你怎么打 情欲知道 他说的是赵思雨的案子 打了白打 不如争取更多的探望权 被告要带孩子出国定居 异国探望权可不好实现 不是还没出国 萧然脑中灵光一闪 你是说 原告不应该知道 前妻要带孩子出国就打官司 他应该先找个靠谱的律师咨询 然后想办法争取到 没有不渴望父爱的 如果孩子见到爸爸过得不好 肯定心疼 这时候最容易培养感情 等到被告想带孩子出国的时候 他在起诉争夺抚养权 有了孩子的支持 法官才可能支持他的主张 至于经济方面的压力 根本不用考虑 他前期经济良好 按照抚养费标准 几乎月收入20%到30% 足够支撑孩子 在国内维持良好的生活水平 这简直是夺走了人家的孩子 还要人家负担孩子的生活费 完了孩子一年到头 还见不了几回 这操作可谓深谋远虑 老谋深算 萧然自叹不如 原告没有事先找你 真是亏大了 就在这时 秦玉的手机突然响起 赵思雨 秦玉接起电话 声音金石相机 清冷悦耳 什么事 那头赵思雨十分忐忑 意识到他们处于无法扭转的劣势 离涵也毫无办法 这样下去 就只能等法官宣判 结果已经可以预料 可是他不甘心 他临时申请了五分钟休停 给秦玉打了这个电话 秦玉肯定有办法 听到秦玉声音的那一刻 他下意识抓紧了手机 秦律师 你看了抚养纠纷的庭审直播吗 没有 意料之中的结果 但还是有点失望 很快 他收起情绪 简略地说了一下案情 目前情况是这样 你有什么办法吗 其实 秦玉确实有个办法 但也不一定能赢 见他沉默 赵思雨急声追问 你一定有办法 是吗 有事有一个 什么办法 赵思雨连忙问 但不一定能赢 而且 秦玉接着说完 比较卑鄙 赵思雨沉默 秦玉说 手段卑鄙 肯定是非常规手段 被人所不齿 他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了悬崖边 唯一能救他的秦玉 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个是坚持原则等待惨败 一个是为了翻身违背原则 内心仿佛有两个小人在剧烈争仇 一个说要胜利 一个说要原则 谁也说服不了谁 时间一分一秒过分 出来透风的旁听群众 开始返回法庭 眼看着就要再次开庭 他鼻尖冒出汗珠 呼吸变得粗重 最终狠了狠心 违法吗 以律师的身份 我从来不干违法的事 他咬咬牙 闭上眼 你说 想办法申请延期 然后尽可能地拖延开庭时间 在这期间 原告利用探望权 将孩子接到身边培养感情 争取孩子的支持延期 最多可申请两次 每次不得超过一个月 这样将有两个月时间 等开了庭 可以想办法提交新证据 再次延期 运作得好 争取个一年半载都有可能 到时候跟孩子有了感情 再争夺抚养权筹码会更大 而被告出国定居 因是早已做好安排 生活和事业的重心 都转到了国外 今年累月的官司 他不一定能耗得起 届时情况如何 谁也无法预料 但这无疑是在钻规则的漏洞 同时利用孩子的感情 还会将被告的生活 搅得一团糟 不论哪一点 都说得上卑鄙 赵思雨文言豁然开朗 可真的要去做 他心里却有障碍 还有别的办法吗 语气冷淡 有 直接认输 赵思雨掖住 他知道自己的要求太多太高 秦玉能给出这个办法 已经很给面子 这也是唯一可能获胜的方式 可是他下不了决心 赵律师 要开庭了 李一涵见他还站在走道里打电话 出来喊了声 赵思雨回头做了个手势 表示自己马上就好 他深吸了口气 飞快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秦律师 如果你是我 你会用这个方式吗 委托人找你是为了什么 秦玉反问了句 赵思雨一正 突然电话里传来挂断的嘟嘟声 是秦玉直接挂了电话 赵思雨的电话 听了全程的萧然 猜到了大概 跟你场外求助 秦玉嗡了声 小姑娘还挺有极致的嘛 知道你这个大律师肯定有办法 马上就放下身段求助 问了白问 秦玉淡淡道 到这份上了他还不听 秦玉没接话 至于赵思雨会不会听 很快就会有结果 法庭外 赵思雨收起手机 连忙跑进法庭 他刚做好 姜瑞书和陪审员一起走进法庭 重新做到审判席上 现在开庭 姜瑞书敲了下法锤 原告还有新的看法吗 赵思雨暗暗握紧了拳 紧紧抿着唇 内心激烈的斗争着 到底 要不要那么做 他闭上了眼 呼吸变得沉重 脸色渐渐苍白 额头很快冒出了汗珠 你没事吧 李一涵觉察他的不对劲 低声问道 第105章 败诉 法官这是在做最后的询问了 询问过后就会判决 这是最后的机会 最后胜诉的机会 到底要不要那么做 要不要 赵思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挣扎 汗珠顺着病脚滚落 他紧紧咬住了牙关 既想开口 又怕自己开口 很快 姜瑞书也发现了他的不对劲 关切地询问 赵律师 你怎么了 赵律师 我 听到姜瑞书叫自己 他睁开眼 突然想到 自己是不是可以假装晕倒 让庭审 中断意识到自己的想法 他吓了一跳 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卑劣的想法 你还好吧 姜瑞书见他似乎不舒服 柔声问道 我 我没事 说完这句话 他低下了头 无力地靠着椅子 好似被抽光了力气 整个人毫无生气 李一涵觉得 他这模样有点问题 不是很放心 你到底怎么了 赵思雨摇了摇头 没说话 原道还有什么意见吗 姜瑞书见状猜测 他可能是害怕败诉 很多第一次参与停变的新律师 都会这样 便收回了注意力 再次询问 李一涵心里 对结果已经有了猜测 但仍然坑枪有力道 坚持诉讼请求 被告还有什么意见吗 姜瑞书问被告 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马律师道 姜瑞书心里已经有了结果 将目光投向许冰白 下面根据相关法规 对本案进行调解 原被告 你们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不愿意 马律师毫不犹豫 李一涵看了看许冰白 其实他是更希望许冰白接受调解 调解的结果会更有力 但许冰白没给他反应 显然不愿意接受调解 李一涵暗暗叹了口气 道 不愿意 姜瑞书对此并不意外 许冰白不相信 前妻出国后会让孩子跟他保持联系 用近乎决然的决心来打这个官司 不能获得就彻底失去 由于双方不愿意调解 本庭不再做调解工作 下面进行宣判 所有人站起来 当听到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时 许冰白的双肩仿佛被卸掉了力气 无力地坍塌下来 头颓然垂下 对这样的结果早有预料 可真正面对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好接受 赵思雨也没精打采的 心里不知道是失落还是松了口气 还有愧疚 第一次参与 停便失败了 他终究没有迈出那一步 放弃最后可能胜利的机会 没有为委托人做到最后一步 最淡然的是李一涵 这不是他第一次败诉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于律师而言 胜败是尝试 竭尽全力 问心无愧就好 见许冰白颓然的模样 他有心安慰 但目前这情况 他也说不出上诉的话来 因为上诉的意义不大 只能说 探望全方面 我们还可以再争取 更好的分配方式 直到你认为合理为止 许冰白摇了摇头 不知是不报希望 还是不想再争取 低声道 谢谢你 还有赵律师 我先走了 李一涵能理解他的心情 没有挽留 好的 有需要的话随时联系 许冰白点点头 转身离开 送走许冰白 李一涵回头看着 失魂落魄的赵思雨 在他眼前晃了晃手 回魂了 赵思雨捶着脑袋 跟黏黏的小白菜式的 一次败诉而已 用不着这样 李一涵说着突然想到 这姑娘该不是跟着秦玉 那变态没打过败仗 到了他这败了 心理落差太大 接受不了吧 这么一想 他脸色有点不大好 随后想起休庭期间 赵思雨在外面打电话 不会就是在跟秦玉求助吧 你之前是在给秦玉打电话 嗯 他声音闷闷的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只是没时间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那么做 这么说秦玉 李一涵突然感兴趣 他怎么说 他说想办法延期 然后再拖延开庭时间 拖个一年半载的 让许先生有足够的 把孩子接到身边培养感情 最后利用孩子的感情 影响法官的判决 李一涵倒吸冷气 这可真够卑鄙的 什么都能利用 但他不得不承认 秦玉这办法太绝了 在几乎没有胜诉的条件下 硬生生创造了胜利的希望 在不违法 且可以主动争取的情况下 这是唯一可以争取 抚养权的方式 但他是绝对不会承认 秦玉是个好律师 这家伙的办法果然卑鄙 你也不用自责 这个案子正常来做 本来就没多大胜诉的希望 爱惜羽毛的律师 都不会接这个案子 你愿意帮助许先生 已经比很多律师要好 我们接案子 不仅要全力以赴 还要无愧于心 一次失败 不能说明你的能力高低 胜败时常有 平常心就好 秦玉的办法 厉害是厉害 但心思端正的人 压根做不出来 也难怪赵思雨下不了决心 他也看出来了 赵思雨觉得自己 没有尽全力 所以心里有所愧疚 这姑娘心思单纯又端正 怎么就去了大胜那个黑心律所 简直是绵羊进了狼窝 你当初怎么会去大胜的 李懿涵问 赵思雨没跟上他的思路 不过还是老实回答 大胜是S 是排名最高的律所 在全国也能排上号 律师收入也高 所以我就给大胜投了简历 虽然知道大胜排名高 但这么一说 就显得他们精诚不如人 怎么想都不爽 那你知道 不知道大胜是出了名的黑律所 啊 行黑手狠死要钱 李懿涵咬牙切齿 收费是挺高的 可我感觉大家都还挺好的 没有乱收费 好 李懿涵冷笑 那你想好 等会儿回去 怎么交代了吗 赵思雨整个人一将 他这次私自接案子 还找了其他律所的律师打官司 怎么说都犯了大忌 秦玉虽然还没有表态 但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要是秦玉那家伙欺负人 你就来我们京城 到时候气死他 李懿涵随口一说 但话说出口 突然觉得这腰杆好像 不错哟 秦玉要知道自己挖他的墙角 肯定会气到跳脚 而且赵思雨能力是有的 这次庭审表现可圈可点 挖过来绝对没损失 第106章 引就辞职 赵思雨一愣 去京城 京城也是S市的大律所 同样涉及各方面业务 气氛要比大安要融洽 至少不会出现 随手把实习律师 丢给别人带的缺德式 像许冰白的案子 也不会出现 没有人接的情况 李懿涵顺嘴黑了秦玉两把 赵思雨挺喜欢 跟李懿涵这样的同仓相处 不像秦玉那样 猜不到心思 动不动就智商碾压 但大安部全是他说的那样 秦玉把他丢给萧然 是因为他们的理念分歧太大 萧然更适合带他 同事关系虽不亲密 但每个人做好本分 不会拖累别人 也不会干涉别人 开始他不大习惯 这种保持距离的相处方式 但几个月相处下来 却感觉最为轻松 他最后摇了摇头 谢谢你的看重 我还是想先回去看处理结果 真不来我们京城 你来的话 我可以马上推荐你入职 就不用回去受某些人的气 李懿涵语气诱惑 赵思雨哪里听不出他这么说 很大原因是想弃秦玉 忍不住笑 李律师 你就那么看不惯秦律师 不会就因为你说了两次吧 我是那种输不起的人吗 李懿涵吃了生 我看不惯他 是因为他为非作恶 为虎作娼 为了钱 能让罪犯逃脱法律制裁 你说的是 去年那个杀气案 这只是其一 可肖律师 说他那是创举 非常了不起 而且业界因此 对他的赞誉很多 肖然跟他就是一丘之和 那女人为了赢什么都做得出来 不提也罢 李懿涵忍不住又黑了两个劲敌一把 你不想静默者黑 还是尽早离开大安为好 赵思雨笑了笑 心里却有些失落 李懿涵没什么恶意 但他邀请自己有一部分大安的原因 虽然他喜欢跟李懿涵相处 可现在却更喜欢大安的氛围 李律师 你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 不管怎么样都谢谢你 要不是你愿意帮忙 我不会有机会打这场官司 虽然输了 但我很感激你 以后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我一定一不容辞 李懿涵见他没有心动的意思 便没有再去 不用客气 有什么事可以再联系我 赵思雨点点头 那我先回律所了 回到律所刚好中午 所里很安静 没什么人在 秦玉和萧然的办公室都锁着 也不知是外出办事 还是去餐厅了 他没什么心思吃午饭 从办公桌里翻出自己 平时储存的小面包充机 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发呆 到了下午 秦玉和萧然仍是没回来 打开电脑 他想了很久 手指在键盘上徘徊 终于打出了三个字 辞职函 短短一封两三百字的辞职函 他打了一整个下午 敲上最后一个字 他从头到尾 逐字逐句反复看了几遍 确定没有任何错误后 非快点击打印 打印机嗡嗡响起来 吐出一张纸 他拿起来 眼睛盯着上面的字 又看了好几遍 铺在桌上 一个字一个字的 签下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随后整齐的折叠起来 装进一个空白的信封里 看着熟悉的办公室 以前只觉得环境舒适 并没太多想法 可到了快要离开的时候 他才发觉自己 很喜欢这里 入口的植物墙 墙角的仙人柱 走廊的吊灯 好像每一个小小的装饰 都有了感情 生出了不舍 这时 一个同事过来敲了敲他桌子 思雨 你是不是要找秦律师 他刚才回来了 赵思雨猛然回神 秦律师回来了 嗯 这会儿正在办公室 好 我知道了 他到了声谢 带上瓷城去找秦律 秦律似乎只是回来打个转 赵思雨来到他办公室的时候 他正拎着笔记本包准备走 赵思雨见状连忙道 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秦律放下笔记本 直截了当 说 赵思雨低着头 慢吞吞从口袋里取出瓷城 递到秦律面前 低声说 这是我的瓷城 秦律瞥了眼瓷城 案子输了 嗯 对不起 我没办法那么做 至少现在做不到 他觉得自己辜负了秦律的好意 没脸在他面前找理由 只能归结于自己 你看了庭审 不看也知道 是啊 秦律早说过这个案子赢不了 而最后的希望 因为他做不到而泯灭 再来一次他也打不赢这个官司 赵思雨垂头丧气 我知道 以我的身份 不应该接这个案子 更不应该找李律师一起接案子 可是不接这个案子 我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后悔 但现在我肯定会后悔 可能在你看来 我的决定很可笑 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自己 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律师 不够成熟 不够理智 容易被外物影响 未来我可能会觉得自己现在很蠢 可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不后悔 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这么做 说完了 我这么说 不是为了找借口脱退责任 我知道我的作业给大恩 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我非常抱歉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我都应该为此负责任 所以辞职是我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 希望在我离开后 能减少这件事 对大恩的负面影响 秦玉拿起辞呈 引咎辞职 可以这么说吧 他念如道 总觉得秦玉有点在讽刺他 但他底气不足 不敢质疑 秦玉拆开辞城 一目十行很快看到尾 辞职后有什么打算 这就是批准他辞职了吧 赵思雨心情低落 还没想好 准备先调整一下 然后再打算 李一涵没叫你去京城 赵思雨心头一跳 不是吧 这都能猜到 我没答应 他善善道 不过你怎么知道的 他肯定幻想着 挖我的墙角 让我气急败坏 秦玉不留情面的点评 某人智商不够 幼稚 你这种墙角 怎么可能影响到我 赵思雨气闷 我都要走了 你说话就不能好听点 第107章 公开处刑 说话只分有用和没用 跟你说好听点有用 当然有用 赵思雨气鼓鼓道 虽然我现在是个落魄的小心人 但是 万一我以后成了大律师 你有求于我吗 秦玉轻轻笑了声 赵思雨被嘲笑得面红耳赤 他是有点大言不惭 但谁还没点梦想啊 想想自己反正要走了 也不怕得罪他 直接开启吐槽模式 就算我不能功成名就 你背着一个嘴毒的名声 有什么好 你知不知道你这人 有时候很讨厌 得理不饶人 一句话明明可以好好说 非要用让人不舒服的方式 说出来 还有你知不知道你高傲的 像之毒方自赏的雄恐雀 我只是个小心人 不是职场老油条 很多事情不懂 不是很正常吗 你看不惯我可以教训我 调教我呀 可你什么都不说 非要我去猜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鬼知道你想什么 碾压别人的智商很优越感吗 还有我是比较蠢 不懂您这个大律师 那套高深的职业伦理 但我只是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 你不认同又怎么样 我又不需要你认同 我要成为的律师 不是你那样的律师 你 除了能力 就没有哪点是让人喜欢的 最后一句话 近乎吼出来的 同时感觉积压在胸口的闷气 都宣泄出来了 意图为快 真是 爽翻了 他迫不及待 想看秦玉的脸色 但秦玉脸上没什么表情 等他话音落定 只淡淡问了句 说完了 他原本是说完了的 但秦玉的语气 实在让人不爽 他忍不住继续吐槽 就你现在这种语气特别讨厌 高高在上 好像别人都是蝼蚁 你本来就是蝼蚁 你 赵思雨差点气炸了 你就不能说句人话 秦玉呕了声 既然你对我意见这么大 为什么不投诉 赵思雨哼哼 投诉你有用吗 陆老板说 你是大安的台柱子 其他人也护着你 我要是投诉你 你肯定没事 我说不定就要倒霉 其他人 秦玉这会儿倒是很有耐心 比如 比如陆老板 你是大安的招牌 他动谁都不会动你 你们还是师兄弟 虽然你们经常互对 但我知道 你们交情很深 所以他根本不会对你怎么样 还有陶灵 他平时对我挺照顾 但他是你的头号心腹 他只听你的 连陆老板都没法指使他 我要是敢在他面前说你不好 他肯定第一个告诉你 还有萧律师 萧律师是很好很好 但他肯定也不乐意得罪你 没好处 没必要 不符合他为人处事的原则 还有吗 他吐槽停不下来 还有张律师 没事的时候 跟谁都隔俩好 但有事跑得比谁都快 保命是他的首要生存心跳 苗律师 唐律师 齐律师 徐助理 和前台的小姐姐 都是你的迷弟迷妹 没你事的时候都特别好 可我要是敢得罪你 他们肯定第一个撕我 蒋律师他们几个前辈 倒是不怕你 可是他们那样的大神 也不会搭理我 雷律师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他肯定愿意帮忙 但他也是出了名的软脾气 到时候肯定是让我跟你和好 说了也白说 范律师倒是极恶如仇 可他极恶如仇是对案子的 不屑管我这种小事情 到时候说不定还说我事 史律师和苏律师几个是很公运 可是你有陆老板撑腰 他们也没法拿你怎么样 秦玉静静地听他 几乎吐槽了整个大案 但总结起来就三句话 他后台硬 他只手遮天 没人敢管 说完了 说完了 他大声吼道 一副誓死如归的样子 说完就滚吧 他被这句话 气得眼睛瞬间红了 最后一句话都不肯说句好的 这人实在太过分了 他一刻也不想看到这人 决然转身 门口站满了人 陶玲 萧然 苗律师 唐律师 张律师 蒋律师 最后 还有吸溜着奶茶的陆老板 赵思雨腿一软 差点坐到了地上 刚 刚才 他的话都被听到了 陶玲一脸沉痛 赵律师 虽然我是秦律师的助理 我确实只听他的 可我也不是背后打小报告的小人 没想到你这样看我 哎 萧然看他 仿佛看着渣男 小赵律师 我不爱得罪人 可我也不是软骨头 你让我打情欲 我是不敢的 但我敢说他话话 张律师眼神优越 小赵啊 我平时对你好 还不够吗 没想到你竟然这样看我 哎 是 我对你的好 只有我能付出的万分之一 可剩下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好 我只能对我老婆好 不然我们会闹绘闻的呀 蒋律师明显地吃瓜群众 小赵 虽然我不爱管所里的事 但你问都没问过我 怎么知道 我会袖手旁观 虽然我最后 可能还是袖手旁观 但你这么忽视我 我是真有点不开心 苗律师这个激进情势迷地 绷着一张脸 亏我以为你是情欲的忠实拥躬 所以才没有极度 你能跟在情欲师身边学习 没想到你竟然背地里 对他这么多 不满我宣布 在你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前 我要跟你绝交 最后 陆思安这个终极boss站出来 赵思雨同学 平时看你乐呵呵的 还以为你跟我们关系多好呢 原来都是我们自作多情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虽然我是老板 但答案不是我的一言堂 我一直致力于听取大家的意见 给大家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可你把我看成了秦玉的帮凶 认为我会纵容他 为非作歹欺压新人 这让我很难过 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既然如此 我要扭正一下 我和秦玉不只是师兄弟 娇庆深 还是从小认识的士娇 说实话 能给他撑腰 我挺开心的 赵思雨直接跪到了地上 欲哭无泪 这简直就是公开处刑啊 第108章 失踪 最终 赵思雨的辞诚没被批准 但他一点也不想继续待下去 背后吐槽 被人听了个拳户 抬头低头的 还要面对一个个当事人的悲情控诉 无异于酷刑 秦玉的用心太险恶了 事后冷静下来 他回想了一下当时的情景 便知道 秦玉是故意引导自己 说出那些话的 但这次他不敢怒也不敢言 只能抱着碎了一地的脸皮 忍气吞声 默默含泪 好在周末马上就到了 他可以躲两天 但这周他似乎饭水腻 周六大清早 还没睡醒 就被电话吵醒 方雅如打赢了官司 好心情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许冰白 仍然没有再出去同意书 虽然不是没有别的办法 在没有孩子 申父同意书的情况下出国 但程序太麻烦 不确定性太多 他不想拿孩子冒险 他再三考虑 决定还是跟许冰白谈判 大不了在探望上面 多做一些退步 但电话打过去 许冰白的电话竟然关机 他正犹豫着 要不要去许冰白的住处找人 正好当面谈判 这时候 家里的保姆突然打电话过来 方总 南南是不是去找你了 南南不是在家吗 我出门买个菜 回来就不见了 他没给你打电话吗 方雅如心里咯噔一下 南南根本没给他打电话 也没说要过来找他 连忙问 那他带手机出门了吗 没带 方雅如 家里有没有他留的纸条 我找了一圈 没看到 他会不会找同学玩去了 方雅如的心 瞬间坠到谷底 南南从来没有这样一声不吭 什么都没带得独自跑出去 他一向不限制孩子的自由 找同学玩 也不用这样悄悄出门 我现在马上回去 回家的路上 他先是给家里亲戚打电话 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南南 或者跟他约定见面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 他马上给南南玩的 最好的同学家里打电话 得知南南跟人家没约定 也没听说同学们有什么聚会 随后他给班主任打电话 确定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后 心理不好的预感越发强烈 匆匆赶回家 保姆说家里每个角落都翻遍了 没找到南南留下的信息 方雅如大步推开南南的卧室 在卧室里找了一圈 手机没带 iPad没带 定位手表也没带 卧室里什么都没动 只是衣柜里少了一套运动装 和一双运动鞋 南南出门了 穿的是运动装 方雅如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偷跑出去 一瞬间脑子里闪过种种可怕的猜测 每一个猜测都可能让他再也见不到女儿 顿时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光了 颓然地跌坐在床上 咕咚 脚似乎踢到了床底的什么东西 他弯腰一看 是个玻璃瓶 玻璃瓶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贝壳 除了玻璃瓶 床底还有很多东西 精致的芭比娃娃 褪色的波浪鼓 老旧的画板 这些东西 南南不是说扔掉了吗 一瞬间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豁然起身 许冰白 喂 迷迷糊糊摸到手机 赵思雨使劲睁开眼皮 看到一个好像眼熟 又好像陌生的号码 接起来就听了一会儿 猛地坐起来 你说什么 许先生拐走了南南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你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去 说把他连滚带爬翻身起床 匆忙洗漱完毕 也顾不上选衣服 随手拿了套衣服就穿上 路上给许冰白打了个电话 果然打不通 李一涵说 许冰白带走了南南 没有经过方亚如同意 虽然没有拿到抚养权 但是探望权是不受限的 纵然方亚如不乐意 他仍然随时可以探望南南 没必要偷偷带走孩子 这让他非常担心 许冰白那么在意孩子 现在彻底失去抚养权 会不会把孩子 带到不为人知的地方藏起来 一路上 他不断给许冰白打电话发消息 问他是不是跟南南在一起 但都没有收到回复 赶到住处的时候 李一涵已经到了 怎么样 赵思雨一个剑步冲上去问 李一涵的脸色不大好 不在家 我问过这里的邻居 有人说 看到许冰白很早就出门了 穿得很体面 看起来心情很好 都以为他找到了好工作 要去面试 败诉那天他什么脸色 赵思雨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好像整个人都没了精气神 可是才两天就这么好心情 除了南南怕是没有别的原因 那现在怎么办 能想办法调监控茶吗 他很着急 怕许冰白做出极端的事情来 李一涵摇摇头 调这里的监控没用 除非能通过交通系统 一路追寻他的行踪 否则走出这个小区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那有没有办法调交通系统的记录 需要方亚如那边先报案 赵思雨一顿 报案的话 就意味着许冰白 可能会多一次违法记录 方亚如那边怎么说 过了一会儿 李一涵告诉他 已经报警了 但是结果恐怕没那么快出来 报警 立案 调监控 都需要时间 尤其是寻找踪迹 监控不是万能的 有些地方存在死角 有些地方连监控都没有 这里断了踪迹 就要从其他更多的地方来查找 重新连起线索 可是时间不等人 赵思雨脸色凝重 现在最关键的是 不知道楠楠为什么会独自来找许冰白 也不知道许冰白到底把楠楠带到了哪里 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 我去找找许冰白的其他朋友和亲人看看 李一涵认为找这些人希望不大 因为许冰白早就跟老家的人断了联系 至于朋友 在他入狱后基本都没了联系 但还是行动起来 我也去 但找了一圈下来 没有打听到任何关于许冰白的消息 怎么办 怎么办 这都半天了 赵思雨心急如焚 一次次打许冰白的电话都没有打通 警方那边有消息了吗 第109章 一起去 李一涵摇摇头 赵思雨突然想起 上次许冰白探望孩子 特地叫了姜瑞书一起去 会不会姜瑞书知道他别的联系方式 这么一想 他连忙问李一涵 李律师 你知道江法官的联系方式吗 江法官 姜瑞书 对 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下 万一他知道怎么联系许冰白呢 李一涵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他们作为代理律师 都不知道许冰白其他信息 姜瑞书作为法官又怎么会知道 道 我只知道他的工作号 赵思雨问了工作号 打过去没人接 你知道谁有将法官的私人号码吗 李一涵宁没想了想 能知道他私人号码的 肯定跟他关系很好 我跟他关系一般 一时想不起来谁知道 赵思雨急得直挠头 拿着手机 咬咬牙 在律所的群里发了条消息 哪位律师知道 姜瑞书法官的私人号码吗 陶然第一个冒炮 这家伙明显记仇 一张口就戳他痛脚 大周末的你找法官做什么 是不是又悄悄见案子了 赵思雨满脸通红 没有 我找他有急事 有哪位知道吗 很急很急 拜托拜托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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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朱伟林是明儿的单身两枝花 狂风浪蝶那叫一个多 他把自己的私人信息 藏得死死的 除了法院公开的信息外 其他信息 谁也打听不到 赵思雨失望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 这时 陶灵发了句话 我知道谁知道 赵思雨精神一震 谁 赵思雨 陶助理 江湖救急 求告知 陶灵突然装死 赵思雨疯狂ad他 又撕下小窗塌 他都没有回复 这让他不由怀疑 陶灵是不是还在记仇 就在他要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秦玉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 你要将瑞叔的电话做什么 赵思雨一听有门 马上到 事情是这样的 抚养权那个案子的当事人许冰白 今天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 突然带走了孩子 现在他电话关机的 谁也不知道 他要带孩子去哪里 到底要干什么 我就想 江法官会不会知道 怎么联系他 这跟江瑞叔有什么关系 上次许冰白探望孩子 请了江法官一起去 所以我想 江法官会不会知道 许冰白别的联系方式 或者知道他可能会去什么地方 秦玉默了两秒 稍等 挂了电话 秦律师 江瑞叔这周仍是 回了凯旋公馆 接到秦玉打来的电话时 正在跟江大局玩耍 对于他的来电感到很意外 是我 你现在方便吗 秦玉的声音从电话里听来 略有些低沉 冷冷清清的带着点禁欲的意味 让人感觉仿佛有一根羽毛 在耳朵里骚动 江瑞叔一听就知道 他有正经事 马上放下了江大局 正声道 你说 你还记不记得许冰白 许冰白 记得 他是这周刚宣判的 抚养纠纷案原告 他怎么了 江瑞叔超乎常人的敏锐 一问就问到了关键 今天早上 他未经监护人同意 带走了孩子 手机关机 不知道去了哪里 江瑞叔一下子站起来 除了他的手机号码 我有他的微信 你稍等一下 他用另一个手机登陆工作用的微信号 给许冰白发了一个语音通话 一直没有人接 微信没有回复 你知不知道 他可能会去什么地方 江瑞叔想了想 许冰白悄悄带走孩子 目的无非三个 其一 带孩子躲起来 强行抢走抚养权 其二 暂时性躲避 或是为了见孩子 或是为了报复方亚如 其三 许冰白有极端想法 如果是第一个目的 只要找到他 就能找到孩子 但他这么做 肯定是预谋的 只怕一时半会儿 不一定能找到 如果是第三个目的 后果会非常严重 只有第二个是最好的情况 可是 若只是为了见孩子 或者出口气报复方亚如 回头方亚如因此终止 他的探望权 得不偿失 应该不会这么做 信息太少 我暂时想不出他会去哪里 是赵律师通过你找我的 他思维敏捷 一下子李顺了来龙去脉 秦玉N了声 能把他的号码给我吗 我现在去找他 你在凯旋公馆 嗯 我跟你一起去 秦玉说吧挂了电话 大概十分钟后 姜瑞书听到外面 传来喇叭声 他在二楼推开窗户 便见外面停着一辆熟悉的兵力 车窗缓缓降下 秦玉那张过分精致的脸 便出现在视线里 他看到了二楼的姜瑞书 马上发了条信息过来 上车 瑞书 你要出门 范阿姨见他行色匆匆 连忙问道 有点是 晚上不一定回来 他没有解释太多 说着推门而出 范阿姨顺着他跑出去的方向 看到外面停着一辆车 他认得出 那车挺贵的 这里也有人开那个车标的车 随后 他看到姜瑞书上了那车的副驾驶 惊鸿一瞥地看到 驾驶坐上是个男人 虽然那人戴着墨镜 但看样子很周正 年纪也不大 一看就是个年轻有为 事业有成的人 瑞书刚才说 晚上可能不回来 难道 范阿姨眼睛一亮 难道瑞书谈恋爱了 他越想越觉得这个 可能很大 要知道 瑞书平时的生活就三点一线 除了去法院就是回家 就是跟朋友出去玩 也大多是法院活动 或者同事聚餐 都没听说他周末 单独跟异性出去玩 晚上还不回来 那是要在外面过夜啊 瑞书看上的男孩子 肯定很不错 就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家里什么情况 怎么认识的 认识多久了 有没有结婚打算 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范阿姨激动地搓手手 恨不得马上追上去看个究竟 但到底还是忍住了 开心地抱起江大菊 大菊 你姐姐给你找了个姐夫 开心吗 开心吧 我们开个罐头庆祝一下 江大菊喵喵叫了两声 梅打里突然激动地两脚兽 埋头吃罐头 第110章 父爱还是心机 江瑞书压根没有范阿姨 想象中的甜蜜氛围 系好安全带 只看了秦玉一眼 直接进入话题 刚才电话里说的太简略 现在能跟我详细说说吗 这案子我不熟 你跟赵思雨联系 秦玉把号码告诉他 电话很快打通 赵律师 你好 我是江瑞书 那头赵思雨听到是他 激动地叫了声出来 江法官 你知道许先生别的联系方式吗 因为秦玉不了解案子 江瑞书开了免提 让他也听听 我有他的微信 但我刚才尝试联系他 没有收到回复 你能跟我说一说具体情况吗 从怎么发现 孩子不见到确定 许先生带走孩子 第一个发现孩子不见的是方家的保姆 他买菜回来发现 孩子不在家中 也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没任何通讯工具 后来通过监控确定 孩子是在保姆外出期间独自出门的 离开小区后 他打了辆车之后便失去了综艺 怎么确定是许冰白带走了孩子 他记得上次去探望孩子的时候 孩子对许冰白很排斥 又怎么会主动出门找他 方女士在孩子的床底 发现了许先生送的礼物 另外就是 许冰白今天也很早就出门了 听邻居说他打扮得体 心情很好 目前又联系不上 很可能就是他带走了孩子 也就是说 除了种种巧合 没有证据证明 是许冰白带走了孩子 是吗 赵思雨一愣 可是除了他 还有谁会带走孩子 孩子是主动出门的 有可能遇到任何意外 许冰白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江瑞书认为 许冰白固然可能性很大 但其他意外也不能不考虑 如果真是巧合 岂不是完全耽误了 寻找孩子的时机 家属报案了吗 方女士已经报了 男男才9岁 失踪的话 警方一定会马上立案 有庞大的监控系统在 他们几个人 其实帮不上太大的忙 但是敢等着也不是办法 江瑞书决定 还是见面再说 你现在在哪 我们过去找你 我和李律师 再去方家的路上 我们找了大半天 虽然没什么线索 但总得跟方女士交代一下 行 那一会儿见 江瑞书挂了电话 赵思雨突然想起他说 我们 江法官还跟谁一起 半小时后 他终于知道 江瑞书跟谁一起 看着从门外 一起走进来的两人 下巴掉到了地上 你们怎么会一起 是秦律师找了我 江瑞书解释道 秦律没有否认 也是 秦律师知道 江法官的联系方式 顺道去接他过来 也没什么奇怪的 赵思雨抛开了这个问题 心里不由嘀咕 秦律师怎么会有 江法官的私人号码 不是说江法官的 隐私保守得很紧密吗 江瑞书走进客厅 看到了靠在沙发上的方亚如 看到江瑞书 方亚如很激动 豁然起身大步走到他面前 一把抓住他的手 江法官 他有没有回复你 江瑞书看着他 方亚如双眼不满血丝 脸色憔悴 额前的发丝落下来 显得有些凌乱 但他根本没心思在意 一身职业裙装 也皱巴巴的 跟上次见面时的女强人形象 已截然不同 江瑞书摇了摇头 没有 方亚如仿佛刚刚鼓起了气的气球 在听到他这句话后 马上泄掉了所有的气 肉眼可见地颓丧起来 抱歉 江瑞书歉意道 方亚如抹了八脸 摇了摇头 他尝试了所有的办法 报警 发布寻人启示 找媒体 找熟人 找所有能找的人 发动所有能发动的渠道 都没能找到南南和许冰白的踪迹 江瑞书只是承办案子的法官 对许冰白的了解 还不如李懿涵这两个律师 又怎会知道 许冰白的消息过了一会儿 他才注意到 江瑞书身边还有个男人 这位是 这是大安律所的秦玉秦律师 江瑞书先介绍了秦玉 随后跟秦玉介绍这位是方亚如女士 方亚如没有太多心思招呼人 请来坐吧 两人也没在意他态度疏忽 落座后 江瑞书开口问道 方女士 我想确定一下 目前有证据表明 是许先生带走了南南吗 不是他还是谁 方亚如突然激动起来 笃定了是许冰白主导了这一切 恨到五官都有些争鸣 就是他骗走了南南 你怎么确定 是他骗走了南南 上次见面的时候 南南明显对他很排斥 都是许冰白那个贱人 方亚如历声大骂 我上次就不应该同意他来看南南 他利用南南对爸爸的渴望 利用南南的天真善良 故意在他面前 演那么一出苦情戏 南南看着嘴上不饶人 可早就心软了 那些东西 许冰白给的那些东西 一样样的都在戳他的心 让他愧疚 让他自责 让他对我产生不满 我应该一早全部扔掉 不然南南也不会被他骗到 都怪我 都怪我 怪我 怪我 他捂住脸 失声痛哭 几人漠然 四人当中 只有姜瑞叔知道 许冰白送了什么东西 不得不说 那些东西的确很能打动人心 南南还是个几岁的孩子 很容易被影响到 可究竟是父爱还是心机 姜瑞叔无法断定 或许前者 或许后者 或许两者都有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姜瑞叔暗暗叹了口气 轻声安慰道 方女士 你不用太自责 蓝蓝离家 不一定是因为怪你 即便他心里渴望爸爸 可陪伴他长大的人是你 不是许先生 谁也无法代替你对他的意义 那他为什么要一声不吭地走 他要见爸爸 难道我会拦着他吗 大概是 害怕你知道 他想见爸爸 你会不开心 方亚如一正 你不希望他见许先生 是吗 姜瑞叔轻声道 大人总以为能瞒着孩子 其实父母有什么事 孩子是直观的感受者 因为孩子天生关注父母 因为他们还没长大 还要养父母 鼻息生活 他们不说 不意味着不知道 秦玉不动声色地看了眼姜瑞叔 观察他眼底的情绪 第111章 没有信典 我 方亚如突然意识到 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你不用自责 现在最要紧的是 找到男呢 姜瑞叔问道 他离家的时候 有没有带走什么 就穿了一身运动装 背了个双肩包 有钱包和钥匙 警方那边有消息吗 方亚如摇了摇头 了解到方亚如 已经发动各种渠道 去寻找男男的下落 警方也正在排查 许冰白和男男的行踪 姜瑞叔在自己的微博大号 和朋友圈 转发了寻人启事 感觉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四人没有在方家多待 很快离开 赵思雨闷闷不乐 在方家就没怎么说话 离开后仍是一声不吭 渐渐地越走越落在后面 突然停下脚步 其他三人回头看他 他低着头 如果 如果我没有帮许先生 打这场官司 他是不是 是不是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这怎么能怪你 一个人要做什么 最终做出选择的是他自己 你帮他 让他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权利 应该感激你才对 李一涵安慰他 可要不是给了许先生希望 他是不是就不会经历 希望磨灭的打击 就不会产生极端的想法 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他一时有些茫然 自己是不是帮错了人 有些人不应该帮助 可是这样的话 什么样的人才应该帮助 该怎么去判断 姜瑞书道 许先生会对孩子如何还未可知 如果这只是巧合呢 你没必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照你这么说的话 如果他因此做出极端的事来 是不是应该怪我 没有把抚养权判给他 当然不能怪你 不管法官怎么判决 总有一方会输 输的一方 怪谁都不能怪 依法判决的法官 赵思雨脱口而出 那不就得了 外因固然重要 但内因才是决定因素 姜瑞书看向没发言的情欲 秦律师觉得呢 秦玉懒懒地掀起眼皮 如果许冰白杀了人 你觉得是自己给了他希望 又让他绝望 导致他走上了奇路 他嘴里吐出一句 脸真大 姜瑞书 李一涵 赵思雨 这人嘴真毒 赵思雨满腔的忧郁 瞬间成了渣渣 你 我不跟你说 李一涵一瞧 两人闹矛盾 呵呵一笑 当着秦玉的面挖墙脚 赵律师 不然你还是要我们京城吧 跟这种人共事得折收二十年 早走早止损 秦玉喝了声 蠢货跟傻逼混 不会复复的症 只会又蠢又傻 靠 什么叫跟他混会 又蠢又傻 李一涵脱口而出 跟你这种有毒的人混 岂不是又蠢又毒 扑 姜瑞书没忍住 笑得满地找头 有这么埋太人的吗 赵思雨脸都绿了 秦玉给他盖戳就算了 李律师 你真是有君 李一涵意识到自己口误 连忙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赵律师你别误会 都是这家伙带歪了我 赵思雨不想跟他说话 姜瑞书忍住笑意 倾壳了声 警告两位男士 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 在律师界都能叫出名字的高知人士 你们说话的时候 能不能考虑一下女生的感受 这里有女生 秦玉一个反问 姜瑞书挑挑眉 没有 一个二缺 一个白痴 一个 他的目光扫过李一涵和赵思雨 最后落在姜瑞书身上 停了下来 姜瑞书看着他 唇边含笑 眼里也是笑意盈盈 却莫名有一种威胁的意味 法官 他说 法官没有性别 秦玉慢条斯理道 在我眼里 法官没有性别 如法官眼里 没有身份 种族 性别一样 没有性别 姜瑞书微低头 将他的回答在心里念了一遍 轻轻笑了声 李一涵也回味了一下他的回答 道理没错 可听起来 怎么就有点不对位 突然 他脑中灵光一闪 猛地跳起来 擦 秦玉你个马屁精 王威以为你 跟谁都很没冷对 没想到你竟是这样 这样的小人 当着法官的面 夸他一视同仁 不畏强权 不欺弱小 这不是拍马屁是什么 李一涵觉得 秦玉在自己这里的人设崩了 崩得天崩地裂 以前只是嘴毒心黑 现在还会拍马屁 真是没有比他更卑鄙无耻的人了 秦玉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不想跟傻缺多说 免得背详志 李一涵准确get到他眼神中的鄙视 当急撸起袖子 要上前跟他算账 姜瑞书觉得他俩 就跟小学生吵架一样 忍着笑意劝和道 好了好了 你们都冷静点 我很冷静 秦玉道 李一涵不想被比下去 马上摆出一张冷脸 我也很冷静 既然你们都很冷静 那么 下面你们打算做什么 赵思雨想了想 轻声道 我想再去许先生的住处问问 看有没有别的线索 如果他回来了 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李一涵心里知道这个希望很小 但还是道 我跟你一起去吧 赵思雨点点头 那讲法官呢 我回去看看 能不能联系别的渠道扩散消息 光靠几个人无头苍蝇似的 满大街乱逛 基本不可能找到人 不如尽可能扩散消息 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留意难难的行踪 我送你回去 秦玉道 多谢 秦玉的车停得很近 两人先上了车 在经过李一涵和赵思雨的时候 他降下车窗 语气凉薄地警告了一句 不管你发现了什么 或是看到了什么 必须跟我汇报 不准成英雄 给律所惹麻烦 你 赵思雨跳脚 但秦玉没给他反驳的机会 说吧就升起了车窗 车一下子滑了出去 什么人吗 赵思雨朝兵力消失的方向 做了的鬼脸 愤愤不平 江瑞书朝后视镜看了眼 轻轻笑了笑 你对你们律所的新人 还蛮照顾吗 秦玉瞥了他一眼 你从哪看出来 我照顾新人 那你大周末地跑出来 找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 当事人做什么 难道是为了我 他朝他眨眨眼 把他给 恶心到了 第112章 有消息了 请将法官有点自知之明 他长着方向盘 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 江瑞书不以为意地笑笑 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车厢里安静下来 他望着外面飞快掠过的景色 思考起南南失踪的来龙去脉 你认为是许冰白带走了南南吗 你不是没有证据 不认定是许冰白带走孩子 秦玉反问 理智上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情感上 我认为是他带走了南南 你的情感和理智 可以分得这么清楚 你不可以 江瑞书反问他 其实他和他的职业 在某些地方有所相似 比如不能过于情感用事 他不能在法庭上 因为同情 谁就罔顾事实偏向谁 而他不能因为另一方可怜 就罔顾自己委托人的利益 这无关对错 只是立场不同 秦玉没接话 回答他第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别的原因 许冰白的嫌疑最大 别的原因 江瑞书偏头看他 比如 早恋 或跟网友见面 早恋 南南才九岁 秦玉看了他一眼 现在的小孩从幼儿园开始 就谈男女朋友 小学已经懂约会 初中 你考大学的时候 人家已经换过几任对象 江瑞书 他果然是年纪太大 跟不上时代了吗 不过 你这看乡下人眼神是怎么回事 你个铁处长 好意思在他这里找优越感 不过秦玉这么一说 他倒是想起 听说过的几起幼女出走的案子 十来岁的孩子 在网络上交了朋友 这个年纪的孩子 还不知道人心险恶 很容易相信别人 轻易就被网友甜言蜜语 骗得离家出走 南南年纪虽小 但这也并非不可能 不过 他想了想 上次见到南南的情形 摇了摇头 我认为 这种可能性不大 南南是个很有主意的孩子 年纪不大 但并非不安适适的小女孩 但他还是被骗走了 不一定是骗 你认为许冰白不会做什么 他是南南的爸爸 这世上不是所有父母 都会为孩子着想 虎毒不食子 但仍会 江瑞书深深看了他一眼 那如果你是许冰白 你会带南南去哪里 我不是他 假设一下 假设不了 他语气坚定 我不会失去家庭 更不会失去孩子 那是因为 你根本没有家庭 也没有孩子 当然不会失去 江瑞书暗暗吐槽 决定不跟他继续话题 他又给许冰白发了条消息 每隔十分钟 他就给许冰白发一条消息 至今没有收到回复 但只要他开机 就一定会看到这些信息 就在这时 他手机丁一声响 是一条新的新闻推送 似乎有女孩 失踪的字样 似乎就是说南南的事情 但还没等他看清楚内容 赵思雨的电话打了过来 江法官 南南有消息了 十分钟后 四人再次会合 刚才警方传来消息 说春宁路的监控 拍到了南南 他跟一个男人一起出现 据辨认 那个男人应该就是许先生 赵思雨有点激动 找了大半天 终于有消息了 什么时候拍到的 江瑞书问 大概十点这样 那已经过去将近六个小时 这六个小时里 没有别的消息了吗 暂时没有 但至少可以证明 是许先生带走了南南 排查的范围可以缩小 那么排查到了吗 没有 江瑞书并不乐观 六个小时 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离开S市 甚至本省都可以 而这么长时间 许冰白和南南 只被拍到了一次 说明许冰白有意避开监控 很可能他早就计算过路线 知道他如何带着南南 不被拍到 不 不对 现在 在全世人都关注南南 失踪的情况下 他和南南的目标很大 他怎么带着南南 避开人们的视线 避开无处不在的监控 要么是躲起来 要么是做了乔装打扮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南南配合了许冰白 秦玉突然说 江瑞书猛然看着他 发觉他的思维 跟自己同步 对 如果不是南南配合 许冰白在没有 交通工具的情况下 基本没有可能 不被发现地带走南南 什么意思 赵思雨没听懂 这眉头莫尾的话 江瑞书还在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 没回答赵思雨的疑惑 如果是南南配合了许冰白 说明他应该知道 许冰白要带自己去做什么 秦玉恩了声 表示赞同 多年未见女儿的爸爸 再见到女儿后 会带他去做什么 江瑞书继续思考 亲子时光 江瑞书抬头看他 秦玉知道 他明白自己的意思 继续说 如果他这六年没有缺席 平时他会接送孩子上下学 周末陪孩子去吃炸鸡披萨 逛街购物买玩具 还有 江瑞书打开手机地图 将某处放大 一起享受童年 赵思雨看了眼地图 突然明白过来 你们是说 许先生带南南 一起去游乐园玩了 手机上被标注的地方是 S是一座很著名的游乐园 里面有孩子们 喜欢的各种项目 很多家长喜欢周末带孩子去这里玩耍 只是猜测 江瑞书搜索路线 去游乐园要半小时路程 没有别的消息 不如去游乐园看看 许先生想带孩子去玩 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吧 赵思雨觉得不大可能 去看看 也没什么损失 不是吗 他拉开车门 半小时后 他们抵达游乐园 买了四张成人票 四人先后入园 发觉这里需要身份证 赵思雨萌生了一个想法 能不能想办法 去查看入园游客的记录 恐怕不行 这涉及个人隐私 我们不是办案人员 没有司法机关出具的证明 园方不会随意 让人查看相关记录 江瑞书破灭了他的幻想 随后看着入口络绎不绝的游客 而且只是需要身份证购票 但没有人脸识别 用别人的身份证购票入园 也没问题 也是 赵思雨叹了口气 看着往来如梭的游客 突然觉得亚历山大 第113章 打开方式不对 游乐园占地数万平米 每日接待上万人 要在这里面找出两个人来 无异于大海捞针 而且爸爸带女儿来玩的搭配比比皆是 如果许冰白带楠楠来这里 谁也不会过多注意 饶式已经午后 太阳依旧 空气里的高温让人汗流加倍 每走一会儿 赵思雨就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这么找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园子这么大 每个项目光是 走一遍都要两三个小时 就算许先生和楠楠在这里面 他们也不会一直待在一个地方 我们得想个办法加快速度 那分开找吧 江瑞书到 四人迅速划分了寻找区域 马上分开行动 江瑞书一边走 一边拿许冰白和楠楠的照片 询问过往游客 一个小时后 他走完了自己所在区域的 所有游乐项目 没有发现什么踪迹 快七点了 这时 路边的灯铃次质比亮起 如连一般向远处扩散 整个游乐园仿佛进入了 另一个世界 紧接着 旁边的旋转木马 也亮起了五光十色的灯 梦幻如童话 爸爸 爸爸 我要坐那个木马 妈妈 我们去坐木马 好好好 咱们一块坐 宝贝等等 你爸爸还没回来呢 孩子们跟小老虎一样闹腾起来 大人们根本没法抗拒 或是兴奋 或是无奈地被拽着走 脸上无异不是快乐的笑容 江瑞书微微一笑 真是快乐的童年 女士 你要拍照片吗 旁边帮忙拍照的工作人员 见他看着木马 友善地上前问道 江瑞书回头 微微一笑 谢谢 不用 其实 不仅孩子喜欢这里 很多女孩子也喜欢 晚上灯亮起的时候 在上面拍照 很漂亮 趁着现在吃饭的点人比较少 排队很快的哦 工作人员见他一个人在这里徘徊 还以为他遇到了不开心的事 便有心跟他多聊几句 把相机里的照片调出来 你看 随便怎么拍很好看 你这么漂亮 气质又这么好 我保证给你拍得美美的以后 也是一份很美好的回忆呢 相机里飞快切换的照片 或是一家三口 或是情侣两人 或是朋友结伴 也有如他这般独自一人的 一张张洋溢着快乐的脸庞 真的很美 江瑞书正想拒绝 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的小哥 脸一下子红了 你 麻烦切回上几张照片 小哥呕了声 红着脸切回前面的照片 停 看到某张照片 江瑞书轻声喝道 照片里的两人 穿着迷彩青子装 头上戴着同款鸭舌帽 相似的眉眼 一看便是妇女 这样的打扮 叫女儿 看起来像个小男孩 照片里 他正坐在木马上 板着的小脸异常严肃 仿佛如灵大敌 爸爸则像护卫一样站在旁边 唇边含着浅浅的笑意 是许冰白和楠楠 江瑞书连忙看了下拍照时间 6点22 大概半小时前 也就是说 许冰白和楠楠的 却就在游乐园里 半小时前 他们在这里拍照 这里距离出口很近 有些游客喜欢从入口玩起 但也有游客喜欢从里面玩起 这样不用走回头路 玩到这里 基本就结束了 很多游客会拍完照后 就离园回家 如果许冰白和楠楠 在第一次被拍到后 就直接来了这里 那现在应该已经玩了几个小时 到了要离开的时候 江瑞书连忙打电话 给其他三人 旋转木马这里 许冰白和楠楠 曾经拍过照片 给三人打过电话 江瑞书马上拨了报警电话 刚才我在水上游乐园 看到今天失踪的 九岁女孩楠楠的照片 她跟生父许冰白先生在一起 拍照时间为半小时前 地点为水上游乐园 旋转木马 拍照人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目前不知他们 是否已经离开水上游乐园 接线员连忙记录下信息 表示会马上派人过去 这时 秦玉和李一涵两人先后赶到 许冰白和楠楠的照片 江瑞书让他们看了照片 他们似乎真的来玩耍的 如此大费周章 只为了带孩子来游乐园 秦玉道 赵思雨听她这么一说 心再次提起来 楠楠也不是马上就要出国 她想带孩子出来玩 不至于这么做 她不会不知道 这么做 可能会导致她失去探望权 怎么都有一点 孤注一掷的感觉 我刚才已经报警 警方应该很快会过来 江瑞书看着李一涵和赵思雨 李律师 麻烦你和赵律师带这位小哥 去找原方保安部 告诉他们 失踪女孩男男在他们这里 行 李一涵一口硬下 马上就走我们再找找 江瑞书看着秦玉 为什么让我找人 你人高腿长走路快 秦玉眸光深邃 站着不动 嗯 打开方式不对吗 江瑞书马上到 你脑子灵活 一点就通 有你在找人事半功倍 还有一点很重要 你体力好 秦玉 这女人不是在调戏的 江瑞书似乎真的只是在夸他 没有别的意思 宠他微微一笑 秦玉师现在可以抬抬脚 跟我一起去找人了吗 秦玉眸中划过一丝暗光 暂时抛开乱七八糟的念头 问道 你想怎么找 他看了下手表 这个时间大部分人都在用餐 如果许冰白没有离开游乐园 应该跟男男在某个地方吃晚餐 不如我们先把这里面的餐厅都找一遍 秦玉没有发表意见 默认了他的计划 游乐园远离市中心和开发区 除了游乐园自建的美食一条街 附近并没有餐厅 江瑞书和秦玉两人 便一家挨一家地去 这些餐厅里寻找 这样找人无异于壮大运 但这次江瑞书的运气用完了 而秦玉 他的运气似乎完全不在这方面 两人找了一圈下来 没有找到许冰白和男男 也没有再发现他们的踪迹 第114章 把天了死 难道他们已经离开了 江瑞书心里没底 但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晚上的水上游乐园依然游人如梭 要在这流动的上万人中 找一对不起眼的妇女 实在太难了 走了大半天又累又饿 江瑞书就近找了个十吨坐下 看着夜幕渐渐降临 感觉到了无力 要不要喝点什么 男人如金石撞击的声音 突然在身后响起 在燥热的夜色里 仿佛一道清风吹过 耳边为之一镜 江瑞书扭头一看 只见秦玉后面有个小吃摊 卖热狗烤玉米和一些饮料 晚风阵阵吹来时 隐约能闻到一股香味 冰水 谢谢 是的 一根热狗 秦玉去买了两瓶矿泉水 和一根热狗 谢谢 江瑞书接过矿泉水和热狗 拿出手机点了几下 紧接着 秦玉就听到自己手机 响起一声提示音 点开一看 是江瑞书通过支付宝 给他转了二十块钱 没算错吧 他问了句 秦玉面无表情拧开瓶盖 淡淡嗡了声 站在一旁默默喝水 看着一个个活蹦弯跳的孩子 手足舞蹈着 跟爸爸妈妈说着什么 有的还穿着主题服饰 把自己扮成小英雄或小公主 江瑞书唇编不由露出了笑意 现在的孩子可真幸福 不仅有各种新鲜的玩具 还有各种好玩的游乐园 你小时候没玩过游乐园 没有 他语气遗憾 还没来得及伤感 就听他说了句 也对 你这种十五岁上大学的人 应该没有童年 江瑞书 江瑞书我听说秦师兄 你上大学也挺早的 你今年放龄三十二还是三十三 当年你比我高两级 那你高考的时候应该是 中学太无聊就提前考了大学 他轻描淡写的语气 江瑞书 这直接把天聊死了 江瑞书简直不想理他 就在这时 电话叮铃铃响起 赵思雨激动的声音传来 江法官 监控 监控拍到了 就在刚刚 许先生带着楠楠去了急速漂流 急速漂流 江瑞书没有来过这里的急速漂流 但一听名字就知道是惊险性项目 听说以前这个项目 曾有人在漂流中溺亡 一度叫停 整顿了许久 才重新迎客 好 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 示意秦玉快走 刚才监控拍到许冰白和楠楠一起去了急速漂流 两人飞快奔向急速漂流的码头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很抱歉 这位女士和先生 急速漂流已经过了营业时间 你们可以明天再来 那里面怎么还有人在船上 江瑞书他隐约看到 前面的河道里有漂流船开动了 如果许冰白和楠楠在 应该就在那艘船上 他们是最后一批上船的 我们找人 江瑞书急声解释 工作人员却以为他不甘心再找借口 怕他们擅自跑进去发生意外 整个人拦在了出口处 礼貌地劝阻 那您和这位先生在这里稍等片刻 最后一个客人很快就会回来 没等江瑞书再说什么 秦玉双手一撑 直接翻出围栏 朝江瑞书伸出手 出来 江瑞书毫不犹豫 把手伸给他 借力跳了出去 两人飞快跑向码头 唉 两位客人 你们不能这样 工作人员在后面大喊 等他们跑到码头 船已经开动 江瑞书却清清楚楚地看到 船上有一大一小两个人影 分明就是许冰白和楠楠 许先生 江瑞书沿着河道追上去大喊 楠楠 许冰白抬头 远远跟他的视线对上 许先生 请你现在下船好吗 晚上漂流太危险 你跟楠楠不要冒险啊 许冰白朝他挥了挥手 没有回话 就在这时 警察匆匆赶来 一起赶来的 还有气喘吁吁的赵思雨 和李一涵 以及脸色惨白的方亚如 方亚如正好看到这一幕 风湿地追上去 撕心裂肺大喊 许冰白 你把楠楠还给我 楠楠 你快回来 快回来啊 但漂流船打着转 越飘越远 很快就进入了拐弯 消失在众人视线里 楠楠 楠楠快回来 方亚如追过去 差点掉进河里 被江瑞书拽了回来 方女士 前面太危险 你不要过去 方亚如还想挣扎 但江瑞书牢牢抱住他 将他给拽了回去 眼睁睁看着漂流船消失 他的情绪更加激动 人的工作人员呢 快让他们停下来 工作人员抹了抹额头的汗 这个开动了很难停下来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过一会儿 他们就回来了 万一不回来呢 你能负责 方亚如听到这话立即爆发了 他完全不相信许冰白 大晚上漂流多危险啊 许冰白好心的话 怎么会偷偷摸摸骗走孩子 还带孩子来玩这种项目 但凡男男有万分之一出事的可能 他都堵不起 工作人员满头大汗 他们马上要进隧道了 快想办法让船停下来啊 你们快想办法呀 方亚如近乎风魔的大喊大叫 警方很快做出了安排 三个人坐船追上去 其他人分两路 一路去监控室监控河上的情况 一路去下游等漂流船出来 预防突发情况 准备随时救人 江瑞书仍在想 许冰白最后那个眼神和手势 他到底是打招呼 还是道别 赵思雨急得团团乱转 一会儿担忧 也不知道许先生和男男到哪里了 我听说河道中断比较惊险 不会发生意外吧 一会儿自责 要是早来两分钟就好了 两分钟就好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每个人的心都在煎熬 期盼着时间快点过去 十分钟后 漂流船没有出现 方亚如瞬间崩溃 风势地冲向漂流船 要亲自下河道找人 被赵思雨和李一涵拦住了 江瑞书望着越发浓郁的夜色 心渐渐沉到谷底 难道还是发生了不好的结果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突然滴滴滴响起来 第115章 豌豆公主 这时 一阵咕咕声响起 在安静中特别清晰 江瑞书下意识看情欲 突然想起 这人一整天下来 就喝了一瓶水 低迷未尽 不饿才怪 外面很多小吃 你要吃点什么 我请客 江瑞书大放道 不用 他从旁边摸出一块巧克力 慢条丝里拨开包装纸 掰了一块放进嘴里 江瑞书没错过 他眉宇间嫌弃的神情 一时有些无言 这人就是个参风引路的小仙男吧 江瑞书推门下车 一头扎进美食一条街 过了大概20分钟 他拎着一个纸带回来 站在外面敲了敲驾驶座的玻璃 路紧记得查点 虽然比不上米其林餐厅高端大气上档次 但保证干净卫生 缓缓降下的车窗 露出情欲那种过分精致的脸 他看了眼江瑞书 眼神有点复杂 好在嘴里没说出什么 让人想打爆狗头的话 磨蹭了一会儿 动身下车 看在他态度良好的份上 江瑞书非常妥贴地 帮他把筷子拆出来 然后双手奋上餐盒 大佬宁请 秦玉嘴角抽了抽 虾脚的皮晶莹剔透 一口咬下 Q弹的虾人在尺尖微微回弹 咀嚼之间鲜嫩的口感释放出来 一满口尺尖 虽有些瑕疵 倒也能入口 秦玉慢条丝里地咽下一个虾脚 莫不吭声夹起第二个 随着近视增加 灼烧的胃终于不再闹腾 仿佛被顺毛摸的小动物 渐渐平静下来 江瑞书捧着自己的餐盒 发觉秦玉这人不说话的时候 看起来还挺乖巧的 像个听话的小学生 想起他明明嫌弃的要命 还是陪自己去大街小巷里找人 脾气大势大了点 优点也挺明显的 秦律师 秦玉看他 他环视了一下停车场四周 你从来没有这样吃过晚餐吧 粗糙的食物 简陋的环境 连餐桌都没有 以他的讲究 要不是给面子 怕是宁愿饿着也不吃 秦玉的语气里 不含一点情感 我曾经参与一个 联合打假的官司 为了取证 我和证人装成食客 去大排档吃饭 后来证人提交上来的视频里 后厨很多菜洗都不洗 就直接窃 抽油烟机的排风口上 全是油污 多到温度一上升 就会滴下来 厨师从鼻孔里 扣出很大一坨鼻屎直接甩掉 可能甩进了锅里 江瑞书突然食不下咽 随后 他悄悄观察了一下 秦玉的表情 实在忍不住有点好奇 冒死问道 难道那盘菜是你点的 秦玉喝了声 眼里迸射出凌冽的寒光 我像那么倒霉的人吗 江瑞书露出一个完美的微笑 很明智地终止了这个话题 秦玉虽然讲究多 但进食的速度不慢 一盒虾饺没几分钟便吃完了 见江瑞书也刚好吃完 要收拾餐盒 难得发挥了绅士精神 给我吧 江瑞书一点也不客气地 把餐盒递给他 指了指前面 垃圾桶在那边 秦玉拎着袋子走过去 夏天的垃圾桶气味不大好闻 他走到距离垃圾桶 还有几步远的地方 捂住口鼻 手一抬 袋子精准地落入垃圾桶里 发出冬一声清响 垃圾桶里的味道弥漫出来 下一刻 他脸色巨变 逃命似的大步窜回来 江瑞书将这一幕瞧在眼里 差点没笑出声来 想起一个童话 一个王子想找一个真正的公主结婚 有一天城外来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说自己是公主 为了验证她是不是真正的公主 皇后取了一颗豌豆 然后在豌豆上铺了二十张床垫 又铺了二十张鸭绒被 晚上 公主就睡在这些床垫和鸭绒被上面 第二天 大家问公主睡得怎么样 公主说一整晚没睡好 有一粒很硬的东西搁着她 弄得她全身发紫 于是大家肯定 她就是真正的公主 因为除了真正的公主以外 任何人都不会有这么稚嫩的皮肤 秦玉 跟豌豆公主某些方面 简直神似 秦玉差点没把刚才吃的虾脚给吐出来 跑回来立即上了车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 脸色难看到极点 一副打死不愿下车的模样 姜瑞叔轻咳了两声 将翘起的唇脚压下去 回身上车 跟她解释了一句 环保工人早晚都清垃圾的 但这附近是美食一条街 垃圾桶里多是协议服务 加上天气太热 所以很容易产生异味 秦玉含着薄荷糖 板着脸不想跟她说话 姜瑞叔没有嘲笑她 秦玉反应这么强烈 应该跟她的生活环境有关 这不能说是矫情 让一个常年出入高级餐厅的人 突然接受脏腕差的环境 跟让一个底层人物 马上习惯高级宴会差不多 她看了看手表 十一点了 一到深夜 她尝试再次拨打许冰白的电话 仍然没有开机 许冰白到底想做什么 不管做什么 肯定早有计划 秦玉难得夸了句 能避开这么多监控 跟所有人打时间差 每次都在被发现前离开 反侦察意识很强 极有犯罪天赋 她当年那个诈骗案 如果要跑的话 警方不一定能那么顺利抓到人 你这是夸人 还是损人 姜瑞叔有点无语 你觉得她之所以会事发后 马上被抓 是因为抛不下家人 这样的话 入狱后的几年 对她打击不可谓不大 先是父母先后去世 接着妻子跟她离婚 拿走了孩子的抚养权 她最为在意的 给了她最致命的遗迹 大概吧 情欲语气淡漠 姜瑞叔却有点担心 以许冰白的智商 不会不知道她这样带走 男男会有什么后果 好的情况 是被剥夺探望权 坏的情况 是再次增加犯罪记录 不管哪样 都会让她再次失去孩子 除非 她不愿去想那个可能 真希望这次是许冰白的恶作剧 或者犯一次傻 就在下一秒 或者下下一秒 他们就会回来 她没有说要回去 想再等一等 情欲也没提回家 两人便一直在车中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从十一点到十二点 这个小时 仿佛格外漫长 当时针指向十二点 江瑞书感觉 好似有什么破灭了 一颗心不停往下沉 我们 他想说回去吧 话还没说出口 手机突然滴滴响起来 第116章 信任 看清来电号码 江瑞书睁大了眼睛 许冰白 他马上按下接听键 许先生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 传来许冰白熟悉的声音 是我 江法官 他的语气也很平静 背景也很安静 隐约能听到点奇怪的声音 有点熟悉 但江瑞书一时 想不起在哪里听过 随后便听他问道 你在找我 很多人在找你 还有楠楠 他说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许冰白轻轻笑了声 他们都觉得我丧心病狂 因为输了官司 失去女儿的抚养权 就采取这种方式 抢走楠楠吧 江瑞书默了默 你这么做 让人很担心 不仅担心楠楠 还有你 许冰白抬头远眺 看着脚下的万千灯海 女法官平静的声音 透过电话传来 一如在法庭外说 尽量帮他争取权利时的坦然 一如在法庭上宣布 驳回他的诉讼请求时的坚定 他跟人的距离 好似很近 又好似很远 可是很神奇 他竟听出了真切的关心 他说 不仅担心楠楠 还担心他 一个只见过几面的法官 却让他感觉到 发自内心的真诚 他对每个当事人都这样吗 他笑了声 似是自嘲 又似是欣慰 江法官 你相信我吗 江瑞书知道他这个相信 有很多个意思 但不管他是什么意思 他仍然肯定道 相信 相信什么 我相信你爱孩子 为什么 江瑞书沉默了几秒 爱孩子的父母 宁愿自己千刀万剐 也不会让孩子受到一点伤害 许冰白轻轻笑了笑 江法官也是有故事的人 我想我没有楠楠那么幸远 许冰白又笑了 很轻松地笑 江瑞书相信他 到头来这么多的人 只有一个算不上熟悉的法官相信他 可是 总归还有人相信他 比如江法官 比如楠楠 挂电话前 他说 我和楠楠在凤山顶 楠楠站在他身边 抬头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望着他 他摸了摸楠楠毛茸茸的脑袋 楠楠 我们的冒险要结束了 电话里传来急促的嘟嘟声 但许冰白最后一句话 江瑞书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凤山 秦玉二话不说 一脚由门踩下去 朝凤山飞驰而去 凤山位于凤山公园 是室内最高的一座山 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S市的景色 公园内有大片茂密的灌木林 被誉为S市的天然氧疤 节假日的时候 很多市民喜欢爬凤山 车在公路上飞驰 渐渐离开了宽敞的主干道 驶入弯曲的盘山公路 月亮不知何时躲了起来 黑压压的乌云遮住天空 夜色浓得像墨一样划不开 江瑞书望着车窗外的掠影 不时看看导航 盯着代表他们 远点一点点靠近目的地 心中急切 却半分也没少 凤山的公路 直到半山腰 要登顶得一步步走上去 抵达山腰的停车场 江瑞书和秦玉毫不犹豫下车 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山 这段路程不短 且一直在爬坡 饶视江瑞书体力极好 也不禁感到乏力 一个不小心就差点被自己绊倒 幸好秦玉手机眼快拽住他 谢谢 他拱着身体大口喘息 秦玉拽他的那一把 感觉手上全是汗 不由问道 还能坚持 他抹了把汗 没问题 许冰白打电话给他 他不想让许冰白辜负他的信任 希望能让他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他 汗珠不停从额头滚落 渗入眼里又酸又脏 他不停地擦汗 但手也是湿漉漉的 没多大用处 衣服已经彻底汗湿 唇边布料紧紧贴着他的身体 勾勒出健康活力的体魄 但夜里谁也没有注意 两人仿佛合作多年的伙伴 步调出奇的一致 连呼吸都变得同步 一刻不停地朝山顶前进 二十分钟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山顶的观景台 下一刻 风好似也安静了 观景台上 两人正借着电筒的灯光 低声说着什么 觉察有人到来 许冰白抬头 见识江瑞书 他打了个手势 可以稍等几分钟吗 江瑞书看了看南南 或许是要登山的缘故 他换了身登山装 长袖长裤 裤得像个潮小子 不是熟人真认不出来 江瑞书目光下移 才发觉他腿上摆着的不是一本书 而是一本相册 点了点头 这是你三周岁生日拍的 你许愿说 以后要当大明星 让我和你妈妈 当大明星的爸爸妈妈 这时爸爸出差到国外 回来给你带了一个芭比 你特别喜欢 说那是你的小宝贝 学你妈妈照顾你一样照顾他 每天亲自给他穿衣服 还给他唱摇篮曲 这是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时候 第一天你哭得特别凶 怎么哄都哄不好 老师只好打电话给我 让我接你回家 爸爸许诺了很多好处 才让你愿意去上幼儿园 结果没两天 你认识了新的小朋友 就不爱搭理爸爸了 许冰白慢慢翻着相册 给南南说 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南南低着头一言不发 脸线在阴影里 看不清神色 他似乎在用这种方式 弥补缺席女儿成长的 那几年时光 姜瑞书心中五味沉杂 不忍心打扰这对 错失彼此多年的妇女 因为 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当他们说完 最后一张相片的时候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夜色里传来 紧接着 十几个穿着制服的民警 爬到了山顶 一起到来的 还有气喘吁吁的赵思雨 和李一涵 以及狼狈不堪的方亚如 南南 方亚如一眼 看到了许冰白身边的南南 顿时脸色一变 不顾一切冲上去 姜瑞书怕他跟许冰白发生冲突 一个不小心发生意外 手机眼快拦住他 方女士 你冷静点 山顶陡峭路滑 当心发生意外 方亚如被他提醒了这么一句 顿时不敢上前 眼睛死死盯着 几步歪的一大一小 伸出双手 嘶哑喊道 南南 快过来 南南下意识叫了声 妈妈 你快过来 到妈妈这里来 南南走了两步 突然回头看许冰白 许冰白微微一笑 把相册递给他 过去吧 你妈妈担心了 第117章 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许变 南南抿了抿唇 转头大步走向方亚如 方亚如一把紧紧抱住他 顿时泪如雨下 你担心死妈妈了 南南从来没见过这么狼狈的妈妈 心中愧疚不已 对不起 妈妈 方亚如哭了一会儿 不停打量南南 怕他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南南摇摇头 抬手给他擦眼泪 妈妈别哭 方亚如的眼泪 却一下子涌出来 下一刻 却一巴掌打在南南身上 你怎么说都不说一声 就随便跟人走 就不怕把你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可能再也回不来 南南低着头 可是 他是爸爸 听他为许冰白说话 方亚如顿时大怒 他是你爸爸 可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有记忆 岂见过他吗 你知道他真的爱你吗 你知道他把你从妈妈身边骗走 到底是为了报复我 还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关系吗 南南没说话 挺直的背脊 却是无声抗争的姿态 还没找到南南前 方亚如不止一次祈祷 只要南南安然无恙 不论要他做什么都可以 见南南因为许冰白忤逆自己 心中顿时滋生了 果然如此的愤怒 许冰白果然要抢走南南 他的手段 还是用到了南南身上 让南南认可了他 就一天 一天你就那么相信他 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 方亚如又暴躁又伤心 你知道这一天 他把你带走 造成了多恶劣的影响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找你 你不知道 难道他不知道 这一整天他故意关机 让所有人找不到你们 你还帮他说话 够了 许冰白打断他 声音不大 却不容置疑 不要在孩子面前说这些 许冰白 方亚如眼睛血红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这六年来 是我把孩子养大 是我当爹 又当妈照顾孩子 可你呢 这六年你做过什么 南南哭着喊着 要爸爸的时候 你在哪里 南南被骂没爸爸的野种时 你在哪里 别人家孩子 有爸爸撑腰骨筋的时候 你在哪里 许冰白沉默了一瞬 你要骂就骂我 不要对孩子发脾气 方亚如却被他的话激怒 仿佛一头暴墓的母师 你冲什么好人 你以为 这样就能挑拨我和南南的关系 就算南南认了 你又怎么样 就你这次擅自带走南南 我会向法院 方女士 江瑞叔突然出声打断他 想必你有很多话 要跟许先生谈 山上风大 如果你放心 我先带南南下山 方亚如顿时明白了他的用意 他不想让南南看到父母反目成仇 更不想让南南听到 爸爸的探望权被妈妈剥夺 不想让南南看到爸爸 作为一个犯错者 被抓住的场面 许冰白再多的不是 他都是南南的爸爸 只有他好 南南才会更好 方亚如忍下了满腔的怒火 江瑞叔今天一直在帮自己寻找孩子下落 他自是很感激 也很放心 点了点头 麻烦将法官帮我照顾一下南南 随后 又跟南南叮嘱 南南 你先跟江阿姨下山好吗 妈妈一会儿就来 南南看了看方亚如 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跳过方亚如 落到后面的许冰白脸上 山顶的风呼啸着 发出呜呜的哀鸣 吹起那人的衣媚 凌乱的头发下 是一双平静温和的眼睛 许冰白浅浅笑了笑 抬起右手勾了勾小指 没有说话 南南却明白他的意思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南南低下头 默然转身 江瑞叔牵住他小小的手 柔声道 走吧 天黑路滑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冥警愤出几个人 护送江瑞叔和南南几人下山 其他人留在山顶 等方亚如和许冰白 南南低头看路 任由江瑞叔牵着他 沉默得不像个孩子 赵思雨很想问江瑞叔 是怎么找到许冰白的 但当着南南的面不好问 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李一涵今天快要累成狗 并不想说话 秦玉更不是会找话的人 一时间 气氛有些沉闷 南南还走得动吗 想起南南今天跟许冰白跑了一整天 还爬到山顶 肯定很累 江瑞叔不由问了句 南南摇了摇头 仍是没说话 江瑞叔心知他心里应该不好受 便没有再说什么 一行人徐徐向山腰的停车场行去 他们在停车场等了大概十分钟 方亚如和两个民警下来了 许冰白和几个民警却不见身意 江瑞叔一看就知道 许冰白要被带走 他们应该不想让南南看到这一幕 便没有跟方亚如一起过来 南南 得知南南在情欲车上 方亚如连忙小跑过来 似乎这次的事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 不看着南南就不安心 南南下意识看了看外面 随后有些失望 默然垂下了小脑袋 方亚如把南南抱下车 跟江瑞叔和秦玉道谢 江法官 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 现在不大方便 改日一定登门拜谢 还有这位律师 他有点尴尬 今天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只记得这个容貌出众的男人 是个律师 秦玉秦律师 大安律所的合伙人 江瑞叔及时化解尴尬 秦玉秦律师 也非常感谢你 你有明天吗 改日 我也一定登门拜谢 方亚如非常真诚道 虽然她不知道 为什么秦玉会帮忙 但今天是她和江瑞叔 一起找到了南南 便是她的恩人 不必 秦玉淡淡道 江瑞叔也笑道 方女士不必如此 大家都认识 能帮忙自然要帮忙 方亚如这会冷静下来 精明的思维也回来了 看出两人都不是故意推脱 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记在心里 改日还是要好好感谢他们南南 我们该回家了 方亚如牵着南南 跟叔叔阿姨说再见 江阿姨 南南突然回头 嗯 江瑞叔看着她 今天你一直在找我吗 江瑞叔蹲下来 平时她的眼睛 我一直在找你和你爸爸 谢谢 她小声说 对不起 不客气 江瑞叔微微一笑 没关系 我很开心 第118章 年轻人真会玩 看着方亚如的车消失在夜幕里 江瑞叔还没有马上离开 等了一会儿 果然看到许冰白和几个民警 从通往山顶的那条路走出来 江瑞叔上前看着她 许先生 很抱歉 许冰白只有这么一句话 她的脸色很平静 看起来早已预料到会 面临的结果 江瑞叔不知还能说什么 没事就好 许冰白点了点头 转身跟民警上了警车 江瑞叔没有再停留 跟李一涵 赵思雨到了别 便跟秦玉打道回府 你对每个当事人都这么上心 秦玉很少见到她这样 奋不顾身的法官 嗯 她扭头看她 不是你找我的吗 秦玉 所以自己跟着她奔波一整天 都是自找的 你累不累 要不要 我开一段 她开了一天的车 江瑞叔有点担心她疲劳驾驶 说着补了句 我是十年的老司机 技术很好的 我体力好 不累 秦玉淡淡说了句 江瑞叔 我怀疑你记仇 并且有证据 凌晨的夜格外静谧 山林间隐约传来不知名的鸟叫 有种穿越一时空的错觉 江瑞叔实在是累了 靠着椅背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秦玉瞥了眼 没有出声 稍稍放缓了速度 让车速更加平稳 抵达凯旋公馆的时候 江瑞叔还在做梦 梦到大学的时候 隔壁班有个同学 每次考试都被她踩在脚下 人称万年老二 有次那女生也不知道 是不是吃错了药 在一个比赛里 一个劲针对她 说要为男神站 要把她踩在脚下 她一生气 直接上阵淘汰了那女生 她仿佛中二附体 还跟人放狠话 踩我 等一万年吧 下一刻 万年老二的脸 突然变成了秦玉 秦玉恶狠狠道 踩我记录是吧 她吓得一个猎牵 整个人往前扑 心里暗暗叫糟 要脸先着地了 但预想中的脸疼没有传来 却是胸口一痛 她忍不住叫出了声 猛地睁开眼 发现自己 被什么紧紧勒住了胸 她差点没喘上气来 感觉身边好像有人 一扭头 骤然对上秦玉 冷若冰霜的脸 你 秦玉从来没见过 她有点怀疑是不是她梦里 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不过这都不重要 看着头发凌乱 汉卫跟十天没洗澡一样的姜瑞书 她毫不留情下了逐客令下车 姜瑞书终于彻底回过神来 这才发觉原来已经回到凯旋公馆 眼前那扇大铁门可不正是自己家吗 她看了下手表 凌晨三点 真是奔波了一天一夜 她没在意她冷淡的态度 转身下车 要走前转身说了句 今天辛苦你了 还有 晚安 回答她的是一股呓气 她看的脸色对她的臭脸都习以为常了 听到动静 范阿姨还以为是男主人回来了 出来一看 没想到是姜瑞书 瑞书 范阿姨惊讶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完事就回来了 带走近些 见她满身狼狈 范阿姨惊道 这是干什么了 哦 姜瑞书看了看自己 浑身汗臭味也是够够的 难怪秦玉摆着一张臭脸 照她那公主般娇弱的嗅觉 能一路忍受她这满满的女汉子味道 还把她安然无恙送回来 可以说人凭可靠了 姜瑞书言简一概 去了趟凤山 可累死我了 大半夜去凤山做什么 范阿姨疑惑 姜瑞书揉了揉自己的老腰 走路都多了 腰疼这事 腰肌劳损了 感觉到酸痛袭来 不由身影了一声 哎 我还以为自己体力够好了 没想到才二十分钟就不行了 回头要加强训练 大半夜 凤山体力不好 二十分钟 范阿姨突然想起了 最近新闻播出的X正门 说年轻人喜欢去人少的地方 寻求刺激 范阿姨 年轻人真会玩 随后她有点发愁 大半夜还让女孩子回家 人品怕事不怎么样 另一边 方亚如也到家了 男男已经沉沉地睡过去 小小的身体 蜷缩在方亚如怀里 车停下的时候 方亚如手臂都抹了 但她恍若无觉 将孩子抱在怀里 悬了一天的心 才感觉到踏实 见孩子睡得沉 方亚如不想叫醒她 小心翼翼掰开她的手 拿起相册 正要放到一旁 突然相册里掉出一张纸 方亚如拾起那张纸 打开一看 神情顿时变得很复杂 这是一份同意书 同意书上 许冰白以男男生父的身份表示 同意孩子母亲带孩子移民 上面不仅有她的签字 还经过了相关部门公正 只要她拿着这份同意书 就可以去移民署办理移民 许冰白 你真的 欺人太甚 方亚如紧紧拽住同意书 边角被拽得变形 眼睛却忍不住红了 这一晚 有人憨然入梦 有人辗转失眠 姜瑞书醒来时 觉得自己浑身上下跟被撵过一样 哪哪都又酸又痛 着实酸爽 她知道这是过度运动产生的酸胀感 下楼的时候 范阿姨见她揉着腰和布隆腿 顿时满脸的心疼 想说些什么 又觉得说不出口 每次看她都欲言又止 三餐也做得特别清淡 姜瑞书原本还打算出门做个按摩 缓解一下肌肉的酸痛 但范阿姨一听 直接叫了按摩师上门服务 总之不让她再出门 难得腐败 她就这么在家闲鱼了一天 周一上班 她获得了同事们的一致关注 干嘛一个个 看我眼神那么奇怪 姜瑞书带着人直接问 隔壁名义的刘法官高声道 隔壁公安局说 失踪女孩男男被找回 是你提供了关键线索 还特别热心不辞辛苦的跟着跑了一天 说是回头商量一下 要不要给你送个景旗过来 就是不知道 给你的名头 该是热心好市民 还是为民好法官 没见过公安局给法院送景旗的 就逗她的吧 第119章 无罪 今天法院突然来了不少旁听的群众 还有一些媒体记者 姜瑞书一打听才知道 天价西瓜案要宣判了 李亦涵比秦玉先到法院 一直等到快开庭 才见秦玉不紧不慢进来 大概是前天一起并肩作战过 他与其不自觉熟人亲密了许多 你怎么才到 秦玉瞥了他一眼 我没来你紧张 李亦涵 李亦涵 呸呸呸 谁紧张 说得好像 他是胆小的小姑娘 为了表示嫌弃 他把椅子挪远了点 莫了还嘴见到 如果这次败诉 将是你职业生涯的滑铁卢 如果败诉 秦玉目光凉凉 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滑铁卢未可知 但你肯定会因此名传业解 什么意思 我以前做无罪从没败过 偏偏跟你合作 就遭遇了滑铁卢 沾我的光 你肯定会一败成名 李亦涵 见鬼的沾光 这特么不就在说他是个摔神 李亦涵目而是 恨不得这家伙 今天就吃个败账 娇娇他不可一世的弃眼 但他吃败账 自己也跟着吃败账 也意味着自己的第二次无罪辩护失败 心里纠结得快吐血 旁听洗礼坐满了人 记者们带着长枪短炮 叙事待发 准备见证这场极具典型意义的宣判 十点整 刘鹤准时到庭 气氛骤然肃目 现在开庭 请罚警把被告人冯一抄 何生生带上法庭 刘鹤敲了敲法锤 随后被告人冯一抄跟合生生 被带到法庭 两人精神都还不错 瞧着竟然还白了点 面对众人迫切的注视 两人都有点紧张 拘谨着身体 小心翼翼望着审判席 等待最后的结局 现在宣判 听到这四个字 李亦涵下意识挺直了背脊 连呼吸都放清了 刘鹤开始宣读判决意见 这份判决意见很长很长 从案子的详细脉络 到事实认定 到认定每个事实的理由 到自由心证 何一廷认为 作为成立犯罪事实的数额较大 以及作为法定型 升格条件数额巨大 需要行为人认识到 都需要遵守主客观一致原则 被告人逢一抄 何生生并未认识到 西瓜的真正的价值 没有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目的 同时 实验西瓜从外表上 无法与普通西瓜区分 农科院作为西瓜的所有者 因公开提示 实验西瓜与普通西瓜的价值不同 并做好防护工作 对反复被盗存在一定的失职 足足15分钟 刘鹤才宣读完毕 随之宣布最后的结果 被告人逢一抄不构成犯罪 免除刑罚 被告人何生生不构成犯罪 免除刑罚 哇 当刘鹤话音落下 旁听习传来惊叹声 有意外 有疑惑 有震惊 但更多的是欢呼 这个案子从立案开始便受到多方关注 一度引起热议 大多数人都希望逢一抄和何生生能无罪 虽然不喜欢他们小偷小摸的行为 但很多人从他们身上想到了自己 人们期待严惩罪恶 但更不期待看到冤情 人们既期待对于不公正的严厉判决 又期待对于公正更加人性化的判决 今天 他们的期待实现了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冯一抄和何生生都有些茫然 他们这事 无罪释放了 李一涵只觉得自己 整个人都飘起来了 脑海里回荡着审判长的最后一句话 不构成犯罪 不构成犯罪 无罪 无罪成功 无罪辩护成功了 他一个机灵 两眼发光 胸口激荡不已 恨不得当场大笑出声 要知道 这个案子争议很大 辩方优势不多 社会关注度大 压力不言而喻 但是 辩护成功了 这可是他第一个成功的无罪 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职业生涯的巅峰有目有 他猛地转头盯着秦玉 完全忘记了开庭前的不愉快 笑得快满脸者子 秦律师 我们赢了 赢了 恭喜 秦玉淡淡道 自顾自收拾东西 半点看不出胜诉的喜悦 你不高兴吗 习惯就好 李一涵满腔喜悦 顿时灭了大半 没吃过败仗的律师 最讨厌了 法庭里 人们陆陆续续上前 恭喜冯一超和何生生 两个被告人很茫然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无罪释放这么多人 替他们高兴 所以 世上还是好人多吗 他们感到很愧疚 他们这样的喳喳 哪里值得这么多人帮助 可是这么多人都跑来给他们加油 还有人帮他们出钱 请律师打官司 还有秦律师和李律师 也不嫌弃他们没文化 尽心尽力为他们谋划 他们真不应该做那些偷偷摸摸的事 两人感动得一塌糊涂 红着眼眶连连道谢 谢谢 谢谢 我们以后一定重新认作人 绝不给社会添麻烦 秦玉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轻轻扯了扯嘴角 还不算白忙活 无罪 刚结束一个庭审 江瑞书便从刘一丹那里 听说了天价西瓜案的判决 没有感到太意外 这个案子跟一般的盗窃罪 有很大区别 盗窃罪完全以数额量刑 这条早有颇多议论 刘廷长不是那种 喜欢重刑的法官 何况辩方律师是秦玉 种种因素叠加 无罪的结果虽让人惊喜 但也在情理之中 那个秦玉是有点厉害 在我们院打的官司 一次没输过 刘一丹已经摸清楚了 秦玉在S市的战绩 何止在我们院没输过 江瑞书心道 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至少目前是 过了两天 方亚如打电话来说 想周末登门拜访他 江瑞书知道 他想感谢自己 帮忙找回南南 想了想 没让他登门拜访 如果他实在想感谢 就来法院见个面行了 结果方亚如给他做了一面锦旗 上书 人民法官 全心未明 引起一众法官们的围观 最后秦厅长拍板 挂起来 哪儿显眼挂哪儿 江瑞书哭笑不得 他让方亚如来法院见面 其实是想问一问别的事 可不是暗示他送锦旗 简直是羞耻 第120章 右眼跳哉 方亚如见他不好意思 有点好笑 又有点新奇 原来法庭上严肃地将法官 私底下也有如此活泼的一面 调侃道 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连门都不让我登 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想来想去 只能送一面锦旗给你 兴许是尘埃落定 他的的情绪很平和 说话时 眼底带着笑意 不在四肢前眉梢嘴角带着锐利 完全是个优雅之性的女士 江瑞书摇摇头 我早说过 大家已经认识了 你不用这么客气 要不是将法官你 我和楠楠也不会这么快 重新过上平静的生活 对你或许只是一次 力所能及的帮忙 对我和楠楠 却关系着未来 听他说起未来 江瑞书问道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还是出国吗 方亚如点头 年底出国 正好赶上春季开学 先定居吧 顿了顿 他语气有些复杂 他把同意书给楠楠了 江瑞书微微一正 但想了想许冰白那天的种种表现 这么做 似乎也不算意外 他应该早就做好了打算 躲开所有的人视线 以近乎狂欢的决然 与孩子享受了数年来 唯一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亲子时光 只不过 他没有走向极端 而是彻底放手 我原以为 他会最粗暴的手段抢走楠楠 没想到他来了这么一出 想来是早就打算好了的 把所有人耍得团团转 最后却让人同情他愧对于他 而不管我怎么提防他 他还是走进了楠楠的心里 成为楠楠心中不可取代的爸爸 他这个人心思太深 我总觉得到现在还没法完全了解他 想想 也不知是可悲还是庆幸 方雅如嘲弄的笑了笑 江瑞书不知该怎么评价许冰白 只能安慰方雅如 总归多一个人爱男呢 不是吗 方雅如笑了声 江法官你真会安慰人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觉得不亏了 江瑞书单单笑了笑 日子是人过出来的 开心一天 不开心一天 单看你怎么想 不过我始终觉得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有困难就去克服困难 一次不行 就两次三次 如果实在克服不了 就交给时间吧 时间会让人平静 方雅如细细品味了他的话 上下打量他 江法官我能问问你的年龄吗 嗯 你给人感觉 一点也不像你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更像一个阅历丰富的长者 我把这话当作夸奖 法官都像你这样 活泼 江瑞书失笑 很多人都觉得 法官是严肃的 刻板的 说话都没有语气的 其实法官严肃是法庭需要严肃 不意味着法官本人没有性格 也不是 有些比我更活泼 噗 方雅如忍不住喷笑 我真越来越喜欢你了 江法官 我能跟你交个朋友吗 江瑞书微微一笑 当然可以 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直到江瑞书一会儿要上班 方雅如提出了告辞 我不打扰你了 回头你得空了 我带楠楠来 跟你说谢谢 虽说已经是朋友 但这声谢谢必须说 楠楠其实也很想见你 好 这次江瑞书没拒绝 将方雅如送到门口 方雅如走到电梯口 回头挥挥手 脸上是发自内心的笑意 江瑞书没问许冰白如何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路 到此应该暂时翻篇了 下一段路是徘徊在过去 还是新的旅途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而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他突然接到了许冰白的电话 将法官 许先生 他有点惊讶 是我 很冒昧给你打电话 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打电话 他的声音 不是第一次见面时的陈玉 也不是上次见面时的空芒 而是干净了许多 仿佛少了什么 又仿佛多了什么 江瑞书听到了机翼的轰鸣声 你要出远门吗 我要出国一趟 如果运气好 过几年有了原始资金 或许可以自己创业 你 许冰白倾笑了声 你放心 我不会做违法犯罪的事 我才42岁 离退休还有十几年 从头开始也还来得及不是吗 其实几年前我就打算过 资本足够了自己创业 现在时间差不多 如果能后半辈子能有所小成 我就可以堂堂正正 作为男男的爸爸出现在他身边 重新成为他的依靠 在他结婚的时候 能牵着他的手 把他交给另一个爱他的男人 江瑞书没想到 他会重新燃起斗志 给自己一个崭新的目标 由衷为他感到开心 嗯 我相信你可以的 我打这个电话来 是想跟你说声谢谢 那天 其实我不知道找谁的 然后我看到了 你发给我的那几百条微信 谢谢你的信任 还有 谢谢你那么照顾男男 谢谢 江瑞书会心一笑 祝你好运 谢谢 电话里传来提示关机的广播 他说 江法官 再见 再见 这世界如此之大 这次分别 或许以后再也不见 但这样的分别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人生前进的路上 时刻上演着悲欢离合 团聚 分别 快乐 不幸 唯独时间如故 转眼到了周五 不知道为什么 江瑞书右眼皮跳个不停 左眼跳财 右眼跳灾 难道要有不好的事发生 一直跳到下班 他正想着 要不要预约眼科医生 手机突然叮铃铃响起来 看到是秦玉的号码 他先是有点惊讶 这人找他做什么 随即心里咯噔一下 不会这就是灾吧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他硬生生从铃声里 听出了夺命的意味最终 他还是接起了电话 秦律师 下班了 秦玉没有语气的声音传来 他不妙的预感越发浓重 秦玉问这个干什么 刚下 有事吗 那你马上 马上过来 秦玉突然暴躁 干什么 带你家那只肥猫过来受死 说完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第121章 搞出了猫命 江瑞书把车开到自家 进门就看到江大局懒洋洋的 趴在沙发上 走过去撸了两把 只冷起他上肢 往江大局的某个不可言说的位置 硬上弓 范阿姨见他回来 就跟大局玩 笑道 瑞书回来了 江瑞书揉了揉大局肥肥的肚子 问 范阿姨 大局这两天有没有跑出去 没有吧 大局最近都不爱出门 整天在沙发上睡觉 再不然就是到窗户那晒太阳 那秦玉干嘛还记恨大局 不是大局偷偷跑出去 瞧自己的小情人被逮了个阵阵 他心里疑惑 你可尝点心吧 别老去招惹你招惹不起的猫 知道吗 他恨铁不成钢的 戳了戳江大局的脑袋 江大局喵污一声 一脸无辜 指望这家伙告诉自己 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可能的 江瑞书暗暗叹了口气 放下江大局 又从江大局的柜子里 翻出一箱罐头 准备带这个去见秦玉 正所谓李多人不怪嘛 至于带江大局去受死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范阿姨 我出去一会儿 很快回来 你看好大局 别让他跑出去 哎 那你早点回来 别耽误了吃晚饭 知道了 江瑞书没一会儿 一进屋 江瑞书就看到 秦大律师大马金刀 坐在沙发上 正面向大门 眼神带着点死亡的良意 比上次看到江大局 跟墨玉黑黑黑的时候 还要恐怕 江大局不会干了 更过分的事吧 他心里突然很没底 见他没带江大局过来 秦玉语声悠悠 猫呢 哦 我怕带大局过来 跟墨玉相处不好 江瑞书很自然道 上次的罐头应该吃完了 我这次又带了一箱来 墨玉还喜欢吃吧 把东西拿走 秦玉眼神凉凉 把你家那只肥猫带过来 带过来干嘛 他们喜欢打架 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了 怎么没看到墨玉 他顺势放下罐头 左顾右盼 从前有一个天真无忧的小女孩 有一天 他在外面玩得好好的 突然被一个油腻男侵犯 身心受到无法逆转伤害 江法官觉得这个墙 奸犯该死吗 江瑞书心头一跳 突然get到他这个故事里的内涵 硬着头皮达到具体案例 具体分析 要是情况而定 根据最高法对于严城墙 兼幼女罪犯的罪行指示 对犯罪性质 情节极其恶劣 后果极其严重的 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绝不姑息 那必须是情节严重 啪 秦玉将一个本子摔在桌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吓了江瑞书一跳 搞出命来了 还不严重 江瑞书还以为是墨玉出了事 心到江大局没那么凶残吧 慌忙捡起本子 翻开一看 这是墨玉在宠物医院的病例本 上面赫然写着 怀孕四周 怀 怀孕 墨玉怀孕了 所以 墨玉是怀了江大局的宝宝 江瑞书一时不知道自己什么心情 还真是搞出了猫命 难怪他这么生气 都差点直接黑化 他估计 要是江大局在这里 他能直接弄死江大局 交出江大局 那是不行的 但也不能不负责 说到底 这事是大局理亏 自己作为主人得帮他善后 他整理了一下措辞 发生这样的事 我很抱歉 但事情已经发生 我想 我们应该先 放下矛盾 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件事 秦玉眼神悠悠地看着他 这件事大局负主要责任 作为大局的主人 我愿意负责 负责 秦玉语气森然 你怎么负责 墨玉怀孕期间的一切费用 包括日常饮食 健康检查 定期护理等所有费用 都有我负责 等小猫生下来 所需要的饮食 玩具 打疫苗等等费用 也都有我负责 作为小猫爸爸的主人 我会给小猫提供长期的抚养费 如果你要养小猫的话 抚养费会一直给 如果你不要小猫的话 抚养费给到小猫 有了新主人 或者你把小猫都给我 也行 最后两个字 在秦玉越发变态的眼神中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养不起猫吗 要你给钱 秦玉冷然道 我只是想负责任 不然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只要合理 我都答应 真心道歉 就把你家那只猫带过来谢罪 姜瑞叔头疼 他怎么非揪着姜大局不放呢 我负责就好了吧 大局就是个傻白田 不懂事 宁大人有大量 就不要跟他计较 再说 你不想小猫 一生下来 就没有爸爸吧 秦玉的脸一下子黑了 你家那只猫 还想当爸爸 姜瑞叔摸不准 他是瞧不上姜大局 还是说 姜大局没机会当爸爸 胡一道 你该不是想堕胎吧 秦玉讹脚轻轻直跳 用忍耐到了极点的声音 磨着牙憋出一句话 这跟你没关系 毕竟造成这个结果的 是我家大局 我不是很赞成你堕胎 墨玉已经怀孕一个月 再过一个月 就会生小猫 堕胎可能要将 整个子宫卵巢切除 对猫咪健康 伤害挺大的 但如果你执意如此 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只是去宠物医院那天 我希望能陪着一起去 他十分真诚地说 秦玉咬牙切齿 你算什么人 不觉得一起去堕胎很奇怪 我跟你一块去宠物医院 只是想为墨玉尽点心意 又不是我陪你去医院做人流 秦玉 什么叫 又不是他陪他去做人流 要做人流的话 也是他陪他吧 不对 为什么他要陪他 他关自己什么事 秦玉豁然起身 指着大门 你给我出去 姜瑞叔还想说些什么 可见他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最终把话咽了回去 那你好好考虑 考虑好了 随时跟我联系 能配合的 我一定配合 你 也别太生气了 他说完补了句 容易长皱纹 出去 第122章 南北差异 那好吧 姜瑞叔觉得自己 再待下去 他可能会原地爆炸 善善地起身告别 这时 墨玉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 迈着脚尖优美的猫布走过来 头一低 将嘴里叼着的东西 放在秦玉脚边 喵 等等 秦玉突然出声 姜瑞叔回头 还以为他突然改变主意 却见他眼睛发直 语速其慢 还带着奇异的空灵感 那是什么 姜瑞叔顺着他的目光 往地下上一看 才发现墨玉叼回来的东西 是一只蟑螂 蟑螂 你不认识吗 他有点奇怪地看着它 再白痴的人 都认得出来吧 应该是墨玉在外面逮到的战利品 拿回来送给你 有些猫咪喜欢从外面抓猎物回家 老鼠啊 青蛙啊 蛇啊 听说是猫咪觉得 人类不会抓猎物 所以主动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 从外面抓猎物回来养蚕食官 也有说法是 猫咪喜欢自己的蚕食官 所以才会送这些礼物 姜大菊就从外面抓过青蛙回来 还好没扔他床上 第二天 范阿姨在他门口 发现一只死青蛙 差点没吓死 姜大菊被打了一顿 就再也没这么干过了 听他说是蟑螂 琴玉整个人一僵 嗓音干涩 蟑螂怎么能长那么大 蟑螂不都是这么大吗 姜瑞叔奇怪地看着他 就一只蟑螂而已 反应不用这么大吧 不过想想 他那洁癖又娇弱的毛病 恶心蟑螂这种生物也正常 但不至于怕成这样吧 怎么可能 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大的蟑螂 怎么不可能 这不就在你眼前吗 姜瑞叔说着 突然灵光一闪 哦 南方的蟑螂都这么大 这还不是最大的 还有一种叫美洲大连的蟑螂 有大拇指那么大 一只顶北方的四只 还会飞呢 他话音刚落 墨玉好似不明白 蟑螂使官为什么不接受自己的礼物 用爪子扒拉一下 那只四脚朝天的蟑螂 往秦玉面前推了推 谁料 蟑螂刚才竟是装死 翻过身来马上逃跑 秦玉猛地后退几步 撞得茶几框巨响 差点摔倒在地 也不知是他倒霉 还是蟑螂看准了软柿子捏 竟然朝他的方向飞快窜来 墨玉见战利品逃跑 双爪往前一按 但蟑螂窜得太快 闲闲避开 墨玉一击未成 跟着马上又是一爪 但蟑螂比预料中更加灵活 墨玉扑了几次都没扑到 秦玉看着那黑道发亮巨大无比的蟑螂 左突右冲 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逃命似的往后退 墨玉大概是烦了 将躲到茶几下的蟑螂赶出来 飞身一扑 蟑螂可能是觉察危险临近 竟然直接飞了起来 靠 蟑螂竟然朝他的脸上飞来了 秦玉浑身一抖 尖叫快要喊出喉咙 说时时那时快 江瑞叔一个箭步冲过来 也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张报纸 挥手一拍 将近在咫尺的蟑螂拍到地上 下一刻 江瑞叔的小皮鞋 稳准狠地踩住了蟑螂 在秦玉惊恐的视线里 用力碾了几下 秦玉确定自己听到咔嚓的脆响 是的 就是咔嚓的脆响 他完全能想象到 蟑螂被坚硬的鞋底压扁 然后在重力的碾压下 被压扁的虫体躯壳粉碎 枝叶四箭 粘到了地板上和江瑞叔的鞋底 哦 他没忍住 猛地冲出去 扶着墙杆呕起来 江瑞叔感觉自己应该踩死了蟑螂 这才抬起脚 看到被自己踩得支离破碎的小强骏 然后抽了几张纸 他跟着关切地问了声 你没事吧 秦玉见他靠近 连忙后退 指了指 他踩蟑螂的那只脚 哦 他意会 在他家门口的草地上蹭了蹭 应该好了 秦玉脸都绿了 盯着他那只脚 强忍着恶心质问 你为什么要撵他 不撵一下才不死 江瑞叔一本正经解释 你知道小强为什么叫打不死的小强吗 因为蟑螂的躯体结构 可以抗撵压 踩一脚是踩不死的 要像我刚才那样撵几下 听到咔嚓的声响才能弄死 秦玉马上响起了 刚才听到他脚下响起的咔嚓声 胃里再次翻涌起来 江瑞叔观察了一下他的脸色 感觉似乎还能承受 便又说道 冲水也是冲不死的 他们会从水里游上岸 只能踩死 而且一定要碾几下 不然他们会装死 对了 刚才你也看到了 我们这里的蟑螂会飞 所以遇到蟑螂的时候 千万不能张开嘴 不然可能飞到你嘴里 秦玉想象了一下那画面 再也忍不住 哦 江瑞叔小心去了下他 你还好吧 秦玉不想跟他说话 你这么怕蟑螂 他不是怕蟑螂 他怕的是南方的蟑螂 拇指那么大 会飞的蟑螂 北方人表示 从来没见过 他整张脸都白了 白里透清 江瑞叔没见过 被蟑螂吓成这样的人 忍不住笑了声 随即意识到 自己这样不礼貌 掩饰性的捂住唇 将上翘的嘴角压下 其实你没见过 不适应是正常的 虽然我是南方人 但我其实也很恶心 这种东西 秦玉怒目而视 发出灵魂质问 为什么能那么大 江瑞叔心说 我们南方的蟑螂两米八 可以骑着去上班 但怕再次吓到他 最终没说出来 这大概是南北差异吧 什么都比较大只 秦玉却一下子 联想到了其他虫子 蟑螂比北方的大只 其他虫子 岂不是也比北方大 顿时他浑身 鸡皮疙瘩冒了出来 只觉得 这里一秒钟也待不下去 铁青着脸 手忙脚乱摸到手机 陶灵 陶灵这会儿正在看电影 一听他语气不对 马上挺着了腰 哥 什么事 订机票 马上 我要回北方 啊 哦好 出差吗 要不要我一起 是回北方 我要回北方 马上 立即 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近乎咆哮 陶灵 不是在南方工作 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要回北方 第123章 爱情使人盲目 最终 秦律师没有回北方 但他多了个毛病 随身携带酒精喷雾 看什么不顺眼就喷一下 姜瑞书对比身表同情 爱莫能助 估计等他适应了南方的环境 症状才会缓解 而眼下 秦玉既没有离开S市 也没有离开凯旋公馆 而是让陶灵叫了灭蟑螂公司过来 因为他担心 车里也有小强光顾过 连车都不想碰 再没有确定 家里没有蟑螂 且车里没有蟑螂之前 他不会碰车 陶灵一时半会儿还没到 姜瑞书看他站在外头 可怜巴巴无处可归 便邀请他到自己家先等等 他憋了半天 你家没有大张狼吗 反正我没见过 他又犹豫了半天 终于点了点头 至于墨浴 装进了猫包里 一起带走 这时候天已经暗下来 天边残留着火烧云 残留的余灰 好似给大的染上了浓郁的色彩 仿佛大自然做了一幅画 叫这茫茫人间欣赏 两家里的不远 几分钟就到 姜瑞书推开大门的时候 范阿姨正朝外面张望 一眼便看到了他 瑞书 随后便看到了他身边的高大男人 一下子愣住了 带人走近了些 他发觉这个男人 跟姜瑞书年纪相当 样貌极其出色 气质也特别出众 瞧着就是很优秀的人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邻居秦先生 他家里有点事 暂时过来我们家休息 姜瑞书给彼此介绍 这是范阿姨 你好 秦玉打招呼 你好你好 范阿姨连忙回应 秦先生是北方人 提起北方南方什么的 秦玉一下子又想到了某些不愉快的回忆 不过脸上没有表现出来 是的 听你口音和称呼就知道 范阿姨笑了笑 随后跟姜瑞书说 瑞书 晚饭做好了 你现在吃吗 姜瑞书知道范阿姨的意思 是问自己怎么安排 回头看着秦玉 你还没吃晚饭吧 不如一起吧 范阿姨的手艺很好 保管你喜欢 秦玉才想起 这时候是饭点 一时有点尴尬 他跟姜瑞书关系算不上好 贸然来人家家里吃饭 真有点不合适 而且自己还是空手上门 什么里都没带 简直尴尬到了极点 姜瑞书看出他的不自在 一顿饭而已 就当是校友相聚好了 他没说律师的身份 因为两人的职业身份 不适合私底下太多交往 但校友盘盘交情还是可以的 虽然他俩的校友关系 也不见得好 秦玉明白 他这么说的原因 人已经来了 总不能现在就走 拒绝也是尴尬 不如干脆点 便点了点头 那就打扰了 那跟我进来吧 想起上次开车来接姜瑞书的男人 看起来 好像跟这个秦先生有点相似 而且 姜瑞书从来没带过年纪相当的异性回家 难道这个秦先生 就是上次那个人 一时间 范阿姨的目光变得审视起来 姜大局很敏锐地感觉到 有陌生人和陌生猫进入领地 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 秦玉马上眯起了眼睛 凌冽地杀意渗出来 这时 墨玉也发现了他的存在 喵嗷嗷叫起来 朝胸 姜大局吓得缩在沙发角落里 弱弱地瞄了声 可怜巴巴看着姜瑞书 快看 有人有瞄欺负他 姜瑞书见状 连忙抱起姜大局 生怕秦玉一个 没控制住 弄死他家大局 那个 我先带大局上楼 免得他跟墨玉打架 说着 登登跑上楼 他把姜大局 抱进自己卧室 窗户都关上 警告道 你自己待在这里 不准挠门 更不准抓我的床单 知道吗 姜大局也不知听没听懂 只是好几天没见到蚕食官 想念的警 用柔软的身体 蹭了蹭他的腿 又甜又嗲地叫了声 喵 姜瑞书一听就知道 他要抚摸 便抬手挠他的下巴 这货最喜欢别人挠他 这里果然 将大局舒服地眯起眼睛 伸长脖子 让他继续挠 喉咙里打起呼噜来 要是他挠到了痒痒肉 还会叫 喵 声音甜的发腻 姜瑞书没忍住 撸了几把 这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手 发阿姨很快把饭菜上好 趁着姜瑞书上楼还没下来 他将视线投向了 在沙发上做的鼻挺的秦玉 笑眯眯走过去 我在这里住了不少年 似乎从来没见过秦先生 不知道秦先生住哪一栋 我前几个月刚搬过来 您不知道也正常 秦玉道 那你是一个人住这边 还是跟家人住一块 一个人 我就说嘛 平时这一块家里有几口人的 我大部分都知道 可没听说过你 原来是这样 发阿姨解释完了 又问 我刚才听瑞书说 你们是校友 是的 那你以前不在S市工作 以前在京城 那你家是不是也在京城 是的 哎哟 京城到我们这儿可远了 你怎么会想到 来这么远的地方工作 家里同意 个人发展需要 家里没意见 那你来这边做什么工作 你跟瑞书是校友 那也是学法律的吧 也是法官吗 不是 我是律师 律师好啊 时间自由 收入也高 是个很体面的工作 发阿姨拍手 你在哪个律所呀 大安律所 发阿姨对律所没什么了解 只在心中暗暗记下 回头再好好打听打听 那你平时工作忙不忙 看情况 那至少还有空闲的时候 不像我家瑞书 每天都忙得脚打后脑勺 哎 都没时间出去跟朋友玩约个会什么的 说这话的时候 范阿姨暗暗观察着秦玉的神色 秦玉何其敏锐 一听就知道范阿姨是什么意思 道 这主要看她想不想 这么说 主动性掌握在瑞书手上 范阿姨对此比较满意 但想起那晚姜瑞书凌晨三点回来 被折腾得那么狠 不禁担心姜瑞书会不会被感情冲昏头脑 人家让干什么都干 不是有句话 叫做爱情使人盲目吗 第124章 亲密 姜瑞书从楼上下来 就见到两人在聊天 范阿姨脸上带着笑 也不知聊什么那么开心 旁边的秦玉坐得笔直 安静地倾听着范阿姨说话 不时说一两句 显得温文尔雅 这人不发脾气的时候 还挺礼貌 范阿姨还想问什么 见姜瑞书下来 连忙起身 瑞书来了 快吃饭吧 饭桌上 范阿姨展示出了 让人如沐春风 又恰到好处的热情 招呼人吃菜 不时找话题聊几句 目标是情欲 却时不时带上姜瑞书 比如让两人同时发表 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看法 姜瑞书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对象都没有 哪来的家庭需要平衡 情欲表示赞同 我也这么认为 单身贵族不考虑这种问题 又比如 现在年轻人喜欢闪婚又闪离 对婚姻没有以前那么慎重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姜瑞书 是有点不慎重 但过不下去 离了也没什么 没必要委屈自己 情欲 何则聚 不何则散 再比如 现在职业女性不容易啊 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家庭 瑞书你以后 可不能找那种 甩手掌柜的对象 尤其是那种 平时搞丧偶式婚姻 教孩子的时候 却诈试教育的人 秦先生你觉得呢 姜瑞书 这个问题对我太遥远 情欲 对我也很遥远 早晚有那么一天 得提前做好准备啊 姜瑞书 我觉得这个问题 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家里不是有您吗 人手不够 还可以再请人给您打下手 所以我工作就工作 回家就陪孩子 这不是问题 情欲 挣钱养家 和教育孩子一样 是男人的责任 还比如 昨天我看了个新闻 一个网红跟明星男朋友 在一起 七八年了没结婚 网友们都不看好 他们能走到一起 据说很多情侣都是这样 恋爱越久越不想结婚 真想不通恋爱谈到 足够了解彼此了 不结婚干什么 你们说是不是 姜瑞书 有些人是不婚族吧 情欲 嗯 发阿姨一脸不认同 什么不婚族 有几个女人不想 名正言顺的 大多数是男人 不愿意领证 虽说一张证 也没法保证以后婚姻幸福 但这是仪式感 是承诺 生活没有仪式感 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连一张证 都不愿意给的男人 肯定不想跟女朋友 走到最后 说完又Q了一下情欲 情先生 你觉得呢 姜瑞书 情欲看了看他 淡然道 您说的是 发阿姨一拍掌 就是吗 那情先生你觉得 发阿姨 发阿姨的用意 越来越露骨 姜瑞书想装 不知道都不行了 连忙阻止他问下去 我吃好了 你们慢慢吃 就吃这么点 胃口不好 还是今天的菜 做得不合胃口 发阿姨马上把 刚才的问题 抛到了脑后 没有 很好吃 是我回来之前 吃了点零食 不是很饿 那我一会儿 再给你做些点心 免得你晚上饿 发阿姨说完又道 那情先生多吃点 刚想放下筷子的情欲 好 吃了晚饭 范阿姨上了个水果平盘 随后去厨房洗碗 把空间 让给两个年轻人 姜瑞书 哪里不明白他的用意 嘴角抽了抽 他跟情欲 真没什么好谈的 不过客人来到了家里 不管怎么样得好好招待 墨浴应该也饿了 猫咪怀孕食量会变大 要随时提供充足的食物 他从江大局的柜子里 翻出一个罐头 这个罐头他吃的吧 情欲现在不是很想靠近墨浴 因为他会想起 墨浴用嘴叼了只大蟑螂 一想鸡皮疙瘩就要冒出来 但忍了忍 还是起身 我来 他不喜欢生人靠近 墨浴对于新环境有些害怕 躲在猫包里面不动弹 情欲打开猫包 他小小的喵了声 好像有点奇怪 为什么会来这里 他们的家是不是没有了呀 情欲垂眸 拉开罐头 送到猫包里 吃吧 墨浴小心翼翼往前探出头 嗅了嗅罐头 又望了望情欲 见蝉使官没有要走的意思 这才小口小口的填起罐头来 这时 江瑞叔递了个一次性水杯过来 再喂点水吧 多谢 情欲把水杯推到墨浴面前 墨浴吃完罐头 果然要喝水 粉色的小舌头不停吞吐 特别可爱 喝完水又冲情欲轻轻的 喵 墨浴浑身漆黑的毛 没有一根杂色 如段子般油光滑亮 两只尖尖烧成圆弧形的耳朵 只棱在脑袋上 特别神气 一双古铜色的眼睛又圆又亮 躯体肌肉发达 躯线流畅 没有一丝多余 动静间如小黑豹优雅矫健 真的漂亮极了 江瑞叔越看越喜欢 突然有点明白 情欲为什么那么生气 这大概就是 天鹅被癞蛤蟆染指的落差 任谁都想打那只癞蛤蟆 虽然江大局也很萌 很招人喜欢 怀孕四五周的猫咪容易流产 可以的话 最好不要带墨玉去别的地方 他会不习惯的 情欲抬头看他 眼神里充满怀疑 意思很明显 难道放你家 我是说 你不要放墨玉去宠物医院 现在天色不早 灭蟑螂公司动作再快 今晚都没法清理完 他那么大的房子 之后还要打扫 所以他今晚肯定没法住家里 墨玉自然也得跟着离家 江瑞叔倒是满想 墨玉寄养在自家的 但情欲肯定不乐意 我知道 发阿姨洗好碗出来 便看到两人围着猫包 他悄悄退了出去 继续把空间留给年轻人 其实客厅里的两人 早就注意到了范阿姨的举动 也明白他什么意思 不约而同看了对方一眼 都识去的当作不知道 就在这时 陶玉打电话过来 哥 我到了 你在哪呢 秦玉让他把车开到江瑞叔家门口 随后挂了电话 陶玉到了 今天多有打扰 我先走了 不用客气 江瑞叔送他出去 见墨玉蹲在猫包里 弱小可怜无助的模样 他忍不住又提起了 之前的话题秦律师 江瑞叔 行吧 亲家攀不上 连当丹青爸爸都没可能 第125章 诗与远方 听到动静 范阿姨这才走出来 秦先生走了 江瑞叔嗡了声 走出两步 又回过头 范阿姨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啊 范阿姨显然有点不相信 你不是跟秦先生认识吗 认识不代表 一定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是校友吗 秦先生说 以前在京城工作 最近几个月才到这里的 还特地在我们这买了房 难道不是为了你 江瑞叔喷笑 范阿姨的脑洞也太大了 秦玉为了他来S市 这都哪个哪啊 不过秦玉为什么离开京城 来S市的原因不大好说 他没有直说 我跟他的确是校友 但其实在他来S市之前 我们没见过面 任都不认识 他来S市工作 是因为他现在律所的老板邀请 他一过来就是合伙人 至于他 为什么在我们这买房 纯粹是巧合 那上次 你是不是就是跟他出去 半夜才回来 江瑞叔服额 一想便知道 范阿姨想歪了 上次是为了找一个失踪女孩 那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 为了争夺抚养权 打起了官司 案子是我审理的 后来女孩子被他爸爸突然带走 大家怕出事 所以才叫我一起去帮忙 最后在凤山顶找到了人 那你今天请人家到家里吃饭 这个就更尴尬了 江瑞叔哭笑不得 他那只猫你看到了吧 江大局把人家的宝贝猫弄怀孕了 我去跟人家道歉 碰巧他家里要请人过来做大清理 不方便待在家 所以我就请他到家里 等他的助理开车过来 范阿姨压了声 大局把人家的猫弄怀孕了 嗯 前阵子大局不是总喜欢往外面跑 就那时候在外面碰到了他的猫 那秦先生怎么说 他不要我负责 范阿姨松了口气 怪我没看好大局 应该早点带他去做手术 好在秦先生不怪罪 江瑞叔心道不怪罪才怪 他恨不得吃了江大局 范阿姨又道 瑞叔啊 虽然你们还只是校友关系 但也算是知根知底的熟人了 你看看你们 相貌般配 学历相当 门当户对 又有共同话题 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 可害害 江瑞叔差点一口气 呛到了嗓子眼里 考虑情欲 范阿姨怎么会产生 如此可怕的想法 不可能 我跟他不合适 他连连摇头 这个想法太可怕 哪里不合适 江瑞叔想说 哪哪都不合适 他俩没成仇人就不错 还搞对象天啊 想想就可怕 不行不行 我跟他真的不合适 其实我们关系算不上好 以前还有些过节 有过节 你还请人到家里吃饭 范阿姨显然不信 真是满嘴说不清楚 万一他有对象 甚至结婚了呢 范阿姨摆手 绝对不可能 他说了 自己一个人来S式的 肯定没对象 就算有估计也分手了 异地恋不会产生美 只会产生距离 您还真是会眼如距啊 行了 范阿姨 我看到合适的人 会自己下手的 您不用给我操心 说吧 他蹬蹬跑上楼 生怕范阿姨在追问 江大局原本趴在单人沙发上 一见到 他就跳下沙发 屁一点点跑过来 撅着尾巴在他脚边打转转 好像在闻他 是不是有了别的猫 过了一会儿 仿佛得出了结果 围着他的腿 用柔软的身体 不停蹭啊蹭 大局这是想让自己 沾上他的气息 告诉别的猫 这只人类是他的 江瑞叔拎着他 两只小肥爪子 把他抱在怀里 露了两把 大局 如果争取不到宝宝的抚养权 连探望权也没有 你会不会难过 江大局沉溺在 蚕屎官的抚摸中 伸长下巴 示意他挠挠 喵 这家伙 恐怕早就忘记了 当初挨打 也要追求的初恋情人 真是个天然诈 江瑞叔失笑 想到秦玉那 林林总总的小毛病 有点为沐浴担心 你的小情人 有个娇弱的蚕屎官 也不知道 能不能照顾好他和宝宝 回答他的是 江大局的呼噜噜声 大概因为跟范阿姨 说清楚了 范阿姨没有再也没有 提起对象的事 但没想到的是 这天他刚到法院 遇到了同样 刚到的擒厅长 就听擒厅长问 对了 江法官 你跟钱庆浩聊得怎么样 啊 秦厅长不提这个名字 他都快忘记了 对方主动联系过他几次 不过他的时间安排得太满 即使有空闲 也只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所以 后来就聊过几次 断断续续的天 对方也曾提出过见面 都被他婉拒了 渐渐地 两人就没了联系 成为了朋友圈的点赞好友 没想到秦厅长还记挂着 他想了想如实的 聊过几次 最近没联系 之前不是聊得挺好的吗 工作都太忙了吧 秦厅长一想也是 这两人的工作都很忙 这怎么行 工作再忙 也得抽个时间 考虑个人问题 女孩子可不好蹉跎 姜瑞书按电梯 顺气自然吧 我觉得 现在也挺好的 至于其他的 到了时候 自然就有了 你可别信偶像剧里什么 命中注定的说法 哪那么多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才可怕呢 那叫被命运操控人生 你想要什么得自己争取 自己争取的 才是自己最想要的 您看偶像喜欢看偶像剧的人吗 姜瑞书指了指自己的脸 你们年轻女孩子 不都喜欢看 刘亦丹天天追那些甜蜜蜜的偶像剧 一会儿叫这个老公 一会儿叫那个老公 都不知道他有几个老公 可到现在 真老公一个都没有 姜瑞书忍俊不禁 保持点对爱情的美好幻想 也是挺好的 总比整天看些毒鸡汤 认为婚姻可怕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要好吧 保持美好的幻想是可以 但不能太想 当然 现实生活里没有那么多诗意 更多的是柴米油盐 没有那自由强大的心 就别妄想把生活过程同化 您说的对 姜瑞书有些好笑 秦厅长这是担心自己太过幻想吗 秦厅长点到为止 我知道你是务实的女孩子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过该抓紧的 还是要抓紧 眼前再多的事与远方 一个人可以欣赏 但有人作伴也未尝不可 说吧拍拍他肩膀 进了办公室 第126章 惊人之举 秦厅长刚才是不是说我了 等秦厅长走了 刘亦丹突然冒出来 姜瑞书知道 他老远就看到了自己和秦厅长 原本要过来打招呼的 不知道怎么突然躲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 秦厅长说了你 我听到他点我的名字了 刘亦丹嘿嘿一笑 我小时候比较顽皮 老师就特喜欢点我名字 所以我听到自己的名字 耳朵就特别灵 姜瑞书拧开锁 回头道 秦厅长问我 你到底有几个老公 哈 姜瑞书推门而入 开始一天的工作 十点半有个调解 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请律师 案子也不复杂 原告是个男青年 跟被告是亲戚关系 案子的起因是 被告带孩子去原告家里走亲戚 孩子损坏了原告的藏品 原告索赔十万元 被告不答应 原告便一纸诉状告到了法庭 姜瑞书将案卷从头到尾看了遍 心里有了数 见姜瑞书进来 孩子妈妈脸上堆满了笑 哎呦 这就是姜法官吧 你可真年轻 随后扯着旁边的小男孩 快 叫姜阿姨 小男孩打量了姜瑞书一眼 姜阿姨 还是叫我姜法官吧 这里只有法官和当事人 没有私人关系 姜瑞书淡淡道 坐下 小男孩憋了憋嘴 冲姜瑞书翻了个白眼 孩子妈妈连忙拍打 你这死孩子 怎么这么不懂事 姜瑞书知道他打给自己看的 没搭话 翻开案卷 对于你儿子姜小官 损坏尤先生财务一事 你有什么意义吗 什么财务 官女士一提起这事 就情绪激动 不就是一些小模型玩具 路边摊几块钱一个 送我都不稀罕要 孩子顽皮弄坏了几个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家小官才几岁啊 他那么大个人了 竟然还跟小孩子计较 我说赔他的一百块 已经是看在亲戚面子上 结果他倒好 张口就要 我们赔十万块 这不是抢劫吗 姜法官 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原告尤先生是个 微胖的年轻人 戴了副黑边框眼镜 丝丝纹纹纹的模样 看着就是个宅男 坐在旁边一副 狠丧的表情 但在听到被告的话后 仿佛被触及逆铃 腾一下站起来 你懂个屁 让你们赔十万块 已经是看在亲戚的份上 我这些藏品 很多都绝版了 无价的 官女士哈了声 无价 简直笑死人了 就你这些破玩意儿 难道还想要我赔几个亿 尤先生气得满脸通红 摔坏的 那是我老婆 你赔几个亿都弥补不了 哎呦 你这些破烂玩意儿 要是真值个几页 你还苦哈哈的上班做什么 我看你是有妄想症 还老婆呢 难怪人家都说你不正常 一个大男人二十好几了 不找对象 窝在家里管塑料人叫老婆 可不是不正常吗 你他妈说谁不正常 说的就是 行了 江瑞叔打断他们的争吵 现在我问谁 谁就回答 两人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 哼了声 不甘心地坐回去 江瑞叔先问被告 官女士 上个月九号 你儿子蒋小官在尤先生家中 损坏了尤先生的数个手办 DVD和漫画等藏品 是吗 我们家小官就看他那么多玩具 想要一个来玩玩 小官还是个孩子 孩子哪有不喜欢玩具的 江法官你说是吧 别人大放的 都直接送一两个给孩子 他还亲戚呢 玩一玩都不给 官女士满口抱怨 我又不是他亲店 我的东西 不想给他玩怎么了 惯的你 哎你会不会说人话 我说的当然是人话 你听不懂人话吗 你骂谁呢 谁应骂谁 你有种再说一次 官女士勃然大怒 拍案而起 看吧看吧 你听不懂人话吧 略略略 你 别吵 江瑞叔敲了敲桌子 两人再次不甘心地闭上了嘴 江瑞叔看向原告 尤先生 你起诉被告 要求他们赔偿十万元经济损失 关于被损毁的手办 DVD和漫画等藏品的实际价值 你有更确切的凭证吗 尤先生掏出一摞票据 这是发票和凭证 江瑞叔不玩手办 但他知道 手办这些东西不便宜 动辄上万甚至几万十几万一个 知名手办都是神豪的玩物 从原告受损的手办来看 十万块还真不算贵 他把票据核对了一遍 看着官女士 尤先生的赔偿要求不过分 如果你没有异议 我现在可以为你们出具调解书 官女士文言顿时慌了 这不可能 给我看看 江瑞叔把票据递给他 这些票据都是可以查验的 官女士拿到票据 眼珠子飞快转动 下一刻 他突然做了个惊人之举 卧槽 住嘴 江瑞叔和尤先生同时大叫 官女士突然将票据团成一团 张开嘴 以迅雷不及掩耳 只是吞了下去 江瑞叔一个箭步上去 摁住他下颌 想让他吐出来 但他就在江瑞叔的眼皮下 用力地咽了下 再张开嘴时 嘴里什么都没有 江瑞叔脸都黑了 尤先生目瞪口呆 他他他 江瑞叔默不作声 给官女士倒了杯水 你没事吧 官女士喝了两口水 终于缓过来了 他原先还有点担心 江瑞叔会发怒对自己怎么样 这会儿见江瑞叔态度温和 还给自己倒水问好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想到证据没了 心情顿时好得不得了 没事 我身体好着呢 没事就好 江瑞叔微微一笑 转头问尤先生 除了纸质票据 你有没有线上购买记录 尤先生这才回过神来 连连点头 有有有 大部分都有线上购买记录 没有的也可以想办法补药 官女士身体一僵 这么说他吃了白吃 江瑞叔的视线 落回到官女士身上 微笑骤然淡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111条第一款地 1 向规定 你的行为妨碍了民事诉讼 法院将依法对你处于 2000元罚款 官女士 第127章 魔鬼的微笑 从调解室出来 江瑞叔松了口气 罚款家训诫 总算让官女士明白 什么叫做 No saw no die 实力演绎 赔了夫人又折兵 明白自家 将因为儿子手剑 摔坏的几个小玩意儿 赔上十万块 官女士只觉得眼前一黑 对儿子的熊熊母爱 瞬间暗淡了大半 当场上演女子单打 要不是江瑞叔拦着 估计她把熊孩子的手打断 不过 看到熊孩子被揍得哇哇大哭 还蛮爽的 这次熊孩子最好能吸取教训 以后能懂试点 不然 下次等待她的 不是亲妈的毒打 而是社会的毒打 站住 身后突然有个小孩大叫 江瑞叔回头一看 不就是熊孩子蒋小关吗 蒋小关眼睛通红 眼里烧着怒火 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见江瑞叔停下来 便跟小炮弹势地冲过来 挥舞着拳头 想打江瑞叔 你去死吧 江瑞叔闪身躲开 他想揪住江瑞叔 但江瑞叔再次躲开 一把抓住他的后领 把小孩给低溜起来 你想干什么 你不踢打江瑞叔 弄死你你个贱人 不得好死 江瑞叔眸光一沉 抓住他胳膊 反手将他按在墙上 蒋小关拼命挣扎 尖声大叫 你放开我 江瑞叔被他叫的耳朵发疼 用十分阴森的语气 在他耳边说道 再叫弄死你 蒋小关回头要破口大骂 却一眼看到他十分可怕的冷笑 顿时吓得打起格来 我 我妈妈会来 找我的 会帮我 报仇的 江瑞叔眯起眼睛 你说的也对 弄死你太麻烦 但是我可以让你吃点教训 说着 他点了一下蒋小关的后背 语气跟邪恶的女巫似的 有没有感觉又妈又痛 你 呃 对我做什么 呃 蒋小关年纪小 但也能感觉到 江瑞叔做的不是好事 而且真的又妈又痛 一瞬间 他想到了武侠片里面的葵花点血手 他是不是把真气打进他身体里了 啊 他是不是要残了 越想越害怕 又妈又痛 是吧 江瑞叔好似阴谋得逞 语气很是愉悦 我点了你的棋学 你以后再打人骂人 就永远长不高 等以后你同学长得跟你爸爸一样高 人家一只手就能把你拎起来 等你老了 还跟现在一样 满脸褶子 老小还一个 蒋小关浑身一个哆嗦 惊恐地看着他 永远长不高 你 呃 你骗我的吧 江瑞叔松开了他 轻松地笑笑 那你可以试试 等明年 你看你能长多高 重获自由的蒋小关 转身就一巴掌打过来 江瑞叔挑了挑眉 打人会长不高 蒋小关连忙收回了打出一半的手 想咒骂 但又想起他说 骂人也会长不高 硬生生把话憋了回去 打不得骂不得 他不知道怎么对付江瑞叔 最怕的还是那个什么所谓的奇学 太可怕了 他敢怒不敢言 你 你 你给我等着 说吧转身就跑 跑出一段距离 却突然回头 想看江瑞叔是不是装的 江瑞叔还站在原地 见他回头 露出雪白的牙齿 朝他友善一笑 可是落在熊孩子眼里 却是魔鬼的微笑 他吓得浑身哆嗦了一下 连滚带爬跑了 江瑞叔抱着双臂 小屁孩 还治不了你 扑 附近几个办公室的人都听了个全程 等熊孩子走了 都忍不住探头出来 旁边的吴嘉生笑着问他 看你把熊孩子吓得都打嗝了 不怕家长投诉 江瑞叔谈了谈衣领上不存在的灰尘 我可什么都没做 只是教孩子要懂礼貌 大家一阵闷笑 吴嘉生又问 这小孩怎么回事 你怎么惹到这种熊孩子 这熊孩子 把人家的手办摔坏了 他家长也是熊 拒绝赔偿 务主就把他家长给告了 刚才我给做了条件 赔了十万 熊孩子挨了他妈打 估计是怪到我身上 来了江瑞叔三言两语说了的大概 也真是奇葩 这熊还胆不小 居然敢找江法官报仇 每个熊孩子背后 都有一个熊家长 孩子真的不能纵容 你现在不教 以后社会帮你教 大家感慨不已 显然都遇到过熊孩子 这种讨厌的生物 这时 朱伟林开完亭回来 眼神空芒 魂好似飘了 只有一副莫得感情的曲求 吴嘉生见了招呼他 朱法官 你怎么了 朱伟林茫然地转过头来 你们怎么都在 哦 再说一个熊孩子 被他妈打了一顿 来找江法官报仇 朱伟林呵呵 熊孩子算什么 你们见过活体皮卡丘吗 皮卡丘不是动画里的吗 朱伟林面无表情 就是有个当事人 在网上花了二十几万 买活体皮卡丘 到货发现自己被骗了 就把卖家给告了 噗 这人是不是傻 这已经不是傻的范畴了 这当事人是怎么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活体皮卡丘的 大概是因为真爱吧 活体皮卡丘算什么 以前还有买纯种葫芦娃的 买七个娃送一个爷爷 会洗衣 拖地煮饭暖床的那种 所有人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此时 秦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听着前面贵妇打扮的女人 半遮半眼 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心事 已经满心不耐烦 秦律师 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 我说自己过得很苦 别人肯定会觉得我矫情 是啊 我开着好车 住着大别墅 拎着名牌包 有什么资格说苦呢 可是我这心里苦啊 我跟我丈夫是联姻在一起的 他根本不爱我 除了给我钱 什么都给不了我 说话时 对方一直盯着他看 不时给他一个 欲含羞的眼神 你想离婚 秦玉冷冷到 贵妇的脸色僵了下 叹气 离婚没那么容易 我和我丈夫 虽然没感情 但牵扯太多了 我身不由己 离婚不容易 但有件事很简单 我觉得你一定要做 秦玉突然态度温和 做什么 贵妇眼中 竟是期待和暗示 秦玉的表情骤然一收 起身 出门 直走 不要回头 贵妇 第128章 小肥羊 你又赶跑了一个 送上门的客户 陆思安匆匆赶过 发现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 气呼呼 从秦玉办公室快步走出 不用想 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便过来敲了敲门 秦玉抬头看了他一眼 无聊 你说你挣钱多容易 别的律师要拉个业务得求爷爷告奶奶 你坐在办公室里 就有客户主动送上门 只要陪人说说话 按时计费 多轻松你倒好 送上门的钱都往外推 只要陪人说说话 秦玉啪一下放下钢笔 朝门外大喊 陶灵 陶灵小跑着过来 什么事 你去外面看看招牌 这里到底是大安律所 还是大安会所 陶灵瞥了眼旁边的老板 就知道 肯定又是陆老板不正经了 我来的时候刚看了 是大安律所 不过不知道陆老板 会不会临时想改行 陆思安做事要打陶灵 陶灵窜的贼快 陆思安喊道 你给我回来 老板你也敢编排 扣你奖金 陶灵投也不回 扣奖金什么的 他才不怕 陆老板敢扣他奖金 回头他的投铁大哥 就能给他找不回来 这臭小子 无法无天 都让你给关坏了 陆思安恨恨抱怨 你整天这么闲 不如多拉几个业务回来 以你的姿色 刚才那样的客户 肯定也乐意主动送上门 那是当然 但我这种级别 早就不接普通客户 想约我可没那么容易 陆思安说完素其苦来 但我可不轻松 最近律所没有大镜像 瞅得我头都快凸了 秦玉给了他一个白眼 说他胖还喘上了 倒是你 最近没结什么案子 又不想做咨询的话 不如做做非速业务 陆老板不遗余力地压榨自己人 秦玉正想说些什么 目光突然跳到了远处 案子马上就有了 陆思安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便看到 外面一个全副武装 连眼睛都没露出的人进来 遮头盖脸 鬼鬼祟祟害遗前故后 不是有血海深仇要报 就是做了桑尽天良的亏心事 这两种人 都需要一个优秀的律师 替他们冲锋陷阵 一看就是可以狠狠宰的小肥羊 十分钟后 小肥羊被请进了秦玉的办公室里 小肥羊半边屁股坐在沙发上 小心翼翼打亮着办公室里的摆设 好似在评估什么 喝点什么 男人金玉相机的声音突然响起 小肥羊好似受惊的白兔 骤然回头 带看清楚秦玉的长相 一句卧槽脱口出 你是律师 秦玉不是很懂他震惊的点在哪里 这是我的办公室 他再次脱口出 这么帅你当什么律师 秦玉的脸一下子沉下来 给你五分钟说明来意 小肥羊意识到他不高兴 善善地坐回去 刚想开口 又觉得自己这副模样 对人不大尊重 可脱下这副伪装 他好像又很没安全感 于是伸长脖子往外看了看 你这里不会有什么记者 或者会泄密的人吧 秦玉觉得自己身体里 叫做耐心的数值往下降了点 这里是律所 哦 小肥羊不敢再说什么 先摘了帽子 随后摘了口罩 最后手搭在墨镜上 我就是 随着他的动作 一张青春帅气的脸孔露出来 健眉入病 鼻梁高挺 魅惑凤眼 唇边是邪四的浅笑 宋李宇 秦玉 宋李宇 秦玉看着他 哦 宋先生 宋李宇 你不知道我是谁 宋李宇 秦玉语气不变 宋李宇 他有点抓狂 我是说 你不知道我是谁 不对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秦玉做了个请的手势 请宋先生自诉 宋李宇出离的愤怒了 他竟然不认识自己是谁 天哪 他是山顶洞人吗 难道自己这神言 不应该见之忘俗 见之不忘的吗 难得见了羡慕嫉妒 女的见了疯狂沦陷 可是 他竟然不认识自己 他怒目而视 但是一看到秦玉的脸 满腔的怒火刺了一下 灭了 这个律师 比他帅多了 在打击中颓废了几秒钟 他又抬头瞄了眼秦玉 忍不住嘀咕 你怎么会当律师啊 你这颜值太浪费了 秦玉看了下手表 你还有四分钟 宋李宇连忙坐直了身体 眸光中多了几分审视 他显然有所戒备 不肯轻易相信别人 哪怕到了律所 仍然心怀警惕 他们说 你是这里最好的律师 有多好 秦玉很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 总有那么些委托人 不愿相信律师 哪怕委托了律师 也各种提防 生怕律师哪里没做好 但其实也可以理解 毕竟信任不是那么容易交付的 我没输过 他说 宋李宇瞪圆了眼睛 你从业几年了 十年 宋李宇没想到 他随便找 就找到了个这妖牛逼的律师 双肩慢慢放风下来 脑袋也垂下来 过了半晌 苦笑了声 我来这里 是想挽回我的视野 这是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 这个夏天 地瓜台推出了一档选秀节目 打出的口号 是选出实力派少年偶像 宋李宇跟同公司的练习生 一起参加了这档节目 他不是科班出身 唱跳一般 没学过创作 但凭借一张稀有的神言 第一次出镜他就红了 可以说他运气很好 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那种人 虽然零基础 但每次考核和公演 他都能找到最好的状态超常发挥 但他的运气也不是很好 因为选手中 有一个跟他的类型壮了 对方是科班出身 唱跳创作都比他要好 唯一比不过他的便是脸 可他硬是凭借着一张脸 每次都压在对方头上 不可避免的双方粉丝掐了起来 而明面上 他和那人虽然看着和平 但私底下早已互相看不惯 准确说 是对方看不惯他 这原本也没什么 他跟其他人的关系 还是很好的 对于最后的结果 他其实已经不怎么在意 因为经纪公司已经明确表示 要力捧他但 就在这时候出了问题 第129章 最大的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 宋李宇咬牙切齿 你平时都不看新闻的吗 不看垃圾新闻 卧槽 什么叫垃圾新闻 那叫娱乐新闻好吗 宋李宇翻白眼 你是活在远古时期的人吗 你不知道 这个夏天最火爆的话题是什么吗 你不知道 这个夏天 最受万千少男少女 关注的人是谁 中美贸易战 搞事的特朗普 靠 简直不在一个次元 宋李宇抓狂 给你一个机会 上网查查我的名字 情欲从善如流 也没问宋李宇的名字 到底怎么写 就随后打了全拼出来 顿时上百万条 一下子跳出来 而第一条 便是宋李宇的百科 选秀艺人 宋李宇恩哼 秦玉继续往下看 未来偶像 人气前三 宋李宇挺起了胸膛 五十年一遇的美男 宋李宇下意识仰起头 要全方位 展示自己这张天度神言 但是一看到秦玉那张脸 他刚刚窜起的得意小火苗 刺拉一下灭了 挺直的腰 一下子垮下来 闷闷的 媒体喜欢说的夸张点 整容 胡说八道 宋李宇坚决不允许 任何人污蔑她的容貌有假 这纯粹是汪宁宁的粉丝污蔑 汪宁宁你知道吗 哦 你连我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知道她 汪宁宁就是那个 每次都被我压一头的家伙 她家粉丝整天才有捧她 说他们 郑主哪哪都比我好 而我出了一张脸 一无是处 可我有什么办法 老天让我长了 这么一张受欢迎的脸 我不放出来 让大家欣赏 岂不是抱天天物 真的没有整容 当然没有 见秦玉不是很相信自己 宋李宇高昂起头 往她面前凑 你仔细看看 这么完美的容貌 是凡人能做出来的吗 这只能是上天的杰作 秦玉瞥了眼 她完美无瑕的底妆和眼妆 面无表情地将电脑转向她 那么如此天度神颜的你 为什么有一个 如此不堪直视的过去 屏幕里是两张照片 一张是宋李宇的宣传映照 她穿了身挺刮的西装 长腿细腰 眼神冷酷 气质邪似 时尚和古典在她身上 神奇的融合 让人十分惊艳 而另一张 则是一个穿着 蓝白运动校服的小胖子 小胖子胖的眼睛 快成一条缝 还特别黑 真是一个胖胖的黑眉球 宋李宇瞬间 仿佛被卡住了脖子的攻击 乐乐说不出话来 脸上的通红 手忙脚乱盖住网页 想让秦玉关掉 你 你别看那个 秦玉把电脑转回来 语气仍然没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小胖子是你 宋李宇紧咬着牙关 过了几秒 咬牙切齿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但是 那时候我比较胖 也没长开 还比较黑 跟现在差别大不是很正常吗 女大十八遍 男大也十八遍啊 但你仔细看看 我这眼睛 鼻子 嘴唇 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秦玉一会儿看看宋李宇 一会儿看看黑眉球 说实话 只能大概看出来 说一模一样 就没良心了 黑眉球很胖 几乎看不出面部骨骼怎样 但脸大就是了 而宋李宇 现在是巴掌脸 却棱角分明 但他知道人的面部骨骼 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会随着年龄增长产生变化 有些艺人出道早 出道的时候是鹅蛋脸 到了一定年纪后 下颌骨显露出来 好看的会棱角分明 不好看的会变成方脸 另外 整牙也会造成脸型变化 但变化多少 如何变化 这个因人而异 也并非每个人都会变化 关于宋李宇的整容说 有说他削骨的 也有说他做了填充 总之就是 揪着他脸型说是 大概是秦玉的表情太明显 宋李宇跳脚 我真的是百分百原装的 不幸我去医院做鉴定 我相不相信不重要 这应该不是你最大的问题 秦玉一语到处关键 这种八卦新闻 对于艺人来说算是日常 只是个不大不小的负面新闻 看得开的 未必不觉得这是件好事 这说明关注度高 黑红也是红 宋李宇最大的问题是 同性恋 宋李宇一下子暴怒 破口大骂 这特么是污蔑 我是笔直笔直的钢铁直男 平时我是喜欢跟大家玩闹 偶尔有点亲密举动 但现在不是流行麦府吗 我组几个 CP给粉丝发点糖 是福利好罚 但我绝对不是同性恋 更不是什么小兽兽 这绝对是汪宁宁那斯 背后指使的 想进前三 故意泼我脏水 想把我踢出决赛 现在麦府很流行 也很能吸粉 很多男明星 喜欢给自己组个好兄弟 CP 大家也喜闻乐见 但如果是真正的同性恋 目前来说 很难获得欢迎 他最开始 其实是无意识组CP的 都是粉丝自发搞起来的 后来发现粉丝喜欢 就就有意无意发个糖 结果决赛前突然有人爆出他 经常借机开其他学员的油 偏偏上一期节目 也剪得好像他很喜欢 跟别人勾肩搭背 种种原因一起 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同性恋 秦玉看着他 又看了看搜索结果 影响确实很大 宋李宇僵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 声音干涩地问道 网上新闻是不是很多 大概两百万条吧 网络上宋李宇的相关结果 总共近千万条 可见 结果是他爆红两个多月的累计 而这其中有两百万条 是关于他同性恋的信息 却是近期才产生的 足以说明 这个消息传播的多么可怕 宋李宇的身体 轻轻颤动了一下 退回沙发 双手插进头发里 无力地坐下 刚开始他还会去网上看 这些新闻 但内容越来越不堪入目 他不敢再看 怕自己会崩溃 一直在逃避这件事 但听到秦玉说出具体数据 他一瞬间感觉自己 好像被无数羞辱 咒骂包围 现在能说一说你的诉求了吗 第130章 有毒 宋李宇咬牙切齿 我要告汪宁宁 告他什么 造谣 还有节目组 节目组有人跟汪宁宁勾结 故意把我的镜头 都剪得特别猥琐 用这样侮辱性的方式 把我踢出决赛 告汪宁宁造谣 你是同性恋 对 你有证据吗 秦玉问 宋李宇一下子掖住 过了几秒 耿着脖子道 真凭实据我没有 但是造谣 我是同性恋的那些人 都是他的粉丝 也就是说 你没有实质性证据 可以证明是汪宁宁造谣 这都是你的猜测 除了他还有谁 宋李宇激动 他上次跟我说 要我好看 结果刚说完我传出这种新闻 肯定是他干的 秦玉沉吟了片刻 是谁在传播 你是同性恋的消息 很多人 汪宁宁的水军 粉丝 还有一些大V 他们得到了一些节目组 没公开的花絮 说我特别爱开其他学员的油 所以 这是肯定有节目组的人在搞鬼 后来一些媒体官微也跟着传 宋李宇越说越气愤 这些无良的媒体 为了博眼球 什么都报道 也不管是不是真的 太过分了 我要把他们也一起告了 见他要告的人越来越多 秦玉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这恐怕不行 为什么 秦玉抬起眼眸 你最好先想清楚 你的目的到底是告他们 还是 挽救你的誓言 宋李宇浑身一震 半小时后 宋李宇把自己重新武装起来 这时候 他已经没有来时的气焰 言之拼不过 还有囚鱼人 就是想抖也抖不起来 临走前 他看着秦玉十分正重道 那就拜托秦律师了 不用客气 秦玉起身送他 不用 我自己走就行 他连忙拒绝 这人长得这么招摇 走哪哪就跟打了高光一样 他可不想引人注意 他拉开一条门缝 小心翼翼的张望 跟做贼似的 秦玉嘴角抽了抽 你不用这样 律所应该没人认识你 宋李宇气了声 认为他就是在打击自己 虽然我没有你帅 但我出门没办法 像你这么随意 不小心就会遇到疯狂粉丝 哎 你是不会懂我的烦恼的 他一点也不想懂 我走了 回见 宋李宇见四周没人 拉了拉帽颜 像兔子一样窜出去 结果下一刻 他就迎面撞上了一个人 被生生撞回了秦玉的办公室 由于惯性太大 帽子直接飞了出去 秦玉 赵思雨被撞得 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正想抬头看 是谁撞自己 就见一个戴着墨镜和口罩的家伙 特别猥琐地蹲下身 一只手朝他的脚摸去 流氓 他想也不想 就一脚踢过去 卧槽 宋李宇跟弹簧似的往后跳 你这女人有病吧 赵思雨还想 谁这么大胆 敢在大安耍流氓 就听到对方骂自己 顿时气笑了 你说谁有病 说的就是你 把帽子给我 赵思雨一个箭步上前 抬手就摘到她的墨镜 想看看 这个行迹可疑耍流氓的家伙长什么样 你 宋李宇连忙捂住自己的眼睛 怕被认出来 但是下一秒 你谁啊 宋李宇整个人僵了下 双手张开两条缝 悠悠地目光射出来 你认不出我是谁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听力出了问题 赵思雨竟然感觉 他好像很生气 上下打量他 突然警惕起来 难道你是逃犯 想找秦律师辩护 打扮成这样 那说明身份不能见光 听他的话 应该不少人知道他 全网通缉的再逃犯 很符合这点 宋李宇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拉下口罩 你看清楚我是谁 赵思雨再次打量他 这次仔细看 便觉得有些惊艳了 心到这家伙还挺帅的 有点点眼熟 好像在哪里看过 听对方的语气 自己应该认识他 我认识你 宋李宇 你装的吧 装什么 装不认识我 赵思雨皱眉 我为什么要装 你很有名吗 宋李宇 我 当然 思雨你在这里啊 你下午有没有空 有空的话 能不能帮我做个表格 这时 一个同事匆匆路过 见到赵思雨顿时眼睛一亮 赵思雨一口硬下来 没问题 宋李宇连忙捂住自己的脸 结果 那同事看了他一眼 脸色平静地走了 宋李宇 这不科学 他正想说些什么 这时又有两个同事路过 跟赵思雨打招呼 思雨 你要不要吃饭去 不去的话 我给你打包回来 宋李宇连忙低下头 用手遮住额头 我还要等会儿 你们先去吧 赵思雨道 哦 那我们先去了 同事们瞥了眼宋李宇 礼貌地笑了笑 然后转身走了宋李宇 装的吧 这时 陶灵抱着一大文件夹过来 见他俩站在秦玉办公室外头 你们找秦律师 说着打量了一下宋李宇 见他没有露出丝毫惊讶 纯粹是打量陌生人的眼神 宋李宇一脸麻木 内心已经毫无波动 因为他已经确定 大安律所的人都是山顶洞人 呵 你是不是宋李宇 宋李宇骤然回神 你认识我 陶灵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 你是未来偶像 人气学员宋李宇 对吧 宋李宇终于找回了状态 他就说嘛 不可能没人不认识他的 这个小帅哥一眼就认出了他 应该也是他的粉丝吧 一会儿送他一个签名好了 如果他要求合照的话 嗯 也可以勉为其难答应 谁让他给自己长了这么大的脸呢 赵思雨终于想起来 问陶灵 你还看选秀节目 陶灵微微一笑 不看 是我朋友圈有个朋友喜欢汪宁宁 整天说宋李宇就一张脸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宋李宇 宋李宇回头 就见情欲语气不变的附属 我说了 这里应该没人认识你 也没有你的粉丝 宋李宇 你们大安律所有读吧 第131章 探望权 这天早上 江瑞书如常开车到法院 到了法院外面 却发现堵满了人 从保安亭到安检入口 排了长长的队伍 很多人等着安检进法院 未防有人偷溜进去 法院的保安一字排开 站在了入口两侧 一副如临大敌的姿态 此时 进入法院的人已经不少 这些人看着年纪都不大 十几二十岁的模样 不少人拉着横幅和小旗帜 在外面有一拨人 似乎并不进去 而是安静地等在入口 好像在等待欢迎谁 黄眼一看 还以为是什么明星应援现场 弟弟 江瑞书按了按喇叭 旁边马上有人叫走 堵在入口的小年轻 看打扮 他们是一起的 还挺有组织几率的 江瑞书前脚到办公室 刘一当后脚也到了 过来跟他确定 今天工作安排 突然有点小小的激动 江瑞书想了想 恍然 难怪刚才外面那么多人 江法官 你也是他的粉 一言 我是他的路人粉 江瑞书瞧他一眼 演粉吧 你不觉得 他的演很稀有吗 是挺帅的 江瑞书道 不过我不是他的粉 路人粉也不是 只是满大街看到他的广告 想不知道他都难 毫无疑问 宋礼宇是这个 夏天最红的艺人 媒体用国家级稀缺资源 来形容他的颜值 就连最喜欢黑他的媒体 也要提一句除了脸 没别的本事 他心道 吸宋礼宇的言 还不如吸琴玉的言 不过非要粉的话 他还是更喜欢吸自家 大局的大圆脸 不过他深陷同性恋传闻 现在全网黑 你还粉吗 等判决我再决定 要不要继续粉 刘一丹属于理智那一波的路人 不像网上那些 听风就是雨的网友 虽然宋礼宇同性恋 已经差不多实锤了 你知道分寸就好 准备开庭吧 今天开庭比较早 八点半 江瑞书和两名陪审员 准时到庭 今天的案子有点特别 原告是一对六十岁的夫妇 被告是他们的前媳 有一女 离婚时女儿归被告抚养 原告便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 由于被告不允许他们探望孙女 唯一的儿子出国打工 归妻未定 所以他们的诉讼请求 是想要获得对孩子的探望权 孩子爷爷奶奶起诉主张 探望权很少见 因为探望权的法定主体 是孩子父母 不是孩子祖父母 要获得探望权 基本都是不抚养孩子 那一方的孩子父亲或母亲提出 双方都没有请律师 法庭调查 只能由江瑞书主导提问 他先询问原告 原告 你们为什么要主张探望权 原告张素芬 也就是孩子的奶奶道 儿子出国打工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们身边没有别的孩子 只有家家这一个孙女 可以说 她是我们唯一的精神寄托 可是家家妈妈不让我们去看她 所以我们想请求法院 能怕我们可以探望孩子 体谅我们空巢老人 对天文之乐的渴望 听到这话 被告冷笑了声 江瑞书不由侧目 被告没说话 只是抱着胳膊 冷眼看着原告 江瑞书却从双方的态度中 感觉到和解不容易 空巢老人是弱势群体 应当多加关爱 从情理上来说 孩子爷爷奶奶去见孩子 是应该支持的 但他们又并非法定探望权的主体 孩子监护人 不让他们探望孩子 也是可以的 孩子出生后 你们是否抚养过孩子 张素芬答道 孩子从小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一直到刘娜跟我儿子离婚后 孩子判给他才离开 我们身边 说着他抹眼泪 其实当初离婚的时候 我们也想要家家的抚养权的 但法官说 孩子小 跟着孩子妈妈更好 就把孩子判给了他妈妈 以前他还让我们看孩子 谁知道儿子一出国 他就不让我们看孩子了 这不是要我们老命吗 在这期间 孩子的生活费用是谁支付的 孩子爸爸妈妈 我们劳两口也偶尔补贴孩子 所以 孩子爸爸妈妈 有能力抚养孩子 并履行了抚养义务 是吗 但孩子平时都是我们照顾的 刘娜和我儿子平时都上班 家家是我和老头子带大的 得到答案 江瑞书心里有了数 转而问被告 被告 你为什么不允许原告探望孩子 被告刘娜淡淡道 我再婚了 他们再来探望 孩子会影响我新家庭的和睦 张素芬道 你再婚就再婚 我们又不会去干扰你的家庭 只是看一看孩子 这有什么关系 刘娜不理他 只看着江瑞书 法律没有规定 孩子爷爷奶奶也有探望权吧 他显然对相关法律有所了解 江瑞书一听就知道 他态度坚决 正常来说是这样 但爷爷奶奶是直系亲属 跟爷爷奶奶保持联系 利于他的人格成长 我不建议你 断开孩子跟直系亲属的关系 所以 我不想让他们见孩子 他们就没有权利去见孩子 老太太文言顿时急了 抢在江瑞书回答前说道 我们是家家的爷爷奶奶 真心疼家家 你工作忙不方便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忙照顾家家 不要你一分一毫 你做什么不让我们见家家呢 刘娜不搭理老太太 只看着江瑞书 江法官 是这样吗 江瑞书暗暗叹了气 道 是的 这 张素芬更急 哀求地看着江瑞书 法官 我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 我们也不是要跟他抢孩子 我们只是想能看看孩子 法律怎么就不支持 江瑞书无奈 祖父母虽然是直系亲属 具有亲属关系的权利和义务 但祖父母不是法定的探望权的主体 除非孩子父母去世 或者孩子父母无力抚养孩子 而你们尽到了抚养义务 可你们不符合这两点 而且被告再婚 如果他认为 你们探望孩子 会影响到家庭和睦 因此拒绝你们探望孩子 这一点也是正当理由 陪审员商量了一会儿 便当庭宣判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132章 造化弄人 被告没有多停留 宣判后很快离开 原告老两口却傻眼了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爷爷奶奶看孩子都不允许 法律这么不通情理吗 等他们反应过来 这才追着江瑞书出去 法官 江法官 这不合理啊 我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 看自己的孙女 不是人之常情吗 怎么到我们这里就不准了 为什么法律不支持 难道法律不顾及人伦的吗 江瑞书被他们拉住 听到他们一字一句的质问 心里同情他们 却无可奈何 我在法庭上已经说得很清楚 你们不是法定的探望权的主体 也不符合可以主张探望权的情况 被告也有正当理由 拒绝你们探望孩子 你们有你们想要的权利 可是被告也有被告的权利 你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 可她是孩子的亲妈 还是监护人 她有权决定 给孩子怎样的成长环境 法律不是不顾及人伦 每个人的权利是同等的 他们想要探望孩子是人之常情 可孩子妈妈想要开始新的生活 不想让他们探望孩子 也是人之常情 不能为了体谅他们 就剥夺孩子妈妈的权利 可是孩子是我们亲手带大的 血浓于水啊 我们不是要抢孩子的抚养权 我们只是想看看她 为什么连看看都不准 我们没做过伤害孩子的事 我们只想对孩子好 为什么也不行 他们不懂千山万水阁不断的血脉 却被法律硬生生隔开 这不合理 不应该这样 我很遗憾 可是 我没法帮你们 你可以帮我们 你只要盼 那我们可以看孩子就行了 我们什么都不会做 我们只是看看孩子 就算不让我们带孩子出去 哪怕让我们去幼儿园看看也好啊 老人激动地拽着他的手 仿佛他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江瑞叔苦笑 可我要是那么做是违法的 您别为难我 好吗 可是我们就家家一个孙女 没有别的孩子 她就是我们老两口的唯一精神寄托 我们这辈子到了这时候 也没别的指望 就指着她 能让我们想想天伦之乐 江法官 你就帮帮我们 我们真的就看看孩子 什么都不做 谁也不打扰 我们就这一个孙女 你就帮帮我们 求你 求求你 张素芬说着说着 老泪纵横 儿子离婚出国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唯一的孙女 却连见都不能见 他们真的想不通 这到底是为什么 只觉得 未来一片灰暗 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如果你们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判决 我可以再跟你们解释 但是这个判决 不是随便做出的 连我也没办法更改 江瑞叔耐心跟他们解释 你是法官 判决是你做出的 你怎么会没办法呢 我真的不明白 法官不是主持公正的吗 我们老两口 这辈子没做过 没良心的事 从来没伤害过谁 为什么领导老了 见见自己的孙女都不行 江法官 你就帮帮我们 我们就这么一个心愿 我求你 跪下来 求你可以了吗 我们真的不要什么 只要你让我们看看孩子 就看看孩子这么简单 说着 张素芬跪下来 江瑞叔哀一声 连忙扶住他 您别这样 那你要怎么样 只要能让我们见孙女 你要怎么样都可以 只要让我们能见到家家乌乌 两个老人痛声哀求 任谁听了 都忍不住同情 两位陪审员都上了年纪 见他们这样哀求 心有戚戚 真是造念 旁边的法庭有准备开庭的 听到动静 便有人探头出来 对着他们指指点点 这么下去不是个事 江瑞叔暗暗叹气 我们去办公室谈 好吗 两位陪审员也知道 闹下去影响不好 跟着劝他们 好说歹说 才把劳两口给劝走 回到办公室 江瑞叔又费了很大的劲 翻开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指着条款一字一句地跟他们解释 为什么没有支持他们的主张 许久 两位老人艰难的才接受事实 他们得不到探望权 想要见孩子 只能想办法跟孩子妈妈沟通 可是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沟通 孩子妈妈根本就铁了心 现在他们又起诉了他 他恐怕更加不愿意了 恐怕只有等孩子爸爸回来 或者等孩子长大 他们才有机会再见到孩子 刚才你真闹冤案呢 又哭又叫的 吴嘉生过来借公据书 顺口说了句 江瑞叔喝了口水 把事情大概说了一遍 也是没办法 吴嘉生愣愣 过了一会儿 问道 你觉得合理吗 亲爷爷奶奶不能见孙女 听起来是不大合情理 可是孩子妈妈也有自己的考量 并非无理取闹 没有过错 不意味着有权利 只能说造话弄人吧 吴嘉生面露纠结 最终没说什么 法院外 人越来越多 一辆兵力 缓缓从通过十字路口 开向法院 宋李宇今天穿了深黑色手工西装 梳了大背油头 脸上还打了粉底 画了眼线 嘴上擦了淡粉色唇彩 妆感不明显 却将她原本十分的容貌 提升到了十二分 精致的可以直接去走红毯 她坐在后座 跟上课的小学生似的 腰挺的笔直 脸上没什么表情 两只爪子放在膝盖上 一会儿摊开 一会儿握拳 泄露了心底的情绪 眼看着法院越来越近 她头顶仿佛拎了根线 把她整个人低了起来 绷得紧紧的 秦玉瞥了她一眼 没理她 宋李宇觉得自己 快抖起来了 怕秦玉发现 那可太丢脸了 变不住往外面张望 突然哀悠一声 两眼发亮 法院外面好多人 还拉了横幅 有组织有纪律 肯定是我的粉丝 秦玉往外看去 这时 车开到了路边 只见法院入口的马路 两边站满了人 很多人手里 拿着小旗子 上面不是写着 宋李宇的名字 就是印着她的头像 全部都打了个叉 后头还有个横幅 图有外貌宋李宇 恶心猥琐死鸡了 宋李宇 第133章 是男人都不能忍 肯定是那些黑粉头干的 知道我今天开庭 故意在这给我没脸 她咬牙切齿 目光往人群里扫了一眼 发现入目的全是黑粉 面上没什么表现 心里却难以抑制的失落 不久前 这么多人等待她的到来 都是为了支持她 可是一夜之间 那些支持她的人都不见了 一个个都恨不得 把她踩进你你 曾经听一位前辈说 粉丝是最深情的 当他们爱你的时候 可以为你上刀山下火海 将你视为生命中 无法替代的存在 可粉丝也是最无情的 当你变得不符合 他们幻想的模样 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你 甚至反踩一脚 恨不得你早点堕入地狱 她知道同性恋传闻爆发后 网上有很多人在辱骂自己 也有很多人脱粉回踩 这些她都知道 可她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 而今天终于亲眼看到了现实 所以她已经没有粉丝了吗 她突然有点茫然 一个失去所有粉丝的艺人 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 黑红也是红 没存在才最可怕 为此不惜拿丑闻换名利 将自己活成一个工人嘲笑的小丑 可是她不想那么做 她虽然不是什么道德模范 却也知道什么叫廉耻 就在这时 后面突然穿出几个人 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模样 他们穿着统一的白T恤 衣服上都印着一条锦鲤 宋李宇对他们的应援服 再熟悉不过 因为她的名字的谐音 很像李渔 加上她在未来偶像中 一直运气很好 所以她的粉丝都叫她李渔 粉丝们自称锦鲤 应援标志便是一条红彤彤的锦鲤 所以 他们是她的粉丝 他们走进人群 似乎想劝说其他人 放下那些侮辱性的道具和横幅 但粉和黑之间 从来都是血雨腥风的 他们的出现 仿佛由锅里滴进了几滴水 整锅油马上沸腾起来 双方很快发生争执 请你们放下这个横幅 李渔从来没有说过她是同性恋 法院也还没有宣判 你们这是污蔑造谣 穿着锦里短袖的女孩 对打着横幅的黑粉道 这件事已经实锤 宋李宇就是同性恋死机了 你们眼瞎心瞎 就一边瞎去 别在这儿爱我的眼 打横幅的黑粉连连冷笑 一些似是而非的视频 算什么实锤 你们是不是汪宁宁的粉丝 先是故意污蔑我家李渔是同性恋 把她踢出前三强的竞争 现在又在这儿污蔑她 是不是想让她没有翻身之日 你们狗粉真恶心 宋李宇的粉丝 一向跟汪宁宁的粉丝不合 双方在各大社交平台掐架无数 汪宁宁因为姓汪 又曾经说过自己爱狗 所以宋李宇的粉就叫她汪狗 她的粉丝就叫狗粉 只是此狗粉非比狗粉 是说汪宁宁的粉丝 都是她的走狗 为贬义 黑粉知道狗粉是什么意思 冷声道 针对你家争主 就是汪宁宁粉 因为跟宋李宇有竞争 宋李宇倒霉就是 汪宁宁在背后使坏你们的逻辑 可真感人 你们才是狗粉 还是贱狗粉 不但眼瞎心瞎 自甘下贱 还逮着人就到处乱咬 不是汪宁宁的粉丝 你们这么大动干戈 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就是恶心送礼宇 炒作CP趁机开游 恶心猥琐死鸡老 看她那夭夭饶饶的样子 肯定是个瘦 实力那么差 还能力压那么多实力派 肯定是一路睡上来的 你胡说八道 女孩气得脸红 你马上给我道歉 否则我这就去法院 告你造谣诽谤 黑粉挺起胸膛 一副有恃无恐的语气 去呀去呀 我就在这等你 有种你就去 不去就踏马是见狗 你 去呀 怎么不去 见狗不去就快滚 黑粉抬手就推女孩 女孩没想到她 直接动手 被一把推倒 摔在了地上 手臂擦过粗利的地面 尖锐的疼痛瞬间袭来 她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同行的其他人 见状连忙围上来 另一个女孩扶起她 哎呀 手臂出血了 同伴文言纷纷怒视黑粉 你太过分了 黑粉原本有点心虚 但见他们气势嚣张 她的同伴也围了过来 顿时换了负语气 得了吧 我就轻轻那么一推 谁知道她是不是 故意演戏想饿我 摔成这样了 还能是故意的 我看你是想推卸责任吧 我推卸责任 刚才那么一下 连鬼都推不动 她摔成这样 不是故意的是什么 我看你们是早就计划好了 来这么一出 黑粉越说越觉得自己有道理 我明白了 是宋李宇那个死鸡佬 花钱让你们 来演这么一出戏的吧 今天来了这么多媒体 你们这么一搞 搞得自己像个受害者 回头她装可怜 博取舆论同情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大理说的没错 我看得真真的 大理就轻轻碰了她一下 是她自己往后倒摔成这样 张口就污蔑大理推倒她 百分百是想到达一趴 我看是宋李宇交的 宋李宇不是很喜欢草人社吗 她最拿手这个 这次草个小白连人 设博同情 轻轻松松就洗白 这话不错 不过现在白连人社不适合她 我看可以草个公交兽人社 说不定金主多了她 还有机会翻身 公交兽 这词太绝了 宋李宇绝对本色出演 送李宇在车中听到这些话 顿时报了巨粗 当即要降下车窗 你最好不要动 秦玉头未抬 视线未离开电脑 雨声清淡 宋李宇的手扣在车窗升降舰上 听到她的话回过头来 眼里带着愤怒 这些脏话我没听到也就罢了 听到了是个男人都不忍 还有二十分钟开庭 你想顺利开庭的话就不要动 秦玉一句话 戳中她死穴 她咬牙 胸脯不停起伏 放在升降舰的手 慢慢握成拳头 发出咯咯的响声 手背轻筋暴突 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才控制住自己 第134章 这庭没法开 就在这时 外面的突然乱成一片 有个粉丝忍无可忍 推了那个叫大理的黑粉一把 这一推 顿时捅了马蜂窝 黑粉不甘示弱地推回来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突然打了起来 粉丝的同伴见他们打起来 连忙上前帮忙 可是他们几个人太少了 根本不是这一大群人的对手 很快被淹没在人群中 毫无还手之力 透过车窗 宋李宇看到他的粉丝 被推倒在地上 有人扯他们的头发 有人狠狠拍他们的脑袋 还有人往他们身上吐口水 他们想挣扎 却挣扎不起来 只能抱着头 尖叫大哭 之前摔倒的女生被拖到一旁 马尾便被人揪着 凌乱地贴在脸上 有人趁着混乱拽住他的衣服 露出里面的内衣 他蜷缩着身体 害怕地大声尖叫 宋李宇脸色骤然一变 再也忍不住 一把抓住桃林的手 停车 给我停车 桃林被他吓得一个刹车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宋李宇已经转身下车 一头扎进混乱的人群中 让开 都特么给老子让开 他粗暴地拨开人群 冲到那个想巴女孩衣服的人身边 一拳家带着无边的怒意 冲那人的脸回去 那人嗷一声惨叫 被打倒在地上 你他妈 被打得男子捂着脸 抬头就是一句咒骂 但话还没说完就卡在了喉咙里 同时 所有人仿佛被按了暂停键 宋 宋李宇 宋李宇却顾不上其他 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 待在女孩身上 把他扶起来 你没事吧 女孩也是一脸震惊 压根没想到 爱斗竟然从天而降 这简直是梦里才会出现的场景 宋李宇 有人叫他的名字 宋李宇寻声望去 其他人终于看清了他的脸 宋李宇 是宋李宇 有人大叫 人群骚动 纷纷朝他涌来 宋李宇那个死鸡老来了 快来 宋李宇来了 宋李宇在这里 人群仿佛得到了信号不断挤过来 下一刻 宋李宇感觉有什么朝自己飞来 他下意识用手抱住头 那东西砸在自己身上 他才发现是一把小圆扇 上面PS了他 很丑的表情包 还没等他看清楚 上面写了什么字 又有人朝他扔东西 嘴里还叫骂着 宋李宇死鸡老 滚出娱乐圈 宋李宇怒对 我滚不滚出娱乐圈关你屁事 你有什么资格指使我 你们老实说 是不是汪宁宁的粉 故意在这堵我 呸 你少乱咬人 我就看你不顺眼 不是汪粉 你能这么卖里黑我宋李宇冷笑 得了吧 宋狗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现在你已经是个十八线狐卡 汪宁宁前途光明早就 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人 人家才没时间精力在意你 没错 就看你不顺眼 借机开直男的游真恶心 看到你我饭都吃不下 没看到你这种恶心的人 消失我就不得心安 听到一句句恨不得他去死的话 宋李宇怒道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姬老 得了吧 就算没有视频 整个未来偶像 就你最喜欢组CP 几乎每个跟你合作的学员 都被你组过CP 整天勾肩搭配 趁机占便宜 早就有人看到 你趁人睡着偷偷亲别人 你是姬老在整个节目组 都是默认的事实 你否认也没用 这谁都知道的事了 到现在 你还死鸭子嘴硬 你不承认也不要紧 反正大家都知道 你是什么东西 你还要点脸 就赶紧滚出娱乐圈 宋李宇气得浑身发抖 正要反唇相机 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 宋李宇 他回头 便见一个人拎着一个桶 还没等他 看清楚那是什么 便闻到一股恶臭 迎面朝自己颇来 下一刻 他只觉得呼吸一致 令人窒息的恶臭 从头到脚射了个头 滴答滴答 粪水从发尾滑落 顺着额头 滑过脸颊 最后沿着下巴低落 散发出令人呕吐的恶臭 宋李宇整个人僵在原地 脑子里一片空白 宋李宇 死鸡老 滚出娱乐圈 宋李宇滚出娱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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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齐的口号 带着正义呼喊起来 接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从四面八方扔来 有小旗子 有LED板 有矿泉水瓶 还有不知道什么东西 从他的脸上擦过 留下了一道小口子 可是宋李宇感觉自己 无感被抽离了 好像隔着一层玻璃 看着眼前这些五官扭曲的人 不停咒骂自己 他心里不是很明白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这么恨他 恨不得他去死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当法院的保安赶过来时 宋李宇身上已经全是粪水 而黑粉们见到法院保安 意识到事情大条 顿时鸟收散 秦玉见外面乱成一团 尤其是满身狼狈的宋李宇 眉心微微一蹴 他简直是出去找死 他看了下时间 冷静道 我先去法庭 你把宋李宇领走 下车后 他回头说了句 另外叫一辆车 陶玲知道他的脾气 做了个OK的手势 这次主神法官是朱伟玲 见原告席 一个人都没来 不仅皱了皱眉头 问书记员 原告和代理人 一个人都没来 书记员摇头 没来 朱伟玲翻开起诉书 看到上面的署名 原告送礼宇 是请了律师的 这律师在他们法院很有名 是前段时间 为天价西瓜案辩护的律师秦玉 之前他为渣男追回 赠送给小三的财产 也叫人印象十分深刻 业务能力很强 想不记住这人都难 开庭的时候 原告可以不道庭 但是代理人不能不道庭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朱伟玲看了看时间 9点过30秒 原告和原告代理人都不道庭 这庭没法开 他看着秒针走了10秒 拿起法锤 宣布 由于原告无故缺席 按照相关规定 可按照撤 抱歉 来晚了 秦玉大步走进法庭 第135章 立判高下 法庭里坐满了人 随着他的踏入 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他身上 只见他只身走到原告席落下 身后空无一人 庞庭席里都是专程赶来 庞庭这个案子的民众 粉黑路人都有 还有媒体记者 原先宋李宇放出消息 会出席庭审 外界也猜测 他是想借庭审不关注 今天一定会出现 这会儿没见着人 庞庭席里顿时有了小小的骚动 这时 被告律师起身道 审判长 原告和原告代理人迟到庭审 应当按照撤诉处理 秦玉文言抬头看他 有条不紊道 按照我国 民伤案件是用普通程序审判规则 规定原告迟到超过15分钟以上 审判长才会宣告延期或是撤诉 他看了下时间 我迟到了大概一分钟 很抱歉 没让你达成期待 被告律师脸色微微一僵 原告因无故迟到而撤诉 是他最想看到的结果 刚才法官已经要宣布了的 就差那么一会儿 秦玉就来了 而且 他不是很想对上秦玉 这个律师太有名 实力太强 虽然不至于畏惧 但碰上他会很麻烦 秦玉说吧 没给他留一个眼神 转而看向朱伟玲 我方并非无故迟到 请审判长允许我陈述理由 朱伟玲放下法锤 请你陈述理由 刚才我和原告在法院外面 遇到一伙有组织性的 携带大量对原告 具有侮辱性道具的人群 这群人与几个试图 劝阻他们的未成年人 发生冲突 其中一个女孩 差点被当众脱衣猥亵 原告为了救这个女孩 遭遇了不明人士攻击 现在无法倒停 法庭再次骚动 其实他们进来的时候 也看到了那群人 甚至旁听洗礼也有黑粉 他们就是 想来看宋礼宇倒霉的 但是没有想到 后来还有宋礼宇的粉丝出现 还与那些人发生了冲突 更没想到宋礼宇会挺身而出 有组织性 侮辱性 殴打猥亵未成年人 还是在法院门口闹事 这简直就是一群 无法无天的暴徒 反观宋礼宇 为了救人挺身而出 不管这场冲突的 根本原因是什么 他的做法都没法让人 指责这个律师一张口 双方立判高下 旁听洗礼的黑粉 马上缩起了脖子 虽然事情不是自己干的 但外头那些人 真的过分了 主委林文言皱起眉头 现在那些人呢 法院保安赶到 他们逃了 这简直是欺软怕硬 敢做不敢当的耸淡 旁听洗礼的人们 视线落到了几个黑粉身上 几个黑粉脑袋锤到了胸口 很想说 虽然都是黑粉 但自己跟外面那群人没关系 但被这么注视 还是觉得丢脸又心虚 主委林又问 那些孩子呢 应赞无大碍 主委林点点头 你能全权代理原告参与庭审 是的 主委林再次拿起法锤 现在开庭 秦玉的目光头向被告袭 最开始 宋礼宇想起诉的人很多 包括最开始传谣的汪宁宁粉丝 到后来的大V和自媒体 以及一些正规媒体 但最后 秦玉没让他这么做 因为他的目的是澄清同性恋谣言 越快越好 如果起诉的对象太多 案子会变得复杂 证据收集难度 也会大幅增加 最重要的是 庭审会拉得很漫长 等到庭审出结果 黄花菜都凉了 到时候 谁还会在意 一个胡咖怎么样 顶多会在娱乐版出条新闻 积不起多大的水花 但现在不同 因为他的关注度还很高 只要判决出结果 不用他做什么 媒体就会自动传播这条消息 轻而易举 就能让所有人都知道 同性恋传闻是造谣的 所以 最后宋李宇起诉的人 是最开始传谣的 两个汪宁宁的粉丝 今天两个被告都没到庭 他们请了同一个律师 于是 今天的庭审 双方当事人都没出现 秦玉带宋李宇 向两名被告 提出了100万的赔偿 以及由被告承担原告的 律师费用和诉讼费 同时要求被告删除造谣微博 选择一家全国发行的报刊 向宋李宇道歉 并澄清事实 100万刚说出来 再次引起骚动 这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 秦玉慢条私理道 两名被告多次在微博造谣 原告是同性恋 引起广泛关注 导致原告因此被退赛 代言下架 失去多份商业合同 事业停摆 他因此遭受的 不仅仅是名誉受损 还有其自身商业价值的严重贬值 实际损失 远非100万可以衡量 说吧 他提交了经过公证处公证的微博截图 经过公证处等权威第三方取证的证据 哪怕被告删了相关微博 也无法否认自己没有发表过侵权内容 见事实无法否认 被告律师放弃了否认 道 关于原告侵害被告名誉权这点 我方并不认同 同性恋目前虽然未被社会主流接受 但不能说 某个人是同性恋 就是侮辱 被告得出这一结论 也是因为被告在节目中 表现喜欢与同性亲密 是被告的言行举止 让他人对其兴趣向产生了误会 被告将这一猜测说出来 怎么能算是侵害被告名誉权 同性恋的确不是侮辱人的词汇 但在被告看来 同性恋就是侮辱人的词汇 在被告的微博中 曾经多次出现恶心的同性恋 死鸡老等具有明显辱骂性的词汇 真正歧视同性恋的是被告 而不是原告 秦玉有条不紊地反驳他 因为被告的这些言论 导致公众对原告 产生了隐瞒性向 借机开游 弄虚作假等等不良印象 使他的个人名誉受到严重侵害 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公众人物在媒体或大众舆论面前 负有轻度伤害容忍义务 已经是司法共识 原告作为公共人物 有义务承担他人的非议 负有轻度伤害容忍义务 是指 忍受公众有事实依据的批评 讨论 而非造谣 公众可以批评原告唱功不够好 可以讨论他在舞台上的表现 但不能恶意造谣 他是同性恋 造谣不论是对谁 都是违法的 被告律师谋光一闪 如果不是造谣呢 第136章 新证据 秦玉眯起了眼睛 朱伟林看向被告律师 被告方 你的意思是 原告真的是同性恋 是的 被告律师肯定道 宋礼宇竟然真是同性恋 这可是个大新闻 旁听洗礼再次骚动起来 秦玉神色不变 只说了两个字 证据 我们应该都知道 原告之所以会被舆论指责 主要原因是 他在参加节目训练的时候 多次借故接近其他学员 产生较为亲密的肢体接触 秦玉眉说话 静静地看着被告律师 等他说下去 因为这些都不能证明 宋礼宇是同性恋 被告律师见他没什么反应 继续说道 曾经有传闻 说原告趁着别人睡着开游 这其实不是传闻 未来偶像学员徐一玲亲口表示 原告曾经对其有过 只要他听话 就可以在比赛中帮他晋级 说吧他当庭播放了徐一玲的视频 视频里 徐一玲应该再做一个直播 有人提问 他在未来偶像中最遗憾的事情 徐一玲道 最遗憾的大概就是 没能晋级决赛 让大家看到更多样的我 因为还有很多歌没唱给大家听 特别特别遗憾 早知道我就抓住那个机会 说到这里 他似乎意识到 自己说了不该说的 连忙闭上了嘴 但网友们何其敏锐 马上发弹幕问他什么机会 徐一玲开始不想说 但后来有粉丝问 是不是节目组黑幕 是的话 他们帮他去讨个公道 这时徐一玲才解释 不是节目组不公平 而是 而是有个人跟我说 只要我付出某些代价 他就能让粉丝支持我晋级 马上有人问他是谁 他嘲弄一笑 那个人你们都知道 比赛期间特别喜欢跟人组 CP秀恩爱 以前跟他组队 经常喜欢跟人搂搂搂搂的 我还以为他多热情 挺高兴交到一个好朋友 没想到人家是对我有想法 还能什么想法 一个男人对男人除了有意之外的想法 你们说是什么想法 我真是没想到 自己竟然还有吸引男人的一天 其实我最后那场功也没发挥好 就是有点害怕 但现在想想 那时候被淘汰可能也是件好事 不然待下去 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不管怎么样 清白是保住了 听说他今天还要打官司 希望法律公正 法庭里一片哗然 虽然徐一玲没有点名是谁 但谁都听得出是在说送礼语 这可不是之前节目视频 那么似是而非 而是真有受害者现身说法 百分百是真的吧 这种事要不是真的 谁愿意说出来啊 宋礼语居然搞钱规则 这样太劲爆了吧 秦玉眉头一皱 这件事他不知道 这个徐一玲 他还有点印象 是未来偶像四十强学员 人气不高不低 在宋礼语被退赛前就已经被淘汰 都没听宋礼语提起他 搜集证据的时候 他确定徐一玲没什么消息 现在突然冒出来 朱伟玲也很意外 问道 怎么没有事先提交相关证据 被告律师道 因为徐一玲是今天才公开证实这一点 所以来不及提交 稍后我会重新提交 今天才公开证实 秦玉若有所思的 看了被告律师一眼 徐一玲这个视频 可以当做人证 对宋礼语很不利 因为一旦被证实是同性恋 他起诉的立足点便没有了 被告发表的言论 或许涉嫌侵犯隐私 但却不再是造谣 徐一玲公开自认为受害者 但未必可信 没有人比宋礼语更知道真相 但偏偏宋礼语这时候不在 秦玉在心中快速权衡了一下 果断提出 审判长 由于被告提交的新证据 对事实认定影响很大 我方申请延期审理 她的要求理由很正当 朱伟玲只想了一会儿 便同意了她的申请 宣布休停 离开法庭 秦玉第一时间打了的电话给陶玲 送礼语在哪 在她家 陶玲道 那几个粉丝呢 医院 目前在接受治疗 伤得都不重 不过 我给他们做了伤势鉴定 陶玲坐视周全 没等她吩咐 就预备好了各种凭据 秦玉N了声 挂了电话 跟着拨了宋礼语的电话 电话打通了 却一直到挂断都没人接 秦玉又打了一次 仍然没人 接她没有继续 给陶玲发了条信息 让她把车开到宋礼语的住处 便在路边拦了一辆车 直接去了宋礼语的住处 在车上 她用手机上搜索引擎 搜了一下徐亦玲 果不其然 看到无数关于徐亦玲 控诉宋礼语同性恋 并意图潜规则她的信息 她去直播网站 找到了徐亦玲的完整直播视频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最后看了看 徐亦玲的粉丝数 和视频播放量 谋光微微一暗 接着又搜了宋礼语的名字 不出所料 今天宋礼语被泼粪的照片 已经层出不穷 占满了各大娱乐版面的头条 可以说 今天的娱乐新闻 都很有味道 媒体的标题 最大化地突出这一事件 宋礼语法院前 与黑粉发生冲突 被泼粪 深陷同性传闻 宋礼语鲁莽被泼粪 宋礼语 以引众怒被泼粪 宋礼语被泼粪 是被报复 还是报应 媒体们近乎狂欢地 报道着这起泼粪门 将宋礼语被泼粪后的 高清照片挂出来 让所有人看到了一个 浑身恶臭狼狈不堪的宋礼语 经过今天 人们大概永远都不会忘记 她这般狼狈的模样 这样的照片 会成为她抹不掉的黑历史 作为靠颜值吃饭的艺人 打击是很大的 可是没人在意这些 半小时后 出租车停在了 宋礼语住处的楼下 宋礼语原本住的是公司宿舍 但同性恋传闻爆出来后 她受不了公司 其他艺人的冷嘲热讽 就自己出钱搬了出来 而公司见她要凉凉 也就没管她住哪里 等这阵子风波过后 估计不是血藏 就是解约 她租住的房子 是一套两房的公寓 在16层 小区很新 外面门禁挺严格的 有保安24小时站岗 来客出入要严格登记 还要跟住户确认过 才会放行 否则只能让里面的住户 亲自来接 好在秦玉来过一次 保安对她的脸 印象特别深刻 让她登记完便放行了 第137章 人间不拆 叮咚 叮咚 秦玉按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没人开门 接着又按了一次 仍然没人开门 又按了一次 还是没动静 就在她要按第四次的时候 门缓缓打开一条缝 后面露出一张 忐忑紧张的脸孔 秦玉失 秦玉嗡了声 宋李宇的助理 做贼似的 往他后面看了看 见没有别人 连忙打开门 让秦玉进去 你快进来 秦玉走进去 宋李宇呢 宋哥在房间里 小助理似乎不想待在这里 既然你来了 那我就走了 说完拎着包就溜了 秦玉没在意 听到关门声 抬脚朝房间走去 房间门扮演着 屋里乱成一团 窗帘都没拉开 也没开灯 里面光线很暗 宋李宇坐在一台笔记本前 拱着腰 电脑屏幕的光 照亮她麻木的脸孔 秦玉失利好 站在门口就能看清 她在看徐一玲的直播视频 秦玉敲了敲门 宋李宇回头 蹭一下站起来 怎么样 此时的她 以全无上武的帅气精致 头发凌乱 胡子拉叉 脸色辣黄 身上穿了一套 宽松的居家服和大裤衩 跟个几年没出门的废宅差不多 被告提交关键证据 延期开庭 什么关键证据 徐一玲说 你是同性恋的视频 宋李宇一听到就爆炸了 不要脸的贱人 挑着这个时候点我的名 要不是故意的 我把头拧下来当球踢 你真不是同性恋 秦玉靠着门 双手暴毙 眸光微凉打量着她 宋李宇跳起来 老子是笔直笔直的钢铁直男 徐一玲说你意图潜规则她 这种事 一般受害者不会主动说出来 放屁 宋李宇勃然大怒 就她那鸟样 长得没我好 身材也没我好 潜规则她 我还不如对着镜子自己撸 她就是想借我炒作 我刚才看了下她的粉丝数 一上午涨了五十万 比她以前的粉丝数 翻了整整一倍 她现身说法 会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证据 如果你真的是同性恋 你起诉被告的理由将不存在 秦玉深深看着她 你确定你 没有表现出同性取向 我说了我没有 我不是 宋李宇很生气 你也不相信我 不是 秦玉道 作为律师 我需要委托人对我毫无隐瞒 我没什么隐瞒的 秦玉点头 现在出现新情况 对你很不利 我们需要重新定制辩论方案 宋李宇却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神情变得黯然 赢了 我能得到什么 被告将删除所有造谣微博 在全国刊发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一百万赔偿 或许不能完全满足 要看法官的考量 但根据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 数额不会很少 只有这些 传闻会在一夜之间洗清 宋李宇脸上的黯然变成了颓然 他走到沙发坐下 脑袋垂下来 双手抱着头 久久没有说话 如果是今天之前 这样的结果是他期待的 但是经过今天上午 一切都变了 他一直觉得 网上那些人骂他 对他没什么影响 只要他没看到 只要传闻澄清 他就能重回自己喜欢的演艺事业中 继续做他风光的大明星 可是他从来没想到 会有人恨他 恨到泼粉 他全都看到了 网上全是他被泼粉的照片 高清无马 传得满世界都是 那些辱骂他的人 一片狂欢 而那些不关注的路人 开始以这样狼狈难看的模样认识他 他们对宋李宇这个名字的第一印象是恶心 不管人们对自己有没有恶感 以后只要一想起这张照片 就会觉得恶心他身上的恶臭 大概永远都洗不清了 他感觉好像有无数张嘴在他身边 不停地议论他 辱骂他 嘲笑他 时时刻刻 每分每秒 他知道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随时都要接受别人的注视和议论 非议将一直伴随他的整个演绎生涯 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 他一直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甚至还认为没有人非议才糟糕 那意味着没人关注你 没有关注度 对艺人来说是最为致命的 可是今天 他真的不明白 艺人没有人权吗 艺人没有自尊吗 为什么每个人都能那么随意地 对他指手画脚 用罪恶毒的语言侮辱他 他明明没有做过伤害他们的事 为什么他们那么仇恨他 甚至恨不得他去死 就算他赢了 也回不到原点 就算他强行回演艺圈 也无法再得到当初粉丝们那么纯粹的热爱 那闪耀的舞台 也将不再是他热爱的舞台 过了许久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磨了八脸 看着情欲 这官司我不打了 你去法院撤诉吧 刚才还关注进展 这会儿就要撤诉 想法变得可真快 情欲看着他 理由 我就是不想再折腾下去 折腾 也不能让我再回演艺圈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被万人唾骂 就算赢了 网上的泼份照 也不会消失 我的粉丝也不会再回来 他自暴自弃地摊在沙发上 仿佛一条失去梦想的咸鱼 恐怕最在意的 还是泼份照吧 没法面对这种黑历史 情欲面无表情地履行 自己作为代理律师的职责 你至少还能获得赔偿 宋黎宇顿了顿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徐一灵踩着你上位 就这么算了 宋黎宇脸色僵了僵 泼份门也算了 宋黎宇咬牙 你怕了 他呼吸一致 怕 怕什么 情欲给他一个眼神 让他自己体会 宋黎宇垂下脑袋 不敢跟他对视 其实他心里 的确是怕了 害怕那排山倒海般的辱骂 害怕在发生今天的事 害怕自己回去再也没有粉丝 害怕以后他登台的时候 人们先想到的 就是他的黑历史 贺彩都是贺道财 全是看他的笑话 人间不差 这家伙干什么要说破呀 第138章 给我等着 那 那你说怎么办 你要打官司也行 反正我不想再出庭了 宋黎宇一脸颓丧 先前他熊啾啾气昂昂去法院 媒体们猜得没错 他就是想趁机露个脸 还要露个帅脸 结果偷鸡不成18米 反正短时间内 他不想露脸了 情欲道 看你想要什么结果 宋黎宇搜一下抬起头 我想要什么结果 都可以 你想丑照消失不可能 情欲一眼看穿他的心思 那你还说什么 你要人气 机遇 这是资本问题 我是律师 只解决法律问题 徐毅玲公然捏造事实 比两名原被告情节更严重 可将他列为同案被告 要求他公开道歉并索赔 在法院闹市的黑粉 使用大量具有侮辱意义的道具 且当面辱骂你 涉嫌侮辱罪 他们殴打你的粉丝 涉嫌寻衅滋事 被殴打的几个粉丝 可以追究打人者的刑事责任 和民事赔偿 扑分者涉嫌侮辱罪 可索赔拘留 严重可追究刑事责任 宋礼宇听得一愣一愣的 表现出了一个法盲的自觉 能追究这么多人的责任 基本没有悬念 秦律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可是那么多人 有证据吗 我都不知道 扑我的是谁 会不会法不择重 法律小白再次展现自己的茫然无知 几个粉丝已经做了轻商鉴定 打人者将处以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 秦律拿出手机 慢条私理地点开一条录像 关于整个事件的过程 我已经录下视频 谁打人谁颇粪 追究谁的责任即可 看着视频里 把每个行凶者都拍得清清楚楚 一点不带陡的 宋礼宇目瞪口呆 你什么时候拍的视频 你被打的时候 宋礼宇蹭一下站起来 你看着我被人围殴 被人泼那恶心的东西 你就站在旁边看 都不帮我一下 帮你挡粪水 宋礼宇业住 理智上他能理解 秦律为什么没帮自己 当时那情况帮了也没多大用 可情感上一想到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人 还十分冷静地站在旁边拍视频 就觉得这人太冷酷无情 他善善坐回去 用审视的目光打亮情欲 感觉自己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律师 你对谁都这么冷漠 是你不听我的建议 非要下车 我认为自己尽到了 作为代理人的责任 难道我看到自己粉丝 被打还要装没看见 任何正常人 看到一个女孩子被欺负 都没法无动于衷 就算你不现身 法院保安也会在两分钟内 赶到事发地点进行阻止 相反 你的现身激化了黑粉的情绪 虽然你就吓了那个女孩 但也导致了后来事件扩大化 而我也因此迟到庭审 差点被撤诉 就差没有明知说 被泼粪都是他自找的 宋黎语恼羞成怒 难道我救人还就错了 秦玉对上他修脑的视线 唇角轻轻一扯 也没错 宋黎语脸色缓和 精神可嘉 表现了人类善良美好的品质 虽然结果糟糕 宋黎语 你嘴里就不能有一句完全的好话 我习惯说实话 秦玉看了看时间 起身道 严禁于此 如果你还要撤诉 回头我助理会把解约合同发给你 如果要继续打下去 明天到律所找我 等等 就在秦玉要推门而出的时候 宋黎语突然喊住他 秦玉站定回头 宋黎语站起来一顺不顺地看着他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把那些人都告了 我能得到什么 恢复名誉 赔偿 道歉 关注度 秦玉说 以及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关门声响起 宋黎语才回过神来 发现秦玉已经走了 他愣愣地回到卧室 坐在电脑前 看着休眠的屏幕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过了许久 他一动鼠标 屏幕亮起来 徐一玲那张画着浓妆的脸 和无数心疼徐一玲 同时辱骂他的弹幕定格在眼前 随后他登陆自己的微博 微博已经彻底沦陷 可笑的是他长了足足上百万粉丝 可这些粉丝都是来骂他的 那些辱骂他的评论 还在不断刷新 还有各种 所谓他的同学熟人 跳出来爆料 一条又一条 这些人仿佛不把他踩进泥泞 绝不甘休 这一刻 他很想问一问他们 他到底怎么得罪他们了 他受虐般地把评论翻了一遍 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随后 他发了一条微博 宋黎语更新微博了 陶琳发来一个链接 表情有点一言难尽 秦玉登上微博 只见许久没有更新 微博的宋黎语 有一条新状态 这条新状态才发出来 半小时就上了热搜 他这条微博就六个字 你们给我等着 秦玉 很好 这六个字 明确且准确地表达了他的决心 也告诉了所有人 他要搞事情了 秦玉突然有点想解约 修长的手指在屏幕轻轻滑动 他退出宋黎语的微博 眼不见心不凡 随后在热搜榜 看到一个刚窜上来的话题 老人跪求法官 蔡蔡鸟 老人跪求法官 说个笑话 法律不准爷爷奶奶 看望亲手带大的亲孙女 后面是视频链接 视频里 两位老人苦苦哀求着一个 身穿法袍的年轻女法官 他们什么都不要 只要看他孩子 求法官不要剥夺他们最后一点念想 女法官说什么听得不大清楚 但能看出他在拒绝两位老人 表情很冷静 老人哭求无用 一下子跪了下去 天哪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亲爷爷亲奶奶 不能看亲孙女 哪条法律规定的 现在课班出身的法官 法本毕业后 要通过司法考试 大概五年法官助理后 才能任命为 可以独立承办案件的法官 这中间要过五官斩六将 不一定第一次就能选上 也就是说 能独立办案的法官 基本要二十七八岁 甚至年纪更大 这个女法官 看着就二十出头 这么年轻 当上主审法官 实在厉害厉害 第139章 想了志 这两条热评 一下子把网友们 对于视频最大的关注点 说了出来 不合常理的判决 加过于年轻的女法官 这两个标签合在一起 就是法官不公正 瞬间点燃舆论 秦玉看着视频里的女法官 这不是姜瑞书吗 他手指轻轻一动 点了分享链接 叮咚一声 姜瑞书听到手机提示 有新消息 点开一看 竟是秦玉发来的消息 什么都没说 只有一条链接 这是秦玉本人发的消息 不是被道号发来的 木马链接 他有点疑惑 保险起见没有点开 直接打了秦玉的电话 秦律师 他的声音从电话里 似乎带着几分笑意 刚才是你给我发的消息 秦玉以为他打电话来致谢 淡淡地摁了声 那条链接 是你特别发给我的 嗯 他呕了声 我还以为是道号发来的木马 秦玉直接挂了电话 急促的嘟嘟声突然传来 姜瑞书愣了下 怎么挂断了 难道他 生气了 他再打过去 电话没接通 就被挂了 还真是生气了 等于下滑线等于 这人的脾气真实 他忍不住笑出声 双手握着手机 飞快地打了一条信息 抱歉 下次不会这样了 下滑线 秦玉看着他发来的表情 怎么看怎么觉得不顺眼 手指轻轻一点 删除了他的所有短信 他肯定是被送礼与影响 降了志才会给他发信息 确定不是病毒木马 姜瑞书毫不犹豫点开链接 一眼看到 老人跪求法官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马上有了猜测 等看到视频里的自己 和张素芬劳两口 心到果然 评论已经炸翻了 大多评论都在质疑 女法官判决不合理 质疑她是不是收了被告的好处 以及他这么年轻成为法官 是不是有背景 姜瑞书摸了摸自己的脸 全且将质疑他年纪的评论 当成夸奖 至于其他 普法依旧任重道远 叹了口气 他发现自己的微博私信 也快要爆炸 不少粉丝将这个视频 add给他 让他分析是视频里的女法官 到底公不公正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妙吗 让他分析自己的判决合不合理 眼看评论在八视频中 是哪个法院 他觉得这是得上报 便暂时放下工作 去擎厅长的办公室走了一趟 把这事告诉他 擎厅长惊讶不已 看了视频 不由皱起眉头 这视频是不是有点断章取义 姜瑞书点头 这个案子里面 两个老人想获取孙女的探望权 但他们不是法定的探望权的主体 也不符合可以获得探望权的情况 孩子妈妈 也有正当理由拒绝探望 所以 何一婷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视频 只拍了两个老人哀求 我还跟我跪下的场面 眉头莫尾 网友不知道具体缘故 因此产生质疑也很正常 他对此很看得开 群众第一反应是怀疑 除了视频有误导的嫌疑 和对法律的不了解 说到底 还是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还不足以让人们无条件信任 他不害怕质疑 因为问心无愧 再来一次他也会这么判决 蜻艇长上微博看了下 热度真不小 都上热搜了 蜻艇长到 既然网友们都在质疑 你写个报告过来 一会儿让人在我们法院的微博上澄清一下 好的 很快 满世界8视频里 是哪个法院的网友们 看到了一条法院的澄清的微博 C区法院的微博 没什么知名度 但江瑞书用自己Rachel的微博 转发了这条微博 同时 其他单位的官微也帮忙转发 很快就引起了大范围的转发和关注 因为反应迅速 那个视频引起的误会 很快澄清了 虽然还有不少人无法理解 心怀质疑 但法院的微博 将来龙去脉说得很详细 还列出了相关法律条款 有心人一查就可以确定 法院的判决有理有据 不存在什么黑幕 但是 法理和情理的冲突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 老人的诉求是人之常情 法律应该法外容情 有人认为 法律就是法律 如果每个人都要法外容情 法律权威性何在 微博再次硝烟四起 江瑞书开完亭回来才知道 网友们又掐起来了 他正准备在自己的微博 大号下面解释一下 法外容情的定义 刘一丹过来跟他说 有媒体想采访你 采访我 刘一丹点头 秦厅长说 网上对法理和情理的争论很大 媒体来采访 可以趁机普普法 既然领导同意采访 那就采访吧 来采访的两个记者 来自市里的纸媒 一个摄影记者 一个采访记者 江瑞书见了他们才知道 是要拍采访视频 到时候直接放到网上去 采访记者见他盯着摄像机 笑道 江法官 你不用紧张 我们这不是直播 说错了可以重复 江瑞书笑了笑 那就好 可开始了 采访记者道 江法官 请你做个自我介绍 江瑞书看着镜头 大家好 我是S市市市区法院 明儿庭的法官江瑞书 采访记者见他不愿多说 马上进入正题 江法官 你之前判决的老人诉求 探望权疑案 引起了众多网友 关于情理和法理冲突的讨论 很多人呼吁 应该法外容情 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没有法外容情 什么时候法外容情 江瑞书略做思考 漫条思理道 法外容情 有个相对的定义 叫法不容情 这两个情 其实是不一样的 法不容情 是不容个人私情 而法外容情 是指容公情 即公众之情 至于什么时候容情 其实也很常见 比如量刑上 对于某个犯罪行为 法律规定 是几年到几年 定罪是原则问题 但量刑 就有容情的余地 再比如 妊娠的妇女 不适用死刑 男方不能在妻子 分娩六个月内提出离婚 这是考虑到 女性生育后的心理承受能力 再比如 保护善意的第三人 保护无过错方 保护弱者等等 这些都是法律容情的地方 但若容私情 便容易掺杂个人感情 有失公正 损害法律尊严 他的解释很简白明了 记者一听就明白了 所以老人诉求 探望权益案的判决中 你没有容私情 第140章 到底多少岁 江瑞书顿了顿 轻声解释道 从情理上说 老人看望孩子是人之常情 但我们也要考虑 孩子妈妈也有自己的诉求 从法理上说 孩子妈妈也有自己应有的 不被冒犯的权利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骂她 也不要去打扰她的生活 或许在慢慢的沟通中 双方可以达成一致 也未可知 所有人都看到了老人可怜的一面 却没看到孩子妈妈 也有自己的生活 为了一个人的权利 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 这不论从哪方面都说不通 人生原本很难圆满 法律做不到圆满 道德也不能 这么说来 情与法还是有不一致的地方 是吗 法理和情理的确有不一致的地方 但情理往往代表招法的价值取向 要注意的是 情理不是个人感情认识 而是人的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 更高层的意思是道德伦理 而道德伦理 往往是法律的基础 比如民法中的公序良俗 便是伦理道德 直接法律化 所以大家不用怀疑 法理顾不顾情理 只是情理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不确定性 在法律适用中考虑的情理 应是普遍确定 且被人们接受的情况 而且一定是在法律界限内适用 这个解释 解开了网友们最大的争议点 法理不顾情理 解决了最大的争端 记者换了个话题 江法官是不是经常在审判工作中 遇到这样的情与法的冲突 说到自己的工作 江瑞书淡淡笑了笑 这是法官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有时候的确很痛苦 但法官不能拒绝判决 记者又问了几个关于工作的问题 江瑞书知道 大概是法院跟他们沟通过 想趁机做点宣传 都很配合地给予回答 快收尾的时候 记者突然露出点脚下八卦的笑意 有不少网友质疑 你的年龄能否成为法官 能否告诉我们你今年多少岁 江瑞书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个质疑 露出礼貌的微笑 我只能说 我已经工作近十年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工作十年的人 记者脱口而出 我的入职时间可以查明 江瑞书给出肯定的回答 一般法本毕业是22岁 要是读研究生的话就24岁 工作十年岂不是34岁 记者看着他二十出头的脸 倒吸了一口冷气 你年纪这么大了吗 江瑞书微笑不变 我15岁上的大学 What 15岁上大学 记者瞪大了眼睛 他还以为江瑞书助言有数 没想到这还是个学霸 这莫名自卑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他摸摸自己的胸口 自己也是个名校毕业的 不应该如此自卑才对 安慰了自己 记者又问 江法官 你是从哪个院校毕业的 F大 这可是国内顶尖政法大学 15岁上顶级学府 这不是学霸 是学神啊 记者看他的眼神已经变了 你怎么那么早上大学 有什么原因吗 就是想早点上大学 记者 这特么的不是错觉 是真的自卑 人家想早点上大学 于是就15岁上大学了 学神的世界 凡人无法理解 这段采访很快传到网上 在原来话题热度 还没消散的时候 再度引起热议 受教了 以前都不怎么关注法律问题 看到什么事都 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评判 现在才知道 自己是个法盲 其实视频出来的时候 就有人说 法官不一定错判 只是没人听 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看着老人可怜 就觉得法官不公正 现在被打脸了吧 法律保护弱者 可也不是看谁可怜就保护谁 否则岂不是坏人犯多大的罪 但只要有个可怜的背景 就能免罪 老人还是很可怜啊 亲手带大的孙女 以后再也见不到 不过孩子妈妈 也确实有权利选择 自己想要的生活 只希望以后他们能和解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法律 也没有完美的道德 一味追求圆满结局 是不现实的 这个法官我知道 以前旁听过他的庭审 口碑挺好的 没听过有人说他判决不公正 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还想搞错了吧 果然如此 哎呀 藏了很久的法官被 你们发现了 将法官看起来年轻 但他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可靠 这些年都是C区法院的 优秀法官代表 只是没想到他原本就这么优秀 这个法官有点过分优秀了呀 15岁上一流学府 这是什么神仙法官啊 有没有F大的出来认领一下 这个神仙法官是个什么来历 F大的小透明在此 这位学姐是我们学院 最有名的两大学生之一 战绩非常飘悍 毕业好些年都还流传着他的传说 他有没有背景不知道 以他的能力和资历 当主神法官是绝对没问题的 只有我一个人 觉得这个法官在鄙视我们 想早点上大学就上了 F大这么容易考的吗 你不是一个人 我就觉得 他在鄙视我等学诈 你们不觉得这个法官有点皮吗 问年龄他说自己工作很久了 说他年纪大他就表示自己上学走 反正就不告诉你 多少岁23333 15岁上大学 本科4年 工作10年 那就是29岁吧 人家15岁上大学 说不定大学也是提前毕业 他看起来那么年轻 最多27岁 大学是那么容易提前毕业的吗 实际工灵摆在这里 再年轻也差不多30岁了 看起来那么年轻 应该是助言有数 如果他是本科毕业 15岁上大学 大学4年 工作10年就差不多29岁 但读言的话 本说6年 毕业的时候是21岁 工作近10年就是31岁 但考虑楼上说的 他可能提前毕业 所以他要么30岁 要么28、9岁 话题到后来彻底歪了 一个个都在猜江瑞书 到底多少岁 为了证实他的年龄 有人跑到C区法院官微下面问 有人满世界找F大的人现身说法 还有人干脆跑到F大的网站去查 热闹得不行 第141章 两大毒手 所以江法官 你到底多少岁 所以江法官 你到底多少岁 所以江法官 你到底多少岁 同学群里排队 艾特江瑞书 江瑞书一阵无语 我多少岁 你们不知道 班长快笑疯了 艾特全体今天 在微博说自己是江瑞书同学 都能涨粉 过了这串没这点了 江瑞书 归安吧你 我去试试 我也去试试 江瑞书 你们够了呀 班长继续搞事 今天我们学校论坛也特别热闹 好多游客来访 后台差点崩了 之前你那些飘红的帖子 刚落下去 现在又顶上来了 听说那些刚入学 还不知道 你大明的学弟学妹 都是笑着 敬帖哭着出帖的 本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 这来自学姐的毒打来得太快 这算什么 等他们知道秦师兄的大明 男女混合毒打 S大两大毒手 江瑞书 如果他们再知道瑞书的年龄 M比自己厉害 还比自己年纪小的学姐 有点可怕 如果他们再知道秦师兄的年龄 说起来 你们谁知道秦师兄多少岁了吗 他比瑞书高两届 正常来说 应该三十二了吧 万一他跟瑞书一样跳级的呢 说不定比瑞书还小 隔壁人大 去年不就有个十一岁考上的 人家博士毕业 也才二十岁 我去 你别说恐怖故事 秦师兄本身就是个恐怖故事 再恐怖一点 他也不是正常人 江瑞书看他们在群里 猜秦玉的年龄 嘴角直抽抽 秦玉那模样 怎么都不可能比他小 当年老师 将他收入门墙的时候 嘚瑟过他年龄比秦玉小 所以秦玉再怎么样 也得三十岁以上了 这件事热闹了三四天 才渐渐平息 但整件事对江瑞书的影响很小 因为成清早 网络暴力还没落到他身上就化解了 转化成对他本人的好奇心 让他成了网红 不过他每天两点一线 除了法院就是在家 倒也没受到什么影响 唯一的影响 就是开庭的时候 会有当事人认出他来 把他当稀奇看 还有人想从他手上拿走什么 比如现在 江法官 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名宣布必停后 被告笑呵呵地跑来问他 江瑞书回头看他 你要我的签名做什么 被告兴奋搓手 就瞻仰瞻仰 没别的意思 江瑞书目着脸 你败诉的判决书上 会有我的签名 被告 过了几天 一个新闻迅速刷屏 宋利宇宣布 他将追加徐毅林为 名誉侵权案的被告 同时将以侮辱罪 和故意伤害 起诉在法院外闹市的黑粉头 另外以侮辱罪 起诉颇份的黑粉 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这时候网友们才明白 宋利宇那条微博 是什么含义 一口气三个案子 起诉七个人 他这是要上天啊 消息宣布后 他的微博再次被攻陷 无数人 骂他炒作不关注 骂他穷疯了 打官司勒索人 骂他坐天坐地 早晚坐死自己 事实证明 他还能更做一点 在他又涨了五十万黑粉后 他还在微博威胁网友 谁在辱骂我 我就起诉谁 靠 他是疯了吧 全网这么多人骂过他 难道他还真能起诉 有不少人退却 骂两句爽爽就行了 如果因此惹出麻烦 那就得不偿失 当即宋利宇的微博下面 安静了许多 但也有人更加疯狂 极尽恶毒地言辞诅咒他 羞辱他 便是路人看到 也觉得不舒服 宋利宇的反击很快 第二天他 就在微博连续挂出了 十封律师函 点名十个骂他最厉害的黑粉 律师函这东西 很多人以为没什么作用 但律师函并不是 律师听了委托人的话 打开电脑 啪啪啪就打出来的警告信 律师函必须是 有职业资质的律师起草发出 由律师亲笔签字的文件 习惯上还要由其所在 律师事务所加改公章 在发出律师函之前 律师还要进行调查 见当是当成了一个案子来办的 发出律师函就表示 对方基本已经掌握了证据 如果不能和解 下一步就是起诉 因为姜瑞书的话题 微博上刚掀起过一阵普法之风 很快就有人解释了律师函的含义 很多在网上出口成脏的人 在现实生活里 都不是什么成功人士 律师函一挂出来 那些骂得最厉害的人 立马就怂了 不是装死 就是暗戳戳删微博 不过网友们 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方式 羞辱宋礼语 用各种代称 字母暗指宋礼语 不过没蹦跋到宋礼语面前 他便当作没看见 相反他还从中找到了乐趣 挺期待再有那么几个蚂蚱 蹦跶出来逗的 可惜直到开庭 他的愿望都没能实现 最先开庭的是名誉侵权案 不过开庭前 宋礼语收到了一张 何一庭成员变更通知书 原来一名陪审员 因故不能参与庭审 换成了法官江瑞书 主审法官仍是朱伟玲 江瑞书 不就是前段时间 那个网红法官 宋礼语现在是个无业游民 每天没事做就泡网上 对近期的热门话题都挺了解 一看到江瑞书的名字 就对上了号 然后拿着通知书 跑大安律师找秦玉 他最近很喜欢往大安跑 因为大安没人粉他 在这里没人盯着他 全都当他是个棒锤 经过没人在意的失落后 还挺自在的 秦玉N了声 那他突然参与庭审 会不会对我不利 他挺担心这问题 不会 宋礼语稍稍放了放心 网上说他挺公正的 应该不会听信风言风语 听说他是F大毕业的 跟秦律师 你是一个学校吧 你们认识吗 秦玉瞥了他一眼 你知道还挺多 宋礼语黑黑一笑 长腿一伸 摊在了沙发上 我也围观了 F大学神女法官的走红经过 我还听说秦律师 你跟他并称 F大两大独手 每年会教新生们做人 带来现实意义的男女 混合独打 秦玉 见鬼的两大独手 他什么时候又多了个外号 还跟江瑞书扯在了一块 第142章 穿供 鉴于上次的教训 这次开庭 宋礼语特别低调 穿了身干干净净的衬衫西裤 头发也剪短了 脸上也是干干净净 露出原本青春帅气的脸孔 褪去了一人的光芒 更像一个邻家小哥哥 车开进法院的时候 宋礼语发现人挺多的 不过今天的秩序很好 没人在外面闹事 而为了防止上次的情况发生 法院明显增加了保安人数 不过上次闹事的黑粉头被抓 又被他告上法庭 这会儿没人敢再作妖 不知道徐一玲那个耸祸会不会来 刚说完这句话 双方就在电梯口狭路相逢 宋礼语一抬头 就对上徐一玲那张化成灰 都能认出的脸 马上抬头挺胸 后背挺直 一副大惊小怪的表情 哟 这个农庄艳母的娘炮是谁啊 秦玉 陶玲 也不知道 上次农庄艳母的人是谁 徐一玲这才注意到 后面的人是宋礼语 顿时咬牙 这些天他吃吃不好睡睡不好 脸色不是很好 不化妆 根本没法见人 这次庭审不但有记者 还会直播 他要不化妆 回头肯定丑照满天飞 倒是宋礼语这个全网黑的家伙 气色看起来竟然不错 他原本长得比自己好 素颜竟然也完胜自己 意识到这个事实 徐一玲的心情更加不好 凉凉道 宋礼语 好久不见 不久不久 你应该天天在网上看到我 宋礼语最近怒对黑粉 已达成嘴炮Max成就 倒是我很久没见你 不蹭我的热度 想见你一面真难 徐一玲呵呵一笑 你别得意 以为黑红也是红 你身上的污点注定洗不清 等着被封杀吧 说吧 一脸不屑交谈地走进电梯 你身上的污点注定洗不清 等着被封杀吧 宋礼语学徐一玲的语气 你看他那语气 还有他的表情 他一个十八线胡咖 也好意思瞧不起我 宋先生不必在意 你现在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 什么事 陶玲淡淡一笑 等他道歉 三人到庭的时候 旁听习已经坐满 刚走进去 宋礼语便感觉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自己身上 后面还有记者架着摄像机 法庭四角还挂着摄像头 稍后开庭将直播庭审过程 他在原告席坐下 旁边是秦玉 他们对面是徐一玲和他的律师 还有两个被告和他们的律师 审判席上三个位置还空着 书记员正在做最后的开庭准备 五分钟后 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 宣读完毕后 叫全体起立 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下一刻 一个穿着法袍的男法官 打头先走了进来 高高瘦瘦的个子 年轻帅气 眼神坚毅 紧接着 一个同样穿着法袍的女法官走进来 很快就有人认出他来 这个是前段时间的网红女法官吧 他的身后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三人分别在审判长 审判员和陪审员的位置坐下 这年头 法官颜值这么高了吗 宋礼宇敌过 姜瑞书听力敏锐 不由看向宋礼宇 却正好与秦玉的目光对上 姜瑞书想起 上次他给自己发的消息 说起来还没跟他道谢 要不是他把那个视频发给自己 法院也不会澄清那么快 将负面影响压制得那么彻底 现在开庭 朱伟玲敲了下法锤 秦玉先陈述了诉讼请求 对第一第二被告的诉讼请求不便 对追加的第三被告徐义玲 同样要求登报道歉和赔偿 随后他向审判长提交了徐义玲的直播视频 便坐了回去 两个被告律师却一致否定造谣侵权 徐义玲的律师道 对于原告因为同性恋传闻而遭受大众质疑 导致事业摆停 我感到非常遗憾 在不被社会主流接受的现在 三名被告公开宣扬了 原告是同性恋的行为确实有些不妥当 但这不代表他们侵犯了原告的名誉 说着他向朱伟玲提出询问当事人 审判长 请允许我询问三名被告 朱伟玲道 可以 这位陈律师第一第二被告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张小姐 请问你为什么要在微博宣扬 被告是同性恋 我听说的 听谁说的 我是未来偶像的粉丝 很喜欢里面的几个小哥哥 曾经通过节目组获得过几次探班的机会 在探班的时候 听说宋李宇人员不好 当时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在节目里经常跟其他人很亲密 还跟其他学员组了好几个CP 应该人员很好才对 后来才听其他人说宋李宇是同性恋 其他人是谁 就是跟宋李宇组CP的学员 最后是在徐先生的口中得到证实 宋李宇组CP除了想不关注 还有别的目的 阻了CP表现亲密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宋李宇一听马上要反驳 被秦玉一把按住 坐好 宋李宇愤愤 他们肯定串供了 之前他们怎么不说是徐毅玲透露的消息 他们在一条船上了才自说自话 让他们说完 秦玉语气清淡 却不容置疑 宋李宇不甘地 眼刀嗖嗖地飞向徐毅玲 徐毅玲极其高冷地看了他一眼 移开了视线 神情十分不屑 把他气得直磨牙 接着 陈律师询问第二被告 他和第一被告一样都是未来偶像的粉丝 陈律师提了相同的问题 获得的回答也大致一样 这时 秦玉向第二被告提问 你喜欢未来偶像里的哪个学员 第二被告如鼠佳珍 张遥远 陆珍 汪宁宁 江宇 你就是汪宁宁的尾粉吧 我刚才不只说了汪宁宁吧 你是金鱼吗 只有七秒记忆 第二被告对他 秦玉脸色不变 慢慢说道 但据我所知 你和第一被告 每天都为汪宁宁刷超话投票控评 并未给其他学员加油 我们有其他账号 给他们做数据 请列举出来 秦玉看向书记员 麻烦书记员做一下记录 第143章 自杀式袭击 第二被告说不出话来 不记得了 秦玉帮他找了个借口 可是这个借口宛如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打得他脸色青红交替 这时 秦玉提了个致命问题 你知不知道 汪宁宁跟原告 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陈律师马上反对 节目中所有学员都是彼此的对手 秦玉淡淡一笑 提问完毕 江瑞书和朱伟林交换了一下眼神 第二被告说不出账号 便意味着他撒谎了 他就算不是汪宁宁的尾粉 肯定也是铁粉 汪宁宁是宋李宇最大的竞争对手 作为汪粉 通过造谣 让宋李宇被踢出决赛 理由很充分 见第二被告还愣着 朱伟林道 请第二被告说出其他账号 如果无法说出 书记员记录一下 第二被告脸色一变 只污了半天 磕磕绊绊说出两个账号 平时都是在电脑直接登录账号 就跟手机号码一样 现在谁还记手机号码 那些账号太长 记不大清楚了 回头我再 再看看 朱伟林却将目光投向第一被告 第一被告是否也是多个学员的粉丝 第一被告马上到 我是汪宁宁的尾粉 江瑞书看了看他 只怕他是看了第二被告 怕答不出来 干脆承认是汪宁宁的尾粉 但如果他们无法证明 宋李宇是同性恋这个事实 他们现在的表现 会给法官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朱伟林没再问下去 示意陈律师继续 陈律师提问徐毅林 徐先生 请你评价一下原告 徐毅林今天穿的是全套西装 随着他的起身 旁听席里有了小小的骚动 这时候很容易发现 素人和明星有很大的不同 素人帅气 也只是帅气 一人举手投足 却是训练过的 连一个眼神都更有魅力 不同于宋李宇 过于攻击性的五官 他长相不占优势 只能说比普通人出众一些 一米七五的个子 比较文弱 但也更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走出被告席的时候 他也觉察到了旁听席的动静 眸光淡淡扫了眼 骚动更加明显了 白莲花 宋李宇骂了声 一脸鄙夷 听到陈律师的提问 他慢慢挪动视线 瞥了眼宋李宇 脾气不大好 出了差出 喜欢怪别人 对着自己特别自信 但实际上 他的一些能力并没有那么好 宋李宇当即要跳起来 这时 秦玉一个眼神扫来 吓得他生生 把话咽了回去 可又不甘心 凑近秦玉小声说 你待会提问我 也问问我对他的看法 秦玉没理他 这个评价可不怎么好 但是众所周知 你们参加比赛的时候 曾经是一个对的 那时候看起来你关系还很好 为什么你给他的评价这么低 网上放出来的视频 是剪辑过的 当时他人气很高 节目组为了收视率 在剪辑上比较照顾他 徐一玲说话半遮半眼 却准确地将宋李宇的好人设 都是假的这个信息 传达给了每个人 但是在节目上 你们看起来关系挺不错 尤其是你们组队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你主动找他 他是我们那队的中心位 我们其他人的表演 不但要自己表现好 还要衬托他 但他自己有很多想法 跟其他队员有冲突 为了解决问题 不得不找他 第一第二被告 说是从你口中证实 原告是同性恋 你是怎么证实的 徐一玲扯了扯嘴角 当然是亲身经历 骚动顿起 这是说宋李宇骚扰过他 江瑞书看了眼宋李宇 他脸黑如墨 眼里能喷出火来 如果眼神能杀死人 徐一玲现在肯定 已经被凌迟处死了 陈律师继续问 什么经历 看过节目的人都知道 原告很喜欢 对别人产生肢体接触 大概是他太坦荡 没人会怀疑他别有用心 男人骂 勾肩搭背很正常 但这只是他的套路 他是当众是表现得 很大大咧咧 只是为了麻痹人 让人习惯了他的动作 私底下接触的时候 就越界试探 谁要是不反对他 就会进一步 在我跟他组队期间 他就试探过我 在没有镜头的地方 抚摸我的臀部和胸部 说一些挑逗性的话 还暗示 我有生理需要的时候 可以互相帮助 如果我愿意 公演的时候可以帮我拉票 你确定不是朋友之间的 亲密接触 确定 徐一玲斩钉截铁 正常朋友 会对你的屁股产生反应吗 天哪 好大的料 这岂不是说 宋李宇11号 所有人的目光 投向宋李宇 看不出来 宋李宇这片阴柔的长相 竟然是个功 宋李宇快要气炸了 刷一下要站起来 被秦玉死死按住 给了他一个眼神警告 等法庭里安静下来 陈律师才向审判席微微一笑 提问完毕 秦玉起身 表示自己要询问被告 请问徐先生 你说原告 对你做出过 超出正常朋友的行为 有证据吗 没有 所以 你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原告是同性恋 虽然没有误证 但我和他之间 是有人知道了 我跟他的关系 秦玉眉头青醋 你跟原告的关系 是的 我曾经产生过 对原告试一试的念头 但后来 发觉他 只是想潜规则我 就没有答应他 徐毅玲对上他探究的视线 唇角轻轻一挑 我是双性恋 哗 这简直是自杀式袭击 宋李宇再也忍不住 搜一下站起来 放你妈的屁 就你这张寡淡无味的脸 整天装可怜博同情 简直就是一朵盛世白脸 还潜规则你 看到你我就反位 跟你撸老子 还不如对着镜子自己撸 原告 诸位灵敲法锤 注意你的言行 坐回去 宋李宇怒视审判袭 法官 他这是造谣污蔑 他要弯就弯 别托我下水 我是钢铁直男 掰断了都不会弯 这是什么鬼形容 姜瑞书嘴角抽抽 见其他人 也是一副很无语的表情 诸位灵黑着一张俊脸 现在还没问到你 你给我坐回去 第144章 不爱红颜爱蓝颜 法官 审判长 见宋李宇还要说 秦玉和他同时开口 紧接着说 原告方请求休停五分钟 诸位灵见法庭里一片混乱 让原告冷静冷静也好 他看了看两边的姜瑞书和陪审员 两人点了点头 赞同暂时休停 休停五分钟 法锤落下 法官退庭朱法官 后面的庭审能不能停止直播 陪审员突然问道 朱伟林摇头 这是规定 姜瑞书问 金老师 你有什么故人 这次的陪审员 是个中学体育老师 想到徐义玲说自己是双性恋 他不免担心 宋李与徐义玲这样的明星 很多粉丝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我教的两个班 就有学生喜欢他们 这个年纪的孩子 喜欢追随模仿偶像的言行举止 我怕他们会因为好奇 或崇拜学习他们 现在大多庭审都要直播 除非涉及隐私当事人 申请不公开审理 姜瑞书解释 徐义玲这么说 不代表就是事实 还需要旁证才能确信 性向这种事 谁会拿来乱说 不管是不是真的 反正对徐义玲没有坏处就是了 没坏处 金老师不大能理解 虽然现在社会宽容了很多 但非异性性向 还是不大被接受 何况她是明星 宋李宇就是前车之剑 她说自己是双性恋 也没好到哪里 可宋李宇现在仍然是顶流一人 她发一条微博 就能上热搜 这是很多人求都求不到的关注度 而徐义玲最近引起关注的新闻 都跟宋李宇有关 一次是 她在直播里 说宋李宇是同性恋 可很多人想黑红都翻不出水话 双性恋没有同性恋 那么让人难以接受 以后她找女朋友 也不会被人诟病 作为公开表示 自己是双性恋的一人 以后只要再有相关话题 她就会一直受到公众关注 金老师目瞪口呆 还能这么操作 朱伟林看着她 江法官 你懂得真不少 王尹少女将法官笑了笑 这都不是关键 我们要关注的 不是徐义玲到底是不是双性恋 而是她能否证明 宋李宇是不是同性恋 她是双性恋 与宋李宇是同性恋 这两者之间 没有必然关系 怎么没关系 宋李宇一想到 徐义玲说自己跟她有一腿 就暴躁地想 打包压的狗头 别以为我不知道她什么用心 她被淘汰后 就没什么曝光的机会 马上被打回十八线胡卡 上次直播说我是同性恋 就是为了不关注 现在说是双性恋 就是想跟我捆绑炒作 你别得意 以为黑红也是红 你身上的污点 注定洗不清 等着被封杀吧 宋李宇学徐义玲 之前的话 呸 老子被拳网黑纳也是顶流 他就是羡慕极度恨 要是能跟我换个位置 让他说自己是贱人 百分百都愿意 秦玉听她上蹿下跳 骂骂咧咧说了半天 面无表情道 说完了 没完 老子跟徐义玲那个双插头 这辈子都没完 秦玉看了看手表 还有两分钟开庭 如果你还想赢 现在闭上嘴听我说 宋李宇立即闭上了嘴 徐义玲说她是双性恋 跟你有过亲密接触 这是她的单方面证词 不能证明你就是同性恋 只要她们没有证据 你不承认 就能胜诉 所以没问你的时候 闭上你的嘴 她不可能有证据 宋李宇斩钉截铁 但她真正愤怒的地方不在这里 但是现在 她们公开道歉 别人会信 秦玉看着她 徐义玲公开承认 自己是双性恋 跟我有过一段关系 你觉得公众会怎么想 宋李宇脑回路直白 不意味着纯 不然也不会一听就明白 徐义玲的打算 都是混圈的 谁还不知道那些手段 咬牙切齿地道 别人会觉得 她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肯定是真的跟我有什么 不然她一个艺人 干什么自毁前途 公开自己的现象 可谁又会想到 徐义玲根本就不在意 被人说是双性恋 甚至希望更多人关注 秦玉眉头微微一挑 没想到宋李宇能想到这么多 不得不说 徐义玲这招特别恶心人 原本只要她们败诉道歉即可 但现在需要证明 她们撒谎 才能真正澄清谣言 这两者看起来没多大差别 实际差别却很大 在法律中 胜诉不一定代表事实 就比如 所有人都知道 某个人有犯罪行为 但如果没有完整的证据 法院就不能判决这个人有罪 法律上的无罪 不代表没有做过 换到宋李宇这里 如果不能证明徐义玲撒谎 就算她赢了 还是会被猜测是同性恋 毕竟徐义玲为此都公开出柜了 黑红也是红 秦玉拎出她之前的话 宋李宇掖住 过了一会儿 低头道 这不是红不红的问题 如果我洗不清谣言 我这辈子再红都成不了主流 她徐义玲只求出名 可我求的不止这些 我还有别的梦想 她第一次这么郑重 拜托你 秦玉没说话 过了几秒 看了看手表 要开庭了 三位法官和陪审员 重回做回审判席 朱伟林宣布 现在继续开庭 秦玉开门见山 直接问徐义玲 徐先生 你认为自己是双性恋 与原告是同性恋之间 存在必然联系吗 性像是天生的 两者之间 当然不存在必然联系 但徐义玲明白 这个问题 是在剥离自己 跟徐义玲的关系 回答有事没有逻辑的 回答没有 就正中对方下怀 她选择了第三种回答 异性恋可能无法理解 同类之间会相互吸引 我能发现 原告跟我一样的地方 是吗 秦玉唇角微微一条 那么你认为 我是同性恋 还是异性恋 姜瑞叔听到这话 马上看她 这人不会为了胜诉说 自己是同性恋吧 嗯 她以前拒绝了 那么多主动追求的女性 难道真正原因是 不爱红颜爱蓝颜 第145章 加的条件 徐义玲打量她 长相这么出色的男人 气质也格外出众 这个年纪肯定有过感情史 可能还很丰富 那是 无数女人前赴后继 留下的经验 异性恋 因为跟你没有吸引力 秦玉的语气 很像嘲讽 你不像g圈的人 不像 秦玉语气讽刺 这就是你认定 一个事实的依据 你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不会懂的 徐义玲从根本上否定她 不想她再提问 这么说 你是这个圈子的人 秦玉再次反问 徐义玲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既然如此 gay圈里应该有人认识你 秦玉看着她 能否举个例子 gay圈有自己的交际圈 既然你在这个圈子里 肯定也认识其他人 甚至有过男朋友 我 不认识 不认识你 又怎么知道 我不是这个圈子的 不懂你说的那些 秦玉堵住她的一条路 徐义玲很快调整了情绪 这涉及个人隐私 我不方便说出他们的名字 你可以停后 告知我方何法官 秦玉看向法官 审判长 我认为 有必要证实 被告徐先生 是否有同性恋交际圈 这关系到他双性恋 以及原告同性恋的 事实认定 朱伟林赞同 被告可以停后告知 书记员记一下 徐义玲的冷汉 马上就下来了 gay圈的人 他有认识的 但是 要出庭作证 恐怕没愿意 到时候 还要面临情欲和法官的询问 很容易出披露 这次开庭 双方各执一词 最终没有辩论出结果 休庭后 徐义玲想 悄悄溜走 被朱伟林叫住 徐先生 请你告知相关证人的信息 徐义玲没想到 法官这么执着 只好表示 想跟自己的律师 先交流一下 现在怎么办 法官 让我提交证人名单 名单实在要交 也可以交出 但我怕到时候 再出披露 徐义玲对情欲很提防 就是情欲让她说错了话 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她很怕到时候 请了证人来 又被情欲找出破绽 那时候更难收场 陈律师看了看 不远处的法官和宋李宇 我认为 你现在最好和解 和解 徐义玲下意识反对 宋李宇能不再追究 还是要赔偿和公开道歉 但现在和解 对你最有利 陈律师提醒她 法官让你提交证人名单 这一步对我们很不利 结果很难预料 你承认自己是双性恋 现在主动和解 你觉得 网友会完全相信宋李宇吗 徐义玲眸光一动 原以为曝光性 想能成为大杀招 可惜自己说错话 破坏了大好局面 但实际上 她的根本目的已经达到 赢不赢这场官司 已经不是最重要 如果主动和解 还可能少赔一点 她略做考虑 便做出了决定 那就和解 你说他们在嘀咕什么 宋李宇瞥了眼 在外面说悄悄话的徐义玲 和解吧 情欲道 什么 宋李宇叫出声来 这时 徐义玲和陈律师走过来 审判长 我们想跟宋先生和解 你看能安排一下吗 朱伟林看了看江瑞书 这态度变得可真快 江瑞书心中有所猜测 但没说出来 如果双方当事人愿意和解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 但还没等法官开口 宋李宇就跳起来反对 和解 谁跟你和解 刚才没说和解 法官要徐义玲 这件人提供证人名单 他跑出去跟律师商量了一下 就要和解了 想也知道 肯定是他没有证人 怕被拆穿才想和解 想得美 陈律师道 宋先生 我们是诚心和解 和解还是会公开道歉 给予你赔偿 之所以和解 是因为考虑到 你和徐先生都是一人 官司再打下去 对你们影响到都不好 我知道你对徐先生有看法 但请你冷静考虑一下 这对你百利无害 今天开庭前 怎么不提和解 现在提和解 是因为交不出证人名单吧 宋李宇戳穿他们的打算 陈律师见他说不通 便将视线转向秦玉 秦律师应该明白 这其中的利弊 秦玉没搭枪 只问 徐先生打算怎么和解 陈律师露出一抹职业笑容 宋先生要求登报公开道歉 以及在各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公开道歉 还有赔偿都没问题 宋李宇想说话 被秦玉拦住 和解可以 但要加一个条件 秦律师说 徐先生公开跟第一第二被告 串供污蔑宋先生是同性恋的证据 录音 视频 通讯记录都可以 这些记录都要经过公正机构公正 徐义玲和陈律师同时脸色一变 原本恼火秦玉擅作主张的宋李宇 顿时转怒微笑 马上表示赞同 对 只要你公开污蔑我的证据 我就接受和解 陈律师沉声道 宋先生的诉讼请求中没有这一项 原本第一第二被告 也没说是徐先生污蔑宋先生 既然你们要和解 就拿出诚意来 秦玉寸步不让 这不可能 徐义玲反对 这么说 徐先生认罚不认错 秦玉眸光忧深 锋芒引现 徐先生可能搞错了 是否到此为止的决定权不在你手上 徐义玲眯起眼睛 这场官司打下去 就算我输了 也最多是按照起诉书上的要求赔偿道歉 但宋先生可耗不起 没什么耗不起的 宋先生现在暂时没有工作安排 多打两场官司 还能多上几次头条 听到这话 江瑞叔和朱伟玲同时一言难尽地看着他 这家伙把法院当什么了 宋李宇的秀场吗 江瑞叔轻咳了一声 既然双方都有和解的意向 不如把另外两个当事人也叫过来 大家坐下来慢慢谈 宋李宇哼哼 除非徐义玲交出污蔑我的证据 否则我不接受和解 江瑞叔看向徐义玲 这不可能 没有这些证据 徐义玲矢口否认 那没什么好谈的了 诸法官 江法官 是他们不愿意真心认错 我才不接受和解的 宋李宇趁机上演药 我只是不想纠缠下去 愿意和解 不是说我有错 徐义玲怕法官误会 连忙解释了一句 第146章 谁还不知道谁啊 少把别人当傻子 如果情况对你们有利 你们愿意和解 宋李宇连连冷笑 走到徐义玲面前 想踩我上位 他捏住徐义玲的下巴 凑到他面前 进到两人的唇筷要贴上 能感觉到彼此的呼吸喷在脸上 徐义玲连大气都不敢喘 眼瞳放大 对上宋李宇冷中带笑的单凤眼 有那么一瞬 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沦陷于他的容貌 宋李宇双唇倾起 呸 徐义玲脸色铁青 宋李宇松开手 从口袋里抽出一条手帕 慢条丝里擦了擦捏了徐义玲下巴的那只手 反手扔进垃圾桶 在徐义玲恨不得吃人的目光中一条眉 走着瞧 徐义玲再也端不住 气得直喘粗气 眼睁睁看着宋李宇无比潇洒地离开 满腔的怒火无处宣泄 一脚狠狠踢上垃圾桶 垃圾桶荒荡作响 江瑞书眉头青醋 有些不悦 徐先生 请不要损坏法院财物 抱歉 徐先生的情绪不大好 陈律师说罢 连忙把徐义玲拉走 等等 江瑞书叫住他们 清秀的面容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证人信息还没交代 该死 交代了所谓的证人信息 徐义玲阴沉着脸 等电梯的时候 见电梯久久不来 忍不住踢了脚电梯门 陈律师心里有点不悦 面上没表露出来 四级刚才他在法官面前的表现 忍不住提醒一句 徐先生 你这样很容易 给法官留下不良印象 下次再见法官 你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难道法官 还能因为对我印象不好判我输 徐义玲冷笑 他们敢这么做 我就上网曝光他们 混迹网络玩弄流量的人 很清楚网络舆论对攻 减 法这些机构的负面信息 有多敏感 只要放出钉点风声 各种大V就会下场搅弄风云 盲目的网友 就会听风救世语 群起而攻之 见他这么不把法官放在眼里 陈律师眉头拧起来 就算不会故意错判 为难我们 却是轻而易举的事 没必要为了一时之气 得罪法官 现在最要紧的是 怎么应对下次开庭 至少要争取到证人的书面证词 他算是看出来了 徐义玲那些证人 极可能不会道庭作证 一说到证人 徐义玲面沉似水 眸光闪烁不定 过了一会儿道 证人会有的 我会教宋李宇 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 怎么样 刚才我表现 是不是很像一个 狂卷邪魅的霸道总裁 打脸炮灰 宋李宇装完逼 马上恢复原形 想起徐义玲 鼻子快气歪了 心里很是得意 你开心就好 秦玲拉开车门 坐到副驾驶 现在去哪 陶玲握着方向盘问 回律所 秦玲系好安全带 宋李宇不打算跟去律所 徐义玲曝光自己的现象 今天的新闻肯定爆炸了 他想回家刷网页 逃助理 一会儿你把我放到路边 我自己打车回去 你先和我去一趟律所 秦玲打乱他的计划 还有什么事 我约了第一第二被告的律师见面 宋李宇惊讶的何不拢嘴 你约他们的律师干什么 秦玲回头看他 嘴里吐出三个字 谈何解 说律所 秦玲没有马上回去 在外面吃了午饭 因为秦玲的挑剔 一般餐厅不是嫌人家食材不够好 就是嫌人家厨艺不够好 最后他们去了一家 老涛口碑相传的私房菜馆用餐 三人都非常满意 这顿饭是AA制 宋李宇一边转账 一边小声嗶嗶 扣死你得了 我出来都是别人请吃饭 秦玲冷冷道 宋李宇掖住 也是 请秦玲来吃饭的 多是各种大客户 请律师谈事情 总不能让律师付钱 他有心喊声 我请了 但秦玲已经截了账 他再说这话 就有马后炮的嫌疑 只能含恨赚了自己那部分餐费过去 回到律所 马上有人告诉秦玲 秦律师 有个人找你 说是跟你约了见面的 秦玲一听就知道 是第一第二被告的律师来了 因为他没回来 人被安排在一间小会议室等待 他回了一趟办公室 随后才来到会议室 抬手屈指敲了敲门 张律师 里面穿着西装的女人抬起头来 秦律师 秦玲是一他坐下 让送礼与一起进来 在张律师的对面坐下 张律师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律师 身材微胖 但眼神犀利 看着不好对付 他上下打量秦玲 这么近距离看秦律师 才知道 秦律师果真名不虚传 嗯 秦律师艳明传遍法律界 秦玲只当作没听到 如果张律师废话说完了 现在谈正事 我方希望可以跟你的两个 委托人和解 作为诚意 宋先生在赔偿金额上 可以做出让步 据我所知 徐先生才跟你们和解失败 你们为什么要跟我们和解 消息还挺灵通 估计是徐一玲和解失败后 就联系了他 要保持统一战线 秦玲道 他们诚意不够 你想内部分话 我们和徐先生 你应该很清楚 你的委托人 虽然是第一第二被告 但徐一玲才是造谣的源头 也是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公开造谣 论起单则 徐一玲的责任更大 你们没必要跟他单则到底 张律师笑笑 既然你都说 徐先生才是主责 现在胜负未定 徐先生那边还有新证人 我认为 我方和解不是很有必要 倒是宋先生 作为艺人 没那么多时间 耗在打官司上吧 宋丽宇脸色沉了沉 他不是没时间打官司 而是需要这场官司 尽快打完 拖得越久 对他越不利 要是拖个三五月 他才能洗清传闻 到时候 谁还记得他 秦玉从公文包里 取出一个文件夹 从中取出一张纸 第一被告张嘉宁 出生工薪家庭 父母都是普通上班族 两人年收入13万左右 除了供张嘉宁读书 还有房贷未还完 一旦张嘉宁败诉 将赔偿50万给宋先生 是他全家四年的总收入 第147章 不是木马 说着 他又从文件夹抽出一张纸 第二被告廖元元 父母做批发生意 小资之家 但今年市场不景气 廖父做的一笔投资 打了水漂 抵押了家里的房产 如果廖元元败诉 他也将赔偿50万给宋先生 廖家的流动资金会被掏空 廖父将无力支付 新合同的契约金 一旦资金断裂 廖家只能卖房卖车 填补漏洞 张律师眸光一闪 面上不以为意的笑笑 这只是你们所赔的金额 实际金额 还要看被告的经济条件 不是你们要多少 法官就会判给你们多少 看被告的经济条件 意味着即便判决的金额 达不到诉讼请求 被告家里也得脱层皮 名誉侵害损失赔偿的金额 受多个因素影响 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情况 和造成的后果 都是考虑因素 宋李宇因为同信链传闻损失很大 所以就算被告的经济条件 无法支付100万 要赔的钱也不会很少 这回张律师没说话 秦玉打开手机网页 将实时热搜榜给他看 你的委托人跟徐毅玲不一样 徐毅玲打这场官司 不论输赢损失都不大 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胜诉 而是出名 事后他名利双收 赔点钱不算什么 你的委托人不一样 他们才刚成年 没有收入 家境一般 败诉的代价太大 如果只是需要做一些该做的事 就能降低代价 何乐而不为 张律师看了眼满屏幕 徐毅玲的新闻话题 心知秦玉说的没错 徐毅玲跟他的委托人目的不同 徐毅玲能付得起败诉的代价 但他的委托人不一定 何解需要所有当事人同意 秦玉知道 他是担心他们给空头支票 忽悠他叛变 比起相信徐毅玲 你们相信 我们更有希望 张律师沉默了许久 最后在满室的安静中开了口 我的委托人 需要付出什么诚意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 秦玉淡淡一笑 徐毅玲是怎么跟你的委托人 说定配合的 半小时后 张律师离开答案 当天的新闻不出所料 徐毅玲登上热搜榜首 在各大社交平台引起热议 话题遍地开花 居高不下 他这辈子都没这么活过吧 宋李宇这么评价 也如同预料中的 徐毅玲曝光了自己的信像 连带着宋李宇也被热议起来 网上各种猜测他们关系的言论 哪怕宋李宇在微博上表示自己 瞧不上徐毅玲 还讽刺徐毅 故意拿信像炒作 说双性恋而不是同性恋 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 以后好找女朋友 实际她是异性恋 装双性恋 但网友不是很相信 更相信她是为了撇清 跟徐毅玲的关系 正应了那句话 看热闹的人 只相信热闹 在未来的好几天 徐毅玲和宋李宇的名字 经常一起出现在热搜和头条 并迅速涨粉上百万 这让宋李宇暴躁不已 在漫天纷争中 有一个不起眼的话题 悄悄诞生 史上最帅男律师 江瑞叔躺在床上微薄 突然刷到秦玉的照片 还挺惊讶的 点进去一看 数量还挺多 这些照片 大部分是休庭期间拍的 秦玉习惯穿律师袍 也是她 这人身材好 肩宽腿长 被律师们diss很久的律师袍 穿得跟高定差不多 全靠颜值在抗 还有极少部分 是开庭时偷拍的 在法庭中侃侃而谈 展露锋芒的秦玉 仿佛有光环 她的一个低头 一个眼神 一个回眸 都特别吸引人 简直跟电影画面似的 好看得让人一不开眼 下面一群花痴 嗷嗷叫着粉了粉了 看来法庭纪律还得加强 姜瑞叔嘴里说着 点了几次保存图片 这套照片拍得真好 秦玉的颜值 真让人赏心悦目 留着以后慢慢欣赏 随后想着她上次提醒自己 自己应该礼尚往来一下 于是便点了分享 此时秦玉正在餐厅 听到手机叮咚响 拿起一看 有点意外 姜瑞叔发了条链接过来 她没有马上点开 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滑 拨了电话过去 你发的链接 姜瑞叔没想 她会打电话过来 电话那头传来悠扬的乐声 隐约还有刀叉 轻轻碰撞瓷器的声音 她在西餐厅 算是回报你上次的提醒 不用谢 秦玉 哦 姜瑞叔 等于下滑线等于 我怀疑你又在记仇 她解释了一句 不是木马 那就好 秦玉挂了电话 点开链接 便看到了自己在法庭上的照片 一张张的数量不少 连庭审直播的片段都截了出来 陆思安放下刀叉 用餐巾试了试嘴角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 我听着好像是女生 你狗耳朵骂 这样都听到 我关心你啊 陆思安大言不惭 你看你都单成魔法师了 你家老爷子前阵子还给我打电话 问你个人生活 也不知道有生之年 能不能看到你带孙锡回家 你先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 再来指手画脚 这家伙哪壶不开提哪壶 明知道他刚跟人吹了 还往他伤口上撒盐 我至少有感情经历 只是目前没有找到真爱 你呢 初吻都没给出去吧 你别不是无性恋吧 这不重要 那你跟我说说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 秦玉脑子里浮现出姜瑞书的脸 一时不知道怎么评价他 只好评价他刚才那个电话 一个无聊之人 陆思安却是很稀奇 没否认 那就真是个女的给他打电话 很少听他用这种语气说 一个女的顿时眯起了眼睛 无聊之人 你还接他电话 欢喜冤家吧 你想太多 越敷衍越遮掩 陆思安好奇死了 到底谁给秦玉打的电话 这可是私人号码 非关心密切的人都不知道这好 你这么关心我个人生活 是不是对我存了心思 秦玉皮笑若不笑地看着他 突然啪一下 把手机按在餐桌上 不如这样 到了四十岁 我们都没结婚 就在一起 扑 陆思安喷了满桌红酒 随后呛得满脸通红 开玩笑 他是钢铁直男 喜欢软乎乎的妹子 对硬邦邦的肌肉男没兴趣 第148章 逼个报表 很快 宋李宇明玉侵权案 第三次开庭 很多人预测 这次庭审可能结案 关注的人比上次更多 秦玉和宋李宇刚下车 记者就围上来 宋李宇 对于徐一玲跟你的种种传闻 是否属实 你们是不是真的在 未来偶像中 有过暧昧 宋李宇 到底是不是同性恋 宋李宇 你说徐一玲 是故意装双性恋捆绑操作 你有没有证据 有没有联系 如果败诉的话 你有什么打算 会不会继续上诉 记者蜂拥而来 话筒差点戳到宋李宇脸上 宋李宇黑着脸想挤出去 可是记者紧紧包围着她 一度差点把她绊倒 好在这时候 秦玉和陶玲过来帮她挡开 抱歉 不接受采访 请让开 就在这时候 旁边开来一辆奔驰 车停稳后 走出两个人 宋李宇似有所感 扭头一看 靠 真会气 记者们顺着她的视线 马上发现了她在看谁 刹那间安静下来 随后大喜 竟是徐毅玲 他们马上蜂拥冲上徐毅玲 徐毅玲 你真的跟宋李宇有过暧昧 徐毅玲 你真的是双星链吗 宋李宇说 你故意装双星链炒作 对此你怎么回应 徐毅玲 上次开庭对你很不利 这次开庭 你打算怎么应对不利局面 徐毅玲 你对这次开庭有信心吗 记者们把刚才 没能从宋李宇那里得到的问题 拿来问徐毅玲 徐毅玲没急着回答 目光穿过人群 再次与宋李宇对上 刹那间 仿佛有电光泵射 徐毅玲今天的打扮很有型 西装革履大油头 妆容精致 凸显男性特征 神情冷俊 目不斜视 气场很足 宋李宇做了个呕吐的表情 装腔做事 但不得不说 徐毅玲这个出场很出彩 比上次要更加自然清爽 她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很好 举手投足间更有自信 大概这就是红的滋味 二次开庭后 徐毅玲红了 虽然是极富争议性的红 红得有点虚高 但她真的红了 随后她趁着热度继续开直播 接了不少广告 甚至还参加了一个知名综艺 可以说 这次开庭前 她一天都没闲着 倒是宋李宇 休停后在微博闹腾了一次 便沉寂了下来 但人红是非多 因为徐毅玲总是在作妖 宋李宇的名字 时不时跟徐毅玲同时上热搜 徐毅玲这次还很聪明 知道主动捆绑宋李宇炒作 容易让人视觉疲劳引起反弹 所以她自己从来不主动提宋李宇 可她越是不提 别人越是想问 于是这些天 她一直保持着话题 又不至于炒糊 可谓名利双收 可把宋李宇给恶心坏了 但为了不给徐毅玲增加话题 宋李宇只能一直苟着 别提心里多憋屈了 现在见她这样装腔做事 宋李宇觉得她在挑衅自己 故意在记者面前制造话题 她呵呵冷笑一声 转头就走 我 徐毅玲突然开口 当然有信心 宋李宇脚步一顿 徐建仁哪来的信心 记者仿佛听到了所有人的心声 连忙问道 很多人猜测 这次开庭可能会出结果 你认为自己能赢 是吗 当然 见宋李宇停下 徐毅玲唇脚轻轻一挑 语气越发自信 我们已经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实 记者们文言顿时激动 是什么证据 徐毅玲轻轻一笑 开庭就知道了 我只能说事实胜于雄变 徐毅玲没有明说 但意思很明白 宋李宇赫然回头 上下打量徐毅玲 呵呵笑了两声 徐毅玲你哪来的证据 该不是花钱请了两个假证人来吧 是不是假的 不是你说了算 哦 这么说 你还真请了两个假证人 徐毅玲你真够可以的 为了红 连性相都能假装 现在为了证明自己是双性恋 还搞了证人来证明自己 你爹妈知道 你为了做脚屎棍 这么拼吗 这形容 宋李宇还没说完 不过也是 你这人从来都假惺惺的 浑身都是虚伪 你整个人就是一出荒诞戏 一般的戏精 已经不足以形容你 你是中央戏精学院博士后毕业吧 徐毅玲脸上 浅淡的笑意分毫不变 看她的眼神透着怜悯 你怎么说都行 就享受这最后的放肆吧 等到开庭 只怕你就笑不出了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我会一直笑到最后的 宋李宇一脸假笑 回头看秦玉 是吧 秦律师 秦玉跟陈律师对上 双方的视线在空中交接 互不相让 秦玉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自信 看来 他们这次找的证人准备很充分 他很礼貌地微微汗手 法庭见 没有威胁的话语 可话中却透着寸步不让的信心 越是平静 越是有力 见徐毅玲脸色不好 宋李宇心里乐开花 做了个鬼脸 屁颠颠地追上去 秦玉和宋李宇到法庭的时候 被告那边还没有人来 旁听席已坐无虚席 过了一会儿 张律师独自到庭 第一第二被告都没来 他在秦玉对面的 被告代理人位置坐下 双方的视线对上 很快又一开 接近开庭时 徐毅玲姗姗来迟 这么久才到 刚才肯定在跟记者诋毁我 宋李宇冷笑连连 毫不怀疑 一会儿就会有关于 他和徐毅玲发生冲突的新闻 徐毅玲绝对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炒作的机会 张小姐和廖小姐还没到 陈律师见张律师身边的位子空着 不由问了句 庭审关注度太高 他们今天不准备到庭 张律师解释 陈律师眉头皱起来 心里有点不大安稳 不过想想 关键证据和主要辩论 都是自己来做 他们到不到庭不是那么重要 过了几分钟 书记远喊全体起立 在所有人的注视中 朱伟玲 江瑞书和陪审员 先后走进法庭 现在开庭 朱伟玲敲法锤 第149章 令人窒息的操作 确认了双方当事人身份 朱伟玲最后案例询问 原告是否同意 对本案进行调解 同意 朱伟玲顺口就想问被告 因为上次宋礼宇的态度很坚决 不会接受徐一玲的和解 猛然听到秦玉说同意 顿时愣住了 同意 同意秦玉肯定的重复 这下不仅是朱伟玲 其他人也愣住了 反应最大的徐一玲和陈律师 他们做好了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设想过各种可能 可是宋礼宇突然同意调解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 秦玉是不是在使诈 可仔细想想 想不通秦玉这葫芦里买的什么药 朱伟玲可不管他什么原因 当事人同意调解 那他就按调解来办 接着问被告 被告是否同意调解 同意 不同意 张律师和陈律师一口同声 话音落下 陈律师敬意地看向张律师 怎么回事 张律师面不改色道 这是委托人的要求 他们希望尽快结束诉讼 陈律师却有点不大相信 心里有个很不好的猜测 难道 他不动声色打量对面 秦玉那张过分精致的脸上 一派平静 压根看不出什么 宋礼与眼里带着笑 也不知高兴他们内讧 还是幸灾乐祸 江瑞书不住向秦玉投去目光 这人一向以委托人利益 最大化为先 不会做没把握的事 这时候提出调解 要么是调解对他们更有利 要么是 早已知道答案 感觉有人在看自己 秦玉抬头望去 对上他若有所查的目光 但他一点也不在意 便是他知道了 自己会怎么做 也同样妨碍不了 原告和其中两个被告 愿意调解 朱伟玲觉得 还是在跟第三被告确认一下 于是再次问道 第三被告 你们确定是同意 还是不同意 徐毅玲脸色阴沉 凑到陈律师耳边 他们是不是被送礼语收买了 陈律师看了看旁边的张律师 摇了摇头 他也不清楚 那两个脑残 收了我的钱 竟敢跟我作断 徐毅玲心里恨得不行 陈律师面臣似水 脑子飞快运转 考量张律师的话 是真心还是假意 第三被告 不同意 徐毅玲怒道 想和解 没那么容易 一会儿要叫他们好看 徐毅玲不同意 调解无法达成 朱伟玲只好宣布继续开庭 徐毅玲恨不得马上传证人道庭 帮自己扭转局面 但是按照惯例 审判长先询问了原告 是否要询问证人 秦玉的目光便扫了过来 落在他身上 审判长 原告方请求询问被告徐毅玲 徐毅玲顿时如临大敌 感觉到他的戒备 秦玉在他身边打了个转 发觉他越发戒备自己 这才开了口 请问徐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 认识张嘉宁和廖原原的 徐毅玲很担心 他又给自己挖坑 将这个问题撕来想去很多遍 最后确定自己的回答不会出错 这才万分谨慎道 具体哪天不知道了 大概是他们来探班的时候见过 不过真正认识是收到法院传票后 这么说 你在收到法院传票之前 跟张嘉宁和廖原原都不熟 节目是全封闭环境拍摄的 手机也不允许用 在离开节目组前 连自己有多少粉丝都不知道 所以 你是在他们探班的时候 跟他们说 你跟原告关系暧昧 我没说自己跟原告关系暧昧 徐毅玲心中冷笑 又想诱导他说错话 只说了原告是同性恋 是的 徐毅玲镇定下来 还猜到了他这么问的意图 抢先赌他的话 我知道我不应该透露这种隐私 但我那时候很不甘心 所以就多说了两句 没想到会传成那样 粉丝探班的时候 全程有摄影师跟随 所有学员都无法单独跟粉丝交谈 你怎么找到机会 跟他们透露原告隐私的 徐毅玲淡淡道 我这种粉丝少的 镜头不会一直跟着我 但是张嘉宁和廖媛媛 是汪宁宁的铁粉 所以 所以 难得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偶像 张嘉宁和廖媛媛 没有抓紧时间跟偶像相处 反而愿意跟你这个路人说八卦 徐毅玲心里咯噔一下 顿觉不妙 粉丝有机会见偶像 哪个不是激动兴奋 恨不得围着偶像打转 哪里有时间 精力关注其他人 他心念电传 最后咬牙道 宋里宇和汪宁宁是死对头 汪宁宁的粉丝 要是有机会知道宋里宇的黑料 当然很乐意 说这话的时候 他鼻尖都冒出了戏汗 心里恨得低血 因为这话一说出去 他便自动承认自己是暗中爆黑料 报复别人的小人 形象有了污点 人气肯定会下跌 可是不能不解释这个问题 因为不解释 就说不通张嘉宁和廖媛 从他口中确认 宋里宇是同性恋这个主张 所以是你主动找上张嘉宁和廖媛 透露原告是同性恋 徐一铃很想说不是 但是张嘉宁和廖媛都不在这里 没办法对证词 只能磨着牙回答 是 见他眼里喷火 秦宇扯了扯嘴角 四若嘲讽 嘴里蹦出一句话 因爱生恨 所有人 你认真的吗 徐一铃对宋里宇因爱生恨 天啊 忍不住脑补十万字剧情 徐一铃眼珠子都红了 见他妈鬼的因爱生恨 他像是因爱生恨的样子吗 可是他不能反驳 因为他先前自己说了 是因为自己想玩真的 而宋里宇却只想玩弄自己 所以他才曝光宋里宇的形象 反驳就是打自己的脸 徐一铃憋得心里呕血 宋里宇却快要笑疯了 天啊 神特么的因爱生恨 说得徐一铃跟怨妇一样 瞧瞧他那憋屈的小眼神 那怒不敢言的样子 太解气了 如果能气死徐一铃 他完全可以接受 徐一铃对自己因爱生恨求 而不得过报复的剧情 哈哈哈哈 这时 秦玉把徐一铃所有的操作总结了一遍 你躲开镜头 放弃上镜的机会 在探班的粉丝中 找准汪宁宁的铁粉 不惜违反节目规定 私自曝光原告的隐私 是因为你想玩真的 而原告只想玩弄你 令人窒息的操作 第150章 求锤的锤 徐一铃再也端不住 一张脸青红交替 呼吸粗重 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最后一个问题 秦玉再次开口 徐一铃寒毛竖起来 直勾勾盯着他 你说自己跟张嘉宁和廖元元 是收到法院传票后 才真正认识 这么说的话 交情应该不深 你为什么会给他们钱 徐一铃猛地抬头看他 冷汗马上下来 他怎么会知道 见他不回答 秦玉提出假设 是曝光原告隐私的报酬 陈律师心里咯噔一下 下意识看向张律师 你们 张律师眼观鼻鼻关心 陈律师大恨 他们竟然跟被告 在自己眼皮底下 达成了交易 难怪那两个脑残粉没来 原来是不敢来 让我帮你捋一捋 秦玉如金石碰撞的声音 在安静的法庭中 徐徐响起 在追加你为被告前 你的确不认识张嘉宁和廖元元 或许原告的同性恋传闻 有你的作用在里面 但是在镜头时刻追随的情况下 你根本没有什么机会 跟粉丝单独交谈 最多只能趁摄影师不注意 说上一两句 这样或许能引起 原告黑粉的注意 但你也很容易暴露自己 毕竟张嘉宁和廖元元 不是你的粉丝 不见得会为你保密身份 姑且假设你借助其他手段 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没多久你被淘汰 之后的一段时间 并未出现你曝光 原告性向的直言片语 离开节目后 你的关注度直线下降 几乎同时 原告因为同性恋传闻 被全网黑 随后因起诉造谣者引爆流量 这时 你在直播中曝光 自己跟原告 曾经有过暧昧接触 博得大量关注 很快 你被追加为被告 就在这时 你给张嘉宁和廖元元 每人转账两万元 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 张嘉宁和廖元元 第一次言明 是从你口中得知 原告是同性恋 而你 为了证明这一点 自爆性向 自称与原告有过一段暧昧接触 当天 你和原告的新闻 刷爆各大社交平台 随后你趁热打铁 接了数个广告 进账百万 说到这里 秦玉鼓了鼓掌 用四万换百万 名利双收 算盘打得很精彩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徐毅玲下意识反驳 可是额头的冷汗 却冒了出来 把秦玉的话 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她心里稍稍安定下来 因为秦玉的话里有漏洞 并非全部正确 说明这都是她的推断 可是让她担心的是 这番话 也不完全是没有依据 比如给张嘉宁和廖元元的钱 这件事除了他们和自己 没有其他人知道 这个律师 到底知道多少 张嘉宁和廖元元 是不是已经反割倒向宋李宇 她看向被告席 看到张嘉宁和廖元元的位置空着 哪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心里暗恨不已 早知道这两个脑残靠不住 她就该拉他们出来顶事 可是她心里还有希望 秦玉只知道部分 应该拿不出证据 那两个脑残 或许还留了一手 没蠢到把自己都卖了 那对他们没好处 而且她还有两个证人 只要证人出庭作证 就能扭转不利局面 思来想去 她决定赌一把 对上秦玉似是洞察的目光 她冷笑了声 故事编得很精彩 听得我自己都快相信了 可惜编的就是编的 再精彩也成不了阵 秦玉唇脚一挑 你知不知道 有一种人说谎的时候 为了证明自己没说谎 喜欢逼问别人要证据 显得自己理直气壮 结果求垂的垂 徐一玲突然有强烈的不祥预感 上个月12日下午4点32分 张嘉宁的账户 转入现金存款2万元 由迎春录的ATM机存入 而就是那一天 你跟张嘉宁还有廖圆圆就在迎春录的咖啡馆见面 大概4点半左右分开 所以呢 你想说这钱是我给的 难道不是 徐一玲将那天见面的情形 飞快回忆了一遍 确定自己没有把柄 干脆承认 是我给的又怎么样 他们两个女孩子都学生还没有收入 打官司请律师要花钱 我和他们是利益同共体 给钱支持他们打官司 有什么不可以 可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 秦玉从口袋里举出一支录音笔 拇指轻轻一按 你让我们跟法官说 是你告诉我们 宋礼与是同性恋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 仔细听可以分辨出廖圆圆的声音 对 录音比里一个男生接话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打赢官司 不然到时候 我们不但要跟宋礼与道歉 还要赔钱 赔钱我倒是没什么压力 但是你们给得出50万吗 徐一玲大害 那是她的声音 那天跟张嘉宁 廖圆圆见面的时候 她说过这样的话 可是这录音是哪来的 时间回到上次跟张律师见面之后 张律师没有当场给出回答 说要回去跟委托人商量 宋礼与很担心 她会不会假装被说服 回头就把我们的计划 告诉徐一玲 毕竟三个被告 才是一个立场的 她会来这里 就说明心里有这个意向 就算不答应 也不会跟徐一玲说 虽然三个被告立场一致 但他们的承受力不一样 对这场官司的预期结果 自然也不同 嗯 廖圆圆或许还能坚持 但张嘉宁不行 一个家境普通 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 要支付五位数的律师费 钱从哪里来 只有三个途径 一是找亲朋建 二是偷家里存款 三是贷款 不论是哪一个 只要露线 结果都不是她能承受的 过了两天 没得到同意和解的消息 秦玉没有再等下去 直接去找了张嘉宁的父母 一对兢兢业业勤劳刻苦的普通夫妻 这辈子都没跟律师打过交道的老实人 秦玉的出现 让夫妻俩大为震惊 在得知自己的女儿 因为造谣 被人告上法庭后 吓得六神无主 了解了来龙去脉后 他们通过账户信息一查 才知道 女儿为了请律师 竟然借了校园带 那时候 张嘉宁已经快被校园带逼疯 在知道徐一玲约见面的时候 便有了抓住她把柄要钱的打算 于是偷偷录下了这个录音 要不是徐一玲主动给了两万块钱收买他们 现在 她已经找徐一玲要钱了 这个事实 让张嘉夫妇无法接受 万万没想到 平时乖巧听话的女儿 为了支持所谓的爱豆 在网上如同疯狗一样 造谣污蔑另一个人 因此惹上官司 还敢借高利贷 甚至想敲诈勒索 张嘉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冲突 没费多大的力气 秦玉就拿到了录音 陈律师一见情况不对 马上起身反对 这份证据没有事先提交 也没有经过鉴定 我方不同意 未想没等法官说什么 秦玉摇了摇录音笔 从容道 抱歉 我收回这份证据 请书记员不要记录 可是收回证据 能收回影响吗 所有人都听到了 所有人都知道 徐一玲怂恿张嘉宁二人 他之前说的种种全部是在撒谎 徐一玲瘫坐在椅子上 脑子里只有两个字 完了 张律师一看大势已去 暗暗叹气 审判长 我代表我的委托人 再次请求调解 我们希望可以跟原告和解 第151章 正义加深 这个案子最终没有判决 因为三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 张嘉宁和廖元院公开道歉 在赔偿金上送礼宇做了让步 这是他考虑两个女孩 家庭情况做出的决定 至于徐一玲公开道歉 该赔多少还是多少 就算那份录音不被采纳 他的证人也拿不出手了 继续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不用看新闻他已经知道 自己的名声是真正烂了 黑红那一套完不转了 黑红也不是没有底线的 这个官司已经成为泥潭 再打下去只会让他身陷其中 所以 哪怕宋李宇在和解条件上未作退让 他仍然同意了和解三方当事人 在调解书上签字 宣告这个案子就此结束 徐一玲签完字便匆匆离开 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 陈律师临走前觉得有句话不吐不快 秦律师好手段 连我们的同伴都能争取过去 不愧是京城来的大律师 输赢各凭本事 如果有机会 你不会做得比我差 秦玉很淡然 律师上法庭就是为了赢 这没什么可耻的 陈律师没接话 自是知道若有机会 他也一定会用尽手段打倒对手 现在自己既不如人 也没什么好埋怨的 便没有说下去 只是看着张律师 张律师 你可把我坑得好苦 张律师这场官司算不上败了 却也很坦然 我只是忠于委托人的利益 陈律师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秦玉 见这两人都面无愧色 摇了摇头 放弃了跟他们歪缠的念头 都是资深同行 三言两语想打击人家 就太天真了 干律师这一行 谁没被指着鼻子骂过呢 打输了被委托人骂 打赢了被另一方当事人骂 越是成功 可能越被骂得惨 没一颗金刚星 当不好律师 胜败乃兵家常事 他心情不大好 只是因为自己被坑了一把 倒不至于很难过 毕竟委托人该给的钱都给了 自己也尽力了 问心无愧 希望下次法庭上再一决胜负 秦玉淡淡道 但愿 陈律师无比潇洒地走了 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律师们针锋相对 在胜败中起伏 没有谁会永远胜利 也没有人会停留谷底 唯一不变的一点是 始终为委托人争取利益 秦律师 我很想把陈律师那句话 也送给你 你把我坑得好苦 张律师心情复杂 当初谈和姐的时候 她赞同秦玉的说法 这个官司打下去 其实对谁都不利 但最不利的是 两个女孩子 她们付不起败诉的代价 但是和姐的代价 也不是谁都付得起 廖元元家里稍微富裕 找亲戚朋友借一借 就能凑够钱 但是张嘉宁不行 她赔不起一分钱 所以提出和姐后 廖元元是同意的 张嘉宁则极力反对 两人答不成一致 和姐便答不成 没想到 秦玉直接来了个釜底抽薪 绕过她找上张嘉宁父母 把张嘉宁给摁了下去 直接拿到了证据 这说明 秦玉从一开始 就没有把所有希望 都放在和姐上 就算达成和姐 她也会做两手准备 确保万无一失 不过也幸亏秦玉行动果决 不然这场官司打下去 难保张嘉宁 不会拿着录音 跟徐一玲要钱 到时候 张嘉宁便不是 简简单单的民事责任 而是犯罪 现在这样的结果 两个女孩子 真不知道是不幸还是万幸 只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 秦玉用她刚才的话作答 张律师不由笑起来 是啊 他们都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 不分立场 不拘身份 不管贵贱 只要接了委托 就要全力以赴 想尽办法为委托人牟利 这是律师的职责 希望下次法庭上再见 张律师说了 跟陈律师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秦玉汉手 后会有期 这时 调解室里只有 他和宋李宇 以及法官江瑞书 和朱伟林 恭喜 江瑞书向宋李宇道贺 你清白了 宋李宇摸着调解书跟宝贝似的 听到江瑞书道喜 这才有了真实的感觉 顿时眉开眼笑 谢谢江法官 也多谢朱法官 多亏你们支持我的诉求 应该的 朱伟林点头 这是我们的责任 不用谢 江瑞书由衷为他感到开心 作为法官固然不能偏颇于谁 但能让受到侵害的人 获得公平的结果 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事 随后 他关心了一下宋李宇未来的打算 现在真相大白 我的万千粉丝还在等着我呢 宋李宇拍着胸脯 仿佛出道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拯救无数饥渴的粉丝 江瑞书笑 那加油 期待你以后更精彩的表演 哈哈那必须的 没有了同性恋传闻的阴影 他整个人都特别自信 重新变回了那个发光的少年 和解的消息传出 再次引爆当天的舆论 一波三折的庭审 让网友们吃瓜吃到称 这原本只是一场抹黑打击对手的戏码 在娱乐圈中很常见 但在有心之人的推波助澜下 演变成全网黑 差点毁了宋李宇的演艺事业 娱乐圈中为了抢夺资源 向来是落井下石多 徐一玲吃人血馒头也就罢了 谁也没想到他 不但亲自蹚了这滩浑水 为了出名 还编造跟宋李宇有暧昧关系 可惜宋李宇请了个厉害的律师 让他彻底翻车 现在真相大白 宋李宇真是被造谣的 想到他手上还有两个案子 吃瓜群众们都急不可耐 以为他会乘胜追击 从被告身上撕下一层皮 谁也没想到他先跟黑粉头达成和解 在黑粉头赔偿了他少量药费 公开道歉后撤诉了 接着 他迅速打赢了跟泼粪黑粉的官司 索赔精神损失费一元 第三个官司落幕的那天 他在微博发了条长微博 在调解书签字的那一刻 我很开心 我终于清白了 我可以堂堂正正地面对所有人 说我没有骗人 我可以重新回到 自己喜爱的演艺事业 真的很开心 但还有个小小的遗憾 有些话没能在法庭上说出来 是 艺人是公众人物 应该接受公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和非议 但是 艺人也是人 批评不代表可以随意侮辱 我 宋礼宇是个人 我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就跟你们所有人一样 我有自尊 与你们一样受到伤害 也会难过 你们可以评价我的长相 说我长得奇怪 可以批评我基本功差 说我靠脸上位 但是请你们尊重我 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尊 下次你们侮辱别人之前 请先想想自己是个人 对方也是个人 好吗 微博附了一张照片 法院大楼前 宋礼宇回头 食指和中指合拢 碰了碰眉梢 唇边浅笑四溢 竟是少年飞扬的风发意气 第152章 少爷深 瑞叔回来了 听到客厅的动静 范阿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果然见到穿着一条唇棉长裙的江瑞叔 推门而入 笑盈盈地打了个招呼 还有几分钟就吃饭 你先换身衣服吧 江瑞叔循摸着走到厨房 砂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香儿不腻的气味扑鼻而来 他用力嗅了嗅 鹅椒 红枣 龙眼 范阿姨 你是炖的乌鸡汤吗 范阿姨文言笑的脸都起了褶子 就你鼻子铃 焦乌鸡汤 意气补血 最适合女孩子喝了 范阿姨 你每天做这么多好吃的 我都好几天没回那边住了 他悠悠叹气 最近几个周末 他都回凯旋公馆住 近两周 更是差不多天天往这边跑 南山的房子 估计都落灰尘了 那你干脆搬回来住吗 你一个人住南山那边多孤单 上班下班都是一个人 那边近视近一些 但你回家了 还得自己做饭 什么都要自己收拾 也要花不少时间精力 你回这边 我可以帮你做饭 其他琐事也不用操心 再说 你一个人住 有个头痛脑热的 也没人照顾 还是回来这边住吧 范阿姨早就想劝他回来住 当初住那边是有原因 但现在完全可以搬回来了 还留在那边做什么 江瑞叔嗡了声 再看看吧 范阿姨也不勉强 知道 那边的房子 你想回去也可以回去 下班晚了 就在那边住 定期叫人打扫就好 嗯 我考虑考虑 江瑞叔没把话说死 他说 考虑便是真考虑 不是敷衍作打 范阿姨点点头 你快去换衣服吧 马上就吃饭 吃过饭 江瑞叔原本想去见个身 这时 江大局喵喵跑过来 叫个不停 江瑞叔蹲下来要摸他 他就往外面跑几步停下来 等江瑞叔走过去 他又往外跑 然后回头看 如此几次 江瑞叔便明白 大局想出去散步 喵 也难怪 之前因为江大局总是跑外面 家里的围墙装了滚轴 只要江大局碰到滚轴 滚轴便会转动起来 江大局扒不住墙头 便会掉下去 这毛孩子怕是憋坏了 江瑞叔找了根牵引绳 套在江大局脖子上 得嘞 散步去 一人一猫大摇大摆出门去 范阿姨看得直笑酷暑 还在发挥余温 但此刻已不那么难以忍受 凯旋公馆里花木繁茂 忠心还有一个偌大的湖 降温效果很显著 傍晚最后一点 协会把影子拉得很长 江瑞叔和江大局一前一后 看到自己的影子长得变形 江大局圆胖的身体 投影在地上 也变成了细腰大长腿 屁股一扭一扭的 正儿八经的走猫步 看得江瑞叔乐不可知 咔擦咔擦拍了很多张照片 今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天边有大片的晚霞 整片大地都染上了淡淡的惊鸿 树木都变成了暖色系 叫人心情抑制不住的变好 江瑞叔不由放慢了脚步 江大局也不像其他妈那样 喜欢扑腾 跟个老年人似的 走在江瑞叔前面 老神在在的 可有范儿了 偶尔有路过的邻居 瞧见江大局一脸从容淡定 哎哟 你家这只大局可真一脸佛像 江瑞叔一瞧 乐出声来 还真是一脸佛像 佛系的佛 一人一猫晃荡了十来分钟 准备打到回府 不过江瑞叔没有原路返回 而是换了条路线 这样散步半小时 大局也差不多累了 大局 你累不累 喵 江瑞叔见他放慢脚步 那我们歇会儿 坐下来才发现 这里有点眼熟 仔细一看 这不是秦玉家吗 江瑞叔连忙抱起江大局 一溜烟跑了很远 喵 江大局一脸疑惑 看不到秦玉家 危险解除 江瑞叔把江大局放下来 与众心肠道 你知道刚才那户住的是谁吗 你未来孩子的妈就住那里 可惜有个狠心的爹 铁了心要棒打鸳鸯 不仅要让你和孩子远隔一方 还想宰了你 以后千万不要路过那里知道吗 一边说 一边戳了戳江大局毛茸茸的脑袋 江大局喵了声 反过来蹭他掌心 真是个傻白甜 江瑞叔拽了拽牵引声 走吧 回家了 脑子却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墨玉应该快生了吧 不过就秦玉那态度 肯定是不会让他去看小猫 更不会让江大局跟小猫玩 让小猫一家团团圆圆 更加不可能 就是不知道 墨玉会生出什么样的小猫 回家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下来 他给江大局洗了爪爪 便去书房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 随后上了一小时网 给粉丝们做解答 又跟同学朋友灌了会儿水 一晚上安排得明明白白 快要睡觉的时候 手机突然夺命式地响起来 秦律师 他这时候打电话来干什么 江瑞叔很是好奇 你赶紧过来 说吧竟然直接挂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急促的嘟嘟声 江瑞叔简直气笑了 说让他过去就过去 还大半夜的 这人当他们什么关系 心里暗暗赋斐 他还是起身换了套休闲装 拿上手机和钥匙 等等跑下楼 瑞叔 你要出去 范阿姨听到动静 从房间里探头出来 嗯 一会儿就回来 您先睡吧 那你注意安全 江瑞叔挥挥手 转眼出了门 看着他匆匆离开的背影 范阿姨忍不住嘀咕 这大半夜出门 一会儿回来 是要去见什么人 该不是上次 来家里那个秦先生吗 江瑞叔在路上 也忍不住嘀咕 秦玉大半夜 找他到底有什么事 总不会有遇到蟑螂了吧 越想越有可能 这人看着那么大一个 却是个身胶体 软翼推倒的少爷身 看到个蟑螂 就吓得花容失色 上次还没告诉他 S市的冬天 有时候也会有蟑螂出没 也不知 他知道后 会不会马上回北方 秦玉家距离江家很近 江瑞叔快步走了 几分钟就到了门口 按了对讲电话 是我 门应声而开 第153章 秦医生 客厅里只开了吊顶灯 光线有点昏烂 秦玉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看到他走进来 腾一下站起 如临大敌一般 江瑞叔觉得他奇奇怪怪的 打量了他一会儿 叫我过来有什么事 是不是有蟑螂 一提起蟑螂 秦玉瞬间想起了 某些不美好的回忆 为隐隐翻滚起来 别跟我提那玩意儿 那你大半夜 叫我过来做什么 总不能讨论案情吧 秦玉这才想起自己的目的 突然拽住他的手腕 拉着人就往里面的房间走 唉 江瑞叔轻轻叫了声 见他拽着自己往房间走 心里马上警惕起来 不是吧 这人想干嘛 正准备甩开他 秦玉突然停下来 松开了他 你 秦玉示意他 帮我进去看看 进去看看 江瑞叔觉得他今天太不对劲 不住打量他 很快就发觉 他整张脸绷着 瞳孔微微有些放大 眉毛也有些上台 是明显紧张的表现 难不成这个房间里 有一大窝蟑螂 满心的一斗 在推开门之后有了答案 这个房间里东西不多 一目了然 最显眼的是一座 抵着天花板的猫扒架 地上摆着一些猫咪玩具 诸如转盘 隧道和一堆的毛绒公仔 江瑞叔一看 便知道这是墨玉的房间 因为江大局 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屋子 所以墨玉是在这里面 他四处看了看 没看到墨玉的身影 最后在墙角 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纸板箱 约莫小腿那么高 纸板箱正面开了一个洞 看不清里面有什么 就在这时 纸板箱里突然传来微弱的喵喵声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猛地回头看秦玉 墨玉生了 不是生了 是在生 他干巴巴地说 江瑞叔瞬间明白了 秦玉教自己过来的用意 连忙关上房间 墨玉羊水什么时候破的 秦玉哪知道 他今天回来得很晚 回来之后没看到墨玉 找了一圈才发现 墨玉亮亮呛呛 从房间里跑出来 屁股后面湿了一片 想到宠物医生说的预产期 才明白墨玉要生了 大概十分钟前 所以他一发现墨玉要生产 就马上给他打了电话 江瑞叔也不知 该高兴他的信任 还是生气他下意识使唤自己 不过看在江大局 是小猫爸爸的份上 江瑞叔决定不跟他计较 有用手套吗 有 你去换套干净的衣服 秦玉不明所以 但还是照做 过了一会儿 他换下了西装 穿了套休闲装回来 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 江瑞叔从手提箱里 出番出衣用手套 小钳子 小剪刀 消毒棉线 液体盖 猫条 居然还有手术衣 准备还挺齐全 江瑞叔把手术衣递给他 穿上 秦玉抿着唇 明白他什么意思了 有点不情愿 快点 江瑞叔催促他 墨玉第一次生产没经验 难道你打算 让他自己在里面生小猫 秦玉只好忍着心里的不适 把手术衣穿上 江瑞叔倒过了一下 要用的东西 回头见他已经把手术衣穿上 还戴上了手术帽和口罩 眉目精致 神情冷峻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真是个外科医生 马上要做一台重大的手术 秦医生 江瑞叔笑着叫了他一声 很想把他这模样拍下来 这照片要是传出去 肯定惊掉一大群人下巴 不过想想还是忍不住了 转身推开门 轻声示意他 你进去 见他没换衣服 秦玉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没换上 我跟墨玉不熟 他闻到我的气味 肯定会害怕 你是他主人 这时候 只有你能靠近他 这是要他一个人 亲手给墨玉接声 仿佛晴天霹雳 秦玉整个人将在原地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我给墨玉接声 不然呢 那你 我在外面给你做后勤 我叫你来 不是做后勤的 可是 我跟墨玉不熟 只能做后勤 你 这时 纸板箱里 又传来虚弱的喵喵声 因为顶部封闭着 看不到里面的情形 但可以听出 墨玉现在肯定不舒服 你快点 江瑞叔推了推他 把整理好的东西 塞到他手里 动作轻一点 这时候 墨玉很敏感 下到了容易难产 纸板箱的顶部 是可以打开的吧 你打开顶部 只要看着墨玉生产 顺不顺利 我 他扒着门不肯动 我什么我啊 你再磨蹭 墨玉都把孩子生下来了 只要看着 他克制住自己 心里的不适 确定般的询问 没意外的话 只要看着就可以 他刚松开的眉头 又拧了起来 如果有意外呢 那要看什么意外 江瑞叔趴他进去 不知道怎么办 便补了几句 你进去后 先看看墨玉开始生了没 给他补充一点液体干和猫条 如果墨玉还没生 却不停地踢自己的肚子 就要送宠物医院去 如果小猫的头先出来 就不用管 不然你就要帮忙转一转 秦玉刚要走进去 听到最后一句 马上扒着门 脸色肉眼可见的变绿 江瑞叔服额 他真不该多嘴说哪一句 不过这人在法庭上又凶又狠 一张嘴能堵死人 怎么遇到这些不算大的事 就这么怂 一般猫咪生产都不难 看着点只是防止发生意外 或者你站远点 他脸色异常严肃 还是没放弃 让他一块进去的想法 掰着门框的手指都发白了 站远点能干什么 江瑞叔嘴角抽抽 好像他一个人 去的不是猫咪产房 而是去送死 不然这样 你跟我开视频 我在外面帮你看 如果发生什么 你应对不了的情况 我再进去 这时 墨玉虚弱的声音再次传来 秦玉咬咬牙 转身走进产房 为了防止墨玉 被他的声音吓到 他戴上了蓝牙耳机 能听到吗 江瑞叔跑到客厅 试了试通话 秦玉嗡了声 你轻轻地走过去 可以叫叫墨玉 江瑞叔的声音 从耳机里传来 也不只是怕吵到他 还是吵到墨玉 他不自觉把声音 放得又轻又柔 通过耳机 直接传入耳中 听起来跟以往有些不同 第154章 聊天 通过视频 江瑞叔看到了 纸板箱的全貌 纸板箱顶部 果然是可以揭开的 这应该是他特意 给墨玉做的产房 纸板箱里 墨玉正躺在软垫上 身下有明显的水渍 发掘顶部被揭开 他抬起头来 见识自己的主人 小小地瞄了声 一双古铜色的眼睛 水汪汪的 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凛凛 江瑞叔见小猫还没生出来 便在耳机里说 墨玉现在应该还在阵痛 你先给他吃点液体钙和猫条 猫咪生产前一天 一般不进食 需要补充体力 琴玉拆开猫条 弄了点液体钙 伸到墨玉嘴边 墨玉嗅了嗅 似乎不想吃 琴玉眉头拧起来 他不想吃 你再试试 琴玉又把猫条往前伸了伸 墨玉又嗅了嗅 大概是意识到 主人很想自己吃这个东西 炖了炖 终于伸出小舌头舔了舔猫条 吃了半根便停了下来 琴玉没有勉强 放下吃剩的猫条 站在旁边等待 现在室内温度是多少 江瑞书的声音 从蓝牙耳机里传来 琴玉看了下空调温度 29 墨玉的分泌物 有没有血块或者臭味 琴玉蹲下来观察了一下 没有 他没有踢自己的肚子吧 没有 江瑞书看了看时间 再过一会儿 应该要生了 琴玉顿时紧张起来 饶视江瑞书看不到他的脸 也能感觉到他的紧张 因为视频有点抖江瑞书失笑 这人真的很矛盾 一方面理智冷漠 为了胜利 可以变得心黑手狠 冷酷到无情 谁也打破不了他坚固的防御 可一方面特别负于责任感 譬如 上次寻找失踪女孩南南 原本与他没有任何关联的事 可一旦参与进来 便择无旁贷 任劳任怨地帮忙找了一整天 再譬如现在 明明很厌恶的一件事 还是勉强自己会去做 大概每个人都是多面题吧 为了缓解他的紧张 江瑞书找了个话题 你给墨玉拍过片吗 他嗡了声 突然不想说话 江瑞书若有所查 几只 三只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冷意 江瑞书不知道为什么就瞄懂了 他嫌弃三个太多 要是能选择的话 估计只想要一个 不 他可能一个都不想要 都是江大举躁的念 三个还好 一般猫咪第一胎 就是二到四个 多得有七八个呢 他安慰 这笔上不足笔下有余吗 人要往好的地方想 秦玉喝了声 你该庆幸墨玉梅怀七八只 为什么 秦玉呵呵冷笑 如果墨玉这一胎是七八只 想想八只猫满地乱爬 猫满天飞 简直就是灾难 他一定会跟江瑞书走法律程序 江大局 那只猥琐的肥猫 就是罪犯 江瑞书就是帮凶 罪名是包庇 八只小猫就是证据 就在这时 墨玉连续叫了几声 江瑞书感觉 他叫得有些异样 连忙让秦玉把视频对着墨玉 只见墨玉侧握在垫子上 伸长了脖子 有些不安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排出来 墨玉要生了 下一刻 他生下了一个白色的泡泡 秦玉放大的同人里 印出那个奇怪的东西 整个人都僵住了 你手别抖 让我看看 那是什么 江瑞书提醒他 秦玉连忙拿手机对着墨玉 江瑞书飞快查了查资料 那应该胎医 猫妈妈会自己舔破 你不用帮他 但是如果他没有及时舔破 就需要你帮忙撕破 用纸巾吸干净养水 说得秦玉浑身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手一抖 差点把手机掉地上 好在下一刻 墨玉开始舔白色的泡泡 很快一只光溜溜的小猫就出来了 小家伙眼睛还没睁开 本能地朝自己妈妈拱去 很快 墨玉又产生了第二只小猫 如第一只那般 把他舔干净 生完第二只 墨玉似乎有些力竭 第三只小猫 迟迟没有生下来 江瑞书有点担心 你看看 胎医是两个还是三个 秦玉看着两只小小的小猫 忍着不适 墨玉肚子里 江瑞书看了看手表 先等四十分钟看看 秦玉眉头青醋 这么久 江瑞书把网上找到的猫咪生产 注意事项 照本宣科念给他听 产出胎儿的间隔时间 一般是五到六十分钟 全部胎儿产出 大概需要二到六小时 有些猫妈妈 分娩会出现不明原因的生理性停顿 可持续十二到二十四小时 秦玉 也就是说 墨玉快的话 可能也要一小时后生完第三胎 如果出现分娩停顿 他可能要等一天 听他突然没了声音 江瑞书很能体会他的心情 声音里带了几分笑意 不如我陪你聊天 秦玉没作声 江瑞书当他默认了 很快找了话题 我们就从墨玉说起吧 墨玉是你自己买回来的 还是别人送的 秦玉蹲得有些腿麻 干脆靠着墙坐下来 这才回答 送的 谁送的 秦玉的语气柔软了些许 我爷爷 你跟你爷爷感情应该很好吧 江瑞书听出他语气的变化 有点羡慕他 他没有体会过 这种跟长辈感情很好的经历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是不是担心你一个人 到S时来太孤单 所以送你一只猫咪作伴 他只说 把家里最后一只小猫 交给我照顾 江瑞书轻轻笑了笑 墨玉品相这么好 要找个好主人照顾很容易 而你 我怎么 不大像会养宠物的人 是啊 一个没注意 就让外面的猫占了便宜 他语气阴侧侧的 这是我们能翻过去吗 你觉得墨玉生的这三只小东西 能当作不存在吗 他反问 好吧 江大局的黑历史是翻不过去了 江瑞书叹了口气 这人记仇 估计能记一辈子 但说起三只小猫 他心里某个念头蠢蠢欲动 那这三只小猫 你是打算自己养 还是长大些 帮他们找个主人 不管怎么样 都跟你家那只猫没关系 他没有抚养权 也没有探望权 别想做单亲爸爸 一家子团团圆圆更别想 江瑞书 第155章 辩论 如果我要为江大局 争取抚养权和探望权呢 他没事找查 国内没有相关法律 支持你的主张 就算你是法官 也只能依法不能造法 秦律师也不是吃素的 假设有这样的法律呢 秦玉觉得 他这个问题很无聊 这种法律 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不会存在 可还是顺着他的思路 做出了回答 我奉劝你 不要这么做 否则我会以默玉的名义 先起诉江大局性侵 罪名确定后 面临刑罚的犯罪 无法抚养孩子 这时起诉抚养权归属 在孩子妈妈无犯罪记录 且有良好生存环境的情况下 孩子必然归孩子妈妈所有 至于探望权 作为母亲被侵害生下的孩子 他们父亲的存在 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伤害 见面不利于孩子成长 可以依法终止其探望权 江瑞书点头 思路很清晰 如果是真实案例吻赢没问题 但这可不意味着他会输 你要考虑到 作为猫咪作为非智慧物种 发情期交配是他们的本能 不能照搬人类的行为规则 猫咪交配普遍存在强制性 将大局与默玉结合 不应构成犯罪 如果将猫的种族习性 作为立法依据 公猫不抚养孩子是惯例 也应该写入法律 不尽责任便没有权利 相应的 公猫不应享有 抚养权和探望权 公猫不抚养孩子 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但非绝对性 这属于私权 不具备伤害性 应受法律保护 公猫的种族天性 注定了不擅长抚养孩子 比亲母猫 公猫们的基因遗传中 缺乏照顾小猫的本能和耐心 极易在抚养中 造成小猫受伤 甚至死亡 抚养权和探望权归属 以对孩子有利为原则 所以公猫不应享受 抚养权和探望权 OK 抚养权归母亲所有 但是探望权仍然应该赋予父亲 因为父亲可以向孩子 传授生存技巧 这是利于孩子的 生活经验和捕猎技巧 可以由母亲教授 猫科动物的幼崽 大多由母亲传授生存经验 江瑞书却笑了 但是这不妨碍父亲对孩子的照顾 不是吗 既然不妨碍 就应享有探望权 情欲掖住 正如刚才所言 抚养权和探望权 均以是否利于孩子为原则 在抚养权上 由幼崽母亲抚养幼崽更有利 所以这一点 不管江瑞书说什么都抢不走 但是探望权是侵权的派生权利 只要身份关系存在 就应该是非直接抚养一方的权利 探望权是法定权利 只能终止 不能被剥夺 所以 只要孩子父亲没有伤害到孩子 谁也不能阻拦孩子父亲看望孩子 换个说法就是 不管崽崽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所有人有多讨厌我 只要我是爸爸 我就是能看自己的崽 所以 江瑞书一开始就没打算要抚养权吧 抚养权 只是他遮掩真实目的的挡箭牌 他真正剑指的是探望权 情欲第一次以律师的身份 正是这个他传说中的对手 辩论到此阶段 他赞处劣势 这其中虽然有他不甚在意的缘故 但江瑞书缜密的思维不可忽视 在开口时 已经不再那么硝烟味十足 而是由衷说了句 你不当律师 真可惜 谢谢夸奖 江瑞书将他的话 当作对自己的肯定 欣然收下当年为什么选择当法官 情欲看着视频里坦然的他 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 你导师应该很希望你当律师 不是说法官检察官不好 你导师是律师出身 当年他带着你参与了那么多案子 应该不仅仅是想让锻炼你的专业能力 而是想把你培养成一个律师 他不明意味地轻轻笑了声 一个致力于改变律师地位 力图推动司法平衡的老头 比起法官和检察官 他期待的 应该是培养更多律师界的翘楚 你知道我的事还挺多 江瑞书一挑眉 眼神欣慰 得益于你导师经常跟我导师吹牛 说你未来一定会胜过我 然后他导师就找他唠嗑 让他别被后起之秀打脸 给他老人家丢脸云云 两个老头逗了几十年 到现在还没消停 听他这么一说 江瑞书心里生出些许怅然 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导师 他的导师是F大的博导 当年他本朔联读 虽然成绩优异 但有个短板是年纪比较小 法学这门学科除了专业能力 成熟的心理状态 和练达的个人阅历也很重要 有些导师因此有些顾虑 但他的导师毫不犹豫 就收下了他 数年倾囊相授 悉心培养 最后他走上了另一条 并非他期待的路 但导师也从未说过什么 知道他的选择后 只是让他好好干 不要浪费了自己的才能 还鼓励他在新的道路上做出成绩 相比众多已出名的同门 他现在可以算是默默无闻 对比秦玉这个名扬法律界的大律师 他没给老师争光 两位老师斗气了那么多年 书阵不书人 书人不书阵 想让一方认输 大概是有生之年系列了 江瑞书将心中的种种念头收敛起来 想到在笑的时候 两老头斗嘴的情形 便又好笑又无奈 只怕导师没少被情欲导师寒颤 心里默默道了个歉 徐徐说道 其实他们两个很像 大概也是因为相像 所以谁也不服谁吧 老师当年是存了心思 把我培养成一个律师 但他没有那么狭隘 他所期待的那些是 作为律师可以推动 法官也可以 司法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 作为其中议员 律师和法官的立场不同 但殊途同归 哦 你是律师 应该很清楚 现在国内环境对律师的定位 也清楚律师想要什么 国内法治建设起步较晚 律师这个行业更是历经波折 真正获得发展和走向正规化 是近三十多年 目前为止 人们对于律师 这个职业认知仍然很片面 律师在诉讼中仍处于弱势 诸多权力未能得到保障 辩护权和相关权力得到保障 让律师可以更多的参与到诉讼中 尽可能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但是律师想要实现这些权力 法官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156章 卖惨 所以 你是为了推动司法改革去当了法官 江瑞书知道他在讽刺自己 我只是想说 思想不要那么狭隘 律师也好 法官也好 不管在什么岗位 不分高低 都是为国家法治建设做贡献 这是说他思想狭隘呢 秦玉淡淡道 岂敢 在公众眼中 法官是主持正义的代表 律师只是搅弄是非的宋棍 现实里有很多人认为 律师就是为非作歹的帮凶 就是搅弄是非的恶棍 动辄称之为宋棍 事儿逼对律师非常不友好 但他说这话的时候 不带一丝火气 十分平静 纯粹是嘲弄 江瑞书太官方 把话说得跟官方的纸样文章一样 江瑞书扯了扯嘴角 卖惨谁不会 他叹了口气 法官也有被骂的时候 骂我们诗餐素未是常识 动不动就被怀疑黑幕 前权交易有背景 宁可信谣言 不信判决 秦玉呵呵 法官手持法杖 威严体面 些许质疑 动摇不了权威 江瑞书也表示呵呵 律师高收入高自由 个别误解影响不了业务 法官高座法庭就能断案 律师还要四处奔波 律师只要为自己的当事人负责 法官要为所有当事人负责 律师每天担惊结律 赢了被骂 输了被骂 哪有法官轻松 法官也没那么高大上 大案要案哪能天天有 鸡毛蒜皮才是日常 偶尔还要断断家务事 那是简不断理还乱 哪有律师自在 律师全年无休 只要委托人需要 就得随时待命 法官日常是四加二 白加黑 偶尔出个差 回来还要加班把厅开完 律师 法官 两人同时陷入沉默 随后不约而同笑出声来 江瑞书的笑声很轻快 向风吹过银铃 清脆悦耳 秦玉是那种低沉的轻笑 从胸腔发出 有心而来的愉悦 原来对方是这样的人 还会这样笑 居然还会卖惨 通过视频 秦玉看到江瑞书 笑得眼睛弯起来 像小月亮一样 里面闪着星星 他不笑的时候 气质比较冷清 有点距离感 可是笑起来却很有感染力 像个开心的小女孩 律师这么惨吗 江瑞书笑着问他 法官也这么惨吗 秦玉唇角微翘 反问他 有时候挺惨的 不过很多时候也挺开心的 比如判决一桢匹案胜诉时 可以让人们意识到不同 比如判决送礼与 名誉清权案胜诉时 少年喜庆谣言 有机会再次踏上追梦的路 很多这样或是帮助弱者 或是正义降临的时刻 都是让人开心的 他没说明白 但秦玉知道 他指的是什么 微微勾了勾唇角 律师也是 那你做律师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比较开心 秦玉想了想 委托人听话的时候 当律师会遇到很多人 遇到的人多了 你就会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突破认知的人存在 对律师的辩论方案 指手画脚 欺瞒关键信息不在少数 更有甚者故意误导律师 接这种人的委托 应对委托人要花费的精力 可能比开庭还要多 姜瑞书一听就明白 他话外之意 心中意识深有感触 其实做法官 也经常遇到难缠的当事人 吵吵架是寻常 有些还会上演全武行 当着他的面打架 他见过那种 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最后 明是案便行是案的 还曾经有当事人 因为被判决败诉 就朝他动手 当然 那个当事人 最后被拘留了几天 并出以罚款 总之一言难尽 我以为你会说 胜诉的时候 或者为委托人 伸张正义的时候 胜诉有什么值得开心的 秦玉很自然地反问了句 姜瑞书 行吧 知道你胜诉跟吃饭一样 但这真不是在炫耀 伸张正义 是检察官和你们法官的责任 律师只为委托人的利益负责 他接着说了句 语气淡漠 姜瑞书想起了 他去年辩护的那个无罪行案 他能理解他的做法 但没法体会他是以什么心情 做完无罪辩护 并取得成功 这时候 他感觉自己当法官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法官要做的是保持中立 可以心无旁骛地维护公平正义 但律师不一样 有人说 做律师靠良心 没良心的律师 可以不在意情与法的冲突 只要法律允许 便肆无忌惮的利益最大化 有良心的律师 有一颗顾全正义的心 但不是所有的当事人 都是正义的一方 可律师的本能 是不能违背委托人的利益 要做一个合格的律师 并不容易 姜瑞书回顾了一下 听说过的他代理的大大小小案子 问 你是不是从来不挑委托人 不是 方间传言 只要出得起钱 就能请你辩护 秦玉语气平静 诸如撞告爹妈 把自己生得太丑 以外星人身份 宣布本事归属权 这样的委托 再多钱都不会接 扑 姜瑞书忍了忍 没忍住笑出来 完全可以想象 他遇到这种委托时 是什么反应 这让他想起了臭脸猫 很好笑 秦玉总觉得 他在笑自己 你知道臭脸猫吗 这跟臭脸猫有什么 突然间 他明白了什么意思 一张脸垮下来 见他突然安静 姜瑞书便猜到了 怎么回事 忍着笑问 你能不能把镜头 切成前置模式 不能 他声音冰冷 盯着视频里笑得 花枝乱颤的某人 岂会不明白 他打的什么主意 姜瑞书憋笑 简直欲盖迷章 秦玉不想再跟他说话 意识到他已经不高兴 姜瑞书没有把这个话题 继续下去 不然得把人惹毛了 只是今天这样的秦律师 是从未见过的 跟以往的认知完全不同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 是什么想法吗 嗯 他发出一声鼻音 有点像哼 姜瑞书笑了笑 那是在一个比赛里 我被形容跟你很像 当时我就觉得 这人肯定会经常拿来跟我比较 后来证明 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一次又一次的被比较 不知不觉的 就成了别人口中的宿敌 秦玉漠然 被说成第二个别人 是谁都心里不爽吧 那你知道 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 是什么想法吗 他反问 什么想法 姜瑞书撑着下巴 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视频 让秦玉有种 他在看自己的错觉 很无聊 他语调清淡 想起当时的感觉 徐徐到来 明明不认识 总有人在我耳边 说你如何如何 将来会是第二个我 可能还会被超越 原来不止自己 被迫无数次听到他的名字 他也一样 姜瑞书很能体会他的心情 毕竟素不相识的两个人 总有人说 有个后起之秀 会踩在你头上 心里或多或少 会觉得有些厌烦 凭什么那么说呢 那你知道 我对你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吗 第157章 升了 秦顿时想起了 那天他赔的58000 还有他当时的表情 想也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但还没等他拒绝 姜瑞书先开了口 那天见到你之前 我没想到兵力的车主是你 但不管是谁 我已经做好负权 则赔偿的准备 见面后发现是你 我挺意外的 没想到能见S是见到你 不过相逢救世员 我认为这件事 可以友好解决 可是我好好跟你打招呼 你开口第一句话 却是让我赔钱 当时我就觉得 这人真有点讨厌 果然 秦顿一点也不意外 他当时的脸色 足以说明一切 正想说什么 姜瑞书又开口了 这是对你的第二印象 秦顿不由看着视频里的他 只见他嘴角轻轻一千 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 夜色已经很浓 旁边是路灯 光线有些昏黄 后面的家竹桃 在夜色里泛白 你穿了一身黑色西装 站在满墙的家竹桃前 明暗的冲击感很强 当时我就想 说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 顿了顿 似乎发现了什么 你看看 墨玉是不是有动静了 他连忙起身 朝纸板箱里看去 果然 墨玉开始哈气 应该是阵痛又开始了 过了一会儿 他尖叫了几声 就像生之前那两只小猫一样 大概过了五分钟 墨玉开始生产 一个白色的泡泡 从他身体里一点一点排出来 姜瑞书和秦玉都屏住呼吸 不错眼地看着他的反应 等待第三只小猫的出生 也不知是不是墨玉历劫 生到一半突然没了动静 他侧躺在垫子上 不停地哈气 似乎努力想把白泡泡排出来 可是白泡泡像是 卡住了一动不动 他忍不住叫了几声 尖锐的声音带上了痛苦的意味 姜瑞书听得心头一跳 你看看 是头先出来 还是脚先出来 秦玉也顾不上那么多 凑近一看 头 头先出来 比脚先出来容易生产 姜瑞书看了看手表 先等五分钟 如果五分钟后 墨玉还没有生下来就帮他 怎么帮 你把镜头靠近些 我看看 墨玉现在是什么情况 秦玉一眼把镜头调近些 接着姜瑞书便从视频 看到了卡在一半的白泡泡 小猫的头已经能看到 却不知道为什么卡住出不来 猫咪难产有很多情况 姜瑞书现在无法确定 墨玉到底为什么难产 不敢贸然动手 只能先等等看 希望墨玉能自己挺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墨玉的叫声越发凄厉 白色的泡泡始终卡着不动分毫 秦玉听着他一声声的叫唤 实在听不下去了 情况还算好 可能是力竭或者子宫迟缓收缩力不足 现在要先把胎儿送回骨盆腔 你说我做 好 秦玉放下手机 姜瑞书看不到墨玉的情况 只能依据他的反馈来指挥 你要墨玉横握在垫子上 左手抵着他的肩部 右手轻轻握住胎儿露出的部分 秦玉半蹲下来 按照他说的暗中墨玉 另一只手握住胎儿 在握住的瞬间 他感到手中一片滑腻温热 强烈的生理性不适 在他身体里炸开 鸡皮疙瘩从右手迅速传满整条胳膊 并不停扩散 直到全身 由外向内的入侵 胃部开始翻用 因为生产的缘故 墨玉身上的味道也不大好闻 带了点腥味 隔着口罩还是能闻到 他眉头紧锁 但没有终止动作 问道 然后 慢慢送进骨盆腔内 注意不要太急 一点点地送进去 姜瑞书平缓的声音 从蓝牙耳机里传来 送进去后 不要松手 听起来很简单 但做完这一步后 秦玉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进去了 墨玉现在什么情况 秦玉看了看墨玉 大概是相信自己的主人 他仍然很痛苦 但只是轻轻地挣扎 没有抓人咬人 当然也可能是没力气 还算稳定 姜瑞书听了听 墨玉叫得很可怜 但没有异样 便道 你轻转动一下胎儿 让胎儿活动一下 然后根据墨玉公缩的频率 慢慢往外拉 动作一定要轻缓 以免造成墨玉产到受伤 和拉伤小猫 秦玉控制着白泡泡 一点一点往外拉 墨玉大概也知道了 主人在帮助自己 跟着努力地把小猫挤出去 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 姜瑞书在另一头仔细听着 只能听到墨玉偶尔的叫声 从叫声中分辨情况没有恶劣 突然 那头传了一声长长的吐气声 姜瑞书马上打起了精神 声了 那头没有回答 下一刻 房间门咔哒一声打开 姜瑞书忙回头 只见穿着一身淡绿色手术衣的秦玉 从产房走了出来 还没等他问什么 他突然转身就跑 冲进了卫生间里 姜瑞书连忙跟上去 但还没走近 就听到传来呕吐声 姜瑞书 刚才听他声音那么稳 还以为他克服了心理障碍 原来只是憋住了 秦玉现在浑身都不自在 那种滑腻温热的触感 仿佛仍在 一想起来就难受 鸡皮疙瘩一阵一阵地 胃力不住地翻腾 吐得稀里哗啦 吐着吐着 到后来只能吐出胃酸 他整个人都哭了 姜瑞书原本有点好笑又无语 可见他进去了很久 渐渐地没了动静 心里不游有些担心 他是不是晕倒在里面了 犹豫了一下 他抬手敲了敲卫生间的门 你还好吧 秦玉双手撑着洗手池上 忍不住又吐了下 但已经吐不出什么 只是生理性干呕 听到敲门声 他实在没精力去理会 姜瑞书没听到回应 又敲了敲 秦玉仍然没回应 该不会真的晕倒了吧 姜瑞书眉头轻轻促起 侧耳听了听 也不知是秦玉关了水 还是别的原因 什么动静都没听到 这不免让他更加担忧 再次敲了敲门 能听到吗 还是没回应 他抿了抿唇 伸手握住了门把手 就在这时 卫生间的门开了 第158章 头上有点绿 姜瑞书只觉得眼前一白 入目是一片光溜溜的 胸膛 一抬头 只见秦玉头发乱糟糟湿漉漉的 眉头青醋 水珠顺着发尾滑落到脸上 顺着下额滚下 目光慢慢下移 刚才的确没看错 秦玉没穿衣服 他的肌肤偏麦色 看起来很健康 宽阔的肩膀下 横着两条很正的锁骨 两块胸肌轮廓分明 往下是六块腹肌 像巧克力块一样 排得整整齐齐 再往下 他倒吸一口冷气 下意识后退了两步 眼睛睁得大大的 把秦玉又看了一遍 秦玉有一种 自己被看光的错觉 下意识按住了 围在腰间的浴巾 你能不能转过身去 姜瑞书 亚然地微微一挑眉 他这是害羞了吗 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唇边抿着笑 把身体转向另一边 秦玉眉心一跳 有一种被调戏的感觉 随后 想到他算是个客人 自己这样衣衫不整 很唐突 便解释了一句 抱歉 刚才身上太脏 临时洗了个澡 浴室里没有更换的衣服 姜瑞书点点头 能理解 刚才他吐得那么厉害 肯定受不了 也难怪那么久没出来 还好他及时出来 不然他真把门打开 那乐子就大发了 他进去的时候很急 门可是没有上锁 说把他侧身让开 你先去换衣服吧 他语气太坦然 让秦玉有种说不出的憋门 刚才他把他上上下下 看了好几遍 正常女人 遇到刚才那种场景 会下意识闭眼睛 而不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吧 还有那个笑 肯定不是正经的笑 可说他有什么想法吧 他的反应又特别淡定 虽说不大合适 但是秦玉想到了一个词 拔X无情 秦玉扯了扯嘴角 把乱七八糟的念头 抛出脑海 转身上楼更衣 下楼的时候 姜瑞书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隐约可以听到很热闹的音效 看他手指翻飞 估计在玩什么游戏 也不知是不是职业习惯 他的背脊始终挺得很直 唇边含着浅笑 好似在法庭外 他经常是这样的神情 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 好似泛着星星点点的光 沉静而淡然 姜瑞书听到动静 回头一看 见秦玉换了身黑色运动长裤 和同级短屁 他身材比例好 一双腿又长又直 腿顽黏细脸 女娲造他的时候 精雕细琢 造别人的时候 大刀阔斧 他站起身 墨玉和小猫都还好吧 嗯 他应了声 他松了口气 那就好 时间不早 我也带回去了 他留下来 就是为了确定墨玉是否安然 现在确定了 自然没有再留下去的必要 我送你 不用 就几步路 姜瑞书摆摆手 走吧 他不容置疑 反手从鞋柜上 抓起一把钥匙 示意他跟上 见他坚决 他便随了他 夜已经很深 附近的人家已经熄灯 只有一盏盏的路灯亮着 路上树影冲冲 繁茂的草木 仿佛把外界隔绝了 不知名的崇名此起彼伏 越发显得四周寂静 大概了结了心头大事 姜瑞书想起还有见识没搞清楚 便问他 三只小猫都是什么猫色 秦玉想起三只小家伙的模样 一只深灰 一只梨花 一只纯黑 姜瑞书突然沉默了 感觉姜大菊头上有点绿 没有一只像姜大菊 不过猫咪的毛色遗传 不是简单的 父母毛色混合那么简单 黑猫可以生白猫 白猫可以生橘猫 遗传过程中还可能基因变异 橘猫的后代不一定是橘猫 所以 这三只小猫的爸爸 应该是姜大菊 回头能不能拍张照片给我 他还是想亲眼看看 不过短时间内恐怕是看不到 只能看照片了 秦玉看了看他 想到他今天帮了忙 便恩了声 得到语诺 姜瑞书里尚往来 给他传授自己的经验 墨玉刚生小猫 情绪比较敏感 这段时间 最好不要让陌生人靠近他和小猫 尽可能保持安静室温 要保持稳定 新生小猫需要的温度比较高 大概要三十多度 千万不能着凉 还要注意 小猫能不能吃到奶 如果小猫能自己吃母乳 最好还是吃母乳 但如果没体力 自己吃就要人工喂养 如果墨玉还没胀奶 可以给墨玉炖点鸡鱼汤 他捡了重点说完 最后的 其实小猫也没那么难养 没意外的话 墨玉自己就能照顾好小猫 你只要他营造一个 利于小猫生存的环境就可以了 秦玉安静地听他说完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给墨玉接生的时候也是 说得头头是道 姜瑞书踢了踢脚下的石板 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小时候有过一只小花猫 农村不识心给猫咪绝育 所以他长大后就怀孕了 生了好几窝小猫 第一窝小猫 就是我带大的 那是他的第一只宠物 是隔壁邻居的土猫 生了一窝小猫 邻居不想养 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干脆送给熟人养 农村的猫都是放养的 母猫长大了 就会一窝一窝地生小猫 他那只小花猫就是这样 他现在还记得 小花猫生小猫时 他有多开心 经历了他们妈妈一样的命运 全部被送人了 再后来他家搬家 那时候小花猫 已经算是一只老猫了 家里不让带走 他把花花托付给了堂妹 可是没多久 他就接到消息 说花花不见了 他难过了很久 后来很多年 没有再养过宠物 直到去年 有人送了一只橘猫 也就是江大橘 意识到自己已经可以给爱宠 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 他才答应下来 秦玉第一次听他说起 自己的来历 感到有些意外 你家以前是农村的 江瑞书很快收敛了情绪 一点也不觉得自己 来自农村羞耻 坦然道 现在也是 秦玉不由看着他 你一点也不像农村来的 第159章 第一印象 他没有鄙视农村的意思 但出身环境 对大多数人而言 是个难以摆脱的烙印 一个人再优秀 或多或少 都会受到出身的影响 但江瑞书一点也看不出 原生环境的影响 他身上没有原生环境 带来的局限性 更像一个从小接受良好教育 各种资源培养出来的女孩 我老家过年 这些年老家条件好了很多 有钱的人家都盖了小别墅 当然不是我们这种别墅 但也很好 上大学的时候 我在老家还有一亩半地 一直到工作后 户口迁到市里 那块地才收了回去 小时候我还种过地 我们那时候还有双抢架 你知道什么是双抢吗 夏季农忙架 嗯 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 抢着收割稻子 又抢着播种 时间很赶 特别忙 也很累 一个双抢下来 村里的小孩不管多白 都变成了小黑孩 到了秋季收割后 放学没别的事做 就跟小伙伴去田里捡到岁 其实也捡不到多少 纯粹是打发时间 他笑了笑 当时觉得很苦 可现在想来还挺开心的 你那时候几岁 大概七八岁吧 江瑞叔抬头看他 你应该没体会过 这样的童年吧 虽然不清楚秦玉的背景 但就他这满身娇气的毛病 家境应该很好 秦玉想了想自己的童年 除了上学便是兴趣班 节假日骑骑马兜兜风 寒暑假飞国外潜水射击 江瑞叔那样的童年 他真的没体会过 秦玉觉察到他的愉悦 你似乎挺喜欢那段时光的 江瑞叔恩了声 那时候我们村 所有的孩子都听我的 放学后可开心了 秦玉有点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所有小孩都听他的 真的 他解释 一个原因是 我家有电视 他们放学后想看动画片 都要去我家 还有个原因 是我性格好 他们都愿意听我的 秦玉携了他一眼 恐怕主要原因 还是为了看动画片吧 江瑞叔知道他不大性 也没解释 只笑盈盈道 如果你有机会去我老家 你就知道了 我人缘特好 现在村里的小孩 都还听我的话 他觉得自己 应该永远都不会知道 懒得反驳他 说话间 两人到了江家门前 到了 江瑞叔转身看他 谢谢你送我回来 你赶紧回去吧 秦玉恩了声 在他要进去的时候 突然问道 你对我第一印象是什么 江瑞叔脸上 闪过一丝亚然 你真想知道 秦玉突然有点不妙的预感 漆黑的夜色里 他的眼睛格外明亮 唇边含着浅浅笑意 带着几分戏血 只听他说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 长得真帅 气质好棒 禁欲男神 比例完美 腿完年 还有 他将他上下打量了一遍 说了最后一句 身材真好 秦玉的脸瞬间黑了 他就不该问 这种送上门的问题 这女人就是个 没节操没下线的流氓 嘴里吐不出一句好话 眨眼间 江瑞叔已经溜进去 喷一声关上门 回头笑嘻嘻朝他挥挥手 晚安 秦律师 说把他跟直搞是 成功的小浣熊 乐颠颠跑进了屋 瑞叔回来了 他刚进屋 正换着鞋子 范阿姨的房门轻轻推开 范阿姨带着老花镜走出来 显然还没睡 被惊动得不止范阿姨 还有江大菊 大肥猫乐颠颠小跑过来 围着他的腿秀了秀 确定他身上没有别的猫胃后 用肥瘦柔软的身体蹭了蹭他 撒娇地叫了声喵 江瑞叔被蒙得不要不要的 一把将江大菊抱进怀里 狠狠吸了一口 范阿姨 你还没睡呢 我想你回来的晚 说不定会呃 反正你说一会儿就回来 我就等等他 江瑞叔就知道 他在等自己 心中有点感动 劝道 呃的话 我会自己找吃的 范阿姨 您下次不用这样等我 我这么大一个人了 会照顾好自己 范阿姨和蔼的笑笑 没事 年纪大了叫少 就算不等你 我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 江瑞叔有点担心 您睡眠不好吗 要不要去做个体检 明天正好有空 我给您预约一个全身体检吧 范阿姨白手 不用不用 年终才做过体检 没什么毛病 就是年纪带了的缘故 那您平时多走走 回头我给您半个健身卡 平时没事就去健健身 可以请个私教 我常去的那个健身房就不错 有个六十岁的阿姨 经常在那里健身 现在身材 还跟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一样 苗条有形 您去练了 肯定不比她差 哈哈 范阿姨被她逗笑 就你嘴甜 江瑞叔无比笃定 真的 范阿姨 您现在身材就不差 练了肯定更好 范阿姨笑得眼泪要出来了 这孩子太会哄人了 连连摆手 好了好了 回头我自己去看看 真要去的话再跟你说 嗯嗯 到时候我给您介绍教练 那里我很熟 他一副地头蛇的语气 范阿姨乐不可知 知道了知道了 时间不早了 你快休息去吧 女孩子不能熬夜 江瑞叔笑着到了声晚安 抱着江大菊跑上楼 卧室的窗帘还开着 江瑞叔走到窗前 把江大菊放到窗台上 往外看了看 秦玉已经不在楼下 其实 他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可惜他 好像不喜欢听实话 哎 哎呀呀 他不会因为生气 就不给小猫的照片了吧 应该 不会吧 毕竟是大律师 律师最注重信誉了 江大菊在窗台上来回走动 一张大圆脸不住地 贴着玻璃往外瞅 好似想看他 究竟在看什么 江瑞叔顺手撸了撸 大菊柔软的皮毛 让他心情变好 大菊 你的宝宝出生了 可是我争取不到 抚养权和探望权 还惹恼了孩子妈的馋屎官 可能连照片都拿不到 你会不会怪我 喵 不怪 喵 大菊你真好 咕噜咕噜咕噜 第160章 无过错责任 从来只听说狗咬人赔钱的 没听说过被狗咬还要赔钱的 你他妈简直不要脸 我家金子是金毛 金毛脾气温顺 是可以做到盲犬的 你知不知道 如果不是你挑衅 他绝对不可能咬你 狗就是狗 你能保证他永远不发疯 反正他就是咬我了 我这一身的伤都是你家狗咬的 你必须负责 年轻人 你就是想讹人吧 我家金子可是有狗症的 我是合法养狗 想讹人你还嫩了点 劝你趁早打消贪念 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哎呦 威胁我呀 你爸是李刚吗 不过你这么大岁数了 你爸还在吗 你有种再说一遍 法庭上闹成一片 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 吵得面红耳赤 行了 姜瑞叔被吵得恼人发胀 敲了敲法锤 对两个当事人都颇为无语 原告和被告住一个小区 事发当天 被告带自家的金毛出门溜弯 路过商店的时候 进去买点东西 还没付钱 就听到自家金毛嗷嗷惨叫 出来一看 只见原告跟金毛抱在一起 相互撕药 最终 被告的狗重伤身亡 而原告也一身的伤 原告认为自己被狗咬伤 向被告提出了医药费 务工费和精神损失费的赔偿要求 法官 你看我这满身的伤 都是他家狗咬的 我的手指快被咬断了 我是做游戏直播的 因为受伤好多天都不能打游戏 以后还能不能恢复 以前的水准都不知道 这回直接影响到我的收入 我要他赔点精神损失费不为过吧 原告是个微胖的男生 说着把自己手抬起来 给姜瑞叔看 伤口已经愈合 但猙獰的伤疤犹在 什么鬼直播 根本就是不务正业 能挣得到几个钱 被告时的老头 长相严肃 说话自带腔调 跟训人一样 对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失费 很不满 也很不屑 就算你现在能挣到几个钱 你肯定自己以后 也能挣得到钱 年轻人就该脚踏实地 找个稳定的工作 干点正经事 整天抱着一台电脑门都不出 怕不是心里有毛病 男生年轻气盛 听他冷嘲热讽 脱口而出 我一天的收入比你一个月还多 哎哟 小伙子口气很大 那你说说有多少 有几十万吗 我现在是不能 不代表以后不能 但就你这个猥琐无能的样子 一个月能挣几十万 你骂谁呢 谁应骂谁 你 安静 姜瑞书再次敲法锤 现在我问谁谁回答 没问到的不能说话 男生和老头都善善地闭上了嘴 姜瑞书看着男生 原告 你那天为什么会经过金毛狗 男生到家里的烟抽完了 我去商店买包烟 就在商店门口遇到了那只金毛 你见到那只金毛后 做了什么 我天生有点怕狗 看到那么大一只狗 虽然是温顺的金毛 但还是害怕 所以就想绕开 谁知道他突然就冲我大叫 我心里害怕 想跑进商店 结果他一下子挣脱了绳索冲向我 我一害怕 就对踹了他一脚 然后就打了起来 撒谎 老头反驳 要不是你解开的绳子 就是你做了什么吓唬金子 不然 被告 姜瑞书给了他一个冷念 老头不甘心别别嘴 安分下来 姜瑞书又问 你在看到金毛之后 有没有对金毛吹口哨 或者做手势 或者做表情等等动作 没有 我躲都来不及 哪敢逗他 被告 你遛狗的时候 是否给金毛带了嘴套 老头一听就知道 这个问题对自己不利 皱起眉头 嘴套那种东西 套在嘴上很不舒服 谁家爱狗会买那种东西 不过 我给我家金子套了牵引绳 那你牵住了吗 老头噎了下 我家金子脾气一直很好 从来没扑过人 更没咬过人 是从正规渠道买回来的 狗正齐全 每年按时打疫苗 没有一点违规的地方 事发当时 你没有牵着狗 是吗 没有 但是我把绳子拴在了树上 金子一向听话 让他不动就不动 要不是有人逗他 肯定不会乱跑 老头一有所指 你怀疑 有人解开了绳子 不然 金子也不会正开绳子 有证据吗 证据我没有 不过 这是最有可能的可能 那就是没证据了 凭空乱猜 江瑞书全都明白了 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 还有新的论点或疑问吗 男生那边表示没有 老头见江瑞书 没反驳自己 还以为他赞同自己的推断 点头表示 没新意见 这种案子责任方明确 案情不复杂 江瑞书当庭就宣判了 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驳回被告的赔偿要求 不是 我怎么就败诉了 老头不敢置信 我赔他的医药费就算了 为什么他打死了我的狗 不能不用赔 这叫做无过错责任 但凡狗咬人 非被咬之人的过错 伺主或管理者就要负责 而狗被打死 被咬之人无需负责 江瑞书耐心给他解释 不对 这不对 你是不是欺负我不懂法 又没请律师 跟那边的律师一起忽悠我 老头一脸不服气 这是民法通则 第127条的明文规定 你若不信 可以去查一查 或者咨询律师 江瑞书礼貌微笑 还整什么规定 我哪里知道 你们就是欺负我不懂法 老头拍桌 指着江瑞书的鼻子 叫让你领导呢 把你领导叫过来 我要投诉你 一直没吭声的刘一丹 听到这话 忍不住说了一句 这位老先生 你叫谁老先生 刘一丹只想翻白眼 都六十了 尊敬你才这么喊 面上却是跟江瑞书 如出一辙的微笑 这位先生 江法官真的没骗你 不信你过来我这里看 民法通则上 就是这么规定的 第161章 绝情 你闭嘴 你跟这个法官是一伙的 肯定帮他说话 老头指着刘一丹的鼻子大骂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认识你们领导 你们院长宋明霞 跟我很熟 我们院长的名字 在法院网站挂着 谁都能看到 我还知道他今年50岁 四级高级法官呢 刘一丹嘀咕 老头瞪眼 你什么意思 质疑我 刘一丹在法庭上 见的人多了 看人的眼力也培养起来了 看出他有点色力内忍 便问道 那你知道我们院长的电话吗 我当然知道 老头冷哼 但是我不会在这里说 不然就泄露了他的私人信息 刘一丹越看越觉得他装的 既然你跟我们院长这么熟 那你知道他孩子多大了吗 男的女的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老头怒目而视 赶紧把你们领导叫过来 不然就给我重新判 否则我就举报你们 江瑞书脸色淡淡 如果你对何一亭的判决有意义 认为我判决不公 可以在规定期限内上诉 不过你要举报的话 请出门左转 去一楼大厅的违法危机中心举报我 他眸光冷淡 眉目间尽是凛然之意 你 你给我等着 老头见他软硬不吃 放下狠话 拂袖而去 江瑞书看了看刘一丹 不动声色竖起大拇指 刘一丹很高兴 他装的吧 不是装的也不怕 宋院长不会理这种人 也对 就算宋院长认识他 也不会为他训思 刘一丹恍然 随后又有点担心 这老头该不会真去举报吧 虽说不怕查 可这也是装麻烦事 随他 江瑞书整理好文件 抱在怀里 回办公室准备下一个庭审 他今天上午排了两个开庭 一会儿还有个同居西产纠纷 江瑞书刚回到办公室没多久 突然有人敲门 抬头一看 是个三十出头的男子 你是胡先生 男子点点头 胡裕 也就是同居西产纠纷被告 江法官 我能进来吗 他沙哑着声音问 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请进 江瑞书开门见山 胡先生现在过来有什么事 胡裕 没有马上开口 似乎有点难言之隐 迟疑了半上 才问道 法官 你可以帮助我吗 你需要什么帮助 他目光灼灼地 看着江瑞书 仿佛他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不想分手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驱应 江瑞书从他眼中看到了万分期盼 看来是真的不想分手 但是分部分手的问题 跟离不离婚不一样 如果是离婚案 他可以是情况劝和 但同居双方没有领证 从起诉书上看 双方同居时间很短 没有孩子和抚养权的问题 分部分手 要看双方意愿 没有婚姻关系 双方牵扯少 设计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也少一些 光是一方不愿分手 还真不好说 我们已经要结婚了 就在下个月 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 但是我真的很爱他 不想错过他 胡裕诚恳地看着江瑞书 曲女士为什么要你分手 胡裕脸色瞬间有点不自然 半晌才到 他嫌弃我学历低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知道你的学历吗 江瑞书没记错的话 原道曲影是个化学博士 高知女性 目前在一家知名研究院工作 学历很重要吗 学历不是最重要的 但坦诚非常重要 江瑞书心中隐约有了猜测 胡裕颓然 他久久没有说话 江瑞书看时间快要开庭 开口问道 胡先生还需要什么帮助吗 一会儿就要开庭了 胡裕嘴唇动了动 最终摇了摇头 十分钟后 同居稀产纠纷开庭 江瑞书在法庭上看到了原告驱颖 跟他差不多高的个子 因为常年待在实验室里 皮肤很白 长相并不惊艳 气质却很干净 眉目冷淡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清冷的气息 这个同居稀产纠纷并不复杂 因为这对已经决裂的情侣同居 时间很短 共同财产不多 分割很快就结束 而江瑞书也明白了 这对情侣为什么会决裂 不是因为有了第三者 也不会被棒打鸳鸯 更不是谁扎了谁 仅仅是因为胡玉在确定关系前撒了个谎 他说自己是工程硕士 但实际上他只是的大专生 屈颖今年33岁 与胡玉在一起前没有谈过恋爱 家里眼看着他年龄越来越大 催得越来越急 屈颖没办法 只好抽空开始相亲 胡玉不是相亲对象 是在相亲路上意外认识的 得知屈颖正在相亲找对象 胡玉心动了 屈颖相信门当户对 他不想高攀 但也不想低价 所以他的择偶条件是硕士以上学历 认为学历相当更有共同话题 胡玉便说自己是工程硕士 开始对屈颖嘘含问暖 屈颖觉得胡玉人挺不错 自己也是笨结婚去的 于是两人很快确定了关系 紧接着便试婚同居 没意外的话便尽快举行婚礼 但意外就发生了 胡玉的学历曝光了 屈颖无法接受他的欺骗 毅然分手 胡玉想挽留 但屈颖的态度很坚决 麻烦明天之前 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 把你的东西都带走 否则我会全部扔出去 胡玉眼眶发红 一字一句质问 你怎么这么绝情 我们已经分手 要断就断干净点 尽早开始新生活 就因为我学历地 胡玉嘶喊 我是不该一开始骗你 可是我真的喜欢你 如果不那么说 根本没有接近你的机会 难道感情还比不上学历重要 我们的关系从欺骗开始 再多的语言都无法粉饰这一点 曲影很冷静 冷静到让人觉得冷酷 一点也不像要结束一点感情的女孩 或许在他心里这段感情没有那么重要 胡玉却无法接受 可是我爱你 我会对你好 我会努力挣钱养家 你为什么不再给我一个机会 有些事 只有一次机会 胡玉 不要让我最后再看不起你 曲影说罢 对江瑞书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法庭 第162章 没有标准才是最高标准 江瑞书收拾了东西 回了办公室一趟 一看12点了 赶紧去食堂 不敢早的话 食堂大厨过了12半点 赶给你没饭吃 刚坐下 朱伟玲几个陆陆续续打了饭过来 一张餐桌四个座位 最先来的是朱伟玲 第二个是擎厅长 吴嘉生和刘一丹差不多同时过来 刘一丹看准先机 一屁股坐过去 吴嘉生无语 你至于吗 刘一丹笑嘻嘻 你个大男人 忍心让我一个小女子 孤零零地坐旁边 吴嘉生端着餐盘 在旁边的餐桌坐下 见他挨着江瑞书 忍不住对了一句 你整天这么粘着江法官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对江法官 有点什么心思 刘一丹马上反击 你整天粘着朱法官 不知道的 也以为你对朱法官 有点什么心思 你别污蔑 我和朱法官的纯洁同事情 我可是有女朋友的人 跟朱法官没什么关系 吴嘉生颇为得意 除了他和秦庭长 在场各位都是单身狗 有女朋友了不起 你先找个男朋友 再来跟我说这话 刘一丹哼了声 要找男朋友还不简单 我只是不想随便凑合 免得像刚才那个案子的原告 认识没多久就确定关系 等到要结婚了 突然发现 对方高学历 男神人士是装出来的 最后只能分手止损 就刚才法庭外面 哭得很惨的那个男的 曲颖离开后 胡玉很痛苦 在法庭外失声痛哭 不少人都看到了 都觉得他挺可怜的 那是被告 吴嘉生有点好奇 怎么感觉男的更惨 那么大一个男人 要不是到了伤心处 会哭成那样 江法官 江瑞书咽了口饭 慢条丝里的说了的大概 原告这么绝情 吴嘉生不赞同的皱起眉头 也不能这么说 刘一丹唱反调 最开始是被告欺骗了原告 以欺骗开始的感情 是我我也不能接受 被告骗人肯定不对 但喜欢一个人 喜欢的是人 又不是学历 怎么能说分就分 这段感情始于欺骗 这还不够分手 我不是说不能分 只是感慨 这分手分得太雷厉风行了 说到底 还是嫌弃被告的学历 人家是博士 想要一个高学历的丈夫不行吗 如果你女朋友也骗你说 她是高材生 但实际是个小学生 你心里能没有结底 这要看情况 只要她真心悔过 我会给她一次机会 吴嘉生斩钉截铁 刘一丹哼哼 说得轻巧 真发生在你身上 可不一定会这样 世人就会犯错 不能因为犯一次 错就否定掉这个人的优点 想找个条件好的对象很正常 但太吹毛求疵 永远都找不到合适的 吴嘉生一副过来人的的语气 玩了指点刘一丹 你少看点偶像剧 偶像剧里面那些完美男主 现实里不存在的 看多了会找不到对象 刘一丹憋气 他看偶像剧怎么了 就是现实太苦逼 才想在剧里快乐好发 这叫精神粮食 他气鼓鼓地戳了戳筷子 求助了外援 江法官 你说说 屈女士分手有错吗 几个人不约而同 看向没坑声的江瑞叔 江瑞叔轻壳了声 这整件事从一开始就错了 屈女士是高知女性 对感情有至高的要求 期待另一半跟自己各方面匹配 胡先生明显达不到她的要求 所以分手是早晚的事 这世界上 哪有那么各方面都匹配的人 他要求那么高 这辈子可能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吴家生嘀咕 江瑞叔对此很淡然 遇不到就遇不到吧 有家庭是一种圆满 但如果遇不到合适的人 他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事业上 也是一种圆满 对有些人来说 婚姻只是人生的意义之一 这些人肯定不包括我 一辈子单身多孤单 吴家生想想 这周末有空的话 要不带女朋友去逛商场 这可是他未来的老婆 一定要哄好了 江法官说得对 但吴法官也没说错 秦厅长笑道 这位屈女士单身这么久 说明他对另一半的要求高 不过他自己本身很优秀 他的要求也不过分 不过现在很多女孩子的要求太高 总幻想着找一个完美的对象 对象有哪一点没做好 就要死要活要分手 这两个人要长久 女孩子要学会包容对方的缺点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过日子就是不断磨合 江瑞叔埋头听着 突然想腻了 但还没行动 秦厅长就点他的名 江法官 你说是吗 江瑞叔嘴角扯了扯 看个人吧 有人对感情要求高 因此宁缺无烂 有人只想找个人搭办过日子 双方条件合适就可以了 都没错 那你呢 江瑞叔哭笑不得 就知道秦厅长会盯着他 哎 大龄单身狗逃不过的悲伤 啊哈哈 我觉得感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当然也很重要 现在我还不知道 自己期待什么样的人 我想 如果有一天 遇到一个让我期待 共同组建家庭的人 我就知道了 秦厅长文言摇摇头 以后不给你介绍对象了 那谢谢厅长了 江瑞叔笑嘻嘻说了句 擦了擦嘴角 各位慢慢吃 我吃好了 秦厅长没好气 白了他一眼 过了一会儿 秦厅长也走了 吴嘉生茫然地看着 还没走的两个小伙伴 凑不来小声道 刚才江法官惹到厅长了 不像啊 刘一丹白了他一眼 江法官只是说了 自己的择偶标准 秦厅长觉得 他的标准不好介绍对象 所以才说 以后不介绍了 江法官的择偶标准 啥标准 我怎么没听到 吴嘉生一脸茫然地看朱伟林 朱伟林也一脸茫然 标准就是没有标准 这么随便 没有标准 才是最高的标准 刘一丹端起餐盘 一脸高深莫测 而等直男是不懂的 吴嘉生和朱伟林面面相去 同时摇了摇头 第163章 时间是把朱撕撂 江瑞叔没有马上回办公室 在办公大楼转了一圈 消了消失 这才往回走 过了一会儿 刘一丹过来窜门 江法官 如果下午准时下班 你能在我一段吗 我最近不回南山那边 刘一丹家跟南山的住处 一个方向 江瑞叔以前经常顺路 送刘一丹回家 不过他这些天 都是回凯旋公馆 方向完全不同 没法再搭他 那你往哪边走 地区 啊 那不顺路 算了 刘一丹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你搬家了 没有 我家本来就在地区 只是我常住南山那边 哎 刘一丹眼神疯狂暗示 地区可是富人区 江瑞叔失效 什么富人区 就是物价比较高 所以我以前不爱住那边 生活成本太高 刘一丹就是觉得 他家境肯定很好 但他很少提家中情况 所以大家只知道 他是独生女 爸妈似乎不在一起住 家里关系比较冷淡 下午有一个交通事故调解 情况很简单 江瑞叔预估 双方对责任划分的分歧应该不大 主要是赔偿金额无法一致 搞不好要一番扯皮 谁知他刚来到调解室 后面突然有个人叫他 江瑞叔 江瑞叔寻生看去 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朝自己走过来 挺刮的西装也遮不住他那存在感极强的皮九度 发际线如沙漠绿洲不断后退 典型的中年油腻男形象 你是 从对方的口吻 江瑞叔感觉他似乎跟自己很熟 他感觉对方的确有点熟悉 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皮九度男看出了他的疑惑 哈哈一笑 真是你 这么多年你都没怎么变 还跟中学那时候差不多 怎么 认不出我来了吧 中学 难道是中学同学 江瑞叔打量他 试图从他的脸上发现熟悉的痕迹 但中学时代已经过去十几年 大部分人他都已经记不清楚 这些年他又很少参加同学聚会 几乎跟中学同学都没了联系 他有点尴尬 抱歉 太久没见 我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皮九度男摆摆手 别说你不认识我 十几年前的 我也不会认识现在的我 给你一个提示 你的后桌 后桌 江瑞叔飞快回忆 高中他只读了两年 高二的时候直接参加高考 但是后桌的话 他有很多个 因为大家的座位都是按月考成绩排 几乎每个月都会换 不过 他一下子睁大眼睛 上下打量皮九度男 脱口而出 沈诚 那时候 他几乎每次都是班级第一 而沈诚基本在前五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 换座位的时候 沈诚五次有三次会坐他后面 大家还总说 他俩有缘分 还有人传言说 沈诚暗恋他 可是 当年沈诚可是又高又瘦的班草啊 白白嫩嫩的小白羊 班里诸多少女们的白月光 眼前这个体重失控 开始投涂的中年男人 是沈诚 就是我 没想到吧 沈诚爽朗一笑 是不是认不出来了 江瑞书突然理解了 刘一丹那句男神种了 是什么意思 岁月不仅是把杀猪刀 还是把猪撕撂 你变化挺大的 他委婉地说 沈诚摸摸自己的肚子 一点也不在意自己 从小白羊变成了老菜帮子 还颇为得意 这要是走街上 你肯定认不出我吧 别说走街上 刚才你不说 我都认不出 江瑞书有点不知道 用什么表情面对他 可以想 竟然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那时候他整天埋头读书 顾不上跟同学们打好关系 所以高考后 渐渐跟大家失去了联系 哪怕就在一个城市里 也不曾联系过 时间过得真快 那时候 我们都还是轻松小苗 转眼都毕业这么久了 江瑞书无限感慨 虽然玩得好没几个 但他并不是不想跟大家玩 那时候 大家都很单纯 朝气活泼 特别可爱 经过时光的滤镜 越发叫人怀念 可不是 我孩子都两个了 大的那个都上小学了 沈诚也很是感慨 倒是你没什么变化 就是比看起来长大了 以前还跟着小孩似的 江瑞书无语 不就是比你们小两三岁 哪有那么夸张 哈哈 真的 你那时候就跟小朋友一样 全班女生最爱最小的就是你 排队的时候 你都是第一个 爱别人一截 就像误闯进来的小孩子 不过呢 你总是喜欢板着脸 特别少年老成 看起来特别好玩 好吧 他那时候是挺矮的 谢天谢地高考完后 开始猛蹿个子 最终在成年前 长到了现在的身高 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往日同学们眼中 竟然是这种印象 倒是真有点怀念了 很遗憾 那时候没有多花点时间 跟大家相处 可是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 他大概还是没时间 因为他必须尽快考上大学 他学习一直很好 但并不是天才 想要提前高考 并保证优异的成绩 只能靠勤奋去拼 他摇摇头 把心思收回来 突然想起 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是你 沈诚点头 我看到承办法官是江瑞书 就觉得应该是你 今天过来看果然没错 江瑞书看了看时间 时间到了 先去调解室吧 过了一会儿 另一个当事人赶到 江瑞书原本以为 他们要扯皮一番 心里其实还有点担心 沈诚会不会希望自己帮他 但结果出乎预料 双方当事人在庭外 已经达成和解 只是为了保险 才到法院来 让法官出去调解书 其实 你们私底下签署和解书 也是有法律效用的 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书上签名后 江瑞书跟他们说了声 这不是觉得有法官见证更保险 正好可以跟法官确认一下 有没有不规范的地方 免得以后再产生纠纷 沈诚道 江瑞书笑了笑 其实差不多的 有很多人还不愿意来法院 大家都说 你当了法官 就是没正经见过 要是早知道你在法院 估计都愿意来法院解决问题 案子都是随机分配的 大家想见我容易 想到我手上开庭可不容易 他开了个玩笑 看来我这次是运气好 不然也不知道 你就在这里 真的当了法官 沈诚拿到调解书 也不多耽误他的时间 得了 不打扰你工作 回头大家搞个聚会 你可不准不来了 江瑞书点头 好 第164章 谢礼 傍晚 江瑞书回了凯旋公馆 吃过饭 范阿姨提了件事 瑞书 下个季度的衣服 过两天就送过来 你看是送这里 还是南山那边 江瑞书知道 这是范阿姨 借着衣服的事 问自己 要不要搬回来 没怎么想变道 先送这里来吧 范阿姨没开眼笑 那好 回头我给你放进衣橱里 江瑞书笑笑 其实放哪里都差不多 他在这方面不怎么挑 衣橱里 还有好几年前的衣服 不过真正搬回来住 还是再看看嘛 我跟大菊出去散会儿不 见江瑞书拿牵引绳 将大菊喵喵跑过来 乖乖地让江瑞书给他戴上 让江瑞书 有种自己养了一只狗的错觉 大菊你要成精了 江瑞书摸摸他毛茸茸的脑袋 喵 俗话说狗丈人事 江瑞书觉得猫也会丈人事 以前江大菊还有点胆小 跑出去也是偷溜 这段时间有他带出去散步 这祸胆子就越来越大 见到生人不躲 遇到一些脸熟的邻居 他还敢冲人喵喵 然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大摇大摆离开 他还会冲人撒娇 有小朋友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哭着喊着要把江大菊抱回家 一度让江瑞书以为江大菊是祸国妖鸡 不祸国妖猫 这次见到江大菊 小朋友送了一袋猫粮 足足八斤重 交给他的时候叮嘱他 一定要让大菊吃得饱饱的 他很想说江大菊圆成这样 像是吃不饱的样子嘛 不过小朋友一片好心 上次还特地打听了江大菊 喜欢的猫粮品牌 可以说非常用心 他不忍辜负小朋友的一片心意 收下了猫粮 还说答应让他周末到家里 跟江大菊玩 拎着猫粮 江瑞书又是好笑 有诗无语 行啊 大菊都能自己挣口粮了 江大菊甩甩尾巴 一脸茫然无辜 拎着这么一袋东西散步是不方便了 江瑞书干脆打到回府 落过秦玉家门口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 秦玉还没发照片给自己 这会儿门关着 里边听不到动静 也不知道在不在家 这好几天过去都没发照片 是还在生气吗 不过答应的是 不能反悔吧 这一马归一马 大菊这辈子 就这三个孩子 总不能什么样都不知道吧 想着他拿出手机 给秦玉发了条信息 小猫的照片 天色已经暗下来 他不打算多留 发完短信 便签着江大菊准备离开 但就在这时 里面突然哗啦一声响 二楼的窗户一下子推开 秦玉面无表情地 出现在窗户后面 他不会以为自己 是上门讨要照片的吧 江瑞书有点尴尬 待见到他的目光 从自己转向江大菊 顿时警铃大作 散步路过 马上就走 说吧抬脚就走 站住 江瑞书回头看他 有事 你进来一下 我先送大菊回家 一会儿过来找你 江瑞书不明白 他想做什么 保险起见 他不是很想让他见到江大菊 不用 我不会对他怎么样 他说吧便关上了窗 很快门锁轻轻响了声 大门缓缓打开了 他在这种事上 应该不至于骗自己 只是江瑞书想不到 他有什么事找自己 最近两人都没什么交集 墨玉也生了小猫 难道他改变主意 准许自己看望小猫了 客厅里灯火通明 江瑞书没有踏进去 而是站在门口望了望 江大菊也不知道 是闻到了其他猫的味道 还是因为来到了陌生环境 有些紧张地围着他打转 小小地叫了声 喵 这时 秦玉悠悠地从楼上走下来 手里托着一个 比巴掌略大的精致纸盒 见他站在外面 淡淡说了声 进来吧 江瑞书把猫梁放在门口 把江大菊抱在怀里摸了摸 缓步走进去 秦玉瞥了眼他怀里的江大菊 没说什么 示意他坐下 然后把纸盒放在他面前 这是江瑞书不明所以 给你的 他说 谢礼 谢礼 他很快就想到了怎么回事 不由笑了 不用这么客气 你要写我的话 让我看看小猫就好了 可以 他就随口一说 没想到他真的答应了 开心地站起来 江大菊可以吗 他的眼神有点谴责 不行 好吧 预料之中 对墨玉来说 江大菊现在 恐怕也相当于陌生猫 怕是不会喜欢他的靠近 为江大菊默默点蜡 他把牵引绳拴在桌子脚上 默默不安的江大菊 我一会儿回来 乖乖待在这里 秦玉走在前面 房间推开的一瞬 温暖扑面而来 江瑞书脚步放得很轻 趴下到墨玉和小猫 但墨玉还是很敏锐地觉察到 有陌生人进屋 马上探了头出来 一双古铜色的眼睛 瞬间锁定江瑞书 江瑞书连忙靠近秦玉 表示自己跟他一伙的 朝墨玉笑了笑 轻声打招呼 墨玉 你好 墨玉眯起眼睛 发出威胁的嘶声 还是不欢迎他 江瑞书能理解 小猫还处在很弱小的状态 猫妈妈会排斥一切陌生生物 靠近他的孩子 害怕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 大概是跟秦玉一块进来的 墨玉的反应没有太激烈 只是警告了两声 见他不再向前 便懒洋洋地缩了回去 秦玉已经为墨玉和小猫们 换了一个窝 宽阔干净的木箱里 铺了小猫毯 墨玉躺窝着张开身体 将三只小猫绢在怀里 以免他们着凉 三只小猫一只灰色 小爪子仿佛踩到了血 被染成了白色 一只梨花 毛色偏深 像是长了虎斑纹 一只唇黑 没有一丝杂毛 可能长大后 会跟他妈妈一样 威风神气 刚出生一周的小猫 已经是毛茸茸的模样 眼睛还没睁开 也没有听力 只能靠本能拱来拱去 墨玉不时舔舔这只 舔舔那只 由于小猫还很小 有时候会被舔得打滚 委屈的小小声的喵喵叫 简直不要太萌 第165章 俄罗斯套娃 姜瑞叔恨不得打包带回去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心中万分遗憾 只能小声问 我可以拍张照片吗 秦玉嗡了声 他把手机调成静音 镜头对着墨玉母子 嘴上说拍一张 实际按了不知道 多少次拍照见 这还不够 还开了录像 暗戳戳地拍了几段视频 秦玉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将他的小动作收入眼底 他不由想起 他说小时候有过的那只花猫 还有他带大的几只小猫 那时候他才几岁呢 就能做那么多事 不但帮助大猫生产 还照顾小猫长大 大概那些猫咪 是他唯一类似玩具的存在吧 好了 怕墨玉紧张 他没有待太久 很快退出了房间 江大菊看到主人 马上小跑过来 但是牵引绳 勒住了他的脖子 一张大圆脸 差点被扯遍行了 委屈地喵喵直叫 江瑞叔连忙走过去 把绳子解开 安抚地摸了摸大菊 回头对秦玉的 我先回去了 谢礼 秦玉提醒 江瑞叔看了看纸盒 最终没有拒绝 纸盒拿起来分量不重 也没什么声音 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 说实话秦玉送谢礼 还挺叫人意外的 他总觉得 他是那种 而等凡人高攀不起的人 可现在他发觉自己错估了 仔细想想 他脾气大势大 可在人品上没什么欠缺 路见不平 也会出手帮忙 冒犯到 他也不会有所怀恨 并不是那种面冷心也冷的人 他微微一笑 谢谢 回到家 范阿姨见他拎着一大袋猫粮 疑惑道 大菊的口粮还有很多 怎么又买这么一大袋 江瑞叔笑道 可不是我买的 是邻居小朋友送的 让我一定要给大菊 每天吃的饱饱的 他把小朋友的话 学了一遍给范阿姨听 范阿姨乐不可知 大菊可真能啊 能卖蒙正口粮了 范阿姨以为 他手里那个纸盒 也是别人送给大菊的礼物 便没有多问 乐呵呵地接过猫粮 给将大菊吸爪子去了 江瑞叔出了一身汗 回卧室先洗了个澡 换上宽松的睡衣 盘坐在床上 看着秦玉送的纸盒 会是什么呢 他拿起纸盒轻轻摇了摇 听到里面 传来很轻微的碰撞声 声音有点闷 好像是木头 难道是手工一品 猜不出是什么 他干脆放下来 直接揭开盒盖 入墓地 是一个圆柱形的蓝色娃娃 穿着俄罗斯民族服装 甜甜的笑脸 憨太可爱 他拿出来 娃娃内部果然另有乾坤 一个个取出来 竟有15个 最小的一个只有 小指指甲盖那么大 却也画得很精致 娃娃五官分明 与大娃娃如出一辙 而每一个娃娃的内壁都很薄 薄厚度近乎一模一样 每个娃娃的肚子上 还分别画了不同的人物 有骑马的骑士 有出行的贵族 有奔跑的男女 每个画面背后 蕴含着一个故事 这是一套工艺很棒的俄罗斯套娃 姜瑞叔不由轻轻笑了声 他怎么会想到 送这样一套俄罗斯套娃给自己 他把自己当成了小朋友吗 摸到手机 他翻出秦玉的号码 编辑了一条短信 另一头 秦玉带着满身的水汽 从浴室出来 听到手机提示有新消息 裹着浴巾 从沙发捡起手机 转身坐下 修长的手指轻轻滑亮屏幕 姜瑞说 礼物已验收 很喜欢 谢谢 头发的水珠 顺着脸颊低落胸膛 滚落到结实的腹肌 顺着人鱼线而下 蜿蜒出一道 引人遐想的水痕 他用毛巾擦了擦头发 修长结实的双腿 随意交叠 背靠着沙发 看到他说喜欢 心里稍稍一宽 他之所以会送俄罗斯套娃 是想到了他上次说 小时候在农村长大 只有一只小花猫丸 那应该没什么玩具吧 所以送了这样一套俄罗斯套娃 果然没送错 手指在屏幕上翻飞 打了几个字 喜欢就好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觉得 这个礼物有点普通 姜瑞叔说 喜欢也不知是客套 还是真喜欢 想了想 又发了一条短信过去 很快 姜瑞叔收到了他的回复 喜欢就好 还没等他有所想法 跟着又收到一条短信 这是我去俄罗斯的时候 自己画的 他亲手做的 姜瑞叔不由看向 整整齐齐摆在床上的 十五个套娃 顿时觉得 他们的意义变得不同 你还会画这个 秦玉 以前学过油画 度假的时候 学了学上色 不是很难 姜瑞叔拿起最小 那个娃娃看了看 几乎要拿放大镜看的五官 一点也没糊 其他娃娃都很有特色 色彩配合很棒 可见画者功底深厚 说不是很难 可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 这套套娃保养很好 色彩鲜艳饱满 但可以看出 不是近期做的 约莫已经有些岁月 保留这么久的礼物 又是亲手所做 想着他觉得 有些问题要问清楚 秦玉吹干了头发 又听到叮咚一声响 只见姜瑞叔 又发来一条短信 这套俄罗斯套娃 对你而言 有什么意义吗 他是顾及自己 送出了重要意义的礼物 秦玉嘴角勾了勾 只是比较满意的作品 他真的挺喜欢这套套娃的 其实他不缺玩具 在乡下那些年 虽然很苦 但农村的孩子 最擅长的 就是给自己找玩具 从大的活物 如猫民小狗 到小的活物 如蚂蚱蚂蚁 从一张只做的纸飞机 到一张只做的蜂蚱 再到一颗玻璃珠 几块石头 一个毛线 农村的孩子们 都能从中找到乐趣搬家后 家里人也给他买了很多玩具 公仔巴比音乐和 到乐高拼图小火车 都应有尽有 在第二次搬家前 他的玩具 能堆满整个房间 可实际上 他都没怎么玩过 不是不想 而是没什么时间和精力 到了15岁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收到过玩具 而曾经的那些玩具 在他上大学后 都没有了 第166章 逻辑满分 是很棒的作品 每个套娃上面 都画了不同的图案 代表了不同的故事 江瑞叔夸了一句 情欲 俄罗斯童话 江瑞叔拿起最大的那个套娃 这个套娃的肚子上 画着一个穿着白蓝 相见毛皮斗篷的女孩子 金色的长发 编成辫子搭在肩上 脸色苍白 而令人怜悯 相貌青春秀美 江瑞叔 最大的这个套娃画的是什么故事 情欲的回复很快 雪姑娘 雪姑娘 江瑞叔对这个俄国童话 不是很了解 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对于雪姑娘的传说 有很多种说法 有说雪姑娘 是一对老爷爷老婆不堆的 有说她是冰雪爷爷孙女的 不翼而足 她还是问作画者算了 雪姑娘是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 她顿了顿 突然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傻 组织了一下语言 她回道 一个愚蠢的母亲 害死女儿的故事 江瑞叔 等于下话线等于 什么鬼 童话不都是很浪漫的吗 宣扬爱情 勇气和反抗精神 而不是揭露现实 害死女主角的 只有后妈吧 这人要是给小孩讲故事 能把大团圆 说成人间悲剧吧 江瑞叔压住直抽抽的嘴角 没远住 想听听他对原故事的 阅读理解有多离谱 你能叙述一下原版故事 是怎么说的吗 秦玉靠着沙发 想了想原版故事 有点不想说 他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想听故事 小时候没听过吗 在脑子里简练了一下语言 他开始慢吞吞地打字 雪姑娘是冰雪与春天之女儿 喜欢上了一名牧羊人 但作为冰雪的化身 她不懂情味和物 雪姑娘的母亲 同情她的处境 于是给予了她这个能力 当雪姑娘堕入爱河之时 她的内心越发温暖 但同时 她的身体因此融化而消失 姜瑞说 X 这就是所谓的 愚蠢母亲害死女儿的故事 这难道不是一个 凄美的爱情故事吗 美丽的雪姑娘 为爱奋不顾身 同时隐喻冰雪无情 而友情能融化人心中的冰雪 难道不是在赞美美好的感情吗 她这是什么鬼阅读理解 当年是怎么考上大学的 她无语了很久 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 能把童话 说成恐怖故事 也是一种本事 姜瑞说 这也不能说是她母亲 害死了她吧 秦玉回复很快 神女喜欢牧羊人 门不当户不对的感情 注定难缘满 乱发同情心 比没有同情心更糟糕 所以最后 她死于母亲赋予的能力 最后 这个故事完全逻辑爆 不懂情味何物 如何会喜欢上一个人 这种人就注定感受不到 童话美好的 看童话 能用这么理性的逻辑去看吗 不过 说的还蛮有道理 姜瑞叔忍了忍 没忍住笑倒在床上 还能不能好好看童话了 话说 她到底是怀着什么用意 画下这么一个童话的 难道 是为了警示自己吗 这时 秦玉发了条信息过来 姜瑞叔瞄懂 忍不住又笑起来 抖着肩膀打字 是是是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秦玉一看回复 就知道她敷衍 甚至能想象她 肯定在笑 第二个套啊画的 是一个高鼻深目的 大胡子老头 半跪在船上 从海里捧起一条鲸鱼 这幅画一向太明了 故事也很有名 姜瑞叔一下子就想了起来 第二个是渔夫和鲸鱼的故事 秦玉 嗯 姜瑞叔知道 她便没有解释 但是姜瑞叔想知道她的想法 按戳戳打字 你觉得金鱼报恩对不对 秦玉表示呵呵 金鱼不是在报恩 是报仇 姜瑞叔 秦玉慢吞吞打字 放纵别人的贪婪 就是在作恶 金鱼放纵老太婆的欲望 最终将其一招打回原形 老太婆不封 也得崩溃 再者 金鱼有那么强的实力 被抓住了 完全可以逃生 却让渔夫成为自己的恩人 一次次满足他的要求 毁掉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所以 他是在报仇 姜瑞叔真的是佩服他的逻辑 满分 另类解读童话 他想为故事的原本寓意挣扎一下 这个故事也可以理解为 贪婪过度 终将一无所获 秦玉 那这个故事也是逻辑bug 金鱼拥有凭空变现的能力 却逃不出渔夫的手 不是故意的说不通 姜瑞叔 设定如此呢 秦玉就回了四个字 若知设定 姜瑞叔 这种人真的没办法看童话 甚至连小说都没法看 因为他会用最理智的逻辑 去挑人家的逻辑问题 享受不到幻想的快乐 第三个套娃很显异 一只青蛙站在水边 水里倒影出一个带着皇冠的公主 姜瑞叔瞬间就想到了这个故事的名字 青蛙公主 这本来是个王子 历经千辛万苦 找回爱妻的故事 但是姜瑞叔忍不住 带入了一下情欲的逻辑 发觉这个故事可以总结为 软犯王子 自以为是害人害己 无法直视了 第四个画的是一个带皇冠的年轻男子 旁边是一只狼 天上飞着一只红色的鸟 不用说姜瑞叔也知道了 亿万王子 火鸟和大灰狼 第五套娃是几个年轻男子 因为画得很小 人数又多 脸基本上看不清 姜瑞叔数了数 七个 瞬间想起了七个小矮人 但很快又否决 那是格林童话 葫芦娃更不可能 于是他问 第五个套娃画的几个人是谁 秦玉 谢米昂七兄弟 他一说 姜瑞叔就想起来了 小时候看过这个故事 说的是有七兄弟各有绝技 最终反抗团结一心 反抗沙皇的故事 不过 七兄弟这么多人 你怎么不画在最大的那个套娃上 秦玉 省事 姜瑞叔 所以他把七兄弟画在小套娃上 是为了省事 因为太小 所以五官都不用画太仔细 甚至他都没有全部画正面 脸都看不清 怎么分清楚 谁是谁 秦律师表示 自然有办法区分 七兄弟每人的绝技不同 工具也不同 姜瑞叔 第167章 毁童年系列 仔细一看 七个小人手上都拿着不同的东西 显示他们的身份也不同 第六个画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女巫 姑娘一头金色的长发 容颜秀美温润 是个难得的美人 金钗不群 也掩不住她的美丽 女巫是一个衣衫蓝绿 勾楼销售 长着英勾比的老太婆 阴森的脸色与身后的森林融为一体 在画中 姑娘用棍子挑着一个眼里燃烧着火焰的骷髅头 飞快地逃离 一个小木偶坐在她肩头 正神情紧张地催促她快些离开 后面的女巫满脸怒容 似乎大喊着什么 却没有追上来 秦玉选的这个画面很有代表性 姜瑞叔一看便知道是什么故事 瓦西里萨 瓦西里萨是一个商人的女儿 著名的大美人 这一幕应该正是女巫巴巴雅嘎 将火种扔给瓦西里萨的情形 在这个故事里 巴巴雅嘎是住在森林里的女巫 会吃掉所有靠近小木屋的人 瓦西里萨被继母和继姐算计 来到巴巴雅嘎的小木屋借火种 看着巴巴雅嘎 她突然想起了 小时候听过的鬼婆婆故事 中国的家长们 似乎更喜欢吓唬孩子 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吃小孩的鬼故事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鬼婆婆的故事 专门在晚上跑出来吃小孩 所以晚上一定要关好门窗 不能哭闹 如果哪个小孩晚上 没藏好被发现了 就会被鬼婆婆吃掉 不知道吓坏了多少小孩 她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 她很害怕鬼婆婆突然从窗户飘进来 一定要拉上窗帘 还有就是 害怕鬼婆婆躲在床底 等到晚上出来吃她 所以 每次睡觉前 她都要检查床底 可以说是童年阴影系列 往事不堪回首 她忍不住笑了笑 不吝夸奖地 给秦玉发了条消息 瓦西里萨画得很美 秦玉是典型的写实派 但表达上又有点国画的精髓 所以 画面很精致 同时又很灵动 过了一会儿 秦玉回了条消息 你喜欢她 以前很羡慕她 有个能帮自己干活的小木偶 小木偶是瓦西里萨生母去世前 给的她的小伙伴 能帮她干活 让她在继母的手下 过得轻松很多 还在瓦西里萨去森林的时候 保护了她 应该很多小孩都幻想过 拥有类似的小伙伴 能陪自己玩 帮保护自己 分享小秘密 她当然也不例外 幸好你没有 木偶只会帮瓦西里萨干活 让她可以轻松解决继母的刁难 每日得过且过 因此 瓦西里萨从未想过 为自己争取什么 对继母的压迫 习惯于你来顺受 连继姐让她去找死 她都言听计从 如果不是继母做死 除非骑士或王子从天而降 她这边没有希望翻身 姜瑞叔 你是来毁童年的吗 她还觉得没说完 又来了一条 她有很多机会 向父亲说明事实 但她从未想过这么做 而她父亲是个 有眼无珠的蠢蛋 亲生女儿每天干那么多活 竟从来不知道 女儿被苛责虐待 这几人放在一起 可以用三个词形容 恶毒 愚蠢 软弱无能 姜瑞叔 你还说上瘾了 不过 瓦西里萨除了美丽和勤劳 性格真的太逆来顺受 继母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继姐故意弄灭了火种 让她去森林里 找吃人的巴巴嘎雅借火种 她竟然也乖乖去了 逆来顺受 从来不是善良 也得不到尊重 至于瓦西里萨的父亲 的确眼瞎 亲生女儿 每天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碗 吃得比猪差 时不时还被毒打 她竟然毫无所查 被她这么一分析 她已经无法直视这个故事 实在忍不住问 那你画 这些童话做什么 秦玉的记忆 一下子回到了很多年前 大概有十年了吧 她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几秒 慢吞吞打了一句话 我画的不是原版故事 那你画的是什么版本 她刚刚说的 明明就是原版 跟画面纹丝合缝 瓦西里萨知道 妓姐故意熄灭火种 让自己去森林 找巴巴嘎雅借火种 实际是让她去送死 她面上装作害怕 心里却很开心 终于有机会脱离她们的视线 但她不甘心 就这样逃走 于是骗取了女巫的火种 带回家烧死了妓姐妓母 姜瑞说 居然毫无为何感 但这是黑暗童话吧 半猪吃老虎 敌女复仇记 她不由想 前面几个故事 是不是也这样 果然 七兄弟本来就想造反 小谢米扬故意跟沙皇说 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引诱沙皇霸占这个姑娘 这个姑娘 是他们早就确定的目标 沙皇又老又丑 漂亮的姑娘 自然不愿意嫁给沙皇 于是七兄弟找到了造反的理由 推翻了沙皇的统治 姜瑞说 这真是兄弟齐心齐力断金啊 青蛙公主早就想离开没用的王子 因为结婚后 王子只会让他出钱出力去攀比兄弟 所以被烧掉青蛙皮后 他果断假死逃跑 但没想到的是 王子硬气了一回 找到了他的藏身之处 看到王子身边那么多拥顿 青蛙公主心知反抗不了 只好假装惊喜破镜重圆 姜瑞说 这绝对是他听过的 最心机的破镜重圆 金鱼被渔夫捕捉后 怀愤在心 故意说人话求渔夫放过自己 这么稀奇的是 渔夫回去后 必然会对别人说起 果然 他对自己的妻子说了 他的妻子产生了贪念 金鱼故意一次次满足他们的贪念 在老太婆的贪念达到顶峰的时候 他将一切收回 渔夫夫妇彻底崩溃 而渔夫再也补不了鱼 姜瑞说 这怕不是金鱼 是个妖怪 雪姑娘喜欢上了一个牧羊人 但门不当户不对 让他母亲很生气 他母亲便故意骗他说 冰雪之心感受不到真正的情爱 给予了他感受情爱的能力 实际是给他下了魔法 让他的身体融化 等到冬季再重新造一个听话的雪姑娘 姜瑞说 雪姑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不是橡皮捏捏的泥人 回炉再造 那还是原本的人吗 这确定不是一个恐怖故事 这些故事不是你献编的 姜瑞叔觉得他在献编 非常怀疑 拿他当小海红 看到他的质疑 情欲唇角微微一弯 逻辑有问题 他原本又看了一遍 思维缜密的秦律师说 故事当然没有逻辑问题 但这是逻辑问题吗 这根本就不能叫童话了 而是全谋大剧 他还是觉得他在哄自己 就是为了不说出 为什么画这些童话的理由 说不定是黑历史 这么想着 他放下了雪姑娘 拿起了第七个套娃 第七个是南丁格尔 一个强盗 对吕克尔言是恐怖的象征 第八个是水精灵沃加诺伊 他的使命是帮助年轻的主人公 娶到心爱的姑娘 第九个是格林尼奇 一条长了很多头的龙 闪动着翅膀 鼻子喷火 从水中而来 第十个是索瑜 他会带来好运 帮人实现愿望 第十一个克射一 他曾经是一名勇士 应遭到同伴出卖成为俘虏 多年后 他摆脱了困住自己的锁链铠甲 并开始复仇 第十二个是精灵奇奇莫拉 嫁给妖怪 就会变成沼泽女巫 嫁给家神 就会变成房屋女巫 很好地诠释了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第十三个是沙皇 在童话中 沙皇似乎总是缺少活鸟 马匹和美丽的新娘 成为考验主角的反派或助攻 第十四个套娃已经很小 但姜瑞书还是看出来了 这个套娃画的是傻子伊万 他是一个农民家庭中最小的儿子 常常做事不经大脑 面对别人的呼来喝去 总是不放在心上 经常给家人和老板带来麻烦 但每每意外发生时 他又可以获得意外的帮助 误打误撞度过危机 至于姜瑞书 为什么能看出来 不是因为伊万有什么明显特征 而是秦玉把那种 智障儿童欢乐多的感觉画了出来 而秦律师版的故事 是这样描述的 半猪吃老虎 利用敌人达到墓地后 一脚踹开 全文成辅最深 姜瑞书吐槽 在兄长落魄的时候 他毫无芥蒂地收留了他们 秦玉冷笑 收留落魄的兄长 除了心胸开阔天生善良 也可以是为了看笑话 昔日看不上自己的人 现在只能养自己鼻息 感觉不要太爽 姜瑞书 这世界上就是有天生善良的人 喜欢与人为善 不喜欢记仇 你对这个世界 多保留点美好的期待行不行 秦玉 他每次遇险都能逢凶化吉 但哪有那么多意外的帮助 一次巧合是巧合 两次巧合是巧合 三次巧合是巧合 四次巧合就是阴谋 姜瑞书 这是童话 请用童话逻辑看待问题好吗 第168章 灵魂拷问 随后 他提了一个灵魂拷问 你以后会不会给自己的孩子 讲童话故事 秦玉 连结婚问题都还没想过的秦律师 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如果有一天 他有了孩子 自然会给孩子最好的 包括优越的物质条件 健康的成长环境 和充足的陪伴 给孩子的陪伴 将由他和孩子母亲共同承担 他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在成长中缺失父亲的角色 但孩子还小的时候 讲童话故事哄孩子 似乎是很多父母都会做的事 他的眉头慢慢拧起来 姜瑞书还不知道 秦律师因为他一个问题 已经想到了遥远的未来 第一次思考起了 关于家庭的种种问题 但见他久久没有回复 就知道他被问住了 童话重于幻想 不重于逻辑 可以说 大部分童话都有逻辑问题 让他这样喜欢挑逻辑问题的人 给孩子讲童话故事 想想就酸爽 从成人视角 你说的没错 很多童话都有逻辑问题 秦玉被他的短信打断思绪 所以 姜瑞书抱着手机 趴在床上趴趴打字 孩子的世界 不需要那么真实 一些美好的幻想 不用考虑是否合乎现实 就像一个美好的梦 梦里很美好 但醒来之后你就知道 那只是个梦 不会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但梦给你带来的美好感受 不会消失 在很久以后的某天 你可能还会想起这个梦 回味它带给你的快乐 很多时长大后 自然就会明白 不需要大人去告诉孩子 这是现实还是幻想 因为时间会慢慢打破这些幻想 告诉他们 什么是现实 而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终会变成心里一份美好的记忆 小时候男孩子们看过西游记 便会幻想 去找花果山水连洞 就像他也幻想过 拥有一个如小木偶 那样的秘密伙伴 那是孩子才有的幻想 慢慢的时间会打破这些幻想 慢慢的 再也没有这样的幻想 时光不复返 唯有记忆 永远停留在过去 秦玉看着他发来的一长串子 不知为什么 想起他那双总是含笑的眼睛 过了许久 才动了动手指 你还有这样美好的幻想 他的话有点像嘲讽 江瑞叔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 你没有 秦玉一直手握着手机 在寂静的夜里沉默着 最终也没有回答 没有收到回答 江瑞叔也没有追问 如他不想回答 别人不想回答 也是正常 他们还没到可以诉说心情的关系 成年人的心情 可不能随意诉说 尤其是对异性 喵 江大局叫了声 搜一下跳上床 柔软的床顿时凹了一块 江瑞叔怕他抓坏俄罗斯套娃 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狠狠撸了一把 大胖猫仰起头 示意他挠下巴 江瑞叔从善如流 大胖猫咕噜咕噜摊倒在他怀里 一副任军彩鞋的销魂模样 江瑞叔有点好笑 给主子做了一个拳套马杀鸡 捏捏将大局圆圆的脸 好了 自己玩去 打发走江大局 他把俄罗斯套娃一个个套好 装进纸盒里 憨太可居的俄罗斯姑娘 在纸盒里冒出脑袋 甚是可爱 他手指一动 用手机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 从中挑了一张最满意的 发到了朋友圈 一份很美好的礼物星号 下滑线 星号 这话说得很引人遐想 马上好几个人质问 有奸情 恋爱了 隐约闻到了恋爱的酸臭味 江瑞叔朋友圈最活跃的 是一大群大学同学 如今混迹绿政界的各类人才 见他们越猜越像那么回事 要不澄清的话 明儿估计他就自动有对象了 在下面打了一条回复 统一回复是谢礼 这么期待我恋爱 请给我介绍一个年轻才俊 合适的话 我原地结婚 大家一片哈哈 不过谁也没提给江瑞叔介绍对象 毕竟大家天南地北 不是一个地方的不好介绍 一个地方的 要找一个条件合适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 很快又有人问 什么谢礼 江瑞叔回了两个字 助产 所有人 喵喵喵 秦玉站在窗前 望着空芒的夜色 手里端着高脚杯 杯中的红酒已经见底 今天江瑞叔的提问 让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有很多的问题 从来没有考虑过 如果未来将有那么一个人 会陪他到老 他们有两个个体 组成一个家庭 共同生育并抚养一个 有两人血脉交融的孩子 共同走过余生 直到生命的终点 如果未来有这样一个人 他应该早些做准备 或者 应该早些相遇 人生几十年 已经过去小半 如果说人生分为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春季已经过去 夏季也过了一半 剩下的只有半个夏季和秋冬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他不希望到自己 步入伪计才遇到 叮咚 手机突然响了一声 江瑞叔脱单了 老同学突然发微信问他 秦玉有点莫名其妙 江瑞叔脱单告诉他干什么 老同学甩了一张截图过来 是江瑞叔朋友圈发的截图 配图里的东西 正是他送的俄罗斯套娃 你们不是在一个城市吗 秦玉面无表情 跟他不熟 真不熟 我这有个哥们暗恋他好些年 虽然这天各一方 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大 但就是想确定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有对象了 该祝福的祝福 以后也好彻底放下 秦玉看着截图里的俄罗斯套娃 眉心微微宁起 最终回到 不清楚 你问别人 脑子却忍不住想 竟有人暗恋江瑞叔这么多年 第二天 江瑞叔到法院后就有人问 江法官 你还会接生啊 江瑞叔一脸猛圈 什么接生 你不是说别人助产吗 这误会也太大了 不是别人助产 是点猫咪助产 接生的不是我 我只是在旁边帮助 同事们沉默了一瞬 喷笑 都以为你帮人接生去了 还想着你什么时候 学会帮人接生了 那我可不会 你们别乱传啊 万一回头 有人真找我接生 可就糟了 大家哈哈大笑 连说不会 江法官 你帮忙接生的小猫 是什么品种 回到办公室 刘一丹跟过来问 父亲是橘猫 母亲是黑猫 至于什么品种不知道 不过血统应该挺好的 墨鱼那么漂亮 肯定是明猫 怎么 你想养猫 刘一丹连连点头 是啊是啊 但是你也知道 外面的猫卖的贵 便宜的我又不敢买 其实我也不大在意品种不品种 只要可爱就可以了 书记员工资不高 猫舍的猫 动辄二八千 便宜的也差不多五千 宠物店的也不便宜 而市场里的猫粮有不齐 如果买到病猫 治疗费又是一大笔支出 对刘一丹来说 压力不小 不大划算 所以他打起了 领养小猫的主意 生了三只小猫 一只生灰 一只梨花 一只纯黑 品相都不错 但我不知道 猫主人是打算自己养 还是有别的打算 如果他有意给小猫找主人的话 我再跟你说吧 对此 姜瑞书只能表示遗憾 因为作为小猫父亲的主人 他连探望全都没有 根本不知道 秦玉会养小猫 还是会把小猫送人 有照片吗 姜瑞书给他看小猫的照片 天啊 好萌啊 刘一丹两眼发光 等看到视频 眼睛完全无法从墨玉身上移开 小猫妈妈也太漂亮了吧 小黑豹啊 这是 姜瑞书深表赞同 墨玉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黑猫 没有之一 不过这么漂亮的黑猫 怎么会跟橘猫配种 这简直是玷污黑猫的血统 这个问题 姜瑞书不是很想回答 虽然他爱自家大局 但也不得不承认 大局跟墨玉 是有那么点不般配 因为猫妈妈的盛世美颜 哪怕小猫爸爸是橘猫 刘一丹仍然对小黑猫充满了期待 将法官将法官 要是猫主人有消息 你一定要告诉我啊 我好喜欢他们呀 第169章 家暴 上午又是两个开庭 好在案子都不复杂 姜瑞书分别只用了半小时 就结束了庭审 回到办公室没多久 刘一丹过来敲门 身后跟了一个三十多岁模样的女人 神情有些拘谨 在姜瑞书看过去的时候 她连忙低下头 双手紧紧地搅在一起 姜瑞书用眼神询问刘一丹 她记得 上午没有预约当事人见面 这位女士说 要找网红女法官 刘一丹怂怂间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这位女士到底想做什么 劝也劝不走 就一个劲说 要找网红女法官 那就是没有预约 可能连立案都没有 姜瑞书有些头疼 这样说来就来的当事人 但人来都来了 总不能赶走 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 见她很紧张的样子 姜瑞书示意刘一丹 你去倒杯水过来 随后示意对方 请坐 女人拘谨地坐下 过了一会儿 刘一丹倒了杯水过来 你先喝点水 她低声谢谢 双手捧着一次性纸杯 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 大概是手里有了东西 她感觉自在了些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见她放松了些 姜瑞书开口问道 我姓庞 女人没有说出全名 而是说了句 仿佛想要得到确定的话 我看到新闻里 说你很公正 会帮助弱势的人 新闻里 那应该是上次媒体采访 本地电视台也有报道 姜瑞书没想到 现在还有人记得自己 大概是因为在电视里 看到了自己 所以才萌生了些许 不确定的信任 驱使她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来找自己 姜瑞书不由打量她 这些天开始降温 但气温仍然不低 办公室还是要打空调 才能安然工作 可她穿了一套长袖长裤 还裹了沙巾 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从进来后 她一直都有些拘谨 性格应该比较内向软弱 也很少跟人打交道 姜瑞书声音平稳道 这是我的工作 如果你希望法院 为你主持公正 可以跟我说说 女人的眼泪一下流了下来 法官 你一定要帮我 不然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见她哭得厉害 姜瑞书抽了几张纸 绕过办公桌 送到她面前 轻声劝道 你先别哭 先说清楚怎么回事 我才知道怎么帮你 她一把扯下脖子上的沙巾 露出一片淤青 看样子是被人掐出来的 你看 这全是她打的 还有这 她撸起袖子 只见两条胳膊遍布亲子 形容可怖 姜瑞书同人微微一缩 这打得也太厉害了 绝对不是一次两次打的 我身上都是伤 她打人太狠了 全打脚踢 扯我的头发 回回往死里打 好像我不是她老婆 是她的仇人 她说着直抹眼泪 姜瑞书问道 你有对外求助过吗 她摇摇头 报警不管用 姜瑞书了解 家暴报警 大多是警察来了之后 批评教育一顿 家暴者道个歉 警察也干不了什么 回头该怎么样 还怎么样 都说家暴只有零次 和无数次的区别 虽然有点绝对 但家暴的确是有习惯性的 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那你现在是什么想法 还是想离婚 女人听到离婚低下了头 孽如道 我不知道 姜瑞书看出了 她性格软弱 对离婚很犹豫 否则遭遇家暴后 早就起诉离婚了 除了报警 你寻求过社区帮助 或法律援助 女人摇了摇头 姜瑞书不是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遭遇家暴的女性 很多女性都不知道怎么求助 还有些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甘愿忍受暴力也不吭声 甚至有些人出于好心帮助她们 她们不但不感谢 反而怪别人多管闲事 像这种多次严重家暴的情况 她比较倾向于离婚 但并不是每个人愿意离婚 相比离婚 很多当事人更愿意挽救婚姻 挽回婚姻 对她们而言才是胜利 也不是所有人都付得起离婚的代价 如果能有效制止家暴 继续在一起生活 也不是不可以 姜瑞书只听了她三言两语 一时也不清楚 具体情况是怎样 只能把所有的解决办法告诉她 你可以跟社区求助 或者妇联求助 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人生保护令 暂时跟你丈夫分开 如果你想起诉离婚的话也可以 现在你可以去医院做一个鉴定 作为她家暴你的证据 开庭的时候会对你更有利 办上她才再次开口 她不会同意离婚的 起诉离婚不需要你丈夫同意 只要有家暴证据 法官会支持你的主张 姜瑞书道 起诉就可以离婚 女人小声问 可以 姜瑞书肯定道 女人半天没说 嘴唇动了动 许久才到 那要怎么起诉 如果你决定离婚的话 我建议你去请一个律师 律师会帮你争取你想要的结果 他又沉默了办上 一定要请律师 我听说律师都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不否认有这样的律师 但如果被发现 这样的律师会被处罚 所以这只是少部分 不用担心 找正规的律所就可以了 那 那法官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 他显然还是没有打消对律师的质疑 想让姜瑞书上一层保险 他这个想法也挺实在 姜瑞书是法官 经常接触到律师 肯定知道哪些律师好 同时他还有个小心思 姜瑞书上过电视 有知名度 如果姜瑞书介绍的律师使坏的话 他就曝光姜瑞书 姜瑞书没管他那么多心思 律师他是真的知道不守 随便就可以推荐好几个 不过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安的萧然 萧然是专门打离婚官司的 于是他推荐了大安律所 他们有专业的离婚律师 你可以先去咨询一下 到时候再决定 要不要委托律师 女人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大安律所 跟姜瑞书要了地址 便说去找律师了 等他离开 姜瑞书重新打开电脑 但想了想 拿起了手机 给秦玉发了条短信 我给一个当事人 推荐了你们律所的离婚律师 姓鹏 三十多岁 他对律师和诉讼的了解都很少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个 做无偿代理的离婚律师 我记得 你们大安很多律师 都会做一些无偿代理的吧 第170章 同学聚会 那个女人看起来经济条件一般 大安律师的业务能力都很强 相应的收费也不低 但他知道 大安的律师会做无偿代理 所以才会推荐大安 秦玉看到短信已是下午 便问陶玲 今天是不是有个女人来找离婚律师 陶玲有点莫名 非快回忆了一下 秦玉今天的工作安排 你另外约的 不是 就是一个来找离婚律师的女人 姓鹏 三十多岁 有没有预约 预约的是哪位律师 应该没有预约 陶玲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么个无关的人 还是去问了下前台 过了一会儿回来告诉他 没有这样的人来访 秦玉恩了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给姜瑞书回短信 人没来 姜瑞书不知道 那个女人是还没去大安 还是临时改了注意 但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 便回到 知道了 打扰 下班的时候 姜瑞书接到沈诚的微信语音 瑞书 姜法官 这周末 你有没有空 自从上次重新联系上后 这还是沈诚第一次联系他 他问道 什么事 沈诚笑呵呵回复 这不是好不容易跟你联系上吗 大家准备搞个聚会跟你拒绝 好多年没见你了 都特别想你 大概是担心姜瑞书不愿来 接着他又发来一条语音 说明具体情况 就我们在市里的一些同学 大概八九个吧 上了大学后很多同学都出去了 最后真正还在S市的也没几个 平时没事 大家就会出来聚聚 这次听我说遇到了你 大家都说想跟你聚聚 他们一中是S市最好的中学 223班又是重点班 大半同学都上了重点大学 全班43人基本都考上了大学 这一上大学便天南地北 很多人不是选择留在毕业的城市 就是去其他城市拼搏 很多人这辈子都可能再也见不到 还能聚在一起 的确不容易 沈诚又说 这聚会是为了他 不去有点说不过去 他其实也有点想见见以前的同学 于是问道 都有哪些同学 你先跟我说说 我怕我到时候都不记得大家名字了 沈诚 哈哈 不会的 都是以前关系就很好的同学 你肯定能认出来 要是认不出 大家也不会怪你 因为大便样的 不止我一个人 哈哈哈哈 被为了蛛丝料的 不止他一个人 掌残的悲剧有人分担 他可没什么好怕的 江瑞叔好笑 具体什么时间 沈诚 主要看你时间 周六下午六点怎么样 地点就定在纸兰会所 也不干什么 大家就吃吃喝喝唱唱歌 老规矩 哎哎 没问题吧 江瑞叔想了想 这周的工作安排 硬倒 行 那到时候 我跟你联系 沈诚最后叮嘱 你可一定要来啊 有家属的话 也可以带家属来啊 江瑞叔没上他的当 只道 那就说定了 周六见 忙碌的时间特别快 转眼就到了周末 周六上午 江瑞叔到法院 加了一上午的班 下午回凯旋公馆 刚回到家 范阿姨就招呼他 瑞叔 秋季新装送过来了 你快来看看 零零种种有二三十套 长裙 短裙 裤子 职业装 各种类型都有 另外 还配了十几双鞋 和几个包 江瑞叔想到 今晚要跟老同学聚会 纸兰会所那地方挺高档的 是应该挑一套 体面的衣服去赴约 挑来捡去 最后选中了一套 暗金色条纹断面长裙 上身搭一件 黑色镂空雕花的小赵衫 有点孩儿不入的小性感 但不夸张 越看越美 也特别上身 把他身材的优点 都凸显了出来 范阿姨直说好看 就该多打扮打扮 你这么年轻 别整天翻来覆去 就穿那几套 你不烦我都看烦了 江瑞叔笑笑 只怕他穿什么 范阿姨都说好看 挑完衣服 还要挑鞋子 范阿姨一眼 相中了一双流苏系高跟 这个好看 快试试 江瑞叔看了看 那细长的鞋跟 这根也太细了 这才好看 显腿长 要是谁敢冒犯你 你就拿这根踩他 踢他呼他脸上 保管你hold住全场 江瑞叔笑道 这理由也太强大了 事实证明 范阿姨的审美 一如既往再现 待江瑞叔 把那双流苏高跟鞋穿上 两人都被惊艳到了 细长的高跟 把江瑞叔的腿拉得很长 江瑞叔的脚 本来就长得秀气 尤其是脚踝 生得仙巧 而刘苏自脚踝垂下 走路的时候 微微晃动 撩人倒不行 范阿姨竖起大拇指 再去化个妆 完美 江瑞叔把衣服 先换了下来 洗了个澡 这才重新换上衣服 化了个比较日常的妆 又烫了烫头发 最后喷了点香水 夸上范阿姨 选的小手包 这一身打扮 比日常要精致些 又不至于太隆重 正适合去参加同学聚会 在他出门前 范阿姨拦住他 拍了好几张照片 我给你爸爸发两张 让他看看 自己女儿有多漂亮 江瑞叔知道 他怕自己 跟爸爸关系生疏 或者被外面的女人离间 总是想方设法 帮他刷存在感 其实没必要这样 他和爸爸的关系 用不着这样 但看范阿姨高兴 也就随他了 那范阿姨 我先出门了 今晚你在家自己吃饭 注意安全 玩得开心点 范阿姨叮嘱 指南会所距离凯旋公馆 有40分钟的车程 江瑞叔算好了 时间大概会提前 20分钟抵达 但没想到 路上遇到了车祸堵车 抵达会所的时候 已经6点 沈城连发了 两条语音过来 瑞叔 你到哪了 大家都到了哟 就差你了 江瑞叔把车停稳 这才回复他 我刚到停车场 马上就到 那你快点来 大家等的脖子 都长了 沈城那边 有不少人在说话 看来挺热闹的 江瑞叔回了个好 转身下车 请问女士 你有预约吗 他刚走进大厅 适应声就礼貌地 上前询问 春风十里 姓沈的先生预定 您这边请 适应声为他引路 不用带 我知道了 好的 那您请便 适应声按开电梯 做了个请的首饰 第171章 认人 江瑞叔已经有 很久没来这里 装修已经跟上次 有些不同 但大体布置没变 出了电梯 左转往前走了一会儿 果然看到了 挂着春风十里 牌子的包厢 老沈 江瑞叔来了没有啊 可别是你忽悠咱们 就是啊 江同学还来不来的 包厢的大圆桌 旁坐着八九个男女 眼看过了约定时间 有人忍不住发问 咱们的江法官 马上就到 刚说在停车场了 不信你们看 沈诚说着 把手机的聊天页面 朝几人晃了晃 法官啊 他真当了法官 真的不能再真 我之前去法院 处理交通事故 就是他给调解的 C区法院明二亭的江法官 法院网站上挂着名呢 之前他还上了试电试台 还在网上红过 你们真是太落伍了 竟然都不知道 沈诚知道江瑞叔 是C区法院的法官后 特地去了解了他的信息 后来又发现 他还在网上红过一段时间 这么厉害 我去看看 还真是 网上还有他的采访 哎呦 江瑞叔看着这么年轻啊 给我看看 这一晃都毕业十几年了 时间可真快 我怕是 要认不出他来了 沈诚吃了生 瑞叔认不出你是可能 但人家瑞叔可年轻着 看着二十出头 都快跟你差辈分了 哎 我说老沈 你这是乌龟笑憋怕 彼此彼此 别 你甘心当憋 我可不是乌龟 我去 沈诚你找打呀 来呀来呀 你打我呀 沈诚张开双臂 就在这时 包厢的门应声而开 一个高挑纤细的人影 出现在门前 笑闹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目光 都同时看向门口的人影 包厢里一共八个人 江瑞叔一眼看到了 坐在最外面的沈诚 沈诚左边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 大油头 裹字脸 西装革履 隐约还有些年少时的模样 右边是一个有些矮胖的男子 但不同于中年油腻男的猥琐 他是个白白嫩嫩的小胖子 鼻梁上架着一副黑矿眼镜 看到江瑞叔的时候 眼睛瞪着圆圆的 煞是可爱 在里面些是两男三女 光线有点暗 江瑞叔看得不是很清楚 抱歉 有点堵车 来晚了 江瑞叔微笑着开口 听到他的声音 大家回过神来 发出一声惊叹 沈诚站起来 瑞叔总算来了 来来来 过来坐 江瑞叔抬脚走过去 沈诚连忙让小胖子 往里边坐个位置 来 坐这里 哎呦我去 江瑞叔你这些年吃什么长大的 怎么看着一点都没变 说话的是沈诚左边的国字脸 江瑞叔坐下 看着对方 班长 班长一拍手掌 指着沈诚 谁说瑞叔认不出我的 江瑞叔一听就知道 班长跟沈诚又斗嘴了 以前他俩也老这样 用现在的话叫做相爱相杀 好记有一对 忍不住笑了笑 班长没什么变化 当然能认出来 那江瑞叔 你还认得我不 让座的小胖子问 江瑞叔看他 徐瑞 小胖子笑呵呵 眼睛弯弯 你也没怎么变 江瑞叔说 沈诚接话 是啊 几十年如一日的小胖胖 徐瑞哼了声 人家都说胖子是前力骨 我不剪下来 我就一直是前力骨 可不像某些人 以前是机油骨 现在是垃圾骨 江瑞叔 那我呢 说话的是徐瑞旁边的女子 约28、9岁的模样 鹅蛋脸 保养得很好 但面容已经有些陌生 已不是青葱少女的模样 江瑞叔在法院工作间的人多了 看出他应该已经结婚生子 工作应该挺体面 否则也不会来这里参加同学聚会 他眼里的笑意 和浅浅的梨窝 让江瑞叔觉得熟悉 孙夏 孙夏的成绩 在班里不上不下 不管月考期末考 难度高还是难度低 他十次有九次维持在二十名 算是一个很奇葩的存在 被老师说过很多次 但他自己没有太大的进取心 成绩不难看 就不愿再努力 不过他家境很好 不管高考成绩好不好 他都不愁工作 是个整天吃吃喝喝的吃货少女 孙夏激动地拍手 是我 真的好久没见了 你一直在S是吗 江瑞叔嗡了声 毕业后就回来了 那你怎么不跟大家联系 你是不是不在班群里了 江瑞叔顿了顿 感觉大家一下子也安静了 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他之所以不在班群 是因为上大学后 某一天 他突然被踢出了班群 那时候同学们备战高考 很少在群里冒跑 而他也忙于学业 很久以后才注意到这件事 他还以为是不是踢错人了 跟加了好友的同学 要了群号重新加回去 然后没有然后 后来他才知道 他被管理员设了 不再接受他的入群申请 一想到管理员是谁 他大概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在班里年纪小 成绩第一 性格也好 平时跟同学们的关系都挺不错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总会有些人看另外一些人不顺眼 离起自己这个提前毕业 年纪比所有人都小的同学 对223班更多人而言 自然朝夕相处三年 历经紧张的高三 平时又受欢迎的同学的情谊 更加深厚 反正关系好的同学 基本都加了好友 所以他懒得再加回去 但大学后天各一方 大家有了新的校园生活 认识了新的同学 慢慢的也不再联系 很多人都换了联系方式 十几年过去 便也断了联系 江瑞叔淡淡笑了笑 工作太忙 每天两三的开庭 要不是这周刚好有空 你们平时 约我都不一定抽得出时间来 就是 你以为谁都像你在自家公司 混吃混合 整天闲得没事做 我们江同学可是法官 每天要为老百姓主持正义 沈诚打圆场 孙夏哈了声 什么叫混吃混合 好了好了 孙夏你的提问时间完毕 下一个 班长查科打混 笑嘻嘻道 瑞叔你刚才可是迟到了 要是不能把所有人认出来 可要自罚三杯 孙夏其实已经意识到 自己刚才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哼哼两声 没再说什么 第172章 跟你没有代沟 那我呢 江瑞说 孙夏旁边的女子笑呵呵接话 她的五官比较大 眼窝深陷 面相有些灵力 再加上画了烈焰红唇 给人很强的攻击性 江瑞叔在脑海里搜索了一下 不是很确定的叫了个名字 孟希然 孟希然笑道 他们都说 我变化很大 我今天还特地用遮瑕 把嘴角那颗纸给盖住了 你怎么认出来的 说实话十多年没见 别说名字 哪怕长相没什么变化 面对面也不一定还记得对方 今天他还特地 把自己最大的特征给遮住了 没想到江瑞叔还能认出来 沈诚跟我说来的都是 关系很好的同学 所以我就知道是你 江瑞叔道 其实他也有很多人已经不记得 来之前特地翻出了高中的全班合影 把人记了个七七八八 沈诚说 都是以前关系很好的同学 那就很容易认出来 别看孟希然长得不好相处 其实人挺热心的 以前喜欢拿他当小妹妹照顾 一来二去 两人关系比一般同学要好些 我都三十好几了 倒是瑞叔你真的没什么变化 就是小姑娘变成了大美人 孟希然感慨 可不是吗 当年瑞叔在班里小小一只的 跟个小妹妹似的 沈诚笑道 以前跟个小妹妹似的 现在你跟人也像是差了倍的 孟希然嘲笑他 孟希然 你这样说你曾经的暗恋对象好吗 以前沈诚长得帅 性格开朗的大男孩 又是擅长运动的体育委员 班里很多女生对他有好感 孟希然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少年时的情愫来得快去得快 孟希然喜欢了他一个学期 没等告白 放了个暑假来就没了感觉 毕业的时候 他还特地跟沈诚说了这事 沈诚那叫一个一言难尽 那是我不懂事 幸好没入手 不然垃圾骨就砸手上了 沈诚无奈 只能瞪徐瑞 都是他说什么垃圾骨 徐瑞一脸无辜 有什么事冲班长去 欺负我算什么本事 无辜躺枪的班长 别扯我 你们相爱相杀一边去 孟希然旁边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跟沈诚差不多一个体型 但沈诚一开口 就会让人觉得 他很开朗活泼 顶着啤酒度 也不觉得油腻 这个人倒也不讨厌 就是看起来比沈诚要事故些 冲江瑞书笑咪咪问到 听说我们的江同学 在C区法院当法官 江瑞书淡淡笑了笑 是的 你是袁诚吗 沈诚介绍 咱们袁处长现在也是官 不过跟瑞书你不是一个系统的 你是法官 他是税务那边的 袁诚谦虚道 什么官不官的 一个小处长而已 都是人民公仆 江瑞书笑了笑没搭话 将目光转向他旁边的男子 张明远 张明远笑道 万分荣幸 江同学还记得我 以后有机会常出来聚聚 张明远旁边是个年轻女孩 二十五六岁的模样 江瑞书怎么看都眼神 年纪似乎也对不上 审承起哄 哦吼 这个认不出来了吧 认不出来就要认罚呀 女孩只看着他 笑而不语 气定神贤的 看来跟大家都认识 江瑞书再次打量他 发觉他跟张明远做得很近 身体也下意识靠近 而张明远对于他的靠近表现很自然 这说明两人关系很密切 江瑞书心里一下子有了猜测 你是张明远女朋友吧 看女孩哑然的神情 江瑞书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张明远笑问道 你怎么猜出来的 看你们般配 江瑞书开了句玩笑 女孩咯咯直笑 你们法官私底下这么好玩的吗 法官也是人 脱了法袍 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江瑞书微微笑道 随后将目光转向女孩身边 最后一个还没叫出名字的女子 她穿了条红色修身衣字兼长裙 露出衣字平肩和精致的锁骨 肤色在昏黄的灯光中白的反光 脖子上戴了一串红宝石项链 最大的一颗红宝石 坠在她若隐若现的事业线上 此时 她正一手撑着下巴 时不时用左手屡屡头发 随着她的动作璀璨的光芒一闪而过 是左手中指上戴着一枚鸽子弹 在灯光下反射出夺目的光 对方唇边勾着笑 等待江瑞书叫出自己的名字 苏天天 女子的笑容顿时将了江 下一刻眯起了眼睛 怀疑地打量江瑞书 江瑞书对上她暗含锋芒的目光 一脸淡然 不是 看来我们班的小神童不记得我了 女子悠悠叹了口气 其他人你都认得出来 就认不出我 哎 真伤心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好没面子 沈成敏锐的觉察 气氛有点不对 突然一个电光火时间 响起了往事 暗叫不好 马上笑呵呵道 瑞书 认错了可要认罚的呀 这时 江瑞书突然露出了笑容 我开玩笑的 秋爽 是吧 我怎么会不记得 沈成总觉得 江瑞书最后一句话 似有所指 但看他笑容真切 语气轻松 一点也不像介意的样子 又觉得 自己想多了 秋爽的脸色却有些不好 他更觉得 江瑞书是话里有话 还记恨着以前的事 但江瑞书的神情语气 就是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又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想计较也计较不了 皮笑肉不笑道 没想到江瑞书你 现在还学会开玩笑了 以前整天门头读书 连话都不跟大家搭几句 要不是听说你一直这样 还以为你这个学神 瞧不上我们呢 你们年纪都比我大 开始有点带勾 所以不爱说话 江瑞书开玩笑 沈成马上嚷嚷起来 哎 瑞书你这话说的 就太扎心了呀 什么叫跟我们有带勾 对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跟我们有带勾 那你现在跟我们 还有没有带勾啊 必须解释清楚 不然以后没法玩了 几个男同学叫唤起来 让江瑞书给个交代 一下子把刚才微妙的气氛冲淡 江瑞书一点也不推辞 开了一瓶酒 满满三杯酒 不带停顿 一饮到底 好 大家纷纷叫好 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第173章 终于见到你 聊一圈下来 江瑞书也知道了 在座几人的现状 沈成现在自己做生意 开了几个连锁商铺 班长在国企任职 目前是中层领导 小胖子徐瑞做网商 孙夏在自家餐饮公司上班 未婚夫是他家公司的合作商 孟希然在大企业上班 女强人一枚 袁成在税务系统当的小领导 张明远做自媒体 有一个知名公众号 至于邱爽 在大家的调侃和吹捧中 江瑞书得知 他现在有多重身份 模特 演员 作家 投资人 听说他出演过几部电视剧 上过时尚大刊封面 还出版过两本书 在网上有百万粉丝 电视剧江瑞书听说过两部 但对邱爽完全没印象 时尚大刊不曾关注 也不知道邱爽什么时候做了模特 两本书 一本是写心路历程 一本是心灵鸡汤 江瑞书也完全没听说过 百万粉丝的大V号 江瑞书上社交平台看了下 但是转发和评论量 大多只有两位数 倒是微博每天好几条 不是自拍 就是鸡汤 投资人就更不清楚 但不难看出邱爽混得不错 人脉很广 也难怪他的穿着打扮 不大像普通人 你们知道 政府最近要举行一个 商界杰出人士联谊会吗 邱爽说着 看向孟希然 孟希然 你们老板 应该受到邀请了吧 孟希然淡淡道 这我不知道 我只是个小秘书 我还以为到时候 能见到你呢 邱爽很是遗憾的语气 听你的语气 你是接到邀请了 原成笑眯眯问 邱爽嫣然一笑 我就是去打酱油的 恭喜恭喜 原成作为税务系统的人 经常跟商界打交道 自然知道 这个联谊会的级别有多高 这可是 汇聚了我们省 最上层的商界大佬 还有很多重要领导参加 去一次 马上就能得到升天 大家纷纷道喜 邱老板 未来的邱大佬 狗富贵无相忘啊 邱爽娇笑 我就是去掌掌见识 人家大佬哪会理我呀 你太谦虚了 回头给我们发发照片啊 也瞻仰瞻仰大佬们的风采 我尽量 到时候发朋友圈 你们可要给我点赞 一定一定 邱爽眸光一转 落在了姜瑞书身上 姜瑞书 你怎么不说话 还跟我没有代沟吗 姜瑞书对上他的目光 平静道 没有 只是在听大家说 你的风光事迹 没想到你会这么成功 邱爽目光顿时有点冷 什么叫没想到 他会这么成功 难道他以前一直 瞧不上自己 邱爽总觉得 姜瑞书话里有话 似笑非笑道 以前小神童总是年纪第一 觉得我们学渣 没出戏也正常 不过这人成不成功 出了学校才知道 光看成绩不行 名牌大学出来 还是个打工的 很多还不如那些网红啊 主播呀什么的挣得多 你说是不是 上好大学不一定能挣钱 但上好大学 会比不上要多一点选择 邱爽哥哥笑了两声 听说你现在在法院工作 嗯 我听说现在公务员工资不高 你当法官一个月有多少钱 不多 姜瑞书淡然道 却不说有多少 不多是多少 邱爽追问 姜瑞书却不回答 只是看着他笑而不语 气氛再次尴尬起来 邱爽也因为姜瑞书不搭理他 尴尬得下不来台 沈诚心里有点怪邱爽找不自在 好好的同学聚会 十几年没见 就不能放下以前的小心思 非要搞这么尴尬 这次聚会是他发起的 这么明枪案件的 未免有点不给他面子 正想打圆场 包厢的门突然被推开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来 打头那人往包厢里一扫 有了声 都到齐了 老魏 沈诚认出来人 起身招呼 你不是说不来了 对方笑容满面走进来 原本是赶不过来的 客户那边临时取消了见面 我就马不停气赶过来了 他看向姜瑞书 笑道 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重新联系上 能来我肯定要来见见的呀 听沈诚叫他老魏 再看他一派风流潇洒的模样 姜瑞书便知道是谁 魏轩 魏轩走过来伸出手 好久不见了 姜瑞书 姜瑞书伸手握了握 好久不见 目光落到他身后的男子 大约一米八的个子 一身挺刮的银灰色西装 将他高挑精状身材勾勒出来 可以看出他对身材的严格管理 眉清目秀 眼中含笑 皮肤略白 将八分的长相提到了九分 在他看过去的时候 一双桃花眼 也含笑看着他 姜瑞书微微一愣 这时 魏轩先开口了 对了 这是我朋友前清浩 大家认识认识 前清浩朝在场几人微微一笑 早就听魏轩说 有一群关系很好的同学 经常一起吃饭聚会 羡慕已久 这次找到机会过来蹭饭 说吧将目光转向姜瑞书 声音温润 瑞书 可以这样叫你吗 终于见到你了 其他人哪还看不出 他是冲姜瑞书来的 顿时起哄 哦 瑞书你们认识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瑞书 你是不是还没谈男朋友 还有 什么叫终于见到了 姜瑞书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前清浩 听大家乱糟糟的起哄 解释道 以前因为一些事认识的 只是没见过面 你怎么会来这里 后一句是对前清浩说的 前清浩知道 他不想说是相亲介绍的 跟着解释了一句 今天碰巧听魏轩说 有同学聚会 有个很久没见的同学要来 没想到 是你 所以我就一起过来了 哦 这意思太明显了 姜瑞书以为他们早就 默认没戏了 平时都不怎么联系 听他这么说 也没觉得他有多喜欢自己 只当他是想见一见自己 淡然道 真巧 没想到你跟魏轩是朋友 我也没想到啊 魏轩笑嘻嘻勾着前清浩的肩膀 早知道我们之间是这样的缘分 我就连线让你们见面了 第174章 缘分 都是缘分 前清浩浅浅笑着 低头看他 可以坐你旁边吗 还没等姜瑞书说话 沈程主动让座 来 你坐这里 谢谢 前清浩含笑点头 欣然在沈程原来的位置坐下 顿时 大家的目光 在他和江瑞书之间扫来扫去 纷纷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江瑞书没想到 来个同学聚会 还能遇到相亲对象 前清浩这是打算重新接触他 没有很打扰你吧 他低声问 打扰还算不上 江瑞书摇摇头 没有 那就好 他轻轻笑了笑 其实很早就想见你了 可惜总是约不到你 今天算是如愿以偿 江瑞书不知道怎么接话 礼貌地笑了笑 瑞书 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 说来给我们大家听听呗 见他俩说悄悄话 沈程马上点名 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 诉讼常备 魏轩跟他唱双簧 面对大家打趣的目光 江瑞书从容笑道 没说什么 你们希望我说什么 某人逃客翻围墙 摔了个狗啃屎 把门牙刻断了 还是某人写情书 不小心夹在了作业本里 直接交给了班主任 沈程和魏轩同时闭上了嘴 哈哈哈哈 大家笑起来 江瑞书你还记得这些啊 不说我都忘了 沈程沉痛道 瑞书 你这样会失去我们的 彼此彼此 这么一阵插科打混 气氛再次活跃起来 很快 大家点的菜也上齐了 吃吃喝喝起来 班长倒了酒 来 敬大家一杯 难得今天瑞书也来了 十几年的老同学聚在一起不容易 希望我们以后 不管是一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一辈子都能再聚 接着 魏轩又到了杯酒 凑到江瑞书面前 瑞书 听说刚才你一口气喝了三杯 咱们来喝一个 旁边前清号帮他倒上酒 江瑞书到了生谢 跟魏轩碰杯 敬老同学 一饮而尽 好爽 大家喝彩 瑞书酒量不错 以后多出来喝酒啊 江瑞书笑着摇摇头 就喝几杯 多了不行 见他脸颊发红 大家也没追着他灌酒 喝酒图的是个你情 我愿大家开心 喝糊涂了容易出丑 哪有什么乐趣 喝完酒 魏轩笑嘻嘻凑过来 瑞书 你是不是还没有男朋友 所有人顿时看过来 前清号也看着他 唇边是清浅的笑意 似乎很期待他的回答 江瑞书知道他们想搞事情 若是自己羞怯 能被他们调侃一晚上 平静倒 工作太忙 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 这里就不对了 工作忙也可以考虑 你看我们这些老同学 不是结婚了 就是生孩子了 老沈家的孩子 都要上小学了 你比我们小一点 但也可以考虑考虑了 魏轩拍拍前清号的肩膀 我这哥们盘量调顺 事业有成 性格爆好 无不良嗜好 怎么样 考虑考虑 前清号一脸 任君平平的清浅笑意 江瑞书看了眼前清号 在几人灼灼注视下 脸上毫无羞涩之意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 嗯 再拉皮条 噗 旁边的沈成 一口酒喷在魏轩身上 魏轩跳起来 我靠 老沈 这他妈是我最好的西装 才穿一次 沈成连忙抽纸巾给他擦 抱歉抱歉 这么一闹 刚才的暧昧气氛 一下子淡去 前清号轻声笑道 你同学真活泼 江瑞书看了看 上穿下跳的魏轩 还有明着帮忙 暗里捣乱的沈成 十几年过去 大家好像怎么变化 不由一笑 你今天的打扮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江瑞书看他 他眼中含笑 声音温润 我原以为你法庭上 是一个严肃的法官 穿着法袍不苟言笑 私底下是个喜欢牛仔裤 唇棉T恤的森系女孩 没想到会是这么耀眼 就像一朵盛放的红玫瑰 叫人移不开眼睛 森系女孩 江瑞书微微勾了勾唇 我也没想到你 这么会夸人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一下 我说暂时不考虑 个人问题不是敷衍 我知道你不是敷衍 可能你不知道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 你的每一条朋友圈我都看过 我知道你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 不想把时间分在陌生人身上 但你也不排斥 你不想见面 只是因为 我还不足以影响到你 江瑞书看着他 不得不承认 他对自己这点的认识很准确 他不排斥开展一段恋情 但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 花费太多时间 遇到合适的人 就会去尝试 但遇不到也不着急 一切顺其自然 之前屡次拒绝钱庆浩的邀请 就是觉得 钱庆浩不足以让自己 愿意改变生活状态 跟他见面 还不如在家撸猫 从网络转为现实 这说明 我们还是有缘分的 不是吗 现在我并不是 要你答应什么 只是我觉得 你可以在你所考虑的范围内 把我加进去 听他说完 江瑞书对他有了第一次直观的认识 这人段位很高 特别会创造机会 他现在的考虑范围内 没有任何一个人 把他列入考虑范围 等于他是目前唯一的考虑对象 第一次见面 你觉得可以判断 两个人是否合适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江瑞书对上他的视线 抱歉 我不喜欢这样的开始 那我们现在是现实朋友吧 他很理智地退了一步 这个要求低到无法拒绝 江瑞书嗚了声 他微微一笑 端起茶杯 以茶代酒 敬朋友 江瑞书也端起杯子 敬朋友 这时 魏轩拉拉拉前清浩 给你介绍介绍大家 免得下次见到还不认识 我们这帮群 可是经常聚会的哟 说着朝江瑞书几枚弄言 瑞书 你以后也会经常来吧 江瑞书不理会他话里有话 道 只要你们挑我不加班的时候 那肯定的 十几年没见 可得经常见见 把以前的份给见回来 说着 他拉着前清浩 一个个介绍其他人 第175章 逼问 最后到秋爽面前 魏轩一本正经道 这是我们二二三班的 淡华秋爽秋大美人 现在是模特 演员 作家 投资人 样样都在行 特别厉害 秋爽撑了他一眼 魏轩 你这是扫我吗 魏轩哈哈一笑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嘛 钱清浩礼貌地伸出手 秋女士 你好 钱先生 你好 秋爽盈盈一笑 握了握手 不知道钱先生在哪里高救 证券公司 秋爽不着痕迹打量了一下他 你跟江瑞书怎么认识的 因为一些私事 他这么说 秋爽不好再问下去 又开玩笑时的说了句 我们的江同学 可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动的人 以前也不是没有追他的人 可他从来不给人好脸色 跟我们这些老同学 出的好的也不多 钱清浩淡淡一笑 在座几位 不就跟他出的好吗 秋爽轻轻叹了口气 以前是挺好的 魏轩意识到 他有点针对江瑞书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钱清浩是目的明确 要追江瑞书的 可不能还没开始 就闹了不愉快 连忙打岔 现在也很好 我都不知道江瑞书他这么能喝 可比以前要豪爽 走 我们找他喝酒去 他拉着钱清浩回到座位 乐呵呵找江瑞书喝酒 话说江瑞书 你跟沈诚是怎么联系上的 江瑞书跟他碰了碰杯 抿了一口 就听沈诚笑道 我前阵子 不是出了个交通事故吗 因为赔偿问题 跟人打了个官司 看到承办法官名字的时候 我就感觉是他 到了法院一看 我就认出他来了 魏轩亚然 江瑞书现在是法官 江瑞书点点头 希望我们不要在法院见面 法官可是个高尚的职业 严惩罪恶 为人民伸张正义 魏轩又敬了他一杯 敬我们将法官一杯 职责所在而已 江瑞书把杯中酒喝完 魏轩上下打量他 嘖嘖道 光看打扮 不说真不知道你是法官 法官不能打扮 当然不是 印象里法官都是很严肃威武 不苟言笑的 不像你这么年轻活泼 看法官性格吧 有些法官比较严肃 喜欢一板一眼的审理 讨厌不守规矩的人 有些法官比较活泼 开庭的时候气氛比较轻松 我们明廷就有个法官段子特别多 每次开庭都会蹦出很多金句 不过私底下大多法官都挺随和的 像他这样的明廷法官 遇到的案子大多各种利益纠纷 大多时候是严肃的 但有时候想严肃都严肃不起来 因为奇葩太多了 私逼掐架是常识 各种极品简直叫人大开眼界 原来法官有这么有个性的吗 法官也是人 脱下法袍 跟大家也没什么区别 那你办过这么多案子 是不是经常遇到难搞的人 江瑞书想了想 难搞的人太多了 数都数不过来 他随便挑了个不伤大雅的说 有次有个当事人败诉 第二天他来法院烧符咒 诅咒我找不到对象 扑 哈哈哈哈 这么奇葩吗 大家乐得不行 这时 钱青浩低声说了句 不会的 江瑞书看了看他 不得不承认他很会聊 他微微笑了笑 没有接话 大家被挑起了好奇心 纷纷问他当法官的种种遭遇 江瑞书能回答的回答 让大家感觉现实里的法官 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 这时 一直没吭声的邱爽突然问 江瑞书 你当法官一个月工资有多少 大家的讨论声戛然而已 这个问题有点下面子 谁都知道 公职人员的工作普遍不高 虽然S是经济发展不错 但能比得上自己创业 和在企业高层任职的收入高吗 沈承正要打圆场 钱青浩突然出声 邱女士可能不大了解法院系统 前段时间 那个名酒品牌打商标官司 给法院的诉讼费近百万 现在法官也看绩效 有能力的法官收入 可能不是很高 但也不会很低 邱爽嫣然一笑 是吗 我就是有点好奇 江瑞书这套裙子 是技嘉 刚出的新款吧 不打折两万六 手包差不多两万块 耳坠项链戒指 都是香奶奶加的 加在一起 至少十一二万 还有他手上戴的 Tiffany万表 我没看错的话 也是新款 七八万这样 也不知道 我们江同学的收入 是多少才能撑起这套行头 他当模特 经常接触时尚圈 对奢侈品牌如数家珍 一眼就能大致算出 江瑞书身上的 穿戴价值多少 要说这是江瑞书 靠自己收入买的 他不大相信 法官能挣几个钱 左右不是别人买的 就是借的 他可清清楚楚记得 江瑞书是从农村来的 他爸爸在城里打工 他妈妈没有工作 开家长会的时候 还来过一次 一个畏畏缩缩的农村妇女 穿上好衣服 也不像城里人 上学那会儿 翻来覆去 穿几套几十块钱的衣服 不像有钱的样子 沈承皱起了眉头 有点不高兴 秋爽一次次找茬 但还是马上打圆场 你问这个干什么 瑞书自己不买 家里也能帮买 左右不过二十万 家境好点的 谁都能买 这样吗 我记得江瑞书家里 情况不大好 爸妈从农村来的吧 我还记得他妈妈 有次来学校 连他在哪个班都不知道 手机也没给他买 联系家里 还要借同学手机 所以 我想他家里 应该不会买这么贵的东西 就担心江瑞书 是不是走歪路 现在不是很多人说 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吗 还经常有新闻说 一些女的公职人员 钱色交易贿赂上级 什么二十几岁的女副县长 三十岁的女副市长 秋爽 沈承真的不高兴了 你这什么意思 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块 你不会说话就别说 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知道我们老同学 怎么突然发达的 秋爽被训斥了 一点也没有不高兴 凡是唇边含着笑意 不加掩饰地看着江瑞书 第176章 惹不起 江瑞书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打扮 他是为了来见老同学 特别打扮了一番 没想到会引起质疑 这其实还不是他最好的形状 只是他对穿着打扮没那么讲究 当法官也需要低调些 所以平时穿得比较随意 见所有人都看着自己 他一点也没生气 反而开玩笑的 多谢老同学关心 我这身穿戴都是别人送的 没有违法乱计的来源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去举报我 阻止我走向堕落 送是真的别人送的 因为他的工资的确买不起 但没说是谁送的 只是他坦然的态度 却让人生不出不好的怀疑 哈哈怎么可能 你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认识这么多年 还能不知道 不相信别人 还能不相信你吗 来 喝酒 沈成连忙接话 想把这个话题掠过 偏偏秋爽 不想就此打住 他就觉得 江瑞书的钱来路不正 就算没有违法乱计 也肯定不光彩 什么别人送的 说不定就是调男人得来的 就像钱青浩这种优质男 看着青春 背地里不知道 跟过多少个男人 他高声打断沈成的话 那可不一定 认识十几年 可也十几年没见 谁也不知道 背地里会变成什么样 沈成迷还是这么单纯 女人想要得到什么 除了自己挣 还可以靠男人挣 手段可多了去 秋爽 江瑞书抬了抬手 示意沈成不用为自己出头 平静地看着秋爽 秋爽你很懂 怎么靠男人挣钱 我懂 是因为我看得多 身边太多这种人了 所以我一看 就知道 哪些女人是靠自己 哪些女人是靠男人 他一由所指 你觉得我靠男人 我可没这么说 你可别心虚自己戴号入座 江瑞书淡淡笑了笑 没再说话 见他退让 秋爽更加不想结束这个话题 江瑞书 你还没说清楚呢 你这身穿戴谁送的 这么大方 不会是前任吧 秋爽 魏轩也不高兴了 他哥们还要追江瑞书 他在这里诋毁江瑞书 用心太险恶了 江瑞书还是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 他这么说话 未免太难听 你能不能闭嘴 秋爽双手撑着下巴 一点也没有闭嘴的自觉 慢条思理道 怎么不能问 钱先生这么优质的男性 只有人品过关 家是相当的女孩子才般配 你是个好朋友 介绍人得把把关吧 可不能什么人都介绍给他 前卿好道 秋女士未免操心过多 我遇到的是什么人 自己会用眼睛看 不需要别人告诉我 就是 般配不般配 轮不到你管 魏轩不耐烦道 你少说两句 别搞坏气氛了 我就是好心提醒你们 可别被蒙骗了 女人要骗你们男人 你们一个个都跟眼瞎了一样 被骗得团团转 还以为人家冰清玉洁 见他越说越过分 班长也忍不住说他 你有话就直说 别拐歪抹脚的 秋爽一脸无辜 我说什么了 你们怎么 好像都要给我定罪一样 见他依依不饶 整个包厢的气氛都变得压抑 江瑞书开口问道 秋爽 我得罪过你 这话怎么说的 我就是对你有点好奇 毕竟十几年没见 大家对你都不了解 我们这些老同学 可以对彼此知根知底的 这不是想让大家多了解你 重新融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吗 听他不承认 还一副为他好的语气 江瑞书低头笑了笑 那当初 你为什么把我踢出群 秋爽一脸哑然 哎 有这回事吗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说起来 当年你提前上大学后 就一直没在群里说话 大家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不在群里的 还以为你有了新的班级 认识新的同学 不屑搭理我们主动退群的呢 那你为什么还设置了 不再接受我的入群申请 听江瑞书这么一说 其他人纷纷皱起了眉头 班群经历过一次亲人 因为有段时间莫名其妙 加进来一些陌生人 而江瑞书很少在群里说话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不在群里的 亲人可能亲错 但是设置拒绝入群申请 基本上不可能设置错 我不记得自己这样设置过 不是你自己退群 不愿意再加回来吗 你可别诬陷我 秋爽知道自己的回答有漏洞 但他也不怕 十几年过去 这种小事谁追究的清楚 江瑞书一听就知道 自己证明不了这一点 其实他大概知道 秋爽为什么针对自己 秋爽以前谈过一个校外的男朋友 有一次他和男朋友从宾馆出来 被他撞个正着 没多久秋爽跟男朋友开房的事 就传了出去 因为秋爽长得漂亮 受关注度高 这是很快就传遍了全校 那时候学生大多还很保守 开房这种事 跟早些年的艳照门一样轰动 秋爽大概认为是他传出去的 后来时不时就针对他 只不过没多久他就提前高考 先上了大学 后来再也没有见过 当年 你跟你男朋友开房的事 不是我传出去的 江瑞书觉得这件事得有个了结 是隔壁班米销传出去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秋爽脸色顿时一变 当年是他愚蠢无知崇拜古惑仔 谈了那样一个小混混男朋友 把他当真爱 被哄的什么都给了他 现在他想起来就觉得自己蠢 根本不愿提起那段过往 江瑞书看着他 你和你男朋友被我撞见那次 你们去的宾馆是米销家开的 那天他也看到了你 否则怎么会知道 你们用了几个避孕套 你闭嘴 秋爽脸色扭曲 尖声叫道 好 江瑞书淡淡应声 包厢里一片寂静 江瑞书夹了一筷子烤肉尝了尝 见其他人面面相去一动不动 很是随意的招呼 大家怎么都不吃 这么快吃好了 沈澄和魏轩默默对视了一眼 摇了摇头 妈也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当法官的人果然厉害 惹不起惹不起 第177章 有故事 江瑞书跟没事人一样吃吃喝喝 不识招呼别人 他酒量不错 阅历丰富 什么话题都能接下 一顿饭下来 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 都没有了生疏感 一群人吃饱喝足后 接着唱歌玩游戏 大家都是老熟人 都很放得开 鬼哭狼嚎 破音走掉响车包厢 气氛一下子嗨起来 不知道谁点了一首 明天我要嫁给你 一群人起哄 让江瑞书和钱青浩合唱 钱青浩笑着转移对象 这首歌更适合让张明远唱 江瑞书也不想搞得那么暧昧 笑道 我平时不大听国语歌 不怎么会唱 要不一会儿 我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吧 从来没听过江瑞书 唱歌的一群人 马上嚷嚷着 要听他唱 江瑞书点了一首 七 years 坐在高脚椅上 一手拉着卖架 一手打了个响指 麻烦调一下灯光 大家失笑 在前奏响起的一瞬 钱青浩起身 把灯光调暗 一束灯光打在他身上 好似世界在这一刻安静下来 钢琴声于黑暗中响起 Once I was seven years old My mama told me Go make yourself some friends Or you'll be lonely 他的嗓音比说话时要低沉 多了几分厚重感 不同于原唱对未来的期待 更像一个旁观者 在观察自己的生命 从容不迫 平静淡然 钱青浩凝视着他 灯光打在他身上 他就像一座孤岛立在那里 明明近在眼前 却感觉很遥远 渴望而不可及 这时 魏轩悄悄凑到他身边 用下巴指了指沉浸在演唱中的江瑞书 感觉怎么样 钱青浩的视线没有收回来 唇角弯了弯 轻轻地说了句 他很好 好是好 但我感觉我这老同学有很多故事 这种女人一般人驾驭不了 栽进去 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一辈子出不来 钱青浩撇头看了他一眼 我觉得 我们合得来 魏轩择了声 都不知道带自己哥们来这儿对不对 劝道 我觉得 你慎重点考虑 反正这种类型 我是销售不起的 要是我呢 我就找个傻白天的姑娘谈谈恋爱 三观合适时间地点都对的话 就这么结婚可以了 有阅历的女人 不好搞她拍拍钱青浩肩膀 你好自为之 Once I was seven years old 江瑞书唱完最后一句 钢琴声渐渐隐去 四周一片寂静 随后 掌声热烈响起 哇塞 瑞书唱歌好好听 看不出来 江瑞书这么会唱歌 刚才是不是放的原唱 那发音 那转音 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安可 安可 孙夏打手势 江瑞书喷笑 别这样 我会的歌不多 等我下次多练几首再唱 大家嘻嘻哈哈闹了一会儿 孙夏还点了两首歌 说下次要听他唱 这才放过他 等他坐回沙发 钱青浩递了杯水过来 谢谢 江瑞书抿了一口 很好听 他说 谢谢 那是你所期待的人生 江瑞书看他 过了一秒明白 他说的是歌词 我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青春期 大概以后也不会有 至于未来 我也没有那么明确的安排 只是感叹时光意识罢了 只看当下 顾好当下已经不容易 不是吗 钱青浩笑了笑 是的 其他人见两人聊得开心 都很时序的没有来打岔 唱歌的唱歌 游戏的游戏 玩得好不开心 唯独秋爽铁青着脸 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明明他以前 才是同学聚会的焦点 但江瑞书一来 所有人都围着江瑞书打转 但他不甘心就这么走掉 要是就这么走掉 跟败走没什么区别 以后这个小团体里 将没有他的地位 大家见他脸色不好 坐在沙发上不点歌 也不玩游戏 怕他又跟江瑞书发生冲突 搞得大家面上不好看 于是都没去招惹他 但就是这样的冷落 让他越发受不了 等到聚会结束的时候 他一个人喝得满身酒气 脸色涂红 眼神却冷得动人 你适可而止得了 江瑞书抱你隐私不对 但是你先招惹他的 以前也是你先对不起人家 算是扯平了 以后大家还要见面 这事就过去了呀 等电梯的时候 沈诚特地落后几步 低声劝秋爽 在他看来 江瑞书刚才有点不后抖 但他之前让了秋爽一次 是秋爽非要揪着不放 才逼得他反击 秋爽没理由怪人家 虽然不知道江瑞书 到底什么背景 但江瑞书今天的表现 但多一条人脉 总归没坏处 再者 江瑞书作为老同学 是他邀请来参加聚会的 他跟人闹了矛盾 自然也该 由他这么组织者从中调解 不然以后 哪还要联请大家出来玩 适可而止 粗爽横眉怒言 他那么吓我面子 你不帮我就算了 还叫我跟他算了 你本来就没道理 非要挑人家毛病 难道还不准人家反击 沈诚闻到他满身酒气 眼睛也是红的 暂时放弃跟他讲道理 行了行了行了 先不说这个 我帮你交个代价 你别自己开车 不用你管 你喝这么多不能开车 让交警 逮到你明天得上新闻 我自己会叫人 邱爽不领情 见他脸色难看 沈诚闻言不再说什么 急到前面问江瑞书 瑞书是自己开车来的 嗯 江瑞书按了按车钥匙 便踢口附近一辆 红色昂克塞拉的车灯 闪了闪 那是我的车 邱爽吃了声 穷逼才开这种车 江瑞书只当没听到 沈诚又问 那你是叫了人来接 还是叫代价 江瑞书正想说 这时 前青号先开口 我送你回去吧 刚才我没喝酒 沈诚瞄懂 那正好 你送瑞书回去更安全 江瑞书摇摇头 婉拒道 不用了 我已经叫人过来接 叫什么人 魏轩勾着前青号的肩膀 积极给自己的哥们创造机会 这家伙开了十几年的车了 经验丰富 人品过关 保管把你安全送到家 瑞书你就别推辞了 就是嘛 瑞书你就让前青号送的了 早点回家 大家纷纷劝他 第178章 来者不善 前面那是不是江法官 陶灵长着方向盘 看到前面一群人站在路边 突然发现有个人很眼熟 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江瑞书吗 秦玉正在后座闭目养神 听到陶灵的话 睁开眼 便看到江瑞书跟一群人在说什么 此时江瑞书有点头疼 正想再次婉拒 这时 沈诚招呼了声 有车过来了 大家别站在路上 前青号轻轻地挡了一下 把江瑞书挡在自己身后 江瑞书抬头一看 这车好眼熟 下一刻 驾驶座的车窗降下来 一张熟悉的脸孔出现在视线里 陶灵笑着跟他打招呼 江法官 陶助理 难怪眼熟 原来是秦玉的车 你怎么在这里 我跟秦律师来见一个客户 秦玉也在 江瑞书下意识看后排 后排的车窗缓缓降下 秦玉那张过分精致的脸露出来 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 秦玉靠着后排座椅 西装外套脱了下来 许事有些热 白衬衫解开了一个扣子 露出喉结 锁骨藏在衣领下 若隐若现 浑身上下写满了禁欲和性感 孙夏瞪圆了眼睛 忍不住嘀咕 这男的 这是不是明星 下一刻 秦玉便感到一道视线在打量自己 他寻着感觉看去 只见江瑞书身边 站着一个高大清俊的男子 正毫不避讳地看着自己对上他的视线 男子礼貌地微微汗手 下意识靠近江瑞书 秦玉微微眯了迷眼睛 江瑞书问陶灵 你们现在是去了 我开车送秦玉师回家 陶灵一听 就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 笑道 你呢 我也准备回去 陶灵看了看后排的秦玉 见他没什么反应 便道 那你跟我们一块吧 正好顺路 魏轩瞄了眼秦玉那张过分招摇的脸 心里有点提防 连忙道 瑞书 还是让秦昊送你回去吧 不用麻烦别人 陶灵笑咪咪道 不麻烦 顺路得很 这位先生送的话 还得自己打车回家 回头瑞书的车 还得叫人来开 也是麻烦 没关系 一直没吭声的秦玉突然开口 看着江瑞书 陶灵开我的车回家 我开你的车一起回去 不知道为什么 江瑞书觉得他的语气有点微妙 好像自己不答应 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墨玉和小猫咪 不过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说实话他真的不大 想让钱秦昊送自己回去 说到底不怎么赎 他送了自己回去 他还得自己打车回去 他不想欠这个人情 你没喝酒 他问秦玉 没有 说着他推开车门 一双大长腿伸出来 接近一米九的身高 在一群南方人中如鹤鲤鸡群 他淡淡地瞥了眼钱秦昊 有点俯视的感觉 钱秦昊眉头微微促起 男人的直觉告诉他 这个男人有点来者不善 但见江瑞书和他很熟的样子 自己却是第一天才真正见面 到底没有在说什么 只是微微笑着跟江瑞书道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到家给我发个消息 秦昊伸手接过江瑞书的车钥匙 一眼就看到了他那辆小破车 走吧 那我先走了 大家路上注意安全 江瑞书跟其他人告别 转身追上秦昊 钻进副驾驶 借好安全带 见老同学们还在看着自己 他笑着挥挥手 很快车子启动 驶出了停车场 刚才那男的是谁 魏轩总感觉那男的来者不善 不论是脸还是身材 都不比前轻好差 看他的车 可见财力也相当可观 最关键是江瑞书跟他好像还很熟 沈诚你知道不 沈诚一头雾水 我哪知道 我也是跟瑞书就见了一次 他该不是有男朋友了吧 不会吧 今天大家起哄他也没否定 应该没男朋友吧 邱爽冷笑一声 没男朋友可以有备胎 男朋友只能有一个 备胎可以有很多个 享受女朋友待遇 还不用负责 魏轩不乐意惯着他 我说邱爽 你就不能把人想好点 你以前针对江瑞书就算了 他今天把误会说清楚了 你别没完美了行不行 他就是故意的 邱爽坚声叫道 以后聚会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说吧一甩手 转身就走 明明是他自己误会在先 还耿耿于怀 他哪来这么大脾气 爱来不来吧 谁稀罕捧他臭脚 魏轩也恼火了 拽着钱青号 青号我们走 一群人不花而散 江瑞书坐在副驾驶上 今天喝的有点多 现在后劲上来 他有点晕 靠着座椅 脑袋晃了晃 晃到了秦玉这边 秦玉长着方向盘 目不斜视看着前方 他的侧颜特别好看 棱角清晰 眉毛既不过分浓密 也不显得稀疏 眉尾很直 显得很自信 眉额骨很高 让他的眼睛看起来很深邃 睫毛由后向两边延展 低眉垂目的时候 显得沉静温柔 睁眼时却是锋芒毕露 外眼角微微上翘 细长而有神 车中昏暗的灯光 在他脸上打上明灭不定的阴影 像经过画师精心设计 蕴染了无数次 才画出了这样一幅精致的侧颜 他的视线太强烈 等红绿灯的时候 秦玉扭头看了看他 便对上了他亮晶晶的眼睛 秦玉 秦玉 你知不知道 这样盯着别人看 很失礼 姜瑞书一时清醒 但反应有点迟钝 痴痴笑了声 你害羞 见鬼的害羞 在红绿灯跳转的瞬间 秦玉踩了脚油门 车一下子冲出去 姜瑞书的脑袋晃了晃 又转向了他这边 看着他慢吞吞地说道 你长这么好看 让别人多看看 也是造福社会 秦玉眉心一跳 怀疑他喝醉了 不然能说出这种流里流气的话来 你喝了多少 嗯 他想了想 白酒半瓶吧 四五瓶啤酒 我没喝醉 我要喝醉的话 给一瓶白酒吧 啤酒大概要一打 第179章 捏脸 没有醉鬼会承认自己喝醉 秦玉觉得 他就算没醉也半醉了 耐着性子跟他说 把头转过去 他没有马上应声 盯着他看 好像在研究什么 过了几秒 颇有钻研精神的问 别人的目光 会让你感到很困扰 你不会困扰 不会啊 法庭上一直会有人看着我 所以 我不会在意别人的目光 秦玉觉得自己 是失了制裁 会跟一个醉鬼讲道理 直截了当道 我不喜欢 行了吧 你从小到大长这么好看 还没被人看习惯吗 他很认真地问 秦玉感觉自己 今天就不该烂好心 送他回来 冷冷道 你再说 我就把你扔在这里 你威胁我 但我知道你不会 秦玉喝了声 你可以试试 姜瑞书眉之声 秦玉以为终于他消停了 谁知再次红绿灯的时候 他突然叫了声 秦玉 秦玉扭头看他 就见他突然凑过来 伸出双手 捏住了他的脸 然后捏了捏 秦玉不敢置信地瞪着他 干什么 你不是让我试试 他从容不迫道 我就试试 秦玉的脸一下子黑了 他是听不懂人话 还是故意的 他那是叫他试试吗 这辈子打击时期 就没有人捏过他的脸 这女人不但捏了 竟然还污蔑他 松手 他拽他的手 竟然拽不下来 他还换了个地方捏 秦玉直接气笑了 抬手就捏住 他脸上肉最多的地方 来个以牙还牙 但上手后的感觉 让他有点意外 姜瑞书看起来瘦高瘦高的 脸上肉倒是挺多 捏起来软乎乎的 竟然有点婴儿肥 姜瑞书瞪圆了眼睛 没想到他也会动手 马上轻声过来 越发地不肯松手 秦玉横眉冷目 松手 除非一起 他不知道在坚持什么 秦玉眉头皱起来 你先松 一起 他坚持 你当我稀罕捏你的脸 你不稀罕 那你先松手 不行 他断然反对 他在他这里的信用度 已经为负 你先松 万一我松了 你没松怎么办 你当你的脸很好捏吗 那你先松手 是你先捏我的脸 你先松手 是你让我试试 我才捏你的脸的 我没让你捏我的脸 松开 我不 秦玉怒目而视 姜瑞书也不甘示弱瞪他 谁怕谁啊 两人就这样 捏着彼此的脸 大眼瞪小眼 你再不松手 马上就绿灯了 姜瑞书瞄了眼红绿灯 先做出了退步 那我数三二一 我们一起松手 谁不松 谁是小狗 秦玉看着他 淡淡地嗡了声 那先说好 数到一就一起松手 姜瑞书目不转睛看着他 倒数开始 三 二 姜瑞书拖着长长的语调 看着他 突然飞快说了声音 同时松开了手 秦玉愣住 显然没跟上节奏 你怎么不松手 他眨巴眨巴眼睛看着他 谁不松手 谁是小狗 秦玉瞬间明白过来 自己被他耍了 他眼珠低溜溜地转 还不消停地问 刚才是不是手感很好 所以舍不得松手 你是不是没捏过 其他女孩子的脸 他黑着脸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把他塞回副驾驶 安全带从后面一拉 将他固定在了座位上 姜瑞书一点也不挣扎 痴痴地笑了声 可是不知为什么 这声笑让他头皮发麻 产生有一种诡异的错觉 好像自己刚才被他夺走了什么 坐好 再动手动脚 我现在就把你扔出去 他沉声警告那就是没有了 见他脸色难看 姜瑞书得出了答案 也是 你是铁处长 别说捏女孩子的脸了 估计小手都没牵过 秦玉脑门轻惊直跳 他还不知死活地问 那有人捏过你的脸吗 秦玉的回答是一脚油门 车飞快冲向前方 逃命式地往回赶 那也是没有了 你觉得这种行为很光荣 他声音冰冷 眸光四见 当然不是 但是你 他捏了捏手指 回味了一下刚才的手感 捏你的脸 是无数F大学妹的愿望 高冷男神秦师兄的万年冰山脸 让我捏到了 又滑又嫩 手感真好 除了小时候 我应该是第一个捏到你脸的人吧 嘻嘻嘻 秦玉差点把刹车当油门踩 这是什么鬼愿望 他怎么也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愿望 说好的宿迪呢 难道打败他 还包括捏他的脸 你有多少粉丝 大家都很渴望接近你 可是你太难见到了 所以大家对你有很多很多的幻想 有点像一个个目标 期待有一天能达成 他冷笑 捏脸也算目标 因为你长得好看 大家都想接近你 秦玉顿时想起了某些不愉快的工作经历 对这群女生的节操一点也不保期望 见他脸色不大好 姜瑞叔以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被捏了脸 凑过来轻声说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秦玉脸色顿时更加不好看 一个油门 车飞速向前 姜瑞叔由于惯性被安全带带回去 后脑勺撞到车门 唉呦了声 海老司机呢 开车这么不稳当 他揉揉脑袋 忍不住嘀咕 要不是在开车 秦玉很想给他一个暴力 要知道 他喝了酒是这副鬼模样 他今天打死也不会多管闲事 大概是见他真的生气了 他没再说什么 只是不时偷偷瞄他两眼 也不知道在打什么坏主意 秦玉脸色冰冷如雪 双手长着方向盘 将车速踢到路段允许的最高速度 什么都不想 只想尽快回到凯旋公馆 把这个罪鬼女流氓 送回该回的地方 这时 姜瑞叔的手机叮咚响了声 钱青浩 到家了吗 姜瑞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回道 还在路上 钱青浩的回复很快 回去很远 大概要四十多分钟吧 从指南会所回去要四十多分钟 钱青浩略想了想 地区吗 他和那个男人都住在地区 听对方的话 他们住得很近 而且很熟 进水楼抬仙得月 他的起步点已经比别人要低了些 那个男人 不像是会热心帮忙的人 可是他今晚特地停下来 帮助了姜瑞叔 还是不是很必要的时候帮了他 不论是出于什么目的 都足以说明 姜瑞叔对他而言 不同于一般认识的人 这些思绪一闪而过 很快收拢 他低头继续给姜瑞叔发微信 可能我不该这么问 但我很想确定 送你回家的人可靠吗 当然可靠 他看起来比较高冷 但人气是很好 不管有多生气 被捏了脸 也只是臭着脸 还是会把他送回家 第180章 秦娇娇 钱青浩看到这条回复 果然不是自己期待的结果 姜瑞叔不仅信任那个人 还他的感官很好 你们关系很好 姜瑞叔瞥了眼 一丝不苟的司机先生 司机先生几乎是同时觉察他的目光 回看了一眼 满是警告的眼神 姜瑞叔捧着手机打字 不大好 钱青浩看着他的回复 很敏锐地觉察到了 他话里有别的意思 吵架了 姜瑞叔有点惊讶 你怎么知道 感觉 既然你们是朋友 你信任他的人品 他愿意送你回家 按理你们的关系应该很好 可你对彼此的关系评价却不高 最可能的原因 就是你们产生了矛盾 你这不是感觉 是分析很强 所以我分析对了 一半一半吧 那另一半呢 一半是他的确信任秦玉 秦玉这人有时候一言难尽 但他人品上没有可以指摘的地方 另一半是他跟秦玉关系真算不上好 每次见面都横吹鼻子竖挑眼的 没有哪次能和谐相处 姜瑞叔 一言难尽 他现在打字慢吞吞的 不耐烦说清楚 见到这样的回答 钱清浩点到为止 没有再问下去 换了个话题 今天很开心 下次聚会 我可以再去吗 如果有下次的话 今天算是跟邱爽彻底闹掰了 虽说都是老同学 但他跟沈诚他们的交情 说到底就高中两年 中间断了十多年的联系 交情自然比不上 一直保持联系的邱爽 所以他也不确定 沈诚他们下次还会不会邀请自己 邀请的话他就去 这些同学都挺好 十几年后还能再重聚 是很难得的缘分 但如果他们顾及邱爽的感受 以后特地避开他 他也不会介意 人有亲书是长情 正想着 手机叮咚一声响 却是沈诚发了条语音过来 瑞叔 今天真对不住 我不知道邱爽跟你有过节 要知道 我就不叫他了 本来是专门给你办的聚会 结果搞成这样 下次我做东西给你赔礼 我们十几年的老同学 可不能就这样生分了 这以后我们各论各的 邱爽那边你不用管 下次再叫你 你可不能不来 各论各的 那就是 他们跟邱爽玩 但不妨碍他们跟他玩 但不会让他俩撞上 成年人的交际 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 不会像小朋友 跟他玩你就不能跟我玩 沈诚的处理方式 比他预料的要更圆滑 语音开了外放 秦玉听到瞥了他一眼 说好的同学聚会 原来撕逼去了 江瑞叔给沈诚回来的没问题 过了一会儿 沈诚又回到 那这么说定了 你回到家没有 得知他还没到家 沈诚又问 送你回家的那人是谁 是不是也是你的追求者 刚才他跟钱青浩两个 好像都有点看不惯对方 江瑞叔想关掉外放 但已经来不及 秦玉听了个全虎 下一刻 他就听到了秦玉的嘲讽 你同学眼神不好 还喜欢自作多情 江瑞叔就知道 他会讽刺自己 这话背着人说说没什么 但当着人的面都听到了 要多尴尬 有多尴尬 善善道 你出现的时机太巧 让他们误会了 也打断了 你和追求者的好事 只是第一次见面 还谈不上追求 那你刚才捧着手机 跟谁聊天 江瑞叔目光怀疑 你怎么知道 秦玉吃笑了声 刚才他看我的眼神 像一只正在守着 雌鸟求偶的熊鸟 提防竞争对手 我坏了他的计划 他肯定不放心你落到我手上 于是在路上跟你联系 吸引你的注意力 破坏你与其他男人 独处的机会 这什么鬼比喻 江瑞叔 你经验挺丰富 不是我经验丰富 是他的眼神太明显 什么眼神 秦玉想起那个男人 靠近江瑞叔的举动 和那个探究的眼神 他故意录给他看的 意在告诉他 江瑞叔是他的目标 虽然没什么关系 但是 就是有点不爽 秦玉撇头看了看江瑞叔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江瑞叔等了半天 等到这么一句话 不赞成地看着他 你知道说话说一半 会跌人品吗 秦玉看着前方不理他 秦律师 秦师兄 秦同学 秦大佬 铁处长 投铁派坐下大师兄 江瑞叔换着名字叫他 秦玉听得眉心直跳 恨不得给他两个暴力 就是不搭理他 秦娇娇 一个刹车 江瑞叔习惯性冲出去 随即被安全带带回来 勒得他差点喘不过气 只见秦玉眯着眼睛 声音冰冷 你刚才说什么 江瑞叔一脸淡定 铁处长 秦玉的脸一下子黑了 这个见鬼的铁处长 到底谁给他起的外号 他有心反驳 但事实无法反驳 他愤愤地重新启动车子 决定下车前再也不跟他说话 江瑞叔像偷导游的小老鼠 满肚子的笑 好在理智尚存忍着没笑出来 不然秦玉肯定会发脾气 在心里记小本本 他的心情很好 由内而外地感觉到轻松爽快 大概有酒精的作用 来得很突然 没有来由 但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开心 不过这份心情没有感受多久 他到底是喝多了 靠着座椅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回到凯旋公馆的时候 夜已经很深 秦玉把车开到江瑞叔家门前 扭头发现他睡着了 大约是心情好 他唇边挂着一抹浅浅的弧度 睡颜格外安详田径 也是此刻 他才发现 江瑞叔今晚的打扮 跟平常有很大不同 头发烫成了很自然的曲度 左侧头发拢到耳后 用一枚珍珠发卡夹住 耳垂坠了一条很长的 银质蝴蝶耳饰 落在精致的锁骨上 因为他歪头靠着座椅 其间的头发垂落在肩头 露出半截奇长白皙的脖子 妆容比平时要精致些 纯色烟红 将他的五官衬托的容光焕发 他上身是一件镂空的罩衫 里面是铜色系抹胸 若隐若现地露出一片血白的肌肤 散发着寒而不入的小性感 与法庭上威严肃穆的法官截然两样 第181章 吃了秤驼 看着他的侧脸 秦玉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光 想起了很久以前 其实很早就见过他 那时候刚过完年 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遍地银庄素果 小区里堆满了雪人 那天他回学校看望老师 在老师家楼下 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拎着大包小包 长长的羽绒服 把他整个人包住 瘦瘦小小的 戴了一顶黄色的毛线帽 像冬天里的一抹小嫩牙 格外招人眼 一头乌黑的头发 凌乱地贴在脸上 显得脸特别小 一脸的稚嫩 许诗玲的东西太多 他有些手忙脚乱 吭哧吭哧地喘着热气 看到人也不会叫帮忙 那一栋楼住的大多是 F大的老师和家属 很多老师都认识他 当时他还想 是谁家亲戚的小孩来拜年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 现在小孩已经长大了 秦玲感觉自己 好像直到此刻才看清楚 姜瑞叔长什么样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孩 不是多年前 跟他相争的宿敌学妹 不是法庭上严肃的法官 也不是平时牙尖嘴利的邻居 他的长相第一眼并不惊艳 但他的骨相极好 光洁的额头 秀气的鼻尖 饱满的苹果鸡 微翘的下巴 往下是奇长鲜白的薄梗 形成一道优美的曲线 这种感觉有点奇妙 见他睡得香甜 他把车开到姜家门口 没有直接叫醒他 准备下车去叫姜家的人过来接手 但就在这时 范阿姨已经发现了停在门外的车 见姜瑞叔的车一直没进门 马上跑了出来 看到驾驶座上的是秦玉不是姜瑞叔 范阿姨吃了一惊 随后才看到了副驾驶上 已经睡着的姜瑞叔 连忙问 秦先生 我家瑞叔这时 他喝醉了 范阿姨有点迷糊 瑞叔今天不是出门 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吗 秦先生好像是大学同学吧 怎么搞到一块去了 但看姜瑞叔睡得安详 没什么不妥的样子 他放下了心 道 多谢秦先生送瑞叔回来 你能不能把车开进来 秦玉嗷了声 长着方向盘 把车慢慢开进姜家的停车库 范阿姨道 有劳秦先生 今天太晚 就不招待秦先生了 秦玉点点头 熄火下车 范阿姨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马上闻到一股淡淡的酒味 果然是喝了酒 随后又往他身上打量了一番 没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这才轻轻推了推他 瑞叔 瑞叔 江瑞叔睡得很沉 叫了许久也没反应 范阿姨没办法 只好把扶他出来 但江瑞叔看着瘦 可作为一个常年健身的人 瘦不意味着体重轻 范阿姨刚把他扶出来 就差点被他压倒 还是秦玉手急眼快 把江瑞叔揽到怀里 这才避免了摔倒 范阿姨虚惊一场 惊叹道 瑞叔怎么这么重 这孩子是吃了秤驼吗 秦玉嘴角抽了抽 感受了一下怀里的分量 的确有点重 看来平时健身没少用功 我来吧 范阿姨是真没想到 江瑞叔这么重 他再把他给摔了 文言连声道 那就太感谢秦先生了 秦玉干净利落地 将人打横抱起 随着他的动作 江瑞叔整个人 便陷入了他的怀中 脑袋自然地靠着他胸口 脸颊好巧不巧地 贴在了他心脏的位置 他有点不自在 但喝醉后的江瑞叔 浑弱无骨 哪里都是柔软一片 让他的手不知道放哪好 只能尽量让自己 忽视这份不自在 范阿姨见他 稳稳当当的一点不懂 心道年轻人力气真大 一边在前面带路 秦玉第二次来江家 整栋别墅 只有客厅的灯亮着 显然是范阿姨 在等江瑞叔回家 家里很安静 似乎只有范阿姨 一个人在家 大约是感觉到了 家里的空荡 范阿姨微笑着轻声道 平时就和瑞叔在家 瑞叔还是这一两个月 常回这里住 以前他住必去那边的 这也算是解释 为什么得他帮忙 家里没有其他人 江家就瑞叔一个孩子 他爸爸常年东奔西 跑不着家 瑞叔不喜欢家里住太多人 所以平时就我和他在家 范阿姨只说了的大概 毕竟他对秦玉还不是很熟 家里的事不方便说太多 秦玉心中明白 也没有在问什么 上了二楼 范阿姨推开了中间的房间 这是瑞叔的卧室 江瑞叔的卧室不算大 一张一米八的大床 靠墙摆在中间 床边铺了长毛地毯 靠窗的那面墙 摆着一张单人沙发 墙上挂着几幅油画 卧室门左右有两个门 一个是卫生间 一个是衣帽间 整体布置偏冷色调 连空气都是冷冷清清的 若非梳妆台上摆着化妆品 这个卧室几乎看不出 是个女孩子住的 秦玉正要把人放到床上 突然听到他嘴里嘀嘀咕咕的 说着什么 娇娇 秦玉的脸瞬间黑了 手一松 将他扔到了床上 他打了个滚 愣哼一声 没了动静 发阿姨还以为他失手 连忙凑过来 见姜瑞书睡得酣甜 这才松了口气 回头见秦玉已经出去 连忙追出去 秦先生 今天真的太感谢您了 举手之劳 秦玉脸色冷淡 告辞 发阿姨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变脸 明明刚才还好好的 但现在已经很晚 也不方便再招待他 便道 秦先生慢走 回到住处 秦玉先洗了个澡 处理脏衣服的时候 才发觉蹭了姜瑞书的酒气 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差 他给陆思安打了个电话 步入中年 且仍然单身的陆老板 在发现余伟文又多了一条后 便开始养生 接到电话的时候 早已经睡下 打着哈欠问 秦少爷 您大半夜来店有何贵干 你们到底给我起了几个外号 陆思安 怎么又问这个 豌豆先生是什么意思 陆思安 秦娇娇又是什么意思 陆思安 你跟我说的是一个话题吗 第182章 车祸 第二天 姜瑞书在生物中的作用下 准点醒来 醒来的时候 脑子有点断片 望着熟悉的天花板 一时间分不清 惊喜何悉 想不起自己 为什么躺在床上 过了好一会儿 记忆回潮 他才想起 自己昨晚去参加同学聚会 喝了不少酒 回来的时候遇到了 秦娱 是他帮自己开车回来的 想起自己昨晚干了什么 他有点头疼 自己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然捏了秦娱的脸 其实他意识挺清晰的 就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 老想去招惹别人 结果 不小心把人给招惹狠了 但想起秦娱的脸色 又忍不住有点想笑 他大概从来没被别人 这么调戏过吧 脸都快扭曲了 不过 他也捏了他的脸 算是扯平了吧 瑞叔 你这么早就行了 范阿姨见他下楼 连忙问 头晕不晕 将瑞叔摇摇头 没事 范阿姨有吃的吗 肚子好饿 给你炖了小米粥 你昨晚醉酒 正好消化 范阿姨把小米粥端上桌 一边帮他盛粥 一边说道 昨晚幸亏秦先生送你回来 不然我一个人都搬不动你 江瑞叔文言不由抬起头 昨晚是他把我送回卧室的 范阿姨以为 他在意别人进他卧室 我扶不动你 只好叫秦先生帮忙 想到秦玉进过自己的卧室 他就感觉有点不自在 果真是喝酒误实 他揉了揉太阳穴 叹气 下次不喝那么多酒了 范阿姨赞同地点点头 女孩子还是不要喝太多酒 伤身又不安全 昨晚要不是有秦先生帮忙 我都不知道怎么照顾你 回头你看 要不要请他到家里吃个饭 或者给他送个谢礼 他估计短时间内都不想见到他 江瑞叔嘴上含糊的硬了声 想想回头再给他发短信看看对了 昨天下午 先生让人送了个请柬回来 说有个什么商业联谊会 问你要不要去 范阿姨道 商业联谊会 是秋爽说要去的那个吗 就是政府举行 邀请了商业界的一些 杰出人事办的联谊会 好像不少领导会参加 先生说你要是去的话 就请你做他的女伴 这种高级社交场合 大多是带自己的家人做伴 范阿姨还挺开心的 江瑞叔爸爸 这是记挂着给女儿拓宽人脉 江瑞叔摇摇头 不去了 我不是商务体系的人 用不着参加这种活动 范阿姨有点遗憾 那你自己跟先生说吧 嗯 回头我跟他说 滴滴滴 手机铃声突然急速响起 刚想到老同学 老同学就打电话来了 瑞叔 秋爽出事了 接通的瞬间 沈诚急切的声音电话里传来 江瑞叔愣了一下 秋爽怎么了 车祸 沈诚语气深沉 昨晚你走之后 秋爽跟大家吵了两句 没等待驾司机 倒就自己走了 我一晚上没看到他在群里发消息 给他发消息也不回 担心他出事 联系了 他家里人才知道 他路上出了车祸 那他人现在怎么样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挺严重的 他被救出来的时候 车头已经完全变形 整个人血淋淋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完全恢复 我想 我们要不要一块去医院看看他 竟然这么严重 昨晚还好好的一个人 转眼就进了医院 真是世事无常 但对于沈诚的提议 他没有直接答应 你觉得秋爽乐意见到我 沈诚顿了顿 其实他叫江瑞叔 一块去医院探望 是出于同学情谊 老同学住院 怎么也该去看看 但江瑞叔的话 也不是没道理 秋爽不一定乐意见到他 我就不去了吧 你们去探望的时候 我出个份子前 也别跟他说 反正我心意 到了就可以了 江瑞叔觉得自己 去医院探望 自己是去看他笑话的 把人刺激到 可就适得其反 沈诚想了想 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那就这么办吧 回头我再给你说说具体情况 好 他问道 对了 昨晚秋爽离开之前 你叫了代价是吗 嗯 往常大家出来玩喝的 酒都一块叫代价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吗 他是跟谁争吵 才生气离开的 就是魏轩说了他几句 他很生气就跑了 沈诚说的含糊 但江瑞叔大概知道了怎么回事 估计是秋爽说了些 关于他的不好听的话 他说了两句便跟秋爽发生了争执 那他离开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人拦他 这不是一个疏忽没想到了吗 想起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沈诚说起昨晚的事 心里很愧疚 早知道会这样 我昨晚怎么也不让他一个人走 秋爽是因为来参加聚会 才发生车祸的 要是早知道秋爽和江瑞叔的矛盾 他说什么也不会同时请他们俩 或者昨晚就想办法化解矛盾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了 江瑞叔听出了他的愧疚 沈诚一直都很讲义气 纵然过了十几年 为人处事变得圆滑 但内在没怎么改变 挺难得的 他没说太多 直到 大家先商量好 需要出钱出力的 随时联系我 沈诚说了声好 挂了电话 喵 见蝉使官心情不大好的样子 江大菊跑过来蹭蹭 江瑞叔抱他起来摸了摸 脸色沉静的 看着打呼呼的大猫 过了一会儿 把摊成一块猫柄的江大菊 放到沙发上 起身去了书房 在本市的沉间新闻推送中 江瑞叔看到了 关于秋爽车祸的报道 报道里没说出秋爽的名字 但看新闻里描述的时间地点 可以确定是秋爽 随后娱乐版也有 相关消息推送 手机突然叮叮咚咚响起来 不是来电铃声 而是微信的语音通话 钱先生 听到他声音的一瞬 那边似乎松了口气 瑞叔 你没事吧 没事 江瑞叔才想起 昨晚睡过去 手机里还有几条 他的微信没回复 抱歉 昨晚睡着了 所以没给你回复 没关系 该说抱歉的是我 冒昧给你打语音 我刚才听说 秋爽出了车祸 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他没说 但江瑞叔能听懂 担心他昨晚没回复 是不是也发生了意外 这个人总是恰到好处地 表达自己的态度 又不让人感觉尴尬 第183章 玉天 我没事 他微微松了口气 换了个话题 他们说 去医院看秋爽 你去吗 你这么快就打入内部 知道大家的行动计划了 钱青浩笑了笑 是魏轩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 也难怪 魏轩跟他关系好 昨晚他也在场 这么大的事 肯定会告诉他 江瑞叔没掩饰 秋爽肯定不乐意见到我 我也不乐意见他 所以我就不去讨媒去了 听闻他如此直白地 表达自己与老同学的不和 他嘀嘀地笑了声 道 你真是一点都不委婉 我想 我跟秋爽这么显而易见的矛盾 用不着粉饰太平 你对每个人都这样直见 看人 让你委婉的人 一定是被你看中的人 对一个人委婉 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想法或言辞 给对方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才会绞尽脑汁拐着弯 表达自己的态度 对无关之人 不屑于花太多时间精力 所以少了份百转千回 多了份直白 我希望能成为让你委婉的人 你真会说话 江瑞叔夸他 他笑 谢谢夸奖 如果你能喜欢听我说话 我会更开心 江瑞叔失笑 这人真的太会说话了 估计在孤僻的人 跟他接触多了 也不会排斥他 很显然 钱先生懂得适可而止 又换了个话题 你周末一般做什么 加班 这本书 能告诉我看什么书吗 江瑞叔看了看 自己手上的书 侵权责任法 他似乎想表达一下 对这本书的看法 在那边摁了很久 实在无话可谈 终于了放弃发表意见 无奈笑道 真是隔行如隔山 这很正常 专业知识 只有专业的人才了解 如你不懂法律 我也不懂政权 嗯 以后要记住了 不跟你聊专业领域的话题 他一本正经 却叫人格外欲贴 江瑞叔轻轻笑了笑 哪怕明知道这人有企图 但也不会排斥跟他聊天 这时 有人敲门 江瑞叔抬头 只见范阿姨 端着一杯茶进来 见他在通话 范阿姨轻声用口行问 是秦先生吗 江瑞叔摇摇头 范阿姨打了个手势 提醒他别忘了 给秦先生道谢 江瑞叔点点头 突然有点忧愁 虽说捏脸这事 可以说扯平了 但他送自己回家这事 的确得到声谢 但怕只怕他现在一点 也不想听到他的声音 更不想见到他 那边前清浩觉察到 他的心不在焉 适时地结束了话题 那我打扰你看书了 知道你没事 我也就放心了 如果有事需要我帮忙的话 随时可以跟我说 虽然你可能需要 我帮助的机会很少 谢谢 江瑞叔真切地道了声谢 挂了电话 江瑞叔便琢磨 怎么跟秦玉道谢 邻居之间相互帮帮忙 送一瓶葡萄酒 或者一盒自家做的点心 再好不过了 问题是他怕送过去 秦玉会打他出门 想了又想 还是先探探他的口风吧 于是他最后打了两个字 谢谢 短信发出去 一直没收到回复 江瑞叔不知道他是没看到 还是故意不回 决定傍晚再去他家看看 下午三点左右 他再次接到了沈诚的电话 邱爽的情况不大好 肋骨断了两根 腿骨骨折 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养一段时间就好 但很不幸发生车祸的时候 挡风玻璃碎了大半 碎玻璃砸到了他脸上 其中有一块挺身 后面要做整形手术才能恢复 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沈诚的语气比早上还要深沉 他没说的是 邱爽把他们几个去探望 他的老同学都赶走了 说是他们害了他 其实大家都能理解他 他是个模特 还是演员 虽说不红 但这两个职业 都是靠脸吃饭的 就算是普通人 脸上留了明显的瑕疵 也同样难以接受 哪怕医生说整形基本可以恢复 但还没恢复前 到底还是会担惊受怕 江瑞叔明白他的担忧 沉默了片刻 问道 要送点新意给他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 没有丝毫犹豫 虽然跟邱爽有矛盾 但也不是什么大仇 这会儿 邱爽作为一个女人面临毁容 他要说担忧倒是没有 但也赶不上幸灾乐祸 只是邱爽终究是为了参加 沈诚为自己搞的聚会 才发生了之后的种种 对于他的不幸聊表心意 就算是 全都做了这么一场同学 沈诚道 你别掺和这事 这事跟你没关系 邱爽现在 见我们都不顺眼 以后你躲着点 他就行了 江瑞叔一听就知道 他们怎么打算 没事 怎么说也是同学一场 到时候 你们别告诉他就行了 你是散财童子吗 上赶着散财 万二八钱我还有 要再多我就得卖家荡凑了 他开玩笑 沈诚扑斥笑了声 他当然知道江瑞叔有钱 但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 笑过后果决道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你卖家荡去 我告诉你 这是只是想让你知道 这么大的事 总该让你知道 可不是跟你要钱 这是说起来就是个意外 你别自责 你也别再跟我提什么钱不钱的 不然下次我都没脸 叫你出来玩了 就这样了 我还得回店铺一趟 回头再说 说吧就挂了电话 江瑞叔看着挂断的来店界面 摇了摇头 暂时把这事放下 秦玉一直没有回复 江瑞叔觉得他应该是 故意不回复 下午四点多 他从酒窖里 挑了一瓶珍藏许久的白蓝地 打了个蝴蝶结 随后叫花店送一束百合过来 瑞叔 你这是准备送给秦先生 范阿姨收了花 见他抱着装扮过的白蓝地 回来吃饭吗 一会儿就回来 到了秦玉家门口 江瑞叔按了许久的门铃 都没人回答 走远一些蹦蹦跳跳往里看 里面的门关着什么都看不到 难道不在家 第184章 船票 夜幕落下 滑灯出上时 秦玉开着车从律所回来 眉宇间带着点疲惫 最近案子比较多 一会儿要见委托人家属 一会儿要帮家属探望委托人 还要跑上跑下了解情况 遇到又是个难缠的法官 虽不至于不公平 但些许小事便可以让律师跑断腿 车缓缓开到门口 正要进去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 门上似乎挂着什么东西 下车走过去 竟是一瓶白蓝地和一束百合挂在一起 百合里插了一张精美的卡片 借着昏黄的灯光 他看到两行清俊有力的自己 致谢清先生 将 酒瓶打了个粉色蝴蝶结 告诉收到之人 这是一份礼物 他将酒盒花收入怀中 把车开进车库 把东西带回了家 洗了个澡 将一天的疲惫吞去 他裹着玉袍下楼看墨玉 小猫们已经睁开眼睛 比刚出生时长大了许多 皮毛也越发厚密 从小小号毛茸茸 变成了小号毛茸茸 细声细语的喵喵叫 在妈妈身边爬来爬去 墨玉已经没有刚生产的时候那么警惕 大概也习惯了 他每天过来看看 见主人过来 抬头喵了声 用爪子拢了拢到处乱爬的小猫 颇有些随便看的意思 他虽然是第一次当妈妈 但已经迅速成长为熟练工 要不是小猫还小 没办法离身 他能自己打猎养家呢 秦玉不是绒毛控 但看到这么有爱的一幕 倒也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人甘愿沦为猫奴 给墨玉添了猫粮 他退出房间 路过客厅的时候 看到了放在茶几上的酒和花 他取了白蓝地杯 手指轻轻一勾 用小锯齿刀沿着瓶颈切开瓶颈的薄片 他的动作很是熟练 却慢条丝理的 好似在享受这个过程 薄片整片取下 瓶口 瓶塞波一声响 浓郁的酒香随之飘来 酒叶缠缠入杯 琥珀色的酒叶在灯光下折射下 越发晶莹透彻 既灿烂又不娇艳 是上好的葡萄白蓝地 这样品质的白蓝地适合纯饮 他将掌心贴着杯底 慢条丝理浅尝了一口 入口后是芬芳浓郁的甜橙味 酒体适中 口感饱满圆润 橡木味显著 回味绵长 尽显顺滑与果香的完美契合 饶式情欲挑剔 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他晃了晃酒杯 目光落到琥珀色的酒瓶 和娇艳欲滴的百合上 想到了上午那条 只有谢谢两个字短信 这致谢 诚意勉强过关吧 一场雨后 持续的高温终于退去 昼夜也开始渐渐出现明显的温差 白日的高温 与夜间的凉爽 形成强烈反差 意味着这一年过了大半 法院越发忙碌起来 堆积的案子要加快速度审理 江瑞书连续几天都开三个亭 每天不是在法院办公 就是在家里办公 刚吃了午饭回来 刘一丹拿了个文件带过来 江法官 你有个快递 我帮你拿过来了 好的 谢谢 江瑞书喝了口水 结果文件带一看 不由顿了一下 必取法院的专地 一张法院传票 飘然落到桌上 这天下班后 江瑞书没有马上回家 接到法院出传票后 他很快接到沈诚的电话 约他到法院附近的咖啡厅 见面咖啡厅的风铃叮铃铃响起 江瑞书推门而入 沈诚文声扭过头来 一样看到了他 瑞书 江瑞书脱下了法袍 换上了变装 今天穿的是藏蓝色圆领长裙 丝丝纹纹的模样 带着一股书卷气 看着像个文艺女青年 大家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打扮 不由感叹 瑞书 你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长年纪 其实也不是不长年纪 而是他身上没有沧桑感 可以看出 他不是小年轻 并非不安适适的小姑娘 但他的气质很纯净 似乎有点距离感 将俗世的尘埃隔开 不像他们这些老同学 不管本质没变没 眼神早已染上事故 大概是我比你们都小吧 江瑞书一句话 扎了所有人的心 瑞书 钱青浩投来温润的目光 轻轻叫了声 江瑞书在他对面坐下 你也来了 喝点什么 他问 谢谢 不用 江瑞书看着老同学们 除了沈诚 魏轩 徐瑞 孙夏也在 他们的脸色都不大好 邱爽把你们也告了 一提到邱爽 大家的脸色更加不好 沈诚沉声道 他把那晚上 所有在场的人都告了 班长袁成梦 欺然他们几个抽不出时间 不过 我已经跟他们通过电话 让我们先商量一下 邱爽的诉讼请求 只有一个 赔钱 理由也很简单 他因酒驾出车祸 作为一起喝酒的人 没有进到劝阻 和将他安全送到家的责任 要对车祸负责 之前沈诚说 让他不要管这事 他便没有再关注这件事 就听钱清浩提过几句 说沈诚他们凑了几万块 给邱爽表达心意 没想到 邱爽根本不领情 转头就把所有人都给告了 可以想象 他们的心肯定很凉 姜瑞书是感受最淡薄的一个 他本来就跟邱爽有矛盾 邱爽反咬一口 他一点也不奇怪 那大家是什么想法 魏轩一脸不耐烦道 出车祸都是他自己做的 喝酒开车撞死活该 反正这钱 我一分都不会赔 话是这么说 但是我们没劝住他 还是得负责任吧 网上很多这种案子 徐瑞叹气 巨哥会怎么就这么倒霉 邱爽所赔百万 平均下来每个人十万 虽说也拿得出来 但也不是个小数目 就算我们有责任 但也不是主责吧 不会赔那么多 孙夏上网了解过 知道这种案子 要分很多情况 主责不一定在他们 这不是赔多少的问题 他邱爽自己做的 老子凭什么要赔钱给他 魏轩特别不爽 现在还是先想 怎么解决这事吧 沈诚抹了八脸 将目光投向江瑞书 应该遇到过这种情况吧 第185章 商量 江瑞书点头 从目前我知道情况看 邱爽负主责 也可能负全责 具体的细节还要再确认 当然 还要看法官怎么判 他自己是法官 很清楚 不同的法官 对同类案子的判决 可能差别很大 结果差异大不意味着 法官不公正 而是法官考虑的重点不同 在自由良才的时候 造成了结果差异化 邱爽这个案子 就属于结果不好说的类型 碰到霍悉尼的法官 可能不管是不是邱爽全责 都会判被告 写许附带责任 碰到头铁的法官 该谁的责任 就谁的责任 谁闹都不行 听他这么说 大家稍稍松了口气 但心情仍然不怎么好 沈诚问道 如果认定 我们有附带责任 大概要负多少责任 大概10%到30%的责任 大家沉默 显然在考虑和解 还是诉讼 如果可以 大部分人是不愿意上法庭的 上法庭要请律师 律师费是比花销 请的便宜不放心 请的贵 他们不付主则赔的钱 还不一定有律师费多 胜负也无法把握 还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不如私下和解划算 这时 钱清浩问道 瑞说 你是什么想法 他这一问 所有人都看着他 姜瑞书在接到传票的时候 就有了决定 我不会赔钱 也不会和解 钱清浩轻声道 我跟你一样 姜瑞书不愿意和解 一是因为他认为自己 不该负这个责任 有信心打赢官司 二是因为私人恩怨 他自认为没有对不起邱爽 不容忍这种报复 但钱清浩跟他不同 这完全是一场无妄之灾 打官司当然没错 但少了私人恩怨这层关系 从成本上来说 其实和解比较符合他的利益 跟沈成他们差不多 他这么说 是在用这种方式支持他 钱先生这真是无妄之灾 孙下叹气 魏轩有点愧疚 搂了搂钱清浩的肩膀 怪我 那王五不该带你一起 钱清浩不以为意的一笑 说什么呢 是我自己要去的 跟你没关系 哈哈 这说不定就是追求幸福的代价 魏轩开了个玩笑 想活跃气氛 钱清浩瞥了眼江瑞书 笑了笑没有接话 那大家想好了吗 沈成几人相互看了看 徐瑞迟疑的先开了口 如果不负主要责任 那就算法院判决 我们也不会赔多少钱 我想老同学一场 邱爽现在这么惨 干脆赔点钱给他算了 虽然他也不想赔钱 但上法庭的成本太高 对他来说不划算 不如赔点钱给邱爽 就当破财免栽了 孙下看看其他人 犹豫的点了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邱爽愿意和解 赔点钱也没什么 沈成拿着手机不停打字 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 看了看江瑞书 叹了口气 班长他们也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们原本就凑了几万块 再凑点就差不多了 打官司太好时间精力 他们工作都很忙好不起 那你呢 江瑞书看着他 沈成有点愧疚 我也是这个意思 江瑞书并不意外 私下和解 是处理纠纷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法官的角度说 他还挺赞成这么做 可以给法院减轻负担 卫轩皱眉 前提是他愿意和解 你们别忘了 邱爽他告 我们要的可是一百万 不是十万块 徐瑞道 他要一百万 法官也不定会派一百万给他 既然是和解 我们得跟他说清楚 沈成点了点头 一百万不现实 他提出这么多 不管我们负多少责任 都不可能赔这么多给他 具体和解金额 要跟他谈 见其他人都点头赞同 他看向江瑞书 瑞书你 既然大家都想和解 那先跟邱爽谈谈吧 江瑞书淡淡道 大家以为他少数服从多数 便没再说什么 沈成道 那我跟邱爽约个时间 商量完事情 大家便各回个家 看着拥堵的马路 江瑞书深感 今晚不回家吃饭是明智的 跟大家到了别 便准备找个餐厅 吃完饭再逛逛商场 或者看个电影放松一下 到时候路上也不堵了 瑞书 钱青浩喊住他 江瑞书回头看他 钱先生 钱青浩无奈地一笑 我可以叫你瑞书 你可不可以不要叫我钱先生 那叫你名字 钱青浩知道 他叫名字肯定是叫全名 道 Simon 我留学时的名字 你可以叫我Simon 你留学过 做过交换生 在美国待了一年 江瑞书也不去细想 那好吧 Simon 钱青浩展唇一笑 眼里闪着微光 现在路上很堵 如果你不赶时间 不如一起吃个饭 这人真的很会找理由 他本来也是不想堵在路上 才准备在外面吃饭 文言说了句 他失笑 但知道他性格如此 欣然赞同 可以 江瑞书最近被范阿姨养的嘴雕 一时间不知道想吃什么 钱青浩问了他偏好的口味 挑了附近的一家私房菜馆 江瑞书上网查了查 这家私房菜 还挺有名 也是他们运气好 碰到有人预约了没来 后头等排号的 全是好几个人一起来 双人坐坐不下 直接便宜了他们两个 钱青浩明显是这里的常客 菜单都没看 张口就点了一串招牌菜 这里的装修很有特色 古香古色的 有点像古代的酒楼 中间有个小舞台 这会儿没人 听说定点会有说书先生 在上面说书 服务生也很有意思 都打扮成了武侠剧里的小二模样 客人都叫成客官 带钱青浩点完菜 服务生吆喝了声 好勒 客官您稍等 这里的菜不错 老板的祖上做过御厨 传承了百年的老手艺 有几道招牌菜 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不过要提前预定 你想吃的话 下次我们可以早点预约 钱青浩一边铺开餐巾 一边说道 随后顿了顿 抬眸看着他 语声温润 就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餐厅 第186章 费心思 很特别 江瑞叔打量了一下四周 给出一句重肯的回答 你常来 偶尔会跟魏轩过来 没事的时候 我们会尝试各种餐厅和小吃店 想到魏轩以前就喜欢研究吃吃喝喝 这么多年倒是没怎么变 他笑道 你们可真会吃 若是得了嫌我和魏轩有时候 会请三五个朋友一起开个party 每次会有一个小主题 尝试不同的菜系 大家都说我和魏轩是真正的 酒肉朋友 江瑞叔却点了点头 但是听起来很棒 那我下次邀请你参加我们的party 好啊 江瑞叔想了想 没有拒绝 如果我不加班的话 下半年很忙 每年下半年 尤其是到了年尾 累积的案子不要抓紧办掉 法院接到的案子 一年比一年多 我今年目前为止 办理的案子 差不多跟去年一整年的数量持平 他摁了声 鼻音上扬 说明公众普法深入人心 也可以这么认为 江瑞叔笑了声 喝了口茶 关于秋爽的事 其实你没必要跟我一样 你跟秋爽没有矛盾 可以尝试庭外和解 和解也需要付出代价 不是吗 如果谈得妥当 不一定需要什么代价 钱清浩撑着下巴略做思考 如果他愿意无条件和解 否则我也不介意在法庭上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他愿意跟江瑞叔站在同一立场 但如果他不需要 他也不会坚持 自然 如果你愿意打官司 也完全没问题 那你呢 需要找律师吗 或许我可以帮忙 江瑞叔摇摇头 不用 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 钱清浩哑然了片刻 失笑了声 也对 你肯定认识很多律师 说着 他想起上次接走江瑞叔的男人 似乎也是个律师 便问道 上次送你回家的那个朋友 也是律师 江瑞叔马上想起了 自己喝醉后发生的种种 也不知道那天 秦玉收下 那瓶白蓝地了没有 这段时间都没收到他的消息 该不是还在生气吧 他很快收回思绪 恩了声 他以前在京城 现在是我们这边一个大所的合伙人 听江瑞叔言语间 似乎很是欣赏 他不禁想起那晚的情形 那人的相貌气质都很出色 他只要一出现 别人就不由自主被吸引 是个让人很难忘的人 哪个律所 大安律所 原来是大安 我们公司跟他们打过交道 但似乎没见过那位律师先生 他才到S是没几个月 业务也比较多 如果不是特地找他 不一定会见到他 听起来是位很厉害的律师 钱清浩说着话锋一转 你跟打过交道的律师 都这么熟 江瑞叔一听就知道 他想问什么 真说来 他跟情欲的渊源还挺久远的 能追溯到十几年前 如何被比较 再如何成为所谓的宿敌 但这说起来就说来话长了 他也不习惯在别人面前 谈论跟另一个人的往事 知道 那倒不是 不过凑巧做了邻居 偶尔会遇到 所以比较熟 原来如此 难怪那晚江瑞叔 会让那人送回家 钱清浩也看出他 不想谈论别人 便停止了这个话题 恰好这时 服务生开始上菜 他把话题转到了菜色 家传的手艺果然与众不同 江瑞叔从第一道菜开始 就被抓住了胃 钱清浩点了五道菜 和三道点心 江瑞叔没有一样 是不喜欢的 钱清浩时不时为他添点茶水 帮他挑出骨头和鱼刺 轻声还语地偶尔提醒他 喝点水或者换道菜 哪怕江瑞叔想拒绝 却也找不到理由 他似乎总是做得恰到好处 让人感到欲贴又不会尴尬 江瑞叔可以肯定 他是自己遇到过的最绅士的男士 吃过饭 钱清浩适时地提出了新的建议 不如一起去逛逛 小小时 顺便看看 有没有什么要买的 江瑞叔原本就打算吃饭后去逛商场 听他说也要去 虽然不大习惯跟异性逛街 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欣然同意 好啊 很久没逛商场了 正好去看看 他没什么目的性 衣服鞋包不缺 最后他什么都没买 倒是钱清浩买了很多小玩意 分别的时候 他才发觉 自己手上拿了两个毛绒公仔 是钱清浩从家娃娃机里面 夹出来的战利品 他的车刚开走 江瑞叔马上打电话过去 Simon 你的东西落我这里了 钱清浩在电话里轻轻笑了声 给你的 这是你的战利品 那就当我送给你吧 他轻声说 其实打电话前 他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听到他这么说 便明白 他是故意的 两个公仔说不上贵重 可以随手送给朋友 可到底是一片心意 江瑞叔知道这是他的一次试探 凡事有了一就容易有二 有二便有三 往来会越来越多 人跟人的牵绊 往往便是这样一件件小事 逐渐加深 但 既然送礼的人这么费心思 那就收下吧 谢谢 他说 他笑了笑 听到那边挂了电话 唇边的笑意久久未散 第二天中午 沈诚打电话过来 说约了跟秋爽见面 时间定在明天 秋爽已经回家休养 所以他们 直接去秋爽家里 江瑞叔问了具体时间地点 表示会准时到达 秋爽家住在B区 距离C区法院 大概半小时车程 他们定的时间是下午四点 好在江瑞叔下午没有开庭 只有一个庭外调解 他把时间提前了些 干净利落地做完调解 马上开车去秋爽家 等他抵达秋爽家小区的时候 沈诚几人早已在等着 这次所有人都来了 班长 袁诚和张明远的脸色都不大好 张明远尤为生气 秋爽是不想要我们这些老同学了吧 秋爽遇到这种事 心里也不好受 大家能体谅就体谅一下吧 一会儿你控制不住情绪的话 少说话 这次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吵架的 班长劝了句 但语气也有点冷淡 估计心里也有了芥蒂 毕竟体谅秋爽的不幸是一回事 但被如此不顾情愿地攀咬 不可能不在意 第187章 10% 开门的是秋爽的妈妈 烫着小圈头 身材微胖 50多岁的小老太太 看起来很圆润富泰 笑起来会显得很刺相和蔼 但此刻看到沈诚一行人 她拉长了一张脸 语气也冷冷淡淡 进来吧 沈诚不是第一次见到秋爽妈妈 家里竟然还有十来个眼神的人 男男女女都有 一个个都虎视眈眈的看着他们 他们是 家里亲切 沈诚一行人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好 这时候 家里来这么多亲戚 恐怕是为了谈赔偿的事 就不知道是怕他们人多欺负秋爽 还是来为秋爽壮士撑腰 江瑞叔觉得两者皆有 沈诚心里也很不痛快 但没有表现出来 秋爽妈妈见他们带礼物 来一点也没有接的意思 她只好把礼物放在桌上 问道 阿姨 秋爽现在怎么样 能怎么样 秋爽妈妈 与其不大客气 我们家秋爽 这辈子都没受过这么大的罪 以前她 出去玩从来没出过事 我也是看你们跟她是十几年的老同学 才放心她跟你们玩 可是她 喝了那么多酒 你们怎么不送她回来 沈诚低下头 我们很抱歉 抱歉有什么用 抱歉 爽爽就不用受这些罪了吗 肋骨和腿骨都断了 那得多疼啊 哎呦 我一个大男人 想想就觉得疼 她可是演员 这次伤了脸 以后可怎么办 秋爽的亲戚 七言八语议论起来 沈诚道 发生这样的事 不是我们希望的 但我们是给空爽交了代价的 是他自己没等到代价 就自己走了 我听秋爽说了 是你们有人跟他吵架 把他气走的 不管什么原因 都是你们没有尽到责任 他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就算你们是老同学 但他是被你们叫出去的 你们就应该负责 沈诚说一句 他们一人一句 把沈诚顶回来 话里话外 是要沈诚他们负全责的意思 听得一行人有点恼火 沈诚见大家脸色绷不住 跟着道 对于他发生的意外 我们也很心疼 所以我们今天过来 是想跟秋爽谈谈这件事 和和气气的 让这是翻篇 别伤了十几年的感情 你们诚心的话 也不用谈那么多 补偿爽爽的损失就行了 这话的意思是 秋爽提出多少损失 他们就补偿多少 大家一听 这还不如打官司呢 未宣道 你们这意思 我们负全责 秋爽说 是一个女同学羞辱他 你们都帮那个女的挤兑他 所以他才喝了那么多酒 路上才会发生车祸 秋家亲戚 看着一行人中为二的两个的两个女生 是不是你们 孙夏下意识看江瑞书 江瑞书道 是我跟秋爽有点误会 一点误会 能发生那么大的车祸 江瑞书却不跟他们攀扯下去 直到 不论是谁负责 怎么负责 让秋爽出来谈吧 下一刻 江瑞书便感觉 一道让人不适的目光在注视自己 抬头一看 只见秋爽妈妈推着秋爽从卧室出来 他坐在轮椅上 穿着病号服 腿上还打着石膏 最明显的试脸 白纱布盖住了他的左脸 再看他的一瞬 江瑞书差点认不出他来 秋爽的长相 在娱乐圈里算不上夺目 但在普通人中是漂亮的 上次见面时 他的打扮名艳 气质张扬 一看就跟素人有所区别 而现在 他脸颊的肉完全陷了下去 露出高耸的颧骨 面相变得刻薄 衣服空荡荡的 手臂瘦的皮包骨 眼神阴沉抑郁 已截然两人 其他人也没想到 秋爽变成了这样 心里有点不舒服 但也有点心疼 毕竟是十几年的老同学 虽然狠气他一言不合 把大家告上法庭 可之前那么漂亮活泼的一个人 现在一场车祸 好像把他身上的美好都带走了 把他折磨成这般凄惨的模样 饶式未宣也觉得 当初要是拦住他就好了 秋爽 你 沈诚想说还好吗 但看他现在的样子肯定不好 改成问 好点了吗 你觉得呢 秋爽嘲弄得扯了扯嘴角 声音沙哑 抱歉 沈诚除了这句 也不知道说什么 孙夏看着他脸上的纱布 咬了咬唇 心里很不适滋味 秋爽 医生说你多久可以恢复 我运气不错 都快撞伞了 大男不死 也没有致命伤 养几个月能长好 他摸了摸脸 就是这里没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 文言沈诚皱起眉头 医生不是说 整形后问题不大 是啊 基本可以恢复 秋爽语气微凉 不是完全恢复 化妆后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素颜还是能看出来 他这不是正常整形 窗口小看不到伤疤 他的伤口太深了 现在的技术 做不到五八痕 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这是致命的 孙夏心里很能体会他的感受 嘴唇动了动 想说些什么 可又不知道说什么 滴滴地说了句 抱歉 秋爽扯了扯嘴角 目光落到江瑞书身上 江瑞书 你没什么想说的 抱歉 江瑞书说了声 他跟秋爽之间 只是一个小矛盾 不至于仇恨到希望秋爽发生不幸 如果他知道秋爽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那天晚上 他就不会去聚会 或者先把秋爽安全送到家 秋爽一顺不顺地看着他 那你准备为你的歉意做点什么吗 江瑞书明白他的意思 淡然道 对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我很遗憾 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你再等几分 代驾司机就会赶过来 这场车祸就不会发生 出于同学情谊 大家可以按照10%的附带责任 对你做出补偿 这是他作为法官 参考以往同类案子 考虑了所有因素得出的结果 但是秋家人听到这个结果 惊叫道 10% 打发乞丐呢 第188章 责任区分 出于同学情谊 秋爽的目光 一个个扫过他们 最后落在江瑞书身上 不管从哪方面的责任看 都是你主责 如果你要上法庭 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江瑞书原本是不想做任何让步 但秋爽现在这样子 他不介意做点让步 但如果秋爽不接受 他能做出的让步也仅此而已 所以 你现在是跟我谈责任 不是什么同学情谊 我认为这就是 你的同学情谊可真廉价 那你呢 你心里有同学情谊的话 是不是应该大度的表示不介意 拒绝大家凑的钱 秋爽的脸色 一下子沉下去 旁边的秋家人 不满的嚷嚷 你怎么说话的 发生不幸的是秋爽 该愧疚的是你们 你们还有良心就该补偿 不想赔偿就算了 还找借口污蔑 我们秋爽没同学情谊 你按的什么心 秋爽作为成年人 应该知道 喝酒驾车的危险性 他没有醉到不省人事 所以 发生意外责任 不在于酒友 要不是你们叫他出去 还故意找茶 他能喝那么多酒 你们口口声声 说是十几年的老同学 不管责任在谁 秋爽总归 是因为出去跟你们玩 才变成这样的吧 你们真有同学情谊 就不应该计较这么多 这个女的跟秋爽有矛盾 肯定不希望秋爽好 你们都不吱声让他一个人说 是准备不顾十几年的老同学了 孙下敌供 江瑞书可是法官 最清楚怎么处理这种问题 法官 秋家人纷纷看着江瑞书 原来是法官 难怪说起话来一条又一条的 这是吃准了 一点也不同情受害者 这法官肯定不怎么样 说不定平时就吃了原告吃被告 回头我一定要好好查查 你有没有违法乱记 有的话 我一定要把你举报下来 沈澄见气氛紧张起来 道 瑞书懂法律 所以才从法律角度来解释 这件事情的责任 是想告诉秋爽 这件事主要责任不在于我们 所以你们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 让这个跟秋爽有矛盾的法官 在这里推卸责任 亏我们秋爽以前 跟你们关系那么好 你们不想赔钱就明说 拿什么同学情谊说话 这是两码事 姜瑞书解释责任划分 只是想说清楚这件事的本质 我们今天过来 不是因为心虚来赔偿 是想帮助秋爽 就是一码事 你们就是不想负责 本来就是你们的责任 说什么帮助 就是推卸责任 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说到底就是不想出钱 秋家人你一言我一语 沈澄话都插不上 听他们越说越过分 大吼一声 行了 秋家人顿时安静下来 沈澄将目光投向秋爽 秋爽 你怎么说 秋爽眸光微凉 瞥了眼他旁边的姜瑞书 你们听他的 沈澄嘴唇动了动 看着大便样的秋爽 沉声道 10%这个说法不大准确 但差不多就是这样 秋爽 希望你先放下跟姜瑞书的矛盾 不带偏见 再去看这件事 那天我跟你叫了代驾司机 一切跟以前的每一次聚会 都没有差别 如果你没有自己 先跑了 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希望你发生意外 我可以理解你 迁怒我们的心情 不怪你 但你真的要把责任 都推到我们身上 那在你们心里 责任在我 秋爽没什么语气 沈澄叹了口气 这是个意外 意外 秋爽喝了声 眼睛微红 为什么意外偏偏发生在我身上 我做什么上天害理的事了 为什么你们那天都捧着他 都不理我 你们一个人都不理我 你们哪怕有一个理我 我都不会一个人喝那么多酒 不会一个人生气先离开 也不会发生这场车祸 意外 为什么意外不发生在他身上 要不是他出现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沈澄想说 当天不是没人理他 是他自己不搭理人 至于为什么大家都捧着姜瑞书 那不是姜瑞书刚联络上马 隔了十几年没见 肯定有点生疏 大家当然要热情招待 再就是 前清后摆明了想追姜瑞书 魏轩作为好哥们 当然要捧场 可不就是围着他们起哄吗 但秋爽现在很偏激 认定大家排挤他 认定是大家的责任 更直接认定 姜瑞书是罪魁祸首 沈澄心里很不好受 只能道 你这样 以后大家没法做朋友 秋爽点了点头 语气嘲讽 你们都准备去捧姜瑞书的臭脚 以后就不认我了是吧 既然如此 那不用谈了 他姜瑞书 不是喜欢用法律解决问题吗 那我们就法庭上见 秋爽 你别意气用事 上法庭对我们谁都没好处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说 凡是好好说 十几年的老同学 有什么不能说开的 一直没吭声的原成开口劝说 他是极其不想打官司的 这种官司一不小心成了污点 他以前就别想升签了 行啊 你们赔我一百万 我就和解 你 腿骨断了 也毁容了 受了这么大得罪 以后可能演员也当不了了 不止一百万吗 秋爽的目光一个一个扫过 见他们都没说话 眸中划过一道暗光 又倒 或者你们商量一下责任划分 像原成那晚 除了吃饭唱歌 什么都没干 责任少一点 某些人直接或间接对我造成了影响 应该多负点责任 姜瑞书瞬间看着他 对上他四弱嘲讽的眼神 马上明白了他的用意 内部分话 让他单主要责任 如果是一起单责 大家会努力一起争取减少单责 但如果有了主次责任的区分 能少承担责任 谁不愿意呢 沈诚马上道 责任不是这么分的 大家玩得开开心心的 谁也没强迫你什么 乃来的轻重之分 那随你们 秋爽说到这里 不愿再说下去 第189章 不让步 一行人离开秋爽家的时候 一个个都没说话 脸色都不大好 沈诚打起精神道 今天时机不大好 先这样吧 回头我找机会跟秋爽谈谈 再跟大家商量 大家有什么想法 也及时沟通 大家你看看 我看看你 默默点了点头 瑞书 前清浩跟上来 温润的叫了声 江瑞书倚着车门 回头看他 他看了看陆续离开的其他人 你怎么想 江瑞书知道他的意思 秋爽提出分主次责任 很可能会引起 其他同学的不满 正所谓不换寡换不均 不均向来是内部分化的 主要矛盾 而秋爽的意思 明显是让他单主要责任 至少比大部分人责任更多 其实他没多大意外 秋爽跟其他人都没矛盾 甚至关系还很好 唯独跟他交恶 想让他承担更多责任很正常 他并不是很在意 轻描淡写道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吧 见他这么淡定 前清浩想想也是 他是法官 见过的官司多了 不会像普通人那样 害怕打官司 但还是说了句 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你多跟大家沟通 不管怎么样 我的想法不会变 毕竟他跟秋爽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连话都没说几句 突然被他告上法庭 心里不可能不介意 他愿意来谈和解 只是为了少点事 不意味着怕打官司 江瑞书轻轻笑了声 谢谢 我知道怎么做 这天后 一直风平浪静 直到几天后 他才接到沈诚的电话 瑞书 江瑞书听他语气不对 便知道秋爽的事有新发展 怎么样了 沈诚那边 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 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很愧疚地跟他说 秋爽已经跟其他人达成了和解 他刚刚给我电话 说要和解 条件是什么 差不多按照10%的附带责任赔偿 我作为聚会组织者 要多负一点责任 那你的想法 沈诚沉默 江瑞书便懂了 那我呢 沈诚有点说不出口 秋爽摆明了是欺负人 可终究还是要给江瑞书传话 他道 你30%责任 江瑞书恩了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看来秋爽还没彻底疯 没把一半的责任推给他 对不起 瑞书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早知道这样 我那天不管怎么样 都要把他送回家 好好的一个聚会变成这样 沈诚的语气很无力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歉意也显得空洞 没关系 江瑞书语气平淡 没那么多早知道 这不怪你 你 我理解 真的 你不用愧疚 他一点也不意外 在秋爽 提出要划分责任的时候 就想到了这样的结果 说是十几年的老同学 但他知道自己跟他们的情谊 比不上秋爽 没理由要求他们 跟自己一起承担责任 其他人本来就倾向于和解 秋爽这么分化大家 各顾各很正常 沈诚理智上已经做出选择 但心里还是觉得愧疚 又道 那你怎么打算 我再组织一下见面吧 你跟秋爽好好谈谈 你们本来没什么大矛盾 谈一谈话解了什么事都好说 江瑞书单单笑了笑 谢谢你 沈诚 但是不用了 那你是打算 沈诚心里隐约猜到他的打算 负10%的责任 是我看在他受伤严重的份上 愿意做出多让步 这个让步造成的损失 由我承担 没有给无关的第三方造成损失 但其实我不是那种 喜欢霍西尼的人 我更喜欢谁的责任谁负 是多少就是多少 既然秋爽不接受我的让步 那就走法律程序吧 沈诚还想劝 但张口不知道该怎么劝 最后只能说 自己会跟秋爽传达他的意思 瑞书回来了 听到动静 范阿姨从厨房探头出来 见他怀里抱了叉子烟红一大把 快要把他给挡住 惊讶到 今天买了这么多花 江瑞书换了双拖鞋 随手把钥匙放在鞋柜上 路过花店 想起很久没有买花 不小心就买多了点 可真漂亮 范阿姨由衷称赞 江瑞书笑 这次买得多 一会儿我给您的房间里 也插一瓶花 那感情好 等江瑞书插好花 范阿姨也做好饭了 看到江瑞书给他插的花 喜滋滋地放到卧室里去 吃过晚饭 江大菊又跑来蹭他的腿 范阿姨笑道 大菊这是叫你出去散步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养了一只狗呢 江瑞书狠狠怒了把江大菊 无奈地找来牵引绳 自己养的猫主子 除了宠着还能怎么办 现在天色暗得早 路灯零次致笔亮起 在繁茂的花木丛中若隐若现 燥热不知不觉退去 夜里透出一点凉爽来 倒更适合散步 喵 江大菊似乎觉察到了他的情绪 用软软的身体蹭了蹭他的脚 江瑞书蹲下身摸了摸他脑袋 大菊 喵阿姨 江大菊仰起下巴 一脸继续摸的表情 江瑞书轻轻笑了声 心底的情绪一下子淡了许多 摸着他毛茸茸的大圆脸 低声说 只是有些遗憾 但也仅仅是一些遗憾 喵 他拍拍江大菊的大脑袋 走吧 回家 往回走的时候 路过秦玉家 他家除了路灯 整栋别墅都是黑漆漆的 他想起最近几次路过他家都这样 他最近似乎很忙 每天都要很晚才回来 大概是最近法院抓紧时间开庭 律师也跟着忙起来了吧 没多久 江瑞书接到了钱庆号的电话 他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 魏轩告诉他 其他人已经达成和解 他也答应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江瑞书的拒绝 惹怒了邱爽 还是邱爽出于别的考虑 决定单独起诉江瑞书 追究他的责任 同时撤销对其他人的起诉 包括钱庆号 也就是说 他不用做出赔偿 第190章 跟江瑞书有关 大安律所 秦玉刚到律所 陶玲马上跟上来汇报今天的工作安排 今天上午有两个预约 一个是明月案的委托人 昨天约了过来沟通一下 另一个是人身侵权案的当事人过来咨询 秦玉大步走进办公室 把笔记本放在办公桌上 听他语气有点微妙 问道 所以 他已经来了 陶玲扯了扯没吗 你应该认识 推开小会议室的门 秦玉总算知道 陶玲是什么意思 只见一个女人坐在轮椅上 行销鼓励 头发遮住大半张脸 低眉垂目不知道想什么 脸上戴着一个口罩 看不清什么长相 听到动静 他抬起头 再看到他的一瞬张大了眼睛 失声喊道 怎么是你 这张脸太叫人印象深刻 想忘记都难 他没想到 竟然这妖巧会在这里 遇到送姜瑞叔回家的男人 看他的模样 难道 他就是自己预约的秦律师 等等 好像那晚姜瑞叔就叫他秦律师 所以 他真的是律师 当初起诉所有人的时候 他是找过律师的 提出了一百万赔偿 但是律师 说或赔一百万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从案情来看 他自己负主要责任 遇上有同情心的法官 可能会判审成他们 多赔一点人道主义的赔偿 但全额赔偿的可能不大 但审成他们赔的再多 也没多少钱 他不想彻底跟审成他们交恶 又很不甘心 所以 他想了办法 一个个分化审成他们 想最后 给姜瑞叔一个教训 他都是因为去参加 给姜瑞叔搞的聚会 才会变成这样 姜瑞叔应该付出代价 为了胜诉 他竟然推荐找上大安律所 预约了胜诉率最高的律师 万万没想到 预约的律师 竟然跟姜瑞叔关系密切 一瞬间 邱爽的眸光闪烁不定 变成了满满的怀疑 邱女士 秦瑞停在门口 这个名字是桃林告诉他的 但此刻 才把那晚在姜瑞叔一群老同学中 气势张扬的女人对上号 他跟上次见到时 已判若两人 若非提前知道他的身份 很难认出来 秦律师 是吧 邱爽的声音有些沙哑 让人有点不舒服 真没想到 我预约的律师是你 秦瑞在他对面坐下 直截了当问道 邱女士来这里 是为了什么事 邱爽直直看着他 你跟姜瑞叔是什么关系 秦瑞抬头 时间宝贵 请不要提跟委托无关的问题 无关 邱爽道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 经历过什么吗 秦瑞抱着双臂 听他语气怨对 心里有了猜测 跟姜瑞叔有关 邱爽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听说秦律师接案子 不看委托人的身份 什么案子都接 你想说什么 他深深地看着秦瑞 眼底闪过一抹恶意的光 我要告的人是姜瑞叔 不知秦律师会不会接我的委托 接下了吗 是什么委托 邱爽离开后 陶玲过来问 以便更新工作安排 秦瑞喝了口水 轻描淡写道 他要告姜瑞叔 陶玲惊讶 姜法官 想到邱爽来咨询人身侵权 再联系他那一身的伤 陶玲顿时明白过来 难道是姜法官同学聚会那晚 他发生了意外 看样子是车祸吧 告姜法官附带责任 秦瑞恩了声 陶玲夸张的瞪眼倒吸冷气 那晚你送姜法官 间接这个案子产生了联系 现在他来找你告姜法官 这是怎样的孽缘呀 那你接下她的委托了吗 秦玉淡淡看了他一眼 如果你很闲 我不介意派你去出差 陶玲马上正经脸 手座拉链状 划过嘴边 转身 溜了 下午有个开庭 秦玉直接开车去法院 这个案子 原被告双方的分歧很大 各执一词 法官是个快要退休的老头 耐心特别好 问的也特别详细 还喜欢听原被告诉说 各自的心路历程 开完停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下来 回去的路上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密集的雨幕将四周遮住 让人感觉自己仿佛一座孤岛 不远处的红绿灯也变得模糊 滴滴滴滴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响起 姜瑞书的名字在屏幕上闪烁 他接通蓝牙 喂 秦律师 姜瑞书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 仿佛打破了孤岛的寂静 你现在在家吗 秦律看了下导航 不在 姜瑞书正想问他 什么时候在家 又听他说 还有十分钟到家 那我半小时后过去找你 方便吗 秦律看了看外面的大雨 不知他大雨天要找自己做什么 不过他正好有事想跟他说 便道 可以 挂掉通话 姜瑞书去江大局的房间翻箱倒柜 拎出一袋猫粮和一箱罐头 见他把东西装进一个纸箱里 还包装得好好的 范阿姨不由问 瑞书 你拿正多东西做什么 抚养费 范阿姨一脸茫然 什么抚养费 见他一副要出门的样子 又问 你要出门 去给抚养费 虽然秦律不给抚养权和探望权 但是作为单亲爸爸江大局的主人 他觉得 还是应该给点抚养费 猫粮食给墨浴的 猫妈妈吃好 小猫才好 罐头则是有猫专用 给小猫吃 半小时后 大雨渐歇 没一会儿 静天朗气清 颇有秋高气爽的感觉 江瑞叔抱着抚养费 来到秦玉家 客厅没见着人 他熟门熟路的把东西放下 坐到沙发上 过了一会儿 楼梯传来脚步声 他回头 便看到 秦玉穿了身变装 头发有点凌乱 应该是刚洗了澡 秦玉走到他对面的沙发坐下 一双大长腿自然交叠 看着他 有什么事 江瑞叔也不跟他绕弯子 开门见山道 你还记得 上次送我回来的事吗 秦玉心里突然有点微妙 接着便听他说 是这样的 秋爽 也就是那天晚上 在我右手边穿红裙子 那个挺漂亮的女生 我走之后 他自己开车 回家出了车祸 现在他起诉我负责任 前段时间 我已经收到船票 将在B区法院开庭 第191章 好走不送 秦玉的脸色变得 有点古怪 江瑞叔觉察出来 问道 怎么了 他上下打量他 放松了身体 靠着沙发 慢条思理说 今天上午 你口中原告预约了我 委托我做他的代理律师 江瑞叔亚然 秋爽竟然找秦玉 做代理律师 他事先知道 秦玉是谁吗 惊讶过后 他一点也不担心 秦玉接了秋爽的委托怎么办 而是饶有兴趣问 他是特地预约的你 还是巧合 巧合 秦玉说 但他没有改变主意 他知道你跟我认识 仍然要委托你 江瑞叔觉得有点意思 稍微想想 便能明白秋爽的用意 他想让你来对付我 最好是我败在你手上 到时候 我不但要赔钱 还被熟人当面插刀 想想就悲惨 别说 秦玉本来就是实力极强的律师 只要接了委托 秋爽的目的很容易达到 很让人期待 秦玉一点也没有维护熟人的自觉 是挺让人期待的 江瑞叔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却突然话题一转 但你恐怕不能接他的委托 不能 秦玉微眯双眼 你怕输 还是想让我给你代理 都不是 他毫不闪躲地 对上他暗藏锋芒的目光 微微笑了笑 我将申请你作为证人到庭 作为被告方证人 你不能做原告的代理律师 秦玉眸光一冷 越发锐利 似乎能直刺到人的心底 江瑞叔唇变的笑意不减 却分毫不退 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焦灼 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望着望着 望得眼睛都有点酸了 江瑞叔脸上的表情 跟面具似的分毫不变 秦玉突然有种错觉 再望下去会吃亏 他淡淡地移开了视线 这是什么 贿赂 江瑞叔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落在了自己带来的礼盒上 随着他这一问 刚才紧绷的气氛 一下子化为无形 他很轻松说 不是 这是抚养费 秦玉的脸一下子黑了 拿走 这是给墨玉和小猫的 不是给你的 江法官表示 有必要跟秦律师讲一讲 抚养费的几副对象 虽然被非法剥夺了 抚养权和探望权 但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 有抚养的义务 直到子女成年 权力可以没有 但义务还是应该履行的 本来就没有什么 抚养权探望权 还非法剥夺 谁要他履行抚养义务 他是养不起吗 秦玉不想跟他说话 只做了个手势 好走不送 江瑞书笑了声 在他恼火的眼神中 缓缓起身 那就这么说定了 具体开庭时间 我回头再告诉你 希望秦律师 能抽空出个庭 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 秦玉好似听到了一个笑话 这两个女人明明有恩怨 秋爽借机报复 江瑞书不肯吃亏 也亏他能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让该承担责任的人承担责任 让不该承担责任的人 不被承担责任 就是伸张正义 我是律师 不是法官 也不是检察官 委托人的利益 才是律师的正义 这次你不是作为律师倒庭 是证人 一个合法公民 江瑞书一脸真诚道 我相信秦先生 你的公民道德 肯定也是优秀的 秦玉没防备被他夸了一句 感觉肉麻到不行 绷着脸不说话 江瑞书突然觉得 他跟墨玉有点像 斜眼看人的高棱脸 简直一模一样 正所谓宠孝其主吧 不由想起了 那晚上捏脸的手感 见他眼神越发不善 他没有多留 那我先回去了 走出两步突然回头 对了 猫粮是给墨玉的 罐头是小猫的 你别搞错了 秦玉想叫他拿走 但他转身就走投也不回 转眼就消失在了夜色里 开庭的日期很快到来 时间是周二上午十点 江瑞书不得不请半天假 得知他被人告上法庭 明二庭的同事 先是吃了一惊 再知道来龙去卖后 同情之余 有点幸灾乐祸 这个责任不应该在你 更别说百分之三十的责任 放宽心 需不需要跟B区法院 打个招呼 律师找好了吗 有哪里要帮忙的 尽管说 这是有良心的 咱审判息做久了 换个地方做作 也是一段新鲜难忘的经历 这是没良心的 哎呀 可惜没空 不然要去B区旁听学习 顺便去打听打听 他们的那部消息 听说他们那边 今年要争取 结案率创新高压过我们C区呢 这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 秦厅长也表示了关心 B区法院那边 是哪个法官主审 后孝林侯法官 后孝林 秦厅长从记忆深海里 挖出了些许记忆片段 这个法官好像年纪挺大了 准备退休了吧 姜瑞书点点头 这位后法官 他略有耳闻 出了名的老好人 脾气软 耐心好 但凡是有两面性 老好人善良是善良 也容易同情心泛滥 这位侯法官 也是出了名的 喜欢霍欣妮 有时候相比于李 他更喜欢讲情 只希望开庭的时候 侯法官能麻利点 最好一次开庭结案 他手上还有几十个案子没审 实在拖不起 开庭前一天 沈诚打电话过来 问没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姜瑞书知道他愧疚 但他不想再让他牵扯进来 开玩笑说 只要他不偏帮秋爽就好 婉拒了他的好意开庭当天 姜瑞书起得很早 没有穿平时的变装 而是穿了一身黑色西装 脚上是一双尖头高跟鞋 头发拢到脑后扎了的低马尾 刘海紧紧贴着头皮 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 一反平时的低调随和 显得雷厉风行 看着镜中不大一样的自己 他有点陌生又熟悉 最后轻轻说了声 加油 吃过早餐 他如往常开车出发 只不过 这次没有走平常上班的路线 而是开向B区 B区法院跟C区法院的格局不大一样 不过他以前来过不少次 一点也不陌生 熟门熟路地找到停车场 把车停在了 靠近法院大楼入口的位置 这时距离开停 还有将近半小时 第192章 自便 陆思安匆匆赶到律所 发现秦玉办公室里没人 到外面敲了敲陶玲的桌子 秦玉还没来 陶玲从电脑后抬起头 找他有事 有个案子 秦律师今天上午不来 陶玲的眼神开始飘忽 声音领默的一丝感情 他推掉了所有的预约 陆思安眉心拧起 他干嘛去了 陶玲乖巧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眼神飘到了不知名的远方 声张正义去了吧 哈 把车停稳 姜瑞书看了看时间 准备给秦玉打个电话 但还没等他拨号 便看到一辆熟悉的兵力 缓缓开过来 停在了他对面的车位 车停稳后 男人若有所觉 威意抬头 透过挡风波里看过来 跟他撞了个阵阵 姜瑞书推门下车 对方也跟着下了车 他走过去 由衷说了声 谢谢 虽说知晓案情的公民 有义务到庭作证 但秦玉能来 无论如何 都该说声谢谢 秦玉第一次见他这么打扮 跟穿法袍的模样和气质 都很不一样 让他感觉很熟悉 很快就接受了这样的姜瑞书 他没发表什么想法 直到 走吧 作为证人 未经传唤前 秦玉不能进入法庭 看时间还没到 姜瑞书和他一起在法庭外等待 邱爽作为模特和演员 虽然不知名 但还是有一些粉丝 随着开庭时间临近 陆续有人前来旁听 秦玉今天仍是西装革履 看着就跟一般的听众不同 而他旁边的姜瑞书 跟他的打扮差不多 要知道 制服这种东西的视觉效果 一加一大于二 别说两人的相貌气质 都属于上家的 不抢眼都难 你们是被告的律师 有个小姑娘凑过来问 姜瑞书见他手里 拿着秋爽的应援带 微微一笑 不是 小姑娘松了口气 不是被告律师 看着又不像旁听群众 那可能是旁边法庭的人吧 他的目光 忍不住往秦玉那边飘 真帅啊 但秦玉看都不看他一眼 小姑娘鼓足了勇气 处在旁边待了半分钟 心想 自己这么大一个人站这里 他应该会觉察到 至少看一眼吧 秦玉就站着一动不动 眼皮都不抬一下 小姑娘满腔的勇气 如破了洞的气球 搜一下别了下去 丧气的走了 姜瑞书饶有兴致地打量秦玉 这人还真是惹人眼 走哪都能招惹小姑娘 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如想想怎么辩论 他的视线存在感太强 让他皱起了眉头 他上个案子 刚跟这个法官打过交道 以姜瑞书的身份和立场来看 辩论环节 即可能直接决定判决结果 姜瑞书轻轻笑了笑 收回了目光 正要说些什么 突然看到走到另一头几个人 推着轮椅 气势汹汹走来 为首之人坐在轮椅上 脸上戴着大大的口罩 但透过精致的眉眼 可以看出他化了妆 身形瘦靴 穿了条藏蓝色雪纺长裙 裙摆下露出的脚 打着石膏 正是邱爽 在姜瑞书看过去的同时 邱爽也看到了姜瑞书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接 此时的邱爽 已没有之前的阴郁 仿佛是病痛难熬 他变得沉默而冷漠 但看着病弱 却无一处不精致 推轮椅的人是邱爽妈妈 后面几个人有点眼熟 应该是邱家的亲戚 邱家人也看到了姜瑞书 一个个横眉冷漠 嗖嗖飞眼刀子 邱爽的目光 在姜瑞书身上停留片刻 便注意到了他身边的情欲 情欲瞥了眼 便收回了目光 直接将他忽略 邱爽眸光微暗 坐在轮椅上缓缓而来 跟姜瑞书擦肩而过 法庭里传来小小的喧嚣 邱爽的粉丝发现 爱斗倒停 忍不住情绪激动 趁着没开庭拍照的拍照 要签名的要签名 姜瑞书在外面看得真切 聚会的时候 只觉得他有点 高高在上的距离感 但也没有多大不同 这是第一次感受到 邱爽真是个艺人 这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的脸受伤后 反应那么激烈 但这不是 他可以把责任 推给别人的理由 姜瑞书抬手看了看手表 跟情欲道 我先进去了 情欲N了声 他刚踏入法庭 便有人注意到了他 包括之前那个搭讪的小姑娘 看着他走到被告席 伸手拉住了 被告所坐的椅子 哗 他拉开椅子 弯腰坐了下去 法庭里瞬间安静下来 这是被告律师 不对 他刚才说自己不是被告律师 那么坐在那个位置的 只能是被告 小姑娘觉得受到了欺骗 瞪大眼睛 似乎要他给一个交代 姜瑞书朝他微微一笑 换来小姑娘 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好似在说他脸皮 怎么那么厚 姜瑞书并不在意 将目光投向对面的原告席 邱爽的律师 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律师 个子不高 有些白胖 看起来很和气 在姜瑞书看过去的时候 他还朝姜瑞书微笑 示意五分钟后 书记员开始宣读法庭记录 全体起立 随着书记员的话音落下 一名身穿法袍的老人 缓步走进法庭 他身后是一男一女两位 跟他年纪差不多的陪审员 老人入席审判长的座位后 姜瑞书注意到 原告律师向审判长微笑含腰 审判长见了回忆微笑 两人虽然没说话 但显然关系很不错 看来这里是原告律师的主场 邱爽找的这个律师 简直专门嗑他 真是煞费苦心了 姜瑞书心里留了底 便听到审判长侯法官叫他 姜瑞书姜法官 审判长 我是姜瑞书 他迎上侯法官的目光 对于侯法官知道自己的来历并不意外 他连续几年都是C区法院的优秀法官代表 立押各区法官 侯法官知道他也不足为奇 今天这里没有姜法官 只有被告姜瑞书 侯法官的目光里有点不赞同 你作为一个法官 怎么会惹上这种官司 他耸耸间非要说的话 只能说是人在家中做 或从天上来 我能控制自己 但控制不了天灾人祸 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便感觉眼刀子从四面扒到飞来 侯法官不至于否 推了推老花镜 往他旁边望了望 就你一个 你的律师呢 没有律师 姜瑞书从容地笑了笑 道 我将自辩 第193章 捅刀子 不是所有的当事人开庭的时候 都会找律师 姜瑞书作为法官熟知相关法律 不找律师也没什么问题 侯法官问过之后 便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原告律师开始陈述诉讼请求 最后提出要求 被告承担30%的附带责任 理由是 原告因被告恶意挑衅 挑拨朋友关系 导致原告被排挤 因此过多因久无人劝阻 跟后来的车祸 有直接因果关系 侯法官听完 看向姜瑞书 被告 姜瑞书道 我不赞同原告的观点 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你不认同 自己应当负责 令人同情 但我认为原告应付全责 所谓的恶意挑衅排挤 挑拨朋友关系根本不存在 原告酒后开车 与此也无因果关系 原告律师见他否定了所有的指控 但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呵呵笑道 审判长 原告方请求传唤本案第三人到庭 一个27、8岁 模样斯文秀气的年轻女子 走进法庭 虽然只见过一面 也没说过多少话 但姜瑞书一眼就认了出来 是张明远女朋友 张雨英 印象里她很文静 靠在张明远身边不怎么说话 很多时候都是听其他人说 偶尔附和两句之前 邱爽也把她告了 但后来她和张明远一起跟邱爽和解了 姜瑞书想过 邱爽会叫几个老同学倒停陈词 唯独没想到会是张雨英 张雨英站到证人席上 低眉顺目 安静淡然 原告律师问道 张女士 请问8月26日傍晚6点到晚上晚上10点 你在哪里 纸兰会所 在做什么 我男朋友有一场同学聚会 我跟他那几个同学认识 就一起去参加了这次聚会 原告跟你男朋友这些同学之间 经常有这样的聚会 是的 张雨英点点头 随后补了句 不过这次聚会 是另一个老同学沈诚 因为重新联系上江女士 也就是被告特地举行的 你认为 原告是个怎样的人 张雨英看了看邱爽 平静地陈述道 原告从事演艺事业 跟普通人有点距离感 脾气比较直 有时候会跟其他人吵吵闹闹 但都不会真的生气 熟悉起来后就知道 他不是那种机场小度的人 挺热心的 经常给朋友帮忙牵线 那你认为 被告是个什么样的人 被告很豪爽 敬酒来者不拒 很快就跟大家熟悉起来 一点生疏感都没有 张雨英顿了顿 他很会交集 就算是第一次见面 他也能很快跟人打好关系 那跟原告关系呢 嗯 感觉有点说不上来 为什么 在认人的时候 被告能准确地 说出所有人的名字 但到了原告的时候 被告故意说成另一个人 后来又解释 说是开玩笑 那你觉不觉得 是被告看不惯原告 故意开这种玩笑 羞辱原告 江瑞书举手 反对 侯法官瞥了眼 慢吞吞地道歉 反对有效 原告方 注意一下你的提问方式 这种诱导性的提问不能问 好的 审判长 原告律师换了个问法 那换成你 你接受这样的玩笑吗 张雨英稍作思考 才给出回答 如果是跟我关系好的人 我会觉得 这是朋友间的玩笑 但如果 是跟我关系不好的人 我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原告律师点头表示赞同 的确 开玩笑要分人 他看向审判长 毕竟十几年没见 跟陌生人差不多 开这种玩笑 估计大多数人都会不高兴吧 侯法官点了点头 江瑞书默不作声 纹丝不动 那就很奇怪 被告作为一个 极其擅长交集的人 会不知道什么玩笑能开 什么玩笑不能开 侯法官文言 露出深思的表情 江瑞书一看 便是审判长被打动了 这是给他历程俯身的人设 拐着弯说他 故意给秋爽难堪 原告律师继续问 被告和原告的矛盾 是怎么计划的 那天被告打扮很时髦 全身是名牌 原告初略预估了一下 被告全身的穿戴 大概要二十万 就有点奇怪 被告一个法官 怎么买得起那么贵重的东西 就问被告的工资是多少 被告不想说 当众挑破了原告的隐私 两人就闹了矛盾 谁也不理谁 然后被告跟大家玩 不搭理原告 张雨英话音未落 众人倒吸冷气 二十万穿身上 那得多有钱 顿时看向江瑞书的目光 变得有些微妙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是一个法官吧 法官的工资 有那么高吗 原告律师继续提问 我是否可以认为 被告把其他人拉拢到一起 故意不带原告玩 张雨英迟疑地点了点头 有点吧 毕竟闹矛盾了 肯定不想一起玩 被告知道 原告一直在喝酒吗 应该知道吧 包厢就那么大 扫一眼就能看到 其实 我看到有几次被告看了原告 但最后都没有跟原告说话 那被告有劝阻过原告 不要喝酒吗 张雨英摇摇头 没有 最后聚会结束的时候 原告是什么状态 张雨英想了想 浑身酒气 走路摇摇晃晃 脸和眼睛都红了 下楼的时候 有两次差点摔倒 情绪不是很好 脾气变大了 那被告什么状态 除了脸有点红 没什么变化 走路说话都很稳当 那么 在原告醉酒的状态下 被告有帮助或劝阻原告吗 没有 谢谢 原告律师看向审判长 审判长 我的提问完毕 一个人民法官 穿戴布斐 善于交际 却故意开不合时宜的玩笑 给人难堪 笼络他人排除一己 在明知不利于他人的情况下 未尽劝阻义务 未尽保护罪酒者的义务 最终导致特地来为他庆祝的老同学 车祸重伤 原告律师给他立了这么一个人设 有这么一个人设在 想获得审判长的好感 无疑难于上青天 到时候 就算摆出证据撇清关系 审判长认定他是个败坏公序良俗的人 也能行使自由量 才全判他个人道主义赔偿 江瑞书看了看作回原告 代理人座位的老律师 对方投来一个和善的微笑 似乎没说过他一句坏话 这位老师傅捅刀子 真是滴血不见 第194章 推翻 他也给对方回来的礼貌的微笑 随后将目光投向审判席 审判长 我要询问本案第三人 侯法官做了的可以的手势 江瑞书起身 夺不到证人席旁 站在张宇英面前正对着他 抬眸让他对上自己的视线 没有马上开口 慢条思理地打量 将过去的印象清除 用新的目光重新认识他 张宇英不明所以 眼神里透出点疑惑 江瑞书回以微笑 很自然地说道 感觉 你跟我印象里不大一样 是吗 张宇英声音又柔又软 像江南水乡的无浓软语 江瑞书夺不到他身侧 随口问了句 你的朋友多吗 还好吧 我不是那种很喜欢交集的人 朋友不多 但我觉得朋友贵金不贵多 这么说你和朋友的关系很好 那你们平时会开玩笑吗 当然 张宇英肯定道 一般朋友之间都会开玩笑吧 那有没有朋友开过的某个玩笑 才让你感觉不舒服 张宇英斟酌道 很少 也就是有 是吗 他看了看江瑞书 对上他仿佛能透彻人心的目光 轻轻点了点头 是 或者不是 江瑞书执意要他回答 是 能举个例子吗 张宇英想了想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OK 江瑞书没有追问 换了个方式 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 你今天的口红搭上你的裙子 就是个骚出天际浪到无边的婊子 你会怎么想 反对 原告律师打断 江瑞书马上到 第三人的回答 关系到本案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认定 侯法官看了看他 你最好能证明这一点 第三人请回答被告的问题 张宇英不明所以 眉头微微促起 我的朋友不会跟我这么说 假如 我觉得这么说不大好 他含蓄道 江瑞书转身 目光头向旁听袭 落在了之前搭讪的小姑娘身上 可以请你回答一下问题吗 小姑娘左看看右看看 发现江瑞书看的就是自己 猛猛地指了指自己 我 对 江瑞书点头 指了指他旁边跟他一样 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孩子 如果你旁边的朋友这么跟你说 你会怎么想 小姑娘有点紧张地站起来 不明白他这么问的意义 但脑子自动带入了自己跟小伙伴的日常 还没等脑子 想明白怎么回事 嘴已经诚实地做出了回答 他肯定是嫉妒我呀 旁边的女孩子 翻了个白眼 江瑞书注意到他们的小动作 眼中含笑 那你是否会生气 为什么要生气 小姑娘脱口而出 但话说出口 她突然有点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好像帮了被告 谢谢 江瑞书请他坐下 没有问下去 转身面向审判席 同样一个玩笑 张女士觉得不舒服 但其他人却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 甚至以此为荣 这说明 每个人的关注点和敏感度不一样 同样一句话 在两个人听来 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两个意思同样的 张女士和原告方 认为我故意说错原告的名字 是给原告难堪 但在我看来 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一没有口出恶语 二没有讽刺羞辱 三没有动手动脚 若是因为这样一个玩笑 便受到伤害 他顿了顿 侃侃而谈 原告是一个模特和演员 虽然知名度不高 但毕竟是公众人物 被人评投论足是常识 被抹黑辱骂 应该也不少见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 原告应当有一定 甚至是高于普通人的 心理承受能力 会因为我这么一个小小的玩笑 就觉得难堪难忍 以至于戒酒消愁 他的目光从张雨英 开始一个个扫过 是张女士自认为如此 还是原告律师夸大其词 还是 他的目光落在邱爽身上 原告也这么认为 邱爽顿时感觉 所有人都看着自己 想到姜瑞书明里暗里地说 自己矫情玻璃心 心里恨得不行 咬牙道 没有 我就知道 你不是那么玻璃心的人 姜瑞书由衷地夸了句 邱爽心里憋得出血 偏偏不能反驳 侯法官露出了思考的神情 原告律师注意到这一幕 脸上和善的笑意淡了些 法官被姜瑞书说动了 张雨英语气迟疑 可是 你擅长交际 应该知道 什么玩笑能开 什么玩笑不能开 就算我很会交际 我也不可能时刻准确掌握别人的心理 难道你从来没有无意中说过说过 让别人不舒服的话 张雨英唇脚下压 说不出反驳的话 关于原告质疑 我的工资 能否买得起那么贵重的穿戴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姜瑞书一脸坦然 我当然买不起 但不意味我家没有这个经济条件 按照这个逻辑 难道法官都出身贫穷 才能彰显连接公正 难道以后 我也不能选择 跟经济实力出色的男士恋爱结婚 他摇了摇头 在我看来 我认为自己还是挺优秀的 名牌大学毕业 硕士学历 没有贷款负担 事业上连续数年当选 C区法院优秀法官 配得上优秀的男士 旁听洗礼一阵闷笑 也对 只要法官没有违法乱计 其他方面都是个人自由 可是你当时为什么不说 张宇英问 我为什么要说 姜瑞书语气突然冷漠 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 见面就问我工资多少 怀疑我是不是骗男人的钱 或者贪污受贿 才挣了那么多钱 我认为 没必要跟这样不善意的人多说 所以 你故意不搭理原告 你为什么不认为是原告 故意不搭理我姜瑞书反问 当时 你把其他人都拉拢到了你身边 其他人不包括你吗 姜瑞书目光灼灼 你跟原告更熟 为什么不搭理他 张宇英的脸色一下子僵住 想说些什么 可是在姜瑞书锋利的眸光下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见姜瑞书 把之前给他立的人设 一向向推翻 还往原告身上抹黑 原告律师坐不住了 豁然起身道 这不能成为 你未经劝阻义务的理由 原告身体健康 并无不能喝酒的疾病 就算有我也不知道 原告和其他人 并未告知我相关信息 原告作为一个成年人 应该清楚 过量喝酒的后果 所以 在这上面我没有劝阻义务 作为聚会参与者 你最后没有将 明显醉酒的原告 安全送到家 未尽到保护义务 难道原告 没有告诉你 我比他先走 姜瑞书从容淡定道 我先离开 因为我无法知晓 也无法制止他酒后驾车 所以我对原告 也没有保护义务 第195章 什么关系 你明知原告醉酒 在未确定被告 是否安全前 仍然提前离开 仍然属于未尽保护义务 这就有点胡搅蛮缠了 姜瑞书不打算 跟他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 直言道 当晚我也喝不少酒 在当时的情况下 也无法独自驾车 更无法保证他人安全到家 护送被告安全到家的义务 引由意识行为清醒之人履行 你虽然喝了酒不能驾车 但没有喝醉 这一点当晚所有之人 包括本案第三人都能确定 应当负有义务 张宇英点了点头 当时被告口齿清晰 行为如常 结账离开的时候 还跟其他人开玩笑 没有醉酒的迹象 如果不是身上有酒气 根本看不出喝了酒 你也只说看不出 姜瑞书看着他 但你能判断 我当时可以确保原告安全到家 喝醉没喝醉 难道还看不出来 没喝醉 和可以确保被告安全到家 是两回事 在张宇英不解的视线中 姜瑞书看向审判席 正如喝了酒 不管醉与不醉都不能开车 虽然我看起来没事 但不意味着 我可以承担送原告安全到家的责任 侯法官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有个问题 被告 你怎么证明 我有证人 姜瑞书道 审判长 我请求传唤证人到庭 很快 众人便看到一个 西装革履的年轻男子 走进法庭 他长得太高了 感觉要顶到天花板一样 让人要仰起头 才能看清他的长相 等看清楚他的长相后 便觉得目光更加难以挪开 他五官长得好 不论是分开看 还是组合在一起 都格外吸引人 精致却恰到好处 旁听西里的小姑娘 猛地睁大了眼睛 她是被告的证人骗子 等等 他们好像也没有骗她 她问是不是被告的律师 他们说不是 也确实不是 一个是被告 一个是被告的证人 但总感觉自己被愚弄了 小姑娘陷入了沉思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情欲不虚不及 走向证人席 这还是她第一次当证人 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 踏进法庭 感觉有点奇妙 但内心平静如水 她的目光不动声色 扫过了一圈 从旁听席到原告席 再到审判席 最后停留在姜瑞书身上 姜瑞书做了个请的手势 她其实还不知道 姜瑞书要问自己什么 在这之前 姜瑞书没有跟她提及 任何需要确定的事实 她似乎一点也不担心 她的回答不能有利于她 但就算没提及 她也大致可以猜到 她需要确定的事实 这个案子不复杂 能决定结果的关键因素 是法官的好感 而这个法官是个老好人 喜欢同情弱者 时常或悉尼 姜瑞书想要少负责容易 但想要一点责任 也不负 却有点困难 站定后 她向法官微微汗手示意 侯法官推了推老花镜 认出了她 秦律师 是的 审判长 秦瑞道 但今天我不是律师 是一名证人 侯法官忍不住笑了声 你这话跟被告 倒是有点像 秦瑞看了眼姜瑞书 姜瑞书知道法官的意思是说 今天她跟秦瑞一样 在法庭上 都不是自己原本的身份 但没有解释 夺不到她身边 抬眸看她 简洁有力道 请证人陈述 事发当晚见到我的情形 秦瑞的陈述 同样简洁明了 跟无关的旁观者似的 不带一丝情绪 事发当晚 一个客户约我在纸栏会所见面 十点左右见面结束 我和助理开车离开的时候 意外在停车场看到被告 出于礼貌 我的助理跟被告打声招呼 当时原告和被告都在场 其中有一名男子 意图单独送被告回家 其他人也纷纷起哄劝说 但被告 看到我助理后 言语间透露出 想搭顺风车的意思 对那名男子 将其送回家的建议表示拒绝 我和助理无法确定 那个男人能否会不利于被告 便决定 助理开我的车回家 我开被告的车一起回家 江瑞书不由斜眼看他 他当时跟陶灵那么说 是有点想搭顺风车的意思 主要是为了拒绝前情号 这种心思心知肚明就行了 他有必要点出来吗 怀疑他还在记仇 原因是 他给了抚养费 把不必要的情绪剔除 他又问 那你认为我当时 是否能独自开车回家 不能 你当时浑身酒气 必然已达到酒价标准 那你认为我当时 有没有受到酒精的影响 秦玉顿时想起了 被他开过的油 何止是受到一点影响 简直是把他的邪恶本体 给放了出来 脸色和眸光 一下子有点冷 眼刀子嗖嗖飞江瑞书 面不改色 从容道 请证人回答 油 他眸光忧深 江瑞书好似没有觉察 他的冷气 袍根问底道 什么样的影响 秦玉眼里的兵 能冻伤人 耍酒疯 原形举止 但没有反驳他 也算是耍酒疯吧 那你认为 我在那种情形下 能否帮助其他人安全到家 如果你想害死人的话 江瑞书斜眼 对上他 仿佛他欠了他几十亿的脸 他耸了耸肩 好吧 询问完毕 原告方请求询问证人 原告律师马上表态 走到秦玉面前 笑呵呵地打量他 秦律师 久仰大名了 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 看到你这位来自京城的大律师 还没等秦玉有所表态 江瑞书马上举手 请原告方 不要牵扯非办案的话题 只是见到传说中的大律师 还是以证人的身份道庭 未免有点好奇 原告律师温和地解释了一句 接着转入正题 请问证人 你跟被告是什么关系 他跟江瑞书的关系 真要说起来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但非要说 有什么很深的关系 却也没有 略有些复杂 他选择了 为什么会送江瑞书回家的身份 邻居 只是邻居 对方向得好奇的老头 笑容可居 有点八卦 却不惹人讨厌 第196章 CLA全场 秦玉看着他 只一眼便知道 他这个问题不单单是确认 或许还知道些什么 如从律师角度 他会是情况承认 或否认与被告的关系 但他现在是证人 他选择了如实告知 我曾带领过被告主审的案子 仅此而已 我认为如此 原告律师呵呵笑了声 但是据我所知 你跟原告都是 S大的本硕毕业生 在学校有过一段很深的纠葛 迄今为止 引起讨论 秦玉反问 什么纠葛 原告律师一副 我知道你懂我说什么 只是故意不说的表情 随后变成那我来说吧的表情 你年少出名 但被告入学后 踩着你一个又一个荣誉成名 很多人将你们做比较 有人说 你们是相爱相杀 相爱相杀 秦玉看向江瑞书 还有这种传言 我不曾关注此类话题 不清楚别人的想法 如果有这样的传言 都是意义 但你们之间的渊源不可否认 两个曾经棋封对手 同样优秀的年轻人 在多年后重逢 同样从事法律事业 不论工作还是事业 都有交集和共同话题 彼此单身 比邻而居 年纪相当 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认为 追究我跟证人的关系 与本案无关 请原告方搞清楚重点 姜瑞书提出反对 原告律师马上道 审判长 我认为很有必要 这关系到证人证词的有效性 如果你有所怀疑 请拿出证据 若是没有 请不要在这里编故事 所以我在询问证人 侯法官道 我认为 有必要确定这个事实的认定 被告请坐回去 姜瑞书坐了回去 你的意思是 我跟被告有暧昧 甚至 秦玉已经领悟到 原告律师的意思 脸上一派平静 但是熟悉他的人 会从他幽深的眼神知道 他已经忍耐到极致 我是被告的追求者 否则你当天 为什么要主动提出 送被告回家 明明已经 有人解决代价问题 我想 我的陈述已经很清楚 被告不想接受那些人的代价 在不确定 他与那些人的关系 是否如表面友好的情况前 我认为自己有必要 接受他的求助 原告律师顿了下 没想到他把主动 送女孩回家 说成了接受求助 求助可就一下子变位了 要知道 当晚跟被告在一起的 都是被告认识 十几年的老同学 更安排了专人 送被告回家 你不但主动提出送他回家 还不嫌麻烦 帮他开了他的车回家 仅仅是因为 他表达了 不想接受同学代价的意思 这未免太牵强 谁知道呢 若被告被间接控制人身自由 碍于对方人多事众 无法明说 我多此一举 总比真的出事要强 现在将被告告上法庭的 不就是他的老同学 这话一出 秋爽就尴尬了 江瑞叔不知道该高兴秦玉 还是对原告律师表示同情 说什么不好 偏偏说 秦玉跟他关系暧昧 估计上次秦玉主动送他回家 让秋爽以为 他们关系匪浅 实际上 秦玉一点也不欢迎他 秦玉之所以会那么做 只是因为 他是个不怕麻烦的人 他说的怀疑 说宁愿多此一举 他相信不是借口 但是原告他们都不了解他 便觉得 他那么做 有点什么隐晦的心思 不过也是 一个看着不像爱管闲事的男人 突然不嫌麻烦 在明知对方有朋友 送回家的情况下 跟另一个男人 抢走代价的机会 大半夜送一个女人回家 的确很容易引人遐想 你的说法太夸张了 大庭广众限制人身自由 这怎么可能 原告律师道 为什么不可能 事发地点为僻静的停车场 所谓的老同学 人多事众 但也隔了十几年才再次见面 知人知面不知心 被告尤且只有一人 且处于多量 饮酒的不利状态 被告意识到不对劲 又怕暴露 反而被害 或者因为害怕而不敢反抗 亦或者 被告有把柄落在他人手上 都可能被限制人身自由 情欲幽深的眼眸中 渐渐露出锋芒 你认为夸张 相反我认为很恐怖 就是你这样认为 种种不可能的人 才最可能让犯罪在眼皮底下发生 全场一片寂静 原本人们都以为 这是个暧昧故事 但是听他这么一说 纷纷开始审视自己 是不是过于自以为是 放纵了犯罪现象发生 这样的案子 真不是没有 看着做了证人 依旧思维全场的男人 江瑞书飞快扫了眼众人的反应 决定还是不说话吧 原告律师张了张嘴 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反驳他 这话题完全骗了 他想说 证人和被告关系暧昧 所以 证人的证词可信度不高 不足以采纳 可被证人这么一说 变成见义勇为了 这 这怎么扯到一个层面上的 原告律师都有点茫然了 只能强行挽尊 我很佩服 你有这么多想法 当然 警惕新高不是坏事 但是显然 你的这次猜测是错误的 这跟原告起诉被告 也是两码事 他已经意识到 想从情欲嘴里 挖出有用的信息很难 也意识到 自己可能提问方式错了 证人一开始很配合 有一说一 但似乎在猜测 他和江瑞书的关系后 他开始变得具有攻击性 虽然不确定 他一开始是否就打定了主意 偏向江瑞书 但原告律师不打算再追问下去 怕再追问 会给秦玉帮江瑞书反驳的机会 但他不想影响到秋爽的形象 特特解释了一句 原告跟被告对保公堂是无奈之举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虽然是为了获得赔偿 但初心是为了一个公道 正如法官在这里 不管是判谁胜诉谁败诉 不是针对谁也不是偏向谁 只是为了一个公道 您说的是吗 侯法官点点头 当然 接着他马上跟法官道 我对证人的询完毕 审判长 接下来我请求询问一下原告 侯法官看向江瑞书 被告还有问题 要询问证人吗 没有了 审判长 证人退庭 原告上前来 秦玉淡淡地瞥了眼被告席 精致的脸孔冷若冰霜 转身离开法庭 第197章 拳头打在棉花里 秋爽坐着轮椅 被原告律师推到证人席 他一米七八的个子 在女性中属于拔尖那一波 现在坐在轮椅上 竟显得轮椅有点空 大大的口罩已经摘下 瘦削的脸颊 和苍白的脸色一看 便知受到了病痛折磨 脸上化了精致的淡妆 遮住了病痛带来的憔悴 却保留了虚弱 虚弱中却又透着轻力 不得不说 作为一个模特和演员 他很明白 如何凸显自己的优点 旁听习里的粉丝见状 纷纷心疼不已 便是普通群众 也不免生出怜悯之心审判长 裴审员 你们好 我是原告秋爽 是一名模特和演员 秋爽跟审判席打招呼 文言侯法官和两位裴审员 都不由把目光投向他 能做模特和演员的人 无疑长相出挑 但此刻他脸上 还贴着一块婴儿巴掌大小的纱布 便是把头发放下来也遮不住 腿上还打着石膏 心里顿时有点同情 听说脸上留了疤 不知道这模特和演员 还能不能坐下去 江瑞书冷眼旁观 心里对酷爽的意图一清二楚 无非是为了引起法官的同情 心里对他即将要做的 是有了大概的猜测 女裴审员打量着秋爽 过了一会儿 有些迟疑地问道 你是不是烈焰里面的珍珍 是我 裴审员 秋爽回道 难怪我觉得演员 还真是你 我挺喜欢珍珍这个角色的 珍珍被他爹卖掉的时候 那种绝望无助被你掩活了 谢谢您的夸奖 秋爽淡淡笑了笑 接着不知想到了什么 神情变得落幕 不过珍珍可能是我演艺生涯 最后一个角色了 为什么 女裴审员脱口而出 秋爽摸了摸包着纱布的脸 顿时所有人都明白了 女裴审员顿时尴尬又同情 现在整形手术那么发达 应该能恢复吧 我还挺想再看你眼的电视剧的 是吗 我也很想再回到小萤幕前 可是医生说不可能 咳 江瑞叔咳了声 打断秋爽的话 原告方可以询问被告了吗 秋爽说到一半的话噎在了嘴里 满心的恼怒 但脸上没表示出来 紧紧的抿住了唇 这让其他人觉得他被欺负了 同时对江瑞叔咄咄逼人的 有了点不喜 江瑞叔淡然一笑 医生的诊断结果我也知道 百分百复原做不到 但手术后可恢复到肉眼 第一眼不可见 通过化妆基本看不出痕迹 如果秋女士还想再演戏 问题不大 只要秋女士愿意演戏 相信大家很快就能在电视上 看到她的星座 秋爽气得差点绷不住脸 江瑞叔这是讽刺她 讽刺她没戏可演 原告律师及时替秋爽解围 亦有所指道 看不出不等于没有 发生过的伤害 永远无法当作不存在 您说的是 江瑞叔没有反驳 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 示意她赶紧提问 别浪费时间 原告律师一口气哽在喉咙 他对这个自辩的法官 真的拿捏不准 根本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好像不管出什么招 他都风轻云淡笑盈盈的 叫他一拳头打在棉花里 意识到这一点 他心里更加警惕 迅速收敛了心思 终于开始进入正题 能陈述一下 你在卫健面前 对被告是什么印象吗 天才少女 沉默寡言 有点不合群 邱爽说了三个标签 请详细点 他是跳级上来的 比我们小两岁 每天埋头苦读 不怎么喜欢被人说话 叫他出去玩十次 有九次不乐意 渐渐的 大家也不爱跟他玩 高二的时候 他直接参加了高考提前毕业 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可能是玩不到一块吧 也没跟我们再联系过 那上次再见面 你对他是什么印象 变化很大 差点认不出来 以前他穿得很朴素 但是那天穿得很讲究 像个富家小姐 变得很会说话 跟大家推杯换盏 没一会儿 气氛就被他炒热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看我的眼神 有点尖锐 还故意装作不认识我 邱爽说着 瞥了眼江瑞叔 当然 可能是我敏感 但我的确感觉到了不舒服 不过以前也不怎么熟 人家不知道我的禁忌 才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 他说的坦荡 可在江瑞叔听来 真是时刻不忘抹黑他 关系不熟 还开不合时宜的玩笑 这不就是说他 故意给人找不痛快 原告律师突然话锋一转 据说你那天 在聚会上曾表示 你拿到了政府举办的 商界杰出人士 联谊会的邀请 是的 恕我冒昧 参加这个联谊会的 都是本省有名的企业家 名下 都有市值上义的公司 你作为一个模特和演员 是怎样拿到这个邀请的 顿时所有人的 集中了注意力 女明星和大老板 一听就引人狭想 我还有一个投资人的身份 但是就有说之 以你的分量 应该得不到邀请 准确说 不是我收到了邀请 是一个朋友带我去 一张邀请卡 可以带一个同伴 去拉关系 原告律师仿佛突然倒戈 故意跟自己的委托人作对 提的问题都很尖锐 我厚着脸皮去参加 不是为了拉关系 是因为 我手上有一个很好的剧本 原本我想 趁这次机会 为这个剧本找投资商 剧本 这个剧本 是一个以前拍戏时 认识的编剧姑娘写的 她最好的朋友 是个很善良开朗的女孩子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从幼儿园认识 连大学 都是在同一所学校 他们曾经说好了 以后一起工作 恋爱 结婚 生孩子 变老 要参与彼此人生 每个重要的时刻 她以为这辈子 除了爱人 便是好朋友 会陪伴自己一生 可是有一天 她的好朋友 突然给她发了条信息 说她要离开了 便从三十层的高楼上 跳下 秋爽的声音平和柔缓 剧斗有轻有重 平静的语调中 透着淡淡的伤感 是一个很好的讲述者 她想不明白 在这之前 她明明还跟好朋友 计划好了 过半个月后 一起去西藏旅行 制定计划的时候 两人都很开心 最近好朋友 也没有遇到不开心的事 甚至明明前一天 见面的时候 还有说有笑的 怎么突然人就没了 后来她才知道 原来是抑郁症 杀死了她的好朋友 她的好朋友 已经被抑郁症 折磨了整整一年 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 第198章 戏很精彩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法庭里一片沉默 众人很快想起了 最近连连刷屏的新闻 就这一个月内 已经有四起抑郁症患者 自杀身亡的例子 过去人们 总以为抑郁症是心情不好 还有人觉得抑郁症矫情 但最近才有更多的人知道 抑郁症不仅仅是心情不好 甚至抑郁症患者 可能看起来很开朗 旁人根本看不出来 谁也不知道 他们每时每刻 都在想着怎么死去 秋爽叹了口气 那姑娘是底层编剧 没命没气 没人愿意拍 大概是觉得跟我投缘 把剧本投到我了这里来 我很受感动 也想为抑郁症患者做些什么 就想这个剧拍出来 商界联谊会是个很好的机会 可惜 他语意未尽 但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意思 可惜他因为受伤 错过了这次机会 不仅自己的演艺事业 受到重创 连带着编剧姑娘的梦想 一起落空了 审判席上 侯法官露出了同情的神情 陪审员也皱起了眉头 深胆惋惜 原告律师心中稍稳 不经意地看了眼江瑞书 江瑞书对上他的视线 礼貌地弯了弯嘴角 示意对方继续 在他看来 江瑞书这是自认为懂审判规则 而有恃无恐 他的确有自信的理由 这个案子在法理上 他比较占优势 想要找出让他负责的 明文法律规定不容易 但法官还是可以酌情判他赔偿 这是法官的权利 他跟侯法官打过多次交道 很懂怎么获得侯法官的支持 江瑞书虽然也是法官 但他做过了解 江瑞书是跟侯法官 截然不同的审判风格 他这样的学院派 更注重法理 有一说一 没那么有人情味 以往他做审判席上 是非公过由他定论 但现在 他变成了当事人 还是被告 若是心态转不过来 还把自己当法官那一套放在这里 侯法官脾气再软和 也肯定会反感 所以他还是挺有信心胜诉的 只要争取到何一廷的同情 就算不能判他30%的责任 但赔偿肯定少不了 虽然邱爽没有明说 但从两人有恩怨这一点可以看出 比起获得高额赔偿 他更想报复他收回目光 十分惋惜地叹了口气 那真是太遗憾了 这么有意义的电视剧 如果能拍出来 我一定会去支持 让更多人了解抑郁症 帮助抑郁症患者 这样的题材 可比电视上那些整天有钱人 和灰姑娘的故事 要有意义多了 您说是吗 他说着 看向审判长 眼神寻求赞同 听到最后一句 侯法官不由想起自家孙女 迷恋那什么浓装艳抹的小鲜肉 看他们演些无病呻吟的电视剧 既没营养 还三观不正 好好的孩子都被带坏了 心中不由多了分认同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邱爽的神情 却一下子落寞了 我原本也想借这个剧本转型 我这个年纪在演艺圈已经不小 想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唯有转型做真正的演员 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为什么 因为演员是一个 活在镜头里的职业 对演员的外形条件要求很高 伤痕 皱纹 肤色 甚至脸上长了一颗痘 都会影响到形象 邱爽顿了顿 话语到了嘴边 却因为激动的情绪堵住 眼眶慢慢发红 声音仿佛因为压抑情绪 而变得沙哑 没有当过演员的人 根本无法明白 当镜头打在脸上 人就会不由自主地 想要表达出最完美的状态 从一个动作 一个语气 一个眼神 一个侧脸 甚至每一个细胞 都会沉浸在戏里 想要表达 那种想要完美的信念 是一个演员的本能 可是 我再也不可能 呈现那种状态 她的手颤抖的 俯上脸上的纱布 在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激进哽咽 原告律师的情绪被感染 声音沉重了许多 医生不是说 手术后可以大致恢复 化妆后基本看不出来痕迹吗 看不出痕迹 邱爽抬起头 右手按住纱布 猛地往下一撕 啊 法庭里发出一声惊叫 所有人都被她的举动 吓到 背后的旁听席 看不到她的脸 但江瑞叔和审判席上的人 却能看得一清二楚 只见她苍白的脸上 有一条明显的粉嫩 那是受伤后长出来的腥肉 上面还有缝针的痕迹 像一条争鸣的蜈蜈 趴在脸上 审判席上的三人 都张大了眼睛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是可以恢复 可是医生说的恢复程度 是理想状态 你们知道 镜头有多敏锐吗 现实里微不足道的瑕疵 在镜头前会被无限放大 变成无法忽略的缺陷 就算我恢复得再好 也骗不过镜头 我已经没办法再回镜头前 镜头无法容忍这样丑陋的脸 我的梦想已经碎了 秋爽闭上眼睛 一滴泪悄然滑落 法庭里一片寂静 审判席上 侯法官一副 被深深震动的神情 目光中充满了怜悯 女陪审员红了眼睛 擦了擦眼角 惨 太惨了男陪审员也颇为动容 跟着摇了摇头 姜瑞书没说话 原告律师不动声色 瞥了眼姜瑞书 发现他神情沉静淡然 一点情绪波动也没有 是或许自信 还是有杀手锏 他将秋爽的表现 前后想了一遍 自认为没有什么纰漏 这个案子 从明文法律规定上来看 原告不占优势 所以他一开始 就计划了打感情牌的方案 想办法给被告立过错人设 拉低法官对他的好感度 现在又为秋爽积极向上 和梦想破碎的人设 博取法官同情和认可 等情绪释放得差不多 原告律师这才谈戏般的开口 我的询问完毕 侯法官微微点了点头 姜瑞书站起来 对上原告律师和善的脸孔 他微微笑了笑 朝姜瑞书汗手示意 似乎这只是一场友好切磋 但姜瑞书在他眼里 看到了胜券在握 刚才的戏演得很精彩 剧本感人 情绪到位 不过 他将目光投向审判席 审判长 我要询问原告 第199章 卸妆或鉴定 他走出被告席 来到邱爽身边 原告 他叫了声 邱爽抬起红肿的眼睛看他 似乎在控诉他 我就问五个问题 姜瑞书脸色平静 语声干脆 第一 事发当晚 我有没有劝你喝酒 邱爽张了张嘴 最终声音沙哑道 没有 第二 你有没有不能喝酒的身体问题 没有 第三 结账离开的时候 聚会组织者 也就是 审承有没有为你交代价 有 第四 我是不是比你先离开 邱爽心里有些不安 但这个问题 没有可以辩驳的余地 是 那么 喝酒是你自主行为 拒绝代价 是你的自主行为 酒后驾车 也是你的自主行为 你凭什么要我负责 姜瑞书眸光雪亮地看着他 因为你可怜 是啊 为什么 刚才邱爽说得很惋惜很可怜 但换个角度 姜瑞书又何其无辜 因为可怜 就能转嫁责任给无辜之人吗 这不就是谁弱谁有理吗 邱爽暗暗咬牙 姜瑞书这四个问题 看清楚 刚才他好不容易引起法官和听众的同情心 现在 法官微微皱起了眉头 对上姜瑞书透彻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跟法官的那套说法 他在姜瑞书面前说出不来 潜意识里 他感觉如果自己那么应付 姜瑞书肯定会把自己的脸皮接下来扔到地上踩 见法官向自己看来 他悄悄握紧了拳头 心念电转 飞快阻止措辞 就在他要开口的时候 姜瑞书突然一了声 弯腰凑到他面前 一双血亮的眼睛盯着他的脸看 抬手就摸上去 邱爽同仁猛的一缩 往后倒去 下意识捂住脸 在旁人看来 姜瑞这样盯着人家的伤疤看 很不礼貌 还把人家给吓到 实在有些过分 原告律师马上喝到 被告你做什么 我能不能摸摸你的脸 他甚至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 邱爽却一手捂着脸 一手挥舞着赶他 声音带着哭腔 你走开 我就看看 这话不看场景 还以为是个调戏妇女的流氓说的 这次不止法官 旁听洗礼的其他人 都觉得他过分了 人家脸上那么大一个疤 你不避讳就算了 还大啦啦的要求看人家的伤疤 还是个人吗 打击人也有个肚拔 被告 注意你的言行 侯法官发出警告 姜瑞书轻轻碾了碾手指 回想刚才摸到秋双脸的触感 向审判长道 审判长 我想跟在场的人借个东西 借什么 卸妆油 你借这个东西做什么 侯法官皱起眉头 完全想不明白 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姜瑞书看了看秋双 便见秋双的身体色缩了一下 心中的猜测越发肯定 为了反驳原告无法恢复的陈词 秋双心头一震 侯法官皱起眉头 不由看了看秋双 见他脸色不对 最终没有反对 旁听洗礼也是一片茫然 只见他走过来 目光飞快扫过在场所有人 请问哪位有卸妆的东西 旁听洗礼有人动了动 但很快又缩了回去 姜瑞书的目光落到他身上 能借你的卸妆油给我吗 小姑娘茫然四顾 见所有人看着自己 这才意识到 姜瑞书说的是自己 我 对 你怎么知道 姜瑞书微微一笑 你的表情告诉了我 小姑娘不怎么想帮她 她肯定要对秋双不利 但诚实的品质 让她无法撒谎 磨磨蹭蹭的 还是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瓶子 递给姜瑞书的时候 不忘叮嘱了一声 小脸满是肉痛 我没有卸妆油 只有卸妆膏 今天刚到手的 你给我省着点用 姜瑞书笑了声 好的 谢谢 她拿着卸妆膏 回到法庭中央 看着秋爽 我来还是你自己来 你想干什么 秋爽脸色一变 卸掉你脸上的妆 姜瑞书道 包括你脸上的伤 秋爽同人猛的一缩 饶氏听不懂姜瑞书什么意思 但看秋爽的反应 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了有问题 侯法官问道 被告 你到底什么意思 姜瑞书转身 雨声轻缓却有力 审判长 我认为被告的伤疤不是真的 是画上去的 画 法庭里一阵喧嚣 所有人惊恶不已 侯法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你刚才说什么 姜瑞书看着脸色骤然雪白的秋爽道 现在网上很流行一种仿真装 在人体上作画 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刚才我触碰到原告的窗伤面 感觉不像是看起来那么严重 胡说八道 秋爽断然反驳 是不是胡说 卸了妆就知道 我的脸不能碰卸妆油 秋爽脱口而出 你脸上的伤口已经愈合 碰卸妆油不妨碍 秋爽没想到这一茬 顿时哑然 但只能咬死反对 不行 我不能卸妆 你作为一个演员 每天都要化妆 今天也化了妆 难道你从来不卸妆 我是公众人物 卸妆会影响我的形象 他抢遍道 你当众露出 伤疤不影响形象 总之我不同意 他咬紧牙关 哪怕让人怀疑 就是不让卸妆 不卸妆也行 姜瑞书微微一笑 审判长 我要求原告提供伤痕鉴定 确定其脸上的伤疤 是否是真的 秋爽脸色雪白 姜瑞书把卸妆油递到他面前 或者卸妆 最终 秋爽拒绝卸妆 也拒绝做鉴定 原告律师提出 跟姜瑞书和解 虽然也会引起非议 但没有走到最后宣判那一步 对外还能有个模棱两可的说法 算是及时止损 但秋爽拉不下面子 跟姜瑞书和解 那他打这场官司是为什么 法官见他如此固执 哪里还不明白 心里对他的同情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厌恶 短暂休庭后 法官和陪审员重回法庭 宣读判决结果 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 秋爽摊坐在轮椅上 感觉到种种异样的目光投来 心底一片冰凉 第二百章 假大控 人群逐渐散去 秋爽看到有人拿手机对自己拍照 那猎奇兴奋的眼神不用想 也知道他们想做什么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以耻辱的方式上新闻 不 可能现在已经上了 他们会成为第一手爆料人 添油加醋提供黑料 开庭前支持他的粉丝 有人愤怒离去 有人犹疑失望 但没有一个人留下来 今天会成为他洗刷不掉的污点 他的演艺事业真的完了 快推我走 离开这里 他脑子乱糟糟的 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 接受别人异样的目光 邱家人闻言连忙推他离开法庭 邱爽 背后突然有人叫他 邱爽回头 只见姜瑞书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从容不迫地向他走来 在他看来 那是胜利者的姿态 见他还敢找上来 邱家人怒目而视 邱爽妈妈骂道 你还赶过来 姜瑞书在邱家人三四步外站定 听到邱爽妈妈的话 淡淡笑了笑 礼貌道 我有几句话想跟邱爽说说 能请你们先离开一会儿吗 你想干什么 赢了官司 还想欺负我家邱爽 就几句话 两分钟时间 姜瑞书嘴里说着 眼睛看向邱爽 邱爽眸光一按 心里隐约才道 他想做什么 无非是胜利者 来表现惨败者 但他以为 这样就能踩他的脸了吗 邱爽扯了扯嘴角 声音低哑道 妈 你们先去等电梯 邱爽妈妈动了动嘴唇 想劝 但看邱爽态度冰冷 最终把话咽了回去 招呼邱家人一起先走 但是没有多远 在转角看着他们 提防姜瑞书欺负人 姜瑞书走到邱爽两步开外 他一米六七的身高 比邱爽矮了整整十厘米 但此刻 邱爽坐在轮椅上 两人视线对接 邱爽需要抬起头仰视 这是失败者的角度 他的心情越发糟糕 与其嘲弄道 如果你是来炫耀胜利 嘲笑我的失败 说吧 但姜瑞书没有说出 预想中的恶语 而是心平气和地问他 你说的那个剧本是真的 邱爽一听 再也压抑不住 声音骤然尖锐 怎么 赢了还不放过我 想痛打落水狗 他认为姜瑞书 还想揪他的把柄 怀疑他当停说谎 想追究他的责任 联系方式给我 姜瑞书道 邱爽一愣 你什么意思 剧本可以给我看看 合适的话 我可以推荐给合适的投资人 把这个剧拍出来 姜瑞书道 邱爽完全愣住了 心中无比诧异 姜瑞书有这么大的能量 他知道 投资一部电视剧 需要多少钱吗 听他的语气 似乎他觉得 觉得合适就能拍 有这么容易 他反应过来后 更觉得姜瑞书在耍自己 但还是忍不住问了剧 你能推荐投资人 嗯 邱爽真的一点 也无法想象 只觉得眼前的姜瑞书很陌生 他好像直到此刻才发觉 姜瑞书只是安静地站着 或许存在感不强 可是看到他的时候 便觉得 他很赏心悦目 发自内心的自信 眉眼间焕发着从容淡然 记忆里的那个姜瑞书 竟然变得模糊不清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有什么关系 你真想帮人圆梦的话 把剧本交给我就好了 姜瑞书平和道 见他不愿说 邱爽也没有问下去 他是什么人 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嘲弄地反问 你愿意帮我 姜瑞书听出了前台词 剧本的版权在你手上 是啊 不知姜法官还愿意推荐吗 邱爽眼里尽是潮意 看吧 他一定会拒绝 可以 姜瑞书没怎么想 便做出了回答 邱爽仍然不大相信 却得寸进尺 如果我要眼里面的角色呢 你能试镜成功的话 他不会干涉 为什么 邱爽不明白 姜瑞书微微一笑 把合适的剧本 推荐给合适的人 这是我想做的事 之后如何是别人的决定 仅此而已 他会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不想阻断别人的梦想 邱爽已经付出代价 还是没到生死大仇 不至于把人踩入泥泥 他也不是为了帮邱爽 而是弥补那个编剧姑娘 可能失去的机会 但也只是给了一个机会 如果剧本过不了关 他也不会多帮忙 仅此而已 如果你有意 这周内给我回复 说吧 他微微汗手表示别过 就此擦肩而过 邱家人见他先离开 邱爽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连忙跑过来 爽爽 你没事吧 那个女的跟你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邱爽看着江瑞书 跨入电梯一闪而过的身影 也有点茫然 他只是想把合适的剧本 推荐给合适的人 难道他一点也不介意 跟自己的过节吗 他最后的话 是不记仇 他不是很明白 或许也明白 只是江瑞书这样简单的想法 有时候反而叫人无法理解 爽爽 邱爽摇摇头 走吧 停车场 为什么不告诉我 原告的律师 是这么细多的老头 刚走出电梯 一道冰冷而熟悉的嗓音 在耳边咋然响起 秦玉倚着墙 暴毙在前 一双大长腿 自然交叠 跟服雕塑似的 江瑞书看了看他脸色 如果说零度是春暖花开的零界点 那秦玉的日常温度 是变化多端 平均温度最多一二度 现在吗 零下十几度吧 是因为原告律师意图说 他俩关系暧昧 甚至怀疑 他是他的追求者吧 说实话 他真有点承受不起 秦玉这样的追求者 心里对原告律师 也有了几分没眼力的评价 的确戏多 我没想到 他会采取这种方式来 反驳你的证词 秦玉瞥了他一眼 便知道他没说实话 至少不是全部真话 他道庭作证 是提前申请的 原告一方在法律上 找不出明文支持 肯定会想办法反驳他的证词 他不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 但真相如何 已经不重要 他已经履行完证人的义务 这件事便也跟他没有关系 他不欲多问 抬脚就走 你之前 江瑞书快步跟上去 追到他身边 突然开口 接了秋爽的委托没有 秦玉用一种 他很无聊的眼神看他 现在问这个问题有意义 他轻笑了声 实质意义没有 象征意义有一点 秦玉脚步不停 语气冷淡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 我不能接委托的理由 江瑞书点头 理解 所以他接了吧 走到各自车前 秦玉突然补了剧 没接 江瑞书亚然 他的表情很明显 就像惊讶于狼不吃肉了 秦玉有点不满 你那是什么眼神 江瑞书连忙收起表情 换上礼貌的淡笑 嗯 感动 秦玉撤声 那晚送你回家 我便是案子相关人员 案子相关人员 不能成为当事人代理律师 所以 不论他是否找上门 他都不会接秋爽的委托 江瑞书竖起大拇指 秦师兄职业素 养超一流 真是 假大控道令人发指 秦玉直接翻了个白眼 拉开车门就坐进去 一个眼神也不愿给他 开车就走 江瑞书看着远去的兵力 想起他刚才的话 忍不住愉快地笑了声 第201章 追求者 第一个得知江瑞书胜诉的人 是钱清浩 江瑞书还没离开B区法院 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恭喜胜诉 江瑞书有点惊讶于他 得到消息的速度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庭审直播结束 他叹息道 我很后悔 应该去现场看你自便 很精彩 江瑞书知道他有工作 他事先说过 本来也觉得 他来不来没什么关系 一个小案子而已 虽然对方不走寻常路 但也没多大困难 这个案子他没过错 原告唯一能抓住的 就是法官的同情 碰上侯法官这样 富有同情心的法官 是原告的幸运 但也仅限于此 钱清浩轻笑一笑 嗯 我看到了 在你的询问下 对方哑口无言 我只是询问事实 他觉得自己算是很温和 如果在法庭上的人 是秦玉那样的律师 邱爽怕是会被讽刺的体无完肤 但在我看来 你很厉害 比很多律师 都要专业有气场 你是律师的话 一定也会是那种 战无不胜的大律师 他的话叫江瑞书 想起了老师曾经的期待 老师说他 一定会是最优秀的律师 所以他不遗余力 给他提供资源 让他在学生时代 就能接触到各种案例实战 也因此才有了 比肩情欲的成绩 心中仍不免有些惭愧 有段时间没跟老师联系了 今天得了空闲 就发个信息问候一下吧 种种思绪飞快略过 他接上前清浩的话 战无不胜是不可能的 法庭上胜败是常试 以前只见过你 做审判席上的模样 这是你第一次 你不是法官的身份上法庭吗 真的是遗憾 这大概是你唯一一次 给自己当律师 以后大约没有机会再看到了 前清浩声音里有些傲忙 如果可能的话 我希望这样的机会 再也不要有 他开玩笑 虽然他自己是法官 但是他跟普通百姓一样 不希望遇到官司 不论是作为原告 还是被告 不是 他身陷温润 我只是觉得自己 错过了你人生中 很特别的一种模样 或许这一段经历 对你微不足道 但是有些与众不同 我 他顿了顿 不想错过 最后那句话 像是临时更换的 将原本的心声 换成了如此浅白的话语 江瑞书从来没觉得 一个人如此生如其人般的温柔 他甚至能想象到 他嘴角含着浅笑的模样 听到他最后一句话 虽然不知道 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但是意思很明显 他在很认真地追求他 感觉有点奇妙 因为第一次 有人这样追求他 上学的时候 因为沙雕富二代搞出那一出 加上他年纪又比较小 后来都没什么人 明着追求他 工作前几年忙于工作 根本没心思 去想这个问题 这两年年纪见长 倒是开始 有人想给他介绍对象 但基本上也都被他推掉 推不掉的加了联系方式 最多聊过一次就没了联系 钱青浩是第一个 哪怕明知道他的意图 也不会尴尬为何的追求者 不大习惯 但也还好 他的漠然 给了钱青浩鼓舞 不由笑了笑 官司胜诉 是不是该庆祝一下 江瑞书下意识想拒绝 但话到了嘴边顿了一下 想想改变了主意 今晚恐怕不行 下午还有庭审 我得加个班 钱青浩笑了 那这周五晚上 我知道一家意大利菜餐厅 味道很好 环境也很棒 经过上次的私房菜 江瑞书还是比较相信他的推荐 想了想自己的工作安排 周五晚上应该有时间 变道 很期待 钱青浩文言唇编的笑意更浓了 声音里也带了几分 那周五见 周五见 挂了电话 江瑞书直接驱车回法院 赶上食堂 开饭吃了一顿饭 其他同事都知道 他今天上午是去碧区法院打官司去了 在食堂 见到他连忙端了餐盘过来 江法官 结果怎么样 大家知道的大概 这案子就是原告胡搅蛮缠 江瑞书胜诉 没什么意外 但主神法官 是碧区那位赫赫有名的侯老法官 大家心里都替他捏一把汗 对上一张张好奇又关切的脸 江瑞书长长的叹了口气 不动声色的戳了戳 快要堆起来的糖醋排骨 一副没胃口的表情 不是吧 刘一丹以为他输了 一脸不敢置信 不应该啊 没劝酒 原告吴不能饮酒的问题 也为告诉被告 也为罪到失去意识 被告还提前离开 这不管怎么说 都不该被告负责 侯老好人又霍兮尼了 这霍兮尼也有个度吧 非要有人负责的话 聚会组织者更应该负责 其他人议论纷纷 吴家生皱着眉头 虽然从法理上 讲法官没有过错 但或许原告的情况特殊 法官判决 被告做出一些人道主义赔偿 也并非不能 唉 吴法官 你这是典型的霍兮尼思想 会助长谁弱谁有理的不良风气 要放在网上 网友能喷死你 法理重要 情理也不能忽视 我们审案子 要两者兼顾 请庭长 您说是不是 请庭长道 都没说错 不能谁弱就让谁有理 判决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但吴法官也没说错 法理情理都要兼顾 法律也有不乏人情味的地方 我们不能以为推崇条款至上 反而把这部分去掉了 最后特意点了一下吴嘉生 规矩就是规矩 不能随意破理 吴嘉生思索了几秒 慢慢点点头 将法官这案子 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这才转回正题 侯老好人怎么说的 姜瑞叔又长长地叹了口气 用筷子戳了戳排骨 就是不说话 你倒是说啊 怎么判的 B区是不是故意欺负咱们C区的人啊 要真是这样 咱们可要讨个说法去 姜瑞叔低着头 听同事们越说越激动 突然说了声 赢了 就是欺负人吗 不管从哪方面说 姜法官 等等 刘亦丹的心情比姜瑞叔还要激动 说得口水快喷出来 猛然听到姜瑞叔的话 只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瞪大眼睛看着姜瑞叔 你刚才说什么 一直没吭声的朱伟林 淡定的复读 赢了 一群人瞪着姜瑞叔 第202章 希望 你给大家交代清楚 姜瑞叔肩膀抖了抖 忍着笑 坦白从宽 赢了 好你个姜瑞叔 故意涮我们 大家反应过来 表示强烈谴责 姜瑞叔十分大方 推了一瓶肉酱出来 好了好了 是我不对 为了表示歉意 我请大家吃肉酱 这还差不多 大家毫不客气 坐下瓜分桌上的肉酱 吴嘉生突然惨叫 你请吃肉酱 吃我的肉酱做什么 这可是他家亲亲女朋友 做的爱心肉酱 一下子 少了一半 朱伟林这个禽兽 听到他的叫声 还加快动作 狠狠地挖了一大手 是人吗 但在一群吃货面前 一个试图阻止吃货的人 势单力薄 是没有反对权的 吴嘉生眼睁睁看着自己 今天刚带来的 满满一罐肉酱 他自己都还没吃 眨眼间就去了一半 吴嘉生只觉得天昏地暗 自己怎么就跟 这么一群禽兽做了同事 大家闷笑 假装无辜 隔壁来蹭吃的人法官 还一脸真情实意夸奖 吴法官 你这肉酱味道真不错呀 吃了还想吃 当然不错了呀 他家女朋友 十几年的手艺 但你能做个人吗 吃了还想吃 你这么能咋不上天 滚滚滚 吴嘉生一把夺回肉酱瓶 紧紧抱在怀里 目光警惕地扫过这群吃货 决定下次不在食堂吃饭了 随后他给罪魁祸首瞪了眼 你还没说清楚怎么回事 对 快给大家说说庭审经过 其他人都颇为好奇 要知道 邱爽虽然是个十八县 但好歹是个艺人 还跟江瑞书是同学 这种案子 没什么参考意义 但是八卦 江瑞书 先把聚会当晚的大致经过 说了一遍 这案子应该原告全责 任法官马发表意见 你一个刑事法官 别掺和我们明庭的事 吴嘉生还记着他 刚才也挖了好大一勺肉酱 得了便宜还卖乖 看他最不顺眼 你这就不对了 不管刑厅还是明庭都是法庭 都是为了给老百姓 主持正义而存在 你这是分裂主义 吴嘉生直接给了他 一个三百六十度白眼 擎厅长笑着 看他们斗嘴也不阻止 随后询问江瑞书 他对庭审过程还挺感兴趣的 从明文法律上应该找不出 支持原告诉求的条款 原告是怎么辩论的 江瑞书用肉酱拌了饭 咽下一口 这才缓缓道 先是给我立了一个不良人设 让法官对我产生恶感 随后原告自己 立了一个梦想破碎人生路段的悲惨人设 谋求法官同情 在没有确切法律支持的情况下 这可以说没有更好的方式 尤其碰到侯法官那样 赋予同情性的老好人法官 效果会更加显著 若是遇到你 你们这样比较年轻的科班出身的法官 甚至有意打破人情的禁锢 江瑞书点头 如果主审法官是他 他会毫不犹豫判原告全责 见几个年轻法官都微微皱起眉头 擎厅长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笑道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做的不对 相反你们过往都做的很好 这个案子如果是我主审 我也会判原告全责 我只是想说 侯法官的确喜欢霍欣宁 这样的习惯在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得人心 但是很多时候 他也给予了许多人安慰和希望 几个年轻法官不由看着他 擎厅长道 不是所有的弱者都有理 我们大多数人 经常会有各种小小的善恶念头 但这都不能认定 就是一个坏人 意外发生的时候 不会去分辨是好人还是坏人 还是不好不坏的人 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坏人 侯法官那样的老好人 作为法官或许会不够大快人心 可也会给一个绝望之人希望 他说着笑了笑 我年轻的时候也比较心软 忍不住不分对错同情弱者 有一次我免除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 违章开车引发事故的惩罚 他是个留守儿童 爷爷奶奶都不管他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很茫然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 一个还没成年的孩子 有着对未来稚嫩的无知 又有被历经生活困苦的沧桑 我看到他的时候很难受 我了解了他的情况后 劝说原告和解 结果 他轻轻笑了声 我被原告骂了 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还跟领导投诉我 但我坚持说服原告 没有完全成功 仍然做出了立于被告的判决 为此我被骂得狗血淋头 说我圣母烂好心 最后还写了检讨 那孩子跟我保证会重新做人 虽然我不知道 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有没有做到当年的承诺 但是他听到判决的时候 眼里亮起的光 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说到这里 他看着几个年轻人 其实我当年的判决 对原告是有些不公平的 就像你们有时候 看到侯法官烂好心一样 如果换成现在的我 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跟你们说这些不是批评 只是想告诉你们 我们作为法官 可能经常掌握着 改变别人生活的权利 在保证公正的情况下 多给人一点希望 几个年轻法官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们年轻的法官 要么容易带入个人情绪 要么很能刚 这两点说不上 哪个更好和更不好 但都需要改进就是了 法官这门职业 专业能力必须过硬 职业素养也需要时刻锤炼 人法官深有感触 正如刑法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 法律的设立 最终是希望社会更美好和谐 你一个刑品法官 别拿刑法跟民法混在一块 吴嘉生对他 刑法民法作用的领域不同 但两者千丝万缕 不能分开看吗 秦厅长这番话 真是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我认为应该庆祝一下 任法官笑呵呵地 目光落到了他怀里的肉酱瓶上 极有暗示意味 吴嘉生报警瓶子 怒目而是 你揍凯 其他人忍俊不惊 第203章 赔不起 下午3点 11号法庭准时开庭 姜瑞书穿着法袍走进法庭 法庭里除了书记员 只有原告和被告两个人 原告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 大约一米八六七的个子 是个体型飘悍的大汉 发型是贴着头皮的寸发 一脸横肉 肤色有黑 看起来不好相处 被告是个十几岁的男孩子 根据信息显示 他刚成年 瘦高个 一头杂草式的黄头发 脸色暗沉发黄 人做被告席 双肩和脊背软塌塌的 做媒作相 一脸的不耐烦 双方都没有请律师 姜瑞书入座后 很快理清楚了来龙去脉 原告 你的车于9月11日 在人民广场的路边停车位 被划伤 定损2000元 是吗 是的 审判长 原告道 姜瑞书翻看定损报告 另外一起提交的 还有行车记录一录下的视频 记录了被告划伤车子的经过 这案子没什么疑点 就是被告不愿意赔偿 他将目光投向男孩子 男孩子发现 他很年轻 吹了声口哨 1 美女法官 顿时陪审员和书记员 都皱起了眉头 连原告也露出了 些许不赞同的脸色 但他好像很得意 引起所有的注意 一点也不在意 其他人看他的目光 反而饶有兴致地 等待姜瑞书的反应 姜瑞书把案卷放到桌前 心平气和看着他 被告 你有没有什么证据需要提交 少年扯着嘴角 双臂抱前 我夸你呢 姜瑞书道 谢谢夸奖 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吗 不能 少年嘴角 扯开恶意的笑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 这里是法庭 你作为被告 如果想要为减轻责任 就要让我搞清楚来龙去脉 所以你要配合我的提问 没什么要搞清楚的 我就是划了他的车 但我不想配合 又怎么样 姜瑞书淡淡地看了一眼他 跟书记员道 记下刚才被告的话 他承认划伤原告的车 这是呈堂证贡 少年 书记员偷笑 手指在键盘上方飞舞 发出啪啪的打字声 见书记员真记下来 他嚷嚷 我不承认 我要当庭翻贡 姜瑞书道 记下来 被告不承认刚才的证词 少年 为什么我翻贡还要记下来 你是不是想搞我 庭审记录 就是要详细的记录庭审中 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在场所有人说过的每一句话 姜瑞书提醒他 如果一会儿你还要翻贡 也仍然要记录下来 这什么破规矩 少年脸色扭曲 憋了半天 憋不出一句话 姜瑞书再次提问 被告 你有没有证据需要提交 你看我这样子 像是有证据的吗 典型的不好好说话 没有 是吗 姜瑞书不厌其烦 没有 被告 你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 有什么意义 少年不耐烦地瞥了眼原告 见原告也在看着自己 那眼神就像在看渣子一样 让他很讨厌 他心里一阵反感 拖着长长的语调嚷嚷 当然有 一道滑痕而已 又不影响车子使用 怎么要两千块 是不是看我年轻人不顺眼 故意敲诈勒索 这话看似在质疑 但姜瑞书见过滑痕的照片 滑痕经过公安机关取证评定 绝对没有多报 两千块真的一点也不多 你懂车吗 很平常的询问 少年却一下子炸了 怎么 有钱买车了不起 原告平静道 如果你不懂车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辆车不贵 红旗H5 十八万这样 为了支持国产特意选的这个牌子 划痕的确不影响车子使用 但影响美观 就跟人的脸一样 脸上有条八人 还是能好好活着 但没法见人 你讽刺谁呢 少年蹭一下站起来 姜瑞书敲了敲法锤 被告 你先坐下 法官 他人身攻击 姜瑞书看了看原告 我没听出人身攻击 他只是在陈述事实 你划伤了他的车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都应该予以赔偿 我没承认 原告提交的证据很充分 如果你有意义可以反驳 但如果你反驳不了 不承认也会被认定事实 少年瞪大眼睛 这 这么做 比驱打成招还过分 合法 是的 姜瑞书给这位小法盲 做了个小小的谱法 只要原告证据确凿 你不来也都行 可以缺席判决 少年一屁股坐回去 一会儿看看姜瑞书 一会儿看看原告 想了想 原告证据确凿 法官也不帮他 干脆破罐子破摔 那又怎么样 我没钱 赔不起 法院会确定 你是否真的无力赔偿 工资 如果情况属实 你可以分期偿还 姜瑞书告诉他 反正这个钱不赔是不可能的 想做老赖的话也不容易 会纳入失信人名单 法院还有执行厅的法官和法警 专门负责执行工作 两千块真的不多 因此被纳入失信名单得不偿失 你们不会找我家人陪吧 姜瑞书觉察他的情绪变化 想到他一个人来开庭 还有他的模样 应该已经不是学生 心中有所猜测 知道他这么问世 想耍赖皮 但仍然如实告诉他 你已经是成年人 民事案不会要求家人一起赔偿 少年一下子放松了 换成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赖皮 那就行了 我没钱没财产 也没有工作 你们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这是打算赖到底啊 陪审员和书记员 纷纷投去异样的目光 尤其见他一副小混混的模样 对他感官很差 姜瑞书倒是没什么厌恶情绪 只是觉得有点麻烦 这个案子很清晰 被告需要赔钱 两千块真不多 如果被告没钱 完全可以分期偿还 可这赔偿不多 被告执意赖账的话 因为这也会给执行厅的同事 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 第204章 摔得挺用力 原告文言顿时皱起了眉头 看少年的眼神 跟看渣子似的 嗡声嗡气道 你好歹也是个成年爷们 两千块都赖 你家长辈没教你怎么做人 你坑妈骂谁 少年拍案而起 恨不得要冲上去 跟他扭打起来 安静 姜瑞书敲法锤 但原告置之不理 抱着双臂不动如山 一点也不怕 这个势单力不得小混混 还知道维护长辈 还算有点良心 就是干的都是 给长辈丢脸的事 你赔不起钱 我可以宽限期限 但这钱不能不赔 你要是不赔 我就找你家长去 看看是什么人家 连两千块都赖着不赔钱 少年疼得一下站起来 法官说了 不会让家人赔钱 你要违法 我当然不会违法 我就是告诉你家人 小小年纪不学好 以后 他没有明说 但意思很明显 安静 安静 姜瑞书连敲了几下法锤 这两人都置若网闻 尤其是原告表示 一定会告诉被告家人后 少年喘着粗气 眼睛赤红 突然冲出被告席 挥拳冲原告席来 哎呀 书记员和陪审员 都被这一变故吓到 发出惊叫 姜瑞书也只来得及叫一声小心 只能眼睁睁看着少年的拳头 挥向原告 但是下一刻 原告大手一抬 揪小鸡似的 反手揪住他的胳膊 别在了背后 少年叫得跟杀猪似的 疼疼疼 疼死了 其他人目瞪口呆 姜瑞书扶额 他俩一个动手在前 一个嘴剑在先 真不知说什么好 但看被告不是原告的对手 怕把人弄出个好歹来 他马上道 原告 你先放开被告 原告松开了手 顺手推了吧 把他推开 少年被他推得差点摔倒 连连后退了几步 重重地坐到地上 捂住屁股惨叫 疼死了疼死了 我屁股摔坏了 姜瑞书 其他人 姜瑞书头疼 已经能预想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果然 他叫人扶少年起来 他便嚷嚷起来 我的尾椎骨摔坏了 我要去医院检查 他推的我 要出医药费 尾椎骨断没断看不出来 但碰瓷是看出来了 可还真不能随便断定 他没事不用去医院 真这么做 回头真有个什么事 哪怕只是轻微扭伤 也能有理变成没理 但这样一来 原告还没得到赔偿 就要先出一笔医药费 怕麻烦的人稍稍一衡量 估计会自认倒霉撤诉完事 姜瑞书一想就知道 被告打的什么主意 但是没办法 只能暂时休停 120把人接走没多久 医院传来消息 少年竟然真的尾椎骨裂了 姜瑞书想起他摔倒的那一幕 不知道说什么好 等下了班 便驱车去他入住的医院 他在缴费大厅 遇到了正在交医药费的原告 吴先生 原告名叫吴良 在物流公司工作 初看时感觉他不像的好人 没想到他会老老实实 在这里交医药费 不过为了两千块走 法律程序 想来人是很重规矩的 吴良闻声冲他打招呼 姜法官 姜瑞书看他手里拿着的药 略略扫了眼 扶他灵胶囊 分闭得 活血止痛胶囊 伤科片 一看就知道是给谁吃的 忠寒怎么样 忠寒便是被告 有个很特别的姓氏 名字也丝丝文文 跟本人却有点不搭 没什么大问题 就尾锥骨猎了 卧床养一两个月就行 吴良说得轻松 尾锥骨猎的确不是什么大问题 吃点药等自然愈合就行 但这是怎么处理是个麻烦 划伤车子的案子还没结 现在又有了新的纠纷 姜瑞书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最后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原告怕麻烦 自认倒霉 以和解为条件撤诉 一种是被告反过来告原告 狮子大开口 要求原告赔偿 吴良的神情还挺平静的 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想法 姜瑞书问道 现在你是什么想法 吴良态度很明确 要费我可以赔给他 但跟他划上我的车子 是两码事 两千块必须赔给我 姜瑞书点点头 他也赞同一码归一码 只是怕当事人 想稀释宁人才这么疑问 不然回头他为当事人 争取赔偿 当事人却怪他麻烦是多 这种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但他也看出来了 中寒的家境不是很好 他身上那套运动装 虽然很新 但不大合身 恐怕是季末打折才买的 刚成年的男孩子 正是读书的年纪 一个人倒挺硬素 应该是真的赔不起这两千块 他又害怕让家里人知道 恐怕在家里过得不好 所以才耍赖又碰瓷 正是因为这样 他更倾向于 一定要中寒赔这两千块 他已经是个成年人 要为自己的严刑举止负责 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 心中才会有敬畏心 人有敬畏心 才不容易做错事走错路 就是怎么赔 得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至于中寒摔倒受伤 他觉得也要再确认一下 先去看看中寒 中寒的病房是双人间 运气好安排到了没人的病房 享受了单人间的待遇 因为尾椎骨疼 他现在只能趴着 患了身病好福 一头杂草式的黄头发 乱糟糟的支棱着 从后面看 倒没有正面看那么讨厌 反而有点呆萌 病房的门敞开着 江瑞叔抬手敲了两下 听到动静 中寒连忙回头 见来人是江瑞叔 脸色顿时有点不好 江瑞叔把在医院外买的 水果栏床头桌上 感觉怎么样 疼死了 少年语气不耐烦 我看你摔的时候挺用力 还以为你屁股是铁打的 中寒猛地瞪大眼睛 你什么意思 他怒目而视 法庭有监控 庭审过程全程直播 来之前 我重新看了一下庭审录像 发现你摔的 叫人不是很能相信是真摔 什么叫做叫人不是很能相信是真摔 这不就是说 他是假摔吗 中寒觉得这个法官虚伪极了 说话绕弯弯 心里头的长子 肯定也绕弯弯 心眼贼多 第205章 公道值几个钱 你有什么证据 中寒不承认 当然 这只是我的初步猜测 但是专业人士 可以鉴定真假 江瑞叔很坦诚 你胡我的吧 这么小的一个案子 还请专业人士鉴定 他眼里满满的怀疑 怀疑江瑞叔炸自己 其实请专业人士鉴定 对你也有好处 确定是吴先生推到了你 你可以跟他索赔 赔偿你医药费 务工费和精神损失费 中寒却想也没想就反对 不要 为什么不要 中寒脸色变幻莫测 咬牙道 我不想搞那么复杂 医生说 尾椎骨裂开不是什么大伤 养一两个月就好 吴先生的意思是 他可以赔偿你医药费 但你要赔偿他修车钱 中寒猛地抬头看吴梁 吴梁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点了点头 表示江瑞叔说的没错 一码归一码 你划伤我的车 跟我推倒 你是两码士 你真是因为我受伤 我赔你一万块都可以 但是你划伤我车子 那两千块必须赔 中寒咬牙切齿 一万块你能赔 就很缺这两千块 吴梁露出一口大白牙 小伙子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 我不缺这两千块 但是这两千块代表的是公道 我可以亏钱 但不能亏了这公道 公道值几个钱 公道对于有些人说 等于麻烦 不值一闻 但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口气 气顺了我的日子才好过 而我不怕麻烦 中寒吃了生 嘲弄倒 也就你们有钱人 才喜欢玩公道 吴梁呵呵笑道 你越这么说 我越觉得这个公道 必须讨回来 你 中寒气得鼻子都歪了 却不小心牵扯到尾椎骨 疼得直到吸冷气 脸一下子白了 吴梁把一袋子的药扔给他 这是你的药 中寒心里憋着气 扭过头去 不肯吃药 行吧 反正疼的也不是我 爱做死就做吧 吴梁也不是好性子的人 跟着问了句 你家里怎么没人来看你 你这伤用不着住院 一会就麻溜走人啊 我可不会给你付住院费 你可不不想负责 中寒炸了 医生可说了 不用住院 回家吃药热敷 不做死就能好 我疼死了 就要住院 你不给我付住院费 我就告你去 行啊 你告啊 正好法官在这里 你告啊 法官 素敬 姜瑞叔听他们又吵起来 有点头大 你们先别吵 听我说 吴梁闭上了嘴 中寒却趁机嚷嚷 法官 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 要不然 我就上诉去 还敢威胁他 姜瑞叔喝道 你也给我闭嘴 中寒不甘地闭上了嘴 姜瑞叔从旁边的病床 拖了张椅子过来 跟其他两人保持平视角度 他先看了看吴梁 吴梁 吴梁眼观鼻鼻关心 人爱较真 不怕麻烦 脾气也不是那么好 好在为人还是按规矩办事 随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中寒身上 根据提交的身份信息显示 中寒是两个月前满的18岁 在市里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 应该再读高中 或者考上了大学 再不然 就是去学习技术 少有像他这样不上学的 来医院的路上 他一直在想中寒的是 这孩子离开学校 或许已不是一时半会儿 可能高中学业都没完成 不知道为什么 他想起了擎听长说的话 只是中寒眼里 没有稚嫩的无知 反而十分狡猾 可这种狡猾 又何尝不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他看着中寒心平气和道 中寒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不论是从法律意义 还是生理意义 你已经是个独立的成年人 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我说了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根据相关规定 如果你无力赔偿 可以分期偿还欠款 我现在受了伤 没法工作 我本来也没有工作 挣不到钱 哪来的钱赔 他根本不缺这两千块 非要跟我较劲 就是看我年轻欺负我 吴先生有没有钱 跟你没钱 是否需要赔偿 没有因果关系 你需要赔偿 只是因为你 给他造成了损失 换一个人也一个道理 这不是你躲避赔偿的理由 法院也不会认可 中寒干脆闭上了眼睛 一副不合作的态度 无良呵呵冷笑 看来只能请家长了 你敢 中寒仿佛被戳到死穴 瞬间从入定变成暴走 呵呵 我有什么不敢 你的家庭住址可都写着呢 今天我就去你家拜访 你敢这样 老子跟你拼命 小小年纪是谁老子 你儿子怕是连胚胎都不是 哦 像你这种小混蛋 怕是连对象都找不到 你的万千子孙 只能射到墙上吧 无良混社会的时间 比中寒年纪还长 损起人来贼恶毒 你他妈 你那天晚上 为什么划上吴先生的车子 江瑞叔突然问道 中寒的声音戛然而止 江瑞叔注意到他脸色变化 继续问 为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 就是看不顺眼 他们这些有钱人能买得起车 别说修车 直接换辆车都不成问题吧 我这是帮他找理由换车呢 他又摆出一副赖皮模样 无良呵呵 我把你的脸划伤 回头让你去整容 让你换张人模人样的脸 你乐意不 你骂谁呢 我看脸要换 心肝脑都要换 这披着人皮 那里没个人样 不换当不成人 你 无良已经不耐烦 跟这个小混混虎脚蛮缠 站起来跟江瑞叔道 江法官 你看着办吧 反正那两千块 我是一定要的 至于医药费没花多少 我就不要了 但是住院费我不会出 医生说的明明白白不用住院 所以他爱住院就住 我一分钱都不会出 他看了看时间 今天麻烦您来这一趟 还得麻烦您继续处理这事 态度我摆在这里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变 我还有事 就先走一步 说吧转身就走 钟寒气得够呛 抓起药袋子 朝他扔过去 但人已经走出病房 第206章 冤架 他自己却又因为扯到尾锥骨 疼得哀忧直叫 江瑞叔真觉得这熊孩子 自作自受太能做了 但看他疼得五官扭曲 也不能就这么 把他扔在医院 钟寒疼得直吸冷气 语气更加不耐烦 干什么 见他这么暴躁 江瑞叔放弃了沟通 直到 我去找一下医生 你换好衣服 我送你回家 我不回 吴先生说了 不会给你付住院费 你要住也行 得自己付钱 钟寒眼神不善地盯着他 你是不是收了他的好处 总是帮着他 我找不出帮你的理由 钟寒想说有很多理由 但是自己想了想 发现真没什么理由 里儿全让姓吴的站了 但他还是很警惕 觉得江瑞叔这么好心 可能有另一个理由 你该不会找家长告状吧 我没那么幼稚 你保证 保证 江瑞叔好性子道 如果你不愿意 自己回家也可以 钟寒想了想 姓吴的已经走了 没人付住院费 没有好处 他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 有免费车回家 为什么不要 就是目的没达成 他心里特别不甘心 姓吴的太过分了 他不会这么放过姓吴的 见他不反对 江瑞叔转身去找了 主治医生医生 以为他是钟寒的家人 钟寒的伤情 也没什么可以隐瞒的 便如实告诉他 钟寒的伤不碍事 只要吃点药 静卧养伤就行 用不着住院 江瑞叔谢过主治医生 估摸着钟寒已经换好衣服 便打到回病房 电梯钉一声打开 走出两个人 江瑞叔一瞧 哟 老熟人 笑眯眯的打招呼 秦律师 小赵律师 江法官 赵思雨跟他打招呼 好久不见 江瑞叔也是很久没看到赵思雨 跟在秦玉身边 是挺久不见了 你最近跟秦律师 嗯 赵思雨是因为 最近萧然休假去了 萧然把他塞回给秦玉 所以才会跟在秦玉后面跑委托 虽然有种自己是皮球 被踢来踢去的感觉 但是律所里其他实习律师 都很羡慕他 毕竟秦玉不爱带新人 能跟在他身后学习很难得 所以他一点也不排斥 被塞回来 秦玉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他 想起上午的事 怎么看他都有点不待见 语气也硬邦邦的 你怎么在这儿 来看一个当事人 秦玉语气有点嘲讽 你还真热心 你呢 江瑞书看他一身西装革履 不像生病的样子 秦玉顿了下 来看一个当事人 江瑞书扑哧笑出声 秦玉顿时拉长了脸 这女人嘴里就吐不出一句好话 先走一步 冷冷丢下一句话 匆匆走开 江瑞书笑 回见 赵思雨很少见到秦玉这样 疑似恼惩怒的样子 有点好奇的 回头看了眼江瑞书 江瑞书见他回头 微微笑着挥了挥手 好像跟他们 不对 是跟秦玉很熟人 不是打过交道的法官和律师那种熟人 而是 冤家间的那种熟人 真奇怪 他摇摇头 连忙跟上秦玉的脚步 回到病房 钟涵已经换好衣服 就是他脸色不大好 额头还冒着冷汗 估计是刚才换衣服的时候 又扯到了尾椎骨 要服吗 江瑞书见他两腿外八字 不由问了句 不要 钟涵想也不想就拒绝 一步一挪地扶着床 绕到另一边 你干什么 刚说完就见他拎起床头桌上的水果栏 在江瑞书的目光下 脸有点发热 嘴上里直气撞倒 这是给我的果栏 不能便宜别人 江瑞书好笑 为一个果栏这么大动干戈 见他面上若无其事 动作却小心翼翼 同时有点心酸 一个几十块的果栏 也这么宝贝 这孩子是真穷吧 我拎吧 钟涵看着他伸来的手 修长白皙 一看就是养尊处优养出来的 也是 但是他这手顶多拿个小锤子 法庭上不是一直敲法锤吗 你拎得动吗 这个果栏挺沉的 可别翻了 现在水果可贵了 掉一个都是浪费 连你我都拎得起来 江瑞书不跟他废话 一把扯过果栏 钟涵吃了声 吹牛吧你 令你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公主抱什么的 绝对没问题 江瑞书看他的眼神 大有可以试试的意思 钟涵只觉得菊花一锦 感觉他不是开玩笑 连忙迈开步子往外走 他宁可疼死 也不要被一个女人公主抱 丢脸死了 江瑞书在后面慢悠悠跟着 心里挺满意 还是听话的吗 到了停车场 江瑞书让他在路边等着 他独自去找了车 把车开过来 钟涵觉得 他的车跟无良的很像 都是红色的 很扎眼 便问 你这是什么车 马自答 江瑞书把果栏放在副驾驶 让他坐后排 你屁股疼 就躺后面吧 钟涵觉得 躺着有点不好看 小心翼翼坐进去 试了下坐着真疼 便放弃了底线 侧躺到了后排上 只是他人瘦是瘦 但很高 整个人缩得像一只公辈的虾米 躺好了 江瑞书回头看了眼 好了 他嗡声嗡气道 那就走了 钟涵感觉车子微微震动起来 不由抓紧了座椅 他很少坐私家车 这辆车的内部空间不算大 但很干净 看起来很腥 有淡淡的香水味 有点草木的味道 很好闻 不像工地和餐馆里那些女人身上刺鼻的香气 一点也不闷 有点像江法官这个人 他抬起头 透过座椅的间隔 看到江瑞书的小半张侧脸 白皙干净 一看就是很有知识 很有教养的人 他这样的人 应该从小学习很好 一路顺风顺水 考大学考公务员 然后当了法官 江瑞书透过后视镜看到他 问 怎么了 他找了个话题 你这辆车多少钱 十来万吧 落地价没到十五万 你当法官一个月多少钱 江瑞书笑 怎么 你觉得我的工资买不起车吗 钟涵哼哼 虽然你们公务员福利好 但工资普遍不高 有权没钱 所以经常出贪官 江瑞书点点头 你知道还挺多 第207章 气性大 新闻里经常有 我只是一个法官 没那么大权力 小官聚贪才更可怕 江瑞书笑着撇头看了他一眼 你平时很关注时事新闻 钟涵冷笑 这种事太多 想不听到都难 这是国家在打击腐败 敢于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 试图变得越来越好 这么大一个国家 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 就像一个很多孩子的母亲 母亲为了养大这些孩子压力很大 难免会有些地方顾忌不到 比如某个孩子犯了错误 没来得及纠正 比如某个孩子有些短板不够优秀 但是他已经在很努力地养大所有孩子 要让所有孩子都健康优秀地长大 需要多给他一点时间 钟涵平时在网上看到很多挑毛病的言论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换了个角度 那些无法忍受的地方 好像都变得可以理解 想一想 好像也没错 就算只有一个孩子 当妈的 也不一定能面面俱到 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 钟涵想了许久才找到一个词 豁然 视野也宽了很多 不再那么激愤郁闷 反而叫人有了 期待和希望 钟涵忍不住又去了演江瑞书 正巧又被江瑞书从后视镜里逮个正着 笑着问道 这样想是不是觉得舒服很多 你们公务员肯定说好话 钟涵痴声 江瑞书笑了笑 没跟他计较 顺手打了下方向盘 车轮压过减速带颠簸了一下 哦 钟涵毫无防备 屁股撞到座椅 一股汗毛乍起的剧痛 从尾椎骨传来 痛得诛叫 江瑞书透过后视镜看了眼 见他呲牙咧嘴捂住屁股 想碰又不敢碰 活四辈那什么了似的 不由觉得有点好笑 说了声抱歉 你不能提醒一声 钟涵怒吼 我已经放缓速度了 那你也该说一声 好的 下次一定会告诉你 江瑞书脾气很好 完了说道 不过你挺实在啊 为了碰瓷 把自己尾椎骨都摔裂了 什么碰瓷 钟涵一听急了 我就是被信吴的推倒的 哦 江瑞书纠正说法 那你真倒霉 你 闭嘴 钟涵觉得 他说话特气人 年轻人不要那么大气性 生气会气血不畅 影响你尾椎骨恢复 江瑞书心平气和劝他 听他语气老气横秋 钟涵翻白眼 你也没比我大多少 别用这种语气教训我 江瑞书握着方向盘 目视着前方 听到他的话 微微笑了笑 谢谢夸奖 我哪里夸你了 江瑞书语气自然道 虽然女人的年龄是秘密 但是你这么夸我 我觉得可以告诉你实情 其实我已经四十岁 可以当你的长辈了吧 钟涵目瞪口呆 四 四十岁 你开玩笑吧 你这样能有四十岁 江瑞书透过后视镜 又看了看他 你见过二十岁的主神法官吗 那也没那么老吧 现在法官都要本科以上学历 考进法院后 要当几年助理法官 当上主神法官 基本都三十岁以上了 我当法官已经好几年 有四十岁 有什么奇怪 他译本正经道 钟涵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 他一直以为江瑞书就二十出头 比自己大不了几岁 谁知道听他这么一说 竟然比自己大二十几岁 三观崩塌 再看江瑞书的眼神都变了 他试探着叫了声 阿姨 江瑞书差点笑出声来 笑着道 你还是叫我将法官吧 阿姨听起来太老 钟涵却好似 找到了江瑞书的弱点 你年纪这么大 害怕别人把你叫老逃避 是没用的 竟然拿他之前 劝他的话来赌他 江瑞书岂会猜不到 他是什么心思 但是小伙子还嫩了点 他道 也可以 那就叫我江阿姨吧 他态度这么坦然 钟涵反而觉得自己 叫他阿姨会吃亏 尤其是想到自己开庭的时候 还冲他口哗哗 他竟然冲一个四十岁阿姨吹口哨 他自己恶心了一会儿 没再提这茶 赶紧换了个话题 你怎么住言有数的 不会是吃了唐僧肉什么的吧 怎么可能 这世上可没有唐僧肉 江瑞书道 其实要保持年轻很简单 学会唱一首歌就行了 钟涵狐疑 什么歌 江瑞书在播放器上点了几下 很快音响里 响起一阵欢快的音乐 一个浑厚的中年男生与众 心肠唱道 人生就像一场戏 今世有缘才相聚 相处一处不容易 人人应该去珍惜 世上万物斑斑有 哪能渐渐如我意 为了小事发脾气 回想起来又何必 他人气我我不气 气出病来无人替 生气伤肝又伤脾 促人衰老又生疾 钟涵 这是拐着弯说他脾气大吧 是吧 等音乐结束 江瑞书还说了句 你没生气吧 钟涵 已经气到不想说话 就在这时 车子突然颠簸了一下 钟涵差点滚道坐一下 哎呦惨叫了声 江瑞书连忙道歉 抱歉 刚才有个坑 跑到轮胎下面没看到 坑还能自己 跑到轮胎下面 他失声叫道 但我真不是故意的 以前很少走这条路 不知道路况这么差 钟涵愤愤 觉得就是他故意的 故意气他 你再这样我就下车 跟法院投诉你 虐待当事人 好 我一定注意 江瑞书嘴上应得好好的 见他横挑鼻子竖挑眼 心道年轻真好 活蹦乱跳得特别着气 就是气心大了点 于是又开始放陌生气 希望他能领悟歌中的真谛 钟涵想生气 却又觉得 生气都是浪费 干脆闭上了眼睛 眼不见心不凡 用意念去抵抗洗脑歌 但是等车子停下的时候 他已经被不气不气 真不气洗脑 脑子里竟是这个旋律在循环 在江瑞书叫他的时候 他还不自觉哼出了声 钟涵 这见鬼的洗脑歌 第208章 非婚生子 钟涵家在一个S市 边缘的一个城中村 车开进城中村 便仿佛从繁华的都市 进入了热闹的乡镇 一栋栋的自建房 少则两三层 多则七八层 高楼层的房子 大多用来出租 为远离家乡来S市的打工者 提供住处 道路越来越拥挤 江瑞书没能把车开到最里面 找了个可以停车的地方 绕过车前 拉开副驾驶 把水果栏拎出来 给我 你可以走了 钟涵显然不想让他到家里 已经到这里 我给你送到家吧 江瑞书举了举水果栏 钟涵马上露出警惕的神情 你想做什么 说了不会跟家长告状 就不会告状 钟涵盯着他看了许久 似乎想看透他 到底想干什么 江瑞书脸上浅浅的微笑 在夕阳的折射下 眼睛的颜色有点浅 像琉璃 很干净 他脱下发袍后 穿的是一套牛仔阔腿裤和白T恤 其间的头发一边拢到耳后 清清爽爽的模样 透着一股书卷气 看起来跟这里有点格格不入 他终究没有反对 转身一蹶一拐地走向大门 这是一栋六层楼房 钟涵家在二楼 也属于自建房 是房主自建后 将其他楼层专卖给其他住户 这种房子是几层楼 共用一个房产证 相对来说价格也便宜 城中村里有不少这样的房子 他家住的这栋房子建得比较早 一楼的楼梯下 在这炎热的天气里 散发出难以言喻的味道 江瑞书势力好 看到在他们进来的时候 一只大老鼠从垃圾桶里翻出来 化成一道黑影 窜进不知名的角落里 钟涵也看到了这只老鼠 却跟没看到似的 显然已经稀以为常 他留意了江瑞书的反应 正好这时 一只蟑螂窜到楼梯上 他以为江瑞书会害怕 谁想江瑞书见了果断抬脚 巴唧 蟑螂被踩在了他的白色小皮鞋下 这个法官真是女的吗 怎么那么淡定 江瑞书挪开脚 见小强被自己踩得死得不能再死 用鞋底蹭了蹭楼梯 随后四处看了看 转身在垃圾桶旁 找到一个扫把和垃圾斗 动作麻利地把小强扫进垃圾桶 钟涵 他怎么那么熟练 我怕蟑螂飞起来 江瑞书解释了一句 要是飞脸上 作为一个见惯大蟑螂的南方人 钟涵文言也忍不住抖了下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他突然有一种请狼入洋窝的错觉 最终狼还是入了洋窝 钟涵推开门 发现家里没人 暗暗松了口气 这才让江瑞书进去 这套房子的面积不大 大概70平 客厅很小 堆满了东西 窗户拉着窗帘 光线很暗 屋里一股经久不通风的气味 江瑞书观察了一下户型和方向 便知道这套房子的通风都不大好 旁边紧紧挨着一栋更高的楼房 所以采光也不大好 东西送到 你可以走了 钟涵一点待客的意思也没有 虽然家里没人 但他也不想留江瑞书 像他这样高高在上的法官 跟这种脏乱差的地方也不大 他心里嘲弄地想着 你家里还有谁 江瑞书对他的话置若罔闻 自顾自问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 钟涵警惕地看着他 随便问问 了解一点你的情况 那又怎样 让法官了解你的困难 对你有好处 我就是没钱 没别的困难 钟涵不予多说 江瑞书打量四周 发现里面有三个房间 一个房间的门半场开着 里面堆满了东西 不像住人的样子 所以这套房子就两个卧室 一般的情况是一家三口 但是江瑞书觉得 这里住的人不像一家三口 他的目光落在了鞋柜上 一双男士拖鞋 和有点发黄的白色板鞋 看样式应该都是钟涵的 旁边还有一双布鞋 这种老实布鞋 一般是老人家穿的 所以这家里住的除了钟涵 便是一位老太太吧 你跟奶奶住一起 江瑞书问 钟涵猛地回头看他 你怎么知道 不对 江瑞书见他反应 那是外婆 钟涵眯起眼睛 一副他不说出个 所以然就不罢休的模样 江瑞书指了指不邪 钟涵一看 是外婆的不邪 不过这个法官观察还挺仔细 这会儿外婆不在 他也不怕他知道点什么 随口说了句 我从小跟外婆一块生活 你爸妈呢 他们 钟涵吃了生 生下我就各自过自己的去了 早就有了有了新的家庭和亲生儿女 我有时候真不明白 他们生我下来做什么 当年你判给了妈妈 什么判不判 他们没领结婚证 那女人怀我的时候 他男人有了别的女人 我外婆劝他 把孩子打掉 重新找一个 他偏不听 非要生下来 想用孩子拴住男人 我看他 不是想拴住男人 是想报复 结果人家不鸟他 他什么都没得到 气得要死 要不是我外公救他一个女儿 见我是男孩要留下来传统接代 他可能早就掐死我这个拖油瓶了 他连爸爸妈妈都不愿意喊 可见对他们怨气很重 不过也能理解 大人拿孩子当筹码 输了就丢弃 钟涵狠狠冷笑 那女人恨不得没生过我 把我扔给娘家后 就跟一个外地男人当后妈去了 那男人更不认账 后来怕被纠缠直接搬家 不知道去哪里了 江瑞叔眉头皱起来 他预想钟涵家里有点问题 现在问题比他预想的要复杂 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他们 找他们做什么 钟涵表现出强烈的厌恶 你才18岁 所以应该没上高中 或者没上完吧 江瑞叔说 不管你是不是婚生子 他们作为你父母 都有抚养你的义务 那样 你至少可以读完高中 第209章 玩的游戏 钟涵挪着外八字 朝房间走去 吊耳郎当道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中考都没考 我外公前几年没了 我外婆身体不好 天天吃药 哪来的钱供我读书 你可以找亲生父母要抚养费 如果他们不给 可以起诉他们 你外婆年纪大了 也可以要求你母亲赡养 哪怕她已经出嫁外地 钟涵目瞪口呆 你鼓励我打官司 不是鼓励你打官司 是鼓励你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不是鼓励我打官司 打官司对你们法官有好处 他小心翼翼扶着床头趴下去 姿势很不雅 但他一点也不在意 见江瑞淑不走 还指使他给自己倒水 江瑞淑也没发脾气 问了生水在哪里 许摸倒了水杯 给他倒了一杯水 这才回答他的问题 是也不是 作为法官 我希望官司少一点 这意味人们安居乐业 没有纷争 可我也希望 人们有事情需要解决的时候 学会走法律途径去解决 没必要 他们生了我 不要我了 我也不要他们 钟含含 那女人嫁出去 就我外公去世的时候 回来过一次 回来还是想把房子卖掉 口口声声说什么 外公只有他一个女儿 房子应该有他一半 要不是我跟他拼命 就这破破烂烂的房子 早就没了 至于那个男人 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 找到了也不会认我 我也不想认他 可信 他的语气真的很厌恶 江瑞淑能想象到 生母回来要卖房子的时候 他一个十几岁的小少年 是怎么拼命 才能保下这套房子 这世界上最难的事 是当父母 养儿一百岁 常优九十九 可这世上最容易的事 也是当父母 不需要资格 不需要考验 不需要过关 也不需要孩子的同意 就能随便 把一个孩子生下来 他喝了口水 把水杯放在床头 见江瑞淑正看自己 不由吃了生 我跟你说 这些可不是卖惨 我就想告诉你 我没钱 我外婆也没钱 你们非要我赔钱 我就这么一条命 江瑞淑以着门框 看着他突然问道 你那天晚上 为什么划伤吴先生的车 钟含立即闭上了嘴 你跟吴先生应该不认识吧 吴良在物流公司工作 但他身处管理层 不送快递 应该得罪不到钟含 我说了就是看不顺眼 你说我仇富也行 吴先生那辆车 就是一般老百姓开的 不是豪车 但是距离吴先生的车几步之外 有更贵的车 你怎么不划 我不认识不行吗 钟含 江瑞淑的语气变得正重 车是你划的 这个责任躲不掉 但是你可以争取跟原告和解 这样赔偿可能会少一点 就算少不了 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 赔礼道歉也是应该的 两千块你现在拿不出 以后也拿不出吗 一个月没有 那就两个月 三个月 半年 一年 难道你一个成年男人 挣不到这点钱 钟含不耐烦 我就是不想赔心不行 不行 江瑞淑明确告诉他 如果你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反驳原告 我一定会派你全责 如果你态度恶劣 我会考虑增加惩罚性处罚 你 钟含气得要死 他以为江瑞淑送自己回来 对自己的恶声恶语 也一副好脾气 还当他是个心软的老好人 谁知道 这就原形毕露 据特末的老好人 明明是个芝麻馅的黑心法官 故意跟他套近乎 套他的话 打探他家里的消息 肯定是为了拿捏他 这么一想 他就觉得自己引狼入室 抓起水杯就扔过去 你给我滚 我家不欢迎你 江瑞淑闪身避开 塑料水杯哐当一下砸地上 水字洒了一地 则 脾气真大 但他还是不想走 跑这么一趟 总不能空手而返 碰到这么一个三观 有点歪的小孩 手也有点痒痒 忍不住想掰一掰 他压了压手指 手指发出咯咯的声音 钟涵听得毛骨悚然 你想干什么 江瑞淑露露出一个和气的微笑 我们来玩个游戏 钟涵浑身紧绷 生怕他突然暴气打人 没错 他现在觉得这个女法官是会打人的 而且还是那种冷酷无情暴力女金刚 看他才小强就知道 神 什么游戏 我猜你的经历 猜对了 你就告诉我 为什么华吾先生的车 钟涵狐疑地看着他 要是你猜不对呢 我现在就离开 不行 我要加个条件 什么条件 江瑞淑看起来很好说话的样子 你要是猜错 不能判我全责 不行 他斩钉截铁 小伙子 你的思想有点危险啊 你之前不是很讨厌 迅死亡法的公务员吗 怎么现在又想我迅死亡法 钟涵生气 那就不完 不完也行 反正我可以去隔壁打听 至于去隔壁能打听到什么 会不会遇到外婆回家 邻居会不会传出什么话 让外婆知道 没法保证了 钟涵怒目而视 这女人怎么这么无耻 他咬牙切齿 那你不能在附近打听我的事 江瑞淑心头一动 看来这熊孩子 在附近挺有名 嘴上硬倒 可以 我说话算话 钟涵一点也不相信他 但迫于武力和威胁不敢反抗 只能忍辱负重 静观其变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自信 但他就不信了 自己一个字不说 他能猜到什么 等他猜错 一定要狠狠嘲笑他 江瑞淑拖了把椅子过来坐下 正对着他 目光在房间里发了个转 落到他脸上 他被看得有点不自在 不耐烦催促 你说啊 江瑞淑微微笑了笑 慢条思理道 虽然从小相依为命 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 但你跟外婆更亲一点 这算什么 一般小孩都跟阿婆比较亲 钟涵痴笑 你外婆应该是个很温顺的老太太 话不多 比较听你外公的话 但她很疼你 每当你闯祸的时候 她表面或许不会说什么 但是私底下会偏帮你 比如给你零花钱 或者给你做好吃的之类的 你外公应该是个不苟言笑的人 平时对你很严厉 给你定了很多规矩 做错事会挨骂 甚至挨打 或者不给饭吃 第210章 江法官的故事 钟涵的脸色微微变了变 你认识我外公外婆 不认识 江瑞淑看他反应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其实也不难猜 看家里的布置就知道了 老太太总是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角落 而钟涵说起自己外公的时候 语气清静又有点复杂 所以他以前应该没少跟外公发生冲突 说起外婆的时候 他的语气和表情都很柔和 说明他跟外婆很亲 他这样叛逆的性子跟老人家关系好 肯定是老人家无条件宠爱他 这样老两口的脾气也就不难猜 那你怎么知道 江瑞淑微微笑了笑 继续说出自己的猜测 你小时候学习应该挺好 经常得奖状 体育也不错 应该经常参加学校运动会 还拿过奖 你以前应该有不少朋友 在班里也很受欢迎 但是后来 这些朋友都慢慢疏远了 原因应该是你离开了学校 或者更准确说是你开始变成 江瑞淑顿了顿 嘴里吐出三个字 坏学生 钟寒咬牙 中考那一年 你外公去世 对你打击很大 家里供不起 你读书 你生母回来要卖房子 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无能为力的你 开始自暴自弃 最终没有考好高中 江瑞淑看着他 补充了一句 或者说 你故意破罐子破摔 因为考上了也读不起 钟寒抓紧了备单 目光紧紧盯着他 离开学校后 你刚满十六岁 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你没什么技能 除了搬砖洗碗 这些没有技术性的工作 你做不了别的 工资很少却很累 或许 你有满腔的雄心壮志 认为自己没有学历 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以后让那对男女后悔 江瑞淑唯唯道来 仿佛亲眼所见 卧槽 钟寒越听越心惊 你们法官还会算命 江瑞淑笑 不会 但我会心理学 怎么样 还准吧 老师说过 做一个律师 察言观色是吃饭的本事 不能不懂心理学 所以 他专研过这门学科 他每说一句话 都在观察钟寒的表情 从他的表情反馈 来判断自己的猜测是否准确 钟寒在他自己 也不知道的情况下 给了他很多提示 当然 心理学猜不到这么多 他能得到这么多信息 还有赖于多年的法官经验 当法官这些年 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群 懵懂无知的孩子 叛逆狂妄的少年 冲动闯祸的青年 茫然无力的中年人 孤苦无依的老人 见过各种类型的人 有的善良豁达 有的恩将仇报 有的宽厚仁义 有的斤斤计较 很多不幸背后 原因和背景是相似的 钟寒憋着不说话 憋了半天 还是没忍住 那个心理学 能把人看穿 不能 江瑞书倒没有哄骗他的意思 只是分析个大概 分析个 大概能猜到这么多这么准 你真没有调查我的背景 钟寒不大相信 没有 江瑞书十分坦然 那你怎么知道 我跟外婆更亲 一般小孩都跟阿婆亲 你自己不也这么说 钟寒 江瑞书不再逗他 你已经十八岁 你外婆一个老人家 应该管不着你 可是你一直很怕 我和吴先生找家长告状 肯定是担心 他被为难伤心什么的 足以说明 你跟他的关系 那你怎么知道 我小时候成绩好 客厅去墙上 有几张奖状 全是三好学生 和体育奖 所以 你以前肯定学习 和体育很好 钟寒 他还以为这女人多牛逼 结果他是看到的 那你怎么知道 我朋友多 江瑞书把目光 投向靠墙 那个乱七八糟的书架 上面贴了几张 钟寒和同学们 勾肩搭背的照片 不知道钟寒是忘记了 还是故意留着 照片已经发黄 你们笑得那么开心 肯定关系好 钟寒 他自虐般地问 那你怎么知道 我中考故意考差 一个学习一直很好的孩子 突然考得很糟糕 要么是外因影响 于你而言 最可能的就是外公去世 要么是自己不想读了 你外公去世 家里供不起 你上学 你不想给外婆增加负担 又不想让外婆担心 考察是最合理的办法 钟寒莫然 过了许久 他才缓缓开口 前两个月 外婆生了一场病 病好后整天说他老了 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 以后他不在了 我也能照顾自己 所以我打算找个工作 给人当学徒也好 拖了很多人 外婆知道了很高兴 还把积蓄都拿出来 给我送礼 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门路 人家也答应让我试试 我以为成了 结果去了才知道 人家说给我试试 只是给我去走一趟凑人数 实际名额早就内定了 他嘲弄得扯了扯嘴角 继续说 我心情不大好 就喝了点酒 看到路边停得好好的车 突然忍不住想 为什么别人做什么 都那么轻松 我找个正经点的工作都不行 为什么别人的父母就那么好 我的父母却不要我 不要我为什么要生下我 为什么外公去得那么早 我都还来不及孝顺他 为什么别人能好好地读书 我还没成年 就要想办法养活自己 为什么别人生来就那么优越 而我用尽全力 连别人的起跑线都够不着 这个世界真不公平 他握紧了双拳 满眼悲愤 越想越觉得不公平 所以你就是心情不好 泄愤划伤别人的车 运气不好被逮个正着 姜瑞书一句话 破坏了所有的情绪 钟寒 一想那天被逮住的场面 他还愤愤 信无的贼坏 不动口不动手 直接就把我送派出所 那么麻溜 肯定没少这么干 人家这叫有归有举 没有当场揍你一顿 已经算好了 姜瑞书道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惨 命运对你很不公平 难道不是 姜瑞书摇了摇头 看他的眼神 仿佛看一个无知少年 那你想听我的故事吗 第211章 编的 你这种人 难道不是家境很好 从出生就一帆风顺 钟寒表示怀疑 姜瑞书笑了笑 没有 我不是城里人 我出生农村 钟寒更加怀疑 他看起来就是那种 从小家境很好的人 就像以前他搬离那些 家里有钱的女孩子 活泼又自信 每天烦恼的事 不是学习成绩 就是小女生的矫情心事 却从来不会 因为穷而显得寒酸窘迫 我爸妈都是农民 小学都没毕业 祖上三代 也都是本本纷纷的农民 没什么有大本事的人 姜瑞书的声音 变得有些优远 好似回到了很久的以前 我奶奶生了两儿两女 大姑二姑年纪比较大 我爸姓三 下面有个弟弟 在我出生前 两个姑姑已经嫁出去 大姑生了两个儿子 二姑生了一儿一女 我小叔生了一儿一女 就我爸爸生了一个女儿 就是我 从小就有很多人说 我是赔钱货 给我取各种外号 小孩不懂什么伤害不伤害 大人都那么说 一个个就学嘴那么说 就好像要一致 打倒我这个异类 欺负我才光荣 我爸因为只有 我一个女儿 被很多人嘲笑 骂她是绝户 她为此没少跟人打架 以前她很喜欢出门喝酒 后来连门都不愿意出 我爷爷奶奶也不喜欢我 奶奶也经常骂我是赔钱货 要是我家务做得慢了 或者做得不够好 就一直骂我 不让我吃饭 有时候碰上她心情不好 还会打人爷爷万事不管 最多是奶奶打我的时候 说一句别打太狠打残了 在我记忆里 我四岁开始做家务 先是打扫卫生 五岁的时候开始做饭 六岁开始帮全家洗衣服 七岁的时候开始下地农忙 钟寒皱起了眉头 这就过分了吧 江瑞叔的声音很平静 仿佛在陈述别人的故事 农忙真的很累 每年最热的七月份 晒一天能长一身的肺子 我一直以为 因为自己是女孩 才不招他们喜欢 可是等弟弟妹妹出生 奶奶宝贝妹妹 跟宝贝弟弟一样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可是他对我却更加苛刻 不是说我吃太多 就是嫌我做事不够好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他说我读书太浪费钱 让我辍学回家 照顾弟弟妹妹 爸妈也默认了这件事 谁知道这时候 弟弟妹妹 因为一场流感都没养住 他们怪我没有照顾好弟弟妹妹 打了我一顿 他们真的特别狠 手臂那么粗的棍子 生生打断 如果不是村长发现 怕弄出人命拦住他们 我大概已经没命了 中寒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么粗的棍子都打断 那不是要小孩的命吗 我就一直很奇怪 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样都是他们的孙女 他们对妹妹那么好 对我却那么坏 因为我是大的嘛 还是说我天生不讨人喜欢 还是我做错过什么 姜瑞书语气低沉 停顿了许久 才再次开口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我不是亲生的 中寒惊讶地张开嘴 我是他们买回来的 他们生不出来 听说家里有小孩容易招孩子 就买了个女孩 因为女孩比男孩子便宜 后来他们果然怀上了 对我这个长工 当然更加嫌弃 恨不得我不用吃饭 就能帮他们干活 中寒猛地睁大眼睛 没想到他看起来 这么光鲜亮丽 竟然有这么艰难的过去 难难道 你以前竟然这么艰苦 真看不出来 因为我拼命读书 最后走了出来 他说的轻描淡写 但过程肯定很艰难 中寒敏纯 内心震撼得 无法用语言形容 以前也不是没听过 这样励志的故事 但从文字和报道里看来 总觉得虚假 被夸大 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可江瑞书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摆在眼前 尤其是他现在 看起来比大多数人要优秀 强烈的对比 形成巨大的冲击 震得他说不出话来这一刻 他感到了惭愧 自己也就是亲爹妈 不管自己 可江瑞书 却是被拐卖到了 穷山恶水的地方 从小非打极骂 可人家一点都不认命 在绝境里走出了一条路 自己跟人家比起来 简直矫情倒不行 偏偏这时候 江瑞书还问了句 对比起来 是不是比你更惨 更有资格怨天尤人 钟寒更觉得没脸 迟疑了许久 忍不住问 他们现在还会找你吗 不会 钟寒文言有点高兴 因为你当了法官 江瑞书摇摇头 不是 那为什么 江瑞书笑 因为这是我编的 钟寒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愤怒地腾一下爬起 但是下一刻 尾椎骨传来一阵剧痛 痛出诛叫 好好躺着别乱动 不然骨裂更严重 你得多躺一两个月 钟寒喘着粗气 看他的眼神 跟看不共戴天的仇人似的 你特么欺骗我感情 江瑞书面无愧色 虽然我说的不是自己的故事 但这世界上 比你不幸的人比比皆是 至少你从小一世无忧 还上了学 虽然现在穷困潦倒 可是你四肢健全 有亲人 有房子 不会流连失所 你好好长大了 这就是成功 你才刚成年 有大把的时间 想做什么都来得及 或许第一步很难 但你这个年纪不怕失败 或许你又要说 有些人生来优越 用尽全力 连别人的起跑线都够不着 可是有些人也在为你的起跑线 用尽全力的奋斗 有一些人 光是生存 就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努力 钟寒沉默了几秒 失笑 难道我不比好的 要去比差的 事实就是 有些人一出生 就在别人的努力 终生也达不到的终点 可世界就是这样的差异化的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比 我说一句悲观的话 这就是命运 可你有你的命运 别人有别人的命运 正因为每个人的不一样 这个世界才这么精彩 你也才那么独特 不是任何一个人 只是你自己 可以创造任何属于 你自己的未来 第212章 一万小时定律 跟别人不一样的差劲吗 钟寒潮弄道 你就不能想点好的 不然呢 我这样钱没钱 学历没学历 背景没背景 能做什么 那你觉得 到了吴先生的年纪 能比他过得好吗 钟寒心底里是觉得 混成吴梁这样 已经很不错 怎么也算是个领导 能买房买车 他一点都没有信心 能比吴梁更好 但他不想承认 嘴硬到他出生的 那个年代机遇多 想干什么都容易 江瑞书看破不说破 其实想比他好不难 钟寒抬头看他 你知道一万小时定律吗 江法官在少年疑惑 又隐约期盼的目光中 娓娓道来 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 无关天赋 只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锤炼 就可以 如果你现在开始 学习一门技术 一周五天 每天八小时 一个月二十二天 你大概需要五年 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那时候你才二十三岁 这有个前提是专注 我们假设你因为生活需要 多花一倍的时间 十年后 你也只有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 钟寒不大相信 江瑞书点头 二十八岁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 拥有更多的工作选择机会 可以获得稳定不低的收入 有能力买车甚至供房 到那时候 你也有能力支撑一个家庭 成为顶梁柱 只要十年的专注付出 就能获得这些 你觉得难吗 还觉得没希望吗 难吗 肯定难的 如果有天赋 或许可以事半功倍 但没天赋 就只能死� 这个积累的过程肯定很难熬 可前面是肉眼可见的希望 努力就有希望 还有比这更便宜的事吗 二十八岁 十年之后 可以还没到三十岁 还很年轻呢 钟寒完全愣住了 眼前好似拨开了重重迷雾 那些让他茫然无措 浑浑噩噩的迷雾都被拨开了 现在不仅看清楚了路 还发现 这条路是条康庄大道 只要十年 他就能牢牢掌握一门技术 不说成为专家 安身立命肯定没问题 吴梁也就是个小物流公司的小领导 都三十七岁了 也就开一辆十多万的车 等自己等三十七岁 肯定不比他差 这么一想 他觉得浑身都轻松了 也有了力量 连尾椎骨都没那么疼了 想开了 江瑞叔嘴角擒着笑一问 钟寒 说起来简单 平时我不需要干活挣钱吃饭吗 哪来那么多时间学这样学那样 江瑞叔也不拆穿他口是心非 该说的我都说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赔偿问题 钟寒的脸马上黑了 没钱 没钱就分期 一个月没有 那就两个月 三个月 半年 我可以为你争取期限 你也可以自己跟吴先生谈 江瑞叔不容置疑 钟寒沉默 如果你还对未来有所期待 就要学会承担责任 这两千块是你卖不过去的责任 江瑞叔没再多说 起身道 我言尽于此 你好好考虑 等等 江瑞叔回头 你说的那些经历 真是编的 钟寒还是有点怀疑 他觉得江瑞叔说的很真实 不像是编的江瑞叔看着他 嗯 你觉得我很值得同情 钟寒目光仿佛已经看穿他 你承认 我也不会说出去 一半一半吧 江瑞叔道 什么意思 我出身农村是真的 经常干活也是真的 但没做过长工 我也没有同胞弟弟妹妹 有些村里人 的确有点重男轻女 但是 江瑞叔笑了笑 我家有大彩殿 村子里的小孩 为了放学后能看动画片 都不敢得罪我 我小时候 其实过得很开心 钟寒的脸都黑了 白同情了 江瑞叔走之前补了剧 你可以去查查江明德是谁 钟寒连忙摸到手机 上百度搜江明德 瞬间跳出来一大串链接 还有百科 点开一看 卧槽 江明德 江瑞叔 他看着百科上 有点眼熟的照片 想了想江瑞叔的长相 这两人是妇女吧 卧槽卧槽卧槽 他想回到半分钟前 打死那个乱发同情心的自己 他居然去同情一个大老的女儿 谁给他的勇气 梁静如吗 哎呦卧槽 疼死了 疼死了 因为情绪太激动 不小心扯到尾锥骨 那种菊花一锦的疼痛 实在酸爽 满腔怒火 熊熊燃起 我就知道 这女人是个黑心法官 太可恶了 她恨恨 只觉得自己的感情被欺骗 不由哼起来 他人气我我不气 气出病来无人替 生气伤肝又伤皮 促人衰老又生疾 等意识到自己哼什么 钟寒 啊啊啊 被洗脑了 离开钟钟寒家 天色已经不早 江瑞叔给范阿姨发了条信息 说路上耽搁了一点时间 要回去晚点 刚到楼下 她便迎面碰到一个 满头白发的阿婆 勾搂着腰 手臂跨着一只竹边篮子 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鞋垫 另一手跨着一个布包 露出半截豆角和红薯腾的叶子 步履缓慢地朝楼梯走来 江瑞叔见他有点面善 问道 没碰到您吧 阿婆笑着摆摆手 没有 江瑞叔瞥了眼篮子 这是您做的鞋垫 是啊 阿婆点点头 我经常在路口卖 姑娘 你不是我们这一块的人吧 嗯 我来看个朋友 江瑞叔见他满脸风霜 您的鞋垫看起来很好 我能看看吗 阿婆看他的打扮 哪里不知道 他其实不需要鞋垫 买鞋垫 只是想帮自己 笑道 姑娘 你不需要的话不用买 不穿的话 回去也是浪费 我先看看 合适就买 阿婆不再拒绝 问他要多少码的 熟练地拿出几对鞋垫 这几对好看 江瑞叔一个个看了看 针脚很细密整齐 做得很用心 做得真好 我都要了 阿婆没开眼笑 那给你算个整数 五十块 那谢谢您了 江瑞叔从钱包里抽出五十块 随后道 您住几楼 我送您上去 第213章 无偿代理 不用不用 就在二楼 阿婆连连摆手 江瑞叔心中有所猜测 笑道 没事 我帮您拎篮子 阿婆见着白白净净的姑娘 这么热心 心里也喜欢得紧 笑呵呵道 那就麻烦你了 我家就在楼梯口 江瑞叔抬头一看 还真是中寒家 他点点头 护着阿婆 慢慢爬上二楼 到了门口 阿婆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 大概是眼神不好 他一个一个的摸索 最后才确定是哪一把钥匙 可是开锁的时候 手多的缩缩的 总是对不准钥匙孔 江瑞叔见了握住阿婆的手 帮他把钥匙插进锁心 咔哒一声 门开了 阿婆眼睛笑成一条缝 谢谢你了 姑娘 不客气 您进去吧 我也回家了 阿婆挥挥手 哎 好 好走 钟寒在房间里 听到外面的动静 便知道外婆回来了 果然过了一会儿 就见外婆慢悠悠走进来 他叫了声 外婆 寒寒在啊 听到外孙的声音 阿婆放下东西 开心地走过来 等看到钟寒躺在床上 脸色有点不大对 不由问道 这是怎么了 钟寒不以为意地摆摆手 摔了胶 屁股有点疼 没什么事 阿婆想屁股肉多 能摔到屁股疼 肯定摔得挺厉害 顿时有点紧张 要不要擦点药酒 没事没事 我就是想躺着 能躺着绝不坐着 见他说话中气十足的 应该问题不大 便点点头 那你疼的话 就擦点药酒 上次买的药酒 还剩大半瓶吗 钟寒有点心酸 上次他跟人打架 浑身是伤 阿婆抹着眼泪 给他擦药酒 劝他找个正经工作 才发生了后来的种种 外婆 过阵子我就给人当学徒去 好好学一门技术 以后找个稳定工作 阿婆笑着点点头 没说什么 钟寒也知道 自己说话不算话的次数太多 外婆已经不大相信自己 心里有点不适滋味 发了狠 这次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他换了个话题 刚才听到门口 好像有人在说 哦 是个白净漂亮的姑娘 刚才在楼下遇到 他看我卖鞋垫 就好心 跟我买了几双鞋垫 还送我上来 外孙难得这么心平气和 跟自己说话 阿婆很开心 话不由多了些 钟寒心头一紧 长什么样 很高挑 白白净净的 像大学生 但比隔壁刘阿婆家 考上大学的美美要好看 穿什么衣服 牛仔裤白短袖 刚在楼下遇到 穿牛仔裤白短袖 那不就是姜瑞叔 他顿时菊花一锦 连忙问道 他没跟你说什么吧 人家跟我又不认识 只是好心 才搭理我这个老太婆 阿婆还以为 他动了花花肠子 虽然他疼爱外孙 但自己外孙 要什么没什么 人家那姑娘一看 就是好人家的孩子 不可能看上 自家这个小混混 但直接说 有点伤自尊 他隐晦道 人家不住这里 早就走了 钟寒 外婆这是以为 他对姑娘家动心思了 谁刻么对那个 黑心法官动心思 就那种满口谎言的女人 从里到外都是黑的 谁招惹她 肯定会被吃得渣都不剩 谁敢碰啊 他真没跟你说什么 没有没有 阿婆连连摆手 心里有点忧愁 韩韩这孩子 眼光这么高 以后可怎么找女朋友 钟寒不知道 自己外婆已经在脑补 自己眼光高 确定姜瑞叔 没跟外婆说什么 他大大的松了口气 没说就好 不然 不然他就赖账死不赔钱 但是两千块 他现在真的拿不出来 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工作 该怎么办 C区人民医院 秦玉带着赵思雨 很快找到了委托人的病房 还没走进病房 就见两个护士端着托盘 从病房里迎面走来 其中一个护士小声道 301病房那个女人好可怜 浑身没一点好皮 听说是被老公打的 到现在 他家还没人过来 你可别同情他 另一个护士连忙道 他上次被打也是来我们医院 只不过没这次严重 我听说他是被老公打的 劝他离婚得了 结果他老公跟领导投诉我 说我破坏人家家庭 肯定是他告诉了他老公 气死我了 这样啊 所以叫你别多管闲事 到时候 别好人没当成 还没咬一口 幸好我没说什么 赵思雨回头看了看 路过的两个护士 突然回过未来 301就是我们委托人的病房吧 秦玉嗡了声 脚步不停 很快来到301病房 赵思雨透过窗户往里看了眼 并床上躺着一个女人 一动也不动 不知是睡着了 还是在休息 秦玉站在门口不动 抬手敲门 然后推门而入 病床上的女人 听到动静睁开眼睛 见到西装革履的一男一女 他有点迟疑的说 秦律师 彭女士 秦玉汉手 我是秦玉 大安律所的律师 我身边的是赵思雨 赵律师 大安律所实习律师 赵思雨暗暗打量他 刚才那两个护士说的 被家暴的女人 应该就是这位彭女士 但是脸色白里泛青 没有别的痕迹 那伤痕应该都在身上吧 他跟着萧然 也遇到过家暴案 这样家暴不露痕迹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 听到秦玉介绍自己 他朝对方微笑着点了点头 彭女士 你好 彭琳扯开了一个勉强的笑 你们坐 赵思雨经过几个月锻炼 已经很有眼色 马上搬了椅子给秦玉 随后给自己裁给 也搬了一张椅子 放在秦玉身边 彭琳是第一次跟律师打交道 尤其是见来的男律师 气派很大 收费可能很贵 自己不一定请得起 忐忑道 秦律师 你们怎么收费的 上次是 C区法院一个女法官 给我推荐了你们律所 所以我才打电话询问 我只是想询问一下 合不合适 我们现在还不算 形成那什么委托吧 C区法院女法官 赵思雨怎么觉得有点熟悉 谁 一个很年轻的女法官 江法官 好像是姓江吧 这次委托是无偿的 秦玉道 赵思雨原本还奇怪 所里的律师们 每年都会接一些 无偿的委托 免费帮助一些 需要帮助的委托人打官司 这个委托就是 大安街的无偿委托 没有强制性 谁乐意接谁接 可他还没见过 秦玉做无偿代理 知道秦玉接这个委托的时候 他做出过很多猜测 现在破案了 原来是将法官推荐的 随后他更加奇怪 将法官推荐 有什么与众不同 能让秦玉这个 铁公鸡守财奴接 无偿委托 第214章 对家暴要零容忍 听到是无偿的 彭林放宽了心 但还是问了句 我能问问 为什么是无偿的吗 秦玉没开口 赵思雨解释道 我们大安每年都会 无偿帮一些 需帮助的人打官司 因为你表明自己经济困难 又表示案子棘手 所以秦律师来了 她是我们律所最优秀的律师 对你这类案子很有经验 难怪气派这么大 彭林没想到 自己会遇到这么好的事 不但能得到无偿帮助 还是最优秀的律师帮自己 连连道谢 那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谢谢 赵思雨看了眼秦玉 见她 还是没有开口的意思 便道 彭女士 你还是先跟我们说说 你的诉求和情况吧 我 彭林双手下意识搅在一起 似乎难以开口 彭女士 你不用担心 就算还没签订委托协议 你跟我们说的话 我们也会保命 赵思雨看出她的忐忑和担忧 特地说明了一句 有了赵思雨的保证 她心里的担忧顿时淡了许多 抬头看看着两个律师 赵思雨看起来很好说话 而秦玉一看就不好惹 但律师越厉害越能帮她 在赵思雨鼓励的眼神下 赵思雨想起那两个护士的话 问道 能告诉我们 你想离婚的理由吗 彭林撸起了自己的袖子 上面青一块紫一块 还有烫伤的痕迹 形容可不 赵思雨起身过去一瞧 顿时捂住了嘴 天哪 这都是打的 彭林默默点了点头 声音也低沉了许多 我和她是相亲认识的 第一眼双方感觉都不错 确定关系后没多久就领了证 婚后有段时间过得不错 但没想到她喝了酒 就完全变了样 说到这里 她似乎想起了被打的情形 下意识色缩了一下 这不是第一次了吧 赵思雨看到上面 有些伤不像是心伤 彭林含泪点头 一喝酒就喜欢动手 劝都劝不住 家暴难什么的 最可恶了 赵思雨气愤不已 喝酒就打人 你有没有报警 这已经算是虐待了 彭林摇摇头 报警没用吗 赵思雨皱眉 现在还挺多这种情况 被家暴报警后 警察来了后 批评了一下施暴者就完事 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施暴者反而可能因为受害者报警 警察也不好插手家务士吧 彭林含糊道 家暴从来不是家务士 家暴严重者构成犯罪 是会被判刑的 赵思雨其实有点不大满意 家暴这一块的法律 虽然已经有立法 但还是不够全面 这这么严重 每个人的人身安全不容侵犯 不论是谁 打人就是违法 严重就是犯罪 赵思雨斩钉截铁道 你放心 家暴是重大过错 起诉到法院一定可以离婚 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情欲开口了 你以前有没有报过警 彭林虽然觉得他厉害 但面对他也有点忐忑 不知为什么还有点心虚 有 有报过 警察没帮你 彭林在他锋利的目光下 感觉自己已经被看穿 不敢糊弄 不 不是 他感觉很羞耻 死死地垂下了头 他是头昏 我是二昏 一直觉得有点亏欠他 我二昏 再离婚会很难看 就想忍忍就过去了 赵思雨还以为是警察不作为 顿时有点怒气不争 对家暴一定要零容忍 就算他跪在你面前认错求饶 你容忍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无数次 他跟着萧然做过不少离婚案 就碰到不少因家暴离婚的案子 很多女性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日子不就是这么磕磕碰碰过的吗 但实际上 家暴会上瘾 一旦受害者表现忍让 施暴者就会变本加厉 甚至他见过一个当事人离婚后 还被家暴男纠缠殴打 最后被逼上天台 差点跳楼自杀 彭林被说得抬不起头 这次你没有报警 秦玉又问 彭林很怕他不满意 窃窃道 没有 现在马上报警 彭林愣住 报警做什么 取证 秦玉道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他是昨晚打的 现在还能报警 可以 开庭需要一段时间 有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你丈夫不能接近你 你可以安心等待开庭 有家暴证据 只要你不接受调解 一次开庭就能离婚 秦玉雷厉风行 另外关于抚养权和财产分割 我需要你提供详细信息 以及你的个人意愿 我们没有孩子财产也没什么 结婚的时候 房子是他的 车也是他的 彭林抬不起头来 秦玉的神情一丝波动也没有 仍然公事公办问道 作为家暴受害者 你有权索赔 你是否要向你丈夫索赔 他的态度让彭林轻松不守 他原本以为自己要净身出户 不大确定地问 可以要他赔钱 可以 赵思雨插了句 应该索赔 他打你就应该赔偿 可不能便宜了家暴男 真的 当然 赵思雨肯定道 不仅包括物质赔偿 还有精神损害赔偿 那 彭林鼓起勇气 在赵思雨热切的目光下 心一横 那我听你们的 秦玉眉头微微一蹴 但没说什么 是一赵思雨 如果没有的问题 就在协议上签字 赵思雨反应过来 连忙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 这是委托协议 就在这时 外面一阵喧嚣 很快 几个人闯进病房 看到里面的两个律师 马上喝到 你们是什么人 说话气势汹汹的是个干瘦的老头 在看清楚西装革履的一男一女后 他心里顿时警惕起来 你们什么人 彭林下意识躲到赵思雨身后 把委托书藏到被子里 但是老头旁边的一个老太太 眼睛毒 一眼就看到她的小动作 马上窜上来 一把揪住她的手 彭林身上有伤 被她碰到 忍不住叫了声 赵思雨见状 连忙拦住老太太 你干什么 我还想问你干什么 你什么人啊 怎么在我媳妇病房里 老太太别看瘦 劲儿却很大 赵思雨被她打了一下 手臂一下子红了 我们是律师 赵思雨大意凌然道 第215章 母猪能上天 律师 老太太尖叫 猛地看向彭林 你叫律师干什么 彭林不敢开口 赵思雨替她说 彭女士委托我们 为她处理离婚事宜 什么 三声尖叫一口同声 赵思雨这才看清楚 老头和老太太身后 还有个三十出头的男人 瘦高个 看来全家都是干受体质 彭林看到她有点害怕 估计就是她那个二婚丈夫 长得倒是没清目秀 站在爹妈后面 思思文文的 不像是会家暴的人 离什么婚 老太太一下子反应过来 彭林 你要离婚 彭林往后缩了缩 被老太太吓到 赵思雨拦在她前面 是的 因为长期遭受家暴 彭女士已经决定离婚 我们将作为彭律师的代理律师 起诉离婚 老太太想说话 被老头拉住 她打量着晴玉和赵思雨 不大赞同道 两位律师 他们两口子发生了点冲突 这次是皇位不对 也难怪彭林生气 但他们平时感情很好 到不了离婚那一步 你们还是走吧 一点冲突 赵思雨气笑了 他可不相信自己儿子家暴 这老头会不知道 对他没什么好感 把人打进医院 还叫一点冲突 您儿子可不是第一次了 这叫屡教不改 夫妻间吵吵闹闹 动点手算什么 日子不就是这么磕磅绊绊过下来的 就你们这种小姑娘 才失望什么爱情 要男人把你们捧在手心 一个个以为自己是公主 可你们有那个命吗 也难怪现在 嫁不出去的女孩越来越多 我们那年代 可没你们这么做 老太太看这种 爱闹事的年轻人不顺眼 尤其是他们来搞离婚的 夫妻之间 就应该相互尊重爱护 动手打人就是不对 您儿子这叫家暴 是违法的 不是磕磕绊绊过日子 感受到老太太的鄙视 赵思雨还觉得 她思想有问题 我们上一辈就这么过来的 怎么到 你们就不是了 要我说 是不是你们鼓动 彭琳离婚的 以前跟黄伟吵架后都好好的 就这次要闹离婚 就是你们怂恿的吧 我们怂恿彭女士离婚干什么 赵思雨觉得这个老太太 恼怒亲戚 离婚才用得着你们 你们才有钱拿 老太太越想越觉得 是这么一回事 律师说的好听 就是一事经 古代叫做宋棍 就说他们是脚屎棍 我们接彭女士的委托 是无偿的 有这么好的事情 不要钱才可怕 你们算计的 不要钱还多吧 老太太还会挑拨离间 彭琳 你可要想清楚 这些律师最心黑了 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懂法律 真要听了他们的 万一给你下套 让你签了什么协议 到时候 你反悔都没办法 还不得被忽悠死 彭琳文言愣了一下 下意识看着两个律师 顿时觉得被子里的委托书 有点烫手 他还没来得及看上面写了什么 听了老太太的话 不由有些犹豫 见他犹豫 老头马上劝道 是啊 彭琳 哪家过日子 不是这么过 回头让黄维在房产证上 加上你的名字 以后他不敢再对你不好 现在离婚你可什么都得不到 说出去也不好听 说着 他给儿子使了个眼神 后面的男子 马上走上前 在彭琳病床前 扑通一声跪下 举手发誓 灵灵 你原谅我吧 以后我再也不喝酒了 一定好好对你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以后我再犯 就叫我不得好死 彭琳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你 你起来 你不原谅我 我就不起来黄维红着眼睛 但彭琳下意识地缩了回去 他只能无比深情地看着彭琳 灵灵 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我们都还没有孩子 等身体调理好 我们就生个孩子 好好过日子 好不好 彭琳的呼吸变得粗重 心里挣扎起来 赵思雨一见就知道 他又心软了 连忙劝道 彭女士 你可好好想清楚 他以前有没有认错过 有改过吗 彭琳的脑子 一下子清醒了许多 是啊 这不是黄维第一次认错 每次打了他 他就会哭着求饶 保证以后不会再打他 可实际呢 每次他喝了酒 还是会动手 老太太见状 竖起眉毛目道 我说小姑娘 常言到您拆一座庙 不拆一桩婚 你不劝和就罢了 还怂恿我家 而媳妇离婚 安得什么心 别不是你自己嫁不出去 也见不得别人好吧 我就问 以前这位黄先生 打彭女士的时候 有没有保证过以后 再也不打人 做到了没有 赵思雨不跟他吵无关问题 就这关键问题不放 家暴男的保证能信 母猪都能上天了 这是我们家务事 跟你无关 彭女士请我们来 跟我们就有关系 这时老头看明白了 这个一直说话的女律师 不管是 真正拿主意的 是一直没说话的男律师 于是他看着秦玉道 这位律师先生 我们自家的事关起门来 自己商量就行 不用你们掺和 我们家也不会让你们掺和 你们走吧 他从钱包里掏出几张毛爷爷 也不让你们白跑一趟 这算是给你们的车费和跑腿费 秦玉眼皮动了动 瞥了眼他递过来的纸币 三百块 当车费绰绰有余 拿着吧 老头想塞进秦玉手里 秦玉轻轻侧身 避开他伸来的手 老头的手一僵 脸色顿时有点不大好 又抽了三张出来 这够了吧 请我们来的是彭女士 我们走不走 由她说了算 秦玉如金石相机的声音 在病房里响起 皇家三口人 马上看着彭琳 彭琳 快让他们走 家丑不外扬 这事传出去 所有人都会看我们的笑话 以后头都抬不起来 是啊 黄维这次是真心认错 我们老两口在这里作证 保证他不会再犯 你年纪也不小了 又没个孩子 再离婚可怎么办 老两口劝说 黄维跟着哀求道 林练 你就原谅我吧 这是最后一次 我保证 彭琳不知所措 赵思雨想说什么 被秦玉拉住 秦玉道 看来彭女士还没考虑好 等你考虑好再联系我 第216章 帮一个是一个 哎 你就这么走了 彭女士怎么办 好不容易追上秦玉的脚步 赵思雨轻喘着问 不大满意 秦玉就这么 把委托人丢下秦玉按开电梯 一脚踏进去 还没签协议 不是委托人 没有维护义务 他要签了的 只是黄家人在阻挠他 我给了他再联系的机会 可是 你刚才犯了三个错误 秦玉眸光高冷 第一 情绪管理太差 过于主观 现在你接的是受害者的委托 改变你接的是施暴者的委托 你是不是要给原告当卧底 第二 第一道程序就是调检 你比法院还厉害 第三 没拿到委托 就掺和别人家事 你以为你是谁 拯救世界的圣母 赵思雨不服气 遇到家暴难 还不赶紧离 留着等过年 离不离是当事人应该做的决定 别人自甘堕落 也不关你的事 很多人不懂反抗 更不懂用法律维护自己 这就需要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的帮助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自救者才值得被救 有些人哭弱 不过世装可怜博同情 躲在别人背后 想让某些自以为正义的人出头 秦玉看她的眼神不言而喻 没错 说的就是你 彭女士不是这样的人 她只是性格比较软弱 这世上性格软弱的人比比皆是 你帮得过来 帮一个是一个 那你去帮吧 秦玉丢下这么一句话 电梯刚好打开 她头也不会走出去 赵思雨跺脚 到底不敢擅自行动 愤愤地跟了上去 这一晚她辗转反侧 总担心彭林 被家暴难的甜言蜜语 和道歉认错哄骗 就这么轻轻放过 家暴这个问题 不是随随便便说改就能改 尤其是像彭琳这样性格软弱 而她丈夫又屡次不改的 她一点也不相信 彭琳丈夫会轻易改好 她决定第二天再去找彭琳谈谈 第二天上午回律所取东西的时候 她碰到了刚来的秦玉 她连忙追上秦玉的脚步 我今天要跟彭女士谈一谈 秦玉瞥了她一眼 一点也不奇怪 她会有这种想法 开口就到 不准去 赵思雨原本只是想告知她一声 要是她不准自己上班期间去 那她自己就抽空再去 谁想她这么独裁 竟然直接不准她去 顿时跳脚 为什么 没意义 你因为没钱赚 所以一点都不上心吧 赵思雨气呼呼 她就说 这个守财奴格朗台 怎么突然接无偿委托 恐怕是江法官那边有交代 她才不情不愿接了 碰到当事人放弃委托 她肯定很高兴吧 这时 陶琳凑过来说 有个姓彭的女士在接待室 指明找你 彭女士 赵思雨一想就想到了彭琳 是不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不爱说话 比较内向 对 秦玉道 让她稍等 我马上就来 那我先去见见彭女士 赵思雨十分积极 秦玉不置可否大步走开 以前在京城的时候 陶琳突然说了句 她每年接的无偿委托是所里最多的 哈 赵思雨茫然 秦玉做过很多无偿委托 陶琳看着她 小姑娘 你眼力尽还得练 有些人啊 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什么跟什么 赵思雨做了个鬼脸 转身去接待室见当事人 彭女士 彭琳坐在接待室的小沙发上 听到有人叫自己回头 连忙站起来 见识赵思雨 马上想起了昨天的事 顿时有点羞愧 赵律师 你好 赵思雨打量她 你出院了 彭琳低下头 没 没有 我自己跑出来的 赵思雨更惊讶了 那你 这么早来 我们律所是想找秦律师 彭琳看着自己搅在一起的双手 点了点头 赵思雨走进去 见她面前的茶几 放着一杯热茶 和几块饼干 那饼干是负责接待的小姐姐 经常吃的带餐饼干 所以 彭琳是大清早没吃早餐就来了 秦律师刚到 一会儿就来 你先吃点东西吧 赵思雨说着又问 饼干喜欢吗 不喜欢的话 我那里还有一块提拉米苏 谢谢 谢谢赵律师 不用了 彭琳还是有点紧张 拘谨地坐回去 见赵思雨真的不在意 这才拿起饼干吃了一点 赵思雨在她对面坐下 彭女士 你这次来找秦律师 你丈夫知道吗 彭琳正吃着饼干 听到这句话 饼干一下子 呛进了嗓子眼里 猛烈地咳嗽起来 赵思雨连忙把茶水递给她 狠狠灌了一口 她才缓过气来 慢慢摇了摇头 我偷偷跑出来的 昨天 很对不起 你们好心帮忙 可是我还不知好歹 赵思雨笑道 没关系 毕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你不信任 我们也正常 你们抖之后 他们又跟我说了很多 还说等我出院 就让我把工作辞了 安心在家当全职太太 不用再去外面受气 正好把身体调理好 早点生个孩子 不知道 为什么我心里不踏实 就说想喝黄卫炖的鸡汤 以前我们出对象的时候 他炖过鸡汤给我喝 手艺挺好的 黄卫答应得很好 可是他送来的鸡汤 我问了护士 护士说 医院附近一家餐馆 专门卖鸡汤 就是这个味道 医院很多人在那里买 他抹了抹眼角 勉强道 我知道自己矫情 可是他觉得麻烦 可以跟我直说 我又不是什么娇气的人 明明是买来的东西 非说是自己做的 还说自己多辛苦 我 赵思雨递了张纸巾给他 我能理解 这不是矫情 是他表现太差 经不起考验 还总想骗人 不是你的错 彭琳滴滴的到了声线 我知道 你们律师都应该很强势 肯定不喜欢我 这么软弱的人 你们无偿帮我打官司 可我却还犹豫 我知道 秦律师肯定 起瞧不上我不知好歹的人 但我还是想再来求求他 第217章 会面 所以 你考虑清楚了 秦玉的声音突然响起 室内的两人扭头一看 便见秦玉站在门口 淡淡的目光扫过赵思雨 落在彭琳身上 彭琳连忙站起身 秦律师 想清楚了 彭琳看看他 点了点头 跟我来 签了委托书 秦玉第一件事 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取证 但彭琳不是第一次被打进医院 取证过程还算顺利 非紧急情况 一般保护令在72小时内做出裁定 一时半会拿不到保护令 彭琳不敢回家 干脆继续回医院养伤 与此同时 秦玉开始整理材料 作为彭琳的代理人 向法院起诉离婚 这期间 黄家人一个劲儿劝彭琳回家养伤 嘴上说得很好听 说回家住叔父 可彭琳知道他们 是嫌弃自己住院花钱 心里到底有些害怕 又在医院住了一晚后 找借口 直接住进了单位宿舍 第三天 人身安全保护令千发送达 黄家人这才知道 彭琳根本没原谅黄维 还是要离婚 黄家人跑到彭琳单位找人 黄维亲自过来 软硬兼施 想逼彭琳回家 但马上受到了秦玉的反击 黄维当天就被逮进了拘留所 因为根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裁定内容 禁止被申请人 在距离申请人的住处 学校 工作单位 或者其他经常出入的场所200米内活动 经过这么一次 黄家人总算老实点 等黄维出来后 黄家马上请了律师 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商量的 很快找上秦玉 表示想跟彭琳谈一谈 秦玉没有拒绝 正好探探对方的底 如果双方会面后 能协议离婚 就再好不过 但彭琳很紧张 这几天 黄家劳两口 还时不时跑到他单位晃悠 他躲在单位里不敢出来 大家也知道他的为人 他需要什么都帮忙带 还特地叮嘱保安 不让黄家人进来 家暴会形成习惯 被家暴又何尝不是 他很怕离开单位 被黄家人纠缠 见面当天 要求了赵思雨来接他 于是赵思雨起了个大早 打车到彭琳单位 把他接到大安律所 秦律师 很快 秦玉也来了 彭琳连忙跟他打招呼 有点犹豫地问道 一定要见面吗 如果可以 最好能谈协议离婚 这样不用打官司秦玉道 彭琳低下头 最终没说什么 秦玉看出他紧张 离婚的内容 由我跟对方谈 你只要不松头就行 彭琳顿了几秒 默默点了点头 半小时后 陶琳过来通知 黄先生和他的律师来了 在隔壁小会议室 走吧 秦玉带上文件夹 起身走出办公室 彭琳默默默跟在后面 来到会议室前 秦玉回头看了眼彭琳 抬手推波里门 黄维正在跟自己的律师 低声交谈 听到动静便终止了交谈 抬头看过来 黄维一眼就认出了秦玉 这个律师长得太惹眼 一点也不像个律师 要不是他太出众 看着就不像跟他们一个阶层的人 那天他都要以为 秦玉是彭琳的拼肤 但他对秦玉一点好印象都没有 他认定是秦玉怂恿彭琳离婚 不然彭琳那个软性子 怎么敢提离婚 秦玉推开玻璃门 侧身让了一下 后面的彭琳便露了出来 他低着头 挪着步子走进来 感觉到有目光头来 他抬头看了一下 见是黄维 马上又低下了头 赵思雨跟在后头悄悄碰了碰他 让他别紧张 他和秦玉会护着他 黄维微微眯起了眼睛 随后放松身体 看着秦玉 黄维的律师打招呼 秦律师久仰大名 秦玉在他们对面坐下 淡淡地回了一句 不敢当 彭琳在他旁边坐下 一言不发 黄维将目光转向自己的妻子 与其温和 灵灵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他今天穿的是白衬衫黑西裤 头发梳得整齐 特地打扮过后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两岁 说话温温和和 眼神也很平和 要不知道亲眼所见 真看不出是个家暴男 彭琳嘴唇动了动 想说什么 但始终低着头没说出来 你现在连说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吗 明明你以前很喜欢跟我聊天的 我们就是因为共同话题多才有了感情 彭琳下意识握紧了拳 低声道 我跟你 已经没什么好说的 黄维眸光一暗 你还不肯原谅我吗 你不用说了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知道是我不对 但你也知道我这一年工作不顺利 身边的人一个个儿女双拳 就我三十好几了 还没有孩子 心里很不爽快 脾气比较暴躁 上次我爸说 只要你愿意回家好好过日子 就把房子转到我名下 把你的名字也加上去 到时候 那房子就真的有你的一半 以后我就不敢对你不好 黄维生情并冒道 别闹了好吗 我们回家好好过日子 秦玉看着彭琳 彭琳低着头不说话 桌下的双手却紧紧搅在一起 泄露了主人心里的挣扎 赵思雨见了有点着急 可千万不能动摇啊 黄维也看出了朋友的纠结 再接再厉道别的不说 现在家里的房子是我爸的 车也是 我爸买的 我的存款也不多 现在离婚你什么都不到 你又是二婚 只怕别人说话会很难听 你还这么年轻 又没个孩子 总不能没个家庭 可到时候你就是三婚 万一你运气不好 找到一个比我更差的 说到三婚的时候 彭琳的身体微微震了下 整个人都有点僵硬 很显然这是他的痛点 赵思雨听不下去了 三婚怎么了 现在是新社会 男女平等 不心力贞洁排放 三婚毕竟不好听 你这样还没结婚的小姑娘 不会懂 我是不懂被家暴的心情 也不懂都9012年了 为什么还有人觉得 名声比幸福重要 但我知道 男人不好就该换 彭女士工作稳定 能养活自己 虽然离异 但错不在自己 她性格好 长相也不错 年纪也不算大 为什么委屈自己 第218章 说真的 黄维呵呵一笑 一副你不懂 我不跟你计较的表情 你这么希望我 和我老婆离婚 是不是被抛弃过 就喜欢拆散别人 赵思雨气的鼻子都歪了 她恋爱都没谈过 哪来的被抛弃 黄先生的脑洞 真叫人佩服 但彭女士为什么要离婚 你心知肚明 黄维看着彭琳 你真的要离婚 我 彭琳搅着双手 只觉得那两个字 有千万惊重 叫她开不了口 彭女士 说出来 我和秦律实在 不会让你吃亏 赵思雨在旁边加油鼓劲 彭琳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 对 我要离婚 黄维眯起了眼睛 眉清目秀的面孔 突然有点阴沉 彭琳见了 有点害怕 这时 秦玉接过话语权 黄先生 彭女士已经决定离婚 多说无意 现在不如谈谈离婚协议 说着她把一份离婚协议 推到黄维面前 黄维脸色终于有了变化 黄维的律师 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律师 姓马 听到秦玉的话 她看也不看离婚协议 呵呵笑道 秦律师 俗话说您拆一座庙 不拆一桩婚 黄先生对彭女士还有感情 没到婚姻破裂的地步 以彭女士的处境 这离婚对彭女士 可百害无一利 秦玉十分礼貌 不如二位先看看离婚协议再谈 是百害无一利 还是百利无遗害 黄维和马律师拿起离婚协议 看着看着 原本风轻云淡的表情 顿时变得不大好看 离婚协议里 除了夫妻共同财产 女方还要求男方 一次性给付十万元做赔偿 马律师吃笑了声 秦律师这个离婚协议 是不是拿错了 黄先生和彭女士 都是普通工薪阶级 两人婚后 共同财产没有这么多 这十万不是财产分割 是赔偿 秦玉纠正 就算你们纠着 打人这一点告到法院 法官也不支持 这么多的赔偿马律师 向看笑话 听说秦律师的律师费很高 一般人请不起你 秦律师 你也不能为了 拿到足额的律师费 就不顾现实 狮子大开口 那判刑呢 马律师顿时一愣 这他人轻伤的 可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 秦玉与其平静的陈述条款 但威胁的意思很明显 不想惹官司就赔钱 而很明显 他手里有彭林的清商证据 黄卫的脸色瞬间阴沉 直勾勾看着秦玉 秦玉回以礼貌的微笑 十万换个退一步 成全夫妻一场的秦玉 完美结局 完美个屁 马律师没想到他这么阴险 跟法院起诉离婚的时候 没提着查 直接拿这个当筹码 逼黄卫离婚 这简直是给黄卫一场奇耻大辱 还要割他的肉 是个人能忍 气氛一时间有点僵硬 其实彭林压根没有想过 要告黄卫人身伤害 但秦玉说 这个是筹码 他不是很懂 但此刻也意识到 秦玉在这场谈判中 压制住了黄卫和他的律师 双手下意识搅在一起 心里既期待又忐忑 不由抬起头 小心翼翼瞥了眼黄卫 黄卫突然收起阴沉的表情 轻轻笑了声 玲玲 昨晚你妈打电话到家里找你 我说 你这几天工作忙 让她过两天再给你打电话 但你这么不回家 我不知道能瞒多久 彭林浑身一抖 脸色变得苍白 哦对了 黄卫仿佛又想起什么 补了句 下周是我爸生日 准备请一些亲戚朋友 在家里办个寿宴 你妈说 到时候会给你大姐一块过来 彭林指尖颤抖 浑身冰凉 仿佛所有的力气被抽光 肩膀塌了下去 头无力地垂到胸口 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 黄卫轻轻地笑了笑 你再好好想想吧 不要听外人怂恿 他一犹所指 说爸起身直接离开 马律师也恢复了从容 礼貌汉手别过 回见 听到男人脚步声远去 彭林无力地摊坐在椅子上 眼看着大好的局势 就这么被打乱 赵思雨有点着急 彭女士 你 对不起 彭林低着头 我做不到 我 对不起 他就是在威胁你 你不要怕他 有秦律师和我在 不会让他得逞的 你只要咬紧牙关不松口 他不想坐牢 就不敢乱来的呀 赵思雨揉碎了 其中的道理给他听 听黄卫话里的意思 彭林很怕父母知道离婚 但这事是瞒不住的 早晚会知道 彭林只要挺住 就不怕被拿捏住 而他们手上的轻伤证据 是铁板钉钉的 自诉到法院 有很大把握 能给黄卫定罪 他不想坐牢就得妥协 这时候 就看谁更强硬 但彭林只是摇头 似乎连面对黄卫的勇气 都没有了 看得赵思雨急在心中 又劝了几句 但彭林就是沉默不语 怎么也说不动赵律师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可是我 我真的办不到 彭林很无力 我们改天再谈吧 唉 这可怎么办 他该不会真的妥协吧 赵思雨急得不行 秦玉靠着椅子 掀起眼皮 看了看彭林失魂落魄的背影 或许你可以用你的爱心鼓舞他 赵思雨一听就知道 他讽刺自己 嘟囔道 我说真的 你也不用讽刺我 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保护自己 都天生之道反抗 可能你会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像你这样 天生就站在顶端的人应该 也永远体会不到 需要帮助的感觉 可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弱者 他们生长的环境 接受的教育 人生的经历 都没有教他们 学会变成强者 但弱者就活该受欺负 我也知道 你觉得我的某些坚持可笑 但我既然掌握了帮助别人的能力 我就觉得 自己应该帮助别人 你讽刺我 我也不会改 我没这么说 秦玉突然推开椅子 起身骑了齐文建家 边走边道 我也跟你说真的 啊 走到门口 他说了句 碰到你口中的弱者 圣母更能拯救他们 什么骂 赵思雨跳脚 冲他的背影左勾拳右勾拳 但回味了一会儿 又觉得不大对 他到底是在讽刺自己还是 肯定自己 第219章 一次机会 下午 钟寒的案子再次开庭 走完流程后 江瑞书再次确认了证据 这次钟寒没有反驳 最后 江瑞书问了问 双方是否还有新的意见 无良摇头 江瑞书将视线转向钟寒 被告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钟寒穿的 还是上次那套运动装 看起来似乎更瘦了点 一头黄发 仍然跟枯草似的 开庭后一直没说话 也不知是不是尾椎骨疼 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倒是规矩了很多 钟寒憋了一会儿 嘴里含糊地蹦出三个字 对不起 无良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疑惑地看着江瑞书 寻求确定 江瑞书也有点惊讶 他还以为钟寒 绝了这么多天 最后赔钱也不会道歉 不过 虽然语气不大好 但也算是个进步 不介意帮他澄清一下 向无良点点头道 被告刚才跟你说对不起 跟我道歉 无良盯着钟寒 眼里满是怀疑 这个小混混跟他道歉 你放心 我会尽快还钱的 钟寒左顾右盼 语气硬邦邦的 听起来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跟人道歉 就是这种语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在挑事 这样的道歉 我可消受不起 钟寒哽了下 三字国骂下意识 要脱口而出 但不知想到了什么 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把语气放缓 对不起 仔细听 有点咬牙切齿的意味 但比刚才要好很多 无良问 审判长 赔偿是不是分期偿还 这会儿还没宣判 但到这里 已经可以确定结果 江瑞书点点头 被告家庭困难 暂时没有工作 无法一次性偿还 赔偿只能做分期偿还 江瑞书以为 他怕分期后拿不到 或者拿不到全额赔款 又告诉他 如果被告逾期拒不执行 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经济困难 无良不是很乐意 他家里没人吗 明事暗中 赔偿不会要求家人一起偿还 如果家人愿意帮忙赔偿 是另一码事 但被告家中的确困难 江瑞书看了看 耿着头不说话的钟寒 他家只有一个年迈的外婆 靠卖鞋垫维持生计 的确难以一次性拿出两千块 无良看钟寒的目光 更加不赞同 你外婆这么辛苦 你还在外面惹是生非 真是不肖子孙 关你屁事 钟寒拍案而起 熟料动作太大 尾椎骨一腾钻心的腾 腾得他连忙捂住屁股 连连倒吸冷气 被告注意你的言行 江瑞书敲了敲法锤 让他坐回去 到底还是希望他能得到原谅 便跟无良解释道 那天他之所以划伤你的车 是因为他在那之前 托人找一份工作 费了不少劲 最后才发现被人涮了 钱财两空 因此失去了理智 当然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这么做都是没道理的 但我希望你能同意宽限一段时间 两千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不算多 晚一点拿到也不影响什么 可是对他一个没有工作 家境困难 也没有家人帮忙 刚刚满18岁的男孩子来说 影响却很大 在正常途径 无法凑齐赔偿款 又不得不偿还的压力下 可能他的家会被这笔赔偿压垮 可能他会铤而走险 从此走上其路 也可能干脆就放弃底线 变成一个欠债不还的无赖 江瑞书看着无良 只一次 就当给他一次机会 也给我们一个相信的希望 其实 就算无良不同意分期 他仍然会依据中涵的实际偿还能力判决 但他还是希望当事人 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判决结果 这样案子引起的纠纷 才真正平息 无良文言默了默 没再说话 江瑞书看看中涵 中涵低着头不说话 看不清什么表情 很快 江瑞书当庭宣判 依据公安机关的定损 被告中涵 依法赔偿原告无良2000元整汽车修理费 鉴于被告实际情况 准许其分期偿还 宣判后 一直没吭声的无良 走到中涵面前 把他拎起来 中涵惊叫 你干什么 姓无的人高马大 他可不是对手 江瑞书正要走 见状也吓了一跳无先生 你这是做什么 无良拍拍中涵肩膀 跟将法官道生谢 中涵简直莫名其妙 干什么 道谢 江瑞书也被他搞得莫名其妙 中涵跟他道谢 或者无良跟他道谢都能理解 但无良逼着中涵道谢 是个什么操作 中涵被他拎小吉时的拎着 觉得特丢面子 吼道 我本来就要道谢 你先松开我 无良松手 中涵得了自由 装模作样整了整衣领 警惕地看着无良 你到底想干什么 却见无良递了一张名片过来 中涵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 迟疑地接过名片 只见上面写的是一个 工艺品工作室老板的联系方式 对于没学历的他来说 学做手艺品是条很好的出路 你 中涵真不懂他怎么想的了 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 也闯过祸 也一无所有 也这么狂妄无知 但我也遇到了一个 不嫌弃我的法官 那个法官同情我 执意轻判 被原告 骂得狗屑临头 还被投诉举报 最后案子还发回重审 说起往事里 无良凶神恶煞的面容 缓和了许多 其实我都觉得 他太能折腾 反正我赔不起 不赔就是了 难道还能抓我去坐牢 他跟我说 你以后是想做个 别人看到就躲开的人 还是做个有点价值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一瞬间 我打了个机灵 然后开始想自己的以后 答案很明显 能做个有用的人 谁愿意做癞蛤蟆 所以我开始尝试 让自己变得有那么一点用 然后我学了技术 有了工作 后来有了女朋友 过了几年结婚有了孩子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自己奋斗来的 但是他给了我一次机会 让我有了新的生活 将法官问我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自己 现在 我想把这个机会给你 第220章 送鞋垫 江瑞叔没想到 还有这么深的渊源在里面 原来吴梁也经历从无到有的生活 是个很值得敬佩的人 同时他的话 让江瑞叔想起了一个人 你还记得 法官姓什么吗 姓秦 洗澡谈 是个女法官 原来真是他 这真相是一个轮回 或者说传承 观念在改变 法律也跟着再变 可有些东西 却是一直传承的 江瑞叔笑了 他是个很好的法官 吴梁点点头 回头看着中寒 希望你也能抓住机会 他拍了拍中寒的肩膀 转身离开了法庭 加油 江瑞叔看着中寒 由衷祝福他 江法官 中寒突然叫住他 江瑞叔回身看他 还有事吗 你那天是不是跟我外婆 买了几双鞋垫 那天他在门口跟阿婆说话 他应该听到了吧 江瑞叔笑笑 刚好碰到想买两双 你外婆手艺很好 我很喜欢 中寒看着他 郑重道 谢谢 不知道他这个谢谢 究竟是谢谢他的帮助 还是谢谢他买了鞋垫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案子结束了 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不过江瑞叔倒是想起来 鞋垫还在车上没处理 瑞叔 这是什么 范阿姨见他拿着一搭奇怪的东西 不由问了声 鞋垫 江瑞叔扬了扬 跟一个阿婆买的 范阿姨您需要吗 范阿姨接过来一个个看了看 真心实意夸道 哎呦 这鞋垫做得可真好 看着针脚 又密又整齐 鞋型也很好 这花纹绣的也好看 多少钱 五十块 那真便宜 我很久没见到手艺这么好的鞋垫了 可惜我不用不上呀 这个也不适合你 你的脚小一点 还有这个得四十五码吧 你爸爸脚没这么大 得很高很高的人才穿得了这么码 范阿姨一个个数落过去 语气惋惜 江瑞叔炯 这么大吗 有呢 范阿姨说 家里人穿的码数我一看就知道 都不合适 买的时候也没问阿婆是多少码 看着合适就买了 谁想竟然没一双合适的 严重失误下化线 下化线 跟范阿姨问了码数 江瑞叔拿回鞋垫 叹了口气 我发朋友圈看有没有人要吧 发阿姨点头 这么好的手艺可别浪费了 江瑞叔拍了张照片 给每双鞋垫标上码数 发到朋友圈 纯手工鞋垫 传统老手艺 做工精致 质量过硬 现免费派送 快有漫无 有意者速来 刚发出去 就有人冒跑 瑞叔 你又改行了 什么叫又 江瑞叔问了句 得到回答 上次你不是改行接产了吗 江瑞叔 他回了句 是啊 生活不易 多才多艺 混口饭吃 请大家多多捧场 下面一群人插科打混 好不热闹 不过热闹有热闹的好处 三双女士鞋垫 很快有人认领 剩下两双男士鞋垫 没人要 因为码数太大 我认识的 都是一群小脚男啊 他嘀咕 拿着两双大鞋垫 突然想起 范阿姨说 那双大鞋垫的 很高很高的人才穿的了 秦玉是他在这边 认识的最高的人 脚 看着不算大 但好像也不小 他把两双鞋垫 拍了张照片发过去 秦律师 最近忙案子 没少奔波吧 秦玉回复很快 江瑞书 鞋垫 要吗 下一刻 电话直接打过来 男人注意相机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什么意思 他突然打电话过来 倒是叫江瑞书 不知道怎么说 发觉自己有点唐突 不过话已经说出口 干脆说明白 有两双45码的手工鞋垫 你需要吗 不需要 那头毫不犹豫 果然 江瑞书并不意外 是他欠考虑了 秦玉这种人 看着就跟传统布鞋垫不搭 就他那穷讲究的毛病 肯定嫌弃这种手工制品 你哪来这种玩意儿 听听这语气 这种玩意儿 果然是嫌弃了 江瑞书撇撇嘴 倒 从一个当事人家属那里买的 那天在医院的当事人 江瑞书惊讶 你怎么知道 那天你沾染的穷酸味 迎风飘十里 现在还能透过电话传过来 不就是想送他两双鞋垫 不至于侮辱他的审美吧 江瑞书简直气笑了 你要这么刻薄吗 烂好心 只是一点好意 江瑞书辩解 我是同情老人家 但我也是看作工很好采买的 你根本不需要这东西 你所谓的好意 其实是在浪费别人的心血 江瑞书不由想起了 中含外婆劝自己不需要 就不要买的话 不得不承认 秦玉的话有点道理 他买的时候 同情大于需要 阿婆虽然穷苦 但还没到需要别人同情过活的地步 比起同情 阿婆更希望别人买他的鞋垫 是因为需要 所以我现在正在积极地寻找需要的人 让他们不浪费 显然你没找到 好吧 给他送鞋垫 完全是个错误决定 江瑞书阿阿运气 让自己不要跟这个刻薄的男人生气 那算了 我另外再找人 要实在没人要 我就找个旧衣服相捐了 多此一举 也不是啊 至少帮了人家 你这是施舍 不是帮助 有什么区别吗 施舍的价值在于 给予者的自我满足 帮助是被帮助者的满足 江瑞书评了评他的话 的确 他买鞋垫的时候 同情心得到了满足 虽然阿婆也得到了帮助 但这点帮助 其实不是阿婆急需的 阿婆自己也很清楚 比起同情 他更想把鞋垫卖给需要的人 让自己的心血不被浪费这人 总能把别人的心理分析得清清楚楚 也算得清清楚楚 好吧好吧 你说的对 我另外再找人送出去 一定不浪费 江瑞书不想再跟他说 秦玉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憋出一句话 不要随便给别人 尤其是男人送这种东西 唉 那头又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道 以前只有妻子或姐妹 才会送男人鞋垫 江瑞书愣了愣 没想听到这么个回答 他没忍住扑斥一声 现在新时代了 没那么多讲究 我真没想到 你是个这么古板的直男 回答他的是急促的挂断声 这是恼羞成怒 江瑞书愣了一会儿 回过神来 没忍住笑起来 范阿姨端着盘子 茫然地看着笑得 在沙发打滚的姑娘 发生了什么 第221章 道足且见 吃过饭 江大菊喵喵叫着过来蹭啊蹭 疯狂暗示 江瑞书一边给他套牵引绳 一边说道 有时候我真觉得 自己养的是条狗 大菊 你是猫生狗星吗 一只猫这么喜欢出去溜达 都成凯旋公馆的 一道风景线了 范阿姨忍不住笑 大菊亲密 以前他都不乐意跟我出去 江瑞书露了把大菊的大脑袋 走了 凯旋公馆有一条银杏路 这时候银杏夜开始变黄 傍晚在夕阳的邪照下 特别美 江瑞书牵着江大菊 慢悠悠走上银杏路 大概是天气转凉 路上没遇到什么人 地上落了一些银杏夜 踩上去有点柔软 江大菊有点兴奋 一会儿匍匐突击 好像有敌人在你追我赶 一会儿跑着跑着 就像喝醉了一样 扭着肥原的屁股 不好好走路 江瑞书在后面牵着他 很想给他唱一首歌 一步两步 一步两步 一步一步四爪牙 是魔鬼的步伐 也亏得他经常锻炼 否则还真跟不上这只大戏精 扑腾完整条银杏路 江大菊含情默默回过头 嗲嗲地喵了声 江瑞书一听就知道 他跑累了要抱抱 江大毛球捞到怀里 狠狠撸了把江大菊 油光亮滑的皮毛 感觉怀里一团肉糊糊的温暖 心情好到要飘 他都有点期待冬天到来了 抱着这么一团暖宝宝 手感一定很好 眼见夜幕见龙 江瑞书带着大菊打到回府 路过秦玉家的时候 他下意识往里面看了看 黑漆漆一片 显然没人在家 最近几次路过都没人在家 看来他最近很忙 也不知道小猫有多大了 有事 男人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 他猛然回头 只见秦玉一身西装革履 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 夜幕像末在他背后运开 树木的阴影在他背后张扬 他高大的就像一座山 给人压迫感 他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还是要仰起头 才能对上他的视线 还没等他开口 秦玉的目光便往他手里看去 他开始还以为他在看江大菊 但是下一瞬扶置心灵 想到另一个可能 他估计在怀疑自己 是不是带鞋垫过来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不想浪费是一回事 可也不会顶着人家厌恶 应送上门 随后他想起了他在电话 最后说的那两句话 笑意爬上眼尾 对着他想象起了 他说那两句话时的表情 秦玉板着脸 停止你脑子里的想法 江瑞叔眼底笑意更浓 你知道我想什么 秦玉喝了声 江瑞叔抱紧了江大菊 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但眼底的笑意 一点也遮不住 其实我在想 墨玉和小猫怎么样了 很想看看他们 满口谎言的骗子 秦玉瞥了眼他怀里的江大菊 到底没说什么 开了门让一主一宠进来 小猫现在会走了吧 江瑞叔跟在后面问 秦玉嗡了声 江瑞叔以前见过 小猫长大的全过程 便想象了一下 那个可爱的画面 但是等他走进客厅 发现自己的想象还不够 只见一只大黑猫 带着三只小猫 卖着优雅的猫布 从客厅走过 三只小猫毛茸茸的 像一团毛球 排成队 跌跌撞撞的 跟在妈妈身后 觉察到有生人 猫 墨玉朝他的方向 瞥了眼 眯起了眼睛 显然有点戒备 突然出现的一主一宠 江大菊茫然的喵了声 也不知是茫然蝉使官 为什么带自己 来其他喵的底盘 还是茫然老情人 突然有了娃 墨玉如女王般 屁腻地瞥了他一眼 甩了甩尾巴 带着小猫离开了可听 江瑞叔觉得 自己的魂都被射走了 眼睛一动不动地 盯着跌跌撞撞的小猫 很想伸手叫他们别走 但是又怕吓到他们 脚伸了根一样拔不动 只能眼睁睁 看着墨玉和小猫离开 三只小猫养得很好 一只只绒毛蓬松圆滚 像极了毛球 为了跟上妈妈的脚步 他们抬起小爪杂 蹦蹦跳跳 偶尔细细地瞄一声 墨玉的皮毛油光亮滑 跟段子似的 一双古铜色的眼睛 在灯光下折射出冰冷的光 眯起眼睛的时候 尤为高冷 冷酷优雅杀手猫妈 呆萌傻白甜小猫咪 这反差也太猛了吧 一瞬间 江瑞叔心里开始琢磨 怎么把小猫拐回家 情欲不缺钱 给钱百分百会被他骂 金钱道路行不通 要是求他给一只 交情还没到那一步 不好问 至于亲情 江瑞叔低头 看着自己怀里的大毛球 突然陷入沉思 Amom孩子爸爸 好像有点拿不出手 算了 自家孩子 再丑也是轻的 不能嫌弃 不过关于小猫 他倒是想起一件事 小猫一转眼都这么大了 再过一个月 就长牙可以独立生活 你是打算自己养还是送人 秦玉文言 突然有点不高兴 感觉有猪 基于自家地里的小白菜 语气有点冷 你问这个做什么 真是一师族成千古恨 江大局这辈子 大概都没办法 跟亲生孩子相聚了 小猫外公对他偏见太大了 铁了心棒打鸳鸯 还要拆散一家亲骨肉 真是人间惨剧 江瑞叔暗暗叹气 解释道 我们法院有个女孩子 很想养一只猫 托我问问 有没有合适的猫咪 她是个很有耐心和爱心的女孩子 肯定能照顾好小猫 如果你打算给小猫找主人 她是个不错的选择 秦玉脸色稍缓 但也没多少 其实她最开始是想送走小猫的 一只 她觉得刚刚好 四只有点多 但她已经决定过段时间 就带墨玉去做绝育 这将是她唯一的一窝孩子 不知是留下还是送走更好 等他们大点再说 江瑞叔点点头 如果你要给小猫找主人的话 还是早一点比较好 猫咪养熟了 才送走 会很难适应新环境 秦玉嗡了声 江瑞叔又问了问 小猫平时吃得怎么样 喜欢吃什么 脾气怎么样 除了第二个问题 其他问题都得到了 小猫铲使官的回答 肯定是防着她给小猫买吃的 至于吗 江瑞叔暗暗叹气 第二章 看电影 抱着江大局 江瑞叔遗憾地离开了秦玉家 钱青浩看到了 他朋友圈发的那条状态 发了条语音过来 打趣道 听说江法官改行了 江瑞叔一听就知道 他看了自己的朋友圈 把江大局递给范阿姨去洗爪杂 笑道 是啊 可惜我不适合干这行 只能赔本送人 他很自然地开了个玩笑 钱青浩唇脚忍不住上扬 都送出去了吗 江瑞叔看了下自己的朋友圈 回复道 还有两双男士鞋垫没人要 我打算周末把旧衣服收拾收拾 一块捐到旧衣服箱里 可以给我吗 江瑞叔亚然 想了想钱青浩平日里的打扮 应该不需要这种鞋垫吧 一时间忍不住多想了一点 想起了秦玉说的那两句话 不过钱青浩应该没这个意思吧 他还是问了句 你应该不需要吧 我只是想 他顿了顿 要你送的东西 江瑞叔了然 不由笑了 你在跟我索要礼物吗 他笑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次还是算了吧 其实这几双鞋垫我 原本是好意照顾一个阿婆的生意买的 但买回来发现用不着 树枝高格 未免浪费阿婆的劳动成果 所以才想送给需要的话 你不需要就不给你了 真要送礼物 我不会送这个 这么说 我可以有点新的期待 他真的太懂接话了 但江瑞叔一点反感没有 微微笑了笑 嗯 但期待不要太高 那我可以指定吗 可会打蛇上棍得寸进尺 偏偏叫人产生不了恶感 江瑞叔失笑 指定什么 给我一个晚上 请你吃一顿饭 他语声含笑 上次说给你庆祝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间 这周末可以吗 跟秋爽打赢官司后 原本说要庆祝一下 结果江瑞叔一直忙 时间便一直往后推 他想了想 这周日不加班 好像也没什么理由要推下去 一个不讨厌 相处融洽 优秀单身的男士 可以给一个接触彼此的机会 好啊 他说 我随意 周日这天 江瑞叔还是主动加了半天班 范阿姨见他周末大早上 还爬起来工作 不由有些心疼 其实他挺享受这样的忙碌 有一种重回高中时代刷题的感觉 特别充实 也特别有成就感 范阿姨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变着花样 做好吃的给他补身体 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 他总算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换了身衣服准备出门 范阿姨见他特意打扮过 问道 瑞叔 你晚上回来吃饭吗 应该不回了 江瑞叔一边换鞋一边倒 范阿姨嗅到一点不寻常的气息 你跟朋友去玩 他系好鞋带 抬头一笑 跟人看电影 金葫芦 周末的地铁上人很少 尤其是这条老城区的路线 车厢里稀稀拉拉的坐着几个人 各自玩着手机 停站进出了几个人 像一出墨具 赵思雨被爆站声拉回思绪 起身一看 阿姨到站了 连忙抓起包冲出去 彭林工作的地方 距离地铁站有一公里 他跟着导航走了十几分钟 终于看到了一座老旧的楼房 但还没等他走近 就看到大门口的树荫下 徘徊着一个人 瘦高个 穿得人模狗样 赫然就是黄维那个家暴男 这两天 他一直在想 怎么劝说彭林 但电话里 彭林总是语言不详 一直没进展 他只好趁着周末 过来找彭林谈谈 没想到会看到家暴男也在这里 也不知道他这两天 有没有来威胁彭林 他顿时警惕起来 踩着小高跟哒哒哒 走过去 你怎么在这里 黄维回过头 一见是帮自己妻子离婚的女律师 顿时没个好脸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 倒是你 要来怂恿彭林离婚 我接到彭女士的电话说 需要帮助 原来是你在这里 现在请你离开这里 保护令还没到期 你要是敢靠近彭女士 我就报警赵思雨 拿出手机做事要报警 想起上次被抓进拘留所 黄维脸色顿时不好 但到底 忌惮他真的报警 呵呵冷笑丢下一句话 他不会离婚的 你们再怎么折腾 也是白折腾 离不离可由不得你 赵思雨哼声 转身走进去 找彭林 你是他什么人 律师 律师 被问路的女人 看他的目光顿时变了 多了点忌惮 马上把彭林的宿舍告诉他 赵思雨到了声线 顺着他指路的方向走去 但没走多远 就听到背后有人在说 彭林真要离婚啊 这些天都在闹呢 没见律师都来找他了 嘖嘖嘖 你说彭林都三十好几了 二婚找个投婚 条件这么好还不知足 竟然要离婚 说是他男人天天打老婆 他受不住了 男人脾气大点 打两下算什么 日子不就是这么吵吵闹闹过的吗 别说二婚 半夜都要笑醒 谁知道呢 离旧离还找律师 也不怕家丑外养 真是会闹的 说不定找到了更好的 毕竟都二婚了 三婚算什么 那可不是 人家脸皮后不怕说 离个婚算什么 别说三婚 以后碰到更好的 只不定还有四婚五婚呢 赵思雨回头 那几个女人的议论戛然而止 有人怕他 马上缩回去关上了门 还有人却不怕他 狠狠瞪了他一眼 赵思雨气闷 这些长蛇妇 平时肯定没少被地理议论彭琳 说不定当面也嚼过舌根 肯定对彭琳造成了不少影响 难怪彭琳越来越沉默 连话都不怎么愿意说 彭琳的宿舍门敞开着 赵思雨敲了敲门 听到里面有人说进来 走进去一看 彭琳正在洗衣服 彭女士 见来的人是赵思雨 彭琳放下手头的活 起身要给她倒水 赵思雨连忙到 你先忙 我不着急 彭琳默然 过了一会儿低声道 赵律师 我知道你的好意 可是我 你先回去吧 不用在我这里浪费时间 她眉宇间染着化不开的玉瑟 想到在外面听到的飞翼 赵思雨便知道 她这两天肯定压力很大 原本好不容易迈出的脚步 渐渐退缩了 赵思雨暗暗握拳 脸上露出笑容 我今天不是来劝你的 我来是想请你去看电影 第223章 完美的伴侣 江瑞书出门早 先去做了The Spa护理皮肤 忙了这么多天 皮肤都粗糙了 女人过了20来岁的花季 给注意保养 做完SPA后 开车15分钟 到约定的餐馆 时间刚好她 今天穿的是一条 墨绿色棉质长裙 墨绿色容易显老 但她没有被压住 反而显得温文尔雅 气质沉静 旗舰的乌发 吹得蓬松微卷 带点小女人的慵懒 也打破了墨绿色的沉闷 不抢眼 但很扬眼 钱青浩看到她的时候 眼里有着不加掩饰的经验 不由自主起身注视着她 看着她款款走到眼前 她的目光专注而真诚 虽然两人上处 在普通朋友的阶段 姜瑞书心里 还是有点小小的高兴 微微笑道 久等了 我也是当道 她由衷赞美 今天的你真美 姜瑞书还是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场景 感觉有点奇妙 礼貌地说道 谢谢 她很绅士地为她拉开椅子 一双温润的毛子 再次看着她 眼里有惊艳 愉悦 好奇和一丝不动声色热气 似乎在重新认识她 看着她忍不住问 很奇怪吗 没有 只是觉得 你跟我想象的模样不一样 姜瑞书饶有兴趣地问 你想象中 我是什么模样 大方 活泼 安静 温文尔雅 当然不让 她给她的印象 每次都有所不同 第一次加联系方式 两人没聊几句 她便感觉到了她的冷淡 显然她不想花心思 在陌生人身上 并不在意自己的年纪 这是个很注重自我的人 这是她对她的第一印象 魏轩提及同学聚会的时候 得知她是魏轩的同学 她心血来潮跟着去了 在看到 她第一眼的时候 她彻底打破她的想象 印象中 严肃冷淡的法官 变成了鲜活靓丽的高知淑女 之后她的不动声色 针锋相对 更叫她感到意外 原来她温文尔雅的表面下 还藏着利爪 这是她对她的第二印象 但她又不是一个心思深沉之人 她跟朋友相处很活泼 很会玩 从朋友圈就看得出来 跟平时的画风很不一样 或许还是她了解她太少 叫她越发想去探索 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而今天的她很美 是一个女人的美丽 她的表现还很内敛 但她知道她可以更美丽 只是自己跟她的关系还太浅 不值得她那么隆重 她能感觉到 也能想象到 跟她在一起生活 一定会充满阳光 乐趣 默契和温暖 她一定会是个很完美的伴侣 你才见过我几次 两次 她屈指轻轻点了点自己太阳穴 但是在这里 我记忆中 你出现了无数次 哎呀 真没看出来她这么会撩人 或许她对她的了解也太少了 姜瑞叔敏唇轻轻笑了声 你跟我印象中也不大样 嗯 我以为你会是个很含蓄的人 没想到你这么会说话 我也是分人 我大部分时间并不是那么健谈 但有些人让我会不由自主 她轻轻笑了 将菜单递给她姜瑞叔笑了笑 没接话茶 鲜白的手指翻开菜单 一边看着 便听到她介绍菜品 听她熟人的语气 不用说 肯定是这里的熟客 这次前清号定的是一家法国餐馆 主营法国风土地方菜 法式装修风格 环境优雅安静 周围的餐桌大部分做了人 悠扬的音乐中 食客们的低声思语并不突兀 偶尔响起餐具轻轻碰撞的声音 空气里飘散着淡淡的勃梗地红酒香气 弥漫着浪漫温馨的气氛 她真的很用心 这样精致又接地气的餐馆 很适合吃饭聊天 更容易拉近距离 点完菜 前清号把手伸到她面前 反手一番 露出一个红色的手势盒 姜瑞叔心头一跳 她该不会送戒指 可能是首饰 怎么还有礼物 姜瑞叔看着她 礼多人不怪 她开了个玩笑 姜瑞叔大方帝接过礼盒 打开一看 是一枚碎钻做成的百合花胸针 绽放的花朵 吐出六根花蕊 三片叶子迎着花蕊张开 栩栩如生 叶子脉络和花瓣 由碎钻镶嵌而成 在暖黄的灯光下 发出璀璨的光芒 看到她的第一眼 我就觉得适合你 如果不送给你的话 我一定会后悔 前清号不错眼地看着她 期待她能收下 姜瑞叔在心里 估算了一下价格 虽然香的是钻石 但都是碎钻 应该不是特别贵 这才欣然接受 谢谢 我很喜欢 见她收下 前清号唇边展开笑意 我觉得 跟你今天的衣服很大 可以戴上吗 姜瑞叔看了看自己的穿着 还真挺适合 也不扭泥 取出胸针戴在了左胸口上方 事实证明 前清号的眼光挺不错 白色的百合花胸针 搭配墨绿色长裙 没有太过隆重 如点睛之笔 相得一张 Perfect 她眼里仿佛闪烁着碎星 姜瑞叔从包里 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礼盒 推到她面前 给我的 嗯 姜瑞叔点头 前清号俊朗的脸孔上 露出浅浅的笑意 双手接过小礼盒 抬眸看了她一眼 这才慢慢打开盒盖 一对碧玺袖扣 缓缓出现在眼前 碧玺接近墨绿色 有点像她今天裙子的颜色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友谊 但这个认知 让她心情抑制不住的愉悦 温润的目光越发柔和 谢谢你 瑞叔 我很喜欢 我会好好珍重他们 说吧她便 直接戴上了袖口 莫了说道 很适合我 姜瑞叔总觉得 她话里有话 说的适合不只是袖口 但不管是不是这样 也都假作不知 点了点头附和她的话 我也是看到这对袖口 觉得跟你的气质很大 不然还真不知道送你什么 你送什么都好 她笑意清浅 眸光温柔 感觉气氛越来越暧昧 姜瑞叔换了个话题 晚上看什么电影 全世界最温暖的存在 她说 听说是一部很感人的片子 第224章 柠檬蜂蜜茶 玻璃幕门应声而开 侍应声连忙迎上去 礼貌问道 欢迎光临 请问几位 陶琳网餐馆里扫了眼 随口道 两位 两位先生这边请 侍应声做了个请的手势 空气里飘来淡淡的 薄梗地红酒和食物混合的味道 秦玉闻到味道 鼻子微微皱了皱 比想象中要好 虽然食物的味道混合 但一点不闷 反而有点诱人 或许是真的饿了 灼烧的胃部 消得越发厉害 迫切地要进食 陶琳跟了她这么多年 哪里不知道她挑食 见状笑道 这里的法国风土菜很地道 不会让你失望的 秦玉不至于否 跟着适应声 我平时不怎么看电影 低柔的女生 从旁边传来 秦玉突然停下来 潮说话的女人 看去 正在交谈的一男一女 也停下了交谈 女的抬起头 四目相对 彼此对上一张熟悉的脸 秦玉 秦玉看着秦玉 今天的她 明显特地打扮过 平时见她不是穿制服 就是休闲装 今天穿的是 淑女端庄的长裙 妆容也比平时要艳丽 再看看她对面 跟只开屏孔雀式的男人 这是在 约会 秦律师 秦玉 秦玉脸上的惊讶不加掩饰 她真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秦玉 随后看到了她身边的陶琳 两人西装革履 手里拎着公文包 刚办完事的模样 陶助理 她跟陶琳打招呼 陶琳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钱庆浩 认出她是上次在停车场 想送江法官回家 结果 被自家秦律师 抢走机会的人 不过上次江法官 不是还不想让这人送吗 现在怎么在一块吃饭 看两人的模样 应该在约会 狗血八卦 在心中一闪而过 她笑道 江法官 真巧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 嗯 跟朋友出来吃饭 你们这是 刚从客户那里回来 路过进来吃个饭 你们下半年可真忙 是啊 法官们抓紧事件结案 律师也跟着忙起来 她说着瞥了眼琴玉 见她没有说话的意思 便道 就不打扰你们了 回见 江瑞书点头 看着他们往里面走去 我以为你会介绍一下 钱庆号道 江瑞书看着她 你需要律师 琴玉显然也认出了她 但没有想认识她的意思 江瑞书应该是看了出来 而她自己跟江瑞书的关系 也在接触阶段 还没熟悉到 让她分享自己的社交圈 所以没有主动给他们双方介绍 但反过来也说明一点 江瑞书跟琴玉关系不深 除了邻居 其他关系 如工作来往的关系也不深 这样的关系综合在一起 没必要介绍双方暂时不需要 钱庆号微微一笑 很自然而然地问道 他是律师 你有没有办过他代理的案子 有几次 江瑞书说 他每次都赢 每次 您请慢用 适应生将一道普罗旺斯杂会 放在餐桌上 江瑞书轻轻到了声线 继续接前面的话 他可以说 还没输过吧 每一场都胜诉 那当然不是 有些案子是不可能胜诉的 也不是每个案子的目的都是胜诉 譬如有罪辩护 能争取到轻判少判 就等于成功 还有些案子能达成和解 或者委托人能够接受的结果 也是成功 律师再厉害 也没办法推翻事实 或更改法律 能做的 只是最大可能的 为委托人争取利益 他能做到不输 对于律师 这一行来说 等于创造了奇迹 前清浩突然捂住自己的腮帮子 我感觉自己 吃了一颗柠檬 江瑞书愣了下 反应过来 眨眨眼 柠檬富含为C和多种微量元素 吃点有益健康 比起柠檬 我更喜欢柠檬蜂蜜茶 他笑意清浅 江瑞书淡淡笑了笑 没接话茶 只是端起高脚杯 前清浩明白他的意思 现在的他 不会给任何保证 但他并不介意 端起高脚杯轻轻一碰 他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总有一日会叫他开口 江法官这是在约会 落座后 陶灵回头往江瑞书所在的方向 望了望 作为秦玉的助理 他很清楚 秦玉很江瑞书的恩恩怨怨 自然对江瑞书 不免多几分关注 虽然江瑞书 现在只是个一线法官 但架不住 他在S市司法系统有名啊 C区法院的高领之花 年年都是优秀法官代表 别说司法系统内部 隐私又保护得极好 没给狂风浪蝶什么机会 跟个没风的鸡蛋一样 想下手都没办法 现在他跟个男的约会 可算是稀罕式 想到江瑞书都开始约会 陶灵瞅了瞅秦玉 这如花似玉的相貌 就这么生生的空窗着 简直是暴殿天物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有人来折了这朵高领之花 秦玉面无表情翻开菜单 点菜 陶灵得吧 得吧点了几个菜 菜单都没看 显然也是个熟客 点完菜又到 上次将法官还不想 让那男的送他回家 现在竟然就约起会来了 那男的手段不一般 年纪大了想找对象 有什么稀奇 秦律师冷淡如雪 嗨嗨 陶灵喝了口水 听到这话 差点呛进嗓子眼里 哥呀 你说别人年纪大 先看看自己的年纪 你还比人家大两三岁呢 我长残了 还是破产了秦律师一脸高贵冷艳 陶灵闷笑 敢听他知道自己优势在哪 笑过之后 他挺正经的问 你就没点想法 秦玉看着他 上次你特地帮将法官开车回家 我还以为 你是不是对人家将法官有点意思 我对他 你可不爱多管闲事 秦玉眉头宁紧 沉思起来 陶灵心头一跳 不是真的有意思吧 铁处长要成为历史了 F大两大宿敌 相爱相杀成欢喜冤家了 这可真是喜闻乐见 其实我觉得 你跟将法官还挺般配的 师兄师妹学历相当 同在法律领域不愁共同话题 颜值人品家事也匹配 现在你们又是邻居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要是去抢 那男的肯定抢不过你 陶灵对他很有信心 秦玉淡淡瞥了眼 没意思 没意思 你刚才想那么久 陶灵开他玩笑 你该不是头怀送抱的太多 习惯了女方主动吧 我想的 跟你想的不是一回事 秦玉一边解开袖扣 一边淡淡道 你说的对 那天的确多管闲事了 啥意思 陶灵观察了一下秦玉的神情 平静如死水 一脸蛀孤声 第二百二十五章 该死的相遇 钱青浩本身是个有阅历的人 知道如何讨人喜欢 江瑞书擅长交际 想跟一个人保持话题很容易 两人都有心接触对方 所以 这顿晚餐气氛很好 结账的时候 江瑞书往里面瞥了眼 一直没见秦玉和陶灵 也不知他们 是在用餐 还是已经离开 钱青浩订的电影场次在八点 两人在商场里逛了逛 便顺道去了电影院 周末的影院人多 江瑞书和钱青浩来到影院的时候 外公休息的区域坐满了人 江瑞书很少有机会在外面看电影 一来是工作忙 二来家里有影院 另外空闲时间总是撞上节假日人多 除了特别想看的片子和同事聚会 一年到头来不了几次影院 这样熙熙攘攘的场面 突然让他想起 小时候电影队到村里放电影的场景 那时他还没上学 村子里娱乐项目少 天一飞就只能睡觉 电影队的到来 除了过年最热闹的时候 每次放电影的时候 全村出动 男女老少齐聚村口的晒骨瓶 江瑞书不知道有多少人 只记得密密麻麻看不到头 有些人为了站前排 晚餐不吃 就搬了小板凳在那儿等着 来晚了就只能站后头 想要看到画面 要么踩板凳上 要么找个地势高的地方 每次这时候 爸爸会让他骑在他脖子上 这样他就能看到电影 其实他一点也不喜欢骑爸爸的脖子 因为他有点恐高 每次被抱上去 都会紧紧抱住爸爸的头 一动也不敢动 可是爸爸很喜欢这个游戏 经常这样带着他四处兜风 不知引起了多少小伙伴的羡慕 在缺乏玩具的年代 这大概是妇女间少数可以一起玩耍的游戏 取到票了钱清浩 扬了羊手里的两张票 觉察他有点失神 问道 怎么了 江瑞叔回过神来 笑了笑 想起小时候看电影的情形 那时候也好多人 好像大家不管什么时候看电影 都是热热闹闹的 钱清浩看了看周围 我以为你会不喜欢人多 其实他更希望人少一点 他来这里是为了约会 不是单纯看电影 可惜江瑞叔的时间不好安排 只能挑休息日见面 最近新上映的电影 口碑也都不怎么好 唯独这一部不错 他不能为了人少 就不能故意挑一部难看的片子 看电影人多点比较有气氛 你不介意就好 江瑞叔看了看手表 时间快到了 我们先入场吧 钱清浩定的位置 在后排中间偏左 不是最佳视角 但也还不错 旁边陆陆续续有人入座 不知道为什么 江瑞叔眼皮跳了跳 心里有点不安稳 左眼跳财 右眼跳灾 两个眼皮都跳 这是什么毛病 下一刻 他听到一个耳熟的声音 这里 我们的座位在这里 他寻声看过去 只见赵思雨左手可乐 右手爆米花 回头跟一个陌生女人说话 然后一屁股坐到了座位上 赵思雨敏锐的感觉 有人在看自己 扭头一看 将法官 江瑞叔觉得自己挺不容易 出门约个会 总是遇到熟人 难怪眼皮跳 真巧 你和朋友也来看电影 赵思雨点点头 看了看他旁边 相貌俊朗的男人 便知道他出来约会的 露出一抹鱷鱼的笑 不打扰你们 嘻嘻 说把他冲后面挥挥手 逃助理 你们要不要到下面来做 江瑞叔一回头 四目相对 江瑞说 秦玉 这该死的遇见 一时间 空气都安静了 要说秦玉和陶灵 为什么会来看电影 这得从结账后说起 吃过晚餐 陶灵见时间还早 想去商场看看 顺便去超市买点口粮 然后就遇到了 正在排队买奶茶的赵思雨 和彭琳 赵思雨听到 有男人叫自己 还担心是黄维追来了 见是陶灵和秦玉 顿时放下了心 约他们一起看电影 秦玉想也没想就拒绝 赵思雨知道他毛病多 不敢勉强 但想让陶灵留下来 因为白天遇到了黄维 他有点担心 黄维晚上又来找彭琳 大晚上的发生什么事 不一定有人能觉察 赵思雨这么说了 陶灵自然不推辞 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非要拉着秦玉一块 反正看的电影就一个多小时 最终秦玉走进了影院 谁想又遇到了江瑞叔 陶灵心里乐开了花 这是什么缘分呀 看看这三人撞一块 跟修罗场似的 秦玉这场面 简直是有生之年系列 幸灾乐祸的同时 有点同情江瑞叔 原本他是想看电影 说不定会遇到江瑞叔 毕竟约会男女吃了饭 不是开房深入交流 就是看电影消遣时间 竟然真的遇上了 他忍着笑意 一本正经解释 江法官 我们原本不打算来看电影的 是碰到了小赵律师 他请我们过来 晚上好一块回家 你不用解释 越解释越好像有什么 江瑞叔面上淡淡笑着 没事 这电影听说不错 值得一看 陶琳点头 嗯嗯 我们会好好看电影的 钱青浩看后头 脸上是清浅的笑意 温声道 没想到这么有缘分 又在这里见到二位 瑞叔 这次 你可一定要给我介绍一下 江瑞叔眼皮又跳了 明明什么都没发生 却好像发生了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简直莫名诡异 他微笑着给双方介绍 这是我朋友 钱青浩 这是秦玉 陶助理 赵律师 他们都是大安律所的 这位女士 他看着彭琳 你是不是去法院找过我 彭琳没想到他还能记起自己 心里很惊讶 随后又有点羞愧 上次在法院 他让自己去找律师 还给自己推荐了律师 但是自己并没有去 拖了很久 最后才找上门 谢谢你 江法官 现在是赵律师负责你的委托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赵思雨还是个实习律师吧 是秦律师和赵律师一起 江瑞叔不由看向秦玉 他记得这位女士经济条件不大好 秦玉的委托费可是出了名的贵 难道这个案子抽成很高 第226章 有何指教 秦律师是无偿帮助的 江瑞叔有点意外 当时他给秦玉消息 只是希望大安能介绍一个 愿意做无偿委托的律师 因为他知道 大安有不少律师会做无偿委托 但他没有指定谁 也没有求秦玉接这个委托 没想到秦玉会亲自上阵 不过他比较著名的案子里 有几个就是无偿的 那种难度很大的无偿委托 大多是需要成名的律师才会去做 可他成名已久还去做 想来只是为了帮助人吧 谢谢 江瑞叔轻声说 不论他是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还是纯粹为了帮助人 秦玉脸色淡淡 与你无关 江瑞叔笑了笑 不管跟自己有没有关 他都能理解 因为座位隔了两排 钱清浩没有上前握手 只是微笑汗手示意 随后轻声提醒江瑞叔 电影快开始了 我们先做好吧 江瑞叔向后排两人点了点头 坐了回去 陶灵凑到秦玉耳边小声说 看 他故意靠近江法官 这是在宣告主权 言下之意 他把你当成潜在的情敌了 秦玉冷冷淡淡 所以 你要是去撩江法官 他肯定会像只炸毛的孔雀 冲你嗷嗷叫 陶灵抖抖眉毛 唯恐天下不乱 没兴趣 你不觉得 你和江法官特别有缘分吗 不觉得 你看你们师兄师妹 拿得相爱相杀的剧本 分开多年在同一个城市相遇 又那么巧作了邻居 这么大的城市 一次又一次遇见 这是宿命啊 秦玉慢慢转过头来看着他 我觉得 你被乔律师报复 也是宿命 陶灵大惊失色 你怎么知道 他和乔律师 还在暧昧萌芽的阶段 谁也没告诉 他怎么会知道 一段新的恋情 假意的能藏 真心的藏不住 秦玉淡淡道 大安不禁止办公室恋情 但乔律师的目的是结婚 他是大安创立出的第一批律师 有功劳也有苦劳 如果你跟他闹掰 陆思安会想办法安抚他 到时候 只能你离开 没这么严重吧 陶灵不以为意 谈得恋爱分分合合多正常 大家都是成年人 分手了 顶多有点尴尬吧 你知道乔律师的前任在哪吗 这个陶灵还真不知道 在哪 秦玉皮笑若不笑 嘴里吐出两个字 监狱 陶灵倒吸冷气 这么狠 也是了 乔律师是大安胜诉律 排前的律师 经常迎官司的律师 能是个温柔角色 一瞬间 脑海里乔律师的招牌 温柔微笑 带上了阴狠变态的意味 他狠狠打了个寒战 后怕的同时有点庆幸 还好还好 现在只是暧昧 还没有说开 大家还可以好好做同事 算了 以后还是不要跟律师恋爱了 他难难 其实乔律师的前任进监狱 跟乔律师没什么关系 完全是前任自己作死 乔律师得知真相后分手的 但秦玉不打算 跟这个玩火的家伙说清楚 乔律师的确在考虑结婚问题 这一点没骗他 很快 光线暗下来 荧幕亮起 这个片子说的 是一个女孩子 每天晚上都会变成不同的人货物 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 这期间 她遭遇了很多的困难 也获得了许多帮助 逐渐变得勇敢 最终从烂泥般的家庭中成长起来 最后的结局 是她离开了自己的家 前途未知 但充满了希望 整部片子是欢乐基调 但欢乐背后藏着温暖 几度让人感动落泪 但姜瑞书感触没那么深 因为她总觉得 后头有人在盯着自己 背如芒刺 但她不想回头看 回头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是不是你一直看着我 万一人家没有 是她的错觉 那就更尴尬了 人群开始退场 姜瑞书和钱庆浩都没动 想等人少了再走 赵思雨试了试眼角的泪 她请彭琳出来玩 主要是想跟她拉近关系 多了解她的情况 帮助她鼓起勇气 电影也是特地挑选来看的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 有反家暴元素 她希望彭琳能从中得到启发 从而鼓起勇气打这场官司 结果自己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彭琳却没什么反应 她心里不由有点着急 电影里女主 有一次变成一只拉不拉多 就生长在一个充满家暴的家庭 家暴的阴影 开始了新生活 家暴不反抗 没有好下场啊 彭琳到底有没有看明白 她想说点什么 可彭琳脸上没什么表情 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让她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们走吧 人群散去 钱庆浩起身道 江瑞书领起包 回头跟秦玉的视线对了个正着 她和陶琳也正准备走 钱庆浩虚扶着她的肩 有点暗 小心脚下 江瑞书收回目光 低头看路 赵思雨和彭琳在出口等了一会儿 见江瑞书一个人出来 后面已经没有人不由问了句 江法官 你看到秦律师和陶助理了吗 他们去洗手间了 江瑞书到 听江瑞书一说 他也有点想去了 刚才他喝了一大杯可乐 分量不轻 江法官 麻烦你帮我陪会儿彭女士 我去一下洗手间 江瑞书看了看彭琳 微微一笑 放心去吧 水流从水龙头缠缠流出 秦玉站在洗手盆前 慢条丝里的洗手 秦律师 真巧 又遇到了 一个清朗的男生在身边响起 秦玉微微抬起头 从镜子里看到一个俊朗的男人 很快收回目光 淡淡地打了声招呼 你好 钱清浩把手放到水龙头下 水流自动流出 微微一笑 不知秦先生在哪个律所工作 打 打 我们S是最大的律所 全国排名都在前列 第一次见秦先生 就觉得气度非凡 秦先生果然不是一般人 钱清浩用纸巾擦干手 转身看着秦玉 向他伸出了手 唇边笑意清浅 幸会 秦玉看着他伸过来的手 跟着擦干了手 一触即分开 钱清浩收回手 一手插进裤兜 看出秦玉没什么交流的欲望 便淡淡一笑 也不多说 第227章 有点害羞吧 这时 桃林从里面走出 瞧见两个大男人 站在水池前深情 哦不 深深对望 很有狭路相逢的感觉有目有 他笑嘻嘻地走过来 钱先生 真巧啊 竟然又遇到了 我们可真是太有缘分了 钱清浩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确实很巧 我第一次跟两位男士这样 如宿命般相遇 让我有点怀疑老天要给我一份不可言喻的缘分 当然 遇到两位非常荣幸 可能就是宿命呢 桃林一边洗手一边笑道 钱先生说不定 以后要经常跟我们打交道 那还是算了吧 钱清浩摇了摇头笑着说 如果可以 我一点也不想跟你们打交道 那意味着麻烦找上门 话不能这么说 钱先生在证券公司工作应该有法律顾问 我们不仅能解决麻烦 还可以把麻烦挡在门外 当然 也可以找人的麻烦 听你这么说 我都不敢跟你们打交道了 钱清浩开玩笑道 但是就不怕我们找麻烦 桃林笑得和气 钱清浩看着他 感觉他对自己有点莫名的针对 桃助理说话真幽默 你们这一行的人都这么会说话 看人 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律师开口 哦 比如客户啊 不过这个要收费 还有些让人感兴趣的案子当事人 还有像钱先生 你这样 的人 钱清浩挑眉 桃林点头 一副静在不言中的表情 钱清浩看了看站在旁边不说话的情欲 确定他的助理在埋态自己 但是他不管 他并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到情欲 如果说情欲对江瑞书也感兴趣 他并不意外 毕竟好姑娘从来不乏有人会掩饰珠 若有其他人追求江瑞书 他觉得很正常 江瑞书是相信情欲的 比起水泥森林里互不关心的邻居 他们这对邻居非常熟人 他们还是校友 早就有很多牵扯 他们之间的渊源比他要深 如果情欲对江瑞书有想法的话 有太多优势了 但是眼下 情欲的表现没有让他感觉到 有这方面的想法 倒更像是情欲没兴趣 他的助理把江瑞书画到了他们的地盘 想让他感兴趣 钱青浩淡淡笑了笑 难怪秦律师息字如今 陶灵脸上是营业微笑 也不竟然是这样 总不能因为说话之前 就故意不说话 可能是还不大熟 有点害羞吧 钱青浩 钱青浩看了看有点害羞的情欲 情欲面无表情 走了 没看出哪点害羞 或者这是律师式的害羞 钱先生 走了 陶灵招呼他 你想聊什么 可以跟我聊 说不定下次我们还会相遇呢 钱青浩 律师助理这种生物 真叫人有点讨厌 江瑞书见出口人来人往 便到外面的等候区找了个座位 招呼彭丽一块坐下等 来这边等吧 他们一出来就能看到 一会儿你和赵律师 是跟秦律师他们一块回去吗 彭丽无言得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 瞅了江瑞书一眼 小声道 谢谢你 江法官 要不是你 秦律师也不会免费帮我的忙 他以为是江瑞书亲自找了秦玉 秦玉才会帮忙 不然秦玉这么厉害的律师 为什么会无偿帮助他 江瑞书却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笑道 不用谢我 秦律师帮助你是他的个人意愿 他是个很可靠的律师 只要你信任他 他就会全力帮助你达成意愿 他顿了顿 你现在是什么想法 进展顺利吧 彭丽默然 江瑞书看他的反应 便猜到了大概情况 他大概离不了婚 或者他想离婚 却下不了决心 这其实也不意外 之前他去法院找自己的时候 自己为他提供了几个办法 他明显对报警和离婚有所抗拒 有困难 你可以尝试跟秦律师 或者赵律师沟通 你是他们的委托人 他们会竭尽所能达成你的想法 最大程度维护你的利益 你可以相信他们 江瑞书柔身鼓励 彭丽抬头看着他 他点点头 真的可以 彭丽嘴唇动了动 念念道 江法官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做 江瑞书想了想 嗯 我不是很清楚你的情况 我只能说 如果你过得不开心 就想办法去改变 如果改变不了 就离开让你不开心的人何事 如果有人反对呢 别人不是你 怎么知道你怎样才最开心的 你也不是为别人而活 只有你才知道 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只要不侵害别人 别人反对又怎么样 如果反对是为了让你不幸福 你又何必在意这样的反对 彭丽再次默然 过了一会儿 苦笑道 我想离婚 可是 我妈比较传统 她一直很感激黄维 因为我是二婚 黄维是投婚 她觉得黄维拯救了我 把黄维当亲儿子 她肯定接受不了我离婚 你妈妈对你好吗 对我还算好 她这辈子都过得很苦 生了两个女儿 让她 瘦了半辈子的白眼 直到我们都长大结婚 她才轻松了些 可是我前两年离婚 她气得生了一场病 直到我又结婚才放下了心 一直叫我跟黄维好好过日子 要是我再跟黄维离婚 她肯定接受不了 姜瑞叔明白了她的难处 很多时候 家人认为对你的好 可你觉得一点也不好 矛盾便产生了 所以你妈妈还不知道 彭临点头 黄维说 瞒不了几天 姜瑞叔一看她的反应就知道了 彭临最开始没想到离婚 还是想忍忍凑活过日子 所以没告诉家人 如果你妈妈真的对你好 我想 她不会坚持 让你在这段婚姻里受难 不说支持你离婚 至少你想离婚不会那么困难 退一步说 如果你告诉你 家里人知道你被打 你家人肯定不会眼睁睁 看着你挨打不管 有家人撑腰 你丈夫肯定会有所顾忌 第228章 祝你好运 彭临张张嘴 想说不可以 但是又找不出反驳的点 控制不住地去想 如果家人知道真相 她想不出来 因为她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以前哪怕不是自己的错 可是怕家人担心 怕他们反对 她总是委屈自己 忍忍就过去了 第一次也不是她提出离婚的 是前夫执意离婚 离婚前 她已经知道前夫外遇 她试图挽留过 可是前夫铁了心离婚 最终让他们的婚姻 走到了尽头 她妈骂前夫复兴 也骂她 骂她眼神不好 找个白眼狼 骂她不争气 管不住男人 对于这样不光彩的事 他们都是反对的 所以决定离婚的时候 她下意识瞒住了家人 怕他们知道了 会反对 她真的不知道 如果自己离婚 错的不是自己 家人会是什么反应 姜瑞书的话 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她站在门口 想跨进去 又怕里面是深渊 姜法官 如果我离婚 真的 真的不是我的错 不是 姜瑞书很肯定地告诉她 一旦幸福的婚姻 应该是双方互相尊重 相互扶持 一起同甘共苦 能坦然见证 彼此最风光的时候 也能坦然面对 彼此最狼狈的时刻 一定是一加一大鱼二的幸福 彭琳茫然 可是我身边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夫妻 每个人对婚姻的要求不一样 有人只需要搭伴过日子 有人追求的是 人生伴侣 但不管是哪种 都应该比一个人要过得好 这段婚姻才值得守住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 我不应该折腾 彭琳低下头 想起同事们异样的目光 和背地里的议论 他们都觉得我二婚 能找个条件这么好的投婚 是走了好运 日子不就是凑合着过吗 人总是喜欢对别人的生活 指手画脚 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意图同化那些 跟自己不同的人 便是姜瑞书这样 家境优越 学历优秀 事业出色的女孩子 每年回老家 也会被三姑六婆议论 话里话外都是她年纪太大 想给她介绍对象 介绍的人 不是想娶了 她少奋斗三十年的凤凰男 就是大龄黎一男 好像她这个年纪 能找个年纪 有男人愿意娶 议论的人也不是他们 他们无法感同身受你的困境 很多想法便会想当然 或许有些人的确是好意 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 便告诉他们 这样才是对的 可是他们是他们 他们像你一样 倒霉遇到过渣男出轨吗 他们的家人 会像你丈夫那样家暴吗 如果不一样 你为什么要纠结自己 跟他们的日子过得不一样 你结婚或离婚 到底是为了自己过得好 还是为了别人不说闲话 彭琳一愣 姜瑞书的每一个字 都问到了他从未想过的问题上 当初他结婚 只是到了年纪 大家都说该找对象结婚了 他也这么认为 便按部就班地谈对象结婚 如果不是前夫执意离婚 他知道他出轨会很难过 但也会听别人说 男人没有不偷心的 只要浪子回头回归家庭 就是他胜利 可江法官说结婚 是为了过得更好 不是因为年纪到了 必须要做的事 他是法官 说的话应该没错吧 彭琳陷入了沉思 江法官 陶琳找过来 见彭琳身边 只有姜瑞书 不由问道 赵律师呢 江瑞书看着三个人 高马大的男人一起过来 长得都不赖 还挺引人注意的 旁边路过的人群 时不时往这边瞄 还有女孩子拿手机偷拍 心想 男人集体穿西装 果然会加持美貌 口中达到 他却洗手间了 话音刚落 赵思雨就匆匆赶来 江法官 谢谢你了 没耽误你的时间吗 江瑞书摇头 没有 他这么紧张 好像生怕一个 没看出彭琳就会走丢 看来彭琳委托了他们 却不是很配合 今天跟彭琳出来看电影 应该是为了拉近距离 开解彭琳吧 真是用心了 江瑞书看了看彭琳 他能帮忙的地方也不多 该说的都说了 至于如何选择 还是要看彭琳 钱青浩道 瑞书 我们走吧 江瑞书点头 跟情欲挤人道 那我们先走一步 陶灵笑呵呵道 江法官再见 离开前 江瑞书看着彭琳 祝你好运 彭琳抬头 嘴唇动了动 最终没说什么 钱青浩也到了生别 便跟江瑞书先离开了影院 江法官跟你说了什么吗 看着江瑞书离去的背影 赵思雨想到他 离开前的那句话 不由问道 彭琳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说 陶灵见状问道 你们还要去哪里吗 不去的话就送你们回家 彭琳摇摇头 却有点迟疑 方便吗 赵思雨没那么客气 现在也不是客气的时候 没关系 还是让秦律师和陶助理 送你回宿舍 万一你丈夫 或者他爸妈在外面等你怎么办 彭琳抿着唇 最终点了点头 小声道 谢谢 赵思雨挨着彭琳在前面说话 试图旁敲侧击地开导他 还没放弃说服他 鼓起勇气去面对家暴难 陶灵听了两句 故意落后几步 凑到秦玉身边小声问 刚才在洗手间里 信钱的是不是跟你宣告主权了 秦玉一个眼神都不给他 你又知道 他跟我说话都话里有话 跟你肯定更有内涵 秦玉一直到出了电梯才开口 我跟江瑞书没有关系 对他的事也不兴趣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他 那位钱先生那样挑衅你 你就这么算了 陶灵肯定在洗手间 钱清浩一定说了什么话 要怪也怪今天真的太巧 钱清浩很可能会怀疑 到底是不是巧合 如果每一个挑衅我的人 我都要计较 正事都不用干了 行吧 这是在战略上彻底藐视敌人 我不对 秦玉是压根没有把人家当敌人 入眼的资格都没有 不知道那位钱先生知道了会怎么想 陶灵真心觉得 秦玉和江瑞书般配 现在还有个先入场的钱清浩 他俩要在一起肯定很精彩 可惜两人都不来电 第二百十九章 放弃 大概是白天黄维被警告过 黄家人没来 将彭林安全送到宿舍 赵思雨恋恋不舍 彭女士 我真的很想帮你 我不是想逼你离婚 只是想你能保护自己 争取到属于自己的利益 可能你有很多顾虑 但是请你相信 只要你需要 我和秦律师一定会帮助你 宿舍楼正是最热闹的时候 楼上一片喧嚣 有家长叫到孩子写作业的咆哮声 有孩子的哭闹声 有夫妻激烈的吵架声 还有锅碗瓢盆乒乓乓乓的撞击声 会成浮生百态 彭林站在昏黄的灯光下 看不清神情 听到赵思雨的话 他能感觉到 赵思雨是真心想帮助自己 这其实跟别人告诉他的认知有点出入 别人说 律师拿钱不办事 办事不尽心 吃了原告吃被告 总之碰到律师不死 也得脱层皮 或许是因为赵律师还很年轻 没有丢掉良心 所以才会这样一点好处也没有 还不遗余力 想帮助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也或许是是别人告诉他的话是错的 律师有坏的 也有好的 就像人也有好有坏 他运气好 遇到了好律师 不管怎么样 都谢谢你 赵律师 在赵思雨转身离开的时候 彭林轻声道 赵思雨听到这话 便感觉他想放弃了 不然就该说 谢谢他帮忙 或者还要麻烦他帮忙 表示之前已经有所猜测 但还是忍不住失望 还想劝 可能说的他已经说了 最终只能说 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有需要随时联系我和秦律师 彭林点了点头 那我回去了 你也快点回宿舍吧 赵思雨说吧 转身离开 彭林一直目送他上车离开 过了许久 回头看着破旧的宿舍楼 破旧的楼房在夜色里估计 似乎承受不住这样的喧嚣 许多人的大半生生长在这里 与这样嘈杂会暗的环境融合 接着延续到他们的下一代 他顿了顿 才缓缓走进去 呦 彭林回来了 彭林这是去哪了 这么晚才回来 肯定是跟人耍去了 心情可真好 看来你是真的想离婚 不然哪里还有心事出去跟人耍啊 你跟谁出去耍 跟我说说呗 说不定又是个大帅哥呢 人家彭林魅力大 多的是人想跟他耍 说不定很多人盼着他离婚这样 好有机会呢 哎呦哎呦 这可真了不得哦 难怪这么着急要离婚 还要请律师 我们一般老百姓哪个会请律师 彭林你这么心事动众 是不是外面找到更好的了 着急甩掉人家小黄 肯定是的 不然好好的日子 不过闹什么离婚 你以为请律师不花钱 肯定是心找的比现在这个好 彭林就是不一样 一婚比一婚找的好 黄花大闺女都不一定能找的这么好 各种探究的目光和阴阳怪气的话 接踵而来 彭林低着头 神情藏在昏黄的灯光下 没人能看清 见他不理人 那些人不免骂上一两句 诅咒他 美好下场 彭林冲耳不闻 缓缓关上门 将一切纷争都关在门外 赵思雨得知消息的时候 马上给彭林打了电话 第一次没打通 一直打了三次才有人接 接电话的人也不是彭林本人 而是黄维 彭林已经回家 你们不要骚扰他 否则我就要去法院告你们 拆散我们两口子 赵思雨一听冷声道 彭女士呢 你让他接电话 他不会再接你们的电话 感觉对方要挂电话 赵思雨马上立声道 这是彭女士的私人电话 你要是不让他接电话 我有理由怀疑 你伤害了他 导致他无法接电话 你一挂电话 我就马上报警 你 黄维大概不愿意惹麻烦 恨恨地骂了声 拿开手机叫了声彭林 彭林从厨房走出来 见他拿着自己的手机 目光不由落到他脸上 又是那些律师 你叫他们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一堆麻烦 黄维不耐烦道 彭林用围裙抹了抹手 接过手机 见黄维站在客厅看着自己 他微低下头 就在他的注视下 将手机贴着耳朵 喂 赵律师吗 赵思雨急声道 彭女士 你怎么突然回去了 是不是你丈夫威胁你 他如何也想不明白 彭林为什么还会回去 那个家暴男身边 就算他不想离婚 至少也应该提前 跟他们说一声 就这么眉头末尾的 稀释宁人 显得一切都是他们自作多情 他感觉很失望 还有点委屈 彭林是不是从头到尾 没相信过他们 彭林握着手机 淡淡道 没有 回来是我自己的决定 为什么 赵思雨急声道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大家说的没错 我二婚能找个头婚 还条件这么好的男人 已经是很好的运气 如果再离婚就太不惜服了 黄薇答应我会改好 我不想再折腾 他的声音一派平静 似乎很有底气 黄薇在旁边听到他的话 嘴角翘起 放下心来 你确定你丈夫改好了吗 赵思雨压根不相信 家暴男能轻易改好 要改好他早改好了 反而是这次彭林闹得这么大 最后却轻轻放下 家暴男说不定觉得彭林离不开他 以后变本加厉 他说 等他爸爸房子过户过来 就加上我的名字 我相信 他以后会好好对我 不得不说 房子对于中国家庭而言 是直接影响到婚姻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 有房子做保证 也难怪彭林会稀释宁人 那你可以等房子 加上你的名字再决定 万一他们是想先把你骗回家 以后再找借口 赵律师 彭林打断他的话 不用说了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不用再劝我 这段时间 谢谢你和秦律师的帮助 我没什么能回报你们的 我想 事情早点结束 你们也好有时间 接其他可以有收入的案子 这大概是我未能为你们做的 祝你们工作顺利 文言赵思雨真的很失望 一股气顿时泻了 你真的决定了 决定了 赵思雨默然 电话那头也默然 过了许久 他最后说了句 如果你还需要帮助 可以再来找我 第230章 这很正常 挂断电话 赵思雨靠着墙 感觉很无力 他知道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有些人可以为了追求自由 可以奋不顾身 有些人宁愿忍受暴力 也不愿意打乱固有的生活节奏 可是 他觉得自己是可以帮助彭林的 彭林可以摆脱暴力 开始新的生活 只要彭林信任他们 可是现在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彭林 再次重回原点 伸手可及 却无能为力 他在茶水间找到了秦玉 有没有办法帮助彭女士 秦玉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文言转过身来 冷淡道 他已经结束委托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 他固执地问 你是律师 不是救世主 委托关系解除 你跟委托人便没有任何关系 秦玉告诫 赵思雨知道自己 不应该再纠结这件事 委托人已经结束委托 意味着 他已经没有理由和权利 去管彭林的事 与其说 失望不能帮助彭林 不如说怒气不争吧 元首已经伸到面前 可他却不敢接受 何其悲哀 赵思雨沉默 过了许久长长的叹了口气 抱歉 当我没问 怎么了 这是 乔律师来茶水间泡茶 见两人气氛有点不对 不由问了句 随后看着秦玉开玩笑道 秦玉师又欺负你了 大家都知道 秦玉不大待见赵思雨 时不时被教训 早已见怪不怪 赵思雨摇摇头 没有 是我们一个委托人 突然结束委托 我心情不大好 什么委托 赵思雨说了的大概 说吧又有些不甘心 我们已经掌握 她丈夫故意伤害的证据 别说离婚 把她丈夫送进监狱都没问题 可是她怕家人反对 就这么算了 还相信 她丈夫已经改好 家暴都是习惯性行为 哪有那么轻易能改好 她已经能想象到 彭林未来再次遭遇家暴的情形 不是她希望 彭林过得不好 而是家暴这种行为 真的很难改 乔律师一听便知道问题所在 叹息道 这很正常 被家暴的受害者 大多比较软弱 在家庭中出于弱势地位 被家暴又不敢反抗 然后就习惯成自然了 要是别人觉得 他们可怜想帮忙 他们还不一定愿意接受 觉得别人破坏他们的生活 反过来骂你都不一定 还有这样 乔律师慢声细语道 嗯 我以前接过一个委托 有个女的家里四五个哥哥 她老公是个暴力狂 结婚没多久 她就被她老公打得嗷嗷叫 她几个哥哥知道了 上门帮她出气 揍了她老公一顿 结果她心疼老公报警 把她几个哥哥 全抓进了公安局 她老公要告她几个哥哥 狮子大开口要赔偿 不然让她几个哥哥坐牢 她一个字都不敢说 气得他哥直接跟她断绝了关系 赵思雨目瞪口呆 那女的脑子有坑吗 所以 有些家暴受害者 我们可以帮 有些却没法帮 你不用自责了 你这个委托人还算不错了 好好地结束了委托关系 没有拖着你们 既然她已经决定息事宁人 你还是不要再去打扰她 我们律师跟委托人的关系 仅限于那一纸委托书 上面规定了 我们能帮委托人做什么 还有时间期限 除此之外 我们终究是个外人 赵思雨猛猛地点点头 还震惊于她说的 那个奇葩案例中 就在这时 陶琳走过茶水间 正要进来 看到里面的乔律师 顿时脚步一顿 乔律师扭头瞥了眼 陶琳顿时浑身的肌肉 都紧绷起来 脸上是营业的微笑 乔律师 乔律师上下打量她 柔柔笑道 陶助理今天看起来 有点不一样 有吗 陶琳嘴平是不是更帅了 不是 她笑意柔和 是突然有点人渣的迹象 陶琳呼吸一致 推了推鼻梁上装饰的 迎边镜框 哈哈哈哈 是说我像斯文败类吗 乔律师清清爽爽地 看着她问道 我的打印机 好像有点问题 陶助理一会儿 能不能帮我看看 陶琳突然一拍脑袋 我突然想起 还有个加急文件 没给秦律师整理 恐怕要不少时间 赵律师也会修打印机 让她帮忙乔律师看吧 赵思雨被推出来 一脸莫名其妙 她什么时候会修打印机了 不等她发问 陶琳已经脚底抹油溜了 乔律师回头看着秦玉 你有什么加急文件 她还想在大安待下去 决定悬崖勒马 秦玉喝了口咖啡 淡淡道 乔律师惊讶 你知道 毕竟是我手下 麻烦高抬贵手 乔律师眨眨眼 你的面子当然要给 不过真的很可惜 多谢 秦玉举了举咖啡杯 表示感谢 赵思雨听得满头雾水 你们在打什么哑谜 乔律师揉了揉她的脑袋 小姑娘不懂的 皇家 彭琳在厨房里忙碌了半天 快六点的时候 皇家劳两口来了 皇家劳两口已经退休 不跟儿子住一块 不过另一套房子 就在这个小区对面那栋楼 两分钟就到 彭琳的厨艺很好 当初跟皇位相亲的时候 这也是皇家很喜欢的一点 这是他回家后做的第一顿饭 整个满满一大桌 色香味俱全 皇家劳两口刚进客厅 就闻到了香味 对视了一眼 皇老太扯了扯嘴角 还是掀起袖子 朝厨房走去 口中嚷嚷 彭琳做好了吗 要不要帮忙 彭琳受宠若惊 婆婆很少帮忙下厨 连忙道 不用不用 最后一道菜了 妈你和爸先坐着吧 一会儿就好 皇老太朝里面看了眼 脚步就没挪动了 文言说道 那行吧 那就辛苦你了 不辛苦 彭琳忙碌中 回头笑了笑 等皇老太离开 他脸上的笑变得恍惚 但很快他收敛了情绪 脸上恢复平静 手脚麻利的翻动锅产 浓郁的香气在厨房里弥漫 客厅里 皇位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皇老太朝厨房看了眼 听到里面叮叮当当响得不停 这才凑到皇位身边小声问 他没有作妖了吧 第231章 第一句话 皇位的眼睛没从电视一开 他愿意回来 肯定是想安分过日子 妈你可别到他面前 说这些有的没的 回头又跟我闹矛盾 皇老太听到儿子替儿媳妇说话 心里有些不高兴 脸上便表露了出来 他闹这回 你还真怕他了 儿子我告诉你 这样可不行 他一个二婚的女人 能找到你这样的头婚 应该感恩戴德 动不动就闹离婚像什么样 这几天 亲戚熟人一直在看我们家笑话 我连门都不敢出 回头你可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不然让他尝到甜头 以后可不消停 那房子过户 不这么说他能心甘情愿回来 回头他说起这事 我怎么交代 你就推到我和你爸身上 就说我们没有房子不安心 他要是孝顺 就不要再提这种事 反正家里的房子 以后肯定都是给你的 只要他好好过日子 在谁的名下还不是一样 黄维恩了声 见他应得敷衍 黄老太推了推他 你可警醒点 别让他给哄了去 知道吗 知道了知道了 妈你别说了 这时 彭琳端着最后一道菜 从厨房出来 黄老太有点心虚地坐直身体 但随即又觉得自己凭什么气端 跟自己儿子说几句悄悄话 还怕他 这么想着 他又凑到黄维身边 装腔做势道 你可要好好跟彭琳说 两人可别再吵架了 妈 你跟黄维说什么呢 彭琳脸上带着笑 黄老太心道闹腾了一次 倒是开窍了 以前跟个闷葫芦似的 现在学会讨好人了 黄老太心里得意 面上也露出了几分 没什么 还不是想让你们好好过日子 我简直操碎了心 彭琳低头笑了笑 摆好菜盘 又转身回厨房拿碗筷 坐上桌 黄老太看着满桌子 都是儿子喜欢的菜 满意地点点头 黄维往桌上扫了一眼 便跟彭琳道 帮我去拿瓶酒过来 黄老头轻视道 没事喝什么酒 黄维有点不高兴 但随即想起了什么 下意识看向彭琳 却见彭琳默默起身 拿了瓶茅台 回来浅浅笑道 今天高兴 喝点没什么 有什么高兴的 黄老太嘀咕 彭琳默不作声 给皇家父子倒上酒 黄维冲他笑笑 老婆辛苦了 彭琳羞涩地开了个玩笑 那一会儿你洗碗吧 还没等黄维说什么 黄老太马上道 黄维白天上班辛苦 回来还要做家务 不得累死他 彭琳低声道 我白天也要上班 你那工作就随便上上 做好做坏都一样 哪能比得上黄维 竞争激烈 压力又大 你是他老婆 家务就不应该让他再操心 黄老太很看不起他那个工作 当初要不是彭琳看起来年轻 性格温顺 也不像年轻女孩 对南方要房要车 他怎么也不会让儿子 娶个二婚的女人 你和黄维年纪都不小了 应该早点要个孩子 回头就把你那个工作辞了吧 不带商量的语气 直接是命令 彭琳低着头 犹豫到 黄维一个人上班 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黄老太早有办法 回头我们搬过来一起住 反正家里有空房 空出的那套房子租出去 彭琳握紧了筷子 那到时候 是不是把房子一起过户 黄家三口同时一顿 一起看着他 过什么祸 当初在医院 你和爸都说 等我回来 就把房子过户给我和黄维 没想到他敢当着 全家的面提出来 黄老太啪的一声按下筷子 彭琳 你回来就是图这半套房子 彭琳念如道 是你们这么说的 当初你又没有回来 黄老太高声道 彭琳漠然不语 用西纪的目光看着黄维 希望他能说句话 黄维心虚的假装没看到 彭琳愿意回来 是因为他打了的电话 在电话里说 房子会过户 让他安心 然后他就答应回来了 黄老太发觉 他的小动作 越发觉得 他回来就是想要房子 用纸子的语气质问 你到底是想好好过日子 还是想图谋我们家的财产 妈 我当然想好好过日子 可是 黄老太断然打断他的话 那以后就不要提这种话 以后这房子 我要留给大孙子 只要你好好过日子 这房子在谁的名下都一样 彭琳委屈地看着黄维 黄维倾咳了声 吃饭的时候 说这些事情做什么 先吃饭吧 菜都凉了 彭琳失望地低下了头 黄老太觉得 他还不甘心 告诫道 彭琳 你以前不会想 这些有的没的 是不是那些律师 跟你说了什么 他们就是希望 我们自己打起官司来 不然他们就没生意 挣不到钱 你可别听他们怂恿 你看看这回 他们就差点搅散了 我们一家子 小老百姓跟律师 打什么交道 以后有多远走多远 知道了吗 彭琳紧紧握着筷子 低头不语 黄老太健壮 就觉得他不服气 脸色顿时不大好看 正想发脾气 黄维碰了碰他 妈跟你说话呢 嗯 他滴滴应了声 这时 一直没吭声的黄老头 突然发话 彭琳 既然回来就好好过日子 如果黄维有什么 不对的地方 你就跟我们说 我们一定好好说他 别再闹腾 让人看笑话 知道了吗 黄老头平时不大管事 但在皇家权威最高 彭琳不敢不应他 忙道 知道了 爸 黄老头嗡了声 默默喝酒 吃了晚饭 彭琳默默收拾碗筷 黄维笑嘻嘻说 要帮彭琳收拾 被黄老太骂了句 说跟他有事要说 把他拉到了一边 彭琳一声不吭 厨房里传来水流声 黄老太见他没敢 真叫儿子洗碗 朝厨房的方向哼了声 对黄维诱提面命了一番 让他千万要压住 彭琳别纵容他 厨房里 彭琳的动作 却完全是下意识的 有些失神 一个人或许会粗心大意 不擅长照顾人 不懂察言观色 但对方真的把你放心上 当你和他父母发生矛盾时 一定会站在你的立场 为你从中调和 不会对你的需要假装不知 也不会对你的无助示弱无睹 第232章 恢复平静 黄家老两口离开后 彭琳还在收拾 他离开这几天 黄维一直没打扫卫生 反而将家里弄得很乱 他今天是下了班才回来的 回来就一直在忙晚餐 直到这会儿 才有时间打扫 黄维在书房待了一晚上 等他回到房间 彭琳身边问 老婆 你是不是生我的气 彭琳的声音有些含糊 生什么气 黄维见他很困的样子 以为他累了 才没等自己 轻易地拦住他的肩 我是真心想 加上你的名字 原本想到好好的房子 过户的时候 顺道加上你的名字 可是我说了不算 没想到我妈会那么生气 现在别说给不了你 连我都不给了 这我也没办法 彭琳默然不语 黄维继续道 不过妈说了 以后把房子给我们孩子 你是孩子妈 房子给孩子等于给你 就算我们有了房子 以后还不是都要给孩子 所以这房子在谁名下都一样 你说是不是 彭琳沉默了片刻 才轻生道 现在孩子的影子都没有 妈也没说 要等孩子多大才过户 如果妈要等到孩子成年才过户 那还有好多年 将近二十年 二十年啊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黄维心道 果然是为了房子回来的 那更不能让他如愿 脸上笑嘻嘻的 那我们赶紧生的孩子 早一天是一天 彭琳抓住他乱摸的手 窘迫道 这几天不方便 黄维皱眉 是这几天 彭琳嗡了声 黄维顿觉扫兴 最后告诫了一句 你以后不要在爸妈面前 再替房子的事 他们会不高兴 到时候再生气 把我们一块赶出去 我们可没地方住 说吧很快翻身睡了过去 彭琳在黑暗中睁着眼睛 无言地看着天花板 其实不是这几天 只是他从来没关注过 竟也没有怀疑 夜无声过去 第二天 彭琳很早起来做了早餐 语期间透着小心翼翼 似乎怕他再不高兴 黄维觉得是昨晚的话起了作用 心情很是愉悦 难得夸他厨艺好 晚上 彭琳早早赶回来做饭 黄维下了班 也按时下班回来 两口子吃了饭 还一块到楼下散步 邻居们见了都挺稀奇 毕竟黄维打老婆 很多人都听说过 没想到两口子看起来感情不错 第三天 他仍然准时下班回来 陪彭琳 彭琳很珍惜这样的日子 对黄维越发的温顺体贴 黄维心里越发得意 对黄老太的话越发笃信 以后一定得把彭琳压的死死的日子 才能好过 日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一周后 这天 黄维正要下班 突然被人叫住 你小子这几天下班就溜 是要回去当二十四孝好丈夫 说什么呢 黄维不大喜欢这个称呼 同时一条胳膊搭他肩膀上 那晚上一起喝酒去不去 黄维有点心动 还没想好说什么 那人就笑道 听说你老婆跟你闹离婚 你是不是怂了 你特么才怂 也不知道是谁接到老婆电话 吓得酒都不敢喝立马回家 黄维感觉自己的尊严被质疑 冷笑讽刺道 我那是自愿的 跟你可不一样 那人道 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 我老婆年轻漂亮 还能挣钱 还是我儿子轻骂 我不敬着 她跟我离了婚 立马能找个比我更好的 但我肯定找不到她那么好的女人 我敢不听她的话吗 黄维听出她话里的炫耀 炫耀的同时鄙视自己 因为自己娶的是个二婚女人 年纪也不小 当初结婚的时候 好些人说话就不大好听 跟你比不了 我家那个都不怎么管我 想在外面怎么样都行 喝酒随时都能喝 可你回回喝到一半就跑 叫人喝不尽兴 搞得我不想跟你一块了 那人笑笑 这点我真比不了你 不过今天肯定能跟你喝尽兴 我老婆出差去了 这两天不在家 儿子送丈母娘家 不用操心 这次谁喝不尽兴 谁是孙子怎么样 黄维自然不甘示弱 行啊 就看看谁是孙子 走走走 喝酒的走起 那人回头就招呼 一听说有酒喝 马上就有人应 很快浩浩荡荡 组了一大伙人 平时他们这一伙人 经常喝酒 但其实大部分 都不怎么瞧得上黄维 黄维这人能力不大 气量也很小 一个大男人 斤斤计较 还喜欢装腔做事 搞得自己多牛逼似的 酒桌上 其他人明里暗里打听他 跟他老婆的事 他明明瞒得很好 但不知道谁泄露了消息 有人不但知道 彭琳跟他闹离婚 还知道彭琳找了律师 问黄维是不是被吓到了 这几天才这么乖 黄维听得恼火 将自己一个电话 就让彭琳回家 以及这几天 彭琳的乖顺都抖落出来 我这老婆 我说一就是一 说东他不敢往西 你们谁能像我这样厉害 其他人口中连声道 是是是 我们老婆虽然年轻点 但脾气都没你老不好 黄维一听就知道 他们在敷衍自己 心里肯定在嘲笑自己 越想越觉得窝火 连灌了几口白酒 餐座上摆好了三菜一汤 色格诱人的糖醋排骨 散发出酸酸甜甜的香气 嫩白的虾仁 与清脆的豌豆相间 引人食指大动 嫩黄的娃娃菜 一根根摆在盘中 吸饱了奶白的汤汁 但直到不再冒热气 也没有人动 彭琳坐在客厅里 一直从傍晚等到天黑 再等到深夜 时钟的指针指向十二的时候 外面才响起开门声 黄维带着满身的酒气 摇摇晃晃走进来 因为灯光有点暗 他摸了半天开关都没摸到 咪咪瞪瞪走到客厅 突然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顿时吓了一大跳 连忙后退两步 差点一屁股摔到地上 等看清楚是彭琳后 他想起了今晚被挤兑的情形 心情顿时很糟糕 大半夜的你 不开灯坐在这里干什么 跟鬼一样 差点吓死人 第二百三十三章 第二句话 他满脸通红 从眼睛红到了脖子 浓郁的酒气 隔了这么远都能闻到 通红的眼睛直勾勾看过来 在昏暗的灯光下 有点渗人彭琳看着他 轻声问道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不回来吃饭应该跟我说一声 彭琳低声道 说什么说 我一个大男人 去哪里还要跟你汇报 你下班不能按时回家 就应该跟我说一声 这样我就不用做你的饭 他的语气很柔和 但是落到黄维耳中 却觉得他在命令自己 想到今天一伙子人笑 自己被老婆闹离婚 下得当二十四孝好老公 顿时火大 余生也提高了几个调 什么叫应该 给你两天好脸色 就管干我头上来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我被所有人嘲笑 讨了个破鞋当老婆 你还有脸跟我说应该 彭琳微微张大了眼睛 当初提结婚的是你 我原本觉得我们不合适 觉得不合适 还跟我结婚 嘴上说的多不愿意 心里不知道多愿意 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你是这么心机的女人 我就说自己 怎么会看上 你这个破鞋 肯定你是耍心机 黄维把被嘲笑的原因 全都算到彭琳身上 摇摇晃晃走过来 一把揪住她的衣领 说 当初是不是你给我下套 我才鬼迷心窍 跟你结婚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彭琳不敢置信 你就是破鞋 还不让人说 就因为你是个破鞋 我才会被人嘲笑 黄维大声吼道 随后突然想起了什么 不对 你这几天不对 是不是你前面那个男人 又回来找你 你天天跟我说房子的事 是不是想骗了我的房子 就跟我离婚 黄维想起 她前后的变化 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要不是找好了下家 背后有人唆使 以前她哪敢想这些东西 啪 她抬手一巴掌 扇到彭琳脸上 贱人 彭琳脸上顿时起了红印子 她捂住自己被打的那边脸 感觉一阵火辣辣的疼 痛苦道 我没有 她的眼神让黄维很不悦 好似在指责她 这么做事对不起她 这不由让她想起 之前在医院 为了求她原谅 她都跪下求她 她竟然还端架子要离婚 害自己被嘲笑 她甚至怀疑她 故意把这件事告诉了很多人 这些天 她总觉得很多人 看自己目光怪怪的 恐怕背地里都在笑话她 没有你敢闹离婚 还想骗我 她又一巴掌 狠狠扇下来 彭琳叫了声 扑倒在沙发上 还没等她爬起来 就被揪住了头发 强迫她的头后仰 下一刻 黄维又一巴掌打在她脸上 打得她眼冒惊心 随后黄维揪着她的头发 狠狠地往墙上撞了几下 恍惚间 似乎有什么东西碎了 彭琳抱着头 身体蜷缩 感觉浑身都在痛 可是这一刻 她的思维出奇地清晰 甚至明白 黄维打自己 并不是真的怀疑什么 只是她在外面受了气 拿自己出气 因为自己是二婚 她一直把自己放得很低 觉得黄维吃了亏 更因为二婚不比一婚差 她一直对于 愿意接纳她的皇家三口 感恩戴德 可最终换来的 不是尊重和认可 而是嫌弃 原来她和她爸妈 一直都瞧不上她 拿捏着她不是头昏 他们有恃无恐给她委屈受 从未真正尊重过她 难怪结婚后 她就变了 其实不是她变了 她原本就是这样窝里横的人 彭琳的眼泪流下来 我不反对你重回家庭 婚姻出问题的时候 离婚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但是选择维护婚姻 必须有个前提 灵家暴 因为家暴不是感情问题 是人身安全问题 任何婚姻都不值得 你冒生命危险去维护 如果遇到暴力 反抗或者马上离开 你的安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彭琳突然不知道 从哪里来了力气 架住黄维的拳头 反手推回去 黄维没想到她会反抗 竟被她 推得后退了几步 反应过来顿时暴幕 扑过来揪住她头发 朝她的头一顿暴打 彭琳被打得头晕 拼命挣扎 但男女力量悬殊太大 她被死死按在沙发上 动弹不了 她感觉自己脑袋嗡嗡作响 眼前发黑 呼吸也开始困难 但黄维一点停下的意思都没有 她的反抗彻底激怒了她 她现在满脑子 只想狠狠报复她 就在她觉得自己 快要被打死的时候 她在沙发缝隙里 摸到一根条状物 反手就扎过去 啊 黄维惨叫一声 同时松开了她 彭琳握住电棒 心有余悸地看着黄维 见她目露凶光 她心里害怕 马上又给她来了一下 黄维浑身哆嗦了一下 无力地瘫倒在沙发上 彭琳害怕地跳起来 对上她恐怖的目光 头也不回地逃出去 秋季的夜晚变得微凉 彭琳也不知道 是穿的绍还是害怕 跑到楼下的时候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微凉的空气吸入肺中 让她混沌的大脑 渐渐清晰起来 慢慢反应过来 自己做了什么 手不停发抖 一阵风从楼梯间呼啸而过 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 她像受惊的兔子猛然回头 楼梯间一片漆黑 并没有人追来 明明早已习惯挨打 其实黄维每次打人 只要不吭声 她觉得没意思 很快就会结束 甚至她知道 怎样能少挨打 可是今天黄维像 以前没有回来后 她给自己准备了电棒 当黄维满身酒气回来的时候 她心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她知道有什么变了 看着浓郁的夜色 她紧握着电棒 苍白着脸 亮腔地踏入夜色里 彭家位于市里 一个很老的街区 楼房一栋挨着一栋 逼着的楼间距 仿佛一线天 阳光几乎落不到地上 晚上更是漆黑一片 凌乱的电线和光缆交织着 穿过街道两旁 仿佛一张网挂在空中 街道两旁两个垃圾桶 东倒西歪 散发出南闻的气味 这里就像寄生在 繁华城市中的牛皮仙 落后又混乱第二百三十四章 新凉 彭老太打开门 看到鼻青脸肿的彭琳 大惊失色 玲玲 妈 彭琳呆呆地叫了声 要不是模样太熟悉 声音也没错 彭老太几乎认不出 眼前这个狼狈的女人是彭琳 这 这是怎么了 彭老太的叫声 惊动了其他人 彭家人连忙起身跑出来 一见彭琳的模样 都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 彭老太隐约明白怎么回事 女儿大半夜 一个人带着商跑回来 除了黄维 不会是别人干的 连忙把彭琳拉进屋 关上门 以免被邻居看热闹 彭大姐吃惊道 你咋弄成这样 黄维呢 彭琳低声道 就是她打的 什么 彭家人不敢相信 黄维打你 彭琳掀起额前的头发 露出亲子的额头 彭家人看清楚她身上的伤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怎么打成这样 你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每次她喝酒就会打人 有一次 肋骨都被打断了 前阵子还住了一次院 彭琳雨声低沉 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天哪 彭家人不怀疑她说谎 只是这件事太过震惊 一时难以消化 她 她怎么能这么对你 这也太过分了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 彭大姐满心的心疼 告诉你们做什么 我们给你做主啊 他们皇家是比我们家要好 可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彭琳从小跟姐姐感情不错 可她也知道自己这个大姐 也是个软和人 在夫家过得不怎么如意 也一直默默忍受着 所以潜意识里没想过告诉她 可没想到她会这么给自己撑腰 或许将法官说的没错 自己应该早点告诉家人 彭老太吩咐彭大姐 快把你爸的药酒拿过来 彭大姐连忙找来药酒 接着一顿兵荒马乱 药酒擦在伤口上火辣辣的 可对上家人担忧关切的目光 彭琳冰凉的心也跟着慢慢回暖 但就在她想开口的时候 彭老太说道 灵灵 你跟黄为到底怎么回事 闹什么矛盾了 彭琳微微一正 没有 真没矛盾 彭老太不是很相信 你们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无缘无故她为什么打你 彭琳闻言 心头刚刚升起的温度突然遇冷 她看着彭老太 妈 你什么意思 妈就是担心你做错了什么事 黄为当初对你多好啊 好好的 没个缘由 怎么会变成这样 彭老太满眼担忧和关切 可是她的话 却叫彭琳心头发凉 什么叫没有缘由 难道妈觉得 黄为打她 是因为她做错了事 妈 你觉得黄为打我是我活该 她不敢相信地看着彭老太 希望她说出否定的答案 可彭老太虽然没这么说 意思却差不多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现在气心大听不得这种话 但是你们日子过得好好的 要不是你哪里 跟她闹了矛盾 她怎么会动手 彭琳不错眼地看着自己亲妈 有点无力的质问 为什么一定是我跟她闹矛盾 不能是她的错 就算我真做错了事 她就可以打我 彭老太没想到 平日温顺的女儿连连反驳自己 只当她挨了打气心大 苦劝道 你不要钻牛角尖 我没说你真做错事 只是怕你不知道哪里 闹得没法收拾 彭琳露出一个悲哀的笑 怎么没有缘由 她嫌弃我是二婚 他们一家子都瞧不起我 平时拿我当保姆 不高兴的时候当出气包 她在外面受了委屈 回家就打我 别人说她捡了个破鞋 她听一次就打我一次 怎么会 彭老太其实 能感觉到 皇家人有点瞧不上自家 但是自家的确比皇家条件要差点 女儿又是二婚 他们瞧不上 虽然让人不舒服 但也挺正常的 谁让自己女儿 就这么个条件呢 彭琳不说话 她身上的伤 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彭老太心疼又头疼 那你在家住几天吧 回头都消气了 再心平气和地谈谈 这次皇位真过分了 让彭琳在家住几天也好 免得她以为彭琳没娘家 回头要让皇位说几句软和话 做个保证 以后好好过日子 谁要下一刻 彭琳就扔下一个炸弹 爸 妈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 我要跟皇位离婚 离婚 彭家人惊叫 彭老太下意识就反对 你要离婚 不行 哪有夫妻吵架就离婚的 你闹脾气可以 但这话不准在皇位面前说 否则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意识到彭琳是认真的 彭老太色力内人 彭琳从她近乎扭曲的五官中 看到了不容置疑 毫不怀疑 要是自己敢离婚 她会不认自己这个女儿 彭琳嘴唇抖了抖 眼泪流出来 妈 再跟她过下去 她会我打死的 你不知道她打人有多狠 她今天揪着我的头发 往墙上撞 要不是我跑得快 我现在不一定能好好站在你面前 彭老太一想到她要离婚 就什么都顾不了 立声道 夫妻俩过日子 不就是吵吵闹闹 皇位是投婚 你是二婚 你们本来地位就不对的 你迁就点她是应该的 她心里介意 你离过婚 你就好好哄着她 哪个男人能不介意这种事 彭琳越听心越凉 颤声道 我是二婚就敌人一等 没错 彭老太高声道 你要搞明白 你是二婚 不是没结过婚的黄花大闺女 皇位哪样不比你前头 那个要好 还要你就该感谢她 死心塌地对她 你还敢想离婚 离了以后你就是三婚 到时候还会有人要你 难道你想嫁给跟我和你爸 那么大年纪的男人 丢完我们彭家的老脸 脸面比我后半辈子重要 见她明顽不灵 彭老太异常愤怒 过日子不就是吵吵闹闹 谁像你动不动就闹离婚 离了一次还来一次 你离婚上瘾啊 彭大姐跟着劝道 玲玲 妈说的没错 过日子就是吵吵闹闹 运气好 遇到个体贴的日子好过点 运气不好 熬一熬以后就好了 你现在这个年纪不小了 没个孩子又离过一次婚 这次再离了以后 可不好办 说出去也不好听 第二百三十五章 离吧 彭丽没想到 大姐也反对她离婚 不错眼地看着她 声音沙哑 大姐 你刚才还说要给我做主 为什么不支持我离婚 彭大姐感觉她的眼神 让人有点不安 苦口婆心劝道 这能是一回事吗 我们能豁出去给你撑腰 为的还是你们能好好过日子 离婚可就什么日子都没了 只是你离婚 那不是害你吗 我是你姐 能做这种害你的事 就是这个礼 彭老太严肃道 你是二婚 你头婚离了 还能说是男的有问题 二婚再离 别人不知道说的多难听 你还想好好做人 就不能离婚 要是我不在意别人说什么呢 树活一层皮 人活一张脸 没皮没脸的人 是要被戳几两骨的 为了自个快活 你连脸都不要了 彭老太越说越生气 妈 我也想过 忍忍就过去了 可是我忍了这么久 她每次都保证得好好的 再也不会打我 上次还跟我跪下求我回家 可是没有用 她改不了 她嫌弃 我是二婚 说我是破邪害 她在外面被嘲笑 只要喝了酒 就把气撒在我身上 真的很疼 她揪着我的头发撞墙 根本没把我当人看 再这样下去 早晚有一天我会被她打死 彭琳近乎哀求 她脸上一片红肿 额头更是子里透黑 可想动手的人下了死手 叫人看得触目惊心 但彭老太已经被她的执迷不误气到 只觉得 她肯定在外面跟人学坏了 动不动就离婚这套 将来肯定要后悔 我们不是说了 给你做主 你以前没告诉我们 她才欺负你这么狠 你早告诉我们 就不会这样 你怎么就钻进牛角尖里 非要离婚 彭琳红着眼睛喃喃 妈 你还不明白吗 她就是嫌弃我 所以才对我下那么狠的手 你们越压她 只会让她更恨我 我看不明白的是你 头昏没拴住男人 二婚还敢嫌弃男人 还能找到更好的 总之 这个婚不准离 彭琳纬微微张大了眼睛 却是双眼无神 原来 她妈也嫌弃她没用 觉得她没用才离了婚 觉得她二婚 能找个比头昏条件好的男人 是走了大运 应该感恩戴德 实质还是觉得她没用 属于高攀 是啊 真的是高攀 可是高攀就该被瞧不起 挨打了 就该含着血 默默吞下 她看着自己的母亲 哽咽问道 如果我一定要离婚呢 彭老太简直要气死了 一巴掌打在她身上 你怎么就执迷不悟 哪个男人没点缺点 你想让男人捧着你 先看看自己 有没有那个条件 没有就不要做 好好过日子 我也想好好过日子 可是这日子过不下去啊 妈 怎么就过不下去 黄为要打你 你不知道跑 回头消了气 好好哄她不就行了 做什么死 非要离婚 是啊 你姐夫老家那边 有个女的离了两次婚 后来只能找个 五十多岁的老头 那老头儿女 都没比她小多少岁 说好了她不能生孩子 为了以后养老 拼命讨好妻子妻女 可妻子妻女 都要结婚生子了 再讨好感情 能有多好 难道你以后也想这样 彭大姐跟着劝道 听见没 你也看看自己什么年纪 你已经三十好几了 不是二十数头的小姑娘 黄为跟你年纪相当 还准备要孩子 你现在要的是安稳日子 不是什么追求刺激 今晚你现在家里住下 一会儿给黄为打了电话 明天好好谈谈 一定要好好说 玲玲 离婚对你没好处 黄为除了这点毛病 其他都挺好的 我要是你就好好哄她 脾气再大的男人 轰轰就会好了 听着母亲和大姐轮番劝说 一字一句都是为了她好 可彭琳只觉得浑身冰冷 喃喃问道 所以你们都不同意我离婚 不同意 不可能同意 彭琳看着自己的家人 一字一句问道 如果我一定要离婚呢 彭老太看她执着的眼神 就知道她还没放弃 说了半天 还是执迷不悟 怒吼道 说了不准离不准离 你要是敢被这家里人 把婚离了 以后就别回来 彭琳嘴唇动了动 哀哀地叫了声 妈 别叫我妈 我没有没皮没脸 要离两次婚的女儿 听到这要断绝关系的狠话 彭琳身体微微一颤 只感觉有一把刀子 扎进了自己心里 她慌张地扫过屋里的每个人 想寻求支持 可目光触及脸色阴沉的父亲 便知道 她也不同意自己离婚 彭琳悲哀地发现 竟没有一个家人支持她 寻求不到任何帮助 她的心彻底冷了 亲人之间也需要缘分 有些亲人亲密互端 有些却形同陌路 如果他们不理解 你也不必强求 正如你 不能理解他们一样 看清这一点 从此以后 你要为自己做主 不要让他们支配你 我知道了 彭琳失神地点了点头 抹了把泪 声音有点沙哑 但眼神已经随着心里的冰冷 变得像一口古井 凭尽而死寂 竟然叫人有些陌生 我先走了 你们就到我没回来过吧 彭老太和彭大姐 都有点慌张 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 一时没有做出反应 就在这时 彭老头突然问声问气地问道 黄为一直这么打你 彭琳顿了一下 滴滴地嗡了声 什么时候开始的 结婚后没多久 彭琳语气平静地 向他还说别人的事 甚至一边说 一边看着家人的脸 想着他们会不会有反应 一开始喝醉了伤我耳光 酒醒后跟我道歉 保证下次不会这样 可下次喝酒还是打我 只要喝酒就打我 从伤耳光 慢慢变成拳打脚踢 后来还拿椅子砸我 每次他都只打我身上 怕别人知道不好 彭老头眉头紧锁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家里说 彭琳默然不语 彭老头阴沉着脸 沉默了几秒 道 离吧 什么 彭老太和彭大姐大吃一惊 彭琳无比震惊地 看着自己父亲 不敢相信 他竟然同意自己离婚 想离就离吧 他说 这无异于惊雷炸开 彭老太失声叫道 老头子 你怎么能同意离婚 不然呢 彭老头看着老七 你看看玲玲 现在什么模样 玲玲是二婚没错 可皇家不把玲玲当人看 难道还尚赶着让他们坐见 他在离了以后 可怎么办 至少保得住命 彭老头目光深沉地看着彭琳 哑声道 你自己想好了 就不要后悔 以后还是得靠你自己 往后就算你后悔 家里也帮不上你的忙 彭琳这才回过神来 却不知道该跟父亲说些什么 娜娜地叫了一声 爸 彭老头挥挥手 起身回了房间 第二百三十六章 你值得 彭老太连忙追上去 哎 老头子 你怎么能同意他离婚 兵荒马乱中 彭琳的思绪回到了几天之前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知道秦律师可以帮我离婚 可是我家里人早晚会知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还有离婚以后 隐怨外 短暂的沉思后 他想到的问题越来越多 反而越发茫然 秦律师能逼黄为签字离婚 可是没法帮他搞定家人 他一股作气想要离婚 可也能想象 家里人知道 这件事后的反应会有多么激烈 他不敢去面对 否则黄为也不会拿这件事拿捏他 还有离婚以后呢 哪怕两次遇人不输 他还是向往拥有一个温馨的小家 可他一个离过两次婚的女人 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如果你真的放不开这段婚姻 就一定要比他更强 强到他不敢动你 姜瑞书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可以向能帮助你的人求助 如果有别人的帮助 仍然无法保护你 那就离开 我 他无法确定 他连离婚也是仗着律师的事才敢提出来 他很羡慕那些独立自强的女性 比如江法官 比如赵律师 可是他从来不是那样的人 知道是一回事 可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啊 他这辈子 大概都无法成为这样发着光的人吧 江法官 你一定觉得我很没用吧 他很懊恼沮丧 有时候忍不住想 像自己这样没用的人存在 究竟有什么用 姜瑞书摇了摇头 如果你还没下定决心 不知道该怎么做 能怎么做 你可以自己去确定 怎么确定 第一 这段婚姻还有值得你维护的地方吗 一个人或许会粗心大意 不擅长照顾人 不懂察言观色 但对方真的把你放心上 一定会想办法 为你调节家庭矛盾 不会对你的需要假装不知 也不会对你的无助示弱无睹 第二 你丈夫真的能敢好吗 婚姻不易 所以我不反对你重回家庭 婚姻出问题的时候 离婚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但是选择维护婚姻 必须有个前提 零家暴 因为家暴不是感情问题 是人身安全问题 任何婚姻都不值得你冒生命危险去维护 如果遇到暴力 反抗或者马上离开 你的安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第三 告诉你的家人 家人是这世上 最可以理所应当 索取知识和帮助的人 你的家人或许会反对 但如果他们真的为你考虑 一定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吃亏 只是我也想告诉你 亲人之间也需要缘分 有些亲人亲密互短 有些却形同陌路 如果他们不理解 你也不必强求 正如你不能理解他们一样 看清这一点 从此以后 你要为自己做主 不要让他们支配你 姜瑞叔说的三点 一下子扎进了他的心里 只要得到这三点的答案 他就知道该怎么决定 那姜法官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觉得我 我还值得吗 还值得有人交往吗 还值得得到更好的生活吗 值得 他没说完 但姜瑞叔听明白了 凭劲温和地告诉他 不论你幸运或不幸 不论你投婚还是二婚 不论你家人之不支持 不论别人理不理解 你永远都有保护自己 不受伤害的权利 永远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结婚不一定是为了幸福 但离婚一定是 所以 不要害怕 这是你的权利 作死啊 现在纵容他离了婚 以后这日子 可怎么过 这不是帮他 是在害他 在彭老太痛心疾首的呼喊声中 彭琳收回了思绪 看着 仍然试图反对自己的母亲和大姐 心里有了答案 母亲和大姐 或许真的是担心他 可是他们不理解自己的决定 觉得离婚对他不好 以前遇到这种情形 他只觉得不开心 并不觉得哪里不对 可他现在突然意识到 这大概就是有缘无分吧 有幸成为了亲人 可是无法相互理解 成不了彼此最亲密信任的人 原本他以为全家都会反对 没想到父亲会支持他 这就够了 他们仍是亲人 可他不会苛求他们无条件的理解 他仍然爱护他们 可不会再让他们决定自己的生活 彭琳缓缓闭上眼 深深吸了口气 在睁开眼时 眼中的犹豫一扫而光 取而代之的是坚定 秦玉接到彭琳的委托电话时 有一点小小的意外 意外于他这次的决心之坚定 但对于他要离婚这件事 并不是很意外 有了彭琳的特别委托 他直接给黄卫下了期限 不离婚就等着街形式诉讼 那天 黄卫被惦记后过了半小时才恢复 恢复后 他勃然大怒 发誓一定要给彭琳好看 但彭琳已经逃跑 他猜测彭琳跑回了彭家 准备第二天找人上彭家找麻烦 但还没等他纠结好找茶的人 便接到了秦玉的最后通牒 他直接闹到彭家去 彭老太道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是彭家大事一向由彭老头做主 看到黄卫这样气势汹汹 彭老头更加坚定了 让女儿离婚的念头 然后秦玉接到消息 直接给彭家报了个警 把黄卫一众闹事的人都逮进了局子里 接下来秦玉完全控制了节奏 黄卫本来还想拖死不离 但在接到故意伤害的传票后 立即认怂了 一周后 彭琳拿到了离婚证 一起拿到的 还有五万块钱 这是秦玉坚持为额外争取到的赔偿 用他的话说 这是黄卫买三年自由的钱 五万块已经很便宜 他很清楚地记得 黄卫确定自己不得不赔这笔钱的时候 脸扭曲得像要吃人 看起来有点可怕 但是意外得很爽 秦律师 谢谢你 彭琳深深地鞠了一躬 此时的他 已经跟一周前全然不同 眉宇间的玉气一扫而光 眼中也不再是畏缩胆怯和沉沉默气 取而代之地袭击他 不但走出了阴霾 还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完全变了一个人 第237章 你们真相 责任所在 秦玉淡淡道 彭女士 赵思雨乐颠颠地跑过来 上下打量他 他仍然穿着简单朴素的旧衣服 可眼里有了光亮 便让人感觉气色宜人 一个人的精气神 真是最好的化妆品 脸上不由露出大大的笑容 由衷称赞 今天的你 比之前任何一天都要好看 彭琳知道 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事情奔走 心里很感激他 听到他的话 不由摸了摸脸 不自觉露出些许笑意 真的吗 真的 赵思雨笑盈宁伸出手 郑重道 恭喜你 从今天又有了新的开始 谢谢 彭琳握住他的手 没有你和秦律师 我现在不能站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还要感谢 你愿意相信我们 赵思雨真的很开心 原本解除委托的时候 他以为帮不上彭琳了 没想到彭琳自己走了出来 一股作气离了婚 真好 作为律师 再没有比能帮助委托人 摆脱困境更开心的事了 而同样作为女性 也为彭琳离开不幸婚姻的泥潭 感到开心 彭琳看出 她真心为自己感到开心 心里原本对于未来还有些忐忑 可想到帮助自己的人 如秦律师 如赵律师 如江法官 他们原本素不相识 却毫不犹豫 将他拉出绝望的境地 便没有那么忐忑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纵然以后要面对流言蜚语 还有遇到很多困难 或许未来不一定会有幸福 但他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 愿意如此帮助他 真心希望他过得好 那么他不能辜负这些好心 以后要好好过下去 这么想着 他心里充满了动力 笑容温暖平和 其实最开始跟你们打交道的时候 我是有点忐忑的 有人跟我说 可以相信你们 你们会帮助我 嗯 赵思雨很感兴趣 谁 江法官 江瑞书 秦玉同时说道 彭琳点头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找过他 他给我推荐了你们律所 赵思雨没想到 江瑞书会这么帮彭琳 或者说 这么信任他和秦玉 那应该是上次看电影的时候说的吧 秦律师 赵律师 不打扰你们了 我走了 彭琳提出告辞 赵思雨握紧双拳 鼓励道 加油 彭琳点点头 秦玉道 祝你好运 彭琳有点亚然 随后眼里一出笑意 江法官也跟我说过这句话 秦律师 你和江法官真像 像什么 好人吗 秦玉想起江瑞书那张 整天职业微笑的脸 便不由想起 钱青号那个孔雀男 心里默默画上叉 他眼光可不像他那么叉 四一曲法院 江法官 快来 有人给你送东西 江瑞书刚开完庭回来 就见刘一丹屁颠颠跑来找他 江瑞书放下暗卷 见他异常兴奋的模样 一头雾水 什么 他被拉到楼下 发现其他同事在围观什么东西 走进一桥 只见吴嘉生和朱伟玲 两人扯着一面红彤彤的锦旗 锦旗上八个金灿灿的大字 感谢法官 助我心生 江瑞书 大伙一见正主来了 纷纷起哄 来来 给江法官上锦旗 江瑞书一连猛圈结果 他俩送上了锦旗 给我的 是啊 人指名道姓 给江瑞书将法官 错不了 吴嘉生上午没开庭 所以凑了的巧 听说有人给江瑞书送锦旗来 便见到了当事人 人哪 江瑞书东张西望 除了凑热闹的同事 没见着其他人 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挺斯文的 听说你忙 说不打扰你 放下东西就走了 吴嘉生指了指锦旗上面的署名 这儿有名字呢 江瑞书看到上头的名字 顿时明白过来 彭琳这事 离婚了吗 刘一丹天天跟着江瑞书开庭 不记得最近的当事人里 有个叫彭琳的 不由疑惑 这个名字 我好像没听过 江法官什么时候办的案子 这个当事人的案子 不在我们这里 我只是帮了点小忙 江瑞书有些哭笑不得 其实他也没帮彭琳什么忙 只是给了他一些鼓励 不过 彭琳应该摆脱了暴力 开始新的生活了吧 江瑞书看着锦旗上的字 唇角微微翘起 既然心生 那一定要更好 原本他想找个时间问问秦玉 没想到傍晚时分 他在凯旋公馆的入口 遇到了秦玉的车 这人还真不惊念 他把车开上去 跟兵力并行 降下车窗 对面的车窗 跟着缓缓降下 露出一张熟悉的精致面孔 对方冷淡的毛子看了过来 彭女士的案子结了 嗯 秦玉道 你是不是跟彭琳说了什么 嗯 江瑞书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碰到你约会那天 他解除了委托关系 一周后 又突然决心离婚 彭琳重新委托在他的预料之中 但他没想到 这中间还有江瑞书的作用 略略一想 便猜到 应该是看电影那天 江瑞书说了什么 让彭琳下定决心去做什么 或许是试探 或者说让自己死心 江瑞书 不是 直接说哪天不就行了 干嘛要强调他 约会这件事 从他嘴里说出这件事 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羞耻 简直莫名其妙 江瑞书是真没想到 彭琳解除过委托 不过一想也能明白他的心思 说到底他 心里还是带着点希望 希望能把婚姻维持下去 可惜最终的结果 让他失望了 不过好在他没有再好下去 决然脱身 这也是个好结果 秦玉深深看他 离了婚 获得些许赔偿 江瑞书点点头 作为律师 秦玉总能最大程度 为委托人争取利益 想来 这也是彭琳能得到的 最好的结果 想到彭琳说 这是无偿委托 也不知道有没有自己的面子 在里面 他还是说了声 彭女士跟我说了 你是无偿帮助他的 谢谢你 愿意接这个委托 跟你没关系 秦玉语气淡漠 江瑞书由衷夸赞 你真是个大好人 我下次再介绍 这样的委托给你 秦玉脸一黑 车窗升起 兵力毫不留情地 开进了凯旋公馆 江瑞书扑驰笑出声 第238章 兄弟单位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 天像是漏了一样 哗啦啦的声响 整夜没停 将大局不知何时 跑到了床上 挨着枕头盘成一团毛球 睡得无比香甜 江瑞书伸手 露了一把大毛球 毛球浑似五谷 地摊成一块猫饼 舒服地打着呼呼 打开窗户 沁人的空气 加着湿气和凉爽扑面而来 外面的树叶落了一地 明媚的阳光洒落大地 天格外的蓝 也格外的辽阔 真正让人感觉到了 秋高气爽 叮咚 手机屏幕亮起 钱青浩 早安 亲爱的江法官 自从上次看电影后 他每天早晨和晚上 都会发消息问安 称呼从江法官到瑞书 到亲爱的江法官 带了点调侃的意味 还有点亲密 可并不让人反感 江瑞书微微笑了笑 给他回复 早安 钱总监 在高层公寓中 钱青浩看着他对自己的称呼 不由露出一抹笑意 修长的手指轻点键盘 早餐吃什么 江瑞书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范阿姨已经把早餐摆上桌 他拍了张照片 直接发过去 瑞书 你跟谁发消息呢 范阿姨敏锐地开启八卦雷达 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呀 江瑞书一听就知道范阿姨觉察了什么 没有隐瞒他 一个正在接触的朋友 范阿姨激动三连问 名字 江瑞书符额 范阿姨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他 八字没一撇呢 愿意接触 就是个大进步 以前可是连接触都不愿意呢 范阿姨按捺不住 我认识吗 不认识 范阿姨一了声 我还以为是秦先生呢 江瑞书想起秦玉那张过分精致的脸 他昨晚黑脸的模样也那么好看 可惜一张嘴就幻想破灭 你可别瞎想 我跟他关系一般般 就一些工作上的往来 平时没别的联系 关系一般般 你还让人到家里吃饭了 范阿姨嘀咕 可是你第一个 请到家里吃饭的异性朋友 那不是意外吗 好吧好吧 范阿姨对秦玉印象很好 但到底不大熟 又问 有照片吗 没有 不过长得不错 钱秦号朋友圈倒是有照片 但他不想翻 有秦先生好看吗 您别拿他做标准 不然我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以前学校里 关于秦玉的脸 有个说法是 五十年一遇的神言 虽然有点夸张 但姜瑞叔必须承认 秦玉是他见过长得最好的男人之一 以他的长相为标准找对象 那很大概率会助孤生 范阿姨摆摆手 我就问问 你眼光好 你觉得好的肯定不赖 姜瑞叔好笑 以前倒不知道范阿姨是个眼粉 这时 手机又叮咚了一声 一条新消息跳出来 看起来很好吃 你做的 姜瑞叔放下筷子 是我家阿姨做的 我不怎么会做饭 钱秦号发了一张照片过来 吐司 培根 荷包蛋 南瓜粥 摆盘很美 叫人一看就食指大动 姜瑞叔 你做的 钱秦号 嗯 钱秦号的手指 在屏幕上顿了顿 又打了一串字 希望有一天 能做给你吃 姜瑞叔看到满是暗示的这句话 不过他被聊习惯了 对此报以微微一笑 看来你厨艺真的很好 钱大厨 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回复 钱秦号倒也不失望 适可而止地暂停了早安话题 你吃早餐吧 路上注意安全 回见 姜瑞叔吃了早餐换好衣服 便出了门 他已经不怎么回南山那边住 虽然凯旋公馆比较远 但早晚餐和家务都不用操心 反而节约了很多时间 略作衡量 他便搬回了凯旋公馆 习惯了每天四五十分钟的车程 感觉凯旋公馆也不是很远 姜法官 姜法官 你可算来了 姜瑞叔刚走自己办公室 就听到有人喊自己 回头一看 只见是个发际线 向地中海转移的男同志 从隔壁办公室跑出来 人很陌生 但感觉气质有点熟悉 你是 男同志身后几个脑袋探头出来 刘一丹非常礼貌友好的介绍 这位同志是B区法院代表 一会儿要开庭的债务纠纷的被告代表 男同志脸上表情一致 能别提什么被告吗 姜瑞叔顿时想起了对方是谁 待会儿有个债务纠纷开庭 原告是一家饭店的老板 被告很不巧是老熟人 哦不 老熟单位 B区法院 这案子其实很简单 B区法院不知为什么 拖欠了饭店十来万招待费 饭店老板是个暴躁的硬汉子 要不到钱 就一怒之下告到法院 由于B区法院自己成了被告 不能受理自己的案子 于是上级法院就把这案子交给了 C区法院审理这人 便是B区法院派过来的代表 这是不是什么好事 说出来挺丢脸的 但他也实在倒霉 过来找主神法官沟通 刚好碰到认识他的人 刘一丹知道他身份后 便知道了是什么案子 于是就把这是科 BA 浦 哇 给了其他同事 刚才一活子法官 就围着这位倒霉催的哥们吃瓜 哼 看B区今年还怎么有脸 在他们C区面前避避 你们C区的法官这么闲吗 B区的男同志抱怨 C区这帮法官嘴贼毒 明里暗里 看他们B区笑话 太没节操了 江瑞叔示意他到办公室来 文言微微笑了笑 这不是关心兄弟单位吗 关心个屁 男同志一听江瑞叔的调调 就觉得要不好了 怕不是跟那伙子法官一个德性 卯足了劲 想看他们B区的笑话 这可不行 马上严肃脸 其实法院不是故意拖欠招待费的 最近内部人士有点变动 年尾这个季度 事情又多 这事就给耽误了 我们B区那么大一个法院 想想也不可能 故意拖欠招待费是不是 江法官 咱们两区的法院是兄弟单位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 江瑞叔绕到办公桌后 放下包 打开电脑 这才抬头看着他问道 怎么帮 第239章 妖精 他一听有戏 搓手黑黑道 你看能不能撤诉 不行 江瑞叔颇为同情地说 上头发话了 你们最好 能让原告接受民事调解 不然就判你们败诉 他顿时急了 江法官 还没开庭呢 就判我们败诉 这不符合程序 江瑞叔瞥了他一眼 你们有胜诉的机会 他哽了下 嘴唇动动 实在说不出胜诉的话 就是知道肯定会败诉 所以才想私了完事 不然背个败诉的结果多丢脸 只要对方同意 这么做不为规 哪想上头直接发了话 说来这事 也是他们没做好 其实不调解也有好处 原告提出的利息过高 法院不会支持 最多按银行利率 给他算欠款利息 这样你们败诉的话 可以省下 四五千块钱吧 江瑞叔语气真诚 为兄弟单位 真是担惊截律了 可这位代表同志 马上就脸红了 连连白手求饶 拜托拜托 您别说了 我们愿意调解 就按原告要求的利率赔付 省那四五千 有啥用 还不是败诉 为了这么点钱 跟人家苦主杠到底 说出去还抬得起头 不过这位江法官 他悄悄斜了眼江瑞叔 嘴上说的好听 意思却比刚才那帮 说风凉话的法官还扎心 人家只说 工资还发得出来吗 这点钱都欠 是不是小金库被撬了 还是今年没办案子 绩效都没了呀 他呢 自己跑这一趟 什么都没争取到 自己还得感谢他 难怪自己来的时候 有人说 C区那帮法官心脏 尤其女的不好惹 惹不起惹不起 拿到调解书 怒目金刚式的饭店老板 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感谢了江瑞叔 话题又一转 江法官 这个钱如果还是余期不还 是不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你们法院能管他们法院吗 男同志 江瑞叔看了眼 差点原地去世的B区同事 敏纯轻轻笑了笑 我们法院管不了他们法院 但这个调解书是有效的 余期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C区执行厅的法官 带干警上门要债 男同志默默咽下一口老血 连忙道 这个钱一定会在调解书 规定的日期内 转到你账户上 饭店老板打量他 法院你说了算 男同志 他已经无力辩解 就算不是我说了算 调解书有法律效力 一定能说了算 那我就等你们还钱 不过我可不是相信你们 我只是相信这边法院的判决 要是收不到钱我就上诉 饭店老板扬了杨调解书以示威胁 这次告法院的结果 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一点也不怕再告一次 好的 请您放心 一定准时还钱 男同志有气无力 饭店老板 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原告已走 作为被告代表的 他也该回去汇报情况 按理该说声谢谢 但这声谢实在说不出来 他憋了半天 说了句 麻烦讲法官了 不麻烦 姜瑞书笑容温和礼貌 你们仔细点吧 公信力建立起来难 可要毁掉 只要一件小事 这事就是各种凑巧 再碰到一个急躁的当事人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但说到底是 他们理亏 事情虽不大 但的的确却影响到了法院形象 就刚才原告的表现 足以说明这一点 他悠悠叹了口气 心到经过这件事 不仔细也不行了 多谢 这次真心实意 跟姜瑞书到了谢 转身离开 下班的时候 刘一丹突然过来 有点不好意思地问 江法官 之前你说邻居的大猫 生了三只小猫 现在小猫 应该可以独立生活了吧 你邻居到底是打算自己养 还是给小猫找主人啊 姜瑞书看他 你还没找到合适的小猫 这事之前就说过 秦玉没拿定主意 不过刘一丹的话 倒是提醒了他 有段时间没去看小猫 如果秦玉不养小猫的话 现在可以相看主人了 刘一丹叹气 倒也不是 就是猫舍的猫都好贵 动不动就万八千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在意血统 但真的没找到 让我一眼就喜欢的猫咪 姜法官 你再帮我问问呗 行 姜瑞书点头应下 我去就问问 问到了就跟你说 原本他想打电话直接问 但手机拿起来 想了想 决定回去当面问比较好 正好可以看看墨玉和小猫 也不知道秦玉有没有给小猫起名字 回到凯旋公馆 姜瑞书先吃了饭 随后带姜大菊出去溜湾 打算一会儿回来的时候 去秦玉家家看看 要是他不在家 再打电话问问他 什么时候回来 S式的秋季很舒爽 夜里有点凉 但温差不大 昨晚下的那场大雨 将干燥驱走 白天的阳光和微风 又将湿气带走 和煦的晚风吹在脸上 很是亲人心脾 姜大菊扭着肥原的屁股 在前面走猫步 也不知是不是气温下降的缘故 他最近特别黏人 化身小点精 特别爱撒娇 喵 颠了颠 感觉又胖了点 肚子跟水一样在晃动 大菊 你再这样吃下去 该叫江大球了 江瑞叔嘴里嫌弃 手却爱及了 这软绵绵的大毛球 喵 一会儿去看你孩子 可不准乱叫 江瑞叔揉了揉 他毛茸茸的脑袋 就这么抱着 朝秦玉家的方向走去 天已经黑了 江瑞叔很远就看到 秦玉家那栋两层别墅亮着 心想自己运气真不错 要找人就碰到了他在家 他走到铁门前按了门铃 第一次没人接 又按了一次 还是没人接 就在他想 是不是人不在的时候 楼上的窗户打开了 秦玉那张惊艳绝伦的脸 出现在窗户后 他头发湿漉漉的 有点凌乱 身后的灯光 好似给他打了一层光韵 脸孔有些模糊 让他看起来不像真人 向着从夜里来魅惑人的妖精 一双幽深的眸子 透过沉沉的夜色看着他 江瑞叔的心跳顿了半拍 道 有事找你 招招里亏 客厅的灯亮着 江瑞叔还没走进去 就听到了奶声奶气的喵喵叫 江大局听到叫声 不由从他怀里抬起头 好奇地张望 但大概是觉得 这里有点熟悉 没有表露出害怕 江瑞叔安抚地摸了摸他脑袋 有点担心 墨语看到他会不会发脾气 走进客厅的一刻 江瑞叔的脚步突然顿住 那惊艳绝伦的男人 悠闲地靠着沙发 三只毛茸茸的小猫 在他身边欢快玩耍 小狸猫在追着自己的尾巴咬 灰团子顽皮地跳上沙发靠背 试图搭上他的肩膀 纯黑的小眉球 躺在他大腿上 露出毛茸茸的肚皮 抱着男人的一根手指玩耍 他低眉垂目 眉心微醋 似乎有些不舒适 却一动不动 任由小猫吸血 江瑞叔突然有点口渴 秦玉抬起头 有点疑惑地看着他 随后 目光落到他怀里的大猫球上 眉心微微醋起 多了几分怀疑 江瑞叔知道他怀疑什么 嘴角抽了抽 开门见山道 我来是想问问小猫的是 现在小猫已经可以独立生活 你到底是打算自己养 还是给小猫们找主人 关你什么事 他很戒备 江瑞叔就知道 他怀疑自己想骗走小猫 真是的 大家都是熟人 用得着这么防备吗 好吧 他的确想养小猫 但是家里已经有江大菊 猫咪是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 不喜欢跟其他同类分享 所以 他不会再带其他猫回家 索性直接到 是我一个同事想养猫 如果你想给小猫找主人的话 不知道想给小猫找什么样的主人 这个问题 秦玉早就抛到脑后 最近太忙没时间想 再者 他不是卖猫的 不着急把小猫送出去 江瑞叔问起这事 他微微愣了一下 脑子里没有答案 他低头看着 在自己身边蹦跋的三只小猫 没心拧起来 他们完全是意外的产物 于他而言 若非墨玉是长辈馈赠 他压根不会养宠物 更别说多养三只计划之外的猫 送出去倒是可行 但这是墨玉的孩子 要送也不能随便送 略作考虑 他心里有了考量 示意他坐下 随后问道 你同事是什么样的人 江瑞叔抱着江大局 见小猫有点紧张 便坐到了沙发最远的位置上 听他询问刘一丹的情况 便知道 他打算送出小猫 眼睛微微一亮 笑道 是我们法院的书记员 性格开朗活泼 没有不良嗜好 喜欢小动物 是个善良热心的女孩子 上次无意间 在我手机里看到了 小猫的照片特别喜欢 所以特地拜托我来问问 如果你把小猫给他 他一定会好好照顾小猫的 秦玉又问 年龄 江瑞叔想了想 26吧 学历 大学本科 婚否 没有 这问题怎么怪怪的 未遇 没结婚 哪来孩子 收入 书记员收入不高 但他没什么经济压力 不会委屈小猫 江瑞叔猜测他担心 刘一丹负担不起小猫的花销 委婉地表示 这不是问题 没过万 没有 江瑞叔嘴角抽抽 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本市公职人员 大部分没有过万 5K以上 没有 秦玉顿时皱起了眉头 显然很不满意 刘一丹的收入水平 但还是继续问下去 家里几口人 三口 他和他爸妈 他爸妈工作室 江瑞叔想了想 好像一个是公职人员 一个是教师 也都是性格很好的人 咦 怎么觉得这个话题怪怪的 家住哪里 B区 自己住 跟爸妈住 房子多大 多大不清楚 是三室两厅 哪个小区 锦绣花园 秦玉拿出手机 就打起字来 江瑞叔嘴角抽抽 虽然不知道他打什么字 但他读五毛 是在查锦绣花园的 三室两厅有多大 这时 秦玉已经查到了 想要的信息 锦绣花园是钢需房 主要是满足钢需人群 户型都不是很大 三室两厅 也就九十平这样 他脸上马上有了反应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没有花园 一百平不到 一家三口住一起 再住一只小猫进去 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收入太低 一个月收入 还不够买两个月罐头 未婚未育 以后怀孕不确定 能否继续养宠物 他一口拒绝 不行 江瑞叔差点当场白眼 嫌人家收入低房子不够大 就算了 你还嫌人家未婚未育 你这是找猫主人 还是找女婿呢 他家这样在S市已经不错了 家里有房有车 没有经济负担 家庭和谐收入稳定 可以给小猫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你不能拿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为什么不能 秦玉问得理所应当 你住的地方 已经是S市最高端最昂贵的别墅区 相应的 你的收入也处于金字塔顶端 你拿自己的标准 去找小猫主人 S市估计是找不到的 而且富裕的家庭 更喜欢纯血统的猫咪 秦玉斜眼 他们血统不纯 是谁造成的 江瑞叔的气势 顿时矮了一截 好吧 谁叫造孽的货 是自家的喵 一招里亏 招招里亏 他落了碌江大局厚厚的背脊 解释道 我没嫌弃小猫的意思 我很喜欢他们 我相信 也有很多人会喜欢他们 但是你的要求太高 想找一个符合你要求的人太难 比起优越的条件 找一个可以给小猫提供稳定健康环境 又爱护猫咪的主人 更重要一些 什么时候找到 就什么时候送出去 他一点也不着急 墨玉有什么样的生活 墨玉的孩子 不能比他差 好吧 江瑞叔没辙了 如果你改变主意 随时跟我说 不会改主意 一张嘴 把所有的希望堵死 连客套 都不客套一下 江瑞叔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是有多嫌弃普通家庭 OK 我知道了 以后不会再问你 第241章 施约 就他这要求 小猫估计是嫁不出 哦不 找不到合适的主人了 江瑞叔在心里付匪 抱着江大菊缓步离开 啪哒 一滴水打在脸上 江瑞叔抬头一看 一团黑压压的乌云 遮住了天空 下一刻 雨水一滴一滴掉下来 要下大雨 他抱紧江大菊 发足狂奔向前跑 呼啦啦 天象露了个洞 瓢泼大雨寝刻间落下 将这片天地笼罩 秦玉听到雨声 马上起身走出去 但雨幕之中 早已不见人影 江瑞叔赶到家里的时候 整个人快凌晨落汤鸡 范阿姨见了 连忙拿玉金给他 撑道 怎么不躲躲雨再回来 正好回来的路上下雨 干脆跑回来了 江瑞叔抹了把脸 看看怀里的江大菊 江大菊的皮毛 也被打湿了点 抬头看他 打了个喷嚏 喵 江瑞叔笑着 把他递给范阿姨 拧给大菊吹吹毛 范阿姨接过大毛球 不住念叨 你也快去换衣服 要不要给你煮点姜烫 不用不用 洗个澡就好 秋雨带着寒气 江瑞叔泡了十几分钟热水 这才感觉身体热乎起来 裹着玉金滚到床上 听着哗啦啦的雨声 愤外惬意 叮咚 手机突然响了声 江瑞叔滑开屏幕 原来是前清后发来的语音 点开语音的一瞬 他温润晴朗的声音 从听筒流出 瑞叔 回家了吗 今天没加班 很早就回来了 江瑞叔说 那明天呢 他问 江瑞叔想了想 明天的工作安排 明天没意外 应该也不加班 加班也不会很晚 大约是听到了好消息 他的声音里带了点笑意 上次说去吃俄国菜 你明天不加班的话 我们就明天去吧 江瑞叔知道他 好啊 那明天见 嗯 那我去定位子 这时 前清后那边 有人在跟他说话 似乎有人在叫他总监 江瑞叔不由问了句 你还在加班 他摁了声 还有一点工作 很快就做完 你这么忙 那明天不耽误时间吗 没关系 跟你的话就有时间 江瑞叔摸了摸自己的脸 也不知道是不是夜晚的加持效果 听到他的声音 感觉跟平时有点不一样 他感觉到了他的真诚 这样的真诚 无疑是让人动容的 他微微笑了笑 那你先忙吧 明天再联系 他以为自己会有很多想法 或者梦到什么 实际并没有 睡眠一项很好的他 在躺到床上后 十分钟不到便睡了过去 一夜无梦 第二天 江瑞叔遗憾地告诉刘一丹 邻居的小猫没法领养 当然 他没说情欲为什么不让领养 那太招人恨了 刘一丹有些失望 他看过江瑞叔拍的小猫照片 虽然三只是混血 但颜值都很高 毛色和眼睛长得极好 所以才动了领养的心思 甚至心里做好了 准备按照猫舍的价格 给猫主人一个大红包 可惜人家不让领养 不过猫主人 原本就没有透露过 送养小猫的意思 他失望了一会儿 决定周末再去猫舍看看 相信一定会找到 何眼缘的猫咪 上午下午都有开庭 等到手机响起的时候 江瑞叔抬起头 发现天已经黑了 抱歉 他接通电话 很歉意地跟电话那头的人说 我忙昏头了 没记起时间 今天开庭的案子 原本都很简单 正常情况半个小时就能结案 可是下午突然来了一对当事人 他做了很久的调解 其他工作又不能耽误 便一直赶到了现在 钱青浩正坐在高端精致的 俄国餐厅里 从落地窗外 眺望苍茫的夜色 玻璃上映出自己形单影制的倒影 他轻轻叹息道 真不想第一句听到你的抱歉 Simon 没关系 你的工作没法耽误 我能理解 江瑞叔文言更加内疚 你要忙到什么时候 他问 江瑞叔看了看手头的工作 大概挺晚 你不用等我了 钱青浩嗡了声 那你先忙吧 回头联系 说吧挂断了电话 这还是他第一次先挂电话 江瑞叔觉得他是不是生气了 也怪自己没法赴约 连说一声都忘了 的确有点过分 抱歉 这次是我不对 下次一定会提前跟你说 他得钱青浩发了条消息 钱青浩没有回复 江瑞叔越发觉得他生气了 但现在没那么多时间去琢磨 放下手机 马上又投入了工作中 江法官 也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有人敲门 江瑞叔抬头一看 是法院的保安 外面有人找你 找我 江瑞叔问 什么人 一位先生 谁这时候找他 江瑞叔奇怪 先保存了电脑 随后跟保安下楼 法院晚上不让无关人士进来 江瑞叔只能到法院外面见人 等到了外面 便看到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路边 一个挺拔的人影 靠着车 远远地看过来 Simon 江瑞叔惊讶不已 你怎么来法院了 钱青浩微微笑了笑 迎上来轻声道 你不去找我 我只能来找你 江瑞叔有点动容 随后有点为难 可是我还没忙完 他笑了声 跟你开玩笑的 只是顺路路过 顺便给你送点夜宵说着 从车里提了个一个手提纸带出来 上面印着的商标是 S是一家很有名的糕点 顺路 江瑞叔指了指手提纸带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钱青浩的住处好像不在C区 好吧 他摊手 笑容坦然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看看你工作的环境 可惜保安说 晚上无关人士不能进去 我只能在这里望眉止渴 说起来 我还没有见过你现场开庭 很想看看 你是怎么办的 我觉得 你不会感兴趣的 江瑞叔给他泼冷水 现实中 庭审大部分很繁琐 没有影视剧里唇枪舌战的场面 有时候甚至连律师都没有 以及材料比较多的案子 需要反复核对材料和数据 会无聊到让人打瞌睡 看到你就不会无聊 他深深看着江瑞叔 你今晚吃了蜜吗 说话这么动听 第242章 走心 大概是喝了蜂蜜柠檬茶 他开玩笑道 江瑞叔服额 蜂蜜柠檬茶都成一个梗了 想到他打了电话到现在没多久 你吃晚饭了吗 他露出可怜的神情 一会儿回家随便做点吃的 江瑞叔失笑 你这是博同情吗 如果能得到你的同情 我愿意更可怜一点 他笑隐隐道 江瑞叔揭穿他 但据说前总监厨艺不错 我想随便做也不会委屈 万一他是为了博取女孩子 好敢吹牛的呢 真的 这个嘛 想知道的人得亲自体验才行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想体验 我想短时间内不会有人体验 他叹了口气 那真是太悲催了 两人看着彼此 突然轻轻笑出声 钱清浩抬手看了看表 道 你先回去忙吧 忙完早点回家 嗯 江瑞叔举了举手提纸袋 谢了 钱清浩插都笑了笑 目送他远去 回到办公楼 江瑞叔招呼还没走的同事 免费宵夜 在线放送 要吗 哇 必须的呀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梁继呀 将法官你发了吗 这么大方 吴嘉生认出纸袋上的标志 怪叫了一声 江瑞叔笑容亲切 我什么时候不大方了 吴嘉生茫然挠头 咦 刚才我说什么了 风好大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我听到了 你说江法官小气 江法官说不让你吃了 你一边去吧 嘻嘻嘻 我说 你们这是捏造事实 凭空污蔑 还有没有同事爱了 一群人闹腾起来 吴嘉生吃得跟仓鼠似的 很八卦的凑过来 话说 良计可不送外卖 江法官你 怎么在这个点买到良计的 正在瓜分吃食的法官们 听到这句话 目光如雷达般扫射过来 江瑞叔吸了口乌龙茶 一看他表情就知道 他想干什么 有话你就直说 吴嘉生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刚才我看到你下楼了 江瑞叔十分淡定地回答 晚上不让进人 我不下楼 哪来的宵夜 良计不送外卖的 那当然是有人送来呗 大半夜谁给你送 有吃的 还堵不上你的嘴 江瑞叔从他手里夺走一盒肉松小辈 转身回了自己办公室 吴嘉生哼哼 肯定有情况 你没证据 朱伟林突然说 你有 吴嘉生斜眼 吴嘉生忙问 你看到什么了 朱伟林慢慢掀起眼皮 嘴里吐出两个字 你猜 吴嘉生 江瑞叔手头的工作不多 又加了一小时的班 便处理完毕 到家的时候已经十点钟 范阿姨还没睡 家里的灯都还亮着 让江瑞叔产生一种 有人在家等自己的温暖 他换了鞋子 朝里面喊了声 范阿姨 我回来了 范阿姨闻声从房间里探声出来 脸上露出笑意 随后又有些关切 瑞叔回来了 呃不呃 江瑞叔摇摇头 回来前吃过了 您不用操心 那你快洗澡休息吧 范阿姨催促 洗完澡 江瑞叔发现自己手机上有新消息 到家了吗 是钱金浩发来的语音 刚到 你呢 他回复 我也是 点心好吃吗 嗯 很好吃 你喜欢就好 他跟着又发了一条过来 原本我以为自己 对你了解不少 可是在挑选口味的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 对你还有太多未知 连你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这让我很忐忑 其实他们认识 虽然平时也会通讯聊天 但不会一直围绕着个人 不了解对方的偏好爱好很正常 我不挑口 基本什么都能吃 钱金浩看到这条回复 不由失笑 我听说 他说到一半没说下去 语气有点奇怪 勾起了江瑞叔的好奇心 嗯 女生说自己什么都喜欢的时候 实际心里有一个标准 如果男生做得不合标准 女生会不开心 但男生会觉得奇怪 不是说什么都喜欢吗 江瑞叔笑出声 这倒是 大多女生会稍微矜持些 不会直接说自己喜欢什么 同时希望心仪的男生 能知道自己的心思 跟自己心有灵犀 而男生却是有一事一 你说什么都喜欢 那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送 结果你不喜欢还发脾气 女生真是奇怪 然后女生发现 男生压根就没发现 自己究竟为什么不开心 就更加生气了 我希望自己能和你心意 可是 我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他说 所以瑞叔 如果我做得不好 你一定要跟我说 同时我也会努力靠近你 了解你 希望有一天 我能只要一个眼神 就知道你想要什么 虽然说了 现在是朋友 他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展开追求 给他打上自己追求对象的标记 但他的心意从来不曾掩饰 像空气一样 不打扰人 却时刻存在 一个男人如此的坦诚和心意 很难不让人动容 嗯 江瑞叔想了想 一本正经道 以我对自己的了解 我认为自己说的是实话 钱清浩轻轻笑了声 他能感觉到 江瑞叔说的是真话 他愿意让他接近 从今晚开始 这事的需要用心去打动的姑娘 可越是这样 越叫他想敲开他的心扉 他相信 到了那一天 他一定会让自己的努力超值 因为他的馈赠 会是一段美好的感情 一个温馨的家庭 还有一生的陪伴 我相信你 他笑着说 适时地提出了邀请 这周末有时间吗 江瑞叔想了想堆积的案卷 颇有些头疼 说实话 我不是很确定 看来 我想邀请的姑娘 不是那么容易邀请 他现在的真爱是工作 江瑞叔笑 一直是真爱 钱清浩悠悠叹息 不敢跟真爱争宠 只希望江法官什么时候有空 反请先告诉在下 江瑞叔又笑了笑 却硬了声 好 第243章 不白摸 从这天开始 江瑞叔加班的晚上 便会有人送宵夜过来 每次不同样 发展到后来 江瑞叔都不用下楼去 保安直接帮他送上来 一直对爱心宵夜 赠送者好奇的同事们 从保安嘴里得知 宵夜是一位 英俊潇洒的先生送来的 于是很快 所有人都知道 江瑞叔有了一个 很大方的追求者 纷纷追问他 究竟是谁 有吃还不够 还要追究是谁送的 江瑞叔手头的工作 已经办完 原本准备要走 保安送了一袋宵夜上来 他只好分给其他同事 顿时又引起一阵询问 分完宵夜 江瑞叔便离开了办公楼 Simon 江瑞叔惊讶地降下车窗 探头看着站在路边的男人 钱清浩微微有些惊讶 随后俊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瑞叔 你怎么还在这里 江瑞叔把车开到旁边 推门下来 今天宵夜是你送的 你怎么不给我消息 他还以为是外卖送到保安那里 有保安拿上来的 钱清浩的心情似乎很好 唇边的弧度压不下去 今天下班早 顺路过来 但不想打扰你工作 我只是想等等看 没想到真的等到你了 江瑞叔愣了愣 所以他特地送宵夜过来 想见他又怕打扰他 便在这里碰运气 心里说不出什么感觉 有点陌生 但感觉不坏 看来我运气不错 钱清浩笑着说 希望这个好运能持续下去 江瑞叔看着他 下次你可以给我消息 也不耽误什么 好啊 他笑得眼睛微弯 跟平时有点不大一样 声音听起来也越发温润 今晚的宵夜喜欢吗 分给其他同事吃了 我只吃了一块 味道不错 想起同事们各种夸张的猜测 他忍不住笑 他们都在猜是哪个热心市民 每天晚上送宵夜 那就当我是一个热心市民 新系法官们深夜帮忙 半夜送爱心宵夜以示慰问 江瑞叔忍不住笑了声 笑过后正惊道 其实你不用这样 以后不用再给我送宵夜 打扰到你了 他问 倒也没有 只是太破费 也太麻烦 我不觉得 相反我很乐意这么做 他说道 瑞叔 我知道你热爱自己的工作 我不想打扰到你 如此想见你 只能等你有空 这让我感觉自己 像那冷宫里的妃子 不知何时 才能得一次帝王宠幸 他把江瑞叔给说笑了 这什么比喻啊 看到江瑞叔笑了 他也笑了 随后震了色 但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靠近你 如果开始新的一段关系 需要一个人更主动的话 那就让我来做这个人 我不会打扰到你 也不会让你放弃什么 你只要保持不变就好了 江瑞叔看着他 从他眼里 看到了温柔和真诚 江瑞叔从未遇到过 他这样的男性 他能相信 他在努力为 两人创造机会 并对这段关系的未来 充满了期待 他大概是他 目前能遇到的 相处起来最放松 也最融洽的一行 他没有过多纠结 微笑 好 听到这个回答 他灿然一笑 眼中似有碎心 那么 如果没有给你带来困扰 恳求将法官保留 我作为热心市民的权利 江瑞叔忍不住低声笑出来 这人太会说话了 困扰是有一点点的 同事们热衷于 八卦送宵夜的土豪是谁 但大家都知道分寸 玩笑都不会过分 所以基本上没影响到他 他原本还想拒绝 转念一想 自己不是每天都加班 也不是每次都大夜班 其实宵夜次数不多 算不上多麻烦 便不再拒绝 好吧 法无禁止皆可为 基于自愿原则 你可以继续这么做 前清号唇边 站开笑意 柔声道 那下次你想吃什么 可以告诉我 可以为你定制 好啊 江瑞叔对这方面真不挑 随口硬了下来 他抬手看了看手表 你回家吧 路上注意安全 嗯 你也是 江瑞叔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他便收到了所谓定制版的宵夜 两个巨大的保温盒 里面装的是精致 又接地气的萝卜膏和芋泥膏 拿出来的时候 还冒着热气 一看就是人家亲自下厨座的 尝了尝味道 非常不错 这回同事们更加好奇了 打去有个田螺小伙在追求他 是不是田螺小伙不知道 但毫无疑问的是 同事们都被前清号的宵夜给收买了 连人是谁都不知道 便撮合他俩 忙了一周 江瑞叔终于缓了口气 这天回家 发现有人在说话 走进客厅一看 一个四头身小不点 在跟江大局玩耍 路南 江瑞叔放下包 有些惊讶地叫出小不点的名字 小不点回头 顿时眼睛一亮 小小地叫了声 江姐姐 你怎么过来了 江瑞叔走过来 江大局见蝉使官回来了 大啦啦的喵了声 躺在沙发上 享受小朋友的伺候 江瑞叔揉了揉他毛茸茸的脑袋 笑马道 你倒是会享受 我想大局了 路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随后献宝似的 从旁边推了个纸箱出来 我给大局带了很多好吃的 不白摸 江瑞叔扑吃一声笑出来 随便瞧了眼 猫粮 罐头 各种零食 好吃的还真多 看来大局这个冬天要长雕了 他笑着摇摇头 你上次给他的猫粮还没吃完呢 路南是个害羞的小男孩 文言脸一下子红了 神情有点紧张 我不知道 江瑞叔随时拿起一个罐头 和一袋零食看了看 安慰道 没关系 可以留很久 大局一定会吃完的 不过下次 你想看大局就直接过来好了 不用带这些东西 可林阿姨说到别人家做客 不带礼物不大好 所以 江瑞叔溜猫的时候 经常遇到路南 这孩子很喜欢江大局 熟悉后 便经常在门口蹲江大局 久而久之 江瑞叔也知道点他家的情况 父母是商业联姻 平时两人都很忙 儿子交给保姆照顾 他口中的林阿姨 就是照顾他的保姆 江瑞叔先表示了肯定 嗯 林阿姨这么说也没错 不过我们是朋友 第一次登门的时候 可以送点礼物 但是以后不需要了哦 路南乖巧的点头 低声问 江姐姐 我好多天没看到你和大局了 以后你还会带大局出去玩吗 天气转凉 大局不是很喜欢出去了 你想大局的话 可以到家里来看 那我下次还可以来看大局 当然可以 不过你出门的时候 要跟大人一起知道吗 如果家里没人 可以打电话给我 或者范阿姨接你过来 啊 范阿姨 你认识了吧 江瑞叔指了指在厨房里忙活的范阿姨 范阿姨听到自己被点名 连忙露个脸出来 朝路南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 路南点头 又跟江大局玩了一会儿 快要吃饭的时候 路家的保姆过来接人了 第244章 还没死心 江姐姐 路南有点期待和小紧张 大局有没有小猫猫 嗯 路南低下头 对了对手指 小声说 我想要一只小猫猫 江瑞叔文言 看着站在自己面前 有些忐忑的小不点 乌黑的头发软绵绵地搭在额前 穿着格纹衬衫和背带裤 衬衫上还打了小领结 像个可爱的小绅士 看起来却孤孤单单 小小的一只 一点也没有赋予人家孩子的张扬和开朗 江瑞叔蹲下身平视着他 你想养猫 路南点点头 想要大局一样的猫猫 所以想要大局的小猫猫 这话有点绕 江瑞叔笑着问 为什么呢 大局好呀 陪我玩 大局的小猫猫跟他很像吧 应该也愿意跟我玩 江瑞叔忍不住笑 这孩子还挺有逻辑 知道孩子像父母 但不得不告诉他 大局的小猫猫不一定像大局哦 啊 路南呆呆地张开嘴 大局是橘猫 他的父母可能都不是橘猫 而他的孩子可能也不是橘猫 路南一脸茫然 为什么大局的小猫猫不像大局 可我就很像我爸爸呀 江瑞叔笑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不过你想养猫咪 爸爸妈妈同意吗 路南低着头 声音又低了几个度 他们不管这些 江瑞叔看向路家的保姆 那位一直照顾路南的林阿姨 林阿姨点了点头 路先生和路太太 不管这些事 神情间流露出一丝怜悯 江瑞叔一听就了解了 这对父母对孩子 给予最大程度的物质条件 但其他方面就十分欠缺 心里安安叹了口气 问道 那你是想要大局一样 品种的猫咪 还是像大局这样脾气的猫咪 路南有点茫然 不一样吗 江瑞叔笑 每只猫咪都有自己的脾气 大局是橘猫 有跟他长得很像的猫咪 但小脾气还是会有点不一样 路南听懂了 想要大局 这样能陪我玩的猫猫 江瑞叔也懂了 大局是公猫 生不出小猫猫 不过 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 有没有合适的小猫猫 到时候再告诉你 路南先是有点失望 随后眼睛亮晶晶的看着他 点了点头 路南这孩子也是造孽 等路南和林阿姨走后 江瑞叔就听到了 范阿姨说这孩子的事 他爸妈没什么感情 生了他之后就个玩个的 十天半月不回一次家 孩子就交给保姆照顾 他们家找的这个保姆还不错 没有背地里亏待孩子 可保姆照顾的再好 也比不上父母 听他们家的保姆说 路南学校的活动都是保姆去的 他们家在这里也没其他人 这么小一个孩子 孤零零的住 那么大一个房子 想想就让人心疼 想起路南乖巧的模样 江瑞叔眉心微微促起 原本只知道路南爸妈忙 原来还不管孩子 这孩子应该很孤单吧 不然也不会因为大局 一段时间没出现 他一个孩子就找了过来 还眼巴巴买了很多零食给大局 他原本打算改天买一只 猫咪给路南 路南给大局买了这么多吃的 花的钱不多 但心意很重 正好送只猫咪感谢他 但是听范阿姨这么一说 还是得仔细挑一只 脾气温顺亲近人的猫咪才行 有些猫咪高冷不爱理人 不合适给孩子当玩伴 也不能送娇贵的猫咪 娇贵的猫咪 一个没照顾好就生病 路南一个孩子 照顾自己都成问题 哪有精力照顾猫咪 哇 这三只小猫长得好好 秦玉打开猫包 宠物医生看到 三只毛茸茸的小猫 顿时眼睛一亮 你家的 秦玉矜持地嗡了声 三只小猫球 到了陌生的环境有点紧张 睁着圆溜溜水汪汪的大眼睛 打亮四周 简直猛死人 宠物医生脱口而出 卖吗 秦玉脸一黑 不卖 等看到里头戒备的墨浴 再看看小猫的毛色 宠物医生兴奋道 杂交的 秦玉的脸黑如锅底 宠物医生一瞧就知道 这家的小母猫 被外头的野猫欺负了 不幸怀上孽肿 最后因为种种原因生了下来 在脑子里脑补了一大出息 他脸上恢复了正经 不救道 其实杂交更好些 你看我们人类的混血 比纯血肿要好看 这特么多什么跟什么 秦玉不想理他 用眼神示意他少说废话 宠物医生 善善地摸了摸鼻梁 开始给墨玉和小猫做检查 墨玉和三只小猫都很健康 甚至小猫的脾气和规矩都特别好 好奇 有秩序 有些紧张 但并不胆小 被宠物医生握在手里 会害怕地喵喵叫 但不会伸爪子挠人 也不咬人 要知道 一些小猫紧张起来 就会挠人咬人 这都是天生的性子 后天很难改掉 可惜 这是别人家的猫 人家也不卖猫 接着连小猫打疫苗 小猫也不知是疼还是害怕 挣扎着小胳膊 小腿喵喵叫个不停 眼睛水汪汪的像要哭出来 看得秦玉直皱眉头 她是不是很疼 话外之音 差点没说你轻点 宠物医生不以为意 疼肯定有点 但小猫主要是第一次来这里比较紧张 以后来的多了就习惯了 事实是这样 但秦玉总觉得 这个宠物医生有点禽兽 三只小猫打完疫苗 可怜巴巴地缩在墨玉身边 喵喵求安慰 墨玉舔舔这个 舔舔那个 把小猫给舔得打了个滚 真是蒙翻了 等母子寺苗舔完毛 秦玉买了些猫咪用品 又问了问一些注意事项 便准备打到回府 啊 宠物医生突然拍手 我想起来了 秦玉回头看她 你家墨玉 是跟江女士家的大局 一起生的小猫 姜瑞叔也是这里的常客 宠物医院的人自然也认识 当初秦玉和姜瑞叔 一起带了猫来医院 气势汹汹 要给人家大局猫做绝育的场面 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 秦玉的脸刷一下黑了 秦师兄 突然有人喊她 秦玉一转身 便看到某个熟悉的女人 带着某只熟悉的大肥猫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自己 和自己的猫脱口而出 你的猫还送人吗 秦玉的脸彻底黑了 这女人还没死心 第245章 协议 姜瑞叔带江大局来洗澡 顺便来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小猫 没想到遇到了秦玉和她的猫 秦玉的脸色很难看 姜瑞叔一看 就知道她误会了 自己也有点唐突 不过说都说出来了 干脆说清楚 她走上前来 看了看三只小猫球 把路南的情况跟她说了说 大概就是这样 那孩子脾气很好 喜欢猫咪 家里条件也好 就是我们的邻居 如果你还有一项送养小猫的话 我想她很符合你的要求 秦玉要求高 其实她能理解 自己亲自养大的小猫 多多少少有点感情 猫妈妈过得好 当然也希望小猫能过得一样好 但她要求太高 要找个合适的猫主人不容易 当然 这么高要求 可能也是她的托词 为了拒绝她 秦玉的脸色好了些 但没有直接回答 我考虑考虑 姜瑞叔点头 愿意考虑就好 那你考虑好跟我说 我带路南去见见你和小猫 最后合不合适 由你决定 这才像人话 秦玉嗡了声 带着墨玉和三只小猫离开了 她的考虑很快 第二天就给姜瑞叔消息 让她带路南去看小猫 姜瑞叔开心地去路家找路南 姜小姐来了 林阿姨已经提前接到姜瑞叔的电话 知道她会过来 很快就出来迎接她 路南呢 在里面 林阿姨笑道 我去叫她 一直在等你呢 过了一会儿 四头身小 不点蹦蹦跳跳地跑出来 冲到姜瑞叔面前 姜姐姐 姜瑞叔蹲下来跟她平视 一会儿我们去看小猫 不过小猫喜欢你才能跟你走 嗯嗯 路南用力点头 姜瑞叔把手掌摊开 路南乖巧地把自己的小手交给她 走吧 看小猫去 到陌生人的家里 路南有些紧张 但一想到能见到小猫 还能带走喜欢的小猫 就开心了什么都顾不上了 三人来到秦玉家的时候 秦玉正在客厅等候 她今天也不知是刚回来 还是准备出去 穿的是很正式的衬衫西裤 叫他们三个穿的 相对随意的访客 感到自己的着装 有点失礼了 路南张大了眼睛 小声问 姜姐姐 她就是小猫猫的主人吗 姜瑞叔微微一笑 是呢 叫人 秦叔叔 路南有点害羞地喊了声 秦玉 为什么她是姐姐 我是叔叔 姜瑞叔看她神情便知道怎么回事 忍不住有些好笑 其实不是秦玉显老 只是她这身打扮 就跟路南幼儿园同学的爸爸一样 可不就叫叔叔吗 叔叔 我可以看看小猫吗 路南红着脸问 她真是个很容易害羞的孩子 秦玉自然不会跟一个小孩计较 转身带他们去猫咪的房间 小猫逐渐长大 墨玉也不在每时每刻都陪着他们 偶尔会离开一会儿 但很快就回来 他们推开门的时候 墨玉正好不在 三只小猫正在嬉戏玩闹 发觉有陌生人到来 有点紧张地往后退 很快就被秦玉逮到了一块 装在猫窝里 懵懂地看着其他人 路南凑过去 看着三只毛茸茸的小猫 每一只都很喜欢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三只小猫喵喵叫着 不时也在打量他们 似乎很疑惑 今天怎么有这么多陌生人来家里 我可以摸他们吗 路南眼巴巴地望着秦玉 秦玉点了点头 当心他们恼你 我轻轻地 路南保证 随后小心翼翼伸出手 先摸了摸黄花梨 他一眼就看中了这只小猫 因为他跟大局很像 都是黄猫猫 以后说不定跟将大局一样 跟他玩呢 但是黄花梨不乐意陌生人摸脑袋 扭头爬到了里面 路南有点失望 看着喵喵叫的小猫 伸手摸小灰猫 小灰猫倒是让他摸 毛茸茸的触感 让他忍不住裂开嘴 开心爬上眼睛 小猫真的好好摸啊 但小灰猫也不怎么搭理他 感觉懒洋洋的 谁摸都无所谓 路南接着又摸了摸小黑猫 毛色不一样 摸起来感觉也有点不同 小黑猫的毛 没有小灰猫那么长 更像猫妈妈 但他还是更喜欢黄花梨 目光不由投向最里面的黄花梨 突然 路南张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小黑猫 他 怎么了 姜瑞叔连忙问 路南还沉浸在刚才的感觉中 接着又哆嗦了一下 整个人都梦幻了 又 又被舔了 小猫猫舔他的掌心了 路南瞪圆了眼睛 看着小黑猫 小黑猫甩甩尾巴 喵 这回姜瑞叔看清楚了 不由孝道 看来他喜欢你 路南回过神来 看着小黑猫 发觉小黑猫的眼睛是古铜色的 澄澄透亮特别好看 一瞬间 他像是戴上了滤镜 觉得小黑猫太好看了那我 我可以要他吗 路南指着小黑猫 回头看着秦玉 结结巴巴巴地问 秦玉的心情不是很好 虽然他答应了 让小孩过来看猫 也有了准备送猫出去 但是真正到了小猫 被挑走的时候 他便不开心了 但话已经放出去 他确定自己并不想养 数量大于一只的猫 现在遇到合适的猫主人 他自然不会反悔 可以 路南的眼睛瞬间明亮 谢谢秦叔叔 不急 秦玉说了这两个字 转身拿来一份协议 领养之前 需要签这份协议 江瑞叔拿过协议看了看 里面规定了一些 要给小猫稳定安全的环境 不得虐待小猫 如果违反要求 无条件返还小猫等等要求 要求都不过分 这样的领养协议 虽然不大好落实 但也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力 只不过 路南还是孩子 恐怕签不了这份协议 秦玉看向 跟在路南身后的林阿姨 江瑞叔道 这是路南家 请来照顾路南的林阿姨 没有监护权利 秦玉看她 那她的监护人 江瑞叔没想到她 还要签协议 无奈到 他们恐怕不会 为了一只猫签这样的协议 秦玉的脸色 顿时冷了些许 第246章 你帅 你说了算 路南没有完全听懂 他们的对话 但大概意思还是懂了 秦叔叔似乎要爸爸妈妈签字 保证他会照顾好小猫 才会把小猫给他 秦叔叔 秦叔叔是担心 他照顾不好小猫猫吗 可是爸爸妈妈 平时都不管他 连学校的各种通知 都是林阿姨带签的 才不会为了一只小猫猫 帮他签字 他握紧小拳头 鼓起勇气 小声道 叔叔 我可以签吗 僵持的江瑞叔和秦玉 同时看向他 我 我保证会对小猫猫好好的 我不会撒谎的 他紧张的脸都红了 小拳头紧握着 恨不得马上证明自己 江瑞叔将目光投向秦玉 见他看着路南没开口 心里有些无奈 一个讲原则的律师 有时候也挺头疼 如果 可以 秦玉突然开口 江瑞叔想说 如果一定需要监护人签字 他回头 争取到签字再来 虽然秦玉要求的这些权力很小 很多人都不当一回事 但当一回事的人 就应该得到尊重 没想到秦玉愿意 事先我要说清楚 如果我发现 你的小猫不好 或者无法照顾他 我会把小猫带回来 秦玉蹲下身 眸光锋利 我是律师 专门给说话不算话的人找麻烦 所以你答应了做不到 我会找你的麻烦 你爸爸妈妈也帮不了你 你只有一点身份 江瑞叔嘴角抽抽 竟然拿身份吓唬小孩 也真是够了 秦玉抬眸看他 这是避免事后纠纷 行吧 你帅你说了算 路南有点被吓到 但还是勇敢地点了点头 我东西看不懂 虽然签字也没有法律效力 但未免小孩家长回头找查 这协议还是要先由陆家大人看过 林阿姨也不是很懂法律方面的事 但协议写得简单明了 没有过分要求 念了几遍 也没什么文字陷阱 确定没问题后 江瑞叔将协议内容 一句句念给路南听 听不懂的地方 掰碎了解释给他听 直到他听懂 最后说 这应该是你人生第一份 亲自签字的协议 希望你能遵守 做一个守信的人 路南点点头 拿起笔 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瑞叔鼓励地摸摸他的头 小家伙一脸期待地看着秦玉 秦玉看了看签字 淡淡嗡了声 可以了 小猫是你的了 路南却跃的伸手抱起小黑猫 小黑猫不怕声 喵喵地冲他叫 叫得他觉得自己的心要化了 又觉得自己的心 像一只唱歌的小鸟要跳出来 好开心 跟小猫玩了一会儿 路南突然问 秦叔说 小猫猫有名字吗 秦玉抿着唇角 没有 你可以给他起个名字 小猫猫的妈妈叫什么 墨玉 墨水的墨 玉石的玉 路南不是很懂这两个字组合的含义 但这两个字他都会写 也知道分开的意思 煞有歧视地点点头 问 那猫妈妈姓墨是吗 其实 墨玉是一个名 没有姓氏 秦玉懒得解释 淡淡地恩了声 那小猫猫就叫墨小南吧 她跟妈妈姓 用我的名字黑黑 路南害羞地红了脸 她很喜欢小猫 便下意识地 把自己的名字给了小猫 秦玉恩了声 好好照顾她 又不懂可以问你江姐姐 姜瑞叔听她前半句话 还以为她要说不懂可以问她 结果是 把锅推给她 不由失效 嗯 小猫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路南用力点头 我一定会照顾好墨小南的 林阿姨礼貌地压了一个红包 虽然秦玉说是 送养小猫 但按照规矩 多少要给猫主人一个红包 秦玉也知道这个规矩 没有反对 临走前 姜瑞叔回头看着秦玉 由衷说了句 谢谢 路南很喜欢小猫 我还没见过她这么开心 不谢 她语气和脸色都淡淡的 姜瑞叔微微一笑 路南会照顾好小猫 不放心的话 以后你可以定时回访 秦玉恩了声 表示自己不会放弃回访的权利 看着路南欢快的背影 姜瑞叔会心笑了笑 希望这孩子有了小猫以后 不再像以前那么孤单 童年有时候 真的很孤单呢 有了小猫后 路南明显活泼了很多 话也多了 甚至有点像话牢进化的趋势 每天下班后 或发信息 跟她说小猫今天怎么样 交流养猫 心得因为小猫 她跟同学的交流也多了 还准备周末请同学到家里跟小猫玩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林阿姨特地上门感谢姜瑞叔 路南以前不爱说话 一度被怀疑是不是有自闭症 但其实路南就是太孤单了 爸爸妈妈经常不在家 家长会也从来不出席 小孩难免自卑 小猫让她有了玩伴 还学会了照顾小动物 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责任感 跟同龄人也有了话题 整天快乐地像只小鸟 但是谁也没想到 没到周末 路南的这份快乐就被打破了 这天 江瑞叔还没下班 就接到路南的电话 还没说话 就先哭了出来 路南 江瑞叔听他哭得快喘不过气来 不由心头一跳 感觉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 路南一直哭 根本说不出话 江瑞叔担心他出事 连忙问 你是不是在家 路南呜呜地应了两声 江瑞叔稍稍放下了心 在家就好 林阿姨在吗 在的话 把电话给林阿姨 路南只是哭 江瑞叔没办法 不知道路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路南在家说明没有危险 安全不用担心 可他自己又说不清什么事 哭成这样大概也不是小事 江瑞叔只好说 我现在回去找你 你不要乱跑 有事找林阿姨 或者再给我打电话 知道吗 挂了电话 他给钱青浩打了个电话 抱歉 今天有事 没法跟你示范 钱青浩听他语气很急 忙问道 需要帮忙吗 不用 回头我再给你电话 钱青浩心中失望 但还是说道 好 你注意安全 还有十几分钟下班 手上没有要紧的事处理 江瑞叔打了声招呼 便提前走了 还没到高峰期 江瑞叔开得快 三十多分钟 便回到了凯旋公馆 第247章 意义不一样 江瑞叔按了门铃 开门的是林阿姨 路南打电话给我一直哭 也不说发生了什么事 我有点担心他 他解释自己上门的理由 林阿姨叹气 小猫没了 江瑞叔愣住 怎么没了 林阿姨往里面看了看 低声道 今天路南亲戚过来 他表姐抱走了小猫 这什么亲戚 抢一个小孩的东西 江瑞叔眉心紧促 不能要回来 路南爸爸妈妈不管吗 林阿姨摇头 路南闹得厉害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说小猫死了 哭得差点晕过去 江瑞叔完全愣住了 怀疑自己听错了 死了 那姑娘性格不大好 很霸道 一点都不讲究 说着林阿姨突然意识到 背地里说主人家的坏话不好 及时止住了 又到路南爸爸说 明天带一只新的小猫回来 应该会好些吧 可是新的小猫 能代替原来那只吗 没有谁比江瑞叔更清楚 路南有多喜欢莫小男 那是他的第一只宠物 也是他的玩伴 意义不一样 再者 一只活生生的小猫 一天不到就突然死去 如果不是借口不还小猫 就是故意杀死的 愤怒油然而生 江瑞叔没有表露出来 问道 怎么死的 林阿姨摇头 就说是死了 其他不清楚 不清楚 路南怎么知道小猫死了 路先生打电话回来也说死了 应该是确定过了吧 江瑞叔眉心微醋 那方便我看看路南吗 家里有点乱 林阿姨委婉道 江瑞叔懂了 现在不方便拜访 那回头 我再来看路南 林阿姨到了生歉 便关上了门 江瑞叔抬头看了看 小别墅二楼紧闭的窗户 路南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情况不大好 可林阿姨说 家里不方便 拒绝他见路南 林阿姨说不清楚 小猫怎么死的 也不知道究竟是真的 还是为了路家面子找的托词 只是 小猫真的出事了 江瑞叔抿着唇角 先给路南发了条信息 说自己现在没法去看他 让他不要太伤心 发完信息 他离开路家 想了想往秦玉家走去 但按了门铃 没人开门 想是还没回来 于是 他给秦玉发了条短信 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彼时 秦玉刚结束一个委托人的见面 发觉手机震动了一下 点开发现是江瑞叔的短信 直接打电话过去 半小时后 秦玉回到凯旋公馆 车直接开到江家 语气冰冷 什么意思 江瑞叔把来龙去脉告诉他 抱歉 我没想到 小猫送给路南是他牵线 虽然不是路南出岔子 可小猫终究是发生了不幸 这是多多少少 他也有点责任 真的死了 他问 江瑞叔沉重地点点头 怎么死的 没说 秦玉点点头 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你给谁电话 江瑞叔觉得他不会就此做吧 陆家 协议上有陆家的电话 当初为了方便他上门回访填上去的 现在派上了用场 电话很快接通 那头是个中年女婴 你好 请问哪位 秦玉一听 就听出了林阿姨的声音 我是秦玉 请问陆先生是否在家 秦先生 林阿姨马上想起了他是谁 声音顿了顿 陆先生现在不在家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那么能否告知我其他联系方式 秦先生 你有什么事可以先跟我说 我帮你转达给陆先生 这是不想告诉他秦玉继续道 听说我赠予陆南的猫 遭遇不幸突然身亡 我需要了解详细情况 如果你能告诉我也可以 这 林阿姨顿了顿 秦先生 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么谁清楚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 我也不知道陆先生倒清不清楚 但是陆先生很忙 一时半会儿 可能没时间处理这件事 要不这样吧 我先问问陆先生 回头再告诉你 秦玉双眸微微咪了咪 换了个要求 我能不能见见陆南 恐怕不行 林阿姨为难道 陆南现在状态不大好 暂时不方便会客 那什么时候可以见 这是你的手机号码吧 回头方便的时候 我再给你打电话 秦玉的脸色沉浸如水 但江瑞叔感觉 他快要到爆发的边缘 虽然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什么 但听他连番提要求 估计那头都拒绝了 陆南不让见 陆南家长也拒绝沟通 大概只有两个原因 一是陆南家长 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二是 小猫真的死了 很可能是人为的 秦玉异常冷静 握着手机 说 好 果断挂了电话 你什么打算 江瑞叔觉得 他不会就此作罢 心里有点担心 怕他责怪陆南 弄清楚全部再看 江瑞叔点点头 诚恳道 我也会想办法弄清楚这件事 如果你知道了什么 麻烦告诉我 我希望也能帮上点忙 秦玉嗡了声 转身开车离去 秦先生刚才来事汹汹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范阿姨看着迅速离开的秦玉 不由问道 没有 只是谈点事 江瑞叔摇摇头 江大局似乎觉察铲使官心情不好 甩着尾巴走到江瑞叔脚下 用柔软的身体蹭了蹭他 抬起头瞄了声 江瑞叔一把捞起大毛球 放在腿上 轻轻顺他的毛 他不由想起 前两天还见到的小猫 那是一只活泼好奇又热情的小眉球 很招人喜欢 陆南满怀期待地设想了 有猫猫的未来如何如何 还说以后他的孩子要跟猫猫的孩子玩 江瑞叔都不忍告诉他 猫咪的寿命只有十几年 等他长大 莫小南大概也到生命的尾声了 可是现在 没等陆南长大 他就永远离开了 他心里忍不住担心 陆南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他又发了条信息给陆南 问他怎么样了 但陆南一直没回复 到了晚上 他忍不住打了陆家的电话 是林阿姨接的电话 说陆南现在不哭了 但精神还是不大好 就在他准备睡觉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陆南打来的电话 第248章 照片 陆南 江瑞叔轻轻叫了声 江姐姐 陆南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 莫小南舌污 我 没保护好 江瑞叔听得心揪 柔声安慰到陆南 这不是你的错 莫小南不会怪你的 我们也不会怪你 我 陆南忍不住哭 江瑞叔柔声安慰了一会儿 他还是止不住哭 巨大的愧疚 几乎将他淹没 快要喘不过气来 江瑞叔轻声道 你先告诉姐姐 发生了什么事 姐姐才知道 怎么帮助你 表姐 是表姐 陆南翻来覆去 只说是表姐 江瑞叔没指望这么小的孩子 能把事情完整陈述 便引导着询问 陆南说得磕磕绊绊 江瑞叔连懵带猜 整理出了事情经过 今天上午 陆南表姐到家里来玩 陆南开心又得意地 跟表姐炫耀自己的小猫 谁知道表姐看到小猫后 说很喜欢 让陆南送给她 陆南当然不愿意 表姐就说 拿别的东西跟她换 陆南死活不答应 陆南表姐很快就走了 但是她离开之后 陆南发现小猫不见了 急得到处找 是林阿姨想起 陆南表姐走的时候 有点不对劲 打电话过去问 陆南表姐就承认了 是她带走了小猫 说自己有用 陆南知道 是她带走了小猫 马上给她打电话过去要小猫 可她直接说小猫已经没了 陆南不相信小猫 闹着就是要她还小猫 陆南表姐被闹得不耐烦 给她发了一张照片 陆南这才信了 江瑞书觉察她语气有些异样 似乎被吓到了 小心翼翼问道 什么照片 猫猫很多血 江瑞书眉心拧起来 能把照片发给我吗 我知道是墨小南 我知道是他 陆南说着 没忍住哭起来 陆南乖 别哭 可以先把照片发给我吗 我看看 能不能把墨小南找回来 陆南抽抽答答的应了声 挂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 江瑞书手机响了声 是陆南发来的照片 江瑞书同人猛的一缩 照片里 一只黑色的小猫 躺在一滩鲜血里 皮毛凌乱 沾上了污血 四肢被折断 这还不是最残忍的 最残忍的是 她的整个脑袋被踩烂 变成了扁的 江瑞书的眼睛 一下子红了 愤怒油然而生 虐猫 小猫是被虐待死的 她完全能想象 小猫临死前 遭遇过怎样 惨绝人寰的虐待 可是她太小了 根本无法反抗 庞然大物的人类 最终在悲戏的哀鸣中 在痛苦死去 凶手简直灭绝人性 难怪陆南那么难过 这么小的孩子 对死亡根本没有概念 你告诉她这个词的含义 她也不一定能体会 可是陆南现在明白了 是血淋淋 是面无全非 是支离破碎 是永远失去 是再也听不到 心爱的小猫喵喵叫 这个连大人都害怕的是 就这么猙獰 展现在她面前 扎进她的心里 江瑞叔咬牙 恨不得马上让凶手接受制裁 但是很快 她就让自己平静下来 重新分析这件事 小猫唇黑 没有其他明显特点 虽然陆南说 她知道是墨小男 但也不排除陆南表姐 拿别的照片 吓唬陆南 不过陆南爸爸也说 小猫死了 一只小猫而已 陆南爸爸不至于骗陆南 所以小猫应该是真的死了 但也不排除小概率 陆南爸爸嫌麻烦 不想跟亲戚计较 放弃追回小猫 觉得给陆南 重新买一只猫更方便 江瑞叔更倾向于前者 如果小猫 真的是陆南表姐虐待而死的 那么她很可能 是一个虐猫爱好者 带走墨小男 就是为了虐死杀死取乐 行为上属于故意的 这事不管怎么样 必须有个交代 她先打开电脑 先搜索了一下相关资料 有了大概的了解后 换了身衣服 裹上风衣 下楼出了门 范阿姨听到动静 打开卧室门 没见到人影 便上楼敲江瑞叔的门 瑞叔 发现没人影 门也没锁 范阿姨轻轻一推 里面没人 这孩子大半夜 跑出去做什么 范阿姨嘀咕了一声 想到她先前说的追求者 顿时眼睛一亮 难道约会去了 秦玉原本不让猫咪进卧室 但送了一只小猫出去后 墨玉到处找小猫 她的卧室随之解了尽 不过找了几天后 墨玉大概知道 孩子已经离开 不再寻找 但秦玉卧室 作为新打下的领地 墨玉每天都会进来巡视 今天晚上 也不知道是墨玉感觉到了 主人心情不好 还是有所感应 待在秦玉卧室里没走 盘成一团 跟秦玉相对无言 秦玉伸手摸了摸她 抱歉 墨玉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睛 看着她 看不出悲喜 两只小猫喵喵叫着 想跳上窗台 但是他们还太小 没有那么强的弹跳力 着急的在旁边喵喵叫 秦玉一把捞起他们 两只小家伙找到妈妈 喵喵叫着蹭过去 墨玉舔舔这只 舔舔那只 一派温馨甜蜜 秦玉默然看着他们 一时无言 零零零 门铃突然响起 秦玉往窗外望去 透过沉沉的夜色 昏黄的路灯下 姜瑞书一个人 站在外面按门铃 姜瑞书大概看到了她 宠她挥了挥手 她大半夜过来做什么 秦玉眉心微醋 还是起身下楼 过了一会儿 姜瑞书走进来 她裹了一件米色风衣 里面穿的是一条 浅蓝色长裙 旗舰的直发 自然散落肩头 也不知外面风大 还是没有 头顶有些凌乱 清秀的脸孔素面朝天 皮肤白得有些黄眼 看着深夜来访的姜瑞书 秦玉语气清淡 什么事 抱歉 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姜瑞书见她穿着睡袍 估计已经躺下 可这件事 她觉得需要第一时间告诉她 所以不顾深夜贸然前来 秦玉让她做 有事就说吧 是小猫的事 陆南给我打了电话 第249章 登门拜访 秦玉狐疑地接过手机 目光落到屏幕上的一瞬 陡然风锐 这张照片 是陆南表姐发给陆南的 告诉她 小猫已经死了 陆南说 这就是墨小男 姜瑞书长话短说 她知道秦玉一听就懂 猫是她表姐杀的 秦玉的声音带着冷意 很大概率是 如果陆南表姐没有同伴的话 虐猫爱好者 有可能 对方个人信息 暂时没有 秦玉看着照片 眸中深沉似水 手指轻轻点了下 将照片转发给自己 随后还给姜瑞书 我知道了 你可以回去了 姜瑞书看她心情不大好 也不多打扰 道 我明天会去看看陆南 了解更多信息 到时候再告诉你 不必 我自己就可以 还是让我跟你一起吧 我是中间人 这件事多少 跟我有关 我有权利 也有必要弄清楚整件事 秦玉不治可否 看着她说了声 稍等 姜瑞书以为她还有话没说完 却见她上楼换了身衣服 戴上钥匙 走吧 这是要送她回去 姜瑞书心头微暖 摇了摇头 就几步路 我自己可以回去 秦玉没礼 示意她走 姜瑞书见她坚持 便也不再拒绝 晚风夹带着深秋的寒衣迎面吹来 姜瑞书打了个喷嚏 连忙拢了拢衣领 将自己裹在风衣里 这才感觉到温度不再流失 秦玉瞥眼她一眼 跟她换了个位置 风从四面吹来 但她声的高大多多 少少挡了点风 聊胜于无 姜瑞书不由瞧了她一眼 这人不张嘴的时候 还是能赚取好感度的 周围一片漆黑 只要一路的路灯亮着 灯光将他们的影子拉长 四周悄然无声 只有两人的脚步声 让姜瑞书有一种 这世界只有他们俩的感觉 她酝酿着话题 在远远看到自家大门的时候 终于缓缓开了口 这件事我很抱歉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 尽管跟我说 能弥补的 我一定会尽量弥补 没必要 她声音冷淡 你可以想好再跟我说 照你这么说 我也有责任 不应该把猫送出去 姜瑞书摇了摇头 想起小猫惨死的模样 心里仍有些不好受 责任不在你 也不在路南 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 发生这件事 可毕竟是我牵线你 才会把小猫给路南 不做点什么 我过意不去 不需要 也没兴趣 她说 你真过意不去 等我向投诉物业的时候 麻烦将法官附会 你要向投诉物业 禁止将有暴力倾向的人 放进来 凯旋公馆 需要经过相关业主允许 并实名登记才能进入 但其他业主投诉的话 上了黑名单 就不能再进入 路南表姐应该不是经常来 来这里 也不会给其他业主 造成什么危害 但不让她进来 也算是一种权力的剥夺 多多少少能隔应到她 这么无关紧要的是 看来秦玉是真的 不需要她做什么 姜瑞书恩了声 明天我就跟物业投诉 两人说话间到了姜家 秦玉站在树影下 没在向前 用眼神示意她进去 姜瑞说 我到了 你回去吧 秦玉没说什么 转身走进夜色里 但她没有马上回去 进入围游向保安部提出了投诉 随后带着路家的登记信息离开 第二天 姜瑞书联系她的时候 她表示要上路家拜访 她拜访的时间很早 姜瑞书早餐都没吃 就感到路家 在大门外遇到了她 因为上门拜访 她穿得很正式 西装革履大油头 每一根头发都服服贴贴 衣服没有一丝褶皱 腕上带着一块黄金明表 连袖扣都是钻石的 很是气派 姜瑞书觉得 她不像是上门拜访 更像是上门找茶 你怎么知道 路先生在家 秦玉抬手按了路家的门铃 问他 没说问谁 姜瑞书也不知道 她怎么问的 又道 这么早上门 会不会有点失礼 看到别墅里有人走出来 她嘴里吐出一句 晚了人就跑了 这是什么形容 姜瑞书越发觉得 她是上门找茶 这时 林阿姨已经走过来 看到两人感到很惊讶 姜小姐 秦先生 你们这么早 贸然登门很抱歉 但我必须跟路先生谈谈 林阿姨更惊讶于 她怎么知道路先生回家 但主人家早有吩咐 她面露难色 现在恐怕不大方 那么我接下来要做的事 可能会冒犯到贵妇 秦玉打断她的话 姜瑞书不由侧目 但她连个余光都不给她 林阿姨脸色一僵 您这话是 不如你再问问路先生 林阿姨怕她真的有要紧事 强硬拒绝引起她的报复 住这里的人 都有一定社会地位 真要叫真找麻烦路先生 肯定是不希望的 何况她还是个律师 只好道 那先请两位稍等片刻 过了一会儿 林阿姨再次回来 请两人进去 陆家也是两层的别墅 但姜瑞书感觉 秦玉那栋别墅是冷清 但她本人就是这样的气质 没让人感觉违和 可陆家的别墅 明明装修得很满当 却让人感觉空荡荡的 没什么人气 林阿姨请两人先坐下 随后上了热茶 请两人稍作片刻 客厅里还遗留着小猫的玩具 但路南和小猫都不见踪影 姜瑞书不免有些触景生情 问道 路南呢 林阿姨礼貌地轻声道 还没起呢 意思是 他们来得太早了 姜瑞书微微笑道 他昨天肯定哭累了 多睡点比较好 林阿姨碰到一颗软钉子 勉强笑笑 借口自己要做早餐 转身去了厨房 等了几分钟 楼上传来动静 姜瑞书和秦玉同时看去 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穿着便装从楼上走下来 男人五官端正 跟路南有几分相似 身材颇为挺拔 散发着成熟稳重 和上位者的气质 正处在一个男人的黄金时期 看到姜瑞书和秦玉两人 男人脸上扬起礼貌的笑容 听说两位是这里的邻居 第二百五十章 这很秦玉 姜瑞书和秦玉起身 分别跟他握手 路先生 姜瑞书 秦玉 两人分别自我介绍 路先生示意两人坐下 客气地问道 两位来这里有什么事 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装不知道 姜瑞书和秦玉相识了一眼 觉得这位路先生 可能在拿桥 昨天林阿姨不想让他们拜访 今天仍然如此 很明显是得了主人家的吩咐 要说第一次见面 不认识他们还可以 但知道他们是谁之后 还表现的什么都不知道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姜瑞书先开了口 是这样的 路先生应该知道 路南养了一只猫 知道 听说是别人送的 前段时间 路南跟我说 想养一只猫 正好秦先生 家里有小猫要送养 于是我就牵线让秦先生 送了一只小猫给路南 同时做了一些约定 路南保证会好好照顾小猫 但是昨天小猫惨死 我和秦先生 想要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姜瑞书把事情说得清楚 路先生不能再装不知道 无奈地贪手 道 原来是你们送的猫 虽然现在说 谢谢有点迟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们 不过最近我都不在家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 没法告诉你们详细情况 路南已经告诉我 昨天他表姐到家里来 带走并杀死了小猫 丽丽这孩子有点霸道 大概是他太喜欢那只猫 才会带走吧 但要说杀死就不对了 只是发生了意外 路南很伤心 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告状 要是他说了什么 还请你们别在意 小孩子有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的说辞 跟路南有出入 如果没有那张照片 这么说 他们也没法辨别 究竟是故意还是意外 但是现在 这位路先生 显然不愿意 让外人掺和这件事 我们也很希望是意外 但是 路南表姐亲自证实了 猫是被他故意弄死的 将瑞书解开屏幕锁 将那张照片对着路先生 这张照片是路南表姐发的 这样的死亡 实在无法说是意外 血淋淋的画面 让人看一眼就感到不是 路先生脸上的笑顿时僵住 江小姐怎么有这样的照片 可别拿网上的照片 跟我开玩笑 听他还不愿意承认 姜瑞书眼里有些悲戏 为了路南 路南说是表姐发给他的 照片里这只猫 就是他的小猫 路先生没想到 是儿子给的照片 他听家里的保姆说了这件事 只知道个大概的来龙去脉 是谢莉莉带走了猫 路南哭着闹着要那只猫 结果那猫死了 他没有去想怎么死的 不知道谢莉莉是这么弄死猫的 照片吓唬路南 实在太过分了 回头要好好教训 教训才行 但是教训也是他的事 让旁人掺和就不行了 猫都送给了路南 处理权就给了路南 这两人跑上门来 也是有点可笑 但想到他们都是凯旋公馆的邻居 家里肯定不差 他不愿结仇 只是态度稍微冷淡了些 这黑猫都一个样子 我可分不出来 到底是不是那只猫 说不定是路南表姐 吓唬路南故意找的照片 路先生分不出来 我分得出 这就是我的猫 秦玉看着他 语气平静 哼 秦先生说是我也没法反驳 但就算是又怎么样 猫已经死了 如果秦先生想要赔偿 我不介意弥补一二 路先生开始怀疑 他们上门是为了谋取好处 态度越发冷淡 路先生知道 虐血动物爱好者吗 秦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突然问了一个 看似不相关的问题 路先生皱起眉头 秦先生想说什么就直说 虐血动物爱好者 喜欢以虐血动物取乐 比如摔死仓鼠 用高跟鞋踩死猫 在动物痛苦的惨叫和挣扎中 获得快感 秦玉说 路南表姐就是这类人 他们开始虐血 第一只动物后 就不会再停下 手上沾满无数生命和鲜血 直到某天 完全变成一个变态 路先生不觉得 这种人应该受到惩罚吗 路先生的脸色冷了两度 嘲笑道 秦先生仅凭一张照片 就断定 我外甥女是这什么虐血爱好者 这也太可笑了点 秦先生以为你自己是法官吗 还铁口断案 我不是法官 他是 秦玉目光转向江瑞书 路先生惊讶 竟然还真有法官 江瑞书营业微笑 我是C区民二庭的法官 不过 我这次不是以法官身份过来的 路先生不用紧张 不过 秦先生不是法官 但他是律师 路先生刚落下的心 顿时又提了起来 已然明白 对方不想善了 直接问道 所以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没等江瑞书说话 秦玉先开了口 我想以路南的名义 起诉行凶者 什么 秦玉从包里 取出一份授权委托书 推到路先生面前 由于路南是未成年人 需要监护人授权 路先生在这里签字即可 他指了个空白处 又说 当然 不需要路先生付任何费用 江瑞书不由侧目 他以为只是 先了解情况 没想到他要直接起诉行凶者 连委托书都带来了 可以 这很秦玉 路先生撇了眼委托书 脸上的和气彻底淡去 一只猫而已 秦先生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秦玉又从包里取出一份协议 路南领养猫的时候 向我保证 他会照顾好猫 但是就半个月 我的猫就死了 被一个活生生踩死 路先生下意识警惕 拿起协议慢慢看了起来 看到最后 呵呵笑了起来 路南一个小孩子 懂什么 他做不了主 签字也没用 从法律上说 这份协议的确是无效的 但这是路南人生 第一份亲笔签署的协议 他保证过会履行协议内容 路先生想让他从小 做一个言而无信的小王八蛋 你猜王八蛋 你全家王八蛋 路先生觉得他在骂自己 呵呵冷笑 小孩子哪懂这些 小孩子签字 没有法律效力 连我这个不怎么懂法的人都知道 秦先生大张旗鼓的 拿这么一份协议出来 让路南一个小孩子履行义务 哈哈 真叫人有点怀疑 秦律师的职业能力 第251章 还有一招 秦律的脸色很平静 仿佛没听懂他的讽刺 江瑞书却知道 他拿这份协议出来 并不是想从法律上 要求路南履行协议内容 而是给路南履行承诺的机会 因为让路南签署这份协议的本意 也不是通过法律约束路南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这其实是一次很宝贵的人格培养机会 可是路南爸爸并不这么想 他感到很遗憾 仍然希望路先生能让路南践行诺言 路先生 对于孩子来说 信守承诺 跟是否有法律效力无关 这是种宝贵的品质 路先生看着他 呵呵笑道 真是感谢你们 为路南这么考虑 不过两位非亲非故 孩子的教育问题 就不用两位操心了 至于莉莉那孩子 我也很生气 他没轻重 但他也还是个孩子 教训教训改正错误就行了 我们普通人家 没有动不动就打官司的习惯 两位如果没有别的事就先回吧 我还事情要忙 姜瑞书一听就知道是托词 现在成型的公司 大多都有法务部 再不然也有法律顾问 而且越是大公司 越跟律师打交道多 像路先生这样的老总 不可能没跟律师打过交道 那么不多打扰 如果路先生改变主意 随时可以跟我联系 见谈不下去 情欲毫不拖泥带水 果断结束谈话 陆先生文言脸色好了些 呵呵一笑 大方帝伸手跟情欲握了握 就见情欲十分礼貌地握住他的手 道 不过十九岁的孩子 已经可以负完全行事责任 如果家长不教做人 社会会教 陆先生脸色一变 什么意思 陆先生有兴趣 可以上网搜一下 Lily虐猫 情欲提起包 汉手示意别过 再会 姜瑞书看了看陆先生难看的脸色 跟上情欲的脚步 离开了陆家 Lily虐猫跟陆南表姐有关 从情欲知道陆先生在家 到突然提出起诉陆南表姐 再到这个Lily虐猫 显然中间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信息 他怀疑他昨晚就开始抄底调查行凶者 谢莉莉 十九岁 本地人 就读C院广电系 直播平台账号Lily 昨天上午十一点 从凯旋公馆带走一只黑猫 下午两点左右 以虐血的方式杀死这只黑猫 虐血视频售价八千元 情欲一边走一边陈述行凶者的信息 语气平静到冷酷 江瑞书脚步一顿 售价 这是一个定制视频 买家指定杀死一只黑猫 八千块包括购买道具 剧本 拍摄 情欲看着他 说出一句让人心里发寒的话 墨小南就是这个道具 江瑞书同人微微一缩 谢莉莉已贩卖虐血视频 获取收益 是 情欲一把推开陆家大门 文言回头看他了一眼 你知道 听说过 他脸色微沉 虐猫者在网上其实不罕见 还有更多虐待动物取乐的人 不仅仅喜欢虐猫 从这样碾碎生命的过程中 获得愉悦和快感 以前他就接到过 关于虐待动物的案子 一对父子因为关系不合吵架 儿子活生生打死了老父亲养的金毛 父亲很爱那条金毛 愤而起诉儿子 但是虐待动物这一点 法院无法认可 最终只能以侵权判定儿子的责任 因为 动物保护法 只保护野生动物 不保护宠物 虐待甚至虐血 非保护动物都不违法 江瑞书知道 他想起诉行凶者 但是陆南监护人不授权 那就不能以侵权起诉 仅仅是虐血动物 最多只能网络举报封平账号 行凶者本人不用负什么责任 传播血腥暴力视频 违反网络安全法 也可以入行 秦玉说出自己的打算 拿不到陆南监护人的授权 也无法抵挡他教训行凶者的脚步 这种钻法律控制的人渣 最应该用法律来制裁 这么快就有新方案 看来他早就打算好了 一招不成 还有一招 姜瑞书略做考虑 但是到入行的程度 需要考虑传播度 以及视频内容危害性 贩卖虐血动物视频 如你所言 是定制虐血 传播度不会很大 在定制和贩卖这一块 法律上也有没详细规定 有些社会问题 是随着社会发展 才逐渐形成 暴露出来 所以 法律是一直在变的 但法律的滞后性难以避免 于是总有人钻法律的空子 这些定制贩卖虐猫视频的人便是 而且 姜瑞书心里有些无奈 仅凭一个视频 报警 也只能让行凶者 被批评教育一顿 网上虐待动物者比比皆是 每次都闹得很大 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不是一个 秦玉推开自家大门 是几百个 姜瑞书倒吸冷气 几百个 他们有同好群 买家在里面下单 从摔死仓鼠 踩死猫狗 到牛羊包皮 可以指定虐筛方式 卖家也会定时发布一些 非定制视频 供同好者交流心得 最后四个字 秦玉语气冰冷 国内只是他们的一部分 虐筛动物视频 已经形成产业链远消国外 泄力里胆子大 什么动物都敢杀 入行一年 已经行业当红人物 姜瑞书皱起眉头 他只知道 有这个群体 不知道已经形成产业链远消国外 但是略一想便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 有名闻禁止虐待动物 有些地区国家的惩罚很重 不仅罚金巨大 量刑也很重 一般人不敢以身试法 但是国内还没有相关法律 虐待虐舍 非保护动物都不违法 重力之下 这个灰色地带繁荣起来 并不是意外 他感到了棘手 肩上的压力也更大了 不过 你曾哪里查到这么多信息 出入登记 出入登记 应该查不到这么多信息 秦玉皮笑肉不笑 好吧 这人肯定用了非常规手段 出入登记 只能知道姓名和车牌号 通过姓名和车牌号 查到个人信息 要么是车管所查的 要么是保险公司查的 再不然 就是报警后由公安机关查的 很显然他没有报警 车管所需要档案编号 那便剩下保险公司 在法庭上 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你也这么大 不让你知道就可以 你可以试试 姜瑞书目光警告 第252章 到公安局说吧 大家好 我是Lily 今天我们去花鸟市场探险 镜头里 谢莉莉装容精致 白T恤搭包屯裙 青春中带着性感 进入花鸟市场 鸟鸣 猫叫 全非各种叫声不绝于耳 十分热闹 大约是周末的缘故 市场里人很多 道路两旁 也占满了售卖猫猫狗狗兔子的卖家 各种小动物 被装在笼子里等人挑选 谢莉莉一会儿询问卖家 一会儿跟观众互动 大多数观众都认为 他在探索花鸟市场 唯有少数知道 他在挑选道具 于是便有人隐晦地问谢莉莉 看这么多猫猫狗狗 是不是下回要发猫狗视频 哈哈 你们太讨厌了 猫猫狗狗这么可爱 当然是 更有趣了 他做了个张手抓住的动作 但他指甲很长 全染成了黑色 握紧的动作很用力 看起来更像是要捏爆 观看视频的观众 心领神会 纷纷起哄 Lily现场来一个呗 哈哈哈哈 这里不行哦 会被封号的 他暗示观众加群 谢莉莉信息中的群号 就是那种同好群 江瑞叔拿着手机 听懂了谢莉莉的花外之音 扭头问情欲 情欲握着方向盘 一边找停车的地方 一边回答 是直播粉丝群 在粉丝群确定是同好之后 他才会拉进同好群 看来要进群听严格 不过也是 如果这么轻易 就能加同好群 谢莉莉应该早就被封停账号 谢莉莉在花鸟市场转了一圈 买了几条金鱼 马上就有热心观众发弹幕告诉他 养金鱼的诀窍 但紧接着就有一条弹幕说 没意思 金鱼的一般死法 不是摔死就是才死 玩不出什么话 前面那个摔死金鱼的 有毛病啊 神经病 谁买金鱼 拿来摔死才死的 雷雷是养不好小动物 但也不用这么骤人吧 这种人在网上喷这个喷那个 现实里肯定是个loser 很多观众骂那人 觉得他是那种 没事乱喷喷的键盘侠 但仅有少数人知道 那人说的是真话 谢莉莉买金鱼不是为了养 而是有人定制了杀金鱼的视频 见直播间里吵起来 谢莉莉连忙调和 大家不要吵了 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 可是再吵 我会难过的 不要吵了好不好 观众纷纷安慰他 弹幕恢复和谐 谢莉莉脸上露出笑容 你们支持我的小可爱 嗯 为了感谢大家 我来玩个大的吧 他这么一说 直播间里马上热闹起来 弹幕几乎刷屏 Lily要玩什么 真心话大冒险吧 谢莉莉歪着头 我现在找一个人要一样东西 大家说要什么好 弹幕迅速刷屏 有人说找个男人要皮带 有人说要内裤 有人说要安全套 越说越没节操 谢莉莉哥哥直笑 这可不行 这样吧 我找个男生要一个拥抱 哎呀 要是别人拒绝 你们要假装没看到 不然我好没面子哦 说吧 他抬头张望 突然目光一顿 Lily看到了什么 眼睛都直了 我去 那个男生好帅 谢莉莉挪不开目光 观众纷纷催促他 切一下镜头 谢莉莉从善如流 哇 好帅啊 我地天 这是哪来的神仙小哥哥 这真不是哪家出道的明星 有没有粉出来认领一下 只见路口站着一个 西装革履的男人 头发是散发着 精英范儿的大背头 五官惊艳绝伦 一米九的身高 在一群商贩中鹤立鸡群 挺刮的西裤 完美地展现了 他又长又直的大长腿 上午的阳光明媚灿烂 将他整个人都 染上了一层光韵 仿佛整个人都在发光 也不知是不是有所感 在谢莉莉看过去的一瞬 他也扭头看了过去 啊 帅哥看过来了 谢莉莉捂胸口 他一定是看到 Lily了 Lily快去搭讪 就找这个小哥哥要拥抱 快 简直是人间精品 世界归宝 Lily千万不要错过了 谢莉莉有一种 他在看自己的感觉 见粉丝催促 欣然答应 那我就找这个小哥哥要拥抱 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理我 他走上前 发现对方的目光 随着自己在移动 真的是在看自己 心里不由暗息 难道这位大帅哥 对自己有什么想法 你 谢莉莉 男人猪欲相激的声音 突然响起 一双深沉的眼眸 不错眼地看着他 谢莉莉惊讶 你认识我 天哪 小哥哥该不会是 Lily的粉丝吧 谢莉莉是 Lily真名 他知道 Lily真名 那应该不是粉丝 说不定是暗恋者啊 谢莉莉看到弹幕 心头雀跃 微微侧过脸 用自己最完美的侧脸对着他 我应该没见过你 你是 秦玉垂眸看着角柔造作的谢莉莉 雨声微凉 昨天上午十点 一访问凯旋公馆陆家 从一个六岁小孩手里 抢走一只小黑猫 谢莉莉脸色一变 你说什么 下午两点左右 你猜死了那只猫 谢莉莉没想到他竟然知道这么多 心里慌张起来 弹幕也一片震惊 什么叫才死了那只猫 才死 谢莉莉坚状不妙 连忙关掉直播 但是秦玉说得更快 你将虐血过程拍成视频 卖了八千块 观众听到这么一句后 直播断了 秦玉的话信息量太大 在观众中引起轩然大波 很快 各种猜测和质疑 从谢莉莉的直播间 蔓延到直播平台 并且逐渐向其他社交平台扩散 身处现场的谢莉莉 并不知道这些 她看着秦玉 突然意识到 对方可能是特地在这里等自己 你什么人啊 谢莉莉完全没有了搭讪的想法 心里只有戒备和恐慌 这个人怎么知道那么多 但是转念一想 难道她也是同好 那只猫现在在哪 秦玉问 你想干什么 谢莉莉狐疑地看着她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随随便便没有凭证 我可不认 你才死的那只猫 是我的 秦玉目光俯视 至于凭证 到公安局说吧 第253章 让你下地狱 秦玉已传播暴力血腥视频 举报了谢莉莉 她提供的证据很齐全 上百个谢莉莉 虐削动物的视频 无一部暴力血腥 另外还有虐待动物群的 各种视频分享截图 甚至秦玉当场给警察 看了群里的文件 谢莉莉直接被警方收押 面对大量确凿证据 谢莉莉无法反驳 但是经过短暂的慌张后 她便恢复了镇定 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会遭殃 秦玉走进拘留室 在谢莉莉对面坐下 谢莉莉抬起头 咬牙切齿 是你举报的我 说明你活该 谢莉莉气了的倒痒 不就是一只猫 至于吗 那是我的猫 你已经送给陆南 储之权不在你 你到底想做什么 秦玉看着她 那只猫现在在哪 谢莉莉吃笑 早就扔了 扔哪里 垃圾桶 谢莉莉看出 她想找那只猫 觉得她简直无法理解 猫早就死了 还找什么找 但这不妨碍她恶心秦玉 故意用很轻松的语气说道 昨天下午弄死之后就肢解了 扔到了公共垃圾桶 一个晚上过去 早就让垃圾车拉走了 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秦玉看着她 这个十九岁的女孩子 正值青春年少 年轻的面庞肆意张扬 可她手上已经沾染了 几百条动物的生命 早已变成一个 良心烂透的柜子手 你这个样子 就像一具高度仿佛的尸体 表面光鲜 内里烂透 连呼出的气都散发着俯仇 真叫人恶心 秦玉语气平静地陈述 谢丽丽怒目而是 你说谁呢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秦玉告知她 谢丽丽哼 一副有恃无恐的神情 懒洋洋的 听说你是一个律师 还是那种很有名的律师 是那什么大安律所的律师 哎呦 名头好大啊 我好害怕啊 说着她夸张地报警自己 可脸上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 见秦玉不接话 她说了刚才的做派 笑嘻嘻道 不知道大律师要怎么样对付我 让你下地狱 谢丽丽一点也不怕她 我还以为你要说让我下监狱呢 不过很可惜 虐待动物不违法 你也就只能举报 封我的账号 看来谢小姐很懂自己干的事缺德事 缺德不等于犯法 谢丽丽表示不认同 大意凛然地为自己辩解 再说 我这不是缺德 除了那只小黑猫 其他动物 我都是付钱买的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没侵害到谁的利益 我拍这些视频 是因为有人需要 看视频可以缓解压力 心情愉悦 多人不敢做 还有偏见 但是我们又没有违法 为什么不能做 如果你是为了那只小黑猫生气 我跟你道歉好不好 如果知道那只猫是你送给陆南的 我肯定用那只猫那么做 毕竟你这么帅 希希 秦玉看她的眼神像看垃圾一样 虐蝎动物视频这个圈子里 很多像谢丽丽这样的女孩 但是这些女孩踏入这个圈子 有很多原因 有些人是被诱骗 有些人是为了钱 有些人一步错步不错 但大多数人对此并不享受 可是谢丽丽不同 喜欢做这些事情 认为理所当然 毫无半点心理压力 她享受虐待动物的过程 享受的过程中还能赚取利益 所以 她在短短的一年内 拍了几百个视频 虐蝎动物不违法 但传播暴力血腥视频 触犯网络安全法 秦玉看着她 缓缓告诉她 事情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 几百个以残人手段 剥夺生命的视频 在公共社交群中公开传播 应该足够入行 谢丽丽有恃无恐的神情顿时一变 眼里满是怀疑 你哄我的吧 我的视频大部分是定制的 公开的没几个 但是说完 她就心头一沉 想起自己在群里发的视频 其实挺多的 她打广告比较多 经常在群里发一些精彩的小片段 吸引买家 那些视频虽然不完整 但估计也能算作一个证据 想到竟然让卧底混进了群里 拿到那么多视频 她心里就忍不住暗恨 要是审核再严格一点 根本不会被拿到把柄 看秦玉这么有信心 她心里很没底 秦玉说的什么 网络安全法 她不是很懂 只知道虐待动物的视频不能公开 不然会被举报封号 所以一直很谨慎低调 但不知道 这个网络安全法 到底有什么规定 自己有没有触犯 你想让我坐牢 她明白了秦玉的意图 眼神不善 就为了一只猫 你要让我坐牢 什么愁什么愿 你这人心里变态吗 啊 心里变态的是你 秦玉的声音平静而有力 在狭小的房间里 染上了几分压迫感 你们这些人叫做Crush Fetish 翻译过来也就是碾压崇拜者 从碾压其他生命中 获得快感和愉悦 难道你没有觉察 最开始 你只杀鲸鱼 仓鼠 兔子这些毫无反抗力的小动物 渐渐的 你开始杀猫杀狗 以及大型动物 手段也越来越血腥 而你 对于这些虐血 也越来越平静 因为你的底线再不断拉低 你在适应虐待和屠杀 人性逐渐泯灭 终有一天 当虐血动物满足不了你 你会开始杀人 谢莉莉越听 眼瞳正得越大 她从来不觉得 杀动物有什么不对 最开始虐待动物的时候 她并没有遮掩 然后很快入了同号圈 圈子里的人都一样 所以她也不觉得自己 哪里不正常 便是知道了 自己干的事不能曝光 也没有多想 所谓的正常 也是人定义的 她认为自己 很正常就行了 可是秦玉的话 却让她感到了恐慌 因为她最开始 的确不敢杀大型动物 照秦玉的意思 她以后会控制不住自己 你故意吓唬我的吧 喜欢这么干的人那么多 有几个像你说的这样 要不然 世界早就乱套了 一定是的 她一定是在吓唬自己 谢莉莉拼命安慰自己 不 你跟那些人很像 百分之五十的犯罪分子 存在虐待动物的行为 其中百分之九十连环杀人狂 都有过虐待动物的经历 而那些不像你的人 他们手上没有沾血 而你 手上已经沾满鲜血 这些鲜血滋养着你心底的魔鬼 终有一天 你会控制不住 变成真正的杀人魔 第254章 心理游戏 秦玉眸光锋利 仿佛刺穿了她的伪装 看透了她的本质 她的话如巨石 在她的心中 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谢莉莉被吓得下意识往后倒退 椅子在寂静的室内 发出哐当巨响 差点被她绊倒 这一系列声响 又将她吓到 差点将她带倒 随后她狼狈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呼吸变得粗重急促 看秦玉的眼神 仿佛看着什么可怕的存在 眼里满是恐惧和忌惮 你 你胡说八道 你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变化 你闭嘴 谢莉莉暴怒地打断她的话 脸色赤红 闭嘴 不准再说 秦玉看着她慌张恐惧 到几乎扭曲的脸 再次开口 你 闭嘴闭嘴 谢莉莉怒吼 气急败坏地阻止她 说出更多让自己害怕又怀疑的话 她感觉自己要疯了 理智荡然无存 你再说我就 就怎么样 秦玉轻轻一审 杀了我 谢莉莉悚悚然一惊 你心里有这个念头 秦玉看着她 就像对待那些猫猫狗狗一样 碾碎他们的身体 让他们变成冰冷的尸体 再也发不出声音 你心里有这样的念头 谢莉莉仿佛被提醒到了 亮腔地倒退了两步 悚然地看着她 她刚才有这样的念头吗 她的话太让人感到不舒服 仿佛把她扒光了一样 她想让她闭嘴 然后 意识到自己的想法 她同人猛地一说 她仿佛被发现了罪正的罪犯 迫不及待地想要毁尸灭迹 可是该怎么办 对上秦玉动若光火的目光 她感觉自己想隐藏的东西 被清清楚楚地扒出来 曝光在人前 终于失去理智 啊 我杀了你 两人隔着一张桌子 谢莉莉冲上来就抬起手 锋利的指甲刺向秦玉的脸 秦玉一把抓住了谢莉莉的手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阵喧嚣 觉察不对劲的警察 和几个人同时冲了进来 莉莉 莉莉你没事吧 谢莉莉赫然扭头看过去 血红的眼睛和扭曲的五官 将其他人都吓了一跳 莉莉你 妈 带看清楚来人 谢莉莉眼睛一亮 随后又看到了后面的人 大声叫道 爸 你们都来了 谢母见到谢莉莉 情绪也非常激动 冲过去就喊 怎么回事 你们这是打人啊 快把我家莉莉放了 这时 两个警察赶紧劝道 你们先不要激动 我们这是正常程序 没有调查清楚前不能放人 那她是什么人 凭什么在这里 谢母指着情欲 妈 就是她举报我 谢莉莉马上告状 她袭击我 情欲陈述 谢莉莉想起 自己刚才失去理智 心里恨得不行 她恐吓我 说我会变成杀人狂 我要告她恐吓 情欲淡然道 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 关于虐待动物和犯罪率之间 有权威研究报告 我建议警方给这位谢小姐 进行精神鉴定 她很可能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目前已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谢母一听她说精神鉴定 这不是说 自己女儿有精神病 马上情绪激动起来 骂道 你说谁反社会 我看你才反社会 无缘无故欺负 我们家莉莉这么个小姑娘 到了公安局 还敢恐吓我们家莉莉 你是不是跟公安局有关系 你们公安局的 是不是要包庇她 污蔑我们家莉莉 遇到这种动不动就说 警方黑幕的人 警察很是无奈 这怎么可能 我们都是按规定来的 这儿有监控还带生意 秦先生和谢小姐 也是见面光明正大的 不存在你说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家莉莉 刚才怎么会吓成那样 肯定是她恐吓莉莉 谢母指着秦玉的鼻子 你女儿才吓到别人了 开口的那个警察小哥哥 小声嘀咕 刚才谢莉莉那样子 真跟发了疯一样 说不定还真有点毛病 你说什么 谢母坚声叫道 秦玉看着警察 谢小姐的父母 有没有看过视频 警察小哥哥摇头 还没有 建议让他们先看看视频 消消火 神特么的消消火 警察小哥哥嘴角抽抽 只怕他们看了视频 要三观粉碎 重新认识自己的女儿 恨不得塞回娘胎里 回炉再造 这姑娘长得不错 是个大学生 听说还是个小网红 前途无量 谁能想到 她手上有几百条动物的命 真是人不可冒像什么视频 谢莉莉打电话回家 只说被举报进了公安局 他们匆忙带了律师来 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该不是女儿被胁迫 拍了什么不雅视频吧 这么一想 谢母看向秦玉的目光 越发不善 警察小哥哥见她又要闹 觉得真该给她消消火 看看视频也好 免得一直说 他们乱抓人倒黑幕 但她没有直接告诉谢母 是什么视频 有点蔫坏的说道 你们看了就知道了 现在什么都能造假 你们可别拿造假的视频 污蔑我家立 谢母知道 导致拘留的视频 肯定不是什么好视频 便怀疑有人造假陷害女儿 警察小哥哥听了这话 嘴角直抽抽 二位放心 视频肯定会做鉴定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但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谢夫谢母被带去看视频 江瑞叔站在人后 目睹了这一切 见谢莉莉用仇恨的目光 看着秦玉 便知道 这人肯定干了点什么 上了车 江瑞叔这才问她 你刚才跟谢莉莉说了什么 她激动的 就像你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 秦玉系好安全带 语气清淡 玩个小小的心理游戏 嗯 江瑞叔看她 心中若有所悟 你故意刺激她 想让她情绪失控袭击你 然后你就能抓住她的把柄 增加起诉的筹码 只是稍作惩罚 希望她良心发现 所以 你真的恐吓她了 恐吓是指以加害他人权益 或公共利益等事项威胁他人 使他人感到微不恐慌 我只是好心告诉她 虐待动物的危害性 每个字都有理有据 并无恐吓 好心 江瑞叔侧目 从头到脚趾头 都不相信她是好心 你的好心 让人失去理智 第255章 找到她 那说明她心虚 看来她真的吓唬了谢莉莉 江瑞叔通过谢莉莉的表现 已经大概能猜到 她到底说了什么 也难怪谢莉莉会恐慌成那样 不过她将虐待动物和犯罪联系起来 也算不上骗人 很多罪犯的确有虐待动物的经历 尤其是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 在虐待动物 无法满足心理需要后 他们会将目标转向人 不过虐待动物的人 也不都是反社会人格 有些人是因为童年心理创伤 比如遭遇肢体伤害 或者模仿家暴的父母 有些人长期处于弱势 忍耐到极限后 会出现虐待动物的行为 有些人是因环境或者某些原因 同理心暂时性缺失或抑制 而还有人是为了钱 比如拍摄虐待动物视频来贩卖的人 不过她看了谢莉莉的视频 感觉谢莉莉其实享受虐待过程 她从中获得了满足和愉悦 姜瑞书对她了解太少 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她 但不管怎样 她并不是一个无辜者 想明白其中关节 姜瑞书没再说什么 问她 现在回去 去垃圾转运基地 赶时间没法送你回去 你在想在哪下 姜瑞书闻言不由看她 瞬间明白了她的想法 你 想找到莫小南的遗体 秦玉N了声 打着方向盘 车缓缓开出 转出公安局 姜瑞书看了看时间 有点为难 谢莉莉昨天下午动手 最迟晚上丢的垃圾 可能昨晚就已经被收走 现在可能已经集中处理 她租房的地方 一天只收一次垃圾 可就算这样 大多垃圾凌晨 或者上午就已经收走 恐怕很难找到 姜瑞书不是很看好 不提谢莉莉 有没有处理过小猫遗体 是否还能分辨得出来 就一个区域的垃圾 集中到一起 要从中找出一袋 不起眼的垃圾 也不容易 秦玉握着方向盘 看着前方 语声缓慢 是我对不起她 姜瑞书心头微微一颤 不由扭头看着她 她清楚 垃圾场是什么样的吗 在规模化的垃圾处理站 也避免不了垃圾的脏乱和恶臭 可能藏着蛆虫 苍蝇和老鼠 就为了找一只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的小猫遗体 只用了半秒 她果断道 我跟你去 秦玉看她 你能受得了垃圾站的脏乱恶臭吗 姜瑞书表示怀疑 我自有办法 姜瑞书还挺好奇她的办法 等到了垃圾转运基地 便见她去找了基地的负责人说 要雇一些人找东西 如果基地有人能帮忙 没有的话可以介绍人过来 工资按终点工市场价两倍结算 找到东西的那个人再翻倍 有丰厚的用金开到 很快就凑了十来个人 知道找到东西的人 还有额外的钱拿 个个都异常积极 在那个区域收垃圾的时间 很快就确定了垃圾车 但不幸的是 垃圾已经倾倒进垃圾箱 幸运的是 垃圾还没开始处理 不然 垃圾经过压缩后 再想找一袋小小的垃圾 出来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垃圾箱里 汇集了不同站点的垃圾 翻找的时候 各种难闻的气味飘散出来 姜瑞书找基地的人 要了两个口罩 但是这种口罩隔绝气味的作用不大 她明显看到 秦玉打了个冷战 显然是被恶心到了 要不你先去休闲 我在这里看着就好 工人们只知道 要找的是一只小黑猫 这只小黑猫很小 死状惨烈 或许还被肢解 但具体什么样子都不清楚 最好还是有熟悉的人在旁边看着 而这里知道 小黑猫长什么样的人 就她和秦玉 就秦玉那浑身娇气的毛病 闻着恶臭站在垃圾堆里 实在太挑战她的神经 姜瑞书觉得这对于她来说 不至于酷刑吧 秦玉额头青筋都秃了起来 一张脸白里犯青 她觉得自己 现在需要一个氧气罩 或者防毒面具 把周围的气味过滤掉 另外她觉得自己 还需要一个保护罩 将自己360度包裹起来 听到姜瑞书的话 她朝姜瑞书伸出手 姜瑞书神奇地瞄懂了 这里太臭 她都不愿开口了 她不明所以地走过去 就见她被脚下的垃圾绊了一下 一个猎切要摔倒 而且还是后仰摔倒 这一摔下去 肯定四仰八叉 姜瑞书连忙搭不上前 一把将她捞进怀里 然后她就以一种 电视剧那种女主角摔倒 男主角360度托马斯旋转后 抱住女主角的姿势 落进了姜瑞书怀里 姜瑞书觉得 这种场面太眼熟 笑隐隐道 秦瑞书想叫我做什么 就直说 不用头怀送抱 秦瑞眼睛一瞪 腰部一挺 硬生生站了起来 姜瑞书瞄了眼她的腰 目光鱿鱼 腰力不错 她铁青着脸 气得都忘了自己 要干什么 姜瑞书提醒她 你叫我干什么 她咬牙切齿 再拿两个口罩来 姜瑞书哭笑不得 见她快要憋过气去 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你确定自己不会晕倒 在这里晕倒 可就摔进垃圾堆里了 秦瑞脸色一变 往不远处 被工人们扒得 到处翻飞的垃圾 磨着牙道 不会 见她铁了心要坚守 姜瑞书不再劝 行 那你等等 过了一会儿 她拿了口罩回来 想到秦瑞那不能呼吸的模样 她特地多拿了两个 秦瑞毫不犹豫地戴上 多层口罩的作用 终于明显了些 虽然还是 没法隔绝垃圾的臭味 但总算可以 小心翼翼地呼吸了 姜瑞书真有点佩服她了 杰皮这种毛病 没法跟人说 你别那么在意 又死不了 没有这种问题的人 体会不了那种难受 现在 她已经不是过去 那个晴娇娇了 经过垃圾厂的洗礼 身心得到了升华 依然化身为晴间墙 S是还没实行垃圾分类 垃圾箱里各种垃圾都有 无疑加大了寻找难度 一直到太阳西鞋 找到了很多 疑似小猫遗体的东西 但最后都确定 不是墨小男 第256章 找到了 姜瑞书看着 渐渐落下的夕阳 心里有了些担忧 难道找不到了吗 她跟工人要了手套 跳下垃圾箱 加入到寻找的行列 她今天穿的是 宽松牛仔裤 搭雪仿白衬衫 脚上是一双白色板鞋 刚踩进垃圾堆里 板鞋就染上了 脏兮兮的腐质 但她没有在意 撸起袖子 就朝还没翻找过的 一个角落走去 弯腰开始查看 脚下的垃圾秦玉 看着她弯着腰 双手在各种垃圾里 翻来翻去 眸光微微闪动 老板 找到一个带毛的东西 突然 一个工人喊道 姜瑞书和秦玉 同时看过去 便看到那个工人 拎着黑色塑料袋走过来 姜瑞书 伸一脚 前一脚地走过去 那工人把塑料袋 放在地上 从里面拎出来 一只黑色毛茸茸的东西 姜瑞书心头一跳 连忙上前拖起 那只毛茸茸的东西 只见她浑身的毛脏兮兮的 已经结构在一起 仔细看可以发现 是血液凝结造成的 尾巴已经被斩断 四肢也被折断 身上有几个血窟窿 脑袋被暴力踩得扁平稀烂 姜瑞书睁大了眼睛 猛地抬头看向秦玉 秦玉平静地 看着她手上可怜的小家伙 轻声道 是她 姜瑞书的眼睛 突然一阵发酸 手部由微微颤抖了一下 看视频的时候 也非常愤怒难过 可是远远没有看到 真实的墨小男 要冲击人心 昨天她还是一只 活泼可爱活生生的小猫咪 现在却变成了 冰冷残破的尸体 看着她就能想象 她遭受种种折磨的时候 有多痛苦 还好找到了 她轻声说 嗯 秦玉淡淡应了声 你先带着她 我去结一下工资 姜瑞书恩了声 从黑色塑料袋里 找到了墨小男的尾巴 又默然了片刻 她的尾巴断成了多结 软塌塌的靠皮肉连着 对不起 愧疚淹没她 要不是她牵线 她就不会被领养 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 现在还在妈妈和兄弟姐妹 身边玩耍 还是一只快乐无忧无虑的小猫 她跟基地的人 要了一个干净的袋子 把墨小男的残躯装进去 基地的人健壮大为震惊 天哪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被别人抓走虐待死的 妈呀 什么人啊这么狠 是不是变态啊 虽不是变态 但离变态也不远了 姜瑞书第一次觉得 虐猫者应该人道毁灭 人生而为人 是因为摆脱了兽性的控制 可这些人却在释放兽性 自然界中 所有动物杀死其他生物 是为了生存 唯独这些人 是为了取乐 听说人已经被抓住 基地的人连连叫好 抓到了 那就好 可要让人好好赔偿 姜瑞书没解释 要不到赔偿 这也不是赔偿的问题 墨小南再也回不来 一条鲜活的生命 彻底消失 是什么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过了一会儿 秦玉姐了张回来 他们还要带墨小南的遗体去火化 姜瑞书的鞋脏得刷不干净 怕把秦玉的车弄脏 上车的时候 直接把鞋脱了 光着脚丫子 走到后排 你 秦玉回头看他 想说自己不是很介意 可姜瑞书已经麻溜脱了鞋 回头就看到了他雪白的脚丫子 他的脚真的很白 脚踝上的精致 骨头纤细分明 脚趾圆润可爱 脚趾指甲透着淡淡的粉 没有涂指甲油 大概是因为光着脚 他不自觉地动了动脚趾 有点像害羞了 秦玉不知怎么的 就想起了练 足痞 他这双脚 要是让那种人看到 肯定会被迷恋 嗯 姜瑞书见他回头 突然又不说话 疑惑地看着他 他垂下目光 坐了回去 没什么 你坐好 他们就近找了一家宠物火化机构 老板看到莫小南的残区 忍不住倒吸冷气 得知他是被人虐待致死 不由愤怒 显然 他们更能理解 宠物对于宠物主人的感情 老板开这家宠物火化机构 也是考虑到宠物的意义 想给死去的宠物 一个妥善的处理方式 可是 在人们越来越尊重生命的时候 却有人越来越残忍 老板对莫小南的遭遇表示哀痛 随后询问他们 想要怎么处理猫咪的骨灰 宠物的骨灰 有很多种处理方式 有的放家里 有的找个地方埋了 有的找个地方洒了 有条件的 还可以做成钻石 不翼而足 端看主人的想法 两人离开的时候 秦玉手里多了一盆仙人球 回去的路上 两人沉默不语 一路都没有说话 秦玉把车开到江家门口 缓缓停下 你家到了 江瑞书回过神来 转脸看到车窗外熟悉的大门 解开安全带 推开车门 要下去的时候 又回过头来 你 可以吧 秦玉看了他一眼 知道他担心什么 淡淡的嗡了声 意外的好脾气 那回头再联系 鞋子太脏 他用塑料袋装着拎在手里 直接光着脚丫子下车 地板的温度随着气温直降 刚落到地上 他就凉得跳了起来 然后垫着脚跟个 毛毛躁躁的小偷似的 捏手捏脚朝里面走 秦玉的目光 落到他雪白的脚丫子上 想着幸亏地板平整 不然有他好看 发阿姨 江瑞叔还没进屋 就朝里面大叫 范阿姨听到动静跑出来 见他身上脏兮兮的 还光着脚 顿时瞪圆了眼睛 这 这是怎么了 被打劫了 江瑞叔扑斥一声笑 谁敢打劫我呀 我可是练过的 说着摆了几个出拳的动作 带他走近 范阿姨便闻到了 身上那股被垃圾堆熏出来的味道 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 你到垃圾堆里打滚了吗 这话还真差不多 虽然没打滚 但的的确却在垃圾堆里熏了一天 还翻了一会儿垃圾 他把装鞋子的塑料袋扔地上 范阿姨 您先给我放一下洗澡水 我等下再进去 免得把屋里弄脏了 脏了就脏了 别在外面吹风 不然姥姥要偏头疼 范阿姨拉他进屋 他用精油泡了十几分钟的澡 把自己浑身上下都搓了一遍 这才感觉 身上自己又变成了香喷喷的小可爱 第257章 安慰 躺在床上 江瑞叔拿了本书 靠着枕头慢慢看着 但看了一会儿 不怎么看得进去 脑子里不住地回想今天的种种 他索性放下书本 拿起手机 把秦玉的号码翻出来 顿了顿 手指轻轻一动 将秦娇娇改成秦间墙 想起他今天被垃圾熏得快要晕倒 还要硬撑的模样 跟平时的精明墙干截然不同 意外的有点反差萌 忍不住轻轻笑了声 笑过之后渐渐淡去 最终化为一声叹息 他点开秦玉的号码 犹豫了几秒 侧脸看了看漆黑的窗外 夜漆黑如墨 秦玉拎着一个小小的洒水壶 正在给窗台上的仙人球浇水 墨玉和两只小猫喵喵叫着 不停地围着他蹭 也不知道是不是意识到了什么 浇完水 秦玉把墨玉抱起来 墨玉古铜色的眼睛看了看仙人球 又看了看他 喵 他摸了摸墨玉的背脊 墨玉很少获得主人这样耐心的抚摸 眯起圆圆的眼睛 用脑袋蹭了蹭他掌心 轻轻叫了声 喵 两只小猫在脚下喵喵叫唤 秦玉将两只小猫捞起来 一起放在腿上 墨玉将两只小猫团在一块 舔了舔两小只的毛 抬头看秦玉 秦玉摸了摸两只小猫 小猫细声细语的喵喵叫了两声 水汪汪的眼睛一起看着他 你们是知道了什么吗 秦玉看着一大两小 一时漠然 叮咚 手机屏幕亮起 姜瑞说 你还好吧 他好像很担心自己会想不开 秦玉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 他看起来很有问题吗 眉头轻轻拧起 发了一个问号过去 姜瑞叔听到手机响 拿起一看 他这是 觉得他想太多 失笑了声 姜瑞叔发觉自己 好像是想的有点多 他应该不是那种 悲春伤秋的人 今天精神不好 可能是被垃圾给熏的 接着 他又发了条信息过去 秦玉把小猫送下楼 回来看到他新发来的短信 你在干什么呀 秦玉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这女人想干什么 还觉得他没有振作起来 需要安慰 他一点也不觉得 需要跟他分享心情 虽然今天一起做过很多事 但是 手还是打下了回复 浇水 喂猫 姜瑞叔一看就懂了 他浇什么水 靠着枕头 找了一下仙人球种植技术 看了看 发现不是很难 秦玉应该能养好小仙人球 便不再多言这方面 小仙人球还好吗 他问 秦玉觉得 他问题真多 一个晚上 仙人球能有什么好不好的 秦玉懒得回答 直接拍了张照片发给他 清脆的小肉球 长满毛茸茸的小毛刺 这时候的刺还很软 在灯光下有点发黄 有点呆头呆脑的可爱 真可爱 他一定能长成大毛球 他戴上了滤镜 怎么看都觉得小仙人长不一样 随后想起了一桩往事 觉得很有鼓励的意味 靠着枕头 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忍不住分享给他 我老家有一户人家 门口中了很多仙人球 我很小的时候 就看到有篮球那么大 据说已经中了十几年 我几个竹马小时候特别顽皮 有一天 被人家养的鹅 追着跑进了仙人球中间 几乎把所有的仙人球都掀翻了 现场一片惨烈 但主人家把仙人球重新种好 全部都活了 听说仙人球可以活几百年 主人家说 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 秦玉 意思是 这个仙人球会比他活得久 可以拿来传家 秦玉嘴角抽了抽 明白他什么意思 这安慰真是独具一格 还有就是 他短信中有四个字 实在没法忽略 几个竹马 嗯 虽然全村小孩都喜欢跟我玩 但真正跟我同龄的 全是男孩子 有七八个吧 每天上房接瓦下和捞鱼 经常晚上被家长追着骂 逮住了就是一顿竹板炒肉 全村都能听到他们的嚎叫 此起彼伏 简直跟交响乐一样 村子里因为有他们 每天都很热闹 他口中的小时候 总是特别世俗热闹 鸡飞狗跳 却又无忧无虑的样子 秦玉印象中 农村的孩子 更多的是呆滞 麻木 紧张和茫然 因为他以前 接过农村孩子的案子 哪怕是家境好的农村孩子 很多都被宠坏了 不像他说的那样 生动活泼 充满了朝气 他被勾起了一丝好奇 虽然只是很浅的一丝 顺着他的话问了句 那他们现在 现在 结婚的全都离了婚 没结婚的 也当了单亲爸爸 孩子已经可以打酱油 秦玉 什么鬼 他的竹马 全部有离婚 debuff吗 当你竹马真不容易 他竟然还打了省略号 可见心情非常无语 江瑞书笑 是很可惜 大家好像都没找到幸福 长大后 大家都变了模样 也有了各自的生活 渐渐的互不相干 江瑞书现在还记得 大学毕业前好几年没回去 有一年收到结婚请柬 他特地请假回去喝喜酒 可是他发现 印象中的伙伴 已经大变样 变得圆滑 事故 客套 他的出现 被荡成了代替他爸爸而来 给新郎增加了无限风光 可是他觉得自己 已经不认识眼前的小竹马 在他的心里 大家都还是年少的模样 因为他觉得自己 跟大家 还是当初那样的小伙伴 可是那一刻 大家好像悄悄长大了 长成了他不认识的模样 没人知道 他那一刻的失落感 他知道 或许就是自己矫情 时光会改变每一个人 连同他自己 其实也变成了 别人陌生的样子 只是他一厢情愿地以为 大家都会停留在过去罢了 秦玉感觉 他字里行间的失落 离婚不见得比结婚不幸福 你又不是人家 你怎么知道 人家不幸福 自以为是 看着他一丝安慰的字句 姜瑞叔微微一笑 心到口是心非的娇娇 换了个话题 墨玉和小猫还好吗 还好 那两只小猫你打算 自己养 姜瑞叔没有意外 经过这次的事 他怕是不放心 再把小猫送出去 要是再发现 小猫过得不好 他估计会原地爆炸 那两只小猫有名字了吗 第258章 处罚决定 没有 没有啊 姜瑞叔怂恿 既然准备自己养 给小猫几个名字吧 小猫可以跟墨玉姓 当然也可以跟你姓 他没胆提跟猫爸爸姓 秦玉肯定会喷死他 再说跟猫爸爸是跟他姓 要是小猫跟猫爸爸姓 就等于跟他姓 秦玉的猫跟他姓 咦 感觉怪怪的 秦玉想说 墨玉不姓墨 但是想到墨小南 还是默认了 至于起什么名字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姜瑞叔都以为 他是不是睡着了 手机才突然响了声 秦坚强的信息 跳出屏幕 叫黄黄和灰灰 姜瑞叔 噗 他这么精致个人 怎么起名字这么糙 墨玉不是你起的名字吧 他非常怀疑 这么雅致的名字 应该不是出自 黄黄灰灰这种 起名水平的口 怎么 姜瑞叔忍笑 委婉道 我觉得小猫这么可爱 可以取一个可爱的名字 秦玉也知道 自己起名字水平不怎么样 但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承认 让这女人有嘲笑的机会 他淡定回道 贱明好养活 姜瑞叔一个字都不信 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他憋了这么久 想出这么糙的两个名字 肯定是想不出好听的 我也想了两个 你看行不行 蛋黄和灰灰球 小黄猫是黄色的 小灰猫的毛片深灰色 蛋黄和灰灰球都很可爱 也能突出他们的特点 墨蛋黄 墨灰没求 姜瑞叔 忘了他们姓墨 难道要叫墨黄黄和墨灰灰 他为两只小猫感到绝望 不住挠头 这也太敷衍了吧 但是念着念着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觉得 墨黄黄和墨灰灰 好像还挺好听的 秦玉那边很久没收到他的回复 哼了声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猫 能取出姜大局那种 名如骑猫一样 猥琐庸俗名字的人 也好意思说他起名无能 他随便起的名字 都要好很多呗 就这么定了 他拍板决定 姜瑞叔叹气 为小猫的名字挨到了半秒 摊上这么个取名无能的主人 也是没办法的事 小猫取名之争落下帷幕 从此以后 墨玉的两只小猫有了名字 黄花梨叫墨黄黄 小灰猫叫墨灰灰 不管怎样 有了名字 意味着有了属于自己 在这个世界的符号 像跟世界连接的密码 跟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份牵绊 以后不论际遇 生或死 都将留下痕迹如墨小男 人亦如此 第二天 姜瑞叔试着联系陆南 但是他发现自己打不通陆南的电话 便拨了陆家的坐机 接电话的是林阿姨 还没等姜瑞叔开口 林阿姨便道 姜小姐 以后你不要打电话来了 姜瑞叔一正 心中念头微微一转便明白了 应该是他和秦玉举报谢莉莉的事情 传到了陆家 陆南爸爸不让陆南再跟他们交往 陆南还好吧 说到陆南 林阿姨轻轻叹了口气 还是那样 昨天哭了几次 眼睛都肿了 姜瑞叔原本想给陆南找一个玩伴 没想到事情最后演变成这样 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轻声道 你告诉陆南 墨小南找回来了 回到了他妈妈身边 让他不要再难过了 不是他的错 让他不要自责 喜欢猫咪 可以再养一只 或者养一只狗狗也可以 会有一只猫咪或狗狗 能陪伴他长大 还有 我和秦先生平时有工作要忙 近期都没时间找他玩 让他这段时间 先找其他小伙伴玩 以后有时间了 我再找他 林阿姨何尝听不出 他不是没时间跟陆南玩 而是不想 把大人的纷争带给他 于是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不想让陆南对爸爸产生矛盾 小孩子忘心大 找到了新的玩伴 很快就会把以前的事抛到脑后 姜瑞叔说过段时间 其实已经没有以后了 或许等陆南长大后 能够自己拿主意了 还有缘分的话 还能再成为朋友 可是缘分啊 大多转瞬即逝 错过了这个时间 再回来人 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人 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林阿姨为陆南感到惋惜 轻声道 好的 当姜瑞叔再次搜索谢莉莉的直播账号 发现账号已经被封停 昨天秦玉在直播中说的那些话 在观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从直播间扩散到了直播平台 并且扩散到了其他社交平台 谢莉莉疑似虐猫者的话题 悄然爬上热搜榜 但由于谢莉莉只是小网红 并且没有真凭实据 只有秦玉的几句话 所以虽然谢莉莉的反应很可疑 但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 话题掉在热搜榜末尾半天后 悄然掉下了榜单 很快 关于谢莉莉的处罚决定出来了 封停账号 行政拘留15天 视频虽然血腥数量较多 但是 说到底虐待动物不违法 往常传播暴力血腥视频 被入行的以暴恐为主 15天拘留已经是极限 姜瑞叔一直在关注这事 几乎是第一时间接到了消息 虽然失望 但也没有太意外 这件事操作的弹性很大 目前还没有因为传播虐待动物视频 被入行的案例 警方表现谨慎 也正常 只是就这么轻轻放下 难免叫人有些一难平 也不知道秦玉会怎么做 秦玉接到警方的来电后 面无表情地放下了电话 对警方不与立案的做法有点不满 只要没有涉及人命 在很多国人看来都不算大事 犯不着上纲上线 陶玲从外面进来敲了敲门 外面有位小姐指定找你 随后 见她脸色严肃 便知道 她心情不大好 问道 怎么了 一个以虐筛拍视频贩卖 手上有几百条动物性命的柜子手 被拘留后 警方对她做出了最严厉的惩罚 行政拘留15天 这时她没跟陶玲说 陶玲文言目瞪口呆 这什么人 一个小网红 陶玲一顿 叫什么 谢莉莉 陶玲突然表情麻木 刚才我说 有一位小姐指定找你 她露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这位小姐就叫谢莉莉 谢莉莉看着眼前横眉冷对的男人 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着实惊艳 她粉的那个墙头论言 根本比不上她 可现在怎么看怎么可恨 不但在直播的时候 破坏她的形象 还收集了一大堆证据举报她 这注定了她们只能敌对 当然抛开这些 她的言真的叫人赏心悦目 同时 她心里有隐秘的快感 她那么费尽心思举报自己 还吓唬自己 结果警方 只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来之前她可是了解过了 这个男人是个很有名的律师 战无不胜 自己应该是她少有的败账吧 秦玉也看着她 将她得意的神情尽收眼底 一眼就能看透她心里想什么 谢小姐怎么会在这里 谢莉莉化了妆 穿着一条小红裙 半点看不出半天之前还在拘留所 她扯开嘴角 露出一个得意的弧度 秦律师应该没想到 会这么快见到我吧 警方若无践踏规定 无正当理由行政拘留 不能提前释放 秦玉看着她面无表情道 我当然有正当理由 谢莉莉弹了弹指甲 我身体不好 在拘留所就犯了病 必须出来治疗 精神病 谢莉莉脸色一致 顿时想起她恐吓自己 会变成变态杀人魔 让她差点以为自己 真的心里有问题 在拘留所把自己吓得不轻 出来还特地去找了心理医生 着实可恨 她的语气少了几分掩饰 多了几分嚣张 秦律师看起来很失望 费尽心思收集了我 那么多视频举报我 结果就警察就没给立案 白费心思了 还从来没有人 为我整理过那么多的视频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我的粉丝 故意引起我的注意呢 第259章 怕坑爹吧 谢小姐来这里有何贵干 秦律脸色分毫未动 没想到她根本不接话茬 谢莉莉哽了下 眼珠子转了转 又笑道 我想请个律师 听说秦律师是这里 最厉害的历史 从来没输过 不如我就请你吧 向我咨询需要付费 谢莉莉见她不但不拒绝 还要收钱 顿时又哽了一下 但面上不肯退让半分 轻松道 费用不是问题 秦律看了看手表 谢小姐想咨询什么 谢莉莉悠然坐下 看着秦律 与带挑衅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个多事的律师 找了很多别人杀动物的视频 去举报人家 想让人家坐牢 可惜最后 警方没有立案 很快就把那个人放了 秦律师你说 那个律师假装不在意 心里恨得要死 等于指着秦律的鼻子 嘲笑她的失败 秦律淡淡道 不是 哦 他在想 这个人是怎么出来的 警方有没有违规的地方 有的话就太好了 可以直接抓住警方的把柄 连警方和那个人一起举报 谢莉莉脸上的得意 和挑衅上一秒还在 下一秒听到秦律的话 脸色骤然一变 错愕地看着她 你 这只是开始 秦律看着她 现在网络发达 只要捅到网上 不管那个人有多大的关系 只要引起关注 必定会被调查 连根带你拔起 哦 再加上一个虐待动物的标签 肯定能一夜暴红全国 到时候不用谢我 能红全靠你够恶心人 谢莉莉不敢想象那样的局面 看向秦律的目光 染上了几分后悔 她真的后悔了 不应该来这里挑衅她 她很可能再次 给自己制造大麻烦 如果她的事情 都能传到网上 那她真的会一夜暴红 但是这种暴红 并不是她所想要的 她自己是做主播的 非常清楚 什么话题会引爆舆论 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曝光出去 肯定会被万人唾骂 虽然她并不觉得 自己做的事情 有什么不对 可是 她嘴上不肯服软 冷冷一笑 你别想又恐吓我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你以为捅到网上 让人网络暴力 我我就会服软 很多事情 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看来有人践踏了规则 还想继续践踏规则 秦玉抓住她话里的端倪 患病需要治疗 可以提前释放 可看她并不像 需要住院治疗的样子 她跑到律所来 要舞扬威 要么脑残以为 通过法律不能制裁她 要么就有底气 不怕她揭穿 秦玉更倾向于后者 我什么都没说 你不要给自己加血 谢莉莉矢口否认 我以为谢小姐来找我 是因为戏还不够多 我只是来这里做咨询 希望秦律师 遵守职业道德 最好不要多事 我家在市委那边很多熟人 说多了 对你对我不好 谢莉莉安安威胁道 怪不得你能提前出来 秦玉面无表情 谢莉莉却以为 她顾及自家 跟市委的关系 冷哼了声 就算你去举报我也不怕 我所有的证明都不怕查 但再让我知道你去举报 哼 她冷哼两声 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 秦律师 什么人那么嚣张 竟然敢威胁你 办公室里 突然想起一道陌生的男婴 声音里隐约隐含笑意和调侃 谢莉莉被吓了一跳 吓意识张望 但是除了秦玉没看到其他人 最后目光落到了 她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 她一直在视频中 秦玉动了一下鼠标 瞥了眼视频里 一脸野鱼的陆思安 淡淡道 先到这里吧 陆思安在那头闷笑不已 我和乔律师这边开完会了 一会儿要跟市委领导班子见面 谁跟市委很多熟人 我们帮你问问 谢莉莉脸色瞬间苍白 听那人的意思 真正在市委很多熟人的是陆家 谢家只是蹭陆家的关系 认识见过一些领导 根本不像她说的那样很熟 秦玉一看就知道 她刚才拉大旗做虎皮 便是她说真的 她也完全不拒 家里有这种坑爹货 早晚能坑死全家 根本不足为惧 谢莉莉却越想越害怕 怕他们在市委那边告状 家里就完蛋了 她迫不及待地想逃离这里 把这件事告诉爸妈 竟然站起来就跑 我先走了 结账左转 谢谢 谢莉莉一个猎 这才想起自己在咨询她 没咨询到一点爽快 反而咨询出了一肚子气 和一个大祸 心里恨得出血 却不敢再多说 咬着牙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陶琳过来敲门 那个谢小姐不是来找茬的 怎么还给钱 来时气势汹汹 去时却惶恐恐 还老老实实按最高标准 交了咨询费 她怎么想也想不通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让对方态度转变那么大 难道来付费找不痛快的 真是匪夷所思 咨询付费 调出了一个视频文档 陶琳侧目 一脸的你逗完吗 她左看右看 好似要从秦玉脸上 看出朵花来 她的目光存在感太强 秦玉抬头面无表情看着她 就听她嘀咕 除了还是那么帅 没什么特别啊 难道这张脸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功力又深厚了 已经让人忽视敌对立场 不要节操自甘跪舔了 秦玉 滚 傍晚时分 姜瑞书忙完工作的时候 同时接到两个消息 第一个是谢莉莉 因病提前释放 第二个是谢莉莉回到了拘留所 姜瑞书 这两个消息 怎么那么玄幻 提前释放的条件她很清楚 一听就感觉到中间有内情 但谢莉莉既然能做到这一步 怎么又突然乖乖跑回去 当即联络了秦玉 听说谢莉莉出来半天 又回拘留所了 秦玉呕了声 轻描淡写道 怕坑爹吧 姜瑞书